年轻人,我看与你挺有缘的。 打住,我不想学如来神掌,也不想维护这世界的和平。 老者,左右观望了一眼,确定没来人后,老者将李凌峰神秘兮兮地拉来角落。 跟你说,这绝对值得你拥有。 说完,从怀里掏出一本陈旧的不能再陈旧的书籍,一副你懂的眼神看向李凌峰。 李凌峰接过一看,书名赫然写着猛男秘籍。 这是,老者玩味一笑,低头看了眼李凌峰的裤裆。 这能练哪? 老者点点头,得意道,你要是有了他,别说区区一个钟,就算是业余妻女也不成问题。 李凌峰深吸了口气,抑制住内心的激动,真的假的。 老者一急,我这把年纪了,还能骗你不成。 李凌峰怀疑的目光审视了一番老者,关于民间的偏方多少听过一些,但这心里没谱啊。 本正您错过不放过的原则,李凌峰试探性地问了句,这多少钱啊? 老者慢慢地伸出一个手指,十块钱啊,那好说。 说完,李凌峰便准备掏钱,买回去好好研究。 是一百块?老者笑着更正道。 啥?李凌峰一把将货书本塞回给了老者,气冲冲地转身离开。 你压的,还真当我是凯子啊? 别走啊,假的好伤了,好伤了。 老者紧忙跟上前来纠缠道。 眼看李凌峰不为所动,老者一咬牙,喊道,十块就十块,谁让你我有缘呢? 李凌峰立即停下脚步,这还差不多。 十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万一要是真的呢? 给了钱后,李凌峰从老者手里拿过那本猛男秘籍,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第一页。 本秘籍经多年实践总结,童走无期。 第二页,欲练此宫。 看到此,李凌峰顿时小弟一缩,连带着菊花一锦。 我擦,这往往哪? 李凌峰赶紧转头看向老者,却发现早已没了人意。 玩犊子了,始终还是被骗了。 李凌峰气得想把他扔进前面的垃圾桶,但转念一想, 好歹十块钱买回来的,拿回去卖废纸,还能回点本。 电话铃响,是林旭东打来的。 在哪呢?都等你半个钟了,不是说好请吃饭吗? 又放鸽子了?这不在路上吗?别急,一会就到。 有一路,接边。 要了四平的冰镇老青岛,剩下的点了些路串。 李凌峰和林旭东在一张矮小的四方桌前相对坐。 让你找工作的事情怎么样了? 李凌峰问。 还在留意。 你倒是快点啊,再找不到工作,那韩雪莹就要跟我分手了。 李凌峰催促道。 林旭东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你的女朋友什么时候有超过三个月期的? 这个不行,再换下一个呗。 这韩雪莹不一样。 哪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 跟你说了也不会明白。 你都还是个厨。 林旭东。 满脸憋得通红,想反击又是那么无力。 这句话多少有点杀人诛心。 总之你加快点,你不就搞人力资源中介这一块的吗? 李凌峰再次催促道。 林旭东眉头一皱,谁让你要求那么高? 每到一个场不到三天就提通跑路,都给拉黑名单了。 说起这,林旭东对自己的这个兄弟也是无奈了。 我好歹一个金融专业高材生,能去就在那些厂里吗? 那你倒是表现出高材生的料来啊。 我那四年学的技能点不都加到小弟上面去了吗? 那我还以能随便表现? 林旭东,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 老板,再加一个口。 李凌峰立马捂住了林旭东的嘴巴。 别老板了,再点就抄支了。 林旭东一把扯开李凌峰的手,吐了把口水。 你这叫请客吃饭,求人办事? 回去再泡点方便面就得了。 烤串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 李凌峰拍了拍林旭东肩膀。 差不多了,我得走了。 说完,李凌峰拿来纸巾擦拭了下手和嘴巴。 你刚没擦手,就拍我肩膀。 我这衣服才买的,三百块钱啊。 林旭东急忙爱惜地拍打了一下自己肩膀位置的衣服。 老板,我那打包的草坟好了没? 拿到李凌峰跟前,李凌峰接了过来。 这盒炒粉算我那兄弟头上。 老板转头看了眼,还在拍打衣服的林旭东。 林旭东? 没等林旭东反应过来,李凌峰已经拿着炒粉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 你呀,炒粉是二十五元。 老板拿着锅铲,笑容和蔼可亲地走了过来。 平时炒粉不是十五块钱一份吗? 涨价了? 不,他家料了。 林旭东,我去你大爷的。 新河湾,一个有点历史年纪的老小区。 李凌峰轻车熟路地来到三栋楼下,小区没有电梯,需要一口气爬到五楼。 第002章,指定是盗版。 502房,李凌峰掏出那番配置的钥匙,调和了好久才打开房门。 回头一定给标下,那钥匙楼,功夫不到家,还出来打钥匙。 李凌峰嘴里碎念叨。 进来屋内,隔远就听到浴室传来一阵哗啦啦的水流声。 李凌峰将打包的炒粉放在桌上,来到浴室门口。 这回,磨砂玻璃上倒映着一幅恶挪的身躯。 偶有水花见到磨砂玻璃上,使得玻璃更加清晰。 透过斑斑点点的空隙,李凌峰看到了里面那诱人的信号信号信号。 李凌峰试着拧了下浴室门把锁。 别费劲了,我给反锁了。 里面传来韩雪莹的声音。 李凌峰? 好歹我也是你名义上的男友,咋跟房狼似的? 无语的李凌峰回到客厅沙发躺下。 抬头看了眼墙上那挂着的时钟,9点47分。 无聊的他,于是再次拿出那本猛男秘籍,看了起来。 第三页,先修其心。 雕,还以为是玉璃此功,必先自攻,写书写一半,指定是盗版。 念叨完,李凌峰接着翻下一页。 9月21日,豪科股份涨幅10%,看到此,李凌峰立马血压就上来了。 我尼玛,盗版就算了,这连内容都串了。 明明是猛男秘籍,咋成了交易笔记了? 李凌峰赶紧的连着翻了下面几页,都是一个样。 气得李凌峰直接把这本破书甩了出去,想不到自己英明一世,今天竟被骗得这么体无完肤。 还要我一百块钱,幸好老子我机灵。 那贼老头活该要饭,说不准就是因炒股票破产的,让你骗我。 稍稍顺气的李凌峰拿来手机,点了下,漆黑的屏幕瞬间光亮起来。 9月21日,咦,怎么有点眼熟? 今天9月21日吗? 李凌峰的脑海瞬间闪现出刚才看过的内容,豪科股份涨幅10%,应该不会吧? 于是,李凌峰将信将疑地点开股票行情软件,搜索豪科股份,真被封在了涨停板上。 李凌峰倒吸了口凉气,背上几次寒意。 真那么邪门? 赶紧地起身,李凌峰开始四处翻找,刚被自己扔掉的书。 怎么今天那么轻夸啊? 在那拖地板? 裹着玉京出来的寒雪莹,看到趴在地上的李凌峰问道。 托你妹啊,没看到我在找东西吗?还不快过来帮忙一起找。 呃,呃。 韩雪莹拿捏着玉京小跑过来。 你要找什么啊? 一本书。 精品没吗? 我拿房间垫捉脚去了。 李凌峰? 算了,你一边凉快去吧,别碍着我。 最终,李凌峰在一处墙角嘎拉找到了他的踪影,可惜手不够长,脚又太粗。 你过来一下。 这时,在一边凉快的韩雪莹快步走了过来,这下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帮我把书拿出来。 韩雪莹看了眼墙角嘎拉的书,试着伸手去拿,也是够不着。 你试试用腿。 李凌峰提醒道。 对啊。 于是,韩雪莹从玉袍中伸出修长且雪白的眉腿,还好平时做瑜伽,一字马的功夫到位。 差一点点。 韩雪。 莹使劲地想用脚趾去勾住他。 我来帮你。 说完,李凌峰用力地将韩雪莹往里推了推。 顶到了,顶到了,你干嘛呀? 韩雪莹一脸潮红羞愤。 哪顶到了? 你没看到这跪脚吗? 李凌峰低头一看,此时跪边已紧贴韩雪莹大腿根部。 你起开,我自己来。 韩雪莹重新再试了一次,这次终于被他用脚趾挪了出来。 拿到书的李凌峰赶紧翻开,9月22日腾飞精密,涨幅10%。 你一点都不关心人家的。 刚顶到我疼死了。 韩雪莹抱怨道。 好好,晚上我帮你揉揉。 韩雪莹满脸飞红,谁要你揉了? 行,你自己揉也可以。 韩雪莹? 那我要你干嘛? 李凌峰没的时间里会韩雪莹,赶紧起身来到沙发处,拿起手机搜索腾飞精密。 限价位20.36元,收盘微跌付0.47%。 没钱你还研究股票啊? 登过来的韩雪莹细小道。 你个富道,人家懂什么? 正因为没钱才研究股票啊,万一翻身了呢?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还有,我不是夫人,我还是女孩。 韩雪莹强调道,你还女孩? 感情我这段时间白费力了,这开荒没功劳,也有苦劳吧? 韩雪莹羞煞地瞪了眼李凌峰。 不扯这些,给我些本钱翻身如何? 李凌峰狡黠地看了眼韩雪莹。 你这几个意思? 睡了我还想要我的钱,会还你的,放心。 就你现在这境况,车上都没下顿,我怎么信你? 那你要我怎么做? 看你今晚的表现,一分钟五百。 能借多少,就是你本事。 韩雪莹话一出,李凌峰立马上前拦腰抱起。 啊,你干嘛,快洗澡去。 事业,隔壁的,还有完没完了。 老子从十二点忍到现在深夜两点,明早替还要上班呢。 我尼玛,老娘绝经的,都给你叫出来了。 还他妈,咱得反击回去。 得了吧,你三秒牺牲。 第二天晌午,当李凌峰醒来之时,韩雪莹已经离去,床头边放着五万元现金。 李凌峰点了一遍,这还缺我一万块钱呢,苦力费都能这般客扣。 百祥有限公司,你还没跟那李凌峰分手啊。 一大早,韩雪莹的闺蜜林晓宁就不断在气耳边吹风道。 果然,闺蜜都是劝离的。 韩雪莹想了想,回了一句,我也挺犹豫的。 犹豫什么啊,没车没房就算了,人还浪。 林晓宁恨其不争道,可是她活好啊,活好能当饭吃啊。 吃少能爽。 韩雪莹眨白了一下眼睛。 林晓宁? 你? 好了,别说了,我会再考虑清楚的。 韩雪莹打断了林晓宁。 正当韩雪莹想自己一个人清静下时,桌上的手机铃声响了。 拿起一看,是自己母亲打过来的。 于是,韩雪莹起身离开工作岗位,来到洗手间。 妈,你找我有谁? 没事吗? 没啥事,妈就想问一下,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说到这,韩雪莹已猜到多少了。 第003章,买不买呢? 从来不在意自己回不回家的老妈,如今突如其来的关心,九成是来催婚的。 妈,你不用再给我介绍了,我有男朋友。 有怎么不见,你带回来给妈看看。 我? 听妈的话,这次啊,你李阿姨给介绍了一个条件相当不错的帅小伙。 妈! 韩雪莹无奈地叫了一句,我不管,要么你带男朋友回来给我过目,要么你就乖乖地去相亲,你自己选。 说完,便挂了电话。 恰巧此时主管经理赵月从洗手间里出来,与韩雪莹来了个对眼。 笑道,解过来人,懂的。 韩雪莹只得尴尬地回笑了一下。 她那大嘴巴,等会估计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 自己上拿找男朋友给老妈过目去啊。 韩雪莹一脸的愁眉道,李凌峰吗? 一想到她那无业游民的窘况,哪还敢带回去啊? 怕不是给左邻右舍看笑话。 天哪,咋没件事让我顺心的? 韩雪莹暗自探道。 这边李凌峰将五万元存进自己银行卡后,重新回到了住处,顺便带了份早餐上来。 打开股票账户,将钱从银行卡赚了进来。 回到自选谷界面,李凌峰傻眼了,手上捏着的鞍唇淡飞出了机密院。 剃得腾飞精密,躺爹停板上了。 现在这情况,巴菲克来了,也不敢买啊。 李凌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昨晚的努力复之东流了。 买不买呢? 心里默念了无数遍后,李凌峰心一横,大不了出去卖身还债,不博怎么出头。 打定主意的李凌峰全仓够进腾飞精密,只三秒的时间就全部成交,没有一丝波澜。 李凌峰看到后,心里凉了快一半,这说明卖单积压得多厉害啊。 该不会明天又接着来一个跌停吧? 李凌峰甚至都开始计算起自己的亏损来了,考虑止损点该设在哪个点位好。 这时,手机界面谈出了一则聊天信息,是韩雪莹发来的。 找一天跟我回趟家吧。 回家? 李凌峰微微愣了一下。 是的,见一面我的爸妈。 韩雪莹考虑再三,最终决定还是先让李凌峰顶下,过了这关再说。 李凌峰犯难了,聊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说见父母了,自己都还没点心理准备。 自己一个浪子,属实不想那么早被束缚。 人生苦短,自由自在多好啊。 能不去吗? 你试试,老娘可告诉你,没得你选,必须挑时间跟我回去一趟。 你什么态度,信不信我这就消失,还给脸了,李凌峰立马回到。 好了,就跟我回去一趟嘛,就是应付下我爸妈,没什么的。 李凌峰眉头一皱,不早说。 行,没问题,保证让叔叔阿姨多满意。 这有两千块钱,我就剩这么多了,给你买点行头装卖下自己。 聊天界面上弹出两千块钱的转账信息,李凌峰的心象触动了什么一般。 不用,我有钱,出去卖身了? 我倒是想卖,没找到买家。 问问你闺蜜有这个意愿没? 我闺蜜她看不上你。 李凌峰? 结束完与韩雪莺的聊天后,肚子饿得不行的李凌峰赶紧补了个餐。 饭饱后往沙发上一躺,回龙绝立马就上来了。 当李凌峰再次醒来时,已是中午十二点多。 这时间不经睡啊。 回想起早上买的腾飞精密,于是拿起手机打开股票行情软件看看。 我擦,这你马涨停了。 李凌峰简直快要惊掉了下巴,久久不敢相信, 这腾飞精密竟然从跌停板拉到了涨停板。 可眼前的事实却明晃晃地摆着呢,宛如火箭一飞冲天。 跌停到涨停的中间,都不带多少停留。 很显然,这是绝对资金入场了。 20%的横跳,此时账户上盈利达到9357.26元。 李凌峰这嘴角翘起的,怕是连AK都快要压不住了,赶紧拿来那本破书。 9月23日,海康控股,涨幅10%。 李凌峰立马搜到这只股票,添加进自己的自悬股里面。 此时微涨0.23%,价位32.16元。 有了这本秘籍,致富是指日可待。 李凌峰叹道,只是无奈本钱还是不够大。 这时李凌峰想到了林旭东。 前段时间还听说他准备买车来着,想来手里也是有些余钱。 喂,你个刁毛在干嘛呢? 上班啊,还能干嘛? 没像你一样那般潇洒。 跟你商量件事。 什么事? 首先说好借钱免谈。 借我点钱。 嘟,嘟。 我擦,还真把电话给挂了。 不甘心的李凌峰于是给林旭东发了条信息,被高利贷追溯。 要是不想,我被砍,速打款。 放心,到时我给你缝几针。 李凌峰? 这么多年兄弟情都不顾了。 想当年,是谁第一次带你去洗脚。 我付的钱,是谁给你介绍第一个女朋友? 那是你的前任,还和起火来骗我的钱? 李凌峰? 那总有件做对得起你的事情吧? 有,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买了的馒头。 李凌峰? 算了,我不借了。 过了一会,卡号发我。 几分钟后,李凌峰银行卡到账20万元。 李凌峰从来都没觉得自己这卡是那么厚重,里面是自己兄弟林旭东毕生的心血。 哎呀,这眼睛好端端的怎么进煞了? 潦草的吃了个泡面,李凌峰再次集中精力在股市。 在一点开始后,将借来的20万以32.21的价格全部购进海康控股。 当天下午收盘,海康控股便涨幅5.37%,盈利达10723.99元。 若是明天海康控股真的又到涨停,那就再一次验证了密集上的记载。 这遇到的乃是坑货啊,简直就是替得财神眼。 心情甚是欢畅的李凌峰眉眉洗漱了一番,换上外出衣服。 照了照镜子,嗯,还是那么帅。 离开住处,下了楼。 一楼正在整理废弃纸皮的阿婆回头看了眼李凌峰。 仿佛看见了当年的初恋。 中南财务公司李凌峰挑了一个最良的。 客户经理,我叫林一儿,很高兴为您服务。 请问您想办理什么业务? 第004章,让他们再嫉妒一次。 你这股票配资能做到多少? 一笔十,账户受我们监管,触发红线我们会予以强制平仓。 李凌峰点点头,这配资比例还不错。 给我开了个股票配资账户。 通晓金融理论的李凌峰深知,要想进一步做大做强,非借助杠杆不可。 手续很简单,不到十几分钟时间就给弄好了。 财务公司不比证券商那么多的流程手续,主打的高效便捷,量管购。 不然怎么挣快钱呢? 除了财务公司,李凌峰望了眼车水马龙的街道,正发愁怎么回去呢? 搭公交又太多人了,正处于下班高峰期。 叫滴滴快车吧,兜里又没几个钱。 滴!后面的车喇叭声把李凌峰吓了一跳,刚想回头骂一句,那么宽的路面你必傻。 一看竟然是刚才服务自己的灵严。 李先生,你这是要去哪呀?要不要我送你一程? 新河湾,刚好我也在那附近,上车吧。 李凌峰不客气地上了灵严车,外表和内饰都是九十九星,看来是刚提车不久。 不错呀,年纪轻轻就买车了。 李凌峰毫不吝啬地夸赞道,这灵严、姑母也就二十二左右的年纪,脸上还残留着学生时代的那一份稚嫩。 不过一身职业装倒也高挑俐落。 这车工的,爸妈给的首付,我哪有那本事啊。 灵严也不谦虚,爸妈也是实力的一种体现。 灵严愣了下,随即便继续专心地开自己车。 路上晚高峰拥堵,缓慢地行驶着,估计骑自行车的速度也比这快。 好不容易熬到附近,李凌峰就提前下了车。 谢了,改天请你吃饭。 不用客气。 灵严一脚油门离去,空气中还飘散着车内的一缕清香。 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灵严应该是刚出社会不久,没有职场的那份油腻。 李凌峰拨通了韩雪莹的电话,要去接你下班吗? 不用,今晚加班,晚点再回去,你先找饭吃。 一日,李凌峰眉头一皱,看了眼挂钝的电话。 这不想着蹭你饭吗? 竟然跟我说自己先找饭吃,去哪找。 朝西北方向睁大点嘴巴了。 一日,李凌峰破天荒的九点前起了床,这把休假在家的韩雪莹整猛圈了。 伸手摸了摸李凌峰的额头,这也没发烧啊。 李凌峰白了眼韩雪莹,就不能希望我点好。 肯定希望你好啊,不然晚上谁来伺候我? 李凌峰? 下次小声点,向昨晚隔壁邻居都过来敲门投诉了。 我乐意,有本事让他老魄飞起啊,看叫不叫,就怕没那能耐。 李凌峰? 哎,你拖内担吗? 让他们再嫉妒一次。 一番缠绵过后,李凌峰差点忘了自己的股票,赶忙打开手机。 海康控股果然一开盘,就被封在了掌厅板。 李凌峰没多一分的犹豫,立即全部清仓卖了出去,获利三万一千七百九十六点三九元。 加上之前的腾飞精密,在接近涨停时也一并清了,现在账户合计二。 九万六千六百七十三点八八元。 两天就赚了四万六千六百七十三点八八元。 这在以前,李凌峰想都不敢想。 李凌峰看着股票账户上数字,点了一遍又点,这金钱的冲击有点上头。 留下六千六百七十三点八八元作为日常的开支,李凌峰将二十九万元作为配资,把操作资金扩充至二百九十万元。 九月二十四日,金辉科技涨幅百分之十。 找到这支补票,李凌峰看都没看基本面,就全仓杀入,最终成交均价在二十七点八六元。 现在跌幅负百分之三点七六,不出意外明天有百分之十三点七六的收益。 二百九十万就是三十九万九千零四十元。 一辆奔驰到手,李凌峰想想就激动。 别在沙发上躺着了,快起来吃饭,你也没那么虚啊。 韩雪莹喊道,李凌峰起身帮忙端出碗筷,两人坐在饭桌上边吃边聊,宛如一对居家小两口。 跟你说真的,打算什么时候和我回去一趟,要不是我爸妈催得急,也不劳烦你。 李凌峰夹了块肉放进嘴里,再给我几天的时间,能你找到工作吗? 不,李凌峰一口饭菜差点吐了出来。 韩雪莹白了眼李凌峰就知道你靠不住,等会吃完饭,我要回公司加下班,你帮忙把碗筷收了吧。 李凌峰点了点头,饭后,韩雪莹如她所说,拿上包包回公司加班了。 确定韩雪莹走了后,李凌峰赶紧收拾完餐桌,换了套外出的衣服。 印象天地,Borani专营店。 大几千的衣服,李凌峰眼都不眨一下,随便选看。 主打的一个就是穿起来要逼得管购。 店员小姐姐看了眼李凌峰不觉皱了皱眉,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人能买得起这些高档衣服。 就算买得起,也不知舍不舍得买。 人虽然晾载了些,但我也无权卖送你啊。 店员小姐姐心里叹道,麻烦,把我把这两件包起来。 是,什么? 店员小姐姐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小跑了过来。 先生,您说您是要这两件对吗? 没错。 在得到李凌峰的确切回答后,店员小姐姐还是有点难以相信。 这难道又是哪个本地收租老的儿子? 直到李凌峰前台买了单,店员小姐姐才坚定了自己心中这个想法。 太低调了,低调中的奢华,店员小姐姐万分羡慕道。 三千五百块钱买两件衣服,连眼睛都不眨下。 那可是我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啊。 买完衣服,李凌峰在商场闲逛了下,打算多少买点礼品过去。 虽然韩雪茵没交代。 李凌峰? 身后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帅气的一个回眸,李凌峰一眼就认出了自己前任,徐夏璐。 这地球那么小啊,在这都能遇到你。 李凌峰打招呼道,徐夏露白了眼李凌峰,谁想看见你啊? 那你还叫我? 徐夏璐? 好久没联系了,最近都在旦吗? 还好意思说好久没联系,把我拉黑了心里没数吗? 李凌峰直接戳破道,你压三冬半夜的打电话,找我出来。 我老公能不把你拉黑吗? 那倒也是,早知道悄悄打电话给你了。 对了,你老公现在怎么样? 李凌峰接着问道,别提了,跟他早离了。 第005章,瞬间不干净了。 听到这,李凌峰两眼神顿时一亮。 这么说,是不是我又有机会了? 滚吧,你。 徐夏璐带着笑意回了句,明显不是在拒绝。 毕竟这么生猛的一个男人,哪里那么好找? 虽然废了一些,但是能爽啊。 来来,让我看看这么久未见,有没什么变化。 说完,李凌峰重新上下审视了一番,点头道,嗯,还是依旧那么大。 徐夏璐? 你浑蛋,眼睛往哪看呢? 又不是没看过,当年没有我那么情理柔,能有今天这么大吗? 徐夏璐俊俏的脸蛋瞬间升起一片飞红。 你说话注意点场合,让人听见多不好。 对了,你还在那奔驰4S店上班吗? 咋了,现在想起关心我了。 徐夏璐一脸高兴地微笑,想找你买辆车,给个优惠。 徐夏璐? 行啊,你,一年多没见买奔驰了。 这不女朋友催着回家见爸妈? 女?女朋友? 要?徐夏璐顿时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有些凝固。 怎么? 这都不帮我啊。 好,好啊。 徐夏璐回过神来,匆忙地应了句。 顿了会,接着道,请我吃根哈根达斯吧。 这是当年徐夏璐跟着李凌峰时一直的心愿。 眼见李凌峰没有答应,徐夏璐眉头不禁微微一皱。 你该不会又说没钱吧? 李凌峰抬头一笑,灿烂如花,看得徐夏璐入神,这是多么熟悉的笑脸。 走吧。 最终听到李凌峰这话,徐夏璐算是稍稍吐了口气。 没想到这愿望是在两人分手了后视线的。 哈根达斯专卖店,几对情侣在排着队,两两相依,享受着简单的浪漫。 其实也不简单,替着一根雪糕一百多。 吃了难道会飞天不成? 两块钱的老冰棍,他不爽吗? 一样,填满你整个喉咙。 李凌峰一直没想通这一点。 好不容易排到李凌峰和徐夏璐,店员笑着问道,两位需要什么口味? 李凌峰回头看了眼徐夏璐,我要蓝妹味的,谢谢。 李凌峰转头对店员说道,三根蓝妹味的。 徐夏璐忙拉着李凌峰的手劝组,吃得完吗? 点那么多。 毕竟这哈根达斯可不便宜,当年的李凌峰可是一根都买不起。 你一根,我一根,剩下一根自地上。 徐夏璐? 也是直到这一刻,徐夏璐才发现李凌峰手上拎着的竟然是Aurani。 连想到刚才李凌峰说要找自己买一台奔驰,徐夏璐一副疑惑的眼神。 你,你发财了? 李凌峰嘴角微微翘起,隐藏得这么好,都被你发现了。 徐夏璐? 手上拎着Aurani还买来哈根达斯字地上,就差没在脸上写着,我有钱。 整一个爆发户的嘴脸。 徐夏璐接过哈根达斯,抿了一口,终不似当年味道。 你还没回我话呢? 正经点。 李凌峰两手一摊,最近被一公子哥看上了,手头宽裕了些。 徐夏璐听后不由地举花。 一锦,不敢置信地看了眼李凌峰,就一年没见。 这跨端的那么大了吗? 脑海甚至不觉联想起不该有的画面。 咦? 徐夏璐使劲地摇了摇头,浑身起鸡皮疙瘩。 在低头看了看手里,握着的哈根达斯,瞬间不干净了。 李凌峰白了一眼徐夏璐,说说你就信啊,还像当年那般傻傻的样子。 徐夏璐? 谁让我那么信任你? 你要是信任我,当年就不会跟那男的结婚了。 那俩码事,我是信任你,可你没钱啊? 难道跟着你一起租房子住吗? 那你现在又怎样? 不一样离了婚,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一套房,还有一百多万的现金存款。 李凌峰? 看了看眼徐夏璐,姐,大腿还缺怪剑吗? GEO,滚。 人家条件都那么好了,干嘛还要离婚? 李凌峰不解地问道,还不跟你一个德行,够了,玩婚内出轨。 徐夏璐一想起,就觉得可恨,渣男。 那你也可以玩婚内出轨,找我呀,干嘛要离婚? 徐夏璐? 随即将手中的哈根达斯丢进了一旁的垃圾桶。 这玩意彻底不干净了。 别走啊,这海俩都没吃完呢。 李凌峰喊道,说完,将他们送给了旁边的一对小情侣。 李凌峰小跑着跟上徐夏璐,现在带我去看车吗? 奔驰4S店,崭新的车辆,陈设展厅。 小鹿身边的男的谁啊? 挺帅气的。 你不知道? 他前男友,这是准备复合吗? 听说前段时间,小鹿离婚了。 谁知道呢? 这么帅气的前男友,不要的话可以丢啊。 你不有吗? 那拿不出手的玩意,有跟没有,有什么区别。 那你还赖着人家,不早分。 这不没找到合适的吗? 留着当饭票。 徐夏璐带李凌峰来到A级车展区。 介绍道,这些价位比较适中。 你可以大致看看喜欢哪一款。 李凌峰没有魔动脚步。 这些A级车连入门级都算不上,空间小,配置品位还低。 虽然没有钱,但并不妨碍李凌峰想看好的。 带我去看看一三百吧。 徐夏璐不敢相信地看了眼李凌峰。 你女朋友多少岁了?跟你差不多,怎么了? 嗯,没有,就问问。 李凌峰没一皱,老子是靠自己买车,好吗? 我也没说你吃软饭啊。 那你问我女朋友多大,几个意思? 来到一级车展区。 李凌峰一眼就看到了黑色衣三百运动豪华型款。 这多少钱? 标价五十万,现在市场行情不景气,要的话落地给你四十五万。 行,那就订队款吧。 徐夏璐? 你当是买白菜啊,好歹也再多看看先啊。 不看了,就这辆,选多了会忙。 徐夏璐愣在了那,这不就是在说我吗? 明两天给钱,可以提车吗? 没那么快,至少也要等一个星期。 如果你急的话可以要展车,这样还可以再便宜一些。 第006章,隔壁在装修吗? 也行,那定金交多少? 先给一万吧。 两千够不? 徐夏璐? 连交个定金都要打折,真怀疑你呀买不买得起。 行行,剩下的我来补,记得要还我。 我记得再说。 开好收据,徐夏璐送李凌峰出了奔驰4S店,李凌峰转身笑了笑。 宋军千里钟须一别,回吧。 要不,去我那坐坐。 徐夏璐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开了口。 李凌峰? 你家的猫会后空翻。 徐夏璐? 不止我家的猫会后空翻,我家的蚂蚁还会跳舞。 震机从天灵盖而下,李凌峰? 那还等什么?赶紧来呀。 小跑上车,军跃滑斧。 一番缠绵过后,徐夏璐依偎在李凌峰的怀里,画着圈圈。 这久违的快感,就是那么酣畅淋漓。 徐夏璐,想不到一年没见。 你这功夫也是丝毫未减,甚至还增强了些。 我跟你分手,又不是手寡。 李凌峰深吸了口烟,事后一根烟,风度又翩翩。 讨厌。 徐夏璐拍了下李凌峰胸膛。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床头柜上的手机铃声欢快响起来。 李凌峰一个侧身伸手拿了过来,是寒雪莹打来的。 喂,你去哪里了?不见人影的。 我在研究生命的起源。 今晚想吃什么,我出去买菜。 不做饭了吧,带你去吃顿好的。 沙蟹? 还是龙江猪脚饭? 隔局再大点,兰州拉面,多放两块牛肉。 李凌峰?半岛西餐厅,你先过去等我。 说完,李凌峰便挂了电话,竖起耳朵,在听着徐夏璐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女朋友啊,不然呢,真贤惠,还会给你做饭。 徐夏璐妒忌道,那倒是,比你当年那黑暗料理实在好太多了。 想当那李凌峰都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那还不是为了你,我爸妈都没给做过饭。 行了,我要走了。 说完,李凌峰掀开被子,起身穿衣服,露出身材火爆的徐夏璐,一丝不着。 正当李凌峰准备离开,徐夏璐一把抓住他的手。 以后,我们还能联系吗? 李凌峰嘴角一笑,等你把我从黑名单放出来再说吧。 徐夏璐脸上泛起开心的笑脸。 好啊。 半岛西餐厅。 一下车的李凌峰便看见韩雪莹在路边等候,忙走上前去。 来多久了? 刚到一会,我们真的要去那吃吗? 韩雪莹看了眼前面的半岛西餐厅疑问道,不然我们跑那么远过来干嘛? 可是我仅剩的钱不多了,还预着给我爸妈买点礼品。 虽然韩雪莹也很想带李凌峰去那吃,可是不得不考虑现实的窘迫。 要不,等我下月发工资再来这吧。 李凌峰看了眼面前的这女人,贤惠的让人有些心疼。 走吧,吃了再说。 李凌峰拉着韩雪莹的手,大大方方的进了半岛西餐厅。 欢迎光临。 两位,请问有提前预定吗? 没有。 你这要提前预定才能吃饭的吗? 李凌峰顿时有点不愿。 不,不是的,先生。 店员盲解释道,只是没有预定的话,包房会有低消。 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选择公共区域用餐,都一样的。 李凌峰看了眼公共用餐区,人还挺多的。 这回刚好饭点,店的口味做得应该还不错,不然也不会这么多人光临。 给我来个包间吧。 韩雪莹听后顿时一愣,随即立马扯了下李凌峰的衣角。 好的先生,那我这边给你开个情侣包间吧。 店员礼貌地询问道,李凌峰点点头,低消是998元,额外消费再另外计算,请先付款。 先生,看着李凌峰铁定要了包间,韩雪莹也放弃了挣扎,礼品的事倒实在说吧。 刚准备拿起手机上前买单,就听到滴的一声,李凌峰竟然先买单了。 买衣服花了3500,车定金交了2000,6000多的零花钱,剩1000左右,刚好今晚买单。 在震惊之余,韩雪莹随着李凌峰来到了情侣包房。 整体的装修风格还不错,挺现代艺术风的,就是空间小了些。 两人坐下,李凌峰将拎着的阿拉尼放到了韩雪莹面前。 给你买的件衣服,你看下喜不喜欢。 原本都还没缓过来的韩雪莹这下更加猛了,今天是怎么了?世界末日了吗? 发什么愣啊?不看一下吗? 呃,呃,韩雪莹打开了袋子,里面有两件衣服,一件是李凌峰的,另一件是韩雪莹的,类似情侣装。 阿拉尼?反复看了两三遍标牌的韩雪莹,确定是自己没看错。 这得好几千吧? 韩雪莹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你管他多少钱?喜欢就行,不喜欢咱就去退掉。 李凌峰取了根烟出来,一副混蛋模样。 你真的出去卖了? 话一出,李凌峰那打火机差点烧了眉毛,不禁皱了皱眉。 这几千块钱犯得着我出去卖身? 谁知道呢?你自己心里没点B数面? 李凌峰? 韩雪莹拿出衣服,在自己跟前比划了一下,露出了一番甜美的笑容。 这可是他第一次收到李凌峰的礼物。 西施的餐品被陆续端了上来,在确定上完了后,李凌峰来到房门前上了锁。 好好的,你锁门干嘛? 李凌峰微笑着看了眼韩雪莹。 韩雪莹瞬间脸颊飞红,起身默默地进了洗手间。 相恋最好的状态就是这般,我懂你,你也懂我。 隔壁包房,两人神色凝重。 隔壁是在装修吗?那么摇晃。 清晨,李凌峰依旧拦起,来到客厅,一份爱的早餐规整地摆放在桌上。 李凌峰走近一看,上面还贴着纸条,上面写着,记得吃早饭额,赢。 拿起些牛奶喝了口,李凌峰这才发现自己还没刷牙。 洗漱完美美地享受了一顿营养早餐后,李凌峰来到沙发上葛优堂。 拿起手机点开行情软件,不出意料金灰科技如期涨停了。 13.76%的收益到手,李凌峰赶紧清了仓。 此刻自有资金达到了689,040元。 当然,里面有20万是林旭东的,5万是寒雪盈的。 伊利提出,9040元作为日常菱花,将68万配资至680万元。 下一支补票,同方科创涨幅10%。 第007章,我要退单吗?那还等什么? 纵然现在同方科创跌幅-7.64%,李凌峰依旧全仓介入。 只是令李凌峰没想到的是,前手刚下单,紧接着同方科创就如窜天猴一般,迅速拉升。 不用那么刺激吧? 李凌峰看着盘面得大量买单,购入嘀咕道。 这是迫不及待的,想给自己送钱啊。 还没到上午收盘,同方科创就被摁在了掌停板上,太他妈残暴了。 都还没整明白怎么一回事。 李凌峰账上已经实现17.63%的盈利了。 119万8840元,上百万的利润啊。 这还没算上明天的掌停板。 李凌峰赶紧搜了下有关同方科创的信息资讯,才发现原来是公布了重大的科研成果。 难怪呢,列好消息刺激,开盘那会下跌,是庄家为了稀仇干的吧。 李凌峰掐指一算,现在也有百万身价了,应该差不多是时候了。 于是给韩雪莹发了个信息,这周末回去吧。 收到这消息的韩雪莹一时该不知怎么回了,这李凌峰是怎么了? 感觉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热情让韩雪莹有些不适应。 按照自己脑海的剧本,应该是要卖力讨好一番李凌峰后,才最终答应自己回去的。 这女仆装都给选好了,还要带虎尾巴。 那,我要退单吗? 韩雪莹心里嘀咕了句,你在看啥呀? 有什么介绍好买的吗? 林晓宁凑上前来问保。 韩雪莹急忙将自己的手机反过来盖住。 没,没看啥。 干嘛呀,这么神秘。 趁韩雪莹的一个不留神,林晓宁眼急手快,迅速将手机拿了过来。 看后,整个人都骂了,只觉脸颊火辣辣的发烫。 口干舌燥心慌意乱的她咽了下口水。 你,你们都玩得那么花了吗? 心跳有些加快,不禁多看了两眼,接着说道, 这简直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 韩雪莹赶紧抢关手机,那你还不赶紧找一个? 这不没合适的吗? 林晓宁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瞬间捏了下去。 哪有那么完美的,要求帅气又多精,还要人品好, 这样的人把这灯笼都难找。 不试试,怎么知道找不找得到? 林晓宁保持着最后的倔强。 差不多得了,别把自己拖成了老姑婆。 林晓宁白了眼韩雪莹, 我这才二十三,早着呢? 你俩在这干嘛呀?上班时间不准交头接耳不知道吗? 赶紧回自己岗位去。 经理赵月走了过来立声道, 林晓宁吐了把舌头,赶紧回了自己的岗位。 确定四周没有其他人,赵月上前一步靠近韩雪莹的身边, 难得露出温柔的一面。 这着实把韩雪莹吓了一跳, 看着有点瘆人。 月姐,这月的绩效指标我完成了呀。 不跟你说工作的事, 你妈那边不是催得及吗? 姐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咋样。 啊,生怕韩雪莹一下子就拒绝了, 于是赵月赶忙进一步说道, 她是我一个表弟, 放心,人绝对很优秀, 211学校毕业出来, 现在年薪50万。 对了,我这还有她的照片, 给你看看。 说完,赵月赶紧拿出自己的手机, 翻找出自己这个表弟的照片。 月姐,我, 我有男朋友了,赵月, 愣了一会, 呃,那可惜了, 没这个缘分。 看着赵月的一脸失落, 韩雪莹忽然想到了林晓宁, 月姐,可以介绍给晓宁啊。 你们俩的照片我都给我表弟看了, 她看中了你, 可能你的身材比较好, 她喜欢的类型。 赵月还不觉看了眼韩雪莹那高耸成风的曲线。 韩雪莹, 确实,比起林晓宁, 伪案了许多。 这边, 没等来韩雪莹的回信, 李凌峰自作主张地来到了礼品店。 什么燕窝鱼翅, 人身灵芝, 一股脑地扫了一通。 不光把刚提出来的九千多零花钱一扫而空, 还跟徐夏璐借了一万多。 这回, 你可真下了血本啊。 徐夏璐帮忙拎着大小包, 第一次见女孩父母, 不能寒沉不适。 当年你要是对我这样, 兴许, 我们就结婚了。 不会的, 我了解你。 李凌峰肯定地回了句。 徐夏璐看了眼李凌峰, 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看来最了解自己的还是眼前这男人。 我送你一程吧, 就等你这句话了。 那还要不要顺带再请你吃个饭? 徐夏璐白了眼李凌峰。 最好不过, 我怎么会认识你这么不要脸的男人? 记住, 欠我一万八千了, 要还的。 再说, 再说, 晚上下班, 韩雪莹一进门便看见屋内陈列着一片的礼品盒, 看包装价格还不低的那种。 你这是出去捡废品盒了? 韩雪莹不解地问了句, 这些是给你爸妈的礼品。 礼品? 韩雪莹不敢置信地走上前细看了一下, 都是些高档品。 你把老板娘给睡了呀, 还是把老板给睡了? 放心, 都没睡, 干了票大的。 韩雪莹回头惊恐地看了眼李凌峰, 咱犯法的事情可不干, 赶紧把东西还回去。 瞎说什么啊? 我是说在股市干了票大的, 赚了一点。 韩雪莹不相信眼神, 真的假的? 千真万确, 你也不看看给我大学什么专业的。 李凌峰一脸自豪道, 你不高中毕业吗? 读了大学啊? 李凌峰? 看韩雪莹那一双惊奇的眼神, 李凌峰恨不得上去给两嘴巴子。 老子这就拿大学毕业证给你看看。 气不过的李凌峰进了房间, 我放柜子角落里的那包东西呢? 你说红塑料带装着的吗? 是啊, 我以为是你用过的卫生纸, 拿去丢垃圾桶了。 我泥马? 李凌峰深呼吸了一口气, 极力地平复下自己的心情。 转念一想, 这大学毕业证不正是自己用过的卫生纸吗? 甚至卫生纸的作用都还要大。 转瞬一念, 判若天渊, 这一刻李凌峰如入圣贤境。 罢了罢了, 都是梦幻泡影, 何必自困。 当初若是想通了这一层, 也许今时今日就在场里打螺丝了, 何苦浪荡漂泊了几年。 想通了的李凌峰走出房间, 韩雪莹急忙走了上来。 对不起啊, 我真不知道里面是你的毕业证。 你要是气不过, 就打我一顿。 李凌峰? 老子这手可不适用, 来打女人的。 说完, 李凌峰捏了把韩雪莹细嫩的脸蛋。 韩雪莹脸一红, 那是用来抠的吗? 李凌凌巴掌, 请教你见识。 餐厅, 韩雪莹卖力地做了一桌的美味佳肴。 还没先动快, 桌角先摇晃了起来。 伴着一声声急促的呼吸声, 滋滋作响的桌角冲向高峰后, 归于平静。 楼上那个挨牵刀的终于都消停了, 这个吊灯迟早有天会被晃脱落的。 韩雪莹抚摸了下李凌峰的脸颊, 真的想好了跟我一起回去见爸妈。 嗯, 不然我买那么多东西干嘛? 谁知道你啊? 我打算这周末就跟你一起回去。 那就是后两天了。 韩雪莹回头一脸欣喜地看向李凌峰, 吃饭吧, 饭菜都凉了。 嗯, 刚刚谁让你那么猴急, 非要再饭钱? 李凌峰起身整理好衣服, 这不能怪我, 谁让你穿个睡衣还是镂空的? 那还不是你要求买的。 等会吃完, 我们去楼顶看看夜空。 李凌峰微笑着看了眼韩雪莹, 韩雪莹害羞地点了点头, 估计今晚住在顶层的人又要遭殃了。 第二天, 李凌峰一觉睡到中午十二点, 额到不行的李凌峰赶紧起身找吃的。 一夜的折腾, 这能量消耗属实有点大。 出来客厅便看到了韩雪莹留下的小纸条, 对不起额, 今天我也起晚了, 没备早餐。 李凌峰放下纸条来到冰箱处, 翻了一遍, 也是没找到吃的。 便匆匆地洗漱了下, 换了件衣服, 准备下楼吃饭去。 刚走到门口便有人敲门。 谁啊, 大中午的李凌峰心里嘀咕道, 开门一看是隔壁邻居大姐, 一副羞怯怯的模样。 你老婆上班去了吗? 大姐问, 啊, 上班去了, 你要找她, 只有等晚上了。 我不找她, 我找你。 大姐看了眼李凌峰, 一脸甜美的笑容。 惊奇的李凌峰回道, 找我, 修下水道, 我可不会了。 不让你修下水道, 请叫你见试。 啥事? 你们平时都有哪些技巧啊? 就是, 那个, 大姐一脸的不好意思。 李凌峰看了眼大姐, 四十出头的年纪, 身材也还好, 不至于没吸引力啊。 别不好意思的, 姐过来人, 你尽管说。 见李凌峰没有开口, 大姐安慰道。 李凌峰微微一笑, 姐, 这是得言传身教, 一时半会, 我也比话不轻。 原李凌峰只想敷衍一句, 让其知难而退, 然后赶紧下楼找吃的。 谁知大姐来了这么一句, 那行, 改天我们约时间切磋切磋呗。 李凌峰? 看大姐这一副认真的模样, 不像是在开玩笑。 呃, 呃, 你老公不介意就行。 大姐往耳一笑, 一副你懂得眼神没有回话, 恋恋不舍地回了自己屋。 虽说兽人以鱼, 不如兽人以鱼, 孔子也说过, 有叫无泪。 当然, 李凌峰也很乐意言传声叫, 可这是得慢慢从长记忆才行。 毕竟搞不好, 随时都会引发血的教训。 楼下, 兰州拉面馆, 李凌峰要了份加量版的, 边吃边看股市行情。 截止上午收盘, 同方科创都没能封住涨停版, 涨幅6.24%。 不过看齐涨势, 下午大概率也会冲上版。 何况, 猛难密集中还记录。 再啊, 干完拉面, 李凌峰一口气喝掉余下的饮料, 满满的饱腹感。 亮仔, 你那瓶子还要吗? 李凌峰看了眼阿婆, 不要了, 来, 给你。 起身离开, 身后阿婆身看了眼, 当年我初恋何尝不是那么帅气。 本想回屋的李凌峰一想起隔壁大姐, 柳头去了隔壁网咖。 这要是擦出火花来, 真不好收场。 让老板开了一台机, 往日李凌峰会尽兴地玩上一把游戏。 可现在股市要紧, 坐下来的李凌峰便打开了行情软件。 咦, 峰哥, 改型炒股了? 网咖常驻三无人员阿皇来到跟前打招呼道。 回头看了眼一身拉遢的阿皇, 李凌峰眉头一皱, 几天没洗澡了。 峰哥, 你又不是不知道, 吃素在网咖, 哪有时间洗澡啊? 不说了, 副本上线, 我得忙去了。 说完, 阿皇便转身离开, 赶紧地回到自己的位置, 队友们都在等着他。 李凌峰摇了摇头, 真是千万种人生千万种选择。 回到股市行情, 时间刚好来到一点开始, 不出李凌峰所料, 同方科创果然开盘, 就被一阵猛拉。 看着大单疯狂地抢盘, 李凌峰不禁也跟着稍稍激动了下。 同方科创开盘不到三分钟, 便被封在了板上。 今天再获利79万9884元, 加上昨天的119万8840元, 合计199万8724元。 两天就赚了近200万, 李凌峰很难平复此刻激动的心情。 这是多少底层打工人, 都无法挣到的钱。 李凌峰转手清了仓, 加上68万的本金, 现在账户资金去到了2678724元。 提出678724元到自己银行卡后, 李凌峰将剩下200万继续配资。 现在可操盘资金达到了2000万, 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大户。 甚至都可以撼动某些小盘股的股价了。 下一只股票, 红博海运涨幅10%。 李凌峰点开红博海运的股票界面, 看了眼基本资料, 经营并不怎么理想。 换做是以前, 这种股票李凌峰根本不会去碰。 所以, 李凌峰以前赚不到钱。 我们的股市里, 炒股很多时候是不看基本面的。 主要还是资金和量比, 有钱流进才能炒起来。 有了猛男秘籍, 在手, 李凌峰也不去在意那么多, 直接缩哈全仓买入。 不过由于资金量比较大, 一时半会难以全部吃下。 主要还是防着庄家跟庄家抢肉吃, 小心被震出局。 花了一个多钟的时间, 李凌峰财分阶段逐步完成建仓。 好在这只股票的体量还算大, 两千万的资金影响有限。 完成建仓后, 李凌峰拨通了徐下路的电话。 喂, 车弄好了吗? 我现在过去提车。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李凌峰挂了电话, 起身离开。 经过一位黄发飘然的美眉, 李凌峰顺手在其挺翘的风臀上, 狠拍了下。 美人回头看见了远去的李凌峰, 气得一跺脚。 喊道, 李凌峰, 你个不要脸的, 又占人便宜。 旁边的几人笑出了猪叫声。 第009章, 要不要去试车? 笑什么笑, 副本拿下了没有? 黄发美女朝几人吼了句, 大火立即停止了笑声。 嘻嘻落落的声音回道, 拿下了。 原来黄发美女是游戏工会的会长。 李凌峰来到网咖收银台, 老板, 那几台机今天的消费我包了。 奔驰4S店, 李凌峰等了将近一个钟后, 终于完成了所有手续。 李凌峰流畅的刷完卡, 账户余额由678724元变为了248724元。 要不要去试试车? 徐下路将奔驰车钥匙递给了李凌峰。 好啊。 接过车钥匙的李凌峰随即上了车, 徐下路坐副驾驶。 一键启动, 仪表盘上的显示灯瞬间全部亮了起来, 引擎发出低沉的转动声。 内饰为黄褐色的真皮座椅, 中控没有过多的花里胡哨, 简约大方。 这种低调的奢华正和李凌峰的口味。 一脚油门, 车辆驶离4S店飞驰在宽阔的马路上。 十几分钟后, 渐渐地远离了市中心, 朝凤鸣山方向而去。 你要去拜什么? 徐下路好奇地问道。 李凌峰没有回答, 只顾专心地开着自己的车, 感受着这2.0T的马力。 徐下路见状也不再多问, 而是闭上自己的眼睛小气。 行驶至半山腰的观景台, 李凌峰一个急转弯将车辆停了进去。 强劲的向心力直接把徐下路给甩醒了。 不禁吐槽了一句, 人浪, 开车也这么浪。 下了车, 李凌峰来到观景台处, 正值日落西山, 彩霞无限好。 啊! 李凌峰朝外大喊了一句, 释放了这么多年所有的不甘。 徐下路上前, 鬼叫什么? 怕死别人不知道你开的奔驰啊。 李凌峰一笑而过, 道, 风景不错, 人也少, 要不, 搭拍的徐下路稍稍撩起包臀裙, 扶住观景台栏杆, 沉腰翘起了风臀。 万千妩媚的转头看了眼李凌峰。 还等什么? 回到住处, 已是晚上六点, 韩雪莹加班还未回来。 李凌峰将车停好, 上楼前先给附近的长富酒楼打了个叫餐电话, 让其送几份拿手的招牌好菜过来, 省得韩雪莹回家再做饭了。 时下, 李凌峰有那个条件, 下班了呀。 门前又遇到了隔壁大姐, 对方热情地打了声招呼。 李凌峰微笑着点了下头, 赶紧地进了屋去。 没等多久, 常复酒楼的员工就将点的菜品送了过来。 小小的餐桌上摆满了佳肴。 韩雪莹回到家, 看见这满桌的饭菜,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沙发上的李凌峰。 你做的? 想的美, 不用指望我能做到饭给你吃。 李凌峰从沙发起身道, 那倒也是。 韩雪莹点了点头, 李凌峰走到冰箱前, 取出刚冻的一瓶红酒。 要不要喝点? 韩雪莹摇了摇头, 刚来了大姨妈, 白瞎了你一顿好菜。 李凌峰? 韩雪莹放下肩上的包包, 两人相断坐。 对了, 楼下停了亮崭新的奔驰爷, 你看到了吗? 韩雪莹抬头问道, 李凌峰? 点了点头, 看到了, 不知道是谁的, 会不会是我们这栋楼的? 韩雪莹流露出羡慕的眼神, 是我们这栋楼的? 你看见他上这里了呀, 看见了呀, 他现在正跟你面对面吃饭。 韩雪莹, 整个人一动不动地愣在那儿, 就吹吧你。 缓过神来的韩雪莹回了句, 你李凌峰的那点家底, 我还不知道吗? 买个轮子都够呛的了, 眼见韩雪莹丝毫地不相信自己说的话, 李凌峰一把将绿本丢了过去, 一脸疑惑的韩雪莹拿起面前的绿本打开一看, 上面的车主名字赫然写着, 李凌峰? 韩雪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再次看了遍, 千真万确没错。 我的天, 你哪来的钱, 把你卖了也值不了那么多啊? 话一出, 差点给李凌峰整掖住, 抬头看了眼韩雪莹, 感情我在你眼里, 还不值一辆奔驰车啊。 韩雪莹一脸无辜的表情, 你直麻? 李凌峰? 跟你说认真的, 你哪来那么多钱? 韩雪莹一脸严肃的表情, 不跟你说了吗? 股市干了一票, 真赢那么多啊, 就我拿给你的那区区五万块? 那当然不可能, 林旭东把他老婆本也给我了, 二十万。 李凌峰说的倒一脸轻松, 林旭东为此三天两夜没睡过一次好觉, 就怕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 韩雪莹倒吸了口凉气, 你还真敢赌啊? 我那五万块就算了, 你兄弟的老婆本也下了句说, 我这不就赌对了? 李凌峰得意地看了眼韩雪莹, 那万一输了呢? 韩雪莹反问道, 不会的, 你咋知道不会? 你巴菲特啊? 我教训了一番李凌峰后, 韩雪莹才稍稍缓和了下, 接着问道, 赚了多少? 你不看见了, 楼下那辆车? 多少钱那辆车? 不贵, 给了优惠价也就四十来万, 扑吃, 韩雪莹一口饭差点喷出来, 你咋那么败价啊? 四十多万拿来买车? 那不然呢, 买房多好啊, 都够一套房首付了。 韩雪莹甚是可惜地说道, 我有房啊。 说完, 拿来房产红本丢在了韩雪莹跟前。 韩雪莹? 同样的震撼经历了第二次, 韩雪莹整个人都妈了。 你究竟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 光身子都给你看过了, 还哪来的秘密? 韩雪莹白了眼里凌峰, 谁稀罕? 你不稀罕, 那我找隔壁大姐了。 你敢? 韩雪莹又看了遍手上的红本,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房子的事, 还一直死皮赖脸蹭我这? 那你也没问啊? 我现在问了, 行不行? 房子是我爸妈离婚后留给我的, 怕我流浪在外, 那是他们最后一点的恩情。 韩雪莹愣了一下, 知道这是戳道李凌峰的痛处了, 于是也没再多问, 起身来到李凌峰的身边, 一把将他抱在了怀里。 你还有我呀? 不知道你凶器惊人吗? 压得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原本温情的画面忽然变了另一种风格。 第010章, 看你找的好男人。 0,0,0? 今早, 狂躁的闹铃似乎在表达对每天工作的不满。 李凌峰一个伸手摁住了他, 随即将他丢了出去, 转身拍了拍韩雪莹, 哎, 起床了。 韩雪莹舍不得睁开眼睛, 迷迷糊糊道, 那么早起来干嘛呀? 虽说来了大姨妈, 但昨晚的折腾依旧没有消停, 能进的通道又不止一处, 今天不是说好回你爸妈家里吗? 李凌峰提醒道, 韩雪莹扑通一下坐了起来, 我怎么把这事情给忘了, 都怪你。 两人迅速起床洗漱, 离开前美美地收拾了自己一番。 来到楼下, 韩雪莹第一次坐这么新的奔驰, 尤其还是见自己爸妈, 心里小小激动。 韩雪莹爸妈家在G市区, 离这S市百来公里的路程, 两个钟左右能到, 要不要你来开? 李凌峰问, 韩雪莹摇了摇头, 刚拿的驾照, 哪敢上手啊? 车辆驶离小区, 并入主道, 在市区道路上行驶了一段距离后, 车辆进入了高速路段, 没有了红绿灯等的诸多限制, 李凌峰将速度踩到了120, 车辆快速平稳地行进着, 李凌峰很是享受这种公路奔跑的感觉, 倒是韩雪莹, 可能昨夜真的折腾累了, 靠在座椅上补觉去了, 也是辛苦她了, 每天上班那么累, 回来还要服侍自己。 李凌峰默默心疼了三秒, 路途很顺畅, 两个小时后, 李凌峰如期抵达导航地点, 在韩雪莹的指引下, 车辆驶进了一个小区, 地下停车场停好车后, 两人拎着大小包东西进了电梯, 紧张吗? 韩雪莹问, 李凌峰笑着摇了摇头, 这有啥好紧张的? 韩雪莹看了眼李凌峰, 我紧张, 李凌峰? 电梯上了21楼, 韩雪莹领着李凌峰来到了2105房, 问了下门铃, 喊道, 爸, 妈, 我回来了, 开门的是一位年纪约末50出头的阿叔, 身材健硕, 精神绝朔, 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道, 闺女回来了, 这位是? 阿叔看了眼李凌峰,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的震惊, 李凌峰, 我跟你们说过的, 嗯, 你好, 你好, 小伙子, 阿叔忙客气地接过李凌峰手上的东西, 表现得十分热情, 这时, 其身后接着出现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妇女, 气质素雅, 她可没阿叔的那热情, 而是站那一声不吭, 全程留意观看着, 快, 进来里面坐, 这一路上辛苦了, 阿叔招呼道, 换上鞋的李凌峰随韩雪莹走了进去, 阿叔一把拽过自己的女儿, 戏声道, 行啊, 闺女, 挺会看人的, 这小子天庭饱满, 一副帝王之相啊, 还没等韩雪莹回话, 阿姨便一个巴掌拍在了阿叔脑袋上, 我看你是每天研究周易叔叔研究疯了, 逢人就说有帝王之相, 扑痴, 韩雪莹忍不住笑了出来, 自己老爸也就这点的爱好, 每天还要被打压, 众人在客厅坐下, 阿叔泡了一壶新茶, 当想坐下来一起聊, 阿姨瞪了他一眼, 还不做饭去, 阿叔立马起身, 点头笑着道, 那你们聊, 我先忙去, 李凌峰见状, 看来韩雪莹这老妈是不好应付啊, 忙跟着起, 伸, 说, 我给你打下手吧, 不用, 你喝茶就好, 要, 要, 要的, 阿姨看了眼李凌峰, 你坐下, 李凌峰指的乖乖地又坐了下来, 阿叔见状赶忙进了厨房, 多带一会都可能又被挨骂, 三人无声地坐在那里, 李凌峰感受到了一丝紧张的气氛, 于是端起茶杯, 小小喝了口茶, 听小莹说, 你是985高校毕业出来的, 阿姨开声问道, 李凌峰愣了一下, 什么时候自己改毕业院校了, 赶紧地看了眼韩雪莹, 只见她在使劲地给眼色, 心领神会的李凌峰点了点头, 是的, 阿姨, 还听说你在研究院工作, 李凌峰这脑穴栓都快来了, 什么时候自己在研究院工作了, 自己都不知道的, 再次看了眼韩雪莹, 韩雪莹将出的表情点了点头, 没办法, 李凌峰只好硬着头皮道, 是, 是的, 那你在研究院研究哪块啊, 被人研究, 阿姨, 刚想起要去我房间找件东西, 你们先聊, 韩雪莹赶紧起身一个溜之大吉, 我擦, 舍命为你来见爸妈, 你竟然这样对我, 那, 那个, 阿姨, 我给你倒茶, 不用, 你就如实跟我交代你的情况, 看着一脸绿色的阿姨, 李凌峰知道是忽悠不过去了, 于是只好老实交代, 我绝对不同意, 你们俩在一起, 客厅里传来阿姨的咆哮, 韩雪莹听到后忙跑了出来, 阿叔也停下了手中的火, 怎么了, 妈, 怎么了, 看你找的好男人, 还合着来骗我, 看着气头上的老妈, 韩雪莹示意李凌峰站一边, 自己走了过来, 妈, 我不是有心要骗你的, 这不是怕你不高兴吗, 现在我就高兴了, 妈, 打住, 你什么都不用说, 赶紧让他走人, 眼见就要进入僵局, 阿叔赶忙出来解围, 有什么事, 我们吃完饭再说, 再说啊, 吃什么饭, 我这都饱了, 阿姨依旧不给一丝面子, 李凌峰点点头, 行, 说, 阿姨, 那我先走了, 别啊, 这是干嘛, 饭都煮好了, 阿叔赶紧出来阻拦道, 别拦着, 做你的饭去, 阿姨立声道, 李凌峰朝阿叔笑着点了点头, 便转身开门离去, 妈, 韩雪莹眼眶湿润地喊了句, 哭也没用, 我就是不答应, 你跟他一起, 所有的情绪在这一瞬间被点燃, 韩雪莹歇斯底里地喊道, 我受够了, 从小到大, 什么事情都是你说了算, 我还就告诉你, 我非这个男人不嫁, 说完, 韩雪莹拿起沙发上的包, 转身哭着出了门去, 你说, 这好好的, 你为啥非要搞成这样, 阿叔叹了一句, 无奈地坐在椅子上, 第011章, 还是算清楚好点, 李凌峰刚要开车离开, 从后视镜看到了跟上来的韩雪莹, 上前来的韩雪莹打开车门, 坐在了副驾驶, 一脸的梨花带雨, 不用猜, 肯定是为了当前的事跟父母吵了, 那么啥干嘛, 不值得, 韩雪莹转头看了眼李凌峰, 谁说不值得, 为了你,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李凌峰一时无语, 将韩雪莹搂在怀里, 听话, 上去跟叔叔阿姨道个歉, 难道你想像我一样吗, 韩雪莹愣了下, 呆呆地不说话, 走, 我跟你一起上去, 真的吗, 那还能骗你, 说完, 李凌峰捏了捏韩雪莹的鼻尖, 两人又重新上了去, 当阿叔开门的瞬间,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快快, 进来, 进来, 妈, 阿姨, 两人再次叫了声, 阿姨当场愣了下, 没有出声, 算是默认两人的归来, 阿叔见状忙高兴道, 快来坐, 吃饭, 我们吃饭, 这一顿饭在沉默中吃完, 但阿叔全程都很高兴, 催促韩雪莹和李凌峰多吃点, 韩雪莹也默默地给自己老妈加了菜, 饭后, 李凌峰和韩雪莹两人没有做过多的停留, 便再次返回了S市, 路上, 韩雪莹深情地看了眼李凌峰, 谢谢你, 谢心好心好心好啥, 我还蹭了顿饭, 对了, 阿姨是做什么的, 人名叫师, 难怪那么严厉的, 哈哈, 韩雪莹笑得像个小孩, 周末租房躺了两天, 难得真正休息的一回, 两人聊了很多, 过往, 现在, 未来, 聊得李凌峰都怕了, 其实, 她并没有韩雪莹想得那么好, 周一如期而至, 韩雪莹开启了新一周的工作历程, 餐桌上依旧放着韩雪莹的爱心早餐, 睡到自然醒的李凌峰边刷牙边打开手机, 当看到红博海运跌幅6.140%, 李凌峰整个人都傻眼了, 牙刷都不绝掉了下去, 李凌峰心里有点慌了, 该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吧, 李凌峰赶紧竖口抹干净脸, 匆匆来到房间找到那本猛男秘籍, 翻到最新的一页, 写着红博海运没错呀, 李凌峰一个字一个字的对了一遍, 生怕有什么疏漏, 确定是没错后, 李凌峰无奈了, 这要是直冲跌停板, 怕是要触及红线, 届时被强制平仓, 可真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整个上午, 李凌峰都在胶着的情绪中度过, 细细地流行着红博海运的一丝变化, 甚至还将所有有关红博海运的资讯都给翻了一遍, 不过好在上午收盘时, 红博海运稳在了负5.49%, 比开始回升了少少, 没有心思吃午饭的李凌峰泡了一桶方便面, 就这两个饼干算是一餐, 稍稍休息了会, 好不容易等到一点股市重新开始, 李凌峰立即投入股市, 整个下午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 红博海运一直徘徊在负3.57%上下, 就当李凌峰, 以为没希望的时候, 在最后15分钟时间里, 红博海运来了个一柱晴天, 幸好李凌峰没有走开, 抢在最后一分钟前将全部红博海运股票给甩了出去, 直到最后一秒, 红博海运勉强站在了涨停板上, 李凌峰长长地输了口气, 稍稍缓了下情绪后, 李凌峰开始盘点自己的交易, 虽说没在涨停板出到货, 但也在9%涨幅以上的高位清了仓, 加上昨天的一些涨幅合计11.34%的收益, 也就是226.8万, 李凌峰一把摊在沙发上, 嘴角露出了迷人的笑容, 随手拿起那本猛男秘籍, 准备下一支的股票, 当翻到最新一页时, 李凌峰整个人都傻眼了, 上面写着猛男第一是抖起泡茶, 我乐个去, 股票信息呢? 李凌峰一个猛起, 接连翻了几页, 都是类似相关的内容, 我尼玛啊, 还真是盗版术不靠谱啊, 在确定真的是没有股票信息了后, 李凌峰失望的将书本扔在了一边, 长长的叹了口气, 或许我的财运也就这些了, 多了也担不住, 好歹现在手上也有426.8万了, 虽然里面还含了林旭东和韩雪莹的部分, 满足了, 李凌峰是一个懂得知足的人, 对了, 银行塔上还有248,724元零花钱, 李凌峰突然想起到, 那是买奔驰车剩下的, 李凌峰随即赚了10万块钱给韩雪莹, 正在上班的韩雪莹突然收到这么一笔巨款, 整个人都猛圈了, 还以为是电信诈骗呢? 指定是李凌峰那家伙, 又拿我手机去搜索什么不良网页了, 虽然我也爱看, 韩雪莹赶紧的登陆进自己手机银行, 当看到转账对方是李凌峰时, 韩雪莹更加懵了, 好端端的给我转账干嘛? 彩礼钱吗? 于是, 韩雪莹结了张转账记录的图片发给李凌峰, 配上一句, 这是, 还你的钱啊, 上次不是借了你五万吗? 那也不用还那么多啊, 另外五万是给你的利息, 你要跟我算得那么轻吗? 呃, 那不要退还给我, 还是算清楚好点, 李凌峰, 股市又挣钱了, 韩雪莹发信息问道, 嗯, 挣了点零花钱, 瞧你那得意啊, 那么好赚带上我呗, 不想上这破班了, 别, 我正准备金盆洗手了, 咋了, 工作是不是又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 老样子, 还不是那苛刻的月姐, 心情不好, 赚到钱了, 今晚请我吃饭呗, 没问题啊, 走起, 我带我闺蜜林小宁一起, 她不是看不上我吗? 看不上归看不上, 又不影响吃饭。 结束完聊天, 李凌峰搜了下附近有名的餐饮, 最终订了一家牛肉火锅, 差不多时间, 李凌峰精心地收拾了一番, 将车开到韩雪莹公司楼下, 早早地等她下班。 走了, 小宁, 林凤在下面等着我们了。 韩雪莹对林小宁说道, 要不我不去了吧, 当着电灯泡干嘛? 吃个饭而已, 又不, 是睡觉。 林小宁, 两人收拾好东西后, 乘坐电梯来到公司楼下, 隔远就看见李凌峰向两人招手, 你男朋友开车了吗? 林小宁一脸疑惑地问道, 是啊, 她买了辆奔驰, 奔, 奔驰? 还没等林小宁反应过来, 韩雪莹已经拉着她的手, 快速走了过去。 第零一二章, 嗯, 真好吃, 等很久了吗? 韩雪莹很自然地坐在了副驾驶位, 也是刚到不久, 快进来啊, 愣什么? 韩雪莹侧头对车外的林小宁说道, 呃, 呃, 浑浑噩噩的林小宁进了后座, 透过后视镜看见了李凌峰那张清秀的脸庞, 这是她第一次见李凌峰, 之前都是在韩雪莹口中了解到的, 压抑身处的少女心不禁懵懂乱撞了一下, 明明是帅气又多惊, 怎么到了韩雪莹口中就那么不堪, 这是抛抢她男朋友吗? 林小宁不禁怀疑人声道, 刚好下班高峰期, 耗了点时间才到那家牛肉火锅店, 从外面看上去, 装修还蛮高档的, 江车挺好, 李凌峰领着韩雪莹和林小宁两人进了店里, 我提前订的包房, 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李凌峰朝前台服务员道, 好的先生, 这边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说完, 便呼唤另一位服务员领着李凌峰一行去了包房, 热喝的灯光下弥漫着淡淡的香味, 韩雪莹和林小宁两人没想到, 一家牛肉火锅店都能装修的那么好, 这是让人吃的吗? 由于是提前订好的, 菜品都已摆好在桌面, 几人坐下来就能吃了, 这家店在网上的评论都还不错, 这些牛、羊肉都是从草原空运过来的, 保证新鲜, 李凌峰一边招呼着韩雪莹和林小宁一边开始涮肉, 将涮好的鲜嫩牛肉夹给了韩雪莹, 韩雪莹一脸爱意地笑了笑, 真乖, 今晚回去好好一年, 嗨嗨, 李凌峰给韩雪莹舌的眼色, 连林小宁还在一旁坐着呢, 韩雪莹却不在意地转头看了眼自己闺蜜林小宁, 你怎么了? 一副一欧的表情, 来, 我这些肉给你, 说完, 韩雪莹便将自己碗里的鲜嫩牛肉转嫁给了林小宁, 李凌峰见状, 盲说道, 不用, 我这里都有, 看着眼前满满的一碗涮牛肉, 林小宁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 但内心却更加一欧了, 求你们俩了, 不要再在我面前撒狗粮了, 来, 我占好料了, 你吃一口, 韩雪莹夹着一块涮牛肉递到了李凌峰嘴边, 嗯, 真好吃, 林小宁, 牛肉火锅垫出来, 李凌峰兜车先将林小宁送了回住处, 行啊, 今晚牛肉火锅花费了三千多, 刷卡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不得给你正脸吗, 在你闺蜜面前, 其实, 我内心心疼得要命, 李凌峰嘴上说心疼, 脸上那一副得意啊, 韩雪莹都不想拆穿他那点小心思, 王位十足地看了眼李凌峰, 回道, 是吗, 哎, 你这手往哪摸啊, 李凌峰极力地稳住手中的方向盘, 别闹, 开着车呢, 剃得有毛病吧, 开个车晃来晃去的, 后面司机嘴碎地问候了一句, 好在三车道的大马路, 看不惯可以绕着走, 回到住处, 恰巧隔壁大姐外出散步, 看见李凌峰和韩雪莹两人热情地打了声招呼, 隔壁大姐离去后, 韩雪莹回头审视了下李凌峰, 怎么感觉隔壁大姐看你的眼神好暧昧的, 说,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李凌峰内心咯噔了一下, 这女人的直觉剃比狗鼻子还灵, 想哪去了, 都不看看人家多大了, 多大也不影响她喜欢你啊, 韩雪莹反问道, 那也对我愿意啊, 韩雪莹点点头, 那倒也是, 你的眼光我还是相信的, 两人进了屋, 换上室内拖鞋, 李凌峰抢先一步, 站了客厅沙发好位置, 韩雪莹紧随其后一屁股坐了下来, 这是我的位置, 李凌峰不服气, 上面刻你名字了, 就这样, 两人谁也不让相挨着坐一起, 李凌峰顺势搂住了韩雪莹的细柳腰, 韩雪莹也自然地靠在了李凌峰的肩膀上, 两人各自看着手机, 李凌峰瞥了眼韩雪莹的聊天界面, 都是工作群居多, 你说今天你那月姐又怎么了, 李凌峰好奇问道, 还能怎么, 人到更年期呗, 上次听你说她离婚了是吗, 韩雪莹点点头, 估计她以前的老公也受不了她吧, 不说这些了, 好不容易下班回到家, 不谈工作, 我先去洗澡, 累死了, 说完, 韩雪莹放下手机便起身前去洗澡冲凉, 李凌峰无聊地接过她手机, 看了眼聊天界面, 找来韩雪莹与月姐的聊天记录, 都是些正常的工作交流, 就是脾气急躁了些, 忽然, 李凌峰翻到了月姐给韩雪莹发的她侄子照片, 原来上次不死心, 又给韩雪莹推销了下, 结果还是被韩雪莹婉拒, 李凌峰眉头一皱, 这几个意思, 挖我墙角, 心里来气的李凌峰瞬间萌生了一个想法, 于是赶紧将月姐的名片推荐给了自己, 然后迅速地删掉这一行信息记录, 关闭屏幕放好韩雪莹的手机, 得到月姐名片的李凌峰点开一看, 头像是一粗鲜花, 这种女性往往内心都很空虚, 感情很脆弱, 李凌峰毫不迟疑果断地发送了添加好友请求, 自信一定会很快通过验证, 可是左等右等半个钟过去了, 依旧没有任何回复, 难道失手了? 李凌峰心里不禁疑惑道, 你在干嘛? 韩雪莹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 一袭头发湿零零的, 能不能过来帮我吹吹头发? 韩雪莹一副撒娇的眼神看着李凌峰, 这样李凌峰都无法拒绝, 于是放下手机起身拿来风筒, 最是喜欢你了, 韩雪莹愣不防在李凌峰脸颊上亲了一口, 想来李凌峰也没那么好心, 真的乖乖帮韩雪莹吹头发, 不知何时, 一只手已然伸进韩雪莹玉精里上下其手, 韩雪莹难耐地扭动着恶魔的身躯, 娇称道, 你干嘛呀? 给你吹头发呀? 李凌峰一脸认真回道, 韩雪莹白了眼李凌峰, 有你这么吹的吗? 李凌峰一脸上泛起红韵, 再这样下去, 不要说吹头发了, 自己都要被完没了, 于是韩雪莹赶忙阻止道, 行了, 我还是自己来吧, 你确定? 确定以及肯定, 韩雪莹目光坚定地回道, 李凌峰于是将风筒交给了韩雪莹, 自己重新回到沙发上坐下, 第零腰三章, 真赞, 拿起手机一看, 心中瞬间一阵小惊喜, 好友验证通过了, 点开一看, 却几分的失落, 原来是另外一条别人发来的好友验证请求, 李凌峰刚准备忽略掉, 却瞥见了林小宁三个字, 这不韩雪莹的闺蜜吗? 怀着疑问好奇的心态, 李凌峰通过了她的好友请求, 李凌峰还一度以为可能就是同名同姓的网友罢了, 直到对方发来了信息, 谢谢你今晚请的牛肉火锅, 很好吃了, 原来林小宁在李凌峰报订房预留电话号码时, 悄悄地给莫及了下来, 在跟谁聊天啊? 这么晚了, 韩雪莹朝李凌峰问道, 李凌峰心虚地抬头看了眼韩雪莹, 没, 没啊, 我吹好了, 先回房休息了, 你不要玩那么晚, 韩雪莹提醒道, 知道了, 韩雪莹转身进了房间, 李凌峰拿起手机回了条信息过去, 一开始, 两人还有一茶没一茶地聊着, 随着聊天内容的越来越深入, 话题也越敏感开放, 直到最后, 林小宁竟发起了视频聊天, 吓得李凌峰赶紧地给关闭掉, 怎么了, 不方便吗, 李凌峰微微一皱眉, 这不明知故问, 要陷我于不忠啊, 这般再聊下去, 迟早要走火, 于是李凌峰回了句, 很晚了, 早些休息吧, 呃, 林小宁应了句, 后面还加了一个不情愿的表情, 满以为聊天就这样结束, 李凌峰起身准备洗澡, 忽然聊天界面又谈出两则信息, 拿起一看, 李凌峰差点喷出鼻血, 那是一张林小宁的限制集字拍照, 后面紧接着一句, 晚安, 虽说这林小宁的身材不如韩雪莹, 但比起一般的女生也强很多, 这般操作, 就是很明显的诱惑啊, 李凌峰摇了摇头, 韩雪莹这个闺蜜深娇不得, 但这不妨碍, 她又拿起手机放大照片, 细细地看了一遍, 真赞, 留下一句后, 李凌峰便朝浴室走去, 待洗碗早出来, 已是深夜十一点多, 李凌峰进了房间, 此刻韩雪莹已然熟睡, 看来确实工作也是累了, 李凌峰爱惜地轻轻抚摸了下起眼颊, 韩雪莹一个转身过来, 睁开朦胧的眼睛, 洗完澡了, 李凌峰点了点头, 这都能吵醒你, 你说呢, 韩雪莹白了眼李凌峰, 随即前视而下, 干嘛, 清晨, 李凌峰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拿起手机看了眼, 早上九点多, 于是拨通了林旭东的电话, 在公司不, 不在公司, 你养我呀, 自己有手有脚的, 好意思说, 让人痒, 李凌峰鄙视了一句, 那你呢, 我那是因为胃不好, 医生说我不能吃银饭, 林旭东那头恨不得把电话扔了, 没好气到, 找我什么事, 借钱免谈, 李凌峰一点的惊讶, 你替还有私房钱啊, 我是怕我要去卖肾, 李凌峰, 得得, 不跟你废话, 等会我过去找你, 说完, 李凌峰便挂了电话, 起来洗漱完, 李凌峰换好衣服, 顺手拿起韩雪莹的爱心面包, 刚出门口, 隔壁大姐就忙打声招呼, 这是出门啊, 啃着面包的李凌峰转头看了眼, 差点下的面包掉下来, 只见大姐一副十六姐的妆容, 一手拿着化妆镜, 一手拿着眉笔, 不过出于基本的礼貌, 李凌峰硬着头皮笑着点点头, 是啊, 上次说的那事情, 你啥时候有空啊, 大姐一脸不好意思的问道, 李凌峰整个人顿时抹了一下, 急忙降门带上, 吞咽了下口水, 再说, 再说哈, 说完急忙转身小跑着离开, 完全不给大姐说下一句话的机会, 看着李凌峰慌乱的背影, 隔壁大姐愣了一下, 回头看了眼自己手中的化妆镜, 是我今天化的妆不好看吗? 嗯, 确实, 眉毛歪了一点, 大姐看着她那飞起的炸眉说道, 红杏人力资源中介, 李凌峰将车停在门前, 我到了, 在你门口, 李凌峰给林旭东发去了一条语音信息, 在里面上班的林旭东收到信息后, 起身跟自己的经理打了声招呼, 经理, 我出去一下, 有事电话联系, 得到应允后, 林旭东拿起手机出了门口, 站在门前左右望了一遍, 拿起手机晕道, 在哪, 没看见你的, 李凌峰摁了下车喇叭, 把站在门前的林旭东给吓了一跳, 刚准备发飙的林旭东一看到是奔驰, 立马又怂了下来, 在定睛一看, 里面驾驶位坐着的李凌峰正朝他打招呼, 万分惊讶的林旭东走了下来, 道, 你坐在人家车里干嘛呀? 李凌峰, 上车, 搁带你潇洒一圈, 还迷糊着的林旭东听了李凌峰的话, 上了车, 一番引擎轰鸣声过后, 车辆飞速在马路上, 吓得林旭东赶紧的抓紧了安全带, 慢点, 你开飞机啊, 李凌峰一个急杀靠边, 林旭东错不及防的前倾, 安全带累得差点断了气, 有气无力的他, 转头看向李凌峰道, 你这是又干嘛? 换你开, 说完, 也不等林旭东答应, 李凌峰便解开安全带下了车, 来到副驾驶位前, 我, 我来开, 林旭东不敢相信地看了眼李凌峰, 要知道, 他可是全新手小白啊, 虽然驾照拿了一年多, 但一直没多少机会时间, 李凌峰一把打开车门, 还愣着干什么, 不快点下来, 呃, 呃, 林旭东被赶下了副驾驶位, 站在外面, 竟一时不知所措, 李凌峰, 磨磨叽叽的林旭东, 终于坐在了驾驶位上, 手有些止不住的颤抖, 想不到自己第一次开车, 便是奔驰, 左右后视镜调了右调, 左位位置挪了又挪, 十几分钟后, 林旭东终于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好了吗? 李凌峰问, 林旭东点了点头, 好了, 好了, 我们就走吧, 李凌峰等到屁股都生痴疮了, 林旭东再次长长地呼吸了口气, 坐稳来, 我要启动了, 看着林旭东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李凌峰赶紧的双手拉住了扶手, 第014章, 反正是合法收入, 五, 引擎发出了激昂高亢的轰鸣声, 一个急前突, 车辆瞬间驶出了近远的距离, 拉住扶手的李凌峰, 深深感受到了一股推背感, 卡, 一声沉闷响动过后, 车子停住不动了, 林旭东一脸惊魂未定地看向李凌峰, 道, 怎么了? 李凌峰让齐先熄火, 下车检查了一圈, 看着吊沟里的右前轮不禁眉头紧锁, 看着李凌峰的这副表情, 林旭东更害怕了, 怎么了? 你倒是说话啊? 李凌峰掏出手机, 拍了张照片后, 拿给他看, 林旭东顿时傻眼了, 无助的眼神看向李凌峰, 一个胜够吗? 李凌峰面神凝重, 怕是要两个胜额, 星巴克, 李凌峰要了两杯丝绒拿铁, 与林旭东面对面而做, 本来已是满脸愁容的林旭东, 当听到那奔驰车, 是自己好兄弟李凌峰的吼, 心情更加沉重了, 怕兄弟过不好, 又怕兄弟开宝马, 看着林旭东的那副死熊样, 李凌峰, 都说了是自己的车了, 还有什么好担忧的, 多大点事情, 不就报个保险的事, 对了, 你卡号发给我, 李凌峰接着说道, 干嘛? 之前借你的二十万还你啊, 不想要了? 你不刚买了奔驰吗? 还有钱还我啊? 这不用你管, 卡号发我就是了, 林旭东于是将自己的常用卡号, 发给了李凌峰, 李凌峰随即转账过去, 提示信息, 弹出四十万的转账信息, 林旭东瞬间惊呆了, 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忙点进去查看, 是四十万转账额没错, 林旭东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你是不是输错数字了, 赚了我四十万, 李凌峰一脸不在意, 没错呀, 多出的那二十万, 是我算给你的利息, 这, 真的? 这有什么好假,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你就没对我说过真话啊, 李凌峰, 才几天的时间, 这利息就翻倍了, 要不, 这四十万再放你呢, 看着那一副无辜的眼神, 李凌峰恨不得一巴掌飞过去, 嫌少, 那二十万退还给我, 听到李凌峰这话, 林旭东急忙收回了手机, 护在自己怀里, 这泼出去的水, 还能收回去的吗? 说完, 林旭东再次看了眼自己的账户余额, 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 确定钱还在后, 林旭东才好奇地问道, 你哪来的那么多钱? 这你甭管, 反正是合法获得的, 李凌峰拿起四绒拿铁喝了一口, 目光落在不远处的一个清秀美眉身上, 高挑的身材搭配吊带修身包臀连衣裙, 妥妥的咖啡店一道靓丽风景, 别看了, 人男朋友在前台买咖啡呢? 林旭东提醒道, 妾, 看饭法面? 对了, 忘跟你说件事, 你那工作有眉目了, 林旭东想起来道, 不过以你现在的条件, 应该都不需再找工作了吧? 林旭东补了剧, 要, 谁说不要, 我不用生活啊, 哥, 林旭东乱风怀疑地看了眼李凌峰, 你压得有句靠谱的没? 李凌峰认真的点点头, 我说认真的呀, 什么工作来的? 银行客户经理, 不错呀, 这可是个肥差额, 对得起个的学历, 不过, 林旭东面露一丝的难色, 不过什么? 争取这个工作岗位可能要花费点钱, 林旭东回答道, 这李凌峰一点都不意外, 钱规则嘛, 都懂, 于是说道, 无妨, 只要价钱合理, 能弄进去就行, 得到李凌峰的答复后, 林旭东点了点头, 那行, 我约下行长具体谈下, 到时通知你, 行了, 我也差不多要回去了, 林旭东看了眼手机时间, 接着说道, 两人起身离开, 路过那位清秀美眉, 李凌峰一个电眼, 清秀美眉忍不住低头眼嘴一笑, 不明所以的其男友, 与李凌峰擦肩而过, 怎么了, 什么事情那么好笑, 没, 没有, 趁男友坐下没留意的瞬间, 清秀美眉回望了李凌峰一眼, 两人深情一对视, 宛若跨越千年的相识, 叫车送林旭东回了公司, 无聊的李凌峰, 收到了林晓宁发来的信息, 在干嘛, 我下午休假, 要不要一起出来逛逛街, 反正也是闲着没事, 想起昨晚那张劲爆的自拍照, 李凌峰回道, 好啊, 那我在假日广场等你, 行, 我现在就过去, 结束完聊天后, 李凌峰转头对低视司机师傅说道, 麻烦去假日广场, 要加钱哦, 那里比较远, 李凌峰, 一时忘了, 当才自己弹的是一口价, 没有打表, 假日广场, 下了车的李凌峰给低视司机狠狠地宰了一刀, 要不是看在赴约家人的份上, 李凌峰还真就给他投诉一顿, 来到广场门口, 李凌峰远远就看见了林晓宁的身影, 两人双向奔赴, 林晓宁面带微笑, 怎么没开你奔赤车过来啊, 李凌峰, 整个量在摆在你的面前, 你却只关心车去哪了, 呃, 拿去保养了, 那走吧, 我们里面逛逛去, 说完, 林晓宁挽着李凌峰的手臂, 带着李凌峰进了假日广场, 里面都是琳琅满目的商铺, 四楼是吃的地方, 恰好午饭时分, 两人来到四楼一家餐厅, 见识到了李凌峰上次的大方, 林晓宁是一点都没客气, 可着自己喜欢吃的使劲点, 这回李凌峰才有点后悔出来了, 不是心疼那点钱, 是不想被当铠子, 不过既然都来了, 李凌峰自然不会差这一顿饭, 不舍得打窝的料, 怎么能钓得到大鱼, 虽然这条只是闹口的罗飞, 用完餐后, 两人来到了五楼的电玩城, 我不会开车业, 要不你来教我吧, 林晓宁眨巴着眼睛说道, 行, 于是两人一前一后, 李凌峰手把手地教着林晓宁开那电玩车, 有意无意地蹭着那该有的福利, 啊, 一个逼真的翘牙转弯, 吓得林晓宁缩进了李凌峰的怀里, 顿感胸前一阵的柔软, 要不是顾着开电玩车, 李凌峰都忍不住差点上手了, 你好厉害哦, 这样都能给你转弯过了, 林晓宁满眼崇拜地回头看了眼李凌峰道, 第零有五章, 吃亏的是他, 若不是酒精沙场, 李凌峰怕是被这眼神给拿捏了, 谁知林晓宁不讲武德, 背后的玉手轻缓而下, 李凌峰双腿一紧, 更加贴近林晓宁了, 此刻林晓宁的眼神已由崇拜变得妩媚迷离, 足以令众生颠倒, 李凌峰屏住最后一丝的底线起身, 道, 差不多了, 我们回去吧, 林晓宁瞬间呆呆地看着李凌峰, 眼里满是失落, 许久才不情愿地回道, 好吧,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难道是我做的还不够好吗, 此时的林晓宁心里满是这般的念头, 送走了林晓宁, 李凌峰转头给前任徐夏璐打去了电话, 喂, 你在哪呢, 在家呀, 今天休假, 我过去找你降温, 晚上, 用过餐的李凌峰和韩雪莹两人躺在沙发, 两双极具艺术审美价值的眼睛紧盯着墙壁上挂着的那65英寸电子屏, 此刻电视屏幕上正播放着不可描述的岛国艺术片, 哎, 你能不能调小声点, 这左邻右舍听见了多不好啊, 李凌峰提醒道, 韩雪莹白了眼李凌峰, 遥控器就在茶几上, 你不会起身去拿啊, 我要是愿意起身, 还能跟你说吗, 韩雪莹一把掐在了李凌峰的大腿上, 疼得李凌峰直跳了起来, 赶紧的去拿茶几上的遥控器将音量调小了一些, 顺便将客厅的灯光也关闭了, 这样似乎更有一些的氛围, 弄好这些的李凌峰重新躺在了沙发上, 韩雪莹一把靠近过来贴在李凌峰的胸膛, 手又开始不老实地在其胸膛上画圈圈, 但一点不妨碍, 她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电视屏幕看, 看到倾起处还不忘小声尼南道, 用力啊, 一看那男的就没你功夫, 韩雪莹总结道, 李凌峰一脸的得意, 这不明摆着的是, 韩雪莹在李凌峰的胸膛上轻捏了一下, 就嘚瑟把你, 说完还是轻轻地亲了一口, 李凌峰这时的手自然也没闲着, 坐怀不乱那是君子行为, 老子, 屁是小人, 韩雪莹任由李凌峰肆意地把玩, 今天林小宁好端端地不知为何下午请假了, 李凌峰顿时停住了手中的动作, 敏感的韩雪莹一下就感知出来, 怎么, 你, 没什么, 你那个闺蜜不可信, 最好远离一些, 李凌峰提醒道, 怎么, 你把她给伤了, 嗨嗨, 李凌峰被韩雪莹这一句话呛得直上头, 女人的直觉告诉韩雪莹, 这里面有事情, 不过韩雪莹转而一脸无所谓地继续趴在李凌峰胸膛上, 继续说道, 就算你伤了她, 我也不介意, 李凌峰惊讶地低头看了一眼韩雪莹, 大度佛都没你这胸襟, 我还是不是你男朋友啊, 韩雪莹扑斥一笑, 你伤了她, 吃亏的是她, 又不是我, 我介意什么, 一脸不解的李凌峰, 怎么说, 你不怕林小宁把我给抢走了, 韩雪莹抬头认真地看了一眼李凌峰, 道, 你李凌峰会看得上她面, 这份自信从容直戳内心, 李凌峰仿佛毫无遮羞, 被人看光了一般, 韩雪莹起身坐在李凌峰身上, 笑, 道, 怎么, 被我说中了, 李凌峰嘴角一笑, 伸手轻轻碰了下韩雪莹鼻尖, 知我者, 莫过轻眼, 韩雪莹低头柔情一笑, 世间天仙, 不过如此, 李凌峰翻身将韩雪莹压在底下, 如此有物在眼前, 不加以怜爱, 岂不抱天天物, 清晨,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吵醒了李凌峰的美梦, 睁开朦胧的眼睛, 拿来手机一看, 是林旭东打来的, 李凌峰想都没多想, 直接挂了电话, 翻身捂住被子, 准备继续清梦, 没一秒钟, 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跟催命似的, 一把火的李凌峰拿来电话, 接通后的第一句话就吼道, 要是没什么事, 看我不灭了你, 工作还想不想要了, 哟,哟, 李凌峰立马换了一副温和的口气, 语气中甚至还带着几分谄媚, 跟那行长约好了, 上午九点去他那面试, 李凌峰看了眼手机时间已是八点十七分了, 赶忙回到, 行行, 马上起身出发, 说完便不等林旭东说话, 直接挂了电话, 那边林旭东眉头皱的不行, 老子话都还没说完呢, 又挂我电话, 于是又给拨了过去, 这次直接无人接听, 起身后的李凌峰赶紧洗漱了一番, 精致地收拾了一下自己, 弄好回去拿手机出门时, 才看到林旭东又接连打了几个电话, 于是李凌峰赶紧附了过去, 不用崔, 我现在就过去接你, 不用, 我今上午要跟经理出去一趟招聘, 你直接过去找他就行了, 林旭东将, 眼看时间也不早了, 来不及细看的李凌峰赶紧出门去, 按照林旭东给的, 门前S农商行的招牌, 李凌峰低头看了眼联系人, 骆天行, 名字倒是挺敞亮的, 李凌峰嘀咕道, 进了银行大门, 大唐经理立即迎来上来, 笑容满满地开声问道, 你好先生, 请问要办理什么业务, 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行的信用卡, 我们行刚推出了一款, 李凌峰伸手打断了大唐经理的话, 我是来找骆行的, 呃, 骆行的办公室在里面第三件, 李凌峰点点头, 谢谢, 穿过大厅, 李凌峰来到了里面的办公区, 按照门牌的标识, 李凌峰找到了行长办公室, 门是开着的, 里面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 正坐在办公椅上玩着手机, 想必就是林旭东所说的骆行了, 不然谁敢坐在那椅上, 李凌峰敲了敲门, 骆行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一身公子哥气质, 还以为是那条村的二代, 忙起身陪笑客气道, 来, 来, 进来坐, 李凌峰也不客气, 紧来大方地坐下, 骆行忙里忙外地洗茶杯泡茶, 恭恭敬敬地给李凌峰端了一杯茶水, 笑道, 是不是又有什么拆迁款要进账了? 第零六章, 我叫林旭东, 李凌峰? 我是来面试的, 骆行, 骆行顿时咯噔了一下, 整个人愣在那, 感情刚才泡的那上万块钱一斤的茶叶, 打水飘了, 呼吸都几分的困难, 骆行感觉自己这心梗都要来了, 一张脸拉得老长, 简历带了没? 简历? 李凌峰反问了一句, 那碗也还要带? 不是熟人介绍吗? 骆行深呼吸了一口, 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 这一刻早将李凌峰扫地出门了, 这样, 隔壁有一家茶艺馆, 我们去那谈吧。 两人起身离开了支行, 来到骆行口中所说的茶艺馆, 围炉煮茶倒也雅兴, 不过骆行你点那么多吃的东西干嘛? 我们是煮茶, 煮茶呀, 茶呢? 自我介绍一下吧。 拿起筷子, 骆行便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信里, 明凌峰, 许久再没有话语, 骆行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没? 没了? 李凌峰也不客气地加了口茶点放进嘴里, 点了点头, 唉, 这么刁面似的, 你还是第一个, 骆行紧锁了眉头, 谁让自己现在手头紧呢? 于是摁住心中的气, 道, 算了, 那我们直奔主题吧。 骆行将手指沾了蘸水, 在桌面上写了个十字, 聪明的李凌峰哪会不知什么意思, 况且, 在此之前, 林旭东就先跟他打过招呼了, 没问题, 就这个数, 现金还是转账。 骆行愣了下, 有点不敢相信地看了眼面前的李凌峰, 丝毫没有犹豫地就答应了, 难道是自己的价格开低了? 骆行, 以后你就是我的领导了, 请多多指教。 还没等骆行反应过来, 李凌峰已经端着茶水, 向他敬礼了。 慢着, 条件先跟你说清楚, 再做决定。 李凌峰放下茶水, 一副认真倾听的模样。 这边不包你转正, 请来先实习, 三个月后转正, 转正的条件是拉到一千万的单边存款。 要是没拉到那么多存款呢? 李凌峰问道, 延期一个月转正, 再不符合转正条件, 那就对不起, 只好出局了。 李凌峰微微一皱眉, 这多少有点坑啊? 十万块就买来这工作。 不过我喜欢, 这样的条件, 还有那么多人想挤进去, 足以说明什么? 李凌峰心中暗道, 洛行也不再多说什么, 反正事情跟你讲清楚了。 钱我赚了, 到时有什么别赖我就行。 行吧, 那你取献给我吧。 洛行说道, 当李凌峰外面取到现金, 重新回到茶艺馆时, 洛行面前的茶点已是一片狼藉。 李凌峰? 将环保袋中的十万块递给洛行, 要不要轻点一下? 不必了, 以后都是同事了, 这点信任还没有吗? 李凌峰拾去的端起茶水, 以茶代酒, 敬领倒一杯, 以后还请洛行多多指教。 洛行先带简历过来, 带你去春行坐入职, 没什么事情, 我先走了。 洛行满意地拎着环保袋离开了茶艺馆。 李凌峰还想着吃点东西, 拿起筷子左右审视了一番, 没一块下得去手的。 放下筷子, 朝服务员招了招手, 买单。 茶艺馆出来, 李凌峰回了住处, 楼梯口碰见了隔壁大姐, 今天的着装和打扮让李凌峰眼前一亮。 身材本就还可以的她身穿紧身褐色连衣裙, 脸上抹了淡淡的粉底, 显得更加白皙。 看来这化妆的水平是日渐提高啊。 回来了, 大姐热情地打招呼道, 李凌峰微笑着回应道, 这是去哪啊? 大姐, 约了闺蜜去做瑜伽。 你, 今天不上班啊? 大姐问道, 是啊。 李凌峰随口敷衍了一句, 对了, 那请教的是, 大姐试探性地看了眼里凌峰, 这事, 她还真念念不忘。 你不跟闺蜜去做瑜伽吗? 改天有空再说了。 没事啊, 我可以推掉的, 恰巧你今天刚好不是也有空吗? 大姐说完, 还没等李凌峰答应, 便拿起电话, 推掉了闺蜜的约定。 李凌峰? 不过今天的心情甚是愉悦, 李凌峰见此也来了兴致。 虽然大姐一过少女的花季, 但在星号星号星号界那也是上层的存在。 真搞不懂王哥, 这般姿色的老婆, 竟不用心耕云。 那, 我们现在回去。 大姐稍待窃喜地看了眼李凌峰。 两人回了住处, 李凌峰耐心地给讲解了各式技巧及方式, 深入探讨了彼此的心得。 大姐甚至还一度为知识现身, 当了李凌峰的讲解模特。 门口, 大姐意犹未尽地看了眼李凌峰。 像这种学习, 我们日后可以多交流。 李凌峰提了提裤子, 我很乐意遨游在知识的海洋, 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大姐微笑着点点头, 表示赞同。 著名, 此处为纯知识交流。 真的。 送走了大姐, 李凌峰回屋沙发一趟, 拿起手机。 惊讶地发现, 发给韩雪莹经理月姐的好友请求居然通过了。 李凌峰立即及毕生功力, 对其进行一通的狂撩。 几个阵仗下来, 架不住李凌峰的甜言蜜语, 月姐最终还是被拿捏了。 这颗孤寂得心被李凌峰撩的, 那是火辣火辣的。 韩雪莹看着一脸潮红的月姐,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最终还是硬着头皮道, 月姐, 这里有些单句需要你签一下。 月姐一声不吭, 韩笑着将单句给依依签了。 还回给韩雪莹的那一刻, 韩雪莹整个人都猛圈了。 怎么了? 还有其他事情吗? 没, 没有。 韩雪莹转身急忙离开了月姐的办公室, 出来还不敢置信。 她竟然没有任何多问一句, 天啊, 傻愣着这干嘛? 又被挨骂了。 同事笑着问道, 签单挨骂, 那是一个必修课程。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月姐跟变了个人似的? 韩雪莹问, 她不天天变脸吗? 这又不是什么稀奇事? 不是。 好了, 好了, 单签了, 赶紧出货去吧, 不然你又得脱班了。 同事提醒道, 此刻被撩得口干舌燥的月姐心美美地回了一句, 聊了那么久, 都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林旭东。 第零一七章, 怕我养不起你。 哈秋, 正在忙着招聘的林旭东打了个喷嚏, 摸了摸鼻子。 是哪个狗子在戳我? 刚跟月姐结束完你浓我浓的聊天, 徐夏璐便打电话进来。 李凌峰忙接道, 怎么了? 车搞好了, 可以过来拿了。 要不, 你给我开回来。 李凌峰贼笑道, 滚。 李凌峰? 把你位置发给我。 徐夏璐补充了一句道, 好嘞。 二十分钟左右后, 徐夏璐将车开到了楼下。 李凌峰下楼, 走出廊道便看见徐夏璐靠在车门前, 一身职业装标致亮丽。 一旁六娃的大爷, 连自家孩子掉沟里了都没发觉。 徐夏璐朝李凌峰挥了挥手, 李凌峰上前, 将药室递给李凌峰, 轮毂的有些刮痕没来得及处理, 将就一下了。 李凌峰点点头, 转身过去看了眼受伤的轮毂。 好在刮痕面积不大, 不流行看的话也不是很明显。 什么事? 催车催得那么简? 徐夏璐不解的问道, 本可以让师父好好修理的。 明天要上班了, 没车不行啊。 上班? 听到这话, 徐夏璐万分惊讶地看了眼李凌峰, 眼神里除了不敢相信, 就是不敢相信。 是啊, 找了份工作, 明天上班去了。 李凌峰回道, 徐夏璐不知这李凌峰是受到了什么打击, 唯一解释得通的就是, 随即不敢置信地, 眼神里流出了一丝哀伤。 你得了什么绝症吗? 李凌峰? 我虽说是你前男友, 你也不至于这么不判我好吧? 那难道还希望你升官发财吗? 这样, 我心里多么不平衡。 李凌峰? 行了, 行了, 不舍这些, 跟我去买两件上班的衣服吧。 你还没告诉我去哪上班? 银行? 徐夏璐? 李凌峰上了副驾驶位, 透过车窗玻璃, 对外面的徐夏璐喊道, 还不上车。 呃, 呃, 你不经常打工的吗? 怎么那么牛进了银行了? 老子本科毕业的好吧? 职业装品牌店。 李凌峰选了两套合身的衬衫和西裤。 本就清秀的李凌峰穿上一身正气的装束, 那职场的霸道总裁男人位瞬间就出来了。 看得徐夏璐是一愣一愣的, 当年跟他那么久, 也没见他穿过这么正式。 行吧, 就这两套吧, 挺合身的, 你觉得怎么样? 李凌峰问徐夏璐, 回过神的徐夏璐点点头, 都可以, 反正穿上去就是那般人母狗样。 身后的店员听后忍不住眼嘴一笑, 虽然已在极力地控制笑声, 但李凌峰知道他在笑话自己。 瞪了眼徐夏璐, 人母狗样也是你得不到的初恋。 切, 姐才不稀罕你, 是姐甩的你。 后面的店员小妹笑得更欢乐了。 店里出来, 徐夏璐看了眼面前这熟悉又陌生的男人, 道, 你们是见父母了吧? 李凌峰惊讶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不然你会这么积极地找工作, 改变自己。 徐夏璐笑了句, 李凌峰, 摇摇头, 别误会, 我工作纯粹是因为太无聊了, 那是你还没发觉而已, 很多东西都是潜移默化地在改变的。 李凌峰愣了一下, 但他仍旧坚持自己的想法, 就是因为无聊而已。 徐夏璐也不跟他争辩, 只是稍稍感慨了一句, 果真当初你爱我还是不够。 李凌峰, 说笑了, 请我去吃顿饭吧, 到下班饭点了。 徐夏璐看了眼手机时间说道, 下次吧, 我得去接他下班, 他还不知道我明天要去上班了。 徐夏璐羡慕加失落的眼神, 那好吧, 那, 这里有两块钱硬币, 你出去搭个公交吧。 李凌峰从兜里摸出了两个硬币, 徐夏璐闪现炸毛, 老娘把车开回给你, 你就是这样对我的。 一声怒吼, 瞬间引来过往众人的围观, 这又是哪对情侣在吵架了。 行, 行, 我送你回去总可以了吧。 老娘现在不稀罕了, 说完, 徐夏璐转身就快步离去, 李凌峰赶紧追上去, 在那扭动的翘臀上轻拍了下, 要是还在你那呢。 吵吵闹闹, 两人上了车, 送徐夏璐回到奔驰4S店, 看着车外的徐夏璐, 李凌峰道, 我走了。 徐夏璐挥了挥手, 还有, 李凌峰停顿了下, 记得吃晚饭, 别喝那么多酒了。 徐夏璐愣在了原地, 露出一丝伤感的笑容。 许久, 李凌峰离去后, 风吹拂而过,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百祥有线公司楼下, 李凌峰停好车辆, 离韩雪莹下班, 还有十来分钟时间。 李凌峰打开聊天软件, 完信起来的她, 又对韩雪莹经理月姐一通潦骚。 还将林旭东最帅气的一张照片, 发给了月姐。 为此, 李凌峰还专门下载了一款的修图软件, 第一次学会了P图。 P过后, 就林旭东那般帅气的样, 说他是中东王子, 都有人相信。 不出所料, 月姐是大为欢喜, 甚至主动地连发了十几条信息。 伪处还附上了一张十八岁那年的照片, 吓了班的韩雪莹敲了敲李凌峰的车窗, 还在聊天的李凌峰这才发现韩雪莹下来, 赶紧地给开了车门。 韩雪莹坐了进来, 问道, 在跟谁聊天啊, 这么入迷。 李凌峰含笑一声并没有回答, 我们去哪吃啊? 怎么好好的又想起请我吃饭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明天我要上班了。 李凌峰得意道, 上班? 韩雪莹一脸不减, 是家里不够温暖, 还是想着去外面受气啊? 李凌峰, 你不应该适当地鼓励一下我面? 鼓励什么? 是怕我养不起你。 韩雪莹反问道, 不, 不是, 我, 李凌峰竟一时欲色, 怎么这剧本不按照预想的来啊? 去哪上班啊? 银行, 卖信用卡呀, 以后可别找我开。 李凌峰, 客户经理不卖信用卡, 那也别找我贷款, 没房没车。 韩雪莹道, 是对公客户经理, 你那资质也带不起。 李凌峰弱弱地回了句, 第零腰巴张, 新入职的小伙, 香菜馆。 好了, 好了, 韩雪莹一边猛灌水, 一边用手朝自己的嘴巴扇了扇, 不能吃辣, 还偏偏要来香菜馆。 李凌峰无语地摇了摇头, 试一下不行咩? 可以, 今晚别拉肚子就行了。 说完, 李凌峰夹了块酸甜萝卜放进嘴里, 那是一桌菜她唯一能吃的。 好奇怪, 今天月姐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拿胆给她签, 竟然一句话都没说。 是不是因为你做得很好了? 李凌峰问, 韩雪莹摇了摇头, 跟着没关系, 做得再好, 按往常月姐的性格, 还会是在那挑毛病的。 今天的她, 感觉怪怪的, 就好像跟人在谈恋爱似的, 面色润红润红。 听到这, 李凌峰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她大抵是知道怎么回事了。 你笑什么? 这有什么好笑的? 韩雪莹不解。 李凌峰翻开与月姐的聊天记录, 将她拿给了韩雪莹看, 得知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韩雪莹也不禁一笑, 白了眼李凌峰。 你好损哦, 这还不是为了你工作, 以后变为自己人了, 不好说话多了。 那你兄弟林旭东知道吗? 李凌峰摇摇头, 等聊成熟点再跟她说。 别玩走火了呀。 韩雪莹提醒道, 放心, 我自有分寸, 也是时候要让林旭东破个厨了, 不然她那熊样怎么能聊得到妹子。 这一点, 韩雪莹跟李凌峰两人所见略同, 同样的月姐也是该有个男人滋润了, 不然整天跟更年期的女人一样。 吃完饭后, 李凌峰和韩雪莹去了KTV住信, 顺便在新环境探索下新玩法。 进行之后, 两人才手牵手离开了KTV。 剩下清洁阿姨一脸愁眉紧锁, 年轻人喝牛奶就算了, 怎么还喷得满地都是。 那沙发上的一滩水渍又是什么? 回到住处洗完澡躺床上已是近十二点, 李凌峰这时才想起简历梯还没弄吗? 于是给林旭东打了个电话。 喂, 给我整份简历呗, 明天带过去入职。 李凌峰, 我去你大爷的。 李凌峰赶紧挂了电话, 省得吵到左邻右舍, 但还是被耳铃的韩雪莹给听到了, 被人问候大爷了吧。 哪有? 能有那是? 睡觉, 睡觉。 说完, 李凌峰便顺手关了房间灯。 干嘛? 在那KTV里还没玩够吗? 啊, 清晨一阵急促的闹铃声响起, 起身的韩雪莹提醒了一句身边的李凌峰。 记得今天要去上班的哦。 等不及李凌峰, 韩雪莹先忙完出门去了。 懒洋洋的李凌峰这才不情愿的起身, 拿来手机一看, 林旭东一把简历做好发过来了。 李凌峰随手回了句, 谢了, 改天请你喝一饱矿泉水。 刷完牙洗完脸, 李凌峰患上一身的症状, 在镜子里审视了很久后, 才满意地转身离开。 门口, 隔壁大姐看着帅气的李凌峰惊呆了, 内心的少女情怀瞬间爆棚。 去, 去哪呀? 这么帅气? 上班, 走了, 大姐。 呃, 好, 好的。 看着李凌峰离去的背影, 这魂也跟着飞走了。 你愣门口干嘛呀? 还不带小孩去上学? 隔壁王哥一问道, 大姐也不作声, 没好气地默默转身进了屋去。 隔壁王哥? 我这又是做错了什么吗? 赶到支航, 正好大伙都在列队开晨会。 你来了刚好, 一起过来开晨会。 洛行开声招呼道, 将李凌峰带到人群中央, 跟大伙介绍, 这是我们的新同事, 李凌峰。 大伙纷纷鼓掌欢迎。 支航一共12人, 现家李凌峰13人, 多是俊男美女。 尤其是那些窗口对外服务的, 质量都不错, 代表着银行的门面。 也有两位上了40的阿姨, 这会正冰着李凌峰看。 大家是一个团队,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齐心协力, 相互关照。 说完洛行转头看向李凌峰, 你还有什么要向大家自我介绍的没? 李凌峰摇了摇头, 没, 出来乍到, 等会请大家喝杯奶茶吧。 好, 几位妹子已经欢呼道。 嗨嗨, 洛行咳嗽了一下, 正经道, 让你做自我介绍, 怎么收买起人心来了? 论了会, 我要两杯, 一杯打包带走。 晨会过后, 洛行让副行长刘辉给李凌峰先安排座位。 李凌峰则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给大家每人点上了一杯奶茶。 洛行例外, 两杯超大好的, 将其放在洛行办公室桌上, 李凌峰笑道, 洛行, 你的奶茶, 你小子会来试啊, 带上简历, 跟我去分行办入职。 拿上简历等的入职资料, 李凌峰和洛行出了支行门口, 你会开车不? 对, 洛行停下了脚步, 愣了一下。 哟, 新奔驰, 是我们支行员工的吗? 洛行开玩笑道, 嗯, 这是我车, 洛行。 洛行回头看了眼李凌峰。 洛行, 你车停哪? 我去开过来。 李凌峰道, 洛行摁了下手中的钥匙, 奔驰旁边的老旧雪铁龙啾啾了两声, 两人相互对视了下。 最终, 还是李凌峰开上自己的奔驰, 带上洛行一起出发去了分行。 只是洛行一路无语, 似乎不怎么开心呢? 由于提前打好了招呼, 加上洛行的吉利宝剑, 李凌峰并没有遇到多大阻力。 在分管领导和人力资源简单地做了面试后, 便办理了入职手续, 签了实习合同。 回程的路上, 洛行一欧的心情才稍稍好些。 对李凌峰说道, 事情已经帮你办了, 日后的转正就看你自己了。 说这句话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我事情完结了, 那钱没得退了。 日后能不能留下来, 这得看你自己的造化。 对了, 洛行, 我自己的存款算业绩吗? 李凌峰问。 洛行甚是出奇, 点了点头。 算啊, 怎么? 你自己也有存款啊? 不多, 几百万吧, 离一千万还差些。 扣除上次还给林旭东的钱, 以及曲线拿给洛行的十万块。 现在李凌峰账上还有3913724元。 洛行? 刚刚好起的EO心情现在更加EO了。 很快, 李凌峰入职就给自己存了300多万做业绩的事情, 便在执行。 李传开了, 甚至还一度传到分行领导耳朵里。 第019章, 曾经的会长。 哎, 你听说了没? 当入职的那个亮仔给自己存了300多万做业绩。 执行茶水间, 四十出头的老员工云姐对另一名年纪相仿的新姐说道, 他们正是早上晨会盯着李凌峰目不转睛的两人。 哪还用听说, 柜台个人业务窗头的小妹早就跟我说了。 新姐笑着回道, 是真的吗? 云姐问, 那还能假? 小妹亲自给那亮仔开的卡, 看着她把钱赚了过来。 云姐流露出了羡慕的眼神, 要是我有300多万就好了, 还上什么办啊? 真当你有300多万的时候, 可能你就不这么想了。 300多万存利息高点的定期, 或是买点薄本理财, 一个月光利息也上万, 还做什么? 这不300多万现成摆在哪? 那你去拿下它。 新姐调侃道, 反应过来的云姐白了眼, 没个正经。 谁知新姐坦坦荡荡地说道, 要是我现在没结婚的话, 指定扑上去多金又帅气的小伙, 打着灯笼都难找。 指不定活还好, 这年轻精力旺盛的。 新姐还补了剧, 听得云姐心痒痒, 自己四十出头了还没嫁人, 不就希望等得合适的。 不将就。 可你说, 她能喜欢年纪这么大的腰? 云姐担忧? 这个你怕什么? 有些人还就喜欢年纪比自己大的,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被新姐这么一说, 云姐心里瞬间有了几分底气, 自信的神情跃然于脸上。 云姐自身姿色还是不错的, 未经人适合, 生育的她一直保持高挑的身材, 只是年龄大了, 让她失去了年轻的那份自信。 真有那新科得抓紧点, 我看小妹谈起李凌峰, 眼神都发光。 新姐提醒道, 说到这, 云姐不禁面露了一丝愁容, 那么优秀的小伙, 谁不想要呢? 十下政府行长都出去见客户了, 其他客户经理也忙着自己的事情。 代李凌峰的森科丢给了她一份贷款业务操作归程后, 就再没人管她了。 不过, 这业务港本就是相对自由度较高的工作。 李凌峰看了两眼操作归程, 眼皮视直犯困。 这玩意, 要是有一两单的业务实操, 还不滚瓜烂熟, 哪用的照看? 拿起手机看了眼时间, 差不多也快到中午饭点。 于是, 李凌峰对坐自己身后的森哥说道, 我出去下, 森哥, 森哥点了点头, 中午要报你餐吗? 各支行的用餐都是分行饭堂统一调配的, 所以要吃饭得提前报餐。 不用了, 我在外面吃。 说完, 李凌峰便拿起手机和车钥匙准备出门。 门口刚好碰见了云姐, 李凌峰礼貌地打了声招呼。 云姐重新细审了一下李凌峰, 确定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心中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开上车, 李凌峰禁止来到了林旭东上班的人力资源公司, 拨通电话道, 出来吃个饭啊, 在你门口。 几分钟后, 林旭东上了车, 顶了双黑眼圈。 要不要这么拼命额, 领多少钱的工资心里没点球面? 李凌峰砍道, 最近公司收了一批人头, 赶着做派遣资料, 那些厂都等着用人呢。 李凌峰摇摇头, 你们这些吸血鬼, 这人力资源中介都是要在每个人头上抽成的。 就是说, 那些人头越拼, 命干活, 中介抽成就越多, 钞票如雪花般飞进他们腰包里。 哪行哪业不吸血? 你有看到靠供着员工赚钱的吗? 林旭东对回道, 行了, 不跟你扯这些, 我们去哪吃? 李凌峰问, 前面有家新开的面馆, 还不错, 说好来, 谁买单? 你呀昨晚半夜起来给你做简历, 请我吃顿面很过分吗? 不不, 那是两码事。 李凌峰赶紧摇头道, 老子买单, 行了吧。 得到林旭东确切的答复后, 李凌峰方才启动车子离开。 年轻人脾气不要那么暴躁, 这样怎么成大事呢? 李凌峰一副圣贤上线, 林旭东, 对了, 你工作怎么样? 林旭东现在才想起来问, 挺好, 就是缺点存款, 你不用看我, 这个我还真帮不了你。 林旭东道, 没说让你存钱啊, 叫你公司在我们之行开个护过过账, 我要有那权利, 还用得着熬夜做派遣资料, 早做独立办公室了, 你说你, 混了的那么些年, 啥也不是。 林旭东, 打人不打脸啊, 喂? 不过也不稀罕, 你那破公司能有几个流水? 林旭东, 够了, 老子要下车, 别啊, 给你介绍了个妹子。 李凌峰赶紧说道, 并把车门给锁死了, 免得这小子半路跳车, 听到妹子二字, 林旭东犹豫了几秒, 再次安安静静地坐了起来。 那, 先给你看下照片, 合不合适? 说完, 李凌峰给林旭东看月姐的那张18岁照片, 林旭东左右端向了一下, 就差心里没乐出花了, 极力地摁住自己的笑容, 别老什么人都推给我, 我也不是那随便的人。 哟哟, 不要那我推掉好了。 我? 看林旭东那一副极样, 李凌峰, 行了, 都给你约好时间了, 今晚七点。 我可告诉你, 这个你要是把握好了, 没准能少分都二十年, 就是。 就是什么? 林旭东忙问道, 嗨嗨, 去了你就知道了。 下午, 待在支行的李凌峰, 经过脑海的一盘算, 似乎有了些眉目, 也不多待, 起身就出门去。 摇了摇头, 这才第一天就坐不住了。 离开支行的李凌峰, 回到住处隔壁的那一家网咖, 毫无悬念, 翘臀的黄毛美眉依然在哪。 这里一直都是大本营, 见李凌峰笑盈盈地过来, 黄毛美眉下意识赶紧转过去, 护住了翘臀。 干啥? 又想吃老娘豆腐啊? 李凌峰, 知道, 你还躲起来干嘛。 几天没见, 给个试试, 还那般Q弹部。 李凌峰, 你浑蛋。 一番嘴嗨过后, 李凌峰收起来了玩世不恭的姿态, 认真道, 有件事, 想找会长你帮下忙。 黄毛美眉一脸的疑惑, 曾不见你李凌峰开口求人啊, 今天是怎么了? 什么事? 黄毛美眉还是不敢放松地, 护住自己翘臀。 第020章, 啥家庭条件啊? 这是, 请你喝奶茶, 走。 李凌峰笑道, 怎么, 想泡我啊? 李凌峰? 原本鼠标按键声嘈杂地往他, 瞬间安静下来, 大伙纷纷抬头望了过来, 都想看一下是谁那么大胆, 竟然敢炮他们的会长, 看什么看, 还不赶紧准备接下来的帮战, 不想拿任务奖励了是不? 黄发美眉霸气地吼了一句, 整个网咖嘀叠叠答答的键盘声又回来了,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职业玩家, 就指望拿任务奖励过火。 我喜欢喝喜茶。 黄毛美眉转头对李凌峰说道, 咦? 想起了众人的一片吁吁声, 两人出了网咖, 对面不远处就是喜茶店, 要了两杯各自喜欢的口味, 来到一处角落位置坐下。 你说得找我帮忙, 不是帮喝一杯喜茶吧? 那么简单的是, 我自己来就行了, 哪用得着劳房会长你? 李凌峰摇摇头, 别老叫我会长, 我有名字的, 陈亚新。 陈亚新不说, 李凌峰还差点忘了这一名字了, 都是随网咖里的众人叫他会长。 其实陈亚新长得还是挺不错的, 身材也好, 鼠上成的那种, 就是那一头的狮子发让他显得特别的非主流。 当年90后的沙玛特不过如此, 说, 到底什么事要我帮忙啊? 陈亚新吸了口奶茶, 李凌峰有点后悔了, 这种欠人情的事还真不好开口。 见李凌峰没有回话, 陈亚新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眼神几分的惊恐, 不会是真要我当你女朋友吧? 李凌峰一口柠檬茶喷了鸡米远, 别误会, 姐, 你虽然很漂亮, 但你这造型真不是我的菜。 陈亚新, 我好歹也是个工会会长, 追我的人大把了去, 这李凌峰不敢否认, 毕竟这独特造型风格的审美是一代人的所爱, 就是想找你帮忙拉点存款。 存款? 陈亚新一脸的好奇。 是啊, 现在不找了份工作, 在银行做业务经理, 这转正得完成任务指标。 你找了工作? 陈亚新满是吃惊的表情, 李凌峰点了点头, 难怪这段时间都少见你来网咔了, 原来跑去上班了, 干嘛这么想不开, 躺着不好吗? 我要吃饭的, 姐, 李凌峰苦笑了一句, 叫你跟我一起玩游戏又不肯, 那转得比你打工都多。 得了, 你们那没日没夜的通宵, 我可受不了。 再说, 我对那玩意也不感兴趣, 那你就对上班感兴趣。 陈亚新反问道, 我? 说白了, 还不是你自己浪, 网咔呆你了想换个环境, 你就当我是浪了, 反正现在我想求上进了, 行不行? 行, 陈亚新点点头, 你那任务指标多少啊? 一千万存款, 不过现在我解决了三百多万了, 李凌峰停顿了一下, 剩下的缺口想找你问问身边的亲人朋友, 能不能存点? 之所以会找到陈亚新帮忙, 是因为李凌峰知道他是这条山甲村的土著, 最近这边到自建房拆迁改造, 每家每户兜里多少都揣着点拆迁款, 更别说还有每年的分红那些了, 只要陈亚新肯点头帮忙, 李凌峰相信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这个人情算是欠下了, 陈亚新听后没有过多的反应, 只是简单的回了句, 缺口也就六百多万, 用不着找他吗? 李凌峰? 陈亚新望了一眼李凌峰, 我就有六百多万啊, 嘴里的柠檬茶再次喷出了鸡米圆, 咱们不开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了, 我真有, 说完, 陈亚新打开自己的手机银行, 给李凌峰看了眼里面的账户余额, 李凌峰点了一下数字, 足有八百多万, 惊恶的李凌峰倒吸了口凉气, 知道网卡里是卧虎藏龙之地, 没想到藏了这么一只凤凰, 你哪来的那么多钱啊? 李凌峰不解的问, 玩游戏赚的呀? 李凌峰? 当然, 也有一些是爸妈平时给的零花钱, 一直都没用放着, 陈亚新解释道, 你一个月零花钱多少啊? 二, 三万吧, 看我爸妈的心情给, 刀信了给多点, 惹他们不开心就会少些, 啥家庭啊? 这是, 李凌峰胆慨了一句, 要是我有这家庭条件, 还不玩出花来, 那走呗, 随我去开张卡, 紧接着李凌峰一脸的谄媚道, 等等, 我可还没答应你呢? 李凌峰热疹的心瞬间凉了一半, 不能啊, 凭咱俩的交情, 不就洒洒水的事情? 陈亚新白了眼李凌峰, 谁跟你有交情了, 平日里竟是欺负我, 我那不都你玩的吗? 谁让你囤那么有弹性? 你? 陈亚新气得哼了一声, 当你不是不可以, 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李凌峰狐疑地看了眼陈亚新, 为了完成任务指标, 不得不点了点头, 什么条件? 只要不是太过分的, 我都可以答应你, 不过分, 一点都不过分, 陈亚新微微一笑, 做我的男朋友, 李凌峰听后不觉菊花一锦, 再次看了眼他的满头狮子发型, 这网卡里那么多帅哥, 你为啥要选我啊? 陈亚新满脸的不屑, 那些雕毛哪有你长的帅气? 李凌峰点了点头, 那倒也是, 你放心, 不是要你真当我男朋友, 需要的时候假扮一下就行吗? 陈亚新说清楚道, 干嘛好好的, 要我假扮你的男朋友? 还不是我爸妈催得紧, 生怕我嫁不出去了, 陈亚新一脸的烦闷道, 李凌峰摇摇头, 有这家庭条件, 还担心自己女儿嫁不出去, 这父母也是够操心的了, 以陈亚新这条件, 这长相, 嗯, 在弄得正常点的发型, 放出去还不抢着药, 不过这有钱土著的择序条件怎么样, 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不会是自己这样的穷酸小子, 李凌峰心里道, 一切好说, 这怕是得立个字句, 不要转脸就不认了, 陈亚新起个心眼, 李凌峰, 上次你答应加入我工会的事, 就没做到, 陈亚新补了一句, 第021章, 可能谈恋爱了吧, 将卖身器签订, 陈亚新这才起身, 跟李凌峰去制行开户, 陈小姐, 这是我们店特意为您准备的, 一位年轻小伙店员小跑过来, 递给陈亚新一杯鲜艳的奶茶, 上面还飘着一层诱人的奶盖, 谢谢, 陈亚新轻声道谢, 客气地接过奶茶, 看得李凌峰一脸的莫名其妙, 你另外再买了一杯吗? 李凌峰问, 陈亚新摇摇头, 人家送我的, 李凌峰凝神皱眉, 难道这喜茶店的老板, 也喜欢你这款金毛黄发? 你拿什么表情? 陈亚新白了眼李凌峰, 不是, 人家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送你奶茶啊? 李凌峰不解地问, 他店租我们家的呀, 这是多么平平无奇的一句话, 李凌峰瞬间石化在哪, 走啊, 你还愣什么? 陈亚新催促道, 李凌峰跟了上去, 你家除了这间门面, 还有其他的吗? 有啊, 对面几间也是, 李凌峰看了眼不远处的网咖店, 你该不会告诉我, 那网咖店也是你家开的吧? 那倒不是, 就说嘛, 李凌峰点点头, 我堂弟开的, 握入了一半的股份, 陈亚新接着轻描淡写地说了句, 李凌峰回头看了眼陈亚新, 你压得在你家网咖混了那么久, 也没给我个优惠折扣, 要不咱们别演了, 我真做你男朋友吧? 对了, 咱家里还有多少账的店铺, 我帮你算下, 要是漏了一间两间的收租, 那可不好。 带着陈亚新重新回到支行, 由于他的那独特发型, 瞬间成了全场的焦点, 刚好洛行也从外面见客户回来, 一眼看见陈亚新, 整个人说不出的兴奋, 忙上前客叨叨叨, 你好啊, 陈小姐, 万分有幸来到我们支行, 这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谁知陈亚新并不怎么鸟他, 只是尴尬地笑了一下, 洛行也不愧是老江湖, 面不改色, 继续产媚招呼, 要不进办公室做, 我给您泡茶, 做业务这一行, 要脸是做不成的, 很多时候, 钱是跪着赚, 陈亚新摇摇头, 不用了, 我办完事就走, 说完便回头看了看李凌峰, 洛行产媚的脸变为好奇, 向李凌峰问道, 陈小姐你带过来的, 李凌峰点点头, 是啊, 这不完成转正任务指标吗? 洛行随即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 呃, 呃, 你们认识, 李凌峰也是好奇, 认识, 怎么会不认识, 上次, 我们还去拜会过陈小姐的父亲, 洛行回道, 拜访他父亲, 李凌峰更是一脸猛圈了, 这下洛行也不明白了, 这陈小姐不女朋友吗? 他爸爸干什么的, 你不知道? 竟在这桩, 想到这洛行就没好气, 但只能憋着, 鬼知道这李凌峰背后, 是不是又有什么大佬? 我们赶紧把事情办了吧。 陈亚新赶紧转移话题, 似乎也不想李凌峰了解他太多, 李凌峰领着陈亚新来到VIP理财市, 洛行特地给安排了一位同事对接服务开卡, 办好后, 陈亚新给赚了七百万过去, 剩下的留给他自己玉纸菱花, 入职仅一天时间, 李凌峰便完成了自己的转正指标, 这让李凌峰的身份在支航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烟雾, 成了茶余饭后之谈。 大伙纷纷猜测, 李凌峰一定又是哪个附加公子哥? 这让云姐更是心动了几分。 临下班, 办公室里的月姐左右端向着镜子中的自己, 生怕有一点梳理的不好。 虽然做足了准备, 但她心里还是不免有些慌乱。 毕竟这么久没跟男人交往过了, 不知道会不会生疏了些。 收拾好东西, 月姐从办公室离开。 走在廊道上, 众人纷纷错愕地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不约而同看向月姐。 月姐, 金, 今天起来化妆了? 总经理手中的文件更是掉了一地, 认识她这么久, 头一次见不一样的她。 路过总经理身旁的月姐将地上的文件收拾了起来, 重新放到总经理手上。 谢, 谢谢。 总经理不知错失地回了一句, 月姐微笑了一下, 转身离开了公司大门, 深藏公寓名。 虽说月姐年余四十, 但是本身底子好, 稍稍装扮一下还是风韵犹存。 只是平时没在乎打理自己, 加之又苛刻严厉, 所以大伙对她的印象停留在了另一个层面。 但不得不承认, 她做管理确实有一套手段, 这也是总经理器重她的原因。 女人当男人使用, 同样愕然的林小宁来到韩雪莹身边, 巧声道, 今天月姐是怎么了? 韩雪莹低头一笑, 谁晓得可能谈恋爱了吧? 谁那么猛? 竟然看上了她。 韩雪莹? 还不是李凌峰那别独子聊的火? 不知道她兄弟林徐东能不能撑得住。 等下一起去吃饭, 约了几个同事。 林小宁道, 韩雪莹摇了摇头, 不了, 那李凌峰还在家等着我做饭吗? 说到李凌峰, 林小宁心里蹬了一下, 毕竟背着自己的闺蜜做那种事, 心里多少有点。 心细的韩雪莹哪能没发现 林小宁的这位表情变化, 只是装作没事收拾着手头的东西。 好吧, 林小宁淡淡地回了句, 心里一想到那李凌峰, 便不觉咬了下嘴唇, 那骨子不甘的心愈发强烈。 这边下班回家的李凌峰 刚准备过去接韩雪莹, 便接到了林旭东的电话。 那个, 车能不能借我一下? 想起之前的那惨状, 李凌峰一口回绝, 没门。 靠, 你是不是这么不讲意见? 跟你有啥意见好讲的? 我和你很熟面。 林旭东, 说, 怎么样你才肯把车借给我? 李凌峰眼睛转了一圈, 今晚向我直播跟他的约会, 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变态? 我乐意, 李凌峰丝毫不让, 林旭东犹豫了片刻, 本就还指望着李凌峰中途之招, 便就答应了下来。 行, 不过得先说好, 开房的内容除外。 切, 你有那能耐开房再说吧。 李凌峰直接嘲讽道, 我, 不服气的林旭东反驳道, 若是我成功了, 怎么说? 你成功了, 我直播吃香。 李凌峰回了句, 你等着。 第022章, 吃瓜的一碗, 新河湾, 住处, 归来的韩雪莹在厨房忙碌着, 为李凌峰烹饪人间美食。 人生得意嫌妻, 服服何求。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还入得了闺房。 客厅沙发上, 闲来无事的李凌峰翻起了那本《猛男秘籍》, 又觉得口渴, 便顺手拿来茶杯喝了口粮开水。 一不小心将水滴撒在了那泛黄的侧叶上。 李凌峰于是用手去擦干净, 随水滴渗入, 页上竟颖献出若干文字。 惊奇的李凌峰凑前一看, 念叨, 猛男第一世, 具天地之灵气, 沉鱼丹田。 我擦, 这连修宪的内容都给串联了。 尼玛的, 盗版书真心伤不起啊。 等等, 那万一要是有效呢? 之前的那交易笔录不就是一一验证了? 李凌峰想到, 那为什么这本《猛男秘籍》, 前言不搭后语? 李凌峰细细一琢磨, 哎, 好像是那么一回事。 猛男, 猛男, 先富其财, 再强其身, 这才有小弟发挥的作用啊。 不然空有屈窍, 没有财富充实内心的灵魂, 哪有妹子会看得上呢? 总不能跪在富婆面前唱征服吧。 想通了的李凌峰脑海如打通了任督二脉, 瞬间灵光起来, 于是拿起水杯, 给泛黄的侧液渗入水迹。 不一会儿, 书中隐藏的文字便逐一显示出来。 李凌峰按着书中的提示开始打坐起来, 意念合一, 全身气息围绕意念而动, 逐渐下沉丹田。 丹田隐隐有闷热之事, 李凌峰顿时心中一喜, 成效显著, 更加凝聚会神。 几分钟后, 客厅响起了厚重的呼噜声, 事实证明, 盗版终究还是信不过。 韩雪莹来到李凌峰的跟前, 心疼地看了眼他, 第一天上班就累成这个样子。 要不是为了自己, 也许他还是个无忧无虑的浪子吧。 韩雪莹忍不住伸手抚摸了下李凌峰的脸颊, 温润细腻的清唇缓缓靠近。 李凌峰睁开了迷糊的眼睛, 怎么, 想占我便宜啊。 韩雪莹瞬间面红耳赤, 脸颊火辣辣的一片滚烫。 转念一想, 老娘可是你女朋友啊, 哪个地方碰不得? 顿时白了眼李凌峰。 李凌峰笑着一把抱过韩雪莹, 将其压在身下。 干嘛? 先吃饭, 等会菜都凉了。 韩雪莹提醒道, 被他这么一说, 李凌峰肚子顿时咕噜叫了一声, 看来也是道典了。 两人来到餐桌上, 韩雪莹给李凌峰盛了一碗汤。 哎, 你那兄弟林旭东有没有消息啊? 韩雪莹好奇地问道, 别提了, 那家伙说好给我看直播的, 发了条信息后就不见人影了。 李凌峰会气道, 借车这事再没下次了。 韩雪莹一脸的疑虑, 些许担忧道, 你说, 他会不会阵亡了? 李凌峰吸了口凉气。 你这几个意思, 月姐在我们公司可是出了名的男人婆, 会不会一言不合? 听到这话, 李凌峰心里凉了一半, 当初给林旭东看的可是月姐十八的照片。 这其中的误会也是存在那么一点半点的, 不会真的以拳脚相交吧? 汤都顾不上喝了, 赶紧拿出手机给林旭东去电话。 还没等李凌峰开口话说, 林旭东倒先急了, 刚, 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咋了, 你俩干起来了? 啊, 干起来了呀。 李凌峰顿心生内疚, 就该跟林旭东提前说明白的。 有没伤到哪? 干哪能伤到哪? 老子又不是腰不行。 干哪? 李凌峰猛圈道, 嗨, 先别说这些了, 赶紧先过来私前派出所捞我。 林旭东催促道, 那么严重, 还赶紧去派出所了? 一言难尽, 你先过来就是了。 李凌峰挂断电话, 神情凝重, 含血银芒放下手中的筷子。 两人风尘仆仆地赶到私前派出所。 警察同志, 我朋友涉嫌斗殴, 被拘了起来, 我是过来担保熟人的。 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林旭东。 警察同志调阅档案资料, 忍不住扑斥一笑, 你朋友没有斗殴? 啊, 那他说被拘在派出所了? 他是因为违反公序良俗被拘所里了。 警察同志解释道, 违反公序良俗? 李凌峰一时更加莫名。 你自己看, 警察同志将记录的档案资料递给了李凌峰。 李凌峰拿起一看, 被投诉人因在公共洗手间发生男女关系, 违反公序良俗。 这信息量瞬间在李凌峰的脑海炸了起来, 原来林旭东所说的, 干起来了, 是指这。 不该吧? 警察同志, 我那朋友平时遇见个女生都会脸红的不行, 哪有那么大胆? 李凌峰仍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那你就是在怀疑我们警察冤枉你朋友了? 警察同志笑道, 不, 不, 不这个意思, 你进去确认下是不是你朋友, 不就知道了。 李凌峰点点头, 领着韩雪莹走了进去, 只见林旭东和月姐一起坐在那长沙发上, 搭拉着脑袋。 来了, 在这签个字, 把保释金交了, 人就可以领回去了。 办理完手续, 李凌峰来到林旭东的跟前, 走吧, 还想在这过夜啊。 出了派出所, 李凌峰回头看了眼林旭东, 说说, 怎么回事? 林旭东拉紧月姐的手, 给李凌峰使了个眼色, 先把她送回去再说吧。 李凌峰看了眼羞愧的月姐, 紧挨在林旭东跟前。 好, 车停在哪? 还在那饭店。 回饭店取了车, 李凌峰开车送月姐回到住处。 走远了的月姐又返回头来, 对送她的韩雪莹道, 今晚的事, 放心, 保证不会在其他同事面前提起。 月姐笑着点了点头, 尴尬地离开了。 待月姐远去后, 韩雪莹嘴角狡黠一笑, 这个秘密我吃一辈子。 现在可以说说什么情况了吧? 车上, 林旭东挠了脑脑袋, 其实也没啥, 就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什么错误要到洗手间去犯啊? 林旭东, 你这不明知故问吗? 诚心的是吧? 那也不至于被抓到派出所去啊。 李凌峰不解, 这不被人堵门口了? 李凌峰? 第023章, 我不活了, 就不能去酒店开个房, 非得在那里削。 勤到农处时, 哪还等得及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李凌峰回头看了眼一副无辜表情的林旭东。 哥, 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也就才见面不到一个小时吧。 就算是干柴烈火, 也要点时间点燃啊。 你不懂, 他跟别的女人不同, 林旭东意犹未尽地回味道。 李凌峰? 这句话, 我咋听着那么耳熟? 你俩在说什么? 韩雪莹开车门坐上副驾驶位道, 再说他干的好事。 林旭东瞪了眼李凌峰, 韩雪莹随即毫不掩饰地笑了起来。 怎么, 这么光荣的世界还不许人说啊? 李凌峰道, 林旭东, 我? 行了, 没事就好。 韩雪莹仍是忍不住低头眼笑道, 后面的林旭东都尴尬地想找个洞钻进去。 这一下什么人设都没了, 好在只是李凌峰和韩雪莹两个人知道而已。 这要是给自己同事知道了, 还怎么活啊? 就在此时, 林旭东的手机铃声响起, 是同事小峰打过来的。 这么晚了, 还有什么事? 喂, 东哥, 我刚才刷短视频, 看到里面一个人好像你, 你没事吧? 啊, 视频我保存发你了, 你看下, 林旭东点开一看, 正是自己洗手间被围堵的画面。 我尼玛, 那个爱牵刀的王八蛋, 拍视频, 发网上去了。 喂, 东哥, 东哥, 被小峰唤醒的林旭东忙回了句, 看, 看错了, 长得像而已。 我就说嘛, 那个信号信号信号, 怎么会是我东哥? 是, 是啊, 我都一晚没出门。 那行, 那东哥你早点休息, 我把视频发群里, 让大家乐呵乐呵。 林旭东, 笑, 嘟嘟嘟, 还没来得及回话, 小峰那边就挂断了电话, 李林峰好奇地问道, 怎么了? 我不活了, 林旭东刹那间是梨花带雨, 把李林峰和韩雪莹给整猛了, 拿过林旭东的手机一看, 本想安慰来着, 却在旁边不道德地笑了起来。 好在视频并没有拍到女方月姐, 眼下之际, 唯有是打死都不承认了, 林旭东暗暗下决心道, 重新回到住处, 已是晚上十点多, 这回的饭菜早都凉透了, 好在回来的路上, 李林峰和韩雪莹两人顺带打包了份小龙虾, 客厅, 整上两瓶的啤酒, 就着小龙虾李林峰和韩雪莹对着起来,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看来你兄弟也不是什么好鸟。 李林峰? 说他归说他, 好好扯到我身上干嘛, 你做的坏事比他少啊? 韩雪莹反问道, 李林峰认真捋了一下, 确实不少, 我们还有什么场合没试过吗? 韩雪莹白了眼李林峰, 就差没出片了, 阳台, 我记得好像阳台没试过, 说完李林峰瞟了眼韩雪莹, 吓得他赶紧坐后了一个距离, 双手抱胸, 你想干嘛? 不接, 我们吃完再说, 李林峰甚是贴心的给韩雪莹包了一堆小龙虾, 你想都不用, 想, 我是不会答应的, 说完, 韩雪莹起身便准备离开, 不接受李林峰的不怀好意, 你这是去哪啊? 洗澡, 怎么也得把小龙虾吃完再去了吧, 太浪费了, 你慢慢吃吧, 李林峰看了眼茶几上的那盘小龙虾, 鲍鱼和小龙虾, 那还用得着选吗? 妈妈, 对面的哥哥姐姐在干嘛啊? 他们在为爱鼓掌呀,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怪不得妈妈每天晚上都跟妈妈这样, 即至凌晨三点, 李林峰躺在床上游, 精神万分, 兴许是之前在那沙发上睡了一段时间, 此刻睡意全无, 看着身边吊带睡衣半脱落的韩雪莹, 李林峰的手又开始不老实起来, 老实说, 这韩雪莹的皮肤就是嫩, 怎么玩都不会咽, 被李林峰聊得心痒痒的韩雪莹, 朦胧意识中抱住李林峰贴了上去, 又是一阵的翻云覆雨, 事后, 两人都精神万分地躺在床上, 完了, 明天肯定是要迟到了, 韩雪莹看了眼手机时间到, 反正都是要迟到, 算了, 韩雪莹放下手机, 再次翻身上来, 李林峰一脸惊恐的眼神, 还来, 物业管理处投诉电话被打爆, 第二天, 李林峰直接是睡到中午近十二点, 完了完了, 上班第二天就迟到了, 而且还是迟到一个上午, 李林峰赶紧洗漱完飞奔出门, 赶到支航时, 大家正零零散散地各自吃着午饭, 过来了, 吃饭没, 那里还有多一份饭, 副航长刘辉说道, 李林峰疑惑地看了眼, 我迟到了, 哪知副航刘辉压根就不当回事, 写个阴工外出申请就行了, 顿了会, 副航刘辉接着补了一句, 不过下次还是记得打卡, 打完卡干什么都无所谓, 后来李林峰才知道, 在银行, 只要你有资源, 能带来资源供着你都行, 拿上盒饭回到自己的卡座位, 李林峰拿起手机给韩雪莹发去了信息, 今天迟到了没, 怎么不喊我一声, 不一会, 韩雪莹回来信息, 迟到了, 别说了, 给了你两巴掌都没起来, 李林峰, 你经理月姐怎么说, 是不是被他叼了一顿, 没, 现在的他对我那是相当的客气, 那还不得感谢我, 得了吧, 差点给你兄弟玩托了, 说到林旭东, 李林峰差点忘了, 也该关心关心自己这个兄弟, 不说了, 我打个电话给他, 结束完聊天后, 李林峰接着拨通了林旭东的电话, 在干嘛, 今天请了一天假, 在家待着, 林旭东甚是颓废的语气, 你傻, 这个时候请假, 不正好对昨晚的光荣事迹不打自招了, 经李林峰这么提点, 林旭东顿是一个机灵, 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不说了, 我要去上班去了, 嘟嘟嘟, 李林峰, 正准备打开盒饭, 富航流回走了, 过来, 下午约了个客户, 有没兴趣一起去, 李林峰想来也是没什么事情干,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第024章, 洽谈客户, 清和实业, 李林峰做好登记, 将车开至场内的停车区, 两人下了车, 李林峰扫了一眼周边, 占地面积还挺大的, 大客户啊, 刘行, 李林峰朝刘辉说道, 刘辉一脸的无奈, 能谈下来才是大客户, 这清和实业, 他已经拜访过数次了, 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来到行政楼前台, 前台小妹甜美地问道, 两位是找谁啊, 李林峰看了眼前台小妹, 一身标准的行政职业装, 身材只能用挖塞来形容, 看一个公司有没有实力, 前台就很能反映出来, 我找你们向总, 刘辉说道, 有提前预约吗? 提前跟他电话联系过的, 好的, 请您稍等, 我这边确认一下, 说完, 前台小妹便打了个电话, 看其恭敬程度, 应该就是刘辉口中所说的向总了, 挂断电话后, 前台小妹甜美道, 您好, 这边请, 在前台小妹的引领下, 两人来到总经理办公室, 刚好一群人似乎在商议什么, 两人坐在茶几旁稍等片刻, 李林峰瞥了眼前面几人, 只见中间那位虽一头白发, 但双眼明亮有神, 端正的国字脸一看就是老干部, 这项总还挺有那气质的, 李林峰巧声对刘辉道, 你看错了, 李林峰? 旁边那位顶着个地中海秃顶的, 才是向总, 李林峰? 不敢置信地再看了一遍, 确定是地中海没错, 现在做企业都那么卷了吗? 李林峰下意识地摸了下自己头发, 幸好还在, 那中间的是谁啊? 李林峰问, 他老爸, 李林峰? 你说他哥我都信, 就是万万没想到是他爸, 看到左边那位二十岁的姑娘们, 刘辉眼神暗指了下前面那位端庄秀丽的女子, 李林峰跟着看了眼, 他女儿吗? 他老婆, 李林峰深吸了口气, 中式金钱乱了年纪, 赚钱的意义就摆在眼前, 任性, 哪怕你是一坨屎, 也会有鲜花插在上面, 因为鲜花也需要养分, 一群人仍在那叽叽喳喳地讨论个不停, 李林峰秀眉轻轻一皱, 看来这所谓的相总也并不太看得起刘辉, 让气干等, 尽管如此, 人群散去后, 顶着个地中海的相总, 还是表现得甚是热情地走了过来, 流行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啊, 李林峰点点头, 确实有失, 实在不好意思, 刚才你也看到了, 确实有些忙, 对不住了, 说完, 相总便在主位那太师已坐了下来, 假, 太假了, 李林峰看了眼他那狐狸啊, 哪里, 相总是大忙人, 能抽空跟我们喝个茶, 也是相当不错了, 刘辉客气回道, 显然, 他那身份的表情并不如洛行那般老练,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是副行长, 而洛天行是正行长的原因, 对了, 刘行今天过来找我有何贵干啊, 相总看似快人快语, 实则是相当的不给面子, 上来就明知顾问, 刘辉稍些尴尬, 但还是陪笑道, 这不快到年终考核了吗, 希望相总多多支持下, 相总没有急着回答, 而是招呼道, 喝茶, 喝茶, 这位小弟眼神啊, 瞥了眼李凌峰道, 哦, 这是我们杭新来的同事, 刘辉介绍道, 本意带李凌峰过来, 也是想碰碰运气, 看看李凌峰跟这相总有什么挂胳膊, 现在看来, 很明显的没有, 两人压根不认识, 这回大概率又是吃饼回去了, 刘辉心里暗道, 挺帅气的吗, 年轻人, 相总夸奖了一句, 跟你相比, 那还是有信心的, 李凌峰暗暗点头, 对了, 刘行, 你认识连胜的负责人不, 相总转问了刘辉一句, 刘辉脑海转了一圈, 微微摇头, 相总找他有事, 这不想着开拓一下跟连胜的业务往来, 希望有人能搭个线, 话已至此, 条件很明显了, 意思是你能帮到我联系上连胜负责人, 那就有得谈, 刘辉能当上副行长也是个明白人, 接下来的聊天中便不再提及业务支持的事情, 都是有一茶没一茶, 聊着不相干的事, 相互追捧, 十多分钟后, 刘辉自己先提出了离开, 相总客气地送两人出了办公室门口, 转身, 其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不见, 刘辉做得极对, 自己主动离开总比被人赶走强, 回去的路上, 刘辉嘴里一直在念叨着连胜, 估计是在想什么办法, 刘辉甚是看重开拓相总这条线, 因为他知道, 相总在其他行存放了几千万的货款, 那是一笔不小的业绩, 回到支行, 李凌峰先给刘辉在支行门口下了车, 然后自己再开进停车区, 在支行大厅站着的云姐, 一眼就看到了李凌峰那耀眼的奔驰车, 于是悄悄地走了出来, 刚好碰见李凌峰挺好位置下车, 见云姐过来, 李凌峰也是好奇, 开口便笑问道, 找我有事吗? 云姐, 云姐稍稍害羞脸红了下, 没事, 等会下班后, 你是直接回家吗? 云姐接着问道, 李凌峰点点头, 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就回去了呀, 那我能不能坐你的顺风车? 可以呀, 李凌峰想都没想, 就硬了下来, 顺路的是, 对了, 你住哪呀? 李凌峰问道, 江玉华府, 李凌峰? 这梯乃是顺风车呀, 一个南极, 一个北极, 星河湾跟江玉华府在S市的东西两端, 这是要跑废的节奏啊, 你怎么了? 是不舒服吗? 脸色那么难看, 嗯, 那有点疼, 那要我帮你揉揉吗? 云姐急忙问了一句, 李凌峰万分惊恐地看了眼他, 那表情, 傻得可爱, 两人回了支行后, 云姐心情甜美地在洗手间里对着镜子左右梳理了一下, 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他要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办公区, 李凌峰在自己的卡座位坐下, 限离下班时间也快了, 等打个卡, 就可以融入大海, 无拘无束, 等会过来接我吗? 韩雪银发信息道, 李凌峰拿起一看, 差点把这是忘了, 便回道, 今晚接了个顺风单, 可能接不了你了, 第零二五章, 回去吧, 他一定在家等着你, 低你个头, 送同事回家, 男的女的哦, 女的, 过夜的那种吗? 李凌峰眉头都拧成一条线了, 老子好歹也是你男朋友, 能有个做人女朋友的样吗? 我闺蜜也想约你一起吃饭, 时间来到了五点三十分, 李凌峰相当按时地打了卡, 在车上等云姐, 不好意思, 让你就等了, 云姐匆匆赶来, 刚才洗手间, 他又检查了一遍自己, 江玉华府, 李凌峰语音输入导航系统, 恰逢下班晚高峰, 那断断续续的红线铺满全程, 李凌峰看了眼需要时间, 两个半钟, 想想都有点心塞, 本来自己二十多分钟就可以回家的, 一路缓慢的驾车前行, 云姐坐在副驾驶位置, 漠不出声, 兴许是害羞, 亦或是紧张, 无聊的李凌峰打破沉寂, 好奇问, 云姐是每天都这样来回吗? 云姐摇摇头, 不是, 我在这行附近买有房, 平时住呢? 哦, 那现在就是回爸妈家看看了, 云姐还是摇摇头, 现在去的江玉华府也是我买的房, 许久没去了, 过去看看, 李凌峰, 这一天是半点都聊不下去了, 那怎么不买辆车呢? 李凌峰接着问, 我晕车, 哦, 整个车身在马路中央瞬间抖动了一下, 李凌峰赶忙提醒道, 旁边有袋子, 快快, 放心, 我自己备用, 月姐提起展示了一下那已沉甸甸的袋子, 李凌峰, 欧下滑线哦, 幸好云姐只是一时的晕车, 并不长久, 吐出来之后就好很多了, 空调的清新香味也淡化了车内的气味, 不好意思啊, 让你看笑话了, 云姐一脸的窘迫道, 没事, 晕车又不是什么稀奇事, 李凌峰淡然一笑, 对了, 云姐你见人了没? 云姐脸一红, 还没, 是吗? 看你年纪也不小了呀, 云姐这次没有回话, 而是选择了沉默, 李凌峰用余光撇了一下云姐, 虽然一身身材保持良好, 可是终究是上了岁数, 脸上岁月的痕迹还是若隐若现的, 为了缓解尴尬, 李凌峰继续闲聊道, 云姐, 你全名叫什么呀? 都还不知道呢, 梁诗云, 你可以叫我诗云, 这名字不错呀, 李凌峰夸赞道, 你, 你他女朋友了吗? 云姐细声的问了句, 这话, 李凌峰都不知怎么回答, 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 目前在谈的一个, 云姐听后愣了下, 脸上明显的几分失落, 随即微笑道, 他很不错吧, 李凌峰点点头, 只能用无可挑剔来形容, 有时我都甚至不相信, 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云姐, 这我也不知该怎么跟你说, 总之跟他在一起, 很舒服, 看着李凌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云姐知道, 他找对人了, 不知为何, 现在云姐反而敢去更加轻松了, 一种难以言说的宁静, 他知道, 属于自己的归处还在远方, 靠边停车吧, 啊, 李凌峰甚是疑问, 不过还是听从云姐的安排, 缓慢靠边停车, 云姐下了车, 对车内的李凌峰微笑道, 谢谢你, 回去吧, 他一定在家等着你, 云姐说完, 朝李凌峰挥了挥手道别, 拦了一辆低时离开了, 李凌峰目送着其离去, 笑着摇了摇头, 有些人到了这年纪还未嫁娶, 要么是自身出了问题, 要么是一直在坚守那传说中的美好, 李凌峰并不是纯爱战士, 但爱情是他唯一不敢取笑的东西, 回到星河湾, 以八点出头, 李凌峰一进门, 趴在餐桌的韩雪莹便起身笑道, 你回来了, 看着满桌丝毫未动的饭菜, 李凌峰感觉心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卡在里面, 你干嘛不先吃饭, 李凌峰开声道, 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想着等会你了, 你不教我过夜的吗? 李凌峰上前一把搂住韩雪莹的小男腰, 是不是胖了些? 韩雪莹笑着问道, 有吗? 我看看, 说完, 这手便开始测量起韩雪莹的腰围来, 呀啊, 韩雪莹躲避道, 嗯, 比以前确实有点点大了, 韩雪莹一脸的惊慌, 看向李凌峰, 那该怎么办? 李凌峰一个坏笑, 没事, 我帮你减减肥, 说完, 一把抱起韩雪莹, 放在餐桌上, 别, 把饭菜弄撒了可不好, 说完, 韩雪莹下来, 移出一张椅子, 双手撑在椅子上, 沉腰翘起风臀, 那还等什么? 只觉昏天暗地, 从餐厅到阳台, 再从阳台到客厅沙发, 最终, 两人双双尽兴兴地瘫卧在了沙发上, 许久, 韩雪莹才稍稍清醒, 趴在李凌峰的胸口上, 哎, 有没发现, 最近你好像又生猛了许多, 是吗? 我不一向如此, 李凌峰笑道, 不跟你开玩笑, 说真的, 那可能是因为心情好吧, 李凌峰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难不成还能是因为练了那猛难密解, 行了, 起来吃饭吧, 我去把饭菜热一下, 韩雪莹强撑着酸软无力的双脚, 一步一步艰难地移动, 自开始起, 听到动静的隔壁大姐, 就开始打表计时, 蒸蒸两个半钟, 听得心里痒痒的她, 怀着一腔春情来到房间, 却看到此时的王哥已然呼呼大睡, 鼻鼾吵得震天响, 妈, 我睡不着, 爸爸的呼噜声太大, 吵到我了, 隔壁房间的娃儿走过来睡意朦胧道, 大姐走上床去, 接连踹了两脚, 最后不解气的她再补了一脚, 直接将王哥给踹到了床底下, 走, 妈妈带你睡去, 说完便抱起儿子去了隔壁房间, 许久, 床底下醒来的王哥摸了摸头, 甚是疑惑, 我什么时候睡到地板上来了, 哎呀, 这全身怎么有点疼, 老婆, 老婆, 我这痛风病, 好像又犯了, 王哥喊道, 吃完饭, 李凌峰来到阳台点上一根烟, 给这碗风来一口, 也不知那林旭东今天下午过得怎么样, 李凌峰想起来道, 我看月姐今天下班, 又收拾得漂漂亮亮出门了, 李凌峰, 第026章, 我要加大杯的, 这个话才刚落音, 只听见丁的一声, 手机屏幕弹出两则信息, 就是那摔载林旭东发过来的, 一张酒店房间的照片, 后面带着一句话, 你就等着直播吃翔吧, 李凌峰烟都掐了一半, 他娘的, 忘了昨天是谁把你从局里捞出来的, 又是谁, 给你介绍这妹子的, 还亏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个没良心的家伙, 紧接着又是林旭东的一道信息, 我怎么感觉这赵月不止18岁啊, 李凌峰, 不可能的, 他说他是18岁, 你再看清楚些, 看很清楚了, 下坠得厉害不挺, 尤其刚才卸了庄后, 就更不像18岁了, 心虚的李凌峰赶紧回了聚, 再开车不聊了, 你再问清楚下, 在跟谁聊天啊, 韩雪莹问, 林旭东, 他应该跟月姐在一起吧, 怎么有空理你, 又被派出所抓去了, 那倒霉, 他说月姐卸了妆, 不像18岁, 扑痴, 韩雪莹没忍住笑了起来, 他是不是傻啊, 这还用得着卸妆后才看得出来吗, 谁让你们女生那粉底抹的跟逆子粉刷墙一样, 照片又是磨砂美颜照片, 谁说的, 我就没用过啊, 你那是天生丽质, 就你那嘴甜, 韩雪莹上前搂住李凌峰的脖子, 李凌峰与他来了的额头亲碰, 两人的笑语响彻阳台, 你今天上班都在干嘛啊, 韩雪莹唯一在李凌峰的怀里问起, 跟我们的副行长去见了个客户, 可惜没谈成, 他问我们认不认识连胜的负责人, 连胜, 那个电子厂吗, 是吧, 你认识, 韩雪莹摇摇头, 我不认识, 不过他们跟我们有业务往来, 我们老总跟他们很熟, 真的, 那能不能让你们老总搭个线, 李凌峰惊喜问道, 我们老总肯定不会理我了, 平日都没几个照面, 不过, 不过什么, 月姐倒是可以帮下忙, 我们老总对月姐很是看重, 有她出马, 保不定能说得动, 李凌峰低头沉思了一会, 要从月姐身上下手的话, 眼下林旭东就是很好的突破口, 如今正式情到农时, 怎么也会给她面子吧, 酒店又接力了一把的林旭东, 躺在床上大口地喘着粗气, 这次是第三回了, 旁边的月姐面如红潮, 不得不说, 年轻人就是好, 尤其是像林旭东这种刚见世面的年轻人, 在心领域探索上更是有用不完的经历, 几分钟后, 渐渐恢复体力的林旭东, 转头看了眼身边的月姐, 刚好此时, 月姐也睁开了眼睛, 两人相视一笑, 月姐拿过手机, 一看时间已是深夜十一点了, 于是起身道, 我该回去了, 孩子还在家等着我, 林旭东一脸惊恐的表情, 不可置信道, 孩子? 是啊, 以前聊天的时候, 我不是告诉过你, 我有孩子的吗, 你说不介意? 林旭东? 以前聊天那会都是李林峰空的盘, 他哪知道啊? 哦, 哦, 为了不露出破绽, 林旭东只能勉强地应了句, 随即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 今年多大了? 月姐一脸莫名地看向林旭东, 四十啊, 这不以前都高, 做过你的吗? 林旭东? 啊, 你个挨千刀的李林峰, 还等我说是十八, 现翻倍都有了, 你今天怎么了? 月姐好奇地问道, 林旭东忙摇摇头, 没, 没, 是不是刚才动作太大, 给整迷糊了? 月姐低头笑道, 林旭东? 月姐也是没想到, 自己竟然还能再遇见这等的嫩小伙, 原以为生活就这么过了, 欣慰之余再次翻身骑了上去, 还未回过神来的林旭东, 望了一眼月姐, 理性和欲望之间, 她选择了后者, 毕竟月姐虽说年余四十, 但那身材绝对还是有诱惑力, 清晨, 李林峰早早地过来直行打了个卡, 没有什么事情的她, 开车找到了林旭东, 两人在就近的奶茶店选了个位置, 你忘我, 我忘你, 都等着对方扫码下单, 最后还是林旭东忍不住, 扫了码, 要喝什么? 百香果宁吗? 谢谢, 加大杯的, 下单的林旭东, 在大中小选项之间选了个小的, 要是还有超小杯的话, 相信林旭东会毫不犹豫地选他, 找我什么事啊? 面对林旭东的发问, 李林峰眉头一皱, 没事就不可以找你了吗? 你有在没事的时候找过我吗? 李林峰想了一下, 还真没有, 这次找你还真有事, 啥事? 有件事想找那赵月帮想忙, 你给说说呗, 李林峰贼笑着道, 不好意思, 这帮不到你, 几个意思? 分了, 分了, 李林峰不敢相信地看了眼林旭东, 昨晚还在一起, 你弄我弄, 现在跟我说分了? 对, 分了, 林旭东再次说道, 这好好的咋分了? 你还好意思说, 人家不光年龄四十岁, 连小孩都有了, 你跟我说十八? 面对林旭东的质问, 李林峰眼神左右闪烁, 不过就年纪大了些吗? 那小孩呢, 怎么说? 自知理亏的李林峰只好劝解道, 又不是让你跟他结婚, 计较这些干啥呢? 不结婚, 我跟他谈恋爱干吗? 让两个寂寞的心相互碰撞, 彼此安慰啊。 林旭东, 你说的那么有道理, 我该怎么反驳? 你以为我是你啊? 那么不知廉耻, 玩弄女人放心。 对对, 你高尚, 你圣洁。 李林峰点头夸赞道, 先生, 你们的奶茶? 这时候店员端了两杯奶茶过来微笑道, 暂时中断了两人的争论, 纷纷喝了口各自的饮品。 对了, 刚才说哪儿了? 李林峰抬头问道, 求赵岳帮忙办事。 呃, 那我等你的消息了。 李林峰吸了口百香果柠檬。 我尽量试试吧, 不一定保证能行恶, 不请你再卖力一些嘛, 请到高处还不是你说了算。 林旭东不入耻地含笑了下, 点点头, 那倒是。 是毕临走, 李林峰看了眼自己手中的百香果柠檬。 你确定是给我点的加大杯的吗? 确定, 确定, 走了, 林旭东催促道。 第027章, 满满的诚意。 跟林旭东分开走后, 李林峰本计划回支行的半路接到徐夏录的电话, 叫过去一起吃饭, 今天休假在家做饭。 于是, 李林峰调转方向, 朝徐夏录的住所驶去。 车还没开进小区, 李林峰左右盘算着, 好歹也是去人家家里吃饭, 要不要买点水果呢? 算了, 买个避孕套吧, 也许还能用得上。 这笔带水果上去, 有诚意多了。 将车停放在地下停车区, 李林峰找寻着出口方向。 这是在哪栋来着? 李林峰自我问道, 地下室手机信号又特差, 信息许久也没发出去。 李林峰左右探路, 门即将关闭之时, 李林峰一个箭步上前摁住。 豪彩赶在了最后一刻。 电梯上, 一群的人, 一个可爱的小妹妹盯着李林峰看。 李林峰还特地扮了个鬼脸逗他玩。 哥哥, 你的一次性手套到了。 地上红色套装的DUROX分外耀眼, 电梯内一群人的目光, 起起看向李林峰。 啊, 哦, 夏华仙哦。 妹妹, 你看错了, 这不是哥哥的。 李林峰生平第一次觉得这电梯是那么的慢。 来到徐夏璐住处, 房门是指纹锁, 徐夏璐还特地为李林峰录了个指纹。 虽然这是李林峰死活要求要的。 屋内, 徐夏璐正在厨房忙碌着, 桌上摆着几盘精致的成品菜。 这让李林峰相当地吃惊, 跟徐夏璐相处的那段时间, 可没见过他会做饭。 当年唯一炒的一份蛋炒饭还是生的, 就是直接放大米加鸡蛋炒的那种。 幸好放的油不够, 不然就差点炒成了爆米花。 李林峰来到厨房门前, 这是转性了还是吃错药了? 徐夏璐回头白了眼李林峰, 过来搭把手。 李林峰过去帮忙拿着盘子, 徐夏璐将锅里的菜捞进盘子里。 不要说还真有模有样一副大厨的神态。 OK, 我们吃饭吧。 徐夏璐高兴道, 餐桌上两人相对而做。 你还没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呢? 怎么好好学起做饭来了? 徐夏璐低头一笑, 炖了许久才道, 我交男朋友了。 李林峰? 那你是不是叫错人来吃饭了? 徐夏璐抬头看了眼李林峰, 眼神是那么的真诚。 这是我的第一次做饭, 我想让你是第一个迟到的。 李林峰甚是怀疑的眼神, 你是想拿我做试验品吧? 徐夏璐美好气地瞪了眼李林峰, 你爱吃不吃, 顺了口气后才又对李林峰道, 你知道的, 我从来没对一个男生动过情, 除了你。 女生的第一顿饭, 天知道他花了多少时间去学习研究。 这对女生来讲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 怕是丝毫不亚于他的第一滴血。 李林峰看着徐夏璐手上那包裹着的止血贴, 心里几分的愧疚。 于是拿起筷子, 夹起其中的一道菜, 放进自己嘴里, 细细嚼了起来。 味道怎么样? 徐夏璐万分期待地问道, 只见李林峰面部在短短几秒钟时间内 变换了十几种表情。 最后顶不住的他, 拿起跟前的那碗汤, 就是一通狂饮。 噗, 混含了十几种味道的, 汤水直接喷在了徐夏璐脸上。 啊, 你干嘛? 徐夏璐赶紧拿起纸巾擦拭自己的脸庞, 同时喊道, 李林峰。 此刻圣诞条命的李林峰绝对有理由相信徐夏璐就是在poo at自己。 什么第一次做的饭要给自己最重要的人吃, 老子信了你的鞋, 这就是在拿自己当试验品。 擦拭干净的徐夏璐看了眼奄奄一息的李林峰, 有那么难吃吗? 说完便亲自尝了一口。 喝tui, 徐夏璐眉头皱成一条线, 是难吃了一点。 姐, 你那是叫难吃了一点吗? 那简直是要人命啊。 李林峰深有感受到, 那怎么办? 我那么辛苦, 忙碌了一上午。 泄了气的徐夏璐顿时眼眶红润起来, 一股压抑的情绪再也没有了限制, 眼泪忍不住地流下来。 见此, 李林峰的心仿佛被什么刺痛一般。 他知道, 徐夏璐也不过是想维护住那份曾经的纯真。 其实吧, 也没那么难吃。 李林峰微笑着夹起盘里的菜往自己嘴里放, 憋着气咀嚼咽下去。 看着李林峰的那番迥样, 梨花带雨的徐夏璐破口一笑。 上前一把抱住李林峰, 我也想像他那样给你做饭。 说完, 疯狂地亲吻起李林峰的驳梗, 两个激烈的灵魂再次碰撞了在一起。 但彼此就像两颗不同轨道的行星, 交汇之后一终将回到各自归处。 对了, 还没告诉我你这位男朋友是做什么的? 值得你为他学习做饭。 李林峰与AP锦号34与AP锦号34, 你这每次找的条件都不赖啊? 那自然是, 你是最穷的一个。 李林峰, 不过却是活最好的那个, 可能是因为穷吧, 精力都往那方面使了。 李林峰, 欧下化线欧。 还好, 总归没有一无是处。 徐夏璐扑斥一笑, 轻轻掐了一下李林峰的胸口。 怎么办? 肚子有点饿了。 李林峰摸着肚皮说道, 没有吃饭, 刚才用那么一番的强烈运动消耗, 徐夏璐自然知道。 要不, 出去我请你吃点东西。 李林峰低头看了眼徐夏璐, 手不自觉地抓了一把, 道, 不用那么麻烦, 我去煮点面条一起吃吧。 徐夏璐的眼里一阵欢喜, 好啊, 不一会, 两份热腾腾的面条端放在了客厅茶几上, 每份面条上还铺着一个圆圆的荷包蛋。 徐夏璐随手拿起衣物掩盖住胸前便坐了过来, 还是原来的味道, 徐夏璐美美地缩了一口。 你这煮面的水平是一点也没下降啊? 徐夏璐夸赞道, 你也是啊, 那做饭的水平一点没长进。 嗨嗨, 徐夏璐被呛得连咳了几下, 刚怀念你点好, 怎么现在又那么惹人厌了? 吃完赶紧走吧。 缓过来的徐夏璐道, 李林峰? 面材刚吃完, 就准备砸碗了。 徐夏璐白了眼李林峰, 再不走, 我男朋友就, 快回来了。 第零二八丈, 事情给你办好了。 收拾东西出了门, 李林峰来到电梯门前廊道。 刚好电梯门打开, 从里面走出了一位三十出头的男人。 一身西装笔挺, 头发胶的赠光瓦亮, 一副成功人士模样。 李林峰不觉留心多看了一眼, 只见男人朝着徐夏璐防号走去。 我擦, 幸好走得及时, 避免了一场男人间的决斗。 爱是一道光, 绿得你发慌。 李林峰赶紧迅速地进了电梯, 多一秒钟的逗留, 都是对爱情的亵渎。 刚好下班时间, 李林峰转头看了眼李林峰。 你酒量怎么样? 今晚陪一下客户? 男的女的。 洛行? 女的。 是这样, 我喝酒有个毛病, 就是酒后会忍不住小女人。 洛行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还是我自己来吧。 走远后, 身后的刘灰对洛行笑道。 那小子鬼扯话, 你也相信? 人家不愿意去, 干嘛要非逼他? 洛行顿了顿。 哎, 你说女客户喝多了, 也会不会想男人? 刘灰。 这就是今晚你亲自去的原因。 打完卡的李林峰给韩雪莹打去了电话, 本会要过去接你下班吗? 如果你不想我挤公交被人占便宜的话, 就过来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能不去吗? 对了, 本会顺道送下我闺蜜。 林小宁? 除了她, 还有谁? 你心可真大。 行, 等我, 一会就过去。 挂了电话, 李林峰转身离开制行。 百祥公司楼下, 李林峰按照往常的惯例, 将车停在路边等待。 韩雪莹和林小宁出奇的准时下来, 往常都是要等上一段时间。 今天怎么那么迅速? 李林峰笑问道, 韩雪莹一脸的开心, 因为月姐早早就离开了呀。 听到这, 李林峰心里知道, 搭线的事情八成是稳了。 韩雪莹上了车, 身后的林小宁看了眼李林峰。 李林峰笑着打了声招呼, 上车吧。 林小宁回忆温柔一笑, 坐到了车后座, 要不先去吃个饭吧。 李林峰提议道, 可以啊, 小宁, 看向林小宁。 哦, 我不去了, 你们吃吧, 我回去还有点事情要做。 好吧, 韩雪莹坐正来, 那我们走吧。 路况不是很好, 车多拥堵, 走成归宿。 李林峰只觉旁边那辆车很是熟悉, 于是趁着红绿灯的间隙靠了过去。 放下车窗一看, 是洛行。 李林峰挥挥手打了个招呼, 见他没有回应, 于是摁了下喇叭, 吓得洛行手中的手机从车窗掉到了外面地上。 眼见不妙的李林峰赶紧拉上车窗, 趁着绿灯一脚油门过去。 前后两轮不偏不倚地压在了手机屏幕上, 看着满是稀碎的手机, 洛行一脸呆住。 反应过来后, 李林峰在后视镜里看到他那满嘴的国粹, 怕是祖上十八代都给问候了遍。 刚才那人你认识吗? 韩雪莹好奇地问。 不认识啊, 我只是提醒他手机掉地上了。 韩雪莹点了点, 幸好有。 你提醒, 不然手机掉了多闹心的一件事。 李林峰, 呃, 与AP, 警号34, 与AP, 警号34。 送林小宁到楼下, 道别后, 看着林小宁上了楼。 楼市自建房, 专门用来出租的那种, 可别小看了。 就这单间, 在S市都能租到上千元。 难怪林小宁一直想找个条件好的, 谁想一直待在这艰苦的环境。 李林峰驾车离开了城中村, 路上依旧那么拥堵。 如今这路上的车辆, 就跟当年的自行车一样。 我们去哪吃啊? 李林峰问, 随便路边吃点吧, 别破费了, 就我们两人。 这还没结婚呢, 就这么替我省了。 韩雪莹看了一眼李林峰, 我是怕要我出钱。 李林峰? 这么无耻的事, 我能做得出来吗? 还少吗? 我可都记在本里, 等哪天分手了, 这些都得算明白。 所以, 你把你闺蜜推过来, 就是为了分手算这笔数。 韩雪莹白了眼李林峰,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推闺蜜给你? 你不知道, 你闺蜜挖你墙脚面, 还让我送她? 韩雪莹转而诡诀的一笑, 那你动心了没? 暂时没有, 但以后就不知道了, 我拒绝老二也不答应啊。 我宁愿你身体出轨, 也不愿你精神出轨。 怎么说? 李林峰好奇地问道, 你身体出轨了, 我洗洗还能用, 可要是精神出轨了, 那又怎样? 韩雪莹别了别嘴, 那我就再也找不回你了。 李林峰? 晚上, 激情过后, 两人躺在床上各自玩着手机, 李林峰偷偷瞄了一眼韩雪莹的手机屏幕, 竟然是在看武术总纲, 不解的李林峰多嘴问了一句, 你这是学防狼术吗? 韩雪莹摇摇头, 有你在, 我还防什么狼, 有比你更大只的狼吗? 那倒也是, 那你看武术总纲干嘛? 学习武术啊? 干啥? 确保我能打得过你, 等哪天你要走了, 就折断你的腿。 李林峰顿赶后背一阵发凉, 那我现在也跟着练海池吗? 你不有猛男秘籍吗? 看待去, 这两个家的技能点不一样啊, 我总不能让老二去面对你的真道真枪嘛, 那我就在折断你第三条腿, 就在两人口争之间, 林旭东打来了电话, 这么晚了, 还找我有啥事? 李林峰疑惑道, 电话接通后, 只听见那边一脸的得意道, 事情给你办好了, 真的? 李林峰脸上顿时一乐, 还得是东哥你出马才行, 假使要是没办成, 是不是就得叫刁毛了? 心里没点逼书面? 你? 李林峰道, 好歹也是出了不少历史, 现在还没完全缓过来呢, 这怎么说? 面对林旭东的妖功, 李林峰眉一皱, 这样, 把你, 林旭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欣喜的僵, 满怀期待地等待着 与赵月两人接下来的深夜甜点, 半个钟后, 当林旭东看到面前那两份 齐齐整整的牛鞭和牛欢喜后, 你大爷的, 李林峰? 酒店走廊里传来了林旭东的怒吼, 把杂物间的宝洁大爷和阿姨给吓了一跳, 盲提上裤子纷纷走了出来, 待确定是没有任何事情后, 玄哲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几分钟后, 嗯, 味道还不错, 你也来试下, 林旭东意犹未尽地再加了一口, 对赵月说道, 赵月也是浅尝了一口, 连连点头, 抛开单纯的偏见, 仅从口味上来讲, 也是一绝, 不过还是做得不太地道, 林旭东点评道, 赵月露出一丝的不解, 这明明已经很好吃了, 咸酸菜炒牛欢喜, 这些定律来的吗, 都没有咸酸菜的, 说完, 林旭东再次拿筷子翻了一下, 确定是没有, 嗯, 赵月点了点头, 无用的知识又增加了一点, 今晚不要回去了吧, 林旭东道, 啊, 吃完这么补的东西, 你走了我怎么办, 赵月脸颊一红, 犀声道, 我, 我考虑一下, 凌晨三点, 赵月起身回头看了眼熟睡的林旭东, 并未期盖好被子, 穿带好衣服, 拿上包包, 最后再看了眼林旭东, 赵月便转身离去, 孩子, 对于一位母亲来讲, 是永远的羁绊, 不管他在哪里, 在做什么, 街道上的车辆不多, 在一亮亮的过往中, 天色渐渐泛白, 星河湾, 那熟悉的闹钟铃声暗时响起, 今天甚是奇迹, 李凌峰也跟着韩雪莹一并起身, 你干嘛, 上班啊, 看着李凌峰起身下床, 韩雪莹仍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今天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吗, 韩雪莹盘起了自己的长发, 等会洗漱方便不沾水, 去撮合一单业务, 就昨晚林旭东睡来的那单, 扑痴, 韩雪莹忍不住一笑, 白了眼李凌峰, 人家好歹也是在帮你, 还这么说人家, 这很辛苦他吗, 他那些存货不用, 不得靠手解决, 韩雪莹, 两人起身来到洗漱台, 拿起各自的洗漱用具接水, 靠过去一点点, 韩雪莹要求道, 李凌峰看了眼自己这边空间, 没位置了, 往哪靠啊, 谁让你屁股那么大, 用的时候, 你怎么不嫌大呢, 没办法的李凌峰, 只好再往墙边挪了挪, 让韩雪莹靠过来一点, 还是觉得有点挤得李凌峰于是提议道, 要不你站前面, 我在后面, 这样不就宽敞多了, 韩雪莹转头看了眼李凌峰, 好像有道理, 两人换了位置, 一前一后, 相互看了眼镜子中的对方, 各自一笑, 最好的情侣莫过如此, 不仅在精神上互通愉悦, 还能, 哎, 你干嘛呀, 会迟到的, 赶时间冲下楼的两人, 迅速上了车, 都怪你, 明知道要上班还在闹, 又死鬼那么迟久, 白夏那么早起, 看似在抱怨, 韩雪莹却是一脸满意的笑容, 搞得李凌峰还以为在夸赞自己, 没办法, 实力摆在那里, 将韩雪莹送到其公司楼下后, 李凌峰便赶去了支行, 在上副行长刘辉会和清和实业的向总之后, 一起到达了约定的地点, 连胜, 此刻, 赵岳和他的老总已先一步到达境里面了, 为了这次的多方座谈, 赵岳还是花费了不少口舌, 才说动他老总帮这个忙的, 毕竟十余年的得力干将了, 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在月姐老总的大力撮合下, 清和实业和连胜的座谈十分融洽, 竟还当场就定下了一单的业务往来, 这全然超出了向总的预想, 激动地拥抱着对方负责人, 当下表态保证质量的100%优良率, 最后, 由向总坐东请大伙去饭店吃个午饭, 也算是庆和清和实业和连胜的强强联合, 三巡过后, 李凌峰看着各自趴窝的几人, 一脸的不屑,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此时在场还清醒的, 除了李凌峰就剩下女性了, 月姐在照看着她的老总, 向总老婆在照看她, 连胜负责人则是其秘书在照看, 至于自己的副行长刘辉, 李凌峰将手指凑进其鼻尖, 嗯, 还有气, 还活着就成, 想自己照看, 没门, 李凌峰起身, 旁边的月姐看见赶紧走了过来, 你去哪, 没喝多吧, 看了眼月姐关心的模样, 李凌峰笑了笑, 放心, 还行, 李凌峰顿了下, 不过这次, 谢谢你, 月姐, 眼里的那份真诚, 是骗不了人的, 赵岳愣了一下, 随即微笑道, 小事, 谢啥, 李凌峰点点头, 你照看好他们吧, 我去洗手间一趟, 离开后, 李凌峰来到洗手间, 洗了把脸, 这下更加清醒了, 去放了把水后, 李凌峰重新回到饭桌前, 这回连胜的负责人已经稍稍清醒, 一眼看见了李凌峰, 行啊, 李经理, 小小年纪就如此海量, 连胜负责人夸赞道, 哪比得上贾总您, 李凌峰笑着来到连胜负责人贾总身边, 手里还拎着半杂胡的酒, 贾总忙摇摇手, 下午还要上班, 别过头了, 李凌峰看了眼他那两抹腮红, 说得好像现在能上班一样, 不过李凌峰也不劝酒, 这玩意风险高, 这贾总比向总强, 不光生意做得更加大, 关键还没突顶, 旁边的秘书也不赖, 领口处一片雪白, 看了眼李凌峰, 那妩媚样, 魂都给勾去了几分, 李经理这是看哪啊, 贾总的话让李凌峰回归了视线, 贾总接着说道, 李经理, 我第一眼看见你就挺喜欢的, 李凌峰顿时菊花一锦, 眉头一皱, 我可没有为业务现身的精神, 别误会, 我不是那个意思, 贾总笑道, 我看你是个人才, 有没兴趣考虑过来我这, 李凌峰玩味一笑, 没有回答, 自己才刚进农商行不久, 当我是三姓家奴的吕布吗, 也我可是千里走单旗的官员, 对农商行的一片赤胆忠心, 天地可见, 低头一句, 那薪酬黛玉怎么说, 贾总拍了下李凌峰的肩膀, 近来无责任底薪两千八百, 绩效另算, 放心, 这只是刚开始, 后面晋升的空间很大, 李凌峰点点头, 当年电子厂招工的时候, 也是这么说的, 第零三零章, 你就是我的星辰大海, 替得吕布同董卓, 还封了个温侯, 两千八百你, 就想拉拢一位官二爷, 滚犊子的玩意, 哪怕在家多两千, 也好说啊, 见李凌峰完全不感兴趣, 贾总笑道, 不急, 你慢慢考虑, 这是我的名片, 欢迎随时联系, 转身, 李凌峰便将名片丢进了垃圾桶, 直到事后, 李凌峰才了解到, 他那边计较工资打底一万块起步, 可惜那张名片, 已经进了垃圾中转战了, 散戏后, 李凌峰电话叫洛行派人过来, 将刘晖拖回去, 当他看到来人是梁诗云时, 整个人傻眼了, 云姐, 怎么是你, 其他人呢, 出去的出去, 忙的忙, 就我一个人比较有空, 所以被叫过来了, 梁诗云也挺是无辜, 自己这个月的理财指标都还没完成呢, 又要过来处理这些琐事, 那些行里的自来客户部都得让新杰抢完了, 没办法, 李凌峰只得一起帮忙, 和云姐把刘晖扶下楼去, 我也是醉酒的人啊, 怎么不见有人来关心我呢, 李凌峰还特地给两人拦了辆出租车, 确保两人安全上车离开后, 这才叫的代价, 直接回了住处, 李凌峰躺在沙发上, 稍稍休息了一会, 再次醒来之时, 已是精神万分, 李凌峰严重怀疑, 金钟五喝的是勾兑酒, 没多少乙醇含量, 恢复精力闲来无事的李凌峰, 随手拿起沙发上放着的猛男秘笈, 照着上面的说明练了起来, 因为记得, 上次就是练了这特别好入睡, 半个小时后, 李凌峰非但没有一丝的睡意, 反而全身的燥热, 只感觉一股莫名的力量, 就要裂体而出, 不行, 李凌峰意识到得赶紧释放这股力量才行, 不然, 看了眼时间才下午三点多, 这会李寒雪莹下班还有段时间, 等不及他了, 总不能冲到他公司去吧, 燥热再继续, 整个丹田如火灼, 焦急的李凌峰于是起身敲响了隔壁大姐的门, 当看到是李凌峰时, 隔壁大姐甜甜的一笑,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不, 不是, 你, 你要干嘛? 等等, 我自己来, 啊, 两个小时后, 头发凌乱的隔壁大姐一脸恍惚, 刚刚经历了什么, 只觉天崩地裂, 现在想起来还一片红红火火, 恍恍惚惚, 不过这感觉是四十年来从未有过的飞爽, 上天的那种, 想到这隔壁大姐不觉害羞的咬了咬嘴唇, 像急了个小姑娘, 这次的知识交流比上次收获更深, 摇摇头叹了口气, 对王哥的愧疚又多了几分, 但一想起他那小孩也不是他轻生的, 心里又释然了, 至少我还没做得太过分, 李凌峰来到浴室, 舒舒服服地洗了个凉水澡, 现在的李凌峰感觉是一身的轻快, 这状态怕是能碾压伯尔特, 洗完澡出来, 李凌峰来到沙发上坐了一会, 只听见背后一阵的开门声, 不用想都知道, 韩雪莹下班回来了, 李凌峰起身上前迎接, 只见韩雪莹手上拿着一束鲜花, 哪个男的送你的, 帅吗? 李凌峰问, 韩雪莹笑着看了眼手中的鲜花, 漂亮吗? 李凌峰嘟了嘟嘴, 一般般, 怎么? 吃醋了? 韩雪莹看了眼李凌峰调戏道, 我有啥好吃醋的? 是吗? 那我怎么闻到了一股那么酸的味道? 看着李凌峰不说话, 韩雪莹将花捧在手上, 递到了李凌峰面前, 送给你的, 生日快乐, 李凌峰挣了一下, 我? 韩雪莹点点头? 嗯, 今天是你生日啊? 是吗? 李凌峰只觉生日这个词已经好遥远了, 最后的一次记忆停留在那年, 父母都还没分开的时候, 又也许, 那会早分了吧, 只是将就给自己过一个生日罢了, 不过, 那是李凌峰少数开心的时候, 因为只有那个时候, 他才能体会到家的感觉, 家的味道。 你怎么了? 韩雪莹好奇问, 没, 可能眼里进沙子了, 来, 我看看, 说完韩雪莹凑上前去, 趁李凌峰不注意一个亲吻上去, 李凌峰第一次僵在了那里, 韩雪莹害羞地低下了头, 我还给你买了礼物, 韩雪莹说着准备转身去拿礼物, 李凌峰一把紧紧地抱住了她, 谢谢, 韩雪莹同样伸手抱住了李凌峰, 眼神里尽是爱意, 喜欢和讨厌一个人, 眼神是不会骗人的, 正如紫霞仙子看至尊宝的那一眼, 也许你我都不曾拥有, 正好没关门, 哎呀, 一不留神走错门了, 说完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凌了还补上一句, 你们继续, 韩雪莹瞪了眼里凌峰,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哎, 好好的, 大麻路秀子, 救命啊, 隔壁大姐听着动静, 眼睛胆怯地闭了一下, 赶紧喝口, 汤压压惊, 随即接下来一阵阵低沉的喘息声, 又让她陷入了无尽的遐想, 这李凌峰, 当真了得, 大姐心中暗暗叹了句, 夜晚, 精神抖索的王哥碰了碰大姐的肩膀失忆, 随即等来了一句, 滚, 别吵着老娘我睡觉, 王哥, 咋今晚怎么变天了, 王哥摸了摸脑袋, 不甘心的他又试着碰了下大姐, 最后连人带被褥给扔了出来, 爸爸, 你这是干嘛啊, 爸爸在跟妈妈闹着玩呢, 对了, 今晚爸爸陪你睡怎么样, 不要, 我不想听你的呼噜声, 说完小王赶紧进门锁死了房间, 连带窗户都给关紧了, 在确认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后, 小王才安心地躺下睡觉, 你个死仔, 天生反骨, 无奈的王哥只好抱起被褥, 走向了最终的归宿, 沙发, 这边, 李凌峰每人在怀, 低头看了眼贴在自己胸口处的韩雪莹, 这周末天气不错, 我带你去观星台看星星吧, 韩雪莹用那修长的指尖在李凌峰胸口上画着圈圈, 都可以啊, 想了一会又接着说道, 其实去不去都无所谓, 你不想去看看星辰大海啊, 韩雪莹抬起头看了眼李凌峰, 道, 你就是我的星辰大海, 低领三腰张, 要不我把它换成你吧, 清早, 韩雪莹刚赶到公司, 屁股都还没坐下, 其老妈就打来了电话, 韩雪莹赶紧躲到屁镜处, 妈, 这么早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啊, 变化那边停顿了一会, 才道, 妈这些天想了又想, 还是不能答应你跟那李凌峰在一起, 妈, 听妈的话, 你那个李阿姨介绍的条件更好, 那李凌峰有什么啊, 连工作都没有, 她现在找到工作了呀, 在哪上班, 银行, 她工作可勤奋了, 昨天还见了的大客户, 韩雪莹卖力地解释道, 电话那头又是沉默了一会, 那也不行, 她有房有车面, 有啊, 上次去我们家不开一辆奔驰吗, 那是她的, 韩雪莹老妈没一皱, 咋还跟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那房呢, 总该没有了吧, 韩雪莹一愣, 没有说话, 这边她老妈脸上泛起得意的表情, 就不相信你还能买得起房, 那是哪啊, S是, 遍地黄金的地方, 有, 她有一套房, 韩雪莹老妈顿时将在那了, 你, 你别跟老妈开玩笑, 她真有一套房, 韩雪莹的语气变得平静起来, 那是她不愿提起的事情, 因为那是李凌峰不愿回去的地方, 这样, 过两天我去你们那地住些日子, 顺便给你们做做饭, 啊, 怎么, 不欢迎我过去啊, 不, 不是, 李凌峰一脸不情愿地回道, 现在的年轻人都追求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您不知道面, 您过来了, 我们还怎么放太晚啊, 韩雪莹内心里满满的独白, 李凌峰将车停放好, 看了眼时间, 嗯, 迟到了几分钟, 刚踏进支行门口, 只听见砰的一声, 吓得李凌峰差点当场就过去了, 还以为遇上劫匪了, 这地是21世纪啊, 只见漫天里花飘下, 众人掌声雷鸣, 李凌峰一脸疑惑, 这才来几天, 我应该还没那么快升让行长啊, 洛行隆重地走了上来, 厚重地拍了拍李凌峰肩膀, 行啊,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一出马就给支行拉来了这么大的单, 大单? 连胜, 清和实业都纷纷在我们支行开了对公户, 连胜进了3000万, 清和实业进了2000万, 洛行开心到唾沫多多飞出了一些, 至少比往常高出一倍的量, 李凌峰擦了擦脸颊, 没想到昨天下午发生了这么大事, 这时副行长刘辉也走了上来, 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凌峰, 不, 没有流行你的压场, 这业绩怎么能成, 虽然昨天中午他是第一个倒下的, 而且还是在第一杯的时候, 行了, 行了, 大家以后要多向李凌峰看齐, 争取把支行的业绩做大做强, 都上班去吧, 洛行对众人勉励道, 这样就完了, 李凌峰轻轻拉过洛行, 凑前道, 那继绍怎么说, 洛行一脸老狐狸狡猾笑道, 再说, 再说, 再说你妹啊, 我来打工就是为了赚钱的, 你当我是做刺杀啊, 众人纷纷散去, 李凌峰抬头无意间看见了刘辉和梁诗云对望了一眼, 直觉告诉李凌峰, 那眼神不对, 难道昨天下午我错过什么精彩部分啊, 两人含情默默地各自离开, 不留下一丝狗粮, 李凌峰来到自己的卡座位, 惊讶地发现桌面上多了一台电脑, 看来这有业绩, 待遇立马就上来了, 记得刚入职那会, 自己还纳闷, 怎么没个办公电脑, 是单位穷, 还是因为我不配, 命下开启键, 足足等了三分钟后, 电脑才打开, 这配置, 怕是比自己年纪还大, 估计不知从仓库哪个角落里搬出来的, 不过好过没有, 闲来无视的李凌峰于是玩起了电脑自带的, 纸牌小游戏, 恰巧落行出来拿点东西, 将李凌峰的电脑屏幕移过去了一些, 提醒道, 这边有监控视频, 小心被拍到, 这么温馨的领导, 很难让人不满意啊, 不一会, 洛行拿着崭新的未开松的手机和走了进来, 眼尖的李凌峰一下就看到了, 洛行换新手机了, 洛行脸一黑, 没好气道, 前天不知哪个王八蛋乱按喇叭, 害我手机掉地上了, 你知道吗, 那挨牵刀的竟然开车直接压过去了, 压过去了啊, 洛行咬牙切齿, 李凌峰, 貌似那个王八蛋正是自己, 就不能再用了吗, 你猜我为什么要买新手机, 呃, 与AP, 警号34, 与AP, 警号34,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嘛, 李凌峰安慰道, 老子那台也是刚买的新机, 李凌峰, 欧下花线哦, 洛行, 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情, 要出去一趟, 说完, 李凌峰脚底抹油, 躲避风头先, 月茶, 李凌峰和徐夏璐相对儿做, 有说有笑甚是欢快, 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是对情侣, 我要结婚了, 李凌峰惊讶地看了眼徐夏璐, 你俩才认识多久啊, 徐夏璐玩耳一笑, 看对眼了就行, 难不成还像年轻那会谈的三年五载的吗, 李凌峰点点头, 那倒也是, 关键人还多惊, 这么好的条件上哪找去, 打算什么时候摆酒, 怎么, 你要给我水里啊, 徐夏璐好奇道, 别了, 上次结婚为了给你凑份子钱, 差点把内裤都当了, 徐夏露白了眼李凌峰, 给我水里很过分面, 关键我不知道你下次还要不要再结婚啊, 李凌峰, 徐夏璐狠狠瞪了眼, 你就不能怕我点好, 李凌峰吸了口奶茶, 怎么说, 你也是我的前任, 你过得好我心里能平衡吗, 徐夏璐想了下是有点道理, 这气一下就消了下去, 放心吧, 这次我跟他是旅行结婚, 不用你嘴脸, 准备去哪, 李凌峰问, 瑞士, 那地方很美, 泽泽, 有钱人结婚就是那么朴实无华, 烧上我呗, 徐夏璐双手撑着下颚, 眼睛一转, 看向李凌峰, 要不我把他换成你吧, 第032章, 泼天的富贵, 嗨嗨, 一口奶茶差点没把李凌峰呛死, 忙拿起抽纸擦拭了一下衣服, 你刚才说准备去哪来着, 瑞士啊, 徐夏露一脸的莫名, 那小地方小国家有什么好玩的, 换我就不会去哪, 徐夏露白了眼李凌峰, 瞧把你吓的, 你答应我还不乐意呢, 李凌峰黑黑一笑, 不过话又说回来, 我要有他那条件, 哪还轮得到他娶你, 这话是对两人过往这段感情最好的定论, 徐夏露听后欣慰的一笑, 其实你也不差的, 李凌峰顺时来了兴趣, 想不到自己在徐夏露眼里还有可取之处, 哟, 哪不差, 某些方面还是独隐风骚的, 说完徐夏露目光往下移了几寸, 李凌峰菊花一景, 立马坐偏了几度, 躲开这炙热的目光, 徐夏露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且老娘上上下下哪个地方没伺候过他, 李凌峰, 那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豪迈啊, 徐夏露站了起来, 不在意地说了句, 祝福我吧, 接着道, 走了, 不再跟你扯了, 出来太久, 等下回去又要被经理说, 转身离开三两明月, 李凌峰, 以后如果不开心了, 记得来找我, 瞬间, 新野影视喜剧之王的背景音乐, Here you again, 响起, 对于徐夏露来说, 李凌峰的这句话无异于, 我养你啊, 徐夏露眼眶顿时一热, 幸福的眼泪滑落脸颊, 摇起嘴唇微微一笑, 我愿意做你柜子里的男人, 李凌峰自证腔员地说道, 脑海的音乐戛然而止, 握紧拳头的徐夏露深深吸了一口气, 那想刀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哎, 好好的你, 朝我扔包包干吗? 不, 不是, 救命啊, 顶着个黑眼圈的李凌峰站在马路边上, 看见一对争吵的夫妇, 女人不顾男人的苦苦哀求, 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开, 婚姻啊, 究竟给男人带来了什么? 依我看, 就是给平淡的生活添点赌, 让时间过得波澜壮阔一些, 李凌峰走过去拍了拍男人的肩膀, 安慰道, 看开些哥们没有什么砍过不去, 男人掩面而泣, 追悔莫及, 李凌峰继续安慰道, 这样的女人不要也罢, 兴许下一个更好呢? 对了, 你们俩什么原因吵得那么凶? 男人一把鼻涕一把泪, 他养了三条狗两只猫, 我都没说什么, 李凌峰点点头, 确实, 我也挺讨厌猫猫狗狗的, 可我就养了一只狐狸精, 他就吵着要跟我离婚, 你说这, 李凌峰, 吵准男人屁股就给来了一脚, 死渣男, 亮枪出去的男人回头看了眼李凌峰, 怒吼道, 你看吗? 这一脚是替你老婆踢的, 死渣男, 这时, 一只白色的小狐狸朝男人奔跑来, 李凌峰这声从没试过游跑得那么快, 甚至在马路边留下了一道残疑, 确定是那男人追不到的地方, 李凌峰这才安心停下来休息, 气都还没喘云, 就接到了陈雅兴的电话, 喘着粗气道, 喂, 找我什么事啊, 你怎么了, 被狗追啊, 比狗还猛烈, 一言难尽,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 按照我们之前的协议, 你要充当我的男朋友, 跟我一起回家, 陈雅兴道, 啊, 怎么, 你想违反协议啊, 我这就把农商行的钱转走, 别别, 我哪有说不愿意了, 那行, 我在老地方等你, 驾车来到网咖, 陈雅兴早早在门口等候, 李凌峰奔了下喇叭, 在车内与陈雅兴打了个招呼, 陈雅兴小跑过来, 很自然地坐在后座老板位置, 我可没买礼物啊, 李凌峰说道, 你就是最大的礼物, 只见陈雅兴意味深长的一笑, 看得李凌峰背后发凉, 这怕不是去闯龙谈虎穴吧, 李凌峰回头看了眼陈雅兴, 你坐在那里怎么给我指路啊, 陈雅兴想了一下, 好像是呃, 接着又下车, 重新坐到了副驾驶位置上, 走吧, 一路驾车来到村内老聚集区, 一间两层半的平房, 外面庭院花草雅致, 李凌峰不敢确信地再看了一遍, 就这, 陈雅兴点点头, 确认道, 没错, 就是这里啊, 这跟李凌峰想的完全不一样, 你这家庭实力, 怎么也得是个别墅吧, 江车挺好, 站在门前, 李凌峰看了看旁边那栋金碧辉煌的别墅, 再看他眼前清雅小院, 愣什么啊, 进来啊, 陈雅兴提醒道, 随陈雅兴进了院子, 里面竟然有一条自循环的小溪流, 急许鱼儿轻游, 一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正在饶有兴致地在喂鱼, 陈雅兴高兴地走了上去, 爽朗地喊了声, 爸, 男子回头一看, 高兴地把整包鱼饲料都给扔了进去, 惹得鱼儿抢食, 吃成了翻白菜水面, 哎呀, 我的宝贝女儿, 你终于舍得回来, 看一下你的老父亲了, 说完还用力紧紧拥抱着陈雅兴, 只见陈雅兴憋得一阵通红, 快呼吸不过气了, 爸, 男子这才放松下来, 正好瞥见了李凌峰, 这是, 我男朋友, 男子瞬间两眼发亮, 忙走了过来, 这就是我未来女婿啊, 你好, 你好, 李凌峰心里几分发毛, 真怕他一言不合, 巴掌拍过来, 陈叔叔你好, 两人来了个深情的握手, 哎, 怎么还叫叔叔, 叫爸, 陈叔及时更正道, 陈雅兴不乐意了, 别听我爸胡说, 叫陈叔叔就好, 陈叔连连点头, 听雅兴的, 听雅兴的, 好的, 陈叔叔, 对了, 你做什么的, 陈叔问李凌峰道, 银行上班, 银行啊, 不错, 不错, 我女儿的眼光还不赖, 就怕找个黄猫回来, 李凌峰, 在哪个银行啊, 我们本地的农商行, 李凌峰礼貌回道, 你等我下, 只见陈叔拨通了电话, 对了, 我们那2.73亿元的拆迁款, 不进工行了, 啊, 那放哪里, 放农商行那, 你明天去农商行开个户, 找我女婿, 李凌峰, 欧下华县欧, 等等, 这什么情况, 托天的富, 故意就这么一面来了, 李凌33章, 谦卑不醉的陈酒筒, 岳父在上, 受小婿一拜, 李凌峰双手作衣, 陈叔赶紧扶住李凌峰, 脸上那是一个满意镜, 这小子会来试, 哎, 你眼眶怎么黑了, 陈叔这才发现, 李凌峰顶着半个黑眼圈, 不过即使眼圈黑了, 依旧是那么帅气, 来来, 里面喝茶, 陈叔赶紧招呼道, 李凌峰, 这是满意到, 连缺点都给包容了吗, 不是, 这陈亚新是多久没带过男朋友, 回家了呀, 殊不知, 李凌峰是第一个陈亚新带回家的男人, 转头看了眼陈亚新, 咱爸也是性情中人啊, 陈亚新白了眼李凌峰, 别一口一口咱爸的, 我们只是假装的情侣关系, 你知道的, 假的也可以成真啊, 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对了, 旁边那栋别墅谁家的呀, 你亲戚吗, 那是我爸送我的18岁礼物, 李凌峰, 我生日这才过两天, 是不是也跟陈叔说一下呢, 李凌峰望着隔壁别墅无限遐想中, 快进来, 茶都得泡好了, 陈叔喊道, 哦, 来了, 茶室, 简约而雅致, 充满了古朴的氛围, 稍稍留心都能感受茶的香气和韵味, 李凌峰与陈叔相断作, 对茶不感兴趣的陈亚新则在旁边把玩着那茶虫, 来, 试试看, 绝顶缺蛇, 很难才搞叨叨, 陈叔介绍道, 李凌峰看了眼茶水, 淡黄中清澈透明, 散发着淡淡的幽香, 拿起细细抿了一口, 甘甜清爽, 嗯, 好茶, 入口甘醇, 不愧是上等雀蛇, 李凌峰点头甚是夸赞道, 那杯是我的菊花茶, 这杯才是你的雀蛇, 陈亚新提醒了句, 李凌峰, 菊花茶也是茶, 没想到贤婿也是好茶之人, 陈叔帮姐为道, 爸, 这八字都还没一撇呢, 别一口一口贤婿的叫, 陈亚新瞪了眼陈叔, 好好, 你瞧我这嘴, 看见喜欢的就藏不住, 陈叔笑道, 快出来餐厅吃饭吧, 饭菜都给弄好了, 这时, 近来一位与陈叔年纪相仿的妇人, 开声说道, 妇人肤色甚是白皙, 一看就知道平时保养得很好, 就是这身穿着, 朴实的不能再朴实了, 看肌肤容貌像这家的女主人, 看穿着像庸人, 一时拿不着调的李凌峰, 转头看了眼陈亚新, 那是我妈, 陈亚新妈妈笑着点了点头, 你就是欣欣的男朋友吧, 叫什么名字, 李凌峰, 阿姨叫我小李就好, 陈亚新妈妈上上下下里里外外, 仔细打量了一番李凌峰, 最后满意的笑道, 嗯, 不错, 比你爸当年帅多了, 你这话说的, 当年我也是村里的第一后生感, 陈叔不服气道, 行行, 知道你是这十里八乡的俊小伙了, 陈亚新妈妈这话多少有点敷衍, 好了, 我们赶紧吃饭去吧, 我都快饿死了, 陈亚新美好气道, 这有了好女婿, 感觉都没我啥事了, 来到餐厅, 众人围着桌子而坐, 陈亚新妈妈温馨地提醒道, 这些都是自家种的菜, 放心吃, 这陈亚新妈妈一看就知道, 是位贤良叔父, 都这家庭条件了, 还自己做菜做饭, 古, 子李, 继承着我国古典女人的优秀, 喝两口呗, 吃饭怎么都没酒呢, 陈叔道, 听到这, 李凌峰忙解释道, 开车了, 叔, 就不喝酒了吧, 那有啥, 等会我让司机师父送你回去, 盛情难却之下, 陈叔整了瓶茅台, 92年, 飞天的那种, 酒品即人品, 叔今天就测测你人品咋样, 说完, 陈叔倒满了两杯酒, 分给了李凌峰一杯, 上桌先三杯, 这是规矩, 来, 两人连着闷了三杯, 李凌峰只觉一阵唇香冲喉, 陈亚新连忙扯了扯李凌峰的衣角, 细声道, 你行不行啊, 哟, 这丫头竟然懂得护男人了, 都不见你关心下老爸我, 陈叔吃醋道, 陈亚新白了眼自己老爸, 谁不知道你外号陈酒桶, 千杯不醉, 就这傻小子, 才敢跟你碰杯, 陈亚新又气又关心道, 李凌峰, 欧夏华县欧, 你这来之前, 也没跟我说个明白啊, 不碍事, 喝醉了只有房间休息, 大不了就不回去了, 陈亚新妈妈笑着说了句, 把事情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其实他也想看看, 这李凌峰喝醉后是什么样子, 三巡过后, 陈叔抱着酒瓶, 道哥, 你挑着弹, 我牵着马, 唱完还拿起一旁的扫把当马骑, 高喊, 驾, 驾, 陈亚新妈妈和陈亚新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看看桌上东倒西歪的几个空酒瓶, 再看看旁边淡定的弹着烟灰的李凌峰, 这陈酒桶, 是败下阵来了, 陈叔骑完扫把还不尽兴, 拎着扎胡里剩下的白酒, 过来搂着李凌峰的肩膀, 哎, 今天我们结一位兄弟, 以后你管我叫叔, 我管叫你弟, 咱都喊个的, 看不下去了的陈亚新妈妈, 连忙过来扶起陈叔, 你喝多了, 我们先休息回吧, 我没喝多, 清醒得很, 没事, 凌峰, 等下叔带你去洗浴中心捏两把去, 陈叔甚是豪迈, 不过帅气没过三秒, 直接给拎着耳朵, 好啊, 你这是背着我去了多少洗浴中心, 你说, 被陈亚新妈妈的这一威慑, 陈叔顿时酒醒了几分, 咧嘴笑道, 开玩笑, 开玩笑的, 我看不像, 都说酒后吐真言, 这十有八九, 说的是实话, 陈亚新适时补刀道, 等会看我不收拾你, 陈亚新妈妈说完, 拿来一条热的湿毛巾, 给陈叔擦了把脸, 又给他倒了杯温水解酒, 少年夫妻老来伴, 纵使一辈子唠唠咳咳, 可该关心你的, 一见没落下, 李凌峰看得入神, 也许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 你干嘛, 不会也是要发作了吧, 陈亚新回头看了眼发呆的李凌峰, 李凌峰一笑, 从兜里拿出一个小方盒, 生日快乐, 陈叔, 你不是说没带礼物吗, 陈亚新不敢置信地, 看了一眼李凌峰, 第03四章, 吃饭不干活的家伙, 不止陈亚新, 陈叔整个人也是一愣, 拿起面前的小方盒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只雕刻精美的木制烟斗, 家根就不值几个钱, 但此刻见到这般的礼物, 却是两眼放光, 爱不释手地抚摸着他, 连连点头, 不错, 不错, 以致日后逢人便在其面前炫耀, 说, 这是我女儿男朋友送的见面里, 爸, 我也有件礼物给你, 陈亚新跟着得意地笑了一下, 陈叔抬头看了眼陈亚新, 除了凌峰, 你还带有其他的礼物啊, 接着又是一句, 什么礼物也比不上我这贤婿, 陈亚新, 你爱要不要, 说完, 将一个带子丢在了陈叔的跟前, 陈叔好奇地拿起一看, 是一条围巾, 不敢相信的眼神看向陈亚新, 你自己知道, 陈亚新委屈得点点头, 你都没良心的, 陈叔这近一百八十的大哥, 在这一瞬间竟然动容了, 两个眼眶止不住地打转, 爸, 你怎么了, 陈亚新心疼得到, 陈叔抹了把鼻涕, 爸高兴, 高兴, 给爸看看, 你这手伤到没, 说完, 拉过陈亚新的手指, 一个个细看, 生怕自己的宝贝女儿有一丝的刺伤, 李凌峰点上一根烟, 深深地吸了一口吐了出来, 此刻, 我那绝情的父母又在哪里, 饭后, 李凌峰在陈叔的庭院中闲停信步, 他没有诗情雅兴, 却也看得着迷, 可以看到, 陈叔为这个庭院花了不少的心思, 每一处的规制都恰到好处, 宛若水墨之境, 这时陈亚新也走了出来, 来到李凌峰的跟前, 今天谢谢你, 我爸妈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叔叔都休息了吧, 嗯, 我妈照看着他睡下了, 那我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李凌峰看了眼手机时间到, 你, 你不吃完晚饭再走吗, 陈亚新急忙问, 不了, 再吃个晚饭, 我就真得躺在这了, 李凌峰苦笑, 陈叔好歹是休息一阵, 等会龙惊虎猛的再跟他吹一瓶吗, 行吧, 陈亚新似乎有几分的恋恋不舍, 李凌峰眉头一皱, 我们是在演戏的, 你不会不知道吧, 知道, 知道, 陈亚新白了一眼李凌峰整一个木头, 对了, 这是得叔叔买礼物的小票, 回头记得转我, 哎, 你怎么走了, 几个意思啊, 回到住处, 韩雪莹已经到家了, 坐在沙发上似乎有一些的不开心, 抬头看见李凌峰回来, 哦, 饭菜都煮好在桌上了, 快去吃吧, 李凌峰进来看了眼韩雪莹, 怎么了, 工作上又不顺心了, 韩雪莹摇摇头, 自上次那件事后, 月姐都没在眼里过了, 那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吗, 李凌峰问, 我跟你商量的是, 你别生气啊, 李凌峰一脸肃然, 你在外面有汉子了, 韩雪莹一个抱枕丢过去, 老娘能是那样的人吗, 接住抱枕的李凌峰连连点头, 那就好, 有什么事你说, 我, 我们搬到房子住吧, 李凌峰一脸的疑问, 走了, 过来挨着坐下, 这里不好吗, 为什么要搬, 说完, 那时候又开始不老实了, 我妈说想过来跟我们住段时间, 这里一个房间不够住, 韩雪莹顺手将内衣取了下来, 方便李凌峰的手活动, 那我再租一个房子不就可以了, 干嘛非得搬家那么麻烦, 韩雪莹回头看了眼李凌峰, 有点胆怯, 我妈, 想住你那脸, 李凌峰愣了一下, 停止了动作, 收回了自己的手, 没事, 咱不住呢, 回头我就跟我妈说去, 爱来不来, 韩雪莹急忙说道, 抚摸了一下李凌峰的脸颊, 不想让眼前的她为难, 李凌峰微微一笑, 没事, 回头我过去收拾一下, 韩雪莹不敢相信地望着李凌峰, 你答应了, 我理解阿姨, 李凌峰笑道, 韩雪莹两个眼眶顿时湿润, 一把抱紧李凌峰, 谢谢, 啥女人, 跟我说这些, 眼眶湿润的韩雪莹两眼满满爱意地看向李凌峰, 李凌峰只觉这一刻的她, 更润, 这个挨牵刀的, 现在还没到七点就开始了, 剃的是河洞丽驴吗, 自己没本事就别在那瞎逼逼, 有本事你让老娘也非一次天啊, 次日清晨, 李凌峰一早来到支行, 大当经理见李凌峰进来, 忙营了上去, 你可算过来了, 李凌峰一脸疑问, 怎么了, 来了几个人, 非说要找你, 问什么也不答, 李凌峰菊花一锦, 怕不是昨天喘的那男人过来寻仇吧, 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 刚准备转身离开的李凌峰, 被大唐经理一把拉住, 哎, 你去哪呀, 客人在里边, 这时, 里面的几人听到动静也走了出来, 你就是李凌峰李经理吧, 眼见逃不掉的李凌峰稳住笑了一句, 正是在下, 各位找我何事啊, 为首的那人顿时喜笑颜开, 忙走上前, 伸出热情的双手, 李公子你好, 我是陈村长派过来, 开户入拆迁款的, Hat, 陈亚新他爸是村长, 难怪, 那么豪横, 这么说, 昨天喝的那几瓶飞天茅台不是假酒了, Fuck, 昨天那酒大部分给脚下的旺财喝了, 此刻, 家里陈叔正盯着他家的那旺财纳闷, 这狗都睡了一天一夜了, 咋还没醒, 试试鼻孔, 幸好还有气, 于是朝那狗脸狠狠地扇了的大嘴巴, 吃饭不干活的家伙, 狗子猛地一起伸, 这是哪, 我在哪, 我是谁, 当天, 李凌峰所在的支行, 再进了2.73亿元的拆迁款, 分行领导决定下支行调研, 点名要见李凌峰, 洛行办公室挂了电话, 眉头一皱, 这样下去, 我还要不要干了, 管他呢, 有钱赚就行了, 出来打工不就是为了钱吗, 现在有个财神爷送给自己, 何乐而不为呢, 要知道, 这里面的绩效奖励, 他是能分一大部分的啊, 想到这, 洛行立马翘起了90度的微笑, 凌峰, 凌峰, 看, 他像不像那条狗, 第035章, 领导立临支行, 茶水间, 李凌峰一脸深情地看着宝洁阿姨, 就帮帮忙吗, 你这个200块真搞不来, 外头都得收300, 300块, 我都能包他一天了, 这样, 再给你加50, 我真的很急, 阿姨摇了摇头, 你们银行员工工资那么高, 还跟我计较这180块, 谁跟你说, 我工资高了, 我这不也才刚进来, 咱们行吗, 我可听说了, 你给自己都存了300多万, 李凌峰没一皱, 行行, 300就300, 那现在来, 现在, 阿姨一把放下手中的清洁工具, 脱去那浅蓝色的工衣外套, 记得多带几条抹布, 我在外面等你, 李凌峰提醒道, 离开茶水间, 刚好碰见迎面来的云姐, 害羞地打了声招呼, 紧跟着后面副行长刘辉也走了出来, 李凌峰, 嗨嗨, 刘辉咳嗽了两声, 那个洛行他在找你, 管不了那么多, 带着疑问李凌峰来到制行营业厅找到了洛行, 看见走来的李凌峰, 洛行忙开声道, 这是去哪了, 找了你大半天不见踪影, 找我有什么事吗, 洛行, 是这样, 下午分行领导要下来, 我们制行调研, 你跟我一块招待下, 这是你自己搞定就行了, 我凑什么热闹, 下午还有事情要做呢, 人分行领导点名要见你的, 洛行强调道, 你就说, 我去见客户了, 亮仔, 你走不走啊, 门口宝洁阿姨喊道, 你见客户带宝洁去干嘛, 洛行不解地问, 那客户海鲜吃多了, 说想要尝尝和鲜, 洛行, 这路子玩得那么远, 眼见李凌峰跟宝洁离开了大门, 哎, 玉井花园, 宝洁阿姨看了眼那四房一厅上百平米的套房, 来了句, 刁牙咪之北, 又讲八十平, 李凌峰, 你说什么, 阿姨, 问候宇, 你不是说, 只有八十平方吗, 亮仔, 这里120都不止了, 八十平是产权面积啊, 我没说加上赠送面积, 宝洁阿姨, 你这没五百搞不来哦, 不说好三百的吗, 怎么又涨价了, 李凌峰道, 我也只是跟你说公食费啊, 没包含附加费在里面, 李凌峰, 我一天工资都没你赚得多, 李凌峰叹道, 那我不管, 没得五百块, 我就走人了, 阿姨坚持道, 行啊, 那我不送你回去, 李凌峰也是赌气, 我自己坐公交回, 说完拿起东西便准备离开, 好了, 好了, 真服了你, 五百就五百, 赌快动工吧, 阿姨斩出收款马, 先将工钱转我, 我怕你说话不算数, 李凌峰, 我能是那种人吗, 你小子嘴没把门, 没得一句实话, 阿姨不信你, 没办法的李凌峰, 当下给阿姨转去了五百块的清洁费, 收到钱的阿姨也不磨蹭, 撸起袖子, 就是直接开干, 李凌峰则是几个房间逛了一下, 处处都是曾经熟悉的回忆, 这里, 也曾承载了那份笑语, 虽然最后分崩离析, 不复存在, 看着那张全家福合照, 李凌峰不禁嗤之以鼻, 现在, 都应该有各自的全家福了吧, 有一说一, 这阿姨的工作态度和质量还是可以的, 整个房屋在她的努力之下, 焕然一新, 直行, 落行带领留在直行的员工, 以最高规格礼仪, 欢迎分行领导的到来, 分行行长姓姚, 大家私底下都叫其大姚行, 那个拉了2.73亿拆迁款的优秀, 结出员工呢? 姚行问, 哦, 她出去见客户了, 争取再拿下一个业解, 落行盲解释道, 姚行顿时一吃惊, 忙连连点头, 佩服加赞同, 你看, 优秀的人永远在路上, 我们大家要多向这位同事学习, 年轻人吃点苦吃点累不要怕, 这些以后将都是你们的财富, 话还没说完, 落行第一个掌声激烈地响起, 大伙跟着一起鼓掌, 甭管你相不相信, 乐不乐意, 姚行服了服眼镜, 接着说道, 经我们航班子研究决定, 停顿半秒, 像这样优秀的员工, 应该走特殊人才引进渠道, 立即急于转正, 以资鼓励, 说完, 转头看了一眼落行, 回头你把这个决定告诉林峰, 并跟他说, 我很看好他, 希望能再接再厉, 再闯家境, 落行连连点头, 好的, 好的, 交代完后, 姚行画风一转, 落行也是不错嘛, 会眼识珠, 功劳不小, 听到大摇行这话, 落行尾巴都快翘起来了, VS农商行服务, 是我的本分, 大摇行点点头, 你这种思想觉悟就不错, 值得表扬, 众人又是一通鼓掌, 群情激昂, 会后, 落行凑到跟前小声道, 摇行, 那我们晚上还是老地方, 不要破费, 简单一点就好, 还有, 上次那菜味道重了些, 明白, 明白, 全部卫生清完之后, 已是下班时分, 这期间李凌峰也没闲着, 处理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整个套房瞬间变得井然有序, 舒畅许多, 亮仔, 卫生给你搞好了, 还不赶紧送我回去, 李凌峰眉头一皱, 这都收了我付加费了, 还要我送回家, 等会我要去接人, 不回这行那里了, 阿姨一脸惊讶的表情看着李凌峰, 那我怎么办, 搭公交啊, 怎么办, 这不你自己说的吗, 现在下班时间大塞车, 你叫我搭公交, 那不然呢, 你这么不负责任, 对得起一位女生吗, 李凌峰, 我自己叫车回去, 李凌峰, 毛都没有, 这样我只好报警了, 孤男寡女的, 看警察姓你, 还是姓我, 非要玩那么大是不是, 来啊, 说完李凌峰把上衣一脱, 吓得保洁阿姨连连后退, 你干嘛, 你个死变态, 眼见李凌峰就要进一步脱裤子了, 阿姨连忙夺门逃, 快步跑到楼下, 才舒展了一口气, 回头望了眼楼上, 跑什么呢, 这是自己不亏啊, 搞不好还能再赚三百, 这么一想, 格局一下就打开了, 要不, 再上去, 李凌三六章, 陪我吃顿饭, 最后看了一眼那合照, 打开抽屉, 将其血藏在里面, 李凌峰拿上东西起身离开, 门口回望了一下, 确定你是妥当, 便锁上了门, 楼梯口, 小枫,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李凌峰抬头一看, 一道熟悉和蔼的身影映入眼帘, 葛大爷, 葛大爷拎着大小呆的菜步履盘山走了上来, 我还以为看错人了, 说完, 又上下左右细看了一下李凌峰, 瘦了, 你小子这些年都去哪了, 不见你回来看到我, 李凌峰忙接过葛大爷手上的袋子, 自己给拎上, 另一手搀扶着葛大爷, 这不大学毕业之后, 就一直在社会上游走, 也没混出个名堂, 就没脸回来了, 葛大爷摇了摇头, 你们年轻人啊, 事业心强, 不像我们老人家, 讲生活, 对了, 你结婚了没, 葛大爷最后问了句, 哪那么快呢, 自己都养不活, 怎么敢拖累人家姑娘, 李凌峰笑道, 也是, 现在的姑娘不是要车就是要放, 葛大爷叹气, 哪像我们当年, 一纸证书就是一辈子, 将葛大爷搀扶进家门, 里面的家具虽然换了, 但大体的陈设仍有当年的影子, 那个年头, 父母经常上班没空, 便把自己丢给邻居葛大爷一起照看, 儿时的童年, 葛大爷给予了一大半, 李凌峰将东西拿进厨房给放好, 葛大爷则是泡上了一壶老年盛茶, 坐, 喝口茶先, 葛大爷招呼道, 葛二叔呢, 他上班去了吗? 李凌峰坐下来问道, 早些年搬出去住了, 现在的人, 还有几个愿意跟自己父母住一起的, 葛大爷这话透着几分的无奈, 却也反映了当下的事实, 李凌峰点点头, 无以安慰, 你喝茶, 我做饭去, 留下来陪我一起吃顿饭, 李凌峰忙起身, 我来吧, 葛大爷挥挥手, 我这人平时也没啥的兴趣爱好, 做饭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你呀, 就不要等我抢了, 说完, 葛大爷笑着起身朝厨房走去, 那一缕的背影, 李凌峰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晚年, 人啊, 究其一生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我来给你打下手吧, 李凌峰起身跟了进去, 简简单单, 四菜一汤, 这俗是烟火应有的味道, 爷爷, 我回来了, 门口一声清脆的叫喊, 使得厨房两人停下了动作, 葛大爷笑了一声, 忘了告诉你, 今天小梅也过来看我, 小梅, 那个小时候, 经常被自己欺负哭的葛大爷的孙女, 三人围绕饭桌而坐, 葛大爷看着多默不作声的两人, 你们以前不是很要好的吗, 现怎么一句话都不说了, 怎么, 都害羞了, 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如今的葛小梅早已停停玉立, 一副眼镜斯文雅静, 自小就是学霸的他, 长成了应有的模样, 还记得吗, 以前你们玩过家家, 都还拜过堂呢, 哈哈, 葛小梅瞬间脸一红, 想不到这陈年糗事都被翻了出来,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还是李凌峰打破尴尬道, 都是儿时的胡闹罢了, 对了, 小梅现在在哪工作啊, 研究院上班, 李凌峰, 欧下化线欧, 不会又是被人研究吧, 哪个领域啊, 带着疑问的李凌峰问了句, 量子力学, 李凌峰, 这顿饭被拉到了一个不该有的高度, 你呢, 规则长方体空间移动工程师, 葛小梅一脸猛圈地看向李凌峰, 俗称搬砖, 噗, 葛小梅低头一笑, 两个梨窝煞事动人, 在李凌峰的认知里, 成绩跟样貌一般都是成反比的, 葛小梅确实例外, 看着两人, 葛大爷也跟着笑了, 虽然自己听不懂两人在讲啥, 但是, 陪伴在这一刻, 体现了他应有的价值, 晚上, 住处客厅, 李凌峰搂着韩雪莹一起在看, 李凌峰看着自己那能凝出半惊重眼泪的衣服, 要不咱们别看了吧, 不, 我要看, 我, 李凌峰, 好好的, 非得看这种苦情剧干嘛, 小泽玛丽亚的动作片不香吗, 他有伤心吗, 韩雪莹顿时停住哭泣, 回头看了眼李凌峰, 李凌峰打开软件翻了下, 好像有一步, 快快, 赶紧换, 请客间, 迷迷之音便响彻整个客厅, 这场带识操的电影看了两个多钟, 最后为了表达致敬, 与片尾来了个趋同收场, 历经视觉与身体的双重享受, 韩雪莹可敬地亲了一口李凌峰, 你还要接着看妈妈再爱我一次吗, 李凌峰问, 韩雪莹摇摇头, 我的爱现在已经满得流出来了, 李凌峰, 好好的, 你怎么突然想起看那电影了, 我妈不是要过来吗, 那跟看这电影有什么关系, 韩雪莹望了眼李凌峰, 我在尝试唤醒那为数不多的母爱, 李凌峰, 欧下话现欧, 阿姨对你应该还不错吧, 她从小就喜欢支配我, 安排我生活的一切, 包括择偶, 那不是为你好吗, 李凌峰笑道, 我想还没有呢, 那种好, 让人感到窒息, 韩雪莹叹了句, 我真怕若是生活在一起, 我会跟我妈妈吵起来, 说完韩雪莹抱住了李凌峰, 也许, 阿姨只是不懂如何表达她的爱罢了, 没你想的那样, 要是我跟我妈吵起来了, 你会帮我吗, 韩雪莹看向李凌峰, 把阿姨扫地出门吗, 你傻呀, 气得韩雪莹拍了一下李凌峰的胸口, 你就不会帮我说两句啊, 然后跟着一起背妈妈, 韩雪莹, 好了, 不会出现那种情况的, 我相信, 你是那么的温柔贤怀, 说完, 李凌峰一把抱起片丝不挂的韩雪莹, 你干嘛, 吓得韩雪莹紧紧搂住李凌峰的脖子, 洗澡啊, 怎么能没有你错呗, 对了, 明天刚好周末, 赶巧我们搬家吧, 李凌峰想起来道, 啊, 那么快, 第零三七章, 带累的兄弟情, 第二天上午, 李凌峰和韩雪莹两人把东西收拾打包好, 家具家电都是房东员有配的, 就是想带走, 怕是房东也不答应, 看着大大小小的袋子, 韩雪莹眉头皱了一下, 要不我们叫搬家公司吧, 不用, 又不是很远, 就那么点的距离, 自己动手来就行了, 叫搬家公司不得千八百, 韩雪莹带着怀疑的眼神, 你确定? 没问题, 我还叫了林旭东过来一起帮忙, 李凌峰自信道, 叮当, 叮当, 门铃响起, 说曹操, 曹操就到, 进来的林旭东看见一副家徒四壁的景象, 这是家里遭贼了, 搬家呢, 就等你过来一起帮忙了, 李凌峰道, 林旭东, 不是说过来一起庆贺你工作转正的吗? 是啊, 这又不冲突, 我们搬完家再庆贺吗? 来, 别磨蹭了, 李凌峰催促道, 林旭东内心的OS, 你大爷的, 要知道, 你搬家我就不来了, 走过去, 看到那一堆的东西, 还不少, 林旭东正盘算, 要不要装肚子疼, 还没等他想利索, 李凌峰就挑了一袋最大的扛他肩上, 林旭东吃力的咬了咬牙站稳, 回头看了眼李凌峰, 你的呢? 李凌峰随手拎了两个小袋, 走吧, 韩雪英健壮赶紧的跟了上去, 帮着李凌峰一起拎, 生怕他累坏了, 林旭东, 下次我踢还来, 就是乌龟王八蛋, 好不容易扶着墙壁, 一步步扛到楼下, 两条腿抖的步行, 林旭东抬头一看, 韩雪英正在为李凌峰额头擦汗, 快过来啊, 我买了水, 李凌峰朝林旭东喊道, 林旭东使出最后的力气, 将东西扛到车旁, 并与李凌峰合力将其放置车尾箱, 给你水, 李凌峰递过矿泉水, 累到不行直喘气的林旭东, 拿过来一看, 怎么就剩半瓶, 你喝过的, 刚韩雪英的手有点脏, 我倒了点给他洗手, 放心干净的, 林旭东, 可倒不行的林旭东一口闷了那半瓶水, 还用舌头舔了舔平口的水滴, 实在不够喝, 林旭东无奈地看了眼空瓶, 别喝些, 那半瓶水好像是我的, 这半瓶才是你的, 刚拿错了, 才发现的李凌峰提醒道, 说完, 回头看了眼林旭东那手中拿着的空瓶, 呃, 也没关系, 就当那半瓶是你的了, 哦, 那可是李凌峰嘴唇碰过的啊, 哦, 挤个来回, 车尾箱给塞的满满, 都盖不上了, 先把这些运过去吧, 剩下的我们再回来办, 李凌峰提议道, 也只能这样了, 三人上了车, 李凌峰驾车朝玉井花园驶去, 于是, 马路上出现了这么一幕画面, 几十万的崭新奔驰像一台皮卡一样, 后面拉着满满的货物, 尾箱带在车辆的颠簸下一张一盒, 正无聊的交警看见, 瞬间两眼来了惊气神, 还愁着月指标没到位呢, 一个油门追了上去, 挥手示意李凌峰靠边停车, 给个机会吗, 阿萨尔, 李凌峰试图挽回道, 你知不知道这多危险啊, 要是掉下来, 砸到后面的来车, 或者行人怎么办, 是, 是, 欠考虑, 下次注意, 李凌峰又是陪笑, 分就不扣了, 给你个警告, 罚二百, 啊, 看着那张罚单, 李凌峰傻眼了, 自己千辛万苦味的什么, 不就省那几百块钱, 现在好了, 将东西搬上玉井花园套房, 三人都累瘫在沙发, 好好的, 你怎么想起搬家了, 林旭东喘着气问道, 韩雪莹他妈要过来, 那边不够住, 这里月租多少啊, 不用, 林旭东起身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房东你爸, 不用钱, 房子是我的, 干嘛要钱, 林旭东, 那当年跟你一起睡天桥底下时, 怎么没说你有套房, 不让你吃点苦, 怎么能知道这社会的艰辛, 李凌峰也跟着起身, 好了, 别扯这些了, 我们回去吧, 还有一大堆要搬呢, 李凌峰接着催促道, 就当三人准备离开之时, 林旭东忽然捂住肚子, 表情些许痛苦, 不行, 我肚子有点疼, 给钱回去了, 说完, 一个剑步夺门去, 都不带任何一丝的留恋, 韩雪莹望了望李凌峰, 不解, 肚子疼不应该去洗手间吗, 外面露天宽敞啊, 李凌峰, 人家那是跑路了, 少了一名主力干将, 李凌峰属实无力再搬, 于是不得不叫来搬家公司, 专业人做专业事, 高效快捷, 就一步到位, 林伟李凌峰看了眼带头的搬家老板, 些许眼熟, 接着两人对视了一眼, 地震高岗, 一派西山千古秀, 门朝大海, 三河河水万年流, 宿舍暗语全对上, 李凌峰惊讶地叫了声, 中举, 同事惊讶地搬家老板走了上来, 我还是希望你能叫我的全名, 范中举, 好的, 中举, 范中举, 李凌峰的大学设有, 疑似范境的帝恩代世孙, 真假与否, 也无从考证, 反正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你怎么转行干起这了, 你不是在证券公司上班的吗, 李凌峰问, 没得办法, 那大挨养不起我, 范中举无奈道, 如今入局韭菜越来越少, 这行业也是个寒冬, 李凌峰点点头, 你还有跟其他人联系吗, 毕业证一拿, 就各自回自己的阶层了, 谁还顾得上谁啊, 范中举笑了笑, 接着道, 大学的我们不过是一起等了个红绿灯罢了, 这话, 李凌峰无法回答, 算是默认吧, 递了根烟, 李凌峰给他点上火, 算下多少钱吧, 即使是社友, 这辛苦钱也不能少, 兄弟一场给你个优惠, 算八百吧, 我也要给他们开工资, 别人闹我都收一千, 李凌峰当下立即给他转了一千, 还怕其客气不收, 给赚了支付宝, 直接到账, 这时范中举手机响起, 估计又是来了业务, 我接个电话先, 李凌峰点头, 看来自己这社友的生意还行, 对对, 是合理搬家公司, 呃, 我们收费标准是五百, 李凌峰听后猛的一回头, 第038章, 何必呢, 挂完电话, 范中举朝李凌峰挥了下手, 我这边有鸡蛋要先走了, 有空再联系, 说完, 范中举招呼着他那几个工人离开了, 李凌峰眉毛都要飞起, 谁联系你谁孙子, 不一会, 丁一声, 手机屏幕弹出范中举发来的信息, 李凌峰眉头一皱, 不供钱都转你了吗, 还有什么事, 但还是点开一看, 兄弟来的匆忙, 不知道你搬新架, 没带什么礼物, 给你包了的红包放桌上, 恭贺乔欠, 李凌峰愣了下, 来到桌前拿起那个沉甸甸的红包, 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厚重, 这里面承载了与范中举之间的四年情谊, 李凌峰心虚万千, 无言表达此刻内心的情愫, 看来是自己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鼻子一酸, 李凌峰又仿佛看见了当年宿舍的欢声笑语, 李凌峰不自觉地跟着笑了起来, 伸手拆开红包, 不管里面多少, 都是满满的兄弟情, 伸进手指摸了一下, 李凌峰脸上一丝怀疑的表情, 赶紧拿起瞥了一眼里面, 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李凌峰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又把红包倒过来, 使劲地晃了晃, 人不见一个仔, 李凌峰, 欧下华线欧, 刚才稀里糊涂的感动瞬间烟消云散, 终是错付了, 就当李凌峰失望地准备将空红包丢进垃圾桶时, 又想起了饭中举发来的信息, 兄弟, 不好意思, 那红包拿错了, 空的留你那了, 后面还付上了888元的转账, 意味着发发发, 那是兄弟最俗, 最真诚的祝福, 将搬来的东西重新布置好, 这家就此有了生息, 韩雪莹美美地看了一眼, 虽不是什么豪宅, 但却是她心里最温暖的地方, 想好了, 以后要努力赚钱, 让你过上好日子, 李凌峰过来道, 韩雪莹将头靠在她的肩膀上, 尽力就好, 别给自己压力, 李凌峰欣慰地抚摸了一下韩雪莹的秀法, 这女人就是那么心疼自己, 韩雪莹抬头望了眼李凌峰, 我有手有脚的, 过不好自己会跑, 李凌峰, 狠狠地捏了一把韩雪莹的脸蛋, 你舍得跑吗? 不舍得, 韩雪莹可人一笑, 因为你是我的男人啊, 韩雪莹再次温柔地将头靠在李凌峰的肩膀上, 但, 我的女人很多哦, 啊, 疼疼疼, 放手, 放手, 淡淡要被捏碎了, 晚上, 韩雪莹不辞辛劳地做了一大桌佳肴珍品, 打电话喊来林旭东和赵月, 以及她的闺蜜林小宁一起过来聚餐, 算是新居入伙的第一餐, 当林小宁看见自己经理赵月也出现在这时, 整个人都有点猛圈了, 直到林旭东挽着赵月的手进来, 林小宁才似乎明白, 难怪这段时间月姐对韩雪莹的态度变了那么多, 原来是因为这, 林小宁心里瞬间遗恨, 这韩雪莹竟然瞒了自己那么久, 都不告诉自己, 就是根本不把自己当闺蜜, 三巡过后, 酒精开始发挥作用, 众人开始迷离, 饭桌上说话的声音也提高了几个分贝, 尤其是韩雪莹, 可能是因为开心都直接喝趴下了, 本来酒量就不行, 李凌峰将其背到房间里, 带好被子让其休息先, 从房间出来, 尾随在后面的林小宁一把扑了上去, 搂住李凌峰的脖子就是一顿狂吻, 也许是出于对韩雪莹的报复, 又也许是因为对李凌峰之前拒绝的不甘, 所有的因素集合一起, 迸发出了现在激烈的情感, 尤其还是在酒精的作用之下, 李凌峰顿感舌尖一股温热, 急忙推开了林小宁, 压低声音道, 你疯了? 林小宁眼神迷离地看向李凌峰, 我没疯, 韩雪莹能给你的, 我都可以, 说完, 便拉起李凌峰的手往自己胸口上贴, 李凌峰正开制止住了林小宁的动作, 我想你是喝多了, 林小宁深深地看了一眼李凌峰后, 委屈地缓缓蹲下哭了起来, 被眼前的男人再而三地拒绝, 都不知道是伤心还是愤怒, 抑或是无助, 李凌峰一同蹲了下来, 用手擦拭林小宁眼角的泪水, 梨花带雨的林小宁抬头, 为什么? 因为你是韩雪莹的好朋友, 我不想伤害你, 你明知我是不会离开韩雪莹的, 何必呢? 这时, 月姐走了过来, 两人都没发现月姐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的, 几人当中, 因为要回家照看小孩, 就月姐没有喝酒, 就当李凌峰不知所措时, 月姐给了个眼神, 示意李凌峰离开, 也是帮李凌峰解围, 从头到尾月姐都看在眼里, 李凌峰离开后, 月姐轻轻拍了拍林小宁的后背, 给她递了一张纸巾,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应该懂得放手, 更何况, 你们还是闺蜜, 林小宁接过纸巾擦干眼泪, 冷冷地抛下一句, 我们不是闺蜜, 说完, 便起身离开, 拿上自己东西, 出门去, 客厅喝茶的李凌峰和林旭东面面相去, 随后跟着走出来的月姐, 也是一脸无奈摇摇头, 阳台, 林旭东给李凌峰递了支烟, 李凌峰接过一看, 竟然是软中华, 于是调侃道, 最近发财了, 力群改中华, 林旭东不好意思地一笑, 是月姐买的, 说便宜烟抽坏身体, 此刻, 贤惠的月姐正在收拾着狼狈不堪的餐桌, 李凌峰抽烟不都有害健康吗? 心里安慰罢了, 但这足以说明月姐对林旭东的关心入怀, 真羡慕你, 有车有房, 还有那么多女孩围绕着你转, 林旭东羡慕道, 你不也有月姐吗? 李凌峰吸了口中华, 吐出阵阵云雾, 林旭东回头看了眼正在忙碌的月姐, 欣慰的一笑, 确实遇到她是我今生的福分, 李凌峰愣了下, 林旭东这眼神不像是在开玩笑, 你可想清楚, 月姐可是有娃的, 李凌峰不忍心地提醒道, 买一送一, 这优惠力度不更大吗? 李凌峰, 果然想法一变, 这格局立马就上来了, 我准备自己创业了, 林旭东叹了剧, 江烟熄灭在墙角烫死路过的一只蚂蚁, 第039章, 那你说爱不爱我? 小蚂蚁致死都没明白, 自己就是出来心好心好心好个屎而已, 就回不去了, 打算继续拉肠粉, 还是说你也想开一间搬家公司? 李凌峰谈了谭烟灰, 林旭东, 当年他连续拉倒闭了三家肠粉店, 那卖不出的存货, 知道李凌峰看见肠粉就想吐, 以至于现在李凌峰对肠粉多少还有点阴影, 做人力资源中介, 趁现在手头上积攒了些资源, 赶紧变线, 留着野饰给老板压榨, 李凌峰看林旭东不像是在开玩笑, 将烟头弹飞在了阳台的小水桶上, 这一声瞬间熄灭了心火, 宛如希望破灭的瞬间, 怎么, 你不支持我? 林旭东问, 李凌峰笑了一声, 点头, 支持, 肯定支持啊, 内心, 你他娘的自己几斤几两, 心里没点B数捏, 准是个赔钱货, 当年从摆地摊到拉肠粉, 就没一件干成功过的, 林旭东狐疑地看了眼李凌峰, 我听见你在心里骂我, 李凌峰, 你他娘改行当算命的好了, 还能听见我在心里骂你, 林旭东不屑, 随你怎么想, 反正赵岳投了我三十万, 李凌峰, 欧下话先欧, 难怪说, 女大三报金砖, 这话是一点也不假, 不过我得提醒你, 人家月姐是有小孩的, 她把积蓄给了你,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 林旭东眼神坚毅, 放心吧, 只要我有一口吃的, 就饿不着他娘俩, 大不了, 我再回去拉肠粉, 嗨嗨, 李凌峰吓得被口水呛了一下, 行了, 我得回去了, 等会十点钟后, 赵岳还要回家带小孩, 林旭东道, 李凌峰看了眼时间, 现在都九点二十五分了, 回林旭东住处呢, 得三十分钟左右, 再出去前戏, 也就是说, 李凌峰眉头一皱, 才三分钟啊, 你要不要去看看中医条理一下圣工呢? 被戳到痛点的林旭东, 满脸占红, 你才三分钟, 你全家都三分钟, 送走了林旭东和赵岳, 李凌峰看了一眼家中, 被赵岳收拾得干干净净, 这赵岳绝对是生活的贤妻良母型, 林旭东, 你这小子捡到宝了, 就偷着乐吧, 李凌峰来到房间, 看看韩雪莹怎样, 伸手摸了下她的额头和身体, 微微有些发热, 这都是酒后的正常现象, 喝酒能致使肾上腺素上升, 引发心跳加快血管扩张, 让体表散热出汗, 水, 韩雪莹微睁开眼睛, 模模糊糊地说道, 你想喝水, 拔我裤子干嘛, 李凌峰赶紧护住裤头, 我出去拿水给你, 好不容易正开拓的李凌峰, 端来了一杯开水, 韩雪莹结果咕噜咕噜一饮而尽, 稍稍清醒的韩雪莹一笑, 刚不好意思, 习惯了, 哪个男人让你习惯的哦, 韩雪莹白了一眼李凌峰, 还不你这狗子, 我第一次给了谁, 你没点书面, 对了, 都回去了吗, 韩雪莹急着问道, 李凌峰点点头, 不回去等着这里过夜吗, 很过分面, 又不是没房间睡, 你想半夜一起来个同频共振吗, 李凌峰问, 韩雪莹, 想通了后一阵羞红, 这么龌龊, 当初我怎么会看上, 你, 李凌峰, 哦, 哦, 当初是谁说了, 大半夜跑我被窝里来了, 韩雪莹急忙用手捂住李凌峰的嘴, 你还说, 还说, 李凌峰轻轻咬了一口韩雪莹的鲜鲜御手, 啊, 你属狗的呀, 韩雪莹急忙收回自己的御手, 拍打了下李凌峰, 随即一双饱含无尽爱意柔情的双眼, 看向李凌峰, 那你说, 爱不爱我, 嗯, 李凌峰迟疑了一下, 急得韩雪莹直瞪眼, 这表情这架势, 你要敢说不爱, 立马给你错骨扬灰, 李凌峰吞咽了口水, 爱这种定义很宽泛, 有大爱, 有小爱, 我只想要自私地爱, 韩雪莹很认真地回了一句, 这一刻, 李凌峰仿佛看见了曾经的她, 哎, 有变动的话, 我会通知你, 还要像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少说, 李凌峰轻轻一笑, 以前的付出在这一刻完成了闭环, 至曾经的懵懂, 爱与诺言, 韩雪莹上前紧紧抱住李凌峰, 眼眶又不争气地湿润起来, 一滴一滴地落在李凌峰的肩膀上, 傻女人, 有什么好哭的, 你不怕我是骗你的吗? 感动得稀里哗啦, 韩雪莹抹去了泪水, 如果你能骗我一辈子, 我也愿意, 那我这小弟不得给你磨成细针, 扑, 韩雪莹狠狠打了下李凌峰, 就没个正经, 你躺下, 说完便自己砸起了头发, 当你砸起头发让我躺下那一刻, 我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了, 这一夜, 星河湾的居民得到了解放, 但, 御锦花园的居民才刚刚迎来痛苦的时刻, 也就在这会, 隔壁的葛大爷听着声音一夜无眠, 清晨, 醒来的韩雪莹只感觉脸颊一阵火辣辣的, 看了眼李凌峰, 昨晚你删信号信号信号吗? 昨晚你做梦了知道吗? 李凌峰问, 韩雪莹点点头, 嗯, 我梦见几个大汉要非礼我, 我大喊不要, 你放屁, 竟听到你在那喊, 还要, 我还要, 不然你猜我为什么删你, 韩雪莹与AP, 警号三四, 与AP, 警号三四, 这儿光删得一点也不亏, 今天星期天哦, 带我出去走走吗? 韩雪莹赶紧转移话题道, 嗯, 带你去水云间吧, 我都订好票了, 韩雪莹不敢相信地看了眼李凌峰, 水云间, 那门票都得一千多, 嫌贵的话, 那我退掉好了, 别别, 人家这不也没去过吗? 韩雪莹撒娇道, 那还不起床刷牙去, 等等, 韩雪莹起身朝衣柜走去, 眉扣好的内衣都掉了一半, 那闷的李凌峰问了句, 你找啥? 去拿乡亲实用的衣服啊, 这场合不穿正式一点, 李凌峰, 楼下, 遇到顶着两个黑眼圈散步的葛大爷, 李凌峰热情地打了声招呼, 葛大爷点点头, 看着两人欣喜地离去, 叹了句, 这年轻就是好, 甭管夜里怎么折腾, 第二天依旧精神抖擞, 第零四零章, 第一单业务, 周一, 李凌峰懒散地来到支航, 昨天水云间养生馆, 那济湿的水平不是一般的到位, 那是相当的到位, 虽然中途一度昏睡过去, 也难挡小妹的热情, 几次被埋在胸口, 给窒息地翻醒过来, 灵了, 还被寻求刺激的韩雪莹, 拉去内置洗手间, 来了一次爱的鼓掌, 要不是秉着爱党敬业的精神, 今天都不来了, 进门, 迎面来的宝洁阿姨, 就赶紧躲一边远远地绕着走, 仿佛看见了大灰狼, 引得李凌峰一阵的疑惑, 绕了过去的宝洁阿姨, 瞪了眼李凌峰, 你的大灵昂, 下次再耍流氓, 看我不报警, 刁, 还以为什么, 原来阿姨对上次的事念念不忘, 来到自己的卡座位, 刚好洛行从办公室出来, 远远看见李凌峰就走了过来, 又迟到, 后生仔不要那么嚣张, 知道了, 等会记得帮我屁一下, 因公外出申请, 挂那么多迟到, 你做领导的脸上也不光彩, 李凌峰提醒了一句, 给洛行递了支烟, 洛行索性将整包从李凌峰手里拿了过来揣兜里, 今天陈惠你不在, 我们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李凌峰, 不会是想要把我扫地出门吧, 不过迟到几次, 治愈那么严重, 放心, 好事, 为了庆贺你成功转正, 我们决定今天中午加餐, 从鹅黄仔叫了只脆皮烧鹅, 哦, 有人请客, 李凌峰忙笑道, 谢谢洛行, 等会送餐的过来了, 记得把钱给人截一下, 洛行提醒了句, 李凌峰, 请和你转正, 难不成还要我掏腰包啊, 不合适吧, 洛行拍了两下李凌峰的肩膀, 便接着离开了, 不是, 你们决议有没有问过我一件, 那一只脆皮烧鹅大几百鹅, 不见, 气不过的李凌峰拿起茶杯来到茶水间, 准备泡一壶红茶, 平复下心境, 这人还没到茶水间, 便又看见副行长刘辉和云杰两人鬼鬼祟祟的出来, 李凌峰, 你呀要说没关系我理性都倒着行哦, 你们, 刘辉, 错觉, 你看的都是错觉, 李凌峰, 不过这爱情来了, 谁挡得住呢, 男欢女爱人之常情, 阿姨, 不小心倒了点茶水在地上, 你过来把这里地板擦一下, 阿姨拿着地拖过来, 你先让开, 李凌峰, 你直接过来, 拖就行了了, 你先让开, 阿姨一再坚持道, 我又没爱着你拖这地, 干嘛非要我让开, 李凌峰不解, 谁知道等一下你会不会脱裤子, 李凌峰, 不是, 你看我像那种不正经人吗, 李凌峰好气地反问道, 你倒是告诉我, 你哪点正经了, 我, 好好好, 我让开总强了吧, 说完, 李凌峰便端着茶水, 转身离开, 别看阿姨我上了年纪, 当年我初恋可比你帅, 刚回到卡座位坐下, 新姐便走了过来, 来了一位客户问贷款的, 你要不要过去看看, 李凌峰明白, 这是新姐给自己推业务来了, 像这种自来客户, 谁先接待的, 就算谁的业绩, 当然是做成了的话, 李凌峰一想, 反正也闲着没什么事干, 刚好可以拿来练手, 何乐而不为, 那, 于是跟着新姐来到了接待室, 里面坐着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 面容稍显轻瘦, 但是一身精明干练, 尤其那双眼睛, 贼得很, 一上来, 就先起身跟李凌峰握了个手, 怎么称呼, 姓李, 李凌峰回道, 原来是李经理啊, 幸会幸会, 我免贵姓黄, 这是我的名片, 哦, 黄总, 李凌峰接过名片, 成人用品批发销售, 李凌峰, 欧下华线欧, 不好意思, 拿错名片了, 黄总立即给李凌峰换了张名片, 将原那张收了回来, 李凌峰再次看了一遍, 天则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就是收废品的吗, 那你们聊, 我就先出去了, 新姐见两人已经搭上话便说道, 新姐离开后, 李凌峰看了眼笑意未尽的黄总, 就知道这家伙铁定急需要钱, 不然能笑得那么鸡贼, 坐坐, 黄总, 李凌峰招呼道, 落座后, 李凌峰接着问, 黄总过来是想办理贷款业务, 没错, 黄总点点头, 想申请贷多少啊, 五百万, 李凌峰略微吃惊地看了眼黄总, 这愿望倒不小啊, 看到李凌峰这副表情, 黄总笑了笑, 实在不行, 三百万也可以, 李凌峰, 不是不行, 得看看你这边有没房产底啊, 李凌峰解释道, 自建房行不行, 李凌峰眉头微皱, 自建房连产权都没有, 不白扯, 你公司经营怎么样, 我们这边可以做睡袋, 李凌峰介绍道, 黄总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 我那就是注册了个公司名而已, 有空就自己骑个三轮溜一圈, 李凌峰, 实打实的个体货啊, 见李凌峰一丝的为难, 黄总稍稍凑钱压低声音, 若是能披下来的话, 黄总拇指和食指来回擦了擦, 好处大大的有, 李凌峰的心里更凉了一节, 这头一回做单就要被拉下水了, 我能是那样的人吗, 你先把资料准备一下, 回头我过去看看, 说完, 李凌峰将贷款需要的一些资料, 转发给了黄总, 看见希望的黄总没笑道, 那我等你信息, 李凌峰比了个OK的手势, 黄总满意地离开了直行, 放眼业界内, 现在自建房贷款, 还没几家银行能做, 这可是一大市场啊, 只要把控好风险关, 搞不好能狠狠地捞他一笔, 李凌峰憧憬满地走出大厅, 门口响起, 哪位是李凌峰啊, 你的脆皮烧鹅到了, 众人齐刷刷地看向李凌峰, 正转身想偷偷离开的李凌峰, 无奈停住了脚步, 外卖员很利索地将脆皮烧鹅交到李凌峰手上, 一共是368元, 麻烦你支付一下, 不情不愿的李凌峰给转了过去, 老子连汽油都舍不得加95, 一顿干了我368, 第04腰章, 一生的勤奋, 钱都付了, 只求中午吃饭时能加多两块, 李凌峰将脆皮烧鹅放好, 手机铃声响起, 朕的大腿跟触几分痒痒, 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范中举打来的, 喂, 中举, 有什么好事与我, 请吃饭吗? 你怎么知道, 过来我这吃个便饭啊, 上次乔签前转你又没收, 该不好意思的, 李凌峰, 看了看眼脆皮烧鹅, 嗨, 用不着那么客气, 已经在准备做饭了, 就等你过来, 我把定位发你, 推不掉范中举的热情, 李凌峰只好硬了下来, 挂断电话, 李凌峰朝脆皮烧鹅咽了咽口水, 我的三百多大羊啊, 离开直行, 李凌峰按着范中举给的导航, 最后来到了一个城中村, 还是很破很陈旧, 等着被拆迁的那种城中村, 还没将车辆停好, 房东阿淑就赶紧的走了出来, 这不让停车, 我是你租户啊, 就住这里的, 你是我老爸都没用, 不能停就是不能停, 看着房东阿淑的强横, 李凌峰试着问, 给钱行不行, 来来, 我给你再挪一下位置, 这些电动车太爱地方了, 也不知道放好一些, 看着甚是勤快热情的房东阿淑, 李凌峰, 将车停好, 李凌峰付了二十元的停车费, 但只答应给停两小时, 两个钟后, 他儿子也要开车回来了, 阿淑, 这哪里有卖水果的啊, 李凌峰问道, 我这就有啊, 房东阿淑赶忙招呼道, 李凌峰, 随即房东阿淑进屋, 拿来一大串的香蕉, 自家种的纯天然无公害绿色水果, 李凌峰看了眼那还未熟的香蕉, 确实是挺绿色的, 五块钱一斤卖给你, 怎么样, 房东阿淑道, 一辆三轮车驶过, 喇叭里喊道, 菲律宾进口香蕉, 十元三斤, 十元三斤, 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鸭雀无声, 房东阿淑一咬牙, 好了, 好了, 十块钱这一串都给你, 李凌峰犹豫了片刻, 虽然香蕉现在还未熟, 但放上几天总归是会熟的, 关键这十块钱一大串, 巨优惠啊, 这样一大串的香蕉, 自己就可以不用再买其他的水果了, 扛着这串香蕉, 李凌峰上了楼, 有香味, 从厨房出来的范中举看到李凌峰的到来, 忙迎了上去, 当其看到李凌峰手中的那串香蕉时, 一脸疑惑, 你这香蕉哪来的, 买的呀, 来你这吃饭总不能两手空空吧, 正当李凌峰还为自己的这一大串香蕉得意时, 范中举上前看了看, 这一串是我送给房东的吧, 割下来的那刀口都一样, 李凌峰, 你看, 我那里还两大串呢, 范中举指了只听里面的一个角落, 李凌峰望了过去, 两大串一样的香蕉躺在地上, 你大爷的, 要不看在你是老人家的份上, 现在就下去捶你一顿, 你信不信我捶死你, 此时, 电视上西北捶王孙绍安对自己的妻子秀莲说了句, 那是范中举的精神食粮, 平凡的世界, 你坐一下, 很快就煮好饭, 范中举来不及招呼, 便又进了厨房, 李凌峰将香蕉放在了同一处, 让他哥仨重新团聚, 趁范中举厨房忙碌的空隙, 李凌峰大体参观了一下他的起居卧室, 虽说不上很整洁, 但也不至于脏乱差, 重规重矩, 倒是一点极大的引起了李凌峰的注意, 那就是四处可见堆放着的考工资料, 这么些年过去了, 他仍就是一如既往的执着啊, 李凌峰随手翻了两本, 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解题文字, 可见多少夜晚, 粪笔疾书, 范中举端着菜出来, 快过来做, 准备吃饭, 简简单单的家常菜, 当饭菜上齐后, 李凌峰看着那两素一汤, 些许傻眼, 的确挺家常的, 你倒是上个荤菜啊, 此刻李凌峰又想起了他的脆皮烧鹅, 范中举青拍了下脑袋, 哎呀, 忘了还有一个菜, 说完急忙起身去厨房, 端来一锅沙包, 开心到水鱼炖鸡, 绝对大补, 将其放在饭桌中间, 开盖的瞬间扑鼻香味, 快试试, 这道菜我研究了很久, 虽比不上餐厅的, 但也绝对不差, 李凌峰拿起碗筷盛了些汤, 试了一下, 嗯, 确实不错, 李凌峰连连点头, 得到肯定的饭中举, 高兴得像个小孩, 急忙自己也盛了一些, 喝了口, 扑, 眉头一皱, 咸了, 胡椒粉还加多了, 李凌峰接着喝了口, 第一次做, 算不错了, 这喝的不是汤, 是你我的交情, 就冲你亲自下厨做这顿饭, 就胜过一切美味, 还继续奋斗考工啊, 李凌峰问, 肯定啊, 先天下之优而优,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是我们的家训, 李凌峰, 你家祖先不是饭进吗, 这话好像是范仲淹说的吧, 那不都一样, 都是我们老范家的, 李凌峰, 欧下话先欧, 按你这逻辑, 那唐太宗李世民, 还是我本家呢, 今年还是考不上的话, 我就回家了, 范仲举冷不房的来了句, 李凌峰, 刚才还说你家家训来的, 家里不知识了, 上半年, 我爸查出了干碍晚期, 不然我也不会折腾这间搬家公司, 范仲举停顿了下, 总得赚钱不是, 生活光有理想是不够的, 李凌峰看了眼范仲举, 这一刻记忆回到了那年, 那年晚上, 宿舍几人在操场边上把酒言欢, 相互畅想着未来, 来, 以汤带酒, 兄弟我祝你恩客高中, 任何话都是多余的, 自己得路, 唯有自己才知道, 该怎么走, 饭后送走李凌峰, 当饭中举收拾桌子, 看到李凌峰留下的那一万块钱时, 无力地坐了下来, 双眼一红泪湿眼眶, 匆匆的人生旅途中, 来来往往的人也许很多, 但能闯进你生活的, 也就那一两个人, 珍惜吧, 那是一生的情分, 第零四二章, 你再考虑清楚, 回到支航, 李凌峰看见落航的那款老学铁笼, 就停在旁边, 想来应该是外出归来了, 于是下车, 进了支航, 李凌峰禁止来到洛航的办公室, 恰巧副航长刘辉也在, 啥事啊, 这么丰臣仆仆的, 是不是又有什么大单啊, 洛行问道, 李凌峰来到沙发椅, 一把坐了下来, 刘辉给他倒了杯茶, 跟你说个事, 那个自建房贷款, 我们行能不能做啊, 李凌峰问, 洛行眉心一蹴, 自建房之前没搞过额, 不过听说, 上面有意放开这一块, 现在市场环境不好, 再不思辨, 等着被挤压吗, 那试试, 李凌峰说了句, 洛行沉思了一下, 行, 你先把资料做好来, 我去跟上面沟通一下, 看能不能争取做个试点, 不过先说好, 可不一定能行, 洛行提醒了句, 李凌峰点点头, 肯推就好,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对了, 今天中午, 吃饭怎么没看见你呢, 出去了呀, 要不今晚再重新聚聚, 洛行这吃人不秃骨头的家伙, 你倒是自己慷慨些啊, 不了, 今晚刚好还有点事, 李凌峰义正言辞地拒绝道, 嗯, 那可惜了, 今晚吃行聚餐, 刘行请大伙去吃牛肉火锅, 洛行叹了句, 李凌峰, 你大爷的, 不早点说, 现在改口, 未免有些掉面子, 刚想起, 其实今晚好像也没啥事, 李凌峰补了一句, 那行, 今晚火锅搞起, 凌峰, 酒水就交代给你了, 那钓鱼台的口感还不错, 不, 不是, 大吉把一只的酒, 你交代给我, 你自己咋不出啊, 哎呀, 刚想起, 好像就是今晚的事情, 李凌峰到, 洛行看了眼李凌峰, 确定, 李凌峰点点头, 确定以及肯定, 洛行摸了摸下巴, 那没办法了, 只好把我那只珍藏的五粮液贡献出来了, 五粮液, 李凌峰抬头看了眼洛行, 下班后, 李凌峰开车准备回家, 旁边同样刚上车的洛行, 最后提醒了句, 真不去啊, 不去了, 你们吃好, 李凌峰保持着最后的倔强, 回到住处, 李凌峰进门, 隔远就看到韩雪莹在厨房忙碌做饭, 于是饶有兴趣的走了过去, 从后面一把抱住他, 李凌峰明显感受到对方一个惊愣, 但李凌峰没给他说话的机会, 手开始不老实起来, 这是两人常见的交流方式, 李凌峰纳闷, 似乎比以前小了些, 也没那么停了, 不觉使劲抓了几下, 是不是自己感觉错了, 林凤, 你那么早回来了, 厨房门外, 响起了韩雪莹熟悉的声音, 李凌峰回头看了眼, 确定是韩雪莹没错, 那自己眼前抱着的这个人是谁, 正当李凌峰怀疑人生的时候, 韩雪莹疑惑地问了一句, 你抱着我妈干嘛, 你妈, 李凌峰瞪大了眼睛, 醒过神来的李凌峰连连后退了好几步, 还是亮亮呛呛的那种, 这时, 韩雪莹的老妈也转过身来, 严肃的脸上带着一抹飞红, 啊, 阿姨, 我真不知道是您, 我还以为是盈盈呢, 李凌峰尴尬地要死, 还不忘看了眼韩雪莹, 阿姨来了, 你怎么不提前告知一声啊, 韩雪莹眼神, 我也不知道啊, 自己就过来了, 嘿嘿, 阿姨您先忙, 我去收衣服, 李凌峰忙一溜烟地离开这射死的现场, 留下韩雪莹一人, 妈, 要不要我帮你, 跑回自己房间的李凌峰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再跑慢一点, 怕是要被手撕了, 整个晚饭期间, 李凌峰都不敢正眼看韩雪莹妈一眼, 盈盈, 吃完饭陪我下去逛逛吧, 这时, 韩雪莹妈开口说道, 她似乎对刚才的事情并没有多少生气, 现在男女年轻人之间的相处模式, 早不似当年的他们那么拘谨了, 是啊, 你陪阿姨去逛逛吧, 我来收拾晚快, 李凌峰极力赞成道, 往常李凌峰哪斩首过这些家务琐事啊, 全靠韩雪莹的贤惠, 那今晚就辛苦你了, 韩雪莹对李凌峰笑道, 并给了李凌峰一个小眼神, 今晚再好好报答你, 李凌峰, 阿姨看着呢, 咱收连点行不, 嗨嗨, 韩雪莹妈咳嗽了两句, 低头继续吃饭, 饭后, 下来到一楼绿化休闲区, 人还不少, 基本都是拖家带口饭后来散步的, 妈, 我爸怎么没过来啊, 韩雪莹问道, 她来做什么, 谁帮她看那店啊, 韩雪莹妈一副冷峻的语气, 似乎对自己的这个丈夫多少有些不满意, 就不能关门几天吗, 一个便利店又不是什么大超市, 我爸都在那困多少年了, 困多少年也活该, 谁让她没本事, 韩雪莹不再说话, 她妈妈的强势不是她能对抗的, 你真的打算就跟李凌峰在一起了, 不再考虑你李阿姨给介绍的那个, 妈,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韩雪莹撒娇道, 我可跟你说, 你最好再考虑清楚一些, 嫁一个像你爸那样没出息的人, 有的你吃苦, 我爸哪里不好了, 韩雪莹不服气的回了句, 她要是好, 就不会一辈子归缩在那方存之地了, 韩雪莹妈立声道, 每当这样, 韩雪莹都选择不再说话, 只能心里默默道, 要是我爸不好, 她能一辈子照顾您起居一时, 您是不是也忘了, 她曾经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啊, 今天磨平棱角的她, 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我们母女俩, 当初我要是没有选择你爸, 或许你妈今天的成就就不会止步于此, 回头看了眼韩雪莹, 这就是嫁给爱情的结果, 韩雪莹仍旧没有说话, 如果连婚姻也要挂上世俗功利性的话, 那么人生究竟还存在什么的意义, 人总不能为了活着而活着, 见自己女儿不说话, 韩雪莹妈没有再进一步相逼, 她知道这事情急不来, 这边李凌峰还在厨房认真地清洗着各种婉拒, 看着那一落的婉蝶, 李凌峰这才知道, 平日韩雪莹是多么辛苦, 得做饭给自己吃, 又还得收拾这些摊子, 以后自己也得帮忙手才行啊, 李凌峰笑着心里暗道, 第零四三章, 你这酸辉录吗? 母女俩回来, 李凌峰看见韩雪莹像捏了花朵, 怎么了这是, 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韩雪莹摇了摇头, 有气无力地进了房间, 韩雪莹妈也跟着回了自己房, 整个大厅就剩李凌峰一人, 李凌峰? 这不下楼时还好好的, 回来时就变天了, 李凌峰进了房间, 灯也没开, 只听见韩雪莹躺在床上低声啜泣, 走了过去, 坐下来抚摸着气秀法, 怎么了? 韩雪莹带着眼泪起身一把抱住李凌峰, 你会离开我吗? 李凌峰拍了拍韩雪莹后背, 不说了吗? 有便会提前通知你的, 那要是有一天我要离开你呢? 李凌峰? 见李凌峰一脸的错愕, 韩雪莹狂吻了上去, 眼泪落在了李凌峰的脸颊上, 他不敢去想象这一结果, 只能尽情地释放此刻的情绪, 这一晚, 李凌峰品尝到了不一样的韩雪莹, 听着全是自己女儿的声音, 韩雪莹妈拿起被子捂住了自己耳朵, 这是在向自己抗议吗? 折腾了一晚未眠, 清晨两人都顶着个黑眼圈上班去了, 同样顶着黑眼圈的还有韩雪莹妈, 来到支航, 困到不行的李凌峰倒头就睡, 一觉睡到了十点多, 被电话铃声吵醒的他, 不耐烦地接听道, 谁啊? 李经理, 我是黄天泽啊, 贷款资料我都准备好了, 您什么时候有空过来? 李凌峰猛的一抬头, 好, 我现在过去, 你吧, 行行, 那我泡好茶等你, 挂了电话后, 李凌峰来到洗手间洗了把脸, 让自己清醒清醒, 站在洗手间门口的宝洁阿姨, 一直在等李凌峰离去, 你进来清洁啊, 我又不上厕所, 李凌峰提醒道, 你先出去我再进去, 谁知你中途会不会心耗心耗心耗尿, 导吉阿姨坚持, 李凌峰, 离开支行, 李凌峰驾着车来到了黄天泽给他, 是一栋八层的自建房, 占地面积目测它是有一百四十多平, 在S市, 你有这样的一栋自建房, 基本此生无忧, 要知道, 这里单间都要进一千的租金, 知道李凌峰即将到, 黄天泽早早地就在门前等候着, 李凌峰车一进来, 他就给安排好停车位置, 来来, 我们上楼喝茶, 黄天泽热情地招待道, 虽说只有八层, 但是黄天泽还是给家装了电梯, 一路通到七楼, 到了七楼就要上楼梯, 上面就是房东自住的, 楼梯口有一道不锈钢门警锁, 黄天泽掏出钥匙打开不锈钢门, 领着李凌峰上了楼去, 换上拖鞋, 进门便是宽敞的客厅, 那是装修的相当气派, 全欧式风格, 高端大气上档次, 李凌峰看不出来, 一个做再生资源回收的, 竟然也那么豪横, 招呼李凌峰坐下, 黄天泽忙泡上了一壶好茶, 随即拿出那些准备好的贷款资料, 递到李凌峰的面前, 李凌峰检查了一遍, 产权自然是没有的, 只有村委开具的一张历史遗留问题证明, 看着自建房是否属于贷款人所有, 不光只看这些证明, 还得查识每月的水电缴纳, 和房租收入最终归属, 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佐证, 李凌峰翻开那房租的入账记录, 简单合结了下, 不, 一口茶水差点喷了出来, 尼玛的一个月近十三万的房租收入, 抢劫都没着好赚, 要不是截图的那些转账记录, 李凌峰是万不相信, 你一栋自建房有那么多的房租收入吗? 李凌峰质疑道, 我还有另外一栋啊, 这些是合起来的? 李凌峰? 除了这些, 黄天泽名下还有一辆奔驰, 一辆保时捷, 就这样的条件, 借款三百万, 真心没问题, 早知道这再生资源那么容易起价, 我也去收费品了, 你也不缺现金流, 怎么会需要贷款? 这贷款用途, 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一下的, 李凌峰道, 黄天泽犹豫了一阵, 最后才决定说出来, 也不瞒你, 山甲村飞东那一块要准备拆迁, 我打算在那再买一栋拨迁, 李凌峰惊讶地看了眼黄天泽, 你那么确定, 这一栋自建房可不便宜, 万一, 消息是来自一个靠谱的朋友, 没有什么是十万般确定的, 不就一个赌, 再说了, 哪怕拆迁不成, 每月也有租金啊, 不亏, 黄天泽神秘地看了一眼李凌峰, 房子我都谈妥了, 李凌峰点点头, 也是, 拆不成无非就是变现慢一些罢了, 只要房子在, 就能源源不断地产生收益, 终将有覆盖成本的那天, 行, 这些贷款资料我先收回去, 但提醒一句, 不一定能提下来, 李凌峰道, 没问题, 只要你尽力争取就行, 有什么需要打点的, 你尽管说, 混社会的黄天泽, 自然知道这里面的道道, 离开之际, 黄天泽忙叫李凌峰稍等一下, 接着从里面爆出了一个全包裹着的人体模特, 来到李凌峰跟前, 笑道, 一比一仿真归胶, 绝对真实感的上等货, 世面卖过万, 李凌峰看了眼黄天泽, 再看了看那全包裹着的人体模特, 你让我怎么拿下去, 一世过来的黄天泽忙点点头, 又去取来超长方形纸盒, 这下万无一失, 黄天泽看了眼李凌峰, 你这算贿赂吗, 满载而归的李凌峰一心痒痒地想看那模型, 无奈大庭广众之下, 要脸, 本想直接回家的李凌峰突然想到了什么, 韩雪银妈还在家里, 这不方便吧, 无奈, 李凌峰只好回了支行去, 还好自己这车贴的是防偷窥魔, 不然都不好意思将车停在支行门口, 回到支行, 李凌峰着手整理黄天泽的贷款申请, 做表录系统, 经过的洛行看到李凌峰这般投入, 好奇探头一看, 还以为李凌峰又在玩游戏的他, 竟然看到了李凌峰在录贷款系统, 不错啊, 这是哪个客户啊, 洛行心味道, 昨天跟你讲的自建房贷款那个, 资质确实还不错, 李凌峰给予了肯定, 这我们说了不算, 你先暴批吧, 我尽可能去沟通一下, 洛行拍了拍李凌峰肩膀, 以示激励, 第零细细章, 物得罪小人, 洛行离开后, 李凌峰继续录着自己的系统, 当写到其贷款用途时, 李凌峰想起黄天泽说的, 想在山甲村飞东那块买自建房博拆迁, 山甲村不就是陈亚新老爸的地盘吗, 何不就此去打听一下, 也好侧面验证黄天泽的话, 打定主意, 李凌峰便电话联系了陈亚新, 干嘛, 突然的联系我, 准是没好事, 陈亚新道, 瞧你这话说的, 就不能是想你了, 李凌峰满嘴跑火车油枪滑掉, 打住, 我们说好只是合作伙伴的, 你别越见了, 陈亚新提醒道, 知道, 这不想去咱爸家里做作, 几天没见, 甚是想念他老人家的, 你是惦记我爸的那几瓶珍藏满茅台吧, 是是, 那就这样说定了, 我过去接你, 说完, 李凌峰赶紧挂断电话, 根本不给陈亚新否决的机会, 气得陈亚新一跺脚, 我都还没答应你回去呢, 李凌峰开车来到网咖, 连给陈亚新去了几个电话, 才姗姗来迟, 坐好副驾驶位后, 瞪了眼李凌峰, 你知道我们今天打团战吗? 知道, 知道, 专心开车的李凌峰随口敷衍了一句, 知道你还来打搅我, 陈亚新质问道, 嗯, 不知道, 不知道, 李凌峰赶紧改口, 陈亚新, 好了, 小小姐, 你想吃什么, 我请你啊, 李凌峰陪不是道, 我想吃冰淇淋, 李凌峰立马将车停好, 来到小卖部, 买了两根冰淇淋, 陈亚新开心的不亦乐乎, 像这种无忧无虑的女孩, 纯粹的甚是可爱, 对于李凌峰来讲, 两根冰淇淋换几百万的单, 怎么算都值, 来到陈叔家里, 对于李凌峰的再次到来, 那是相当高兴和热情, 就上次喝酒那事情, 这回怎么也得找回厂子来, 无奈之下, 李凌峰只好答应留下来吃晚饭, 如此也可以稍稍避开韩雪莹妈妈, 晚一些回去, 就直接上床睡觉了, 酒过三旬, 陈叔搂着李凌峰的肩膀甚是感慨, 这丫头跟你交往后, 回家也勤快了, 咱得感谢你啊, 一旁的陈亚新不乐意了, 你要这么说, 以后我还真就不回了, 别, 别, 你爸我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陈叔赶忙的向陈亚新道歉, 几分久意的李凌峰瞪了眼陈亚新, 怎么跟陈叔说话的, 回家看父母很过分吗, 陈亚新犹事一愣, 他还没见过李凌峰这般, 说好只是合作关系, 你这是不是管得有点宽了, 赶紧向陈叔道歉, 看到李凌峰一副严肃且认真的模样, 陈亚新心里倒真几分乱了, 低头道, 爸, 对不起, 这直接将二老给看待了, 不, 不是, 这什么情况, 陈叔不敢置信地看了眼李凌峰, 自小到大, 就没一个人管得动陈亚新, 你小子是怎么做到的, 面对女儿的道歉, 陈叔两眼泪失, 没事, 没事, 只要你能多回来看看爸妈, 咱就高兴, 陈亚新这一刻才认识到, 以前的自己是多任性, 陈亚新妈妈忙抚摸了下自己女儿, 似乎长大了, 陈亚新回头看了眼李凌峰, 一脸的落寞, 他是怎么了, 看着眼前的这男人, 竟然有几分的心疼, 查试, 李凌峰和陈叔两人品茶闲聊, 今晚的酒量把控得相当好, 恰, 到好处, 谁都没有多赢一分, 稍稍醒酒的李凌峰聊起了重点, 陈叔, 有件事我想问你一下, 山甲村飞东那片是不是要准备拆迁了, 陈叔眉头一皱, 你听谁说的, 一个贷款的客户, 他想在那边买一栋自建房等拆迁, 我便顺口问一下, 说是很早都说了, 但一直没有下文, 陈叔倒也实话实说, 会不会有最新的动作呢, 李凌峰猜测道, 陈叔深思了一下, 也不是没这个可能, 听说新上台的领导准备搞S式的东径战略, 这话一鱼点醒了梦中人, 李凌峰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哎, 对了说, 你怎么没想过在那再搞几栋这样的自建房, 到时万一真的要是拆迁的话, 陈叔摇摇头不在意的一笑, 说句不好听的, 以我目前的财产, 纵使再有十辈子都花不完, 况且, 我就那么一个女儿, 你说, 我要那么多钱干嘛, 面对陈叔的灵魂发问, 李凌峰除了震惊就还是震惊, 你让我等蝼蚁如何自处, 也许到达那个境界的人, 都不是我等俗人能理解的, 继续闲聊了一阵后, 李凌峰便起身打道回府了, 家里还一对母女等着自己呢, 也不知道两人相处的怎么样, 操不完的心, 临走, 陈亚新对李凌峰说道, 今晚我在家就不出去住了, 李凌峰点点头, 挺好的, 有时间多陪陪父母, 缓了一会, 刚才对不起, 喝得有点多了, 陈亚新一笑, 你越界了, 是吗, 李凌峰笑得阳光灿烂, 对了, 一直想问你来着, 你后座放的那场盒子, 是什么东西啊, 李凌峰一口口水, 差点没呛死, 没, 没什么, 陈亚新一脸狐疑地看向李凌峰, 真的, 就玩具而已, 李凌峰赶忙解释道, 玩具, 陈亚新一脸地不相信, 玩具有那么长的吗, 巴特雷狙击枪, 对, 巴特雷狙击枪, 李凌峰赶紧想了一个物体, 那是什么, 世界上最大的狙击枪, 所以看起来很长, 李凌峰进一步解释道, 哦, 陈亚新点点头, 男人收藏模具枪, 这也很正常不过, 毕竟, 有几个男人不曾热血, 大家到了, 我得走了, 李凌峰赶紧脚底抹油道, 直到车子驶离了一段距离后, 李凌峰才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真怕那陈亚新死活要打开来看, 要发现这不是枪, 是用来挨枪的, 那就射死现场了, 你那盒子里是什么东西啊, 代价师傅从后视镜看到好奇地问了句, 你管那么多干嘛, 专心开好车就行了, 这李凌峰就不怕了, 你一个代价司机手管那么长坐身, 趁着李凌峰瞌睡的瞬间, 代价师傅一个油门一路红灯过去, 反正干完今晚老子也不做代价了, 算你倒霉, 第零四五章, 洛行哪去了, 抱着那长方盒子从地下停车场坐电梯直上, 幸好深夜没什么人, 避免尴尬, 回到住处, 李凌峰只闻解锁开门, 里面漆黑一团, 李凌峰? 这又都出去了吗? 可低头看了眼玄关鞋柜, 似乎他们的鞋子都还在啊, 不至于穿着拖鞋下去了吧? 李凌峰暂时管不了那么多, 当下最重要的是, 先把手中抱着的这东西拿进房间去, 不然撞见韩雪莹妈妈, 追问起来那就难搞了, 他那脾气指定逃根问底, 不像陈雅馨那般的好忽悠, 于是李凌峰赶紧的换好鞋子, 拿着东西快步往自己房间走去, 开门的瞬间差点吓了李凌峰一跳, 原来你在的啊, 看到李凌峰, 韩雪莹放下手机, 立马飞扑了上来, 你回来了? 阿姨呢? 怎么外面气黑黑的? 可能睡了吧? 原来为了避免像昨晚的那种争吵, 韩雪莹吃完饭就早早进房间待着了, 阿姨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不都陪陪他? 韩雪莹嘟了嘟嘴, 陪他都是劝我跟你分手的话题, 李凌峰, 欧下滑线欧, 那还是不要多陪了, 阿姨这年纪正好也需要多亲近, 韩雪莹白了眼李凌峰, 什么都是你说, 哎, 你拿着的这东西是什么啊, 送给我的礼物吗? 韩雪莹好奇问, 这个你用不上, 难是专用品, 说完李凌峰也赶紧放了下来, 甚是激动的拆封, 在与韩雪莹两人的合力拆封下, 很快一个靓丽的美人硅胶模特展现在眼前, 黄天泽的话一点也不虚, 绝对的一比一比例相当逼真, 李凌峰试了下手感, 与真人无异, 说市面价卖过万, 李凌峰一点也不怀疑, 韩雪莹也是好奇的上下打量着, 然后摸了摸关键处, 瞬间脸一红, 气得打了一下李凌峰的臂膀, 你不有我了吗? 还买这碗衣干嘛? 这客户送的, 我用得着买这碗衣, 李凌峰解释道, 这玩意不便宜, 能买过万, 韩雪莹一脸吃惊的看向李凌峰, 真的假的, 骗你干啥, 不信你上网搜一搜, 不信邪的韩雪莹立马拿来自己手机, 打开电子商铺就查找起来, 各种价位的都有, 但是好得真过万, 韩雪莹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反正你也用不上, 要不卖了吧, 还能赚点钱, 李凌峰想了下, 似乎有点道理, 要不你在朋友圈问问, 韩雪莹立马开心道, 好, 那我拍个照先, 拿起手机刚准备拍照, 韩雪莹停了下来, 狠狠地瞪了眼李凌峰, 我还要不要脸了, 还发朋友圈, 无辜的李凌峰回了一句, 你自己说要转手卖掉的吗, 韩雪莹, 那你也不能傻到让我发朋友圈卖啊, 你平时转手那些化妆品, 不都这样操作的吗, 这能一样吗, 你就故意玩我是吧, 韩雪莹过来一把捏住李凌峰腰间的细肉, 疼得李凌峰直喊放手, 李凌峰也不甘示弱, 一双手直奔两个把镖, 浑圆饱满, 两个人的嬉闹声传到隔壁, 韩雪莹妈眉心皱了一圈又一圈, 一翻打, 闹过后, 韩雪莹甜甜的贴在李凌峰的怀里, 你这都是什么奇葩客户啊, 送你这东西啊, 可别小看他, 人家两栋自建房, 一个月光收租就十几万, 韩雪莹听后惊掉了下巴, 满是羡慕的眼神道, 要是我们有这收租该多好啊, 一语惊醒梦中人, 李凌峰顿时醒悟, 是啊, 为什么自己就不能搞一套呢, 能拆迁固然是最后, 一夜暴富, 纵使不能, 如黄天泽说的, 怎能收租啊, 总不会亏, 无非时间问题罢了, 你在想什么, 韩雪莹看了眼魔证的李凌峰问道, 我在想, 我们也去买一套自建房出租, 韩雪莹不敢相信的, 抬头看了一眼李凌峰, 你是不是傻了, 我们哪来的这钱啊, 是啊, 哪来的钱买自建房呢, 脑海转了一圈, 李凌峰两眼露出一道闪光, 自己账户里不就趴着一千万吗, 现在转正的事情已经提前完成了, 那么这一千万就不需要再存了, 李凌峰高兴的一笑, 看得韩雪莹仗二合上摸不着头脑, 只是这一千万不全是自己的, 其中大部分还是陈亚兴的, 要想成这事, 还得跟陈亚兴商量一番, 不要再发呆了, 我有好东西给你看, 韩雪莹打破李凌峰的沉思, 看着韩雪莹一脸的神秘, 李凌峰好奇道, 什么呀, 韩雪莹从衣柜里拿出了一套女仆装, 还有那虎尾巴, 那是上次她暗暗买的, 都是李凌峰喜欢的款式, 李凌峰眼前一亮, 不寒而立是此刻我对你最大的敬意, 清早, 两人踩点出门去, 又是一夜没睡好的韩雪莹妈, 来到两人的房间, 当她看到床上散乱放着的女仆装, 虎尾巴, 还有那些适当辅助工具时, 震机从天灵带而下, 她知道年轻人开放, 她也明白了, 自己女儿是跟着李凌峰分不开了, 于是转身收拾自己东西, 准备离去, 如自己来一般, 悄无声息, 李凌峰来到直行, 接着录完黄天泽的贷款系统, 都不见洛杭人影, 好奇的她, 于是问了下副行长刘辉, 洛杭今天怎么没过来啊, 刘辉一脸的凝重, 她住院了, 住院了, 李凌峰万分的疑惑, 她那瓶五粮液, 假酒来的, 昨天就数她喝了最多, 李凌峰, 好彩自己没去, 让你嘚瑟呀, 这次扑街了吧, 不过出于人道主义精神, 李凌峰还是关心问了剧, 没大碍吧, 应该是输点夜就行了, 也才一瓶, 要是多来几瓶就难讲了, 李凌峰点点头, 还好死不了, 自己这笔贷款还等着她去推呢, 这时, 电话铃声响起, 竟然是徐夏露打来的, 李凌峰满脸的问候, 她不是去瑞士旅行结婚去了吗? 第零四六章, 彼此的信任, 过来机场接我, 留下一句话, 电话就直接挂了, 嘟嘟嘟, 李凌峰, 我可是你前男友, 前男友啊, 不是你老公, 呼之则来, 挥之则去, 凭什么我要去接你, 那个, 刘行, 我出去一趟, 等会洛航回来了, 跟他说下, 那笔贷款到他那了, 只要还有气, 这活就得卯足尽干, 一路急速驾车到机场, 远远就看到徐夏露在门口边上候着, 身穿黄色连衣裙, 战袍的他格外耀眼, 引来不少注目, 说实在, 这徐夏露的自信也是由内而外散发, 怪不得那么多有钱人围绕, 这边徐夏露也看见了李凌峰的车辆, 这车还是他帮着买的, 怎会不清楚, 拖着行李箱便走了过来, 李凌峰下车将车尾箱打开, 结果徐夏露手中的行李箱便将其放进了车尾箱里, 我们现在去哪儿, 直接回你家吗? 李凌峰和尚车尾箱盖道, 徐夏露摘下墨镜, 带我去喝点东西吧, 不想回家, 李凌峰点点头, 两人上了车, 车辆匀速的行驶在马路上, 李凌峰好奇地问了句, 你老公呢? 离了, 车辆在路中央晃了一下, 你们不是去瑞士蜜月旅行了吗? 别提了, 那傻缺最后带我去了非洲, 徐夏露一脸都没好气, 李凌峰? 干嘛? 去非洲跟食人族共进晚餐啊? 这你就要去问他了, 你们真理了? 李凌峰有些不敢信地再问了一下, 毕竟这可是婚姻, 不是随便开玩笑, 三观不合, 留着过年吗? 徐夏露白了眼, 那你不是亏大了? 李凌峰有些替徐夏露不值, 徐夏露叹了口气, 些许郁闷, 能不亏吗? 老娘好歹也是投了感情进去的, 呃, 这认识不到一个月的感情可有多少分量呢? 不过倒是给了一百万的分手费, 徐夏露补了剧, 车子再次晃了一下, 后车车主, 前面怕不是傻叉吧? 要不就是女司机, 李远点好, 于是赶紧地转向变了道, 离远远的, 李凌峰握紧方向盘, 从后视镜看了眼徐夏露, 你还有这类朋友吗? 甭管男女, 介绍我一个呗, 主打的真诚, 行啊, 真倒是有一个闺蜜, 不仅漂亮, 还多惊, 徐夏露道, 李凌峰瞬间两眼放光, 赶紧地联系方式发我, 不过有个不好的地方, 李凌峰, 该不会是狠辣毒腹, 亦或是坦克型的那种吧? 他客服? 李凌峰瞪大了双眼, 客服? 不然, 你以为他的多金是从哪里来的? 李凌峰倒吸了口凉气, 人家药材, 他要命啊, 这是, 不过人未才死, 鸟未失亡, 李凌峰一笑, 没事, 我命硬, 兴许能扛一扛, 徐夏露白了眼李凌峰, 你想我还不乐意呢? 真要是穷, 我那一百万分手费分你一半, 你的钱我怎么能要? 吃软饭吃到前任身上去了, 说出去不给人笑到大牙, 切, 徐夏露回了句, 不过既然是前任, 咱俩还是算清楚好点, 等下喝东西谁付着, 还有麻烦到时贴补一下我邮费, 现在邮价涨得厉害, 徐夏露, 夏华县, 警号, 不去喝东西了, 直接去开房吧, 防飞我出, 车辆第三次晃了下, 这回周边的车都纷纷离开三五米远, 酒店, 一番云雨过后, 李凌峰饶有余味地欣赏着徐夏露那诱人的心好心好心好, 这是多少男人都梦寐以求的事情, 徐夏露此刻脸颊红润, 眼中的迷离还未全部散去, 电话铃声响起, 是他那在非洲的前夫打来的, 徐夏露本想不接, 李凌峰是一起接听一下, 毕竟看着别人的前妻躺在自己身边, 这感觉很爽, 喂, 露露, 我被几只狮围在了树上, 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 徐夏露没有急着回话, 听他说完, 如果这次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名下的所有资产就由你来继承, 李凌峰两眼放光, 恨不得替徐夏露回答, 好啊, 好啊, 树上泪赶紧下来, 徐夏露一脸淡定地回道, 你手上有枪吗? 有啊, 可是打了一只, 另外一只也会扑上来啊, 逃不掉的, 不, 你朝天开枪, 对方一愣, 是把那些狮子吓走吗? 不, 方便吸引更多的狮子过来, 徐夏露回了句, 也不等对方说话, 徐夏露便直接挂了电话, 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娇称道, 别捏那么大力, 疼, 虽说梅寒雪盈的那么威额壮观, 但也差不到哪里去, 毕竟可是自己看上的前女友, 你真不关心一下她啊, 李凌峰问,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你谢, 想复合也找点靠谱点的理由吧, 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关心这干嘛, 反正财产又不是自己继承, 跟你商量的事情, 就山甲村飞东那块好像准备拆迁了, 有没兴趣一起去买东自建房回来, 买来做什么? 徐夏露一脸的疑惑, 李凌峰, 自己是不是找错合伙人了? 买来等拆迁啊, 万一真拆了, 这不发达了, 那万一要是没拆呢? 徐夏露反问了一句, 啊, 大不了等着收租了, 反正也不亏, 想啊, 加上这一百万的分手费, 我账上有二百万, 都转给你, 李凌峰看了眼徐夏露, 不考虑一下, 不怕我捐款跑路, 真要跑路的时候带上我呗, 我相信, 你也不会只找我合伙, 李凌峰倒吸了口气, 眉头一皱, 你这话我怎么回你? 徐夏露一笑, 不第一天认识你了, 你李凌峰什么样的人, 姐能不知道吗? 李凌峰点点头, 那也是, 想当年, 我银行卡密码, 对你不也是毫无保留, 你那里面的余额, 从未上过两位数, 还好意思说, 那你现在的银行卡密码多少, 也告诉我一下呗, 唉, 这肚子突然有点疼, 我得上的洗手间线, 徐夏露, 所以说,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此刻, 非洲某一原始森林处, 一男子正被几只狮子围在了树上, 等待救援, 第零四七章, 副慈自笑, 下午, 洛行拖着虚弱的身体, 从医院回到了支行, 在办公室, 给自己泡了一壶千年人参茶, 当年从江湖廊中, 买来这根千年人参的时候, 说过能续命, 现在的他上有老, 下有小, 外头还有四五房的婆姨, 可不能倒下, 至于那瓶甲午粮液, 洛行深知是哪位贷款客户送的, 断贷, 明年必须给他断贷, 洛行心里狠狠地说道, 这时也回到支行的李凌峰, 听说洛行回来了, 马不停蹄地来到洛行办公室, 看见面色蓄了几分的洛行, 李凌峰打招呼道, 没事吧, 洛行示意李凌峰过来坐, 在医院打了点滴, 好很多了, 李凌峰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盒, 放在洛行面前, 洛行拿起一看, 速笑就心完, 眉头一皱, 老子只是喝了假酒, 还没到进火葬场的地步, 很贵的, 进口货, 李凌峰提醒道, 听到这个贵字, 洛行两眼立马来了光芒, 巧心号心号心号地给揣进了口袋, 这东西自己用不上, 可以拿给老岳父用啊, 又省了一笔, 就心完掉命, 现在咱该谈正事了, 于是李凌峰趁势提醒道, 那贷款, 你让我今天协会, 明天一准, 给你办去, 洛行回道, 不是, 这得抓紧啊, 趁现在市场还没反应过来, 赶紧撕开一个口子, 洛行挥挥手, 无妨, 有哪几家银行愿意做这种贷款, 正是因为没几个行愿意做, 我们才有优势啊, 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算不算独家渠道, 洛行似乎明白了什么, 脸色一严肃, 到这洛行眼神已露出一股狠劲, 仿佛看到钞票如雪花般向他飞来, 行, 我这就去上分行沟通, 当大伙看到洛行屁股都还坐热, 就又风尘仆仆地出去, 以为假酒又发作了, 纷纷庆幸, 要不是他吝啬抢着喝, 一人干了大半瓶, 那去医院的, 就不止他一个人了, 下班, 街上韩雪莹, 李凌峰开车回到了住处, 当打开门, 韩雪莹便很顺口地喊了一句, 妈, 见没人回应, 韩雪莹又喊了一句, 会不会阿姨出门去了, 李凌峰一边脱鞋一边说道, 这人生地不熟的, 他能去哪, 两人换上脱鞋进了屋, 客厅没见到人的韩雪莹, 于是进了房间, 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 只是不见了自己妈妈的衣物用品那些, 不用想都知道, 他回家去了, 后脚边的进来的李凌峰问道, 阿姨也没在房间啊, 他回去了, 韩雪莹不知是喜, 还是背得回了一句, 李凌峰错愕了一下, 这韩雪莹妈妈真是疯一般的女子, 来无影去无踪, 殊不知此刻韩雪莹爸正在仰面叹息, 怀念曾经有过的两天自由, 韩雪莹拿起电话拨了过去, 妈, 你怎么回去也不说一声啊, 不回来等着被你气死啊, 韩雪莹, 你瞧瞧, 你们房间里整的那些都是什么东西, 韩雪莹脸一阵赤红, 今早赶着上班, 没有时间来得及收拾, 没找到自己老妈竟然跑去查房, 欧下华线哦, 一旁的李凌峰也是听得目瞪口呆, 赶紧跑回自己房间, 看到自己的那硅胶, 美人包装没被动过, 这才稍稍放心, 要是给阿姨看见这个, 那还不拆天, 挨了一顿骂的, 韩雪莹捏布拉几地走了进来, 看了眼那床上的女仆装和胡尾巴, 李凌峰上前抱了抱韩雪莹, 委屈你了, 要不扔了吧, 韩雪莹抬头看向李凌峰, 我还有护士装呢, 另一边星河湾, 原隔壁大姐看着身边一动不动的王哥, 一副怨念极深, 你竟然打个冷战就出去了, 是几个意思, 当我这两体温啊, 王哥挥挥手, 有气无力道, 着实太累了, 改天来, 你连李凌峰的那万分之一都没有, 话刚一出口, 大姐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果不其然, 刚还死气沉沉的王哥猛地一起身, 你说什么, 我, 我说什么你心里没点书面, 王哥用沈氏的眼光看了一下大姐, 要不是那李凌峰搬走了, 没, 没啊, 可能当才迷糊了一下, 王哥忙解释道, 大姐一个无影脚将其踹了下去, 滚, 沙发上睡去, 被逼无奈的王哥只好抱起自己的被子, 走去了沙发, 这时, 小王从自己房间里出来, 爸, 要不要到我房间去睡, 王哥一脸不敢相信的看了眼自己这个假儿子, 今天怎么转型啊, 刚准备享受这为数不多的孝心时, 小王拿出了一张试卷, 你帮我签个明白, 就说没好事, 王哥拿起试卷看了眼, 差点没当场过去, 十三分, 你就是闭着眼睛填也不止这个分数吧, 小王赶紧嘘了一声, 叫王哥别那么大声, 小心给里面的大姐听见了, 王哥气急败坏地接着道, 你这全班第一名吧, 倒数, 第二, 小王小心翼翼地回了句, 还有比你更低的, 小王点了点头, 他抄了我的, 唯一对的那道提漏了血, 王哥认真的看了眼自己这儿子, 那你们还真是一对难兄难弟, 这是我帮不了你, 你找你妈吧, 被王哥一口回绝, 小王整个人都慌了, 若是被大姐知道他考试三分, 还能活吗, 这后果小王很清楚, 忙委屈地喊道, 爸, 你不想失去我吧, 王哥转头睡了下去, 自己要是帮这个忙, 后果也很清楚, 秉着死对有不死频道的精神, 这还是你自己扛吧, 好歹也是小男子汉, 顶天立地, 见王哥不为所动, 小王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看见你跟一个阿姨, 王哥猛地睁开眼, 一把捂住儿子的嘴, 我签, 我签, 大笔挥签完后, 小王满意地拿起誓卷回房间, 后面王哥抱起被子跟了上来, 老爸, 你干嘛, 我没有东西要签了呀, 小王回头道, 你不是答应我去你房间睡吗, 呃, 你等会, 小王一进去, 便响起了房门反锁的声音, 地零四八掌, 那一排都是我的, 嘿, 你个死小子, 吃了闭门羹的王哥嘴碎了一句, 抱着被子又回到了沙发处, 这回家里的狗子还把沙发给占了, 连你也欺负我, 王哥伸手使劲拍了下狗头, 狗子汪汪了两句后便离开了, 估计是在问候王哥的祖宗, 王哥重新躺了下来, 伴随着钉的一声, 手机屏幕在一片漆黑中亮了起来, 拿来一看, 瞬间被吓得半死的王哥忙将手机藏进了被子里, 在确定了四周确实没人后, 才慢慢地再次拿了出来, 尽管此时, 头上的阿飘也叹了下来, 信息是寻梦玉族的阿芳发来的, 王哥, 要不要过来洗脚啊, 王哥嘴角温暖一笑, 到底这世上还是能找到关心自己的人, 那么晚了, 改天吧, 为了控制音量, 王哥连按键都调成静音模式了, 来嘛, 人家想你了, 王哥看到回信, 那眼睛说不出来的炯炯有神, 可以想到自己现在的情况, 本就心里跃跃欲试地贪念了下来, 现晚上不说, 关键手里没钱啊, 好不容易攒下的私房钱, 上次都给花完了, 只好无奈地回道, 下次, 下次, 县店里没客人, 你过来, 我给你最好的服务, 王哥, 确实晚了, 下次吧, 正当王哥以为, 这次小方应该是不会回自己信息了, 过来嘛, 让你体验一下管事服务, 咦, 深呼吸了一口的王哥紧锁眉头, 已开始在想办法了, 现在过来, 给你五折优惠哦, 五折? 错过了这次会内疚一辈子的, 王哥猛地一起, 偷偷摸摸来到柜子边, 轻轻撑起柜体, 他知道儿子经常会将零花钱压在这底下, 果然不出所料, 从柜底下摸出了一达的钞票, 面值大到一百, 小到一块, 王哥点了一遍, 合计309块钱, 购买一个中的钱了, 更何况现在还五折优惠呢, 那正好可以在家中, 换下睡衣, 披上自己的外套, 王哥确定没有什么动静后, 便悄悄离开, 直到下了楼去, 才给房间里的大姐发去了信息, 我回去加班, 算是一种报备吧, 晚上加班是常态, 也不会有所怀疑, 谁知大姐都懒得去看, 爱去哪去啊? 嗯, 房间里响起了一声低沉, 大姐不觉地加快了手速, 是了, 还幽怨了一句, 这李凌峰走也不知一声, 哈秋, 躺在床上的李凌峰打了个喷嚏, 谁在想我啊? 旁边裹着一身凌乱护士服的寒雪莹, 睡得香甜, 闲来无事的李凌峰翻起了猛难秘籍, 就当是陶冶情操, 增强自身修养, 只要心中有圣贤, 眼中看什么都是春秋, 就是这手有点干, 翻书不方便, 于是李凌峰将手伸进了护士服, 两天后, 山甲村飞东片区, 在陈雅兴老爸陈叔的牵线下, 找到了一位自建房卖家, 李凌峰看着眼前的这栋自建房, 占地面积约120平, 总共五层半, 建筑面积算下来有700多平, 因为自二楼起, 前面部分就飘出了一米距离, 这屋, 行中增加了不少每层的建筑面积, 可惜的就是, 位置比较靠后, 一楼做不了商铺使用, 但这也有个好处, 就是整体出售价格没那么夸张, 整栋报价723万, 出于陈叔这个村长的面子, 对方给抹了零头, 只要了700万整数, 这算是找对人了, 李凌峰也不多废话, 当下就签了买卖合同, 在完成村委证明, 律师见证等手续后, 李凌峰将700万如数转给了对方, 这700万中, 300万是李凌峰的自有资金, 200万是徐下路的, 剩下最后200万则是忽悠陈亚新入局, 目前这栋自建房已全部出租, 每月整栋的租金约3.7万元, 算下来一年有40多万, 投资回报率可以去到6%, 这么高的回报率全因是对方卖低了价, 听陈叔说, 对方的儿子被套进了一场赌局, 输了大几百万, 才不得已急卖房屋, 这是专门针对拆二代, 或者那些暴发户子弟的赌局, 突然有钱, 文化认知水平没跟上来, 加之争强好胜, 不骗你骗谁, 完成交易后, 陈叔一脸不解地问, 你怎么想起买这自建房, 上次跟你说的, 赌拆迁啊, 陈叔点点头, 你看到那一片的自建房没, 顺着陈叔的方向, 李凌峰抬头看见十几栋的自建房并排而过, 那些都是我的, 等我老了以后, 就都是你和欣欣的了, 你说你那么急干吗, 李凌峰看了眼陈叔, 回到直行, 屁股都还没做热, 好消息接二连三, 经过洛行的不懈努力, 上面终于同意试点自建房贷款, 就先从李凌峰所在的直行开始, 做一批客户试试, 如果客户质量和风险把控都还行的话, 就考虑全行推开, 且这自建房的贷款利率定价, 自然要比一般的房产抵押借贷利率要高, 西插拉大, 意味着银行的增收能力得到加强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对行李也是好事, 李凌峰赶紧给黄天泽去电话, 黄总, 你那三百万的贷款批下来了, 本以为对方会很高兴, 谁知迎面一顿劈头盖眼的臭骂, Tid不知道哪个龟孙, 把飞动的那套自建房买走了, 他大爷的跟我抢, 李凌峰, 你这被人抢先了, 干我啥事啊, 刚想骂回去转念一想, 你压得会不会就是自己买的那套, 真不会那么巧吧, 李经理, 这不是对你讲的哈, 我就骂那龟孙, 生儿子没新号, 新号新号的家伙, 李凌峰, 我, 对了, 你刚才说那三百万贷款批下来是吗? 哦, 是, 是的, 谢谢啊, 李经理, 你真是对我雪中送炭, 服务于名啊, 那自建房不是给人买走了吗? 你还要这贷款干吗? 李凌峰好奇地问, 还有另外一套, 差不多就是贵了将近一百万, 要不是那龟孙, 我也不会多花这一百万了, 黄天泽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隔着电话李凌峰都能感受得到他那份心痛, 那你什么时候过来签放款盒头? 第零四九章, 忙完再进去吧, 李,挂了电话, 李凌峰准备贷款合同, 只要合同一签, 自己的这第一笔业务就算是成了, 二十来分钟后, 黄天泽如约出现在支行, 贵宾接待室里, 流程操作半桶水的李凌峰指导着黄天泽签署放款合同, 再连错了几分后, 看不下去的洛行亲自上线操斗, 第三方受托支付, 三百万贷款顺利地放了出去, 当确认签到账后, 黄天泽简直笑得合不拢嘴, 立马给朋友打电话, 下午就过去买房, 李经理, 辛苦你一下午了, 出去喝点东西呗, 讲完电话的黄天泽回头说道, 李凌峰适了下墙上的监控, 道, 不喝客户一口水是我们的纪律原则, 黄总, 哦, 贵行真是连接风轻, 下次一定, 一定给李经理送面锦旗, 说完用眼神道, 我在外面等你, 李凌峰也用眼神回了句, OK, 黄天泽走路带风地离开了支行, 刚巧出来的洛行看到, 就这么走了, 小东西从贵宾室接待试出来, 洛行看了眼李凌峰, 走了, 啊, 走了, 李凌峰回道, 对了洛行, 等会我出去一下, 洛行听后眼前一亮, 好好, 慢慢谈, 李之行不远处的一间饮品店, 李凌峰和黄天泽在其户外小椅上坐了下来, 里面店员眼巴巴地望着俩人过来点单, 可貌似没啥动静, 来, 李经理,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说完, 黄天泽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 递到了李凌峰的面前, 黄总, 你这是, 规矩我懂, 放心, 手机我也关机了, 黄天泽还特地给展示了一下他关机状态的手机, 李凌峰笑了笑, 伸手一摸信封的厚度该有三万, 果然, 黄天泽见此赶紧说道, 行情价, 一个点, 李经理, 你看合不合适, 早就听说金融行业这里面水够深, 油够肥, 没想到今天让自己遇着了, 自己这个小小金融民工尚且如此, 难以想象那些处于顶层的, 黄总你客气了, 李凌峰将信封推回给了黄天泽, 古时还有三次三让, 金字都不得装一下, 显得吃相没那么难看, 哎, 李经理, 这你得收下, 这么跟你说吧, 只要你们行愿意做, 我们的合作就不止这一次, 黄天泽笑得眼睛迷成一条线, 这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了, 羊毛出在羊身上, 黄天泽会通过转介绍客户充当中介角色收拥来赚回这三万, 只多不少, 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李凌峰笑了笑, 伸手道, 那我们合作愉快, 黄天泽, 合作愉快, 返回支行时, 已是下午六点多, 压钞车都已经走了, 支行的同事基本走得七七八八, 李凌峰来到自己卡座位置, 看见洛行的办公室还灯火敞亮, 这时在等自己啊, 李凌峰微微一笑, 老狐狸, 于是来到洛行办公室, 这么晚了还没下班啊, 洛行, 这不上面同意我们支行试点这自建房贷款, 我在想该怎么拓展这条线的业务, 洛行为我们业务发展, 真是担惊节律啊, 李凌峰彩虹屁拍得震天响, 哎, 你们谈得怎么样了, 洛行笑问道, 只是这猥琐的笑容, 里里外外都透着铜袖的味道, 还行, 李凌峰点点头, 等了片刻, 见李凌峰没有后续了, 洛行迷糊了, 没了, 啊, 李凌峰看了眼洛行, 对了, 这些黄天泽的贷款资料, 你帮忙再看一下, 有无披露, 我还有事情, 就先回了, 放下资料李凌峰便起身离开, 扑林母, 毛都没一个还让我看贷款资料, 洛行愤愤地拿起那一叠资料, 随手翻了下, 吓得他立即用手盖住, 看了他门口, 确定没人进来, 两手指摸查了一下, 里面夹着个信封, 后度还行, 以洛行多年的经验判断, 至少一万, 随即嘴角露出喜人的笑容, 心里道, 这小子会来世, 这边李凌峰已经出来直行, 开车去往林旭东给的一个, 那是林旭东准备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新公司, 李凌峰倒没想到, 还真出来单干了, 看来背后有强势女人, 做依靠就是不一样, 至少少奋斗二十年, 自己啥时候也能找个富婆包养啊, 不用整天出来抛头露面的, 李凌峰感慨道, 这高峰路上的车辆依旧那么多, 速度还不如骑电单车, 正当李凌峰准备放手音乐嗨一下时, 中控放着的电话响起, 拿起一看, 是洛行, 接通道, 洛行, 找我有什么事吗? 就关于我们支行试点的自建房贷款业务, 我是这么考虑的, 试点期间都只能你这境界, 李凌峰一听, 两眼放光, 那感情好啊, 独家垄断渠道, 这意味着什么都不用明说了, 当然, 我这是为了方便把控风险, 而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 风险这块你一定得把握好, 李凌峰嘴角一笑, 老狐狸名头打得那么好, 放心, 洛行, 这一点你大可不必担忧, 长远可持续的发展才是我们最终的追求, 没错, 短视行为万不可取, 洛行甚至赞同道, 在这一点上, 两人都有高度的共同认识, 对了, 这业务你得抓紧推广, 毕竟试点期限不会给太久, 洛行最后提醒道, 当然不能久, 你吃肉总得让其他的同事喝口汤嘛, 不然事情你压得住, 利益都是一个链条的, 独时必定出事, 明白, 洛行, 先挂了开车车, 李凌峰放下手机, 侧边一辆车, 趁李凌峰讲电话, 一步步的挤进来, 嘿, 大家都在排队行车, 你凑什么热闹, 李凌峰技术娴熟的紧贴前车, 是丁寸不让, 升凭开车, 最讨厌两种人, 一是新号新号新号对的, 二是不让我插对的, 来到林旭东的新公司门口, 在车上就看见林旭东, 在里面忙碌的身影, 门店还可以, 大路边也够宽敞, 上面招牌红布盖着, 李凌峰观察了一下, 算了, 我还是等他忙完了再进去吧, 第零五零章, 这回推稳了, 将车靠边休息了半个钟, 这回应该差不多忙完了吧, 李凌峰搓了把脸, 下车来到新公司的门前, 第一只脚都还没踏进去, 就听到林旭东隔着玻璃门喊道, 可算来了, 赶紧进来大把手, 李凌峰眉头一皱, 干, 早知道就在多等半个钟才进来了, 进来里面, 基本的陈设都已经到位了, 李凌峰好奇, 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就剩下这块镇垫泰山石了, 一个人干不动, 等你过来一起搬出去, 林旭东笑道, 李凌峰看了眼那石头, 好家伙, 至少三百斤起步, 等等, 你确定就我们两人搬得动这泰山石? 李凌峰怀疑的目光看向林旭东, 放心, 里面是空心的, 真的大家伙, 我也买不起啊, 李凌峰点点头, 也是, 看你也不像出手那么阔绰的人, 而且还是买石头, 林旭东, 老子刚创业, 省一点行不行, 等以后赚到钱了, 我买一千斤重的石头, 送你家去, 两人合力将这空心的甲泰山石 移至店门口右方, 这个方位是特地找先生看过的, 专不专业不清楚, 反正天桥底下那百摊拉来的, 主打一个经济实惠, 放证后, 李凌峰左右审视了一下, 霸气是霸气, 只是这质量, 哎, 你说明天起来会不会被砸个窟窿出来啊, 李凌峰问道, 想什么, 虽说我这是空心的, 但也不至于泡沫做的, 不信, 我给你试试看, 说完, 林旭东抬手便胜利轻垂了一下, 啪啦, 还真是泡沫做的, 李凌峰眉头一皱, 看了看顶部那凹进去的泰山石, 你还在那封凉画, 还不赶紧去里面拿502胶水给我, 林旭东拉长脸悲催道, 又是你自己要是给我看的, 李凌峰转身进了店里, 倒过了半个钟, 才将那凹进去的地方修不好, 不细看也不会发现, 这下林旭东才稍稍又开心过来, 公司还没开业, 这多不吉利啊, 忙完活后, 李凌峰给林旭东递了支烟, 怕不小心烫到那泰山石, 两人都特地走开近远的距离, 不然, 真怕那泰山石上又多出几个小窟窿, 点上烟, 两人深深吸了口, 纷纷展现各自打烟圈的技术, 想当年, 一包立群, 天桥底下就是两人开心的一天, 哎, 你说我这次能不能成功, 林旭东一脸的期待, 忍不住笑问道, 可以看得出他应该很开心, 至少对未来充满期待, 李凌峰盘了淡烟灰, 放手干, 怕什么, 输了大不了吸口烟在挣扎, 林旭东点点头, 对头, 本就光脚趴个锤子, 浑不下去了到时, 你那给我腾个房间, 呃, 不会不成功的, 我是说, 假如不成功, 不会, 不会, 一定成功, 李凌峰摇头道, 你们在聊啥, 这回月姐拎着一个多层饭盒也赶了过来, 我给你熬了点汤, 对林旭东的那笑容都能甜死不, 李凌峰, 不是, 我呢, 我也没吃饭啊, 月姐将饭菜和汤端到林旭东的面前, 才好像发现只有一份哦, 转头对李凌峰道, 你吃饭了吗, 要不我去隔壁快餐店打一份给你, 林旭东, 不, 不用那么麻烦, 我跟他分着吃就行了, 这边李凌峰正高兴地准备起手拿勺子, 这汤闻着就香, 绝对是好料, 月姐稍稍移了一个方位, 瞪了眼林旭东, 转头对李凌峰又笑道, 我还是去隔壁店给你打一份吧, 这也吃不饱, 意识过来的, 林旭东盲点头腹喝道, 对啊, 对啊, 打多一份吧, 李凌峰看了眼父畅夫, 随得俩人, 不是, 你俩是忘了当初谁把你们从派出所捞出来的吧, 本台消息, 我是将以辟区为战略桥头堡, 推进我是战略东径的深入实施, 构筑, 里面传来电视新闻报道的声音, 立即吸引了李凌峰的注意, 赶紧走了进来, 辟区, 不就是现在我所在的区吗, 而且战略东径被提上了日程, 那不是意味着, 李凌峰高兴地拍了下手掌, 大声道, 稳了, 稳了, 林旭东和赵月俩人对看了一眼, 不就一碗汤吗, 至于这样, 于是林旭东赶紧端着汤进去, 来来, 分你一半, 行了, 月姐的心意你, 就多喝一点吧, 不然今天都这么累了晚上, 怎么说说, 话一落音, 林旭东看了眼李凌峰, 李凌峰看了眼月姐, 月姐害羞地低下了头, 既然你们都没准备我的饭, 那我就回去找韩雪莹了, 李凌峰说完便转身挥手离开, 明天记得过来, 新公司开业, 林旭东喊了句, 李凌峰晒了个OK的手势, 回到住处, 韩雪莹正坐在沙发上捧着薯片包具, 你回来了呀, 李凌峰走了过来, 吃饭了没, 韩雪莹给李凌峰看了眼手中的薯片, 正在吃, 李凌峰眉头一皱, 那么凄凉, 就吃个薯片啊, 韩雪莹转身一把搂住李凌峰, 眨巴着眼睛, 怎么, 你要请我吃东西吗, 想吃什么, 搂着李凌峰的韩雪莹眼睛转了一圈, 嗯, 要不我们去撸串吧, 你要撸串不有现成的了吗, 李凌峰看了眼韩雪莹, 你好坏, 韩雪莹随即便捶了一下李凌峰的肩膀, 真想去撸串啊, 李凌峰确认道, 韩雪莹点点头, 撒娇道, 去嘛, 人家好久去过了, 好吧, 那我们走吧, 等等, 韩雪莹一副机灵的脑袋瓜子眨眨眼, 要不, 我们撸完这边再去撸那边吧, 李凌峰虎去一阵, 看向韩雪莹那双万千风情的眼眸, 那还等什么, 是了, 韩雪莹看了眼李凌峰, 饱了, 李凌峰, 烧烤当, 两人最终还是出来了, 老板, 一打生蚝, 一打鱿鱼虚, 一个茄子, 再拿半打的老青刀, 李凌峰下完单后, 转身对韩雪莹接着说道, 你看看, 还想吃些什么, 哥, 韩雪莹打了个宝哥, 第零五一章, 你还会再来找我吗, 两人坐定后, 韩雪莹拿起纸巾抹了一下桌子, 你那本猛男秘籍, 还挺有效果的, 是吗, 不觉得, 李凌峰不以为意, 他除了增加睡眠质量外, 还能干啥, 你当然不觉得了, 平日多是你攻我手, 你攻速和力量的变化, 我怎么会不知道, 韩雪莹道, 旁边大哥竖起了长长的耳朵, 手中的啤酒停在了半空, 我去趟洗手间, 你再抹一下桌子, 有死了, 韩雪莹交代了一句后, 便起身离开, 李凌峰刚准备动手抹桌子, 旁边大哥起身靠过来, 兄弟, 借一步说话, 等韩雪莹出来后, 好奇地望了眼身后买单的大哥, 你认识他, 李凌峰摇摇头, 不认识啊, 那你还跟他聊得那么火热, 韩雪莹一脸的不解, 他说这顿撸串他请, 韩雪莹更加仗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了, 好好的他请我们撸串干吗, 知识产权付费啊, 李凌峰回了句, 知识产权, 哎, 这些你不懂得了, 快吃, 老板刚拿上来的, 等会凉了, 就不可口了, 这时, 漆黑的夜空中飞机缓缓掠过, 发出阵阵的轰鸣, 韩雪莹抬头看了眼那一闪一闪的亮点, 我也好想坐飞机啊, 长这么大了, 一次飞机都还没坐过, 李凌峰看了眼韩雪莹那双渴望的眼神, 除了飞机, 你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韩雪莹低头多了嘟嘴, 我也没看过雪, 李凌峰一笑, 刚好明天就是周末, 要不我带你去长外山天池吧, 这个月份应该也有积雪了, 韩雪莹抬头不敢相信地看了眼李凌峰, 你说真的? 真的, 珍珠都卯闲针, 说完李凌峰掏出一个信封放在韩雪莹的面前, 韩雪莹? 这是什么来的? 垃圾打开一看, 瞬间吓得韩雪莹小心干风烹跳, 里面是厚厚的一打钞票, 哪来的那么多现金啊? 韩雪莹惊讶地问道, 工作赚钱的第一笔金, 相信我, 以后还会更多, 你就安心尽情地玩吧, 李凌峰解释道, 这还得多谢黄天泽黄总, 韩雪莹喜上眉烧, 我们走起, 走起, 不对哦, 明天不是你好兄弟林旭东新公司的开业典礼吗? 韩雪莹突然想起道, 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不碍事, 第二天早晨, 当林旭东看到那连绵十里长迁的花篮及两支行事队伍时, 瞬间猛圈了, 我记得我没请你们啊, 林旭东看了看行事队的领头, 领头微微一笑, 你是林老板吗? 你好, 我是李总请过来给你这边庆贺开业的, 李总, 什么李总, 我哪认识什么李总? 林旭东转念一想, 难道是李凌峰那家伙? 于是赶紧地给李, 林峰去了电话, 还默等他开口, 便先传来李凌峰的声音, 怎么样, 还满意吗? 兄弟, 还真的是你整的啊? 林旭东道, 不然哪, 还有谁会对你这么好? 李凌峰笑了句, 那也不用如此隆重, 我就一个小公司开业, 整得好像跟世界五百强似的, 林旭东嘴上说不用, 那嘴角翘的连AK都压不住, 算我的一点心意, 今天开业典礼, 我就不过去了, 怎么了, 是有什么事吗? 林旭东问, 现人在机场, 准备去尝, 白山赴小哥的十年之约, 挂了哈, 嘟嘟嘟, 及时一道, 瞬间鞭炮李花震天响, 两支醒世队伍使出浑身本领, 争个彩头, 你好, 这边是城管综合执法, 新公司开业第一天, 林旭东便领取了管理部门的罚单, 机场, 李凌峰和韩雪莹有序地完成了登记流程, 找到自己位置坐下, 位置不错, 靠窗的那种是李凌峰特地选的, 在经历了起飞时的一阵耳鸣后, 飞机如常翱翔在未来的天际之中, 好漂亮啊, 韩雪莹看着窗外的雪白云层, 不禁感慨一句, 喜欢吗? 李凌峰笑问道, 韩雪莹转头幸福地看了眼李凌峰, 喜欢, 有你的地方我都喜欢, 到达目的地还需要点时间, 重复看窗外同样的风景, 审美疲劳的韩雪莹靠着李凌峰小睡过去, 请各位乘客注意, 请各位乘客注意, 飞机前方突出一股强气流, 请寄紧安全带妥善放置手提行李, 广播中传来连绵不断地提醒, 惊醒不少熟睡的旅客, 大家纷纷抬头观望, 这十个空城纷纷动员了起来, 在安抚旅客的同时检查各项安全, 怎么了? 韩雪莹醒来问道, 寄紧安全带, 我们要途经强气流了, 李凌峰提醒道并给他寄了上去, 原本想只是一股平常的气流, 没想到飞机却迎来了连续的剧烈颠簸, 加之警报声的不断, 大家意识到这次气流没那么简单, 就连平日司空见惯的空城, 此刻脸上也不觉展现出了一丝紧张的情绪, 不过出于自身的职责, 他们仍不断安慰着旅客, 突然, 一个剧烈的抖动将众人的情绪彻底击溃, 有人害怕大喊, 有人开始嚎啕大哭起来, 整个氛围顿时一片的混乱, 淹没了空城的安抚声, 此刻浑身颤抖不止的韩雪莹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我们会没事吗? 李凌峰抱紧了他, 安慰道, 会没事的, 又是一个抖动, 韩雪莹害怕地钻进李凌峰怀里, 抓紧李凌峰的衣服, 道, 如果, 如果有来事, 你还愿意再来找我吗? 泪水湿透李凌峰的衣服, 韩雪莹抬头望向李凌峰, 那碍到骨子里的眼神, 让李凌峰无法拒绝, 会, 我会的, 转头看向窗外, 那黑色的云层, 我真的要陨落于此了吗? 这时的李凌峰多么希望那猛难密集, 是一本玄幻功法, 那么此刻便可以起声高呼, 以雷霆击碎黑暗, 气流最终平安掠过, 长白山, 韩雪莹捧起一把雪洒向天际, 转头看向李凌峰, 我喜欢的不是雪, 而是有你的冬季, 李凌峰二章, 突来的电动车, 日本方面就朝方的新一轮导弹试射, 表示强烈的谴责和抗议, 敦促, 哈丘, 李凌峰赶紧的抽了张纸巾抹了把鼻涕, 周末在那长白山上, 本想向韩雪莹展示一下猛难风采, 也来个光膀子雪地打滚, 没想到就感冒了, 李凌峰将纸巾捏成一团, 差点就投中了隔壁卡座位置的垃圾直楼, 森哥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竖起了国际中旨, 无聊的李凌峰拉动了下一个新闻, 我是为推进东京战略实施, 你计划投资六千亿, 李凌峰瞬间来了精神, 一字一句地看着新闻内容, 直行门外传来一阵的吵闹, 我要找你们李经理, 大唐经理急冲冲地跑进来, 风哥, 风哥, 外面有人找你, 十几号人, 李凌峰, 我应该没借高利贷啊, 要不要先避避风头, 大唐经理拉着李凌峰的手, 就是往外转, 遮遮脸, 生怕给对方认出来, 李经理来了, 大唐经理高喊了一句, 十几号人呼啦啦的目光齐齐看过来, 人群中奋力拨开出一人, 李经理, 李凌峰看了过去, 黄总, 早说你来嘛, 还以为是情敌来寻仇了, 黄天泽热情高涨地走了过来, 拉起李凌峰的手, 就握住紧紧不放, 我给你拉业务来了, 看, 这些都是老乡朋友, 个个都挤动地收租自建房, 李凌峰看了眼众人, T恤, 休闲裤加凉拖, 屁股后面还别着一串钥匙, 保时捷, 奥迪, 奔驰车钥匙挂上面, 就跟玩具似的, 黄天泽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李凌峰, 合作愉快, 李凌峰将这些人招呼到贵宾接待室, 让他们先填写贷款申请表, 黄天泽将李凌峰拉至一边, 眉飞色舞道, 李经理, 你留意了新闻没, 政府要投资六千亿推进战略东径, 说到这里, 黄天泽两眼放光, 我们辟区就是战略东径的桥头堡, 得亏我下手得早, 李凌峰一笑, 这么说, 前几天你入手的内栋自建房赚了, 黄天泽忍住笑点点头, 现在有人出价九百万, 李凌峰吸了口凉气, 剔财几天时间就赚了一百万, 这让那些打工人怎么想, 这得感谢李经理, 你给我做的贷款, 才让我凑齐了本钱, 改天我做东, 一定要来, 李凌峰没有心情听他的, 而是在想自己买的那栋, 现在正踩住风口, 好好持有, 想来一定能出个好价钱, 李经理, 李经理, 黄天泽的叫声唤醒了李凌峰的沉思, 好好, 李凌峰硬吓道, 你这些人朋友, 也是准备抢那边的自建房吗? 有些人是, 有些带来做其他投资的, 都有, 李凌峰点点头, 钱生钱这话是一点也没错, 辛勤的打工, 你能有这收获, 稳住一日三餐就不错了, 不要说还有房贷, 车贷, 搞完基本的流程, 李凌峰便让黄天泽招呼他的这群朋友先行离开, 回去准备列好的贷款资料, 届时会上门做贷款调查, 领走, 黄天泽朝李凌峰挥了挥手, 那笑容能迷倒梁山坡108好汉, 可不是, 这一群人都是闪闪发光的精子, 何愁那三万块收不回, 送别这一拨人后, 李凌峰火速来到落, 行的办公室, 怎么了, 年轻人遇事要沉得住气, 这才是做大事的风范, 贸贸实实的, 洛行教训道, 李凌峰给自己倒了杯茶, 跟你商量个事, 尽管说, 只要我能办得到一定满足你, 洛行信誓旦旦, 现在这自建房贷款打开了一个圈, 一下进来十几个单件, 做不完啊, 洛行神情凝重, 年轻人要懂得吃苦, 那你跟我做一半了, 还没等洛行话说完, 李凌峰便回了一句, 反正你也有份捞, 出份力不为过吧, 洛行, 看你那老狐狸也只会滑舌, 李凌峰便接着说道, 我想给自己配个助手, 洛行听后, 那脸瞬间拉得跟驴脸一般, 放心, 我自己掏钱请, 李凌峰补充了一句, 转眼笑叶如花的洛行眯眯眼, 行, 行, 好说, 好说, 只要不动我的利益, 啥是好商量, 况且这业务好的客户经理, 带自己私人助理,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李凌峰准备起身离开, 被洛行一把叫住, 过来, 给娘好东西, 说完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长条盒, 打开里面放着一根大大的人参, 看你小子这么会来世的份上, 我就印你一把, 洛行得意地看了眼李凌峰, 随后切下一块人参续给李凌峰, 业务繁忙, 多补补身子, 这可是续命的, 李凌峰结果闻了一闻, 再看了看盒子里, 那根大大长长的人参, 不绝眉头一皱, 怎么了? 洛行好奇地问道, 李凌峰拿来手机搜了一下, 左右对比了后, 将手机递给洛行看, 这餐, 假的, 洛行一愣, 赶紧地拿过手机, 标题赫然写着, 我是破获一起重大人参造假案, 再看看里面戴着手铐的那人照片, 不正是卖自己人参的江湖郎中吗? 洛行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李凌峰拍了下洛行的肩膀, 遇事要沉得住气, 说完, 便从洛行手里拿回自己的手机, 出门离去, 离开支行, 李凌峰就在脑海盘算着, 一定得给自己配个美女私人助理, 最好是那种当大学毕业出来的, 清纯又羞涩, 想想都不觉几分激动, 脑海里已经在开始挑人了, 会化妆的不要, 过分妖娆的不要, 有男票的不要, 最好是那种素颜亮丽带着几分羞涩, 说话又细声细腻的, 嘻嘻, 李凌峰抹了把口水, 转念一想, 自己可不是什么正经人士, 天天对面这么一个美女助理, 很容易犯原则性错误, 不行, 不行, 李凌峰摇了摇头, 随后听见砰的一声, 抬头一看, 车右侧边陷进去了一辆电动车, 不是, 我好好的开着车, 你横冲不带沙的图上来, 是几个意思? 学长山赵子龙, 七进七出, 第053章, 我叫安心, 李凌峰气冲冲的下车, 电动车上下来一位男子, 脸带刀疤, 几条青龙盘在胸口, 不细看, 还以为他是铜锣湾的陈浩南, 男子瞪了眼李凌峰, 也不说话, 拿起手机就拨电话, 李凌峰心头一紧, 他娘的, 这不是在码人吧? 对付他一个都够呛了, 再来一帮, 不是被摁着打, 事不宜迟, 李凌峰赶紧也掏出手机, 拨通了范中举的电话, 喂, 中举, 叫你那帮工人全部过来, 今天工钱算我的, 怎么了这是, 出什么事了? 我被人欺负了, 别说了, 快叫人来, 好好, 你, 两人对峙了十来分钟后, 冲过来七八辆五菱红光, 有的车身搬家标识赫然醒目, 呼啦啦, 每车上下来十几号人, 棍棒在手, 围首的范中举, 赶忙朝李凌峰奔了过来, 你没事吧? 暂时没事, 李凌峰看了眼差不多近百号人, 我记得, 你公司没那么多人啊, 怕人不够, 我把几家, 同藏都叫过来了, 是哪个不切欺负你? 李凌峰看了眼前方不远处的青龙纹身男子, 对方吓得后退了几步, 你压得, 别以为纹着两条龙我就不敢揍你, 范中举拿起棍棒指着对方骂高, 李凌峰扯了扯范中举衣服, 小声道, 还没打起来, 别发很先, 不知对方要来多少人, 两方就这样安静地对峙着, 这时, 一位年于七十的老妇, 拄着拐杖过来, 李凌峰忙喊道, 阿婆, 你快走开啊, 这里很危险, 老妇也不理李凌峰, 只见他漫步走到纹身男子的跟前嘀咕了几句, 然后慈爱地摸了摸男子的头, 而阿, 交给为娘, 老妇转身来到车前方, 看了李凌峰一眼, 然后将手中的拐杖一扔, 就搁那躺下去了, 来人啊, 车撞人了, 哎呦喂, 李凌峰瞬间瞪大了眼睛, 与范中举两人面面相去, 不, 不是, 由于阵仗过大, 围观的群众逐渐增多, 不少人开始已经报警, 这样下去, 本会想脱身都难, 李凌峰看了眼男子, 有你的, 这就是你的千军万马, 转头对范中举说道, 我们走, 范中举看了眼李凌峰, 你那车不让他赔了, 不用了, 赶紧走位上策, 下次再找个地方撞一下报保险就行了, 范中举点点头, 正准备招呼重工有撤离, 嘹亮的警笛声呼啸而来, 不出意外, 近一百号人全都进了警局, 涉嫌聚众斗殴, 好在事情并没有发生, 搞清楚原委后, 我一定会做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不能为国家丢脸, 李凌峰连连保证道, 教育完这边, 警察转身对纹身男子道, 你身上那两条龙怎么回事, 纹身男子几分胆怯, 我这些都是假的画上去的, 不信你看, 说完赶紧用衣服用力擦拭胸口, 果然转眼就掉色了, 那你脸上那道疤, 也是假的, 男子连着去掉脸上的那块假皮, 露出真实的面容, 警察眉头一皱, 好好的干嘛把自己打扮成这样, 真叫了一百多号人, 李凌峰, 那你一下车就打电话, 几个意思, 李凌峰反问道, 这不撞了你的车赔不起, 叫我妈过来吗, 男子一脸无辜的表情, 我, 你也没跟我讲啊, 那你也没问我呀, 好了好了, 你俩别再吵了, 警察及时制止道, 过来签个字, 你们可以走了, 至少撞车的事, 你们找交警处理, 这不在我们的职责范畴, 众人纷纷上前签了字, 男子转头对李凌峰道, 哥, 整一个三无人缘的形象, 算了算了, 我自己处理好了, 谢谢哥, 以后有什么事你, 尽管找我, 男子开心地说道, 最后, 扶着其老母亲离开了警察局, 范中峰走了过来, 真不要他陪啊, 看你车被撞的那模样, 估计得大几万来修, 他陪得了面, 最后还不是他的老母亲来呗, 你忍心吗, 范中峰没再说话, 这确实不好办, 李凌峰回头准备跟警察道别, 左看右看就是有点眼熟, 我们是不是之前见过面啊, 警察点了点头, 笑道, 见过呀, 上次你哥们涉嫌违反公序良俗, 不就你过来捞出去的, 哦, 我说难怪那么眼熟, 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李凌峰赶紧过去与人握手, 改天我请你喝茶, 给你赔不试, 职责约束, 你那茶我是喝不上了, 往后我们不要再以这种方式见面, 就不错了, 那是, 那是, 还没问警官你叫什么名啊, 李凌峰问道, 我叫安兴, 原来是安警官, 那行, 那我们就先走了, 李凌峰与安警官挥手道别, 警察局门口, 众工友都已先在门口等候, 李凌峰停下了脚步, 对范中举道, 你算下工友们今天的工钱, 发我给你转过去, 不用, 这点事情举手之劳, 况且兄弟有难, 这也是应当的, 范中举推辞道, 我跟你是兄弟, 义不容辞, 但他们不是, 都是讨生活的人, 别让人寒了心, 范中举听后点了点头, 明白, 还有, 我另外再转你三万块钱, 安排工友们去吃顿好的, 替我谢谢他们, 送走范中举一行后, 李凌峰拨通了徐下路的电话, 啥事啊, 这时候找我, 电话的一旁, 徐下路问道,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 李凌峰反问, 你那德性老娘还不了解, 没事你会主动找我, 早在你女友温柔香了, 确实, 那么聪明, 这都被你猜到了, 我那车给撞了, 那包保险啊, 给人撞的, 那你叫他赔啊, 人跑了, 没找到, 徐下路, 行, 那交给我处理, 你在哪, 我过去接你, 徐下路给安排到, 警察局, 撞车, 你跑警察局去干嘛, 说不清, 你来就是了, 哦, 哦, 那你等我, 第054章, 咋没硬菜呢, 处理车的事情花了点时间, 已是鸡肠鹿鹿的李凌峰, 看了眼徐下路, 请我吃点东西吧, 徐下路听后, 一脸怀疑, 人生的看了眼李凌峰, 不应该是你请我吗, 看你这表情, 不愿意啊, 李凌峰抽出一支烟点燃道, 李凌峰, 我欠你的呀, 那, 你说的, 港式茶餐厅, 两人各点了一份套餐, 李凌峰多要了一杯港式奶茶, 钱品了一口, 还是那个独特的味道, 你这出来帮我那么久, 你经理会不会说你的, 李凌峰问, 有什么好说的, 卖不出去车才是问题, 也要买车的朋友推荐下吗, 我啥条件你不知道啊, 我朋友像是能买得起你那车的人, 徐夏璐点点头, 也是, 不然我早嫁给你了, 对了, 上次你那前夫怎么样了, 徐夏璐低头一笑, 他真的在非洲被一群狮子围在了树上, 李凌峰, 不过那是他活该, 让他去瑞士, 偏偏要去什么非洲, 说要体验野心的美, 说完, 徐夏璐脸上浮现一股淡淡的郁闷, 怎么了, 李凌峰好奇地问道, 徐夏璐双手拖住下巴, 叹了口气, 以前想找个条件好的, 现在我有条件了, 想找个能聊得来的, 咋就那么难呢, 李凌峰笑了一下, 拿起那港式奶茶喝了口, 宛如人生那独有的苦涩, 徐夏璐望了眼李凌峰, 你笑什么, 当你学会珍惜时, 有些东西早已不在了, 所以只有遗憾, 才会让人念念不忘, 徐夏璐蹬了一下, 所以你很喜欢你现在的女朋友, 我很花心的, 徐夏璐白了眼李凌峰, 都知道了, 结婚白酒那会, 请你前女友两位都坐不下, No, No, 我说的花心, 是指她的每一面我都很喜欢, 徐夏璐内心OS, 要不是老娘也曾跟你谈过, 还珍惜了你的嫌, 知道徐夏璐够不幸了, 李凌峰笑着继续道, 你试过天桥上, 回头下望人还处, 不见人生漫长路的感觉吗, 那还不是因为你穷, 徐夏璐嘟了嘟嘴, 也没错, 可就是这精神与物质, 都贫瘠到连呼吸都是多余食, 一个傻女人, 笑着闯进了你的世界, 说到这, 李凌峰嘴角甜甜的一笑, 那是徐夏璐未曾见过的一面, 他就如屋内的一盏烛火, 照亮了只属于我的世界, 徐夏璐, 所以呢, 他拉的巴巴都是香的吗, 李凌峰, 哦, 不是, 我这情绪刚酝酿上来, 你礼貌一点好不好, 徐夏露白了眼李凌峰, 看着你那么幸福, 作为前任难道还要给你鼓掌啊, 行行, 不跟扯了, 我还有事要出去一趟, 要不你送我一程, 你别得寸进尺, 要我请吃饭, 还要我送你, 真当我欠你的, 说完, 徐夏璐起身拿过包包, 还坐着磨蹭什么, 去哪, 新公司, 下了车的李凌峰, 看了眼招牌, 冬月人力资源中介, 嘿, 这名字起的, 除了狗粮, 就是平平无奇, 要是我给起名, 就叫做, 冬月调报人力资源中介, 霸气又威武, 去哪都能震得住场, 进到里面, 看见忙得跟条狗似的林徐东, 李凌峰不禁皱眉道, 你这咋连个前台都没, 有, 刚起步, 你以为啊, 这不老板员工见着干, 林徐东道, 事事轻微是做不大的, 老板的定位是整合资源, 为己所用, 说得到轻巧, 咋不见你飞黄腾达, 我那时知心何一不到位, 哪天如王阳明先生那般龙场悟道, 离发财也就不远了, 你就吹吧, 林徐东甚是鄙视了一眼, 新开业, 战绩怎么样, 李凌峰问, 还行, 李凌峰白了眼李凌峰, 你呀不提还好, 每次进场不到三天就跑路, 光给你赔为约金, 我都变了多少, 是咩, 李凌峰挖了挖鼻孔, 将彼氏弹进了一个角落, 你只顾自己潇洒, 哪里兄弟死活, 李凌峰挠了挠头, 话也不是这么说, 你当年进那人力资源公司, 不也是我搭的线, 那是, 还是吃了我五百的介绍费回扣, 李凌峰, 不说这些, 开业第一单, 今晚不庆贺一下, 刚想给你打电话, 今晚去我那做饭吃的, 你就过来了, 说到这, 李凌峰突然想起来了此行的目的, 对了, 你帮我找个助手, 挥电脑就行, 主要是入入系统和整理资料, 行啊, 有合适的通知你, 林旭东回到, 跟我一起买菜去, 菜市场, 林旭东拎着大小包的东西, 差不多了吧, 回去了, 李凌峰眉头一皱, 你这都没点英才啊, 于是, 来到林旭东一直绕着走的海鲜档, 拉都拉不住, 老板, 你这小青龙怎么骂, 一百五十一对, 都是活蹦乱跳的, 你看, 老板得捞起来, 今晚就你我, 赵岳和韩雪莹四个人对吧, 李凌峰回头问了句, 林旭东点了点头, 老板, 给我来五只, 每人一只, 我一对, 林旭东, 愣着干嘛啊, 赶紧附上去啊, 快快, 老板, 你这花蟹怎么骂, 老板, 你这花螺多少钱一斤, 完了, 路过一家驰名牛肉丸店, 老板, 来一斤牛肉丸, 打几囊了, 便宜一点, 回头, 咦, 林旭东人呢, 晚上, 四人围桌而坐, 高举酒杯, 向蔚来干杯, 欢声笑语, 充满了小小的出租房, 近视人间烟火味, 屋外, 明月高悬, 晚风拂过万家灯火, 这一刻, 风与月共通了喜悦, 第零五五章, 太小看我李某人了, 半夜未睡的葛大爷, 起身来到客厅, 打开酒瓶子, 倒上一杯, 一口闷尽后眉头紧紧的一皱, 隔壁阵阵低沉的喘息, 比这勾兑酒还上头, 是了, 李凌峰点上一根烟, 这猛男秘籍, 在酒精迟缓神经的加持下, 不得了, 这回韩雪莹转身趴了上来, 刚加到湘莹, 就是对李凌峰最好的回忆, 今晚你兄弟林旭东做的饭菜, 挺丰盛的呀, 韩雪莹道, 他现在一天赚八千, 能不丰盛吗, 韩雪莹点点头, 那倒是, 想不到月姐一出手就这么猛, 直接来了的大单, 林旭东那小子, 捡到宝了, 李凌峰吐出了一口云雾, 人家那叫双向奔赴, 月姐何尝又不是捡到宝了, 你兄弟林旭东也不差啊, 有我强吗, 李凌峰转头看了眼韩雪莹, 那倒没有, 韩雪莹低头一害羞, 毕竟能听两个中的男人不是谁都能做得到, 李凌峰满意的熄灭了手里的烟, 那玩意有害健康, 抽擦纯粹是为了建设国防出力, 哎, 我问你哦, 抛开长相和身材不论, 你们男生都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 李凌峰眉一皱, 这两点我抛不开, 韩雪莹, 你睡里面去干嘛, 像你这般同时兼具两点的女生, 为什么抛开自己优势不谈, 清晨, 手机的闹铃响了一遍又一遍, 最后还是大唐经理的电话叫醒了李凌峰, 喂, 峰哥, 你在哪呀, 又有客户要找你了, 指定又是那些自建房贷款的客户, 你让他稍等一下, 我在外面见客户, 等会就回去, 那行, 你别翻睡过去了啊, 大唐经理提醒道, 李凌峰, 老子都说了, 是在见客户了, 见客户, 起床洗漱完, 还吃了个早餐, 磨磨蹭蹭的来到直行, 一进门, 看到李凌峰身影的大唐经理, 就忙走了上来, 峰哥, 你怎么猜了啊, 人在贵宾接待室, 都等了差不多一个钟了, 李凌峰点头, 行, 知道了, 转身来到接待室, 只见一青年男子端坐在里面, 西装笔挺, 一副成功人士饭, 李凌峰礼貌的敲了敲门, 你找我, 青年男子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然后忙起身, 你是李凌峰里经理, 李凌峰点点头, 你怎么称呼, 来到沙发处, 两人纷纷坐下, 青年男子递给了李凌峰一张的名片, 同城代总经理陈泽浩, 李凌峰面道, 原来是陈总, 找我何事啊, 陈泽浩一笑, 是这样, 听说我们农商行, 开始试点自建房这块的信贷业务, 我想看看, 能不能寻求业务上的一些合作, 这样, 我知道一家饮品店还不错, 要不我们出去聊, 接着道, 博霸饮品, 李凌峰看着前台收银, 低头不见脚尖的老板娘, 嗯, 是不错, 点了两杯QQ&A好喝到咩铺茶, 两人选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是这样李经理, 我们公司现在手上也有这样一批自建房贷款客户, 条件符合, 质量OK就没问题啊, 李凌峰回道, 陈泽浩暗含深意的一笑, 这个条件和质量, 要怎么样, 我们都能满足到, 李凌峰眉头轻轻一皱, 这话听得咋不像那么一回事啊, 细细一品, 行过水的李凌峰看了眼陈泽浩, 你提该不会是只做假资料吧, 这时陈泽浩伸出五个手指, 我们能给到这个点数, 李凌峰不屑的一笑, 你给我翻倍也做不到, 这种节泽而鱼的方式是多么的愚蠢, 平台与个人是共生的狐狸, 难道我会为了脊梁碎盈背叛农商行, 简直吃人说梦, 你也太小看我李某人了, 撒家独春秋的, 点数方面我们还可以再谈, 只要李经理感兴趣的话, 陈泽浩忙挽回道, 行了, 我们没什么好谈的, 道不同不相为谋, 李凌峰拒绝道, 从兜里掏出二十块钱现金, 这是我的奶茶钱, 那两块钱不用找了, 说完起身离开, 如果收银台, 眼睛不自觉的又多看了两眼, 这家奶茶店我记下了, 还没回到直行, 林旭东就打来电话, 说是物色到人了, 就那助手, 哎呀, 你这自己新开公司了, 多年给我找工作都不见你那么快, 服务不到位, 怎么满足客户, 等下过来记得脚下中介费, 一对的工资, 你和他各一半, 李凌峰, 做生意做到兄弟身上来了, 挂了电话, 李凌峰正愁怎么过去呢, 车拿去修了, 脚滴滴略显贵, 思来想去, 最终坐上了一辆公交车, 手带百达斐力, 开着路虎, 身材超哇塞的短裙女友做副驾, 红灯时再顺手搭在那白皙的眉腿上, 这生活, 替得李凌峰在八路公交车上往下看得一清二楚, 好不容易摇到林旭东的新公司, 进门便看见一四十多岁的男子坐在一旁, 估计又不知是哪过来进场打工的阿叔, 李凌峰来到林旭东面前敲了敲桌, 给我找的人呢, 那, 林旭东抬头望了眼那阿叔, 李凌峰一脸不敢置信地看了过去, 眉头紧锁道, 你是不是对我的话有什么误解, 林旭东不解, 你不是说找个会电脑的, 男的就行吗, 那阿叔他会电脑, 每分钟八十字数, 绝对合格, 林旭东回到, 李凌峰倒吸了一口气, 尼玛的果然低端的企业只能提供低端的服务, 可眼下急着要人录资料, 于是李凌峰硬着头皮来到男子面前, 阿叔, 怎么称呼啊, 方之眠, 男子伸出手, 李凌峰与之握手, 不介意, 我称呼你方叔吧, 不介意,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能叫我方哥, 方哥显得没那么老气, 李凌峰点点头, 你简历可否给我看一下, 方哥打开公文包, 将简历拿出来递给李凌峰, 双手, 李凌峰一双手接过, 带着好奇的眼光看了下, 近看方之眠这气质, 倒不像是经常打工的人,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他竟然是二十年前的大学生, 我虽然不想招零零上将行道龙, 但也没想过要卧龙啊, 第零五六章, 需要理由吗, 要知道, 二十年前的大学生含金量, 可不是现在烂大皆能比的, 那时候, 很多还是包分配工作, 混到现在, 基本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怎么会沦落到找工作, 李凌峰再接着往下看, 这方之眠大学毕业后, 竟然还进了公务员系统, 吃惊地抬头看了眼方之眠, 只要用心做的话, 好的都能够混个初级以上了吧, 再不计也是副科级, 就哪怕是一辈子待在科研了, 也比现在出来找工作强, 李凌峰都替方之眠感到可惜, 这么一条大好的人生路愣是得走废了, 于是拍了拍其肩保安慰道, 不要懊悔以前的自己, 那时候的他, 一个人站在路口也很迷茫, 方之眠点点头, 叹了口气, 是啊, 你当时的心智和阅历, 让我重选一次也会这样, 行了, 你这个人我要定了, 以后跟着我, 虽说保不了你大富大贵, 但是起码不会让你饿肚子, 李凌峰给其打气道, 接着问了句, 对了, 你从公务员系统出来后, 去哪了? 出来下海经商, 汉高祖刘邦四十好几才开始创业, 机会有的是, 别气馁, 方之眠摇摇头, 没啊, 我经商挺成功的, 赚了一个亿, 李凌峰一抬头, 拿着简历的手停在了半空, 看了眼方之眠, 不确定地问道, 你这是后面又亏了回去吗? 不然好好的, 怎么会出来找工作? 方之眠一脸轻松, 没啊, 在08年牛市那会, 我投资股票高位出手, 将一个亿的资金滚到了三亿多, 不, 不是, 李凌峰的眉头拧成了一道绳, 咱这妙小, 要不你另谋他处吧, 你这不是招人吗? 方之眠一脸不解地问道, 是招人啊, 可我也养不起你啊, 李凌峰无奈地回道, 方之眠点点头, 你原来计划一个月开多少钱? 李凌峰, 五千, 你会看的上面? 这样, 我每个月不要工资, 这份工作给我做行不? 方之眠提出道, 后面忙碌的林徐东忘了过来, 我刚才是听错什么了吗? 不是, 你都有这家底了, 李凌峰劝道, 我有啊, 这些年把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都走遍了, 李凌峰? 这么说, 你就差外太空没有去过了, 现在就等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成功, 希望有生之年能当那火星去看看, 方之眠道, 李凌峰竟一时无言以对, 那么多的工作, 你为什么要选我这边? 不知道, 也许跟你磁场比较合, 看你就很舒服, 再说, 做一件事情需要理由吗? 是啊, 需要理由吗? 需要吗? 最终, 李凌峰还是接受了 方之眠, 毕竟一个不要钱的劳动力, 替得上哪去找? 领着方之眠离开林旭东的中介公司, 林旭东抬头喊了句, 哎, 你中介费还没给呢? 方哥说他不要工资, 也就是不用付你中介费了, 李凌峰走出门去, 头也不回, 林旭东? 反应过来后, 忙追了上去, 不用工钱, 我这也可以啊, 刚好去人, 两人没理会, 走了一段距离, 李凌峰回头, 我车坏了, 等会得搭公交, 方之眠, 不用啊, 我有车, 李凌峰低头一, 笑, 那怎么好意思, 不用工资, 还要你贴油费, 你车在哪啊? 像这种家底的人, 坐驾不是迈巴赫, 也是法拉利了吧, 还没坐过豪车呢, 想想就兴奋, 李凌峰迫不及待地看了眼方之眠, 就在那边, 方之眠摁了下车钥匙, 不远处的飞肚仔尾灯闪了两下, 李凌峰看了过去, 还是那种上了年纪的, 车辆以60的速度行驶在路上, 李凌峰看着车内那块掉漆的那时, 你是不是想问, 我都这么有钱了, 还开这车? 方之眠笑道, 李凌峰, 我不想, 不, 你想, 那不介意的话, 你可以跟我说说, 李凌峰道, 谁说有钱就一定要开豪车, 这有必然的联系吗? 方之眠反问了句, 李凌峰, 我就说我不想问, 我们现在去哪? 方之眠问道, 李凌峰拿出手机, 打开导航搜出一个, 方之眠看了眼, 这地我说, 你把导航关了吧, 用不上, 李凌峰收回自己的手机, 我们能不能快点, 这条路不限速六十, 方之眠不急不慢的一笑, 人生不过匆匆百年, 你踩那么快油门干嘛? 得, 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反正终归会到目的地, 李凌峰索性靠后闭眼休息, 半个多钟后, 李凌峰睁开眼睛, 此时车子已经驶进一条小巷里面, 我们要到了吗? 李凌峰打来的哈欠问, 具体不清楚, 我在这里绕了好几圈了, 没走出去, 要不你再打开导航看看, 于是李凌峰掏出手机, 导航之前输入的, 尼玛这血压差点没上来, 没出发之前距离十七公里, 出发了半个多钟了, 距离三十八公里, 方之眠瞥了一眼, 是偏行了一点点, 没事, 我这就纠正过来, 你把手机放上面, 幸好人生有百年, 不然都经不起你这般好, 路途虽然远了些, 但最终还是到了目的地, 李凌峰联系了贷款客户收资料, 做禁止调查, 李经理, 你好你好, 等你很久了, 迎面走来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挥手打招呼道, 就是前几日黄天泽拉来的, 那十几号自建房贷款客户中的一位, 何总, 你好, 李凌峰客气地回了句, 那些贷款申请资料,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就等你过来了, 何总道, 里面坐, 一楼他自己开的便利店, 何总泡了胡茶招待后, 镜里面拿来一堆的资料, 都在这了, 你们看, 李凌峰接了过来, 大致翻了一下, 资料有点多, 这得回去好好细审才行, 尤其那房租账目收据, 就厚厚一打, 借你给我看一下吗? 方知勉问, 李凌峰一笑, 怎么会不方便呢? 等会回去, 还要你一点一点慢慢合呢? 方知勉拿过来一页页地翻看, 手指跟算命的一样点了几下, 咒眉道, 你这数据不对, 交叉验证不上, 是吗? 何总拿过来一看, 哦, 这两页收租单据, 是我弟那套的, 加进来了, 李凌峰扭头瞪大眼睛看了眼方知勉, 第057章, 大家都没下车, 连着收了三个自建房贷款客户的资料, 李凌峰眼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这该下班就要下班, 多干一分钟都是对工资的不尊重, 车上系好安全带的李凌峰转头看了眼方知勉, 回支行要导航吗? 方知勉沉思了一会, 理论上来讲是不需要的, 那实际上呢? 嗯, 那你还是导航一下吧, 李凌峰立马将手机导航打开, 一刻也不想多耽误, 免得方知勉后悔, 本想找个显眼的地方给放好, 你这车上也没个手机支架, 多不方便啊, 改天我送你一个, 方知勉摇摇头, 忙拒绝道, 不不, 我不需要多余的东西, 李凌峰抬头看了眼后视镜下方挂着的Hello Kitty, 等一下回到支行, 你就先回去吧, 我把资料拿回支行去, 李凌峰道, 不用, 我想留在支行整理一下资料, 李凌峰再次看了眼方知勉, 不用工钱的, 还那么薄灭, 你没有家的吗, 不用回去陪老婆儿女啊, 方知勉仍旧保持着他那淡定的六十速度, 你没看我简历上写着未婚吗, 如此不严谨, 李凌峰没一皱, 都这把年纪了, 还学人家浪, 不结婚生子, 以后老了, 你怎么办, 老了住养老院, 方知勉回答得异常轻松, 住养老院, 到时别人家儿女都来看网, 就你没有, 不怕别人笑话, 方知勉脑袋微微一侧, 这应该是我笑话他们才对, 有儿女了还住养老院, 李凌峰低头想想, 好像是那么有点道理, 人总要被一样东西套牢的, 不是女人就是房子, 再不然股票了, 方知勉摇摇头, 用一种屁腻世俗的眼神, 瞥了一眼李凌峰, 仿佛王之蔑氏, 许久才开口道, 婚姻是两个人的羁绊, 李星告诉我, 一个人不好吗? 你的人生你做主, 爱咋咋地, 李凌峰也懒得去较劲, 回到支航, 将那非肚宰在门前车位停好, 李凌峰领着方知勉进了支航, 迎面撞上正好下班的洛行, 看了眼两人, 这位是, 我招的助手, 上次有跟你提过, 李凌峰解释道, 方知勉, 哦, 洛行点点头, 带着几分疑问, 找年轻的不行吗? 弄得阿淑回来, 可我们支航养老院啊, 转念一想, 好像是不用行里花钱哦, 洛行离开后, 方知勉神色一丝的凝重, 李凌峰, 怎么了? 我看洛行印堂发黑, 今天怕是不宜出门, 方知勉回了句, 李凌峰甚是好奇, 你还对风水命理有研究啊? 方知勉摇摇头, 那玩意太悬了, 我是根据洛行展现出的精气神来判断的, 李凌峰白了眼方知勉, 你就瞎几把猜吧, 这位置就是我的, 等会加班整资料, 你就可以坐这, 电脑没密码, 就是慢了点, 话刚说完, 腿部倾上了护栏, 气愤的洛行脚踢了下车轮, 迟早要把你换了, 来到门口看着这一切的李凌峰, 回头看了眼, 里面正在埋头加班的方知勉, 这时, 手机信息声响起, 是寒雪吟发来的, 打开一看, 今晚不做饭了, 得我打包份螺蛇粉吧, 李凌峰没一皱, 那玩意, 能换其他的吗? 不, 我就想, 吃螺蛇粉, 好吗? 你就满足我一次吗? 行吧, 行吧, 我这就去打包, 不过话得先说好, 你站阳台吃, 李凌峰, 你过分了, 才想起, 阳台还晾有衣服, 要不你蹲厕所里面吧, 不, 我就要跟你一起吃, 哼, 臣妾做不到啊, 李凌峰苦着脸的回道, 听话, 今晚姐让你体验一下, 什么叫君王从此不早朝, 李凌峰, 镜里面跟方知勉打了声招呼, 李凌峰便准备下班, 哎, 你要不要开我车回, 我可以不用, 方知勉抬头提醒道, 不用, 我总感觉你那hello kitty在嘲笑我, 离开支行, 李凌峰坐公交来到南二路, 这里的一家螺蛳粉超正宗, 老表, 给我打包一份螺蛳粉, 进店之前, 李凌峰将纸巾凝成条, 塞住鼻子, 好久没见到你了, 靓仔, 老表招呼道, 对了, 我表妹问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边有时间, 成日翻功问时, 同条狗蛋, 老表一笑, 刁, 我们这方圆集里, 有谁不知道你李凌峰的威名, 我表妹说了, 他攒够钱了, 李凌峰眼前一亮, 但想到那150的身高配160的体重, 他选择了体面的活着, 打包好螺蛳粉, 李凌峰路过一家的便利店, 于是进去买两瓶冰镇老青岛, 店门口, 宣道声引起了李凌峰的注意, 那是几名围在一起的工友, 奋力地拍打着纸牌, 头顶上的电视正在播放着CBA联赛, 一杯勾兑酒, 一副纸牌, 那便是底层民众最廉价的狂欢, 李凌峰一笑, 老板, 给我拿两包咸干花生给他们, 一起算我的, 如果哪天我流浪街头了, 请记得给我支烟, 陌生人, 喂, 你在哪呀, 怎么还没回来, 电话里韩雪莹好奇地催问道, 我先还在公交车上坐过站了, 司机开的老慢, 韩雪莹眉头一皱, 坐过站你不会及时下车换乘啊, 老娘肚子都快饿扁了, 那你还不赶紧下车换乘, 韩雪莹提醒道, 不能啊, 为什么, 车上有位大姐正在打电话, 不知和谁指挥现场捉女干, 不只是我, 全车人都还没想, 人家捉女干关你们什么事, 那么八卦, 这不大火商量着给出出意见, 先不说了, 正到精彩部分, 回去再讲给你听, 韩雪莹一起身, 兴奋道, 别挂, 你们在哪, 我也过去, 挂完电话, 就听到众人纷纷在说, 赌门, 赶紧先赌门, 李凌峰奋力拨开众人, 这事我有经验, 让我来, 第零五八章, 是不是很神秘, 一路到公交终点站, 众人才纷纷不舍下车四散离去, 李凌峰抬头看了眼四周, 这他娘的是在哪个机脚嘎踏偏僻地方, 连个路灯都没的, 走了一段路, 基本都是自建房建筑, 少有楼盘, 昏暗的街道, 仅靠每栋自建房门前那微弱的灯泡照亮着, 进来玩啊, 靓仔, 李凌峰抬头, 用极具批判性的目光, 看了眼跟前这位四十多岁浓妆艳某的大姐, 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 当仰天地浩然正气, 行光明磊落之事, 我能干这有辱斯文的龌龊之事? 转头, 一位二十出头, 身材高挑, 肤白貌美的女子映入眼帘, 尤其那双湛蓝的眼睛, 仿佛藏着让人探索的神秘, 鬼老众戏驼地, 李凌峰情不自禁地问了句, 姑娘, 一碗几多钱啊? 女子惊讶地看了眼李凌峰, 许久才会过意来, 老娘替不是出来卖的, 这时, 其身后走出一名挺着八块腹肌的男子, 眼光看向李凌峰, 隐隐感觉到不对的李凌峰, 第一时间转身就跑, 这种情况不跑, 等着跟人谈理想面, 身后男子反应过来, 顺手拿上旁边的棍子就追了上来, 好在这事情李凌峰也有经验, 往常跑得也不熟, 还是有两下功夫的, 眼见男子追不上自己, 李凌峰回头看了眼, 嘿嘿, 你追不上我, 哈哈, 转身一个甩手, 打包的螺蛳粉袋子, 穿洞给掉地上去了, 惊呆地看着那撒了半碗的螺蛳粉, 再抬头看看追来的男子, 想起韩雪莹, 李凌峰最终还是冒着生命危险, 抢回了那剩下的半碗螺蛳粉, 直到跑出安全距离, 李凌峰踩叫车回了住处, 替的车费收了87元, 是那两块钱公交车费的几十倍, 处处, 两个鼻孔塞着条状纸巾的李凌峰, 得意地看了眼韩雪莹, 当然捉女干成功了, 但我们这是人吃白饭的呀, 都说你不要挂电话了, 我也要过去, 你还挂, 韩雪莹气愤道, 那种紧急情况怎么来得及吗, 李凌峰解释道, 那也是, 韩雪莹点点头, 转头继续吃螺蛳粉, 怎么感觉今天的这螺蛳粉有点少啊, 李凌峰心虚地看了眼, 是吗, 可能老板脱工减料了吧, 还有这打包盒也是, 但是怎么比了一边的底, 好像被吊过似的, 这样嘛, 那下次再也不去他家店打包了, 那又没有必要, 吃了那么多, 就他家店感觉最正宗, 吃完的韩雪莹赶紧收拾好, 对了, 我昨晚做了一个梦, 那感觉好神秘, 韩雪莹起身将螺蛳粉拿开, 是吗, 哪里神秘了, 说来听听, 李凌峰使劲扇了山周边的空气, 使味道散发的快些, 说了个口回来的韩雪莹, 我也说不清楚那感觉, 李凌峰点点头, 好奇地看了眼李凌峰, 你也有过这样的梦啊, 是啊, 真挺神秘的, 李凌峰回道, 来了兴趣的韩雪莹, 一把坐在李凌峰的怀里, 望着她道, 那说来听听呗, 李凌峰回想了一下, 就大学那会, 我梦见了一个小孩, 韩雪莹一听到小孩两字, 心里不禁颤了一下, 随即红着脸低下了头, 这是在提醒自己, 要给他生猴子吗, 那小孩一个劲地对我说, 爸爸, 救我, 救我, 然后呢, 我救他闷怎么救啊, 他说, 如果有人向你借钱, 你千万别捡, 真的有人向你借钱吗, 韩雪莹瞪大了眼睛, 李凌峰点点头, 第二天, 我一兄弟给我打电话, 说向我借两千块钱, 给他女朋友打胎, 你说, 这是不是很神奇, 说完, 李凌峰低头看了眼韩雪莹, 韩雪莹还在回味, 所以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李凌峰, 赶忙起身, 唉, 我这胡须好像有点长了, 今早忘记, 刮胡子了, 等等, 韩雪莹喊了句, 害他要继续深究, 谁知随即害羞地道, 我也是要挂, 李凌峰看了眼韩雪莹, 目光不自觉地往下移, 我这就拿剃须刀去, 美好的时光总是容易过去, 这让李凌峰想起了以前语文老师教过的, 光阴四见, 清晨, 李凌峰来到支行, 近来便看见方知勉坐在自己座位, 走过来问道, 昨天的资料做得怎么样了, 做完了, 今早我又给核对了一遍, 你看下有没有错, 说完方知勉把资料拿给李凌峰, 吃惊的李凌峰接过资料, 不禁疑惑, 三份贷款资料你一晚做完了, 而且还是新手, 翻开细细一看, 工整无比, 李凌峰没一皱, 要知道就黄天泽那份, 自己都搞了几天, 看来人能赚几个亿,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行, 那今天就教你录贷款系统, 本会把这些都录进去跑皮, 说话间, 洛行也走了进来, 对对, 没错, 你帮我看看哪种车型叫好, 这生意不就来了吗, 于是李凌峰对身后的森哥说道, 森哥, 你叫一下方格陆贷款系统, 我有事找下洛行, 作为支行的老黄牛, 森哥自然再乐意不过, 洛行前脚刚进办公室, 李凌峰后脚便跟了进去, 转身差点没把洛行给吓死, 你小子找我又有什么事, 下次能不能先敲门, 李凌峰来到沙发上开始泡茶, 我听到你准备换车了呀, 洛行放下公文包, 来到李凌峰旁边位置坐下, 是啊, 我那老伙计也该退休了, 李凌峰火速泡好一壶茶, 给洛行倒了一杯, 正好我有位朋友卖车的, 可以给你介绍下, 洛行端起茶杯来了兴趣, 哟, 是吗, 这么说应该可以给到不少优惠吧, 那是自然, 就我那车给便宜了好几万, 洛行脸上一个震惊, 那看看去, 两人拍定就出门, 临走洛行问了句, 你朋友是卖什么品牌车的, 奔驰, 绝对符合你身份, 听到这话, 洛行嘴角的笑容是那么的自然。 第059章, 初恋的相识, 奔驰4S店, 听到李凌峰要带钱贷客户过来, 徐夏璐些许吃惊, 早早在门口迎候, 当看到两人从那老旧的血铁龙下来, 徐夏璐不禁眉头一皱, 确定这是过来买奔驰的, 要不是顶着个行长的名头, 徐夏璐都不屑用正眼去看这个油腻男, 洛行表现得也属实猥琐, 从见面到展厅, 眼睛就一直在徐夏璐身上没一开过, 在A级车展区, 洛行逛了一遍又一遍, 细细地看着每个型号的配置, 最重要的是价格, 看一辆便回头问徐夏璐一句, 你价格有优惠吗? 优惠多少? 回答多了, 徐夏璐便选择了沉默, 于是洛行转头对李凌峰问道, 你觉得这A级车怎么样? 我感觉挺实惠的, 李凌峰忍不住一笑, 洛行, 你想拥有奔驰的同时拥有自卑吗? 你开这车上路, 开美瑞都不会让你, 洛行低头一想, 好像是那么有点道理, 要不咱去C级车那看看, 李凌峰没一皱, 我一个员工都开一级了, 难道你行长比我差吗? 背级的洛行刚想说那就去一级车看看, 转念一想立马行水过来, 用极具防备的眼光看向李凌峰, 好啊, 你小子他是给你朋友来推销车的吧? 果然, 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 你个二五载, 李凌峰看了眼洛行那机智的小眼神, 蓝城之行的弹行前两天刚换了辆七戏, 洛行听后咯噔一下, 想起自己这万年老二的称号, 目露凶光, 自古疏人不疏阵, 他娘业绩干不过你, 二奶数量干不过你, 难道车还要输给你吗? 旁边会道义的徐下路立马加了进来, 是啊, 像你这么有气质, 风度又翩翩的成功人士, 就应该配更好的。 洛行左右一合计, 怒发冲光豪气道, 走, 我们去S急车展区看看。 最终相中了一款黑色S400, 落地九十万出头。 洛行看着报价单, 抬头对徐下路说道, 这回可以得个优惠价了吧。 徐下路露出微笑, 甚是罪人, 当然可以, 我进去跟经理争取下, 稍等。 于是转身进了里面办公室, 喝了口水, 顺道补了个妆容, 时间差不多了, 才走了出来。 我经理说了, 可以给到九五折, 便宜了好几万。 洛行眼睛迷成一条线, 不是吧, 我买你一辆九十万的车, 才给我优惠这么点。 徐下路一笑, 当然不止, 我们还另外再赠送您紫罗兰水疗馆一个月的黑赞会员。 说完, 稍稍凑前一步, 您随时去都可以。 激动的心, 颤动的手, 洛行一口气负了七成, 剩下三成按揭。 李凌峰这才吃惊地发现, 洛行这老狐狸, 竟然那么有钱。 等待洛行办手续的期间, 李凌峰转头望向门外的一女子问道, 那是你同事吗? 从今来到现在, 就一直在打电话。 徐下路跟着看了眼, 这不昨晚跟朋友出去喝茶, 打底裤不见了, 正跟男朋友解释呢。 李凌峰? 对了, 帮了我个大忙, 本会请你吃饭去。 李凌峰看了眼徐下路, 吃完会不见打底裤的吗? 你压的有个正行没? 老娘跟你说正经的。 徐下路白了眼李凌峰, 不了, 本会还要去贷款客户那收资料做调查。 徐下路不敢相信地看了眼李凌峰, 这可不像你作风啊, 确定不去。 李凌峰? 摇摇头, 真不去了。 那好吧, 白浪费了我子罗兰水疗馆的两张券。 徐下路叹息道, 那个, 我新招了个助手, 他去就行了。 徐下路低头一笑, 行, 你在等候区做会, 我忙完就过来找你。 你还没告诉我子罗兰水疗馆是干嘛的呀? 去了就知道了, 男人的天堂。 徐下路挥了挥手, 也没转身。 舒服完下午回到支行, 勤劳能干的方之勉已经做完附近两个贷款客户的尽调。 收拾整理好贷款审批资料, 也录了贷款系统。 李凌峰拍了拍方之勉肩膀。 行啊方哥, 走, 带你出去喝杯饮料, 犒劳犒劳。 方之勉抬头望了眼李凌峰, 摇头道, 我只喝生命之源。 李凌峰甚是好奇, 那是, 梁白开。 李凌峰, 欧下话现欧, 那你不如直接喝清水, 更加的生命之源。 科学告诉我们, 清水里面含有不少的微生物, 其中一些对人体是有影响的, 不宜直接饮用。 方之勉一本正经地给李凌峰解释道, 所以我们, 打住, 你知道通常反派都是怎么死的吗? 方之勉思考了一会, 是因为做了违反道义的事情。 错, 反派死于话多。 最终, 两人来到了那家波霸饮品店, 看着低头不见脚尖的老板娘, 有没感觉? 方之勉仗二合上摸不着头脑, 有感觉刚一阵风吹过。 李凌峰回头看了眼纯真的方之勉。 行了, 行了, 你坐这等我, 我去卖奶茶。 来到前台, 盯着那颗快要被撑破的纽扣, 给我两杯QQ&A好喝到捏铺茶。 好的先生, 你有帮我们店的会员吗? 甜甜的台北音调打断了李凌峰的凝视, 抬头望了眼老板娘, 没有, 会员有什么用吗? 是这样的, 会员可以积分, 消费议员对一积分。 李凌峰点点头, 那积分有什么用吗? 或者可以兑换什么动线。 老板娘甜甜的摇摇头, 不可以的哦, 先生。 李凌峰深呼吸了一口, 你怎么可以把厚颜无耻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但是满一千积分可以请我吃饭。 老板娘补充道, 怎么算都是亏, 李凌峰摇摇头, 你知道我是怎么认识我初恋的吗? 老板娘听到这个话题顿时来了兴趣, 怎么认识的啊? 那是大两届的师姐, 我向她表白, 她说,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所以呢, 你真的撒尿了? 我说可以试试。 老板娘瞪大了眼睛, 视线不自觉地往下移。 五十来分钟后, 李凌峰拿着两杯奶茶回到座位, 老板娘请我们喝的。 老板娘心真善良, 对了, 你们刚聊着聊着, 怎么进店里面了? 方知缅好奇地问, 李凌峰被这突如其来的发问给呛了一口, 呃, 帮老板娘通下水道了。 方知缅, 这活我也会啊。 怎么说, 我们的认知不在同一个方向。 第060章, 这TM能认?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 贷款客户都净掉完了。 审批也是相当的顺利, 16笔贷款除一笔资质存余没有批外, 剩下的15笔都火批了。 合计贷款金额3200万, 一举在圈内打响了名头。 黄天泽住处, 陈甸甸的环保贷放在李凌峰跟前, 李经理, 32万, 你点一下。 李凌峰端起上等的普洱茶小敏一口, 黄总说多少就是多少。 这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 难不成一点信任都没有? 哈哈, 黄总满意地笑了起来, 还有一样东西要送给李经理。 李凌峰眼神稍稍动了下, 哟, 这是准备送我什么好茶好酒吗? 只见黄天泽拿出一个盒子形状的东西, 来到跟前压低声音道, 上品新货, 绝对呀。 李凌峰接过一看, 差点没吐出血来, 不就是一盒保险衣吗? 再细细一看, 不对, 是升级版的狼牙战衣。 李凌峰深呼吸了口气, 抬头看向黄天泽, 从他的眼神之中仿佛已经看到了功效。 不是, 李凌峰眉一皱, 你压老师送我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干啥? 上次那龟胶仿真美人还陈锋在柜里。 怎么了, 李经理是不喜欢吗? 摸不准的黄天泽问道, 李凌峰笑了笑, 黄总, 这在升资源回收和成人用品批发, 到底哪个才是你的主业? 黄天泽坐了下来, 给李凌峰续上茶水, 哪个赚钱哪个就是我的主业? 李凌峰看了眼黄天泽, 点点头, 就喜欢跟你这种人做朋友。 你知道吗? 黄天泽得意地看了眼李凌峰, 我们辟去有一半的成人用品店, 是我投放的。 看不出来啊, 李凌峰微笑了下, 难怪竟送我这些, 怕不是卖不出去吧? 想到这李凌峰狐疑地看了眼黄天泽, 似乎读懂了李凌峰的心, 放心, 李经理, 我给你的绝对是最新最好的。 李凌峰放心地点点头, 行, 不过你, 这些我怕是用不上了, 待会送我行长去。 黄天泽听后一愣, 你这是要转送你们行长? 李凌峰点头,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黄天泽抓了抓脑门, 这, 这样, 我给你换一个去。 李凌峰, 欧下花线欧, 你不是说给我的都是最新最好的吗? 从黄天泽住处出来, 已是天色渐晚, 走在街上的李凌峰突然听见身后一声大喊, 救命啊, 砍人了, 回头就看见一男子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上来, 受到惊吓的李凌峰忙也跟着奔跑起来, 生怕跑慢了, 那一刀就挨在自己身上了。 两人并驾齐驱, 男子转头看了眼李凌峰, 你跑什么? 你都说砍人了, 我能不跑吗? 被砍的人是我啊, 大佬, 你别诅证我的道了。 是啊, 那我为什么要跑呢? 谁知道啊, 你快让开, 我要是真被砍了, 去你家堂板板我。 李凌峰赶紧给让出道来, 男子一溜烟便不见了踪影, 看这架势应该不是一次两次的了, 腿劲推足。 还没顺气的李凌峰随后便看见另外一名男子提刀追上来, 哎, 你有没看见有人跑过去? 李凌峰点点头, 看见了呀, 他往哪跑了? 眼前男子气冲冲地问道, 往左边跑了, 李凌峰看了看左, 边岔道, 干嘛玩这么大? 他倒你老婆? 他倒我老母了。 男子瞪了眼, 刚想起来他直直跑过去了, 李凌峰赶忙纠正道, 这体能人, 必须砍他, 直到也消失不见人影, 李凌峰这才拿起电话给洛行拨过去, 那老狐狸还在等着自己呢? 约定的地点, 姗姗来迟的李凌峰将装有十万现金的袋子拎到洛行的面前, 这一回的, 洛行尽量抑制住笑容瞥了眼那一袋的线钞, 赶紧放置脚底下, 生怕人发现, 虽然这里除了李凌峰外, 就剩一个店员, 还远在收银台, 不点一些喝的呀。 李凌峰问道, 不了, 最近未消化不是很舒畅, 洛行摸了摸自己的未说道, 行吧, 李凌峰转头对店员道, 你好, 麻烦给我一杯芒果西米露, 我也要一份, 洛行紧跟着也叫道, 李凌峰回头看了眼, 洛行笑了笑, 西米露有助消化, 对了, 你说的那弹行他没换七戏啊, 李凌峰晃了晃脑袋, 是吗? 可能是我记错了吧, 洛行, 弹行换不换七戏也没关系了, 咱气势不能输, 李凌峰给打气道, 洛行苦笑了下, 买都买了, 能不是吗? 起身, 我那份西米露打包, 眼看洛行就要离开, 李凌峰忙栏下, 对了洛行, 还有样东西送给嫂子, 洛行扶了下他那老花镜, 你小子就是会来试, 笑道, 那么客气干啥, 又吃又拿的, 什么呀? 李凌峰将黄天泽那拿来的狼牙战衣送上, 回去再拆, 绝对是个惊喜, 洛行接过那包装精美的盒子, 点点头, 好, 好的, 试了是手感, 这不是金镯子都怕是银镯子吧? 就在今晚, 力不从心的洛行狠狠挨了他老婆一嘴巴子, 事情往往事与愿违, 喂, 那么晚了还没回来, 是不是又在车上捉女干啊? 韩雪莹电话里问道, 没啊, 在公交车上睡着了, 司机师傅刚叫我起来, 啊, 那你现在在哪啊? 李凌峰望了眼漆黑的四周, 打开导航看了一下位置, 我好像在地势, 韩雪莹眉头一皱, 你这个白痴, 该不是坐497到终点站了吧? 李凌峰稍稍惊讶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那是跨市公交, 跨市公交, 那现在怎么办? 李凌峰搜了一下导航, 这里自己住处足有80多公里, 打车回来啊, 还能怎么办? 韩雪莹道, 李凌峰没一皱, 可是车费好贵爷, 看了下要近200块, 韩雪莹, 李凌峰想了下, 我记得有个前女友也是在这边, 然后呢, 电话那头的韩雪莹白了眼, 要不, 我去她那凑合住一晚得了, 明天再搭公交车回去, 这样也能省一笔, 顿了会, 你说她老公能同意吗? 第061章, 终极奥义, 得到对方言辞激烈的拒绝后, 李凌峰不得不花大价钱, 叫车回了住处, 这两天, 光轿车的钱都远超做公交车省下的钱了, 真是应了那句话, 穷人吃贵米, 你回来了? 听到李凌峰的开门声, 韩雪莹便早早地迎了上来, 一个人待在家里, 属实太无聊了, 你累不累啊? 韩雪莹接过李凌峰手里的环保袋, 这是什么? 李凌峰一笑, 你打开来看看, 不就知道了? 带着怀疑和好奇的目光, 韩雪莹缓缓地打开了那环保袋, 差点点亮瞎眼睛, 惊吓地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哪来的那么多现金? 工作赚的第二桶金, 李凌峰得意到, 脱去鞋子换上了大梁托, 你拎着这么一袋现金, 从地市回来, 不怕被打劫啊? 用这么原始的手段, 都玩高技术了, 高技术? 韩雪莹一脸不解地问道, 股票市场割韭菜呀, 有着好赚, 李凌峰点拨道, 韩雪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随即脸上一阵的忧郁, 你说, 你现在变得越来越优秀了, 哪天会离开我吗? 为什么要离开你? 李凌峰侧头, 因为我没有进步啊, 一直在原地踏步, 当我们的距离越拉越远后, 我就配不上你了, 李凌峰心疼地将韩雪莹抱了过来, 你个傻女人, 成天竞瞎想些什么? 你吃饭没? 韩雪莹抹了抹眼泪, 还没? 等你回来一起吃, 李凌峰抬头看了眼沙发上散落的零食, 一时无语凝叶, 无人与我立黄昏, 无人问我周可温, 世间总有太多的遗憾, 愿诸位接遇良人, 你先去洗澡吧, 衣服我给你放浴室了, 我去热饭菜, 等你出来就可以吃了, 夹压过后的水流从花洒喷出, 淋在那张仰望的脸上, 一天劳累后, 最舒服莫过于此, 李凌峰喷了口水后, 将沐浴露涂抹在身上, 话说, 那玩意真能嫩滑肌肤吗? 洗澡间响起来敲门声, 我手机往里面了, 帮我拿出来别淋湿了, 门没锁, 你自己进来哪? 李凌峰对门外的韩雪莹道, 韩雪莹站在门口犹豫了一回, 这进去还能再出来吗? 赌一把, 韩雪莹心意横道, 嘿, 他真就赌对了, 隔壁看着新闻联播的葛大爷, 再次泛起了皱眉, 电视上的叙利亚战局都没这紧张剧烈, 事业, 接着续了一场后的韩雪莹沉睡了过去, 床前, 李凌峰细心研究着手中的那本《猛男秘籍》, 手指沾了沾口水, 翻到下一页, 标题赫然写着《猛男终极奥义》, 李凌峰震惊的嘴巴成了原形, 这尼玛不早说, 早知道我一开始就连着终极奥义了啊, 李凌峰赶紧提起十二分精神细看, 生怕错漏了一个字, 所谓的终极奥义就是指脱离低级躯体, 上升至精神镜, 一眼就能俘获对方, 李凌峰停了下, 这是宇之波家族的血轮眼, 接着往下看, 终极奥义第一镜, 入眼镜, 这是最基本的境界, 只要长得还可以, 能入美人的法眼便功力达成, 这对李凌峰是毫无压力, 直接掠过, 终极奥义第二镜, 迷魂镜, 试想, 如果吴彦祖搂着你对你深情一眼, 是不是特别迷魂, 不知西东, 有西, 这就是迷魂, 镜, 李凌峰点点头, 以此时此刻自己之魅力, 就是颜值正当鼎盛的吴彦祖, 都要避让三分, 所以这一镜掠过, 于是李凌峰翻到终极奥义第三镜, 射魂镜, 一眼便将美人的魂都给勾出来了, 这个不错, 李凌峰来了兴趣, 虽然自认为在这个境界, 自己一小有所成, 但还是不妨碍进一步提升巩固, 于是李凌峰按着上面的功法口诀练了起来, 一个钟后, 李凌峰拍醒沉睡的韩雪莹, 你看着我的眼睛, 有没有感觉魂都被勾走了, 韩雪莹眯着眼, 我看到了一坨眼屎, 李凌峰? 不, 你认真看我一下, 李凌峰用手拨开韩雪莹的眼皮道, 韩雪莹一把打掉李凌峰的手, 脑下继续沉睡, 忘了告诉你明天我妈生日, 要回去吃饭, 赶紧睡吧, 李凌峰听后顿时整个人僵住在了那, 许久, 我可以不去吗? 韩雪莹哐当一声, 坐了起来, 你试试, 试试就试试, 李凌峰硬气道, 我宁愿饿死在家里, 也不去你妈那, 韩雪莹看了眼李凌峰, 这样, 我带身行政职业装回去, 李凌峰眼前一亮, 成交, 韩雪莹给了个魅眼, 听话, 早点休息吧, 你先睡, 我再看一会儿, 韩雪莹再次睡下后, 李凌峰更加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 终极奥义第四竞, 入魂境, 这个我懂, 就是看一眼都能打冷战的那种, 李凌峰激动的, 于是通宵无眠, 第二天, 韩雪莹看着两眼圈发飞的李凌峰一脸疑惑, 这是昨晚看片过度了, 李凌峰打了个哈欠, 有你在, 我还用得着看片吗, 你不比那些女人强百倍, 那倒是, 韩雪莹点点头, 赶紧起身刷牙洗脸, 吃完早饭, 我们就出发回去, 楼下, 出门的两人正好遇见三楼的美女, 李凌峰瞬间起了精神, 这不昨晚修炼的作用现在就来了, 于是凝聚全身功力, 来了一次凶猛的对视, 也就差那零点一秒的时间, 清洁阿姨挡在了两人中间, 与李凌峰来了个对眼, 三秒后, 浑身冷战下的清洁阿姨整个愣在了那, 这感觉三十年前的落傲, 这辆仔, 吓得李凌峰赶紧拉起韩雪莹的手, 就往外奔走, 怎么了, 韩雪莹不解地问道, 赶时间啊, 你不是一直在催我吗, 可是我们下来了啊, 你咋那么啰嗦, 这个家是你说了算, 还是我说了算, 李凌峰求证道, 韩雪莹一笑, 当然是你说了算啊, 那还不上车, 好的, 老公, 韩雪莹亲了头李凌峰, 注意系好安全带啊, 过了拍照点, 我可以解下来吗, 记着我吃不着, 李凌六二章, 一笑倾城姚雪姐, 紧赶慢赶地回到韩雪莹家里, 开门迎接的仍是韩雪莹的爸爸韩叔, 你们到了, 快, 快进来, 韩叔热情地招呼道, 带李凌峰进来时, 整个人彻底傻眼了, 客厅里面坐满了七大姑八大姨, 李凌峰转头看了眼韩雪莹, 眼神问道, 这怎么回事, 韩雪莹眼神回道, 我也不知道啊, 事前没交代, 没得办法的李凌峰只好硬着头皮一一打了招呼, 一圈下来, 刚纳被份称谓, 全望光光了, 扫尸了一圈众人后, 李凌峰目光最后落在了韩雪莹妈妈旁边, 坐着的那位磕着瓜子的李阿姨身上, 依稀记得, 好像是韩雪莹姑父的表妹家的二大姨的妹妹, 从面向上来看, 似乎不是什么好惹的差, 果然, 只见李阿姨将瓜子一呸, 就拉开了画匣子, 盈盈, 这位就是你男朋友, 韩雪莹心颤的点点头, 是啊, 你们看吧, 就说没我介绍的那男的高, 也没那男的帅气, 说完接着磕了一个瓜子, 李凌峰稍稍皱了下眉头, 我都自比吴彦祖了, 竟然还有比吴彦祖更帅的, 我跟你说, 盈盈, 我给你介绍那男的, 还是911重点学校毕业的, 对了小伙, 你什么学校毕业的啊, 一旁坐着的韩雪莹妈妈, 此时脸色早已铁青, 这到底是985披了腿, 还是211出了鬼, 阿姨, 你确定你介绍的那男的是大学生, 而不是星号星号星号, 李凌峰画钢沃音, 一旁的韩雪莹立马扑的一声笑出来, 赶紧咬住嘴唇, 你看吧, 小伙就没听说过这大学, 这就是察觉, 李阿姨充满优越感的说道, 不是, 你捧人家就算了, 不至于还带着踩我一脚吧, 这是你逼我的, 于是李凌峰凝视双眼, 不可抗拒的目光, 只是李阿姨, 跟李凌峰眼睛打了个照面的李阿姨, 瞬间一个冷战, 酸爽从大脑发出指令迅速流转全身, 整个人就将在了原地, 尖锐的说话声戛然而止, 众人都纷纷望了眼李阿姨, 韩雪莹妈妈开声问道, 怎么了这是, 行过神的李阿姨脸色一阵潮红, 没, 没事, 笑着掩饰了一下, 李阿姨便接着刚才的话题, 李凌峰默等他开口, 再给了一个眼神, 酸爽直接从天灵盖直冲而下, 你们先聊, 我回趟家, 也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李阿姨便迅速地起身离开, 问号挂满众人脸上, 一回到家便将门锁上, 边脱裤子边喊道, 老汉, 老汉, 少了李阿姨的众人, 瞬间安静了许多, 这时韩雪说道, 你们先坐一会, 我去做饭, 待会大家一起吃个饭, 中间那位发福得有点厉害的胖阿姨, 看了眼韩雪, 那么辛苦还自己做饭啊, 是啊, 上次我过生日, 我老公带着我们下馆子, 另一位阿姨附和道, 韩雪姨妈妈做那位说话, 脸色轻得不能再轻了, 估计这回别提多怨恨韩叔叔了, 恨他如此窝囊没能力, 李凌峰静看在眼里, 深呼吸了口气, 这一提能是亲戚, 仇敌吧, 于是开声道, 是啊, 不用那么麻烦了, 我们出去吃吧, 韩叔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李凌峰笑了下, 当我们来时看到一家酒楼就不错, 叫华月酒楼, 众人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李凌峰, 华月酒楼, 你, 怕是不知道吧, 那是五星级酒店, 韩叔也是愣了一下, 李凌峰扶住他的手, 我们去那吃吧, 刚好发了计笑, 胖阿姨一脸的好奇和求知遇, 发了计笑了, 多少啊, 不多, 也就二十万出头, 众人顿时鸦雀无声, 除了错愕就还是错愕, 许久, 韩雪姨妈妈才笑了一句, 那我们大家走呗, 这时李凌峰第一次见韩雪姨妈妈露出笑容, 酒席吃了很久, 众人欢声笑语, 享受着五星级酒楼美味的佳肴和服务, 临走分别之际, 李凌峰还给美人封了个一千元的红包, 自此韩雪姨的男朋友是有钱人的传说, 便在其亲戚圈内流传了起来, 一浪高过一浪, 最后演化成了李凌峰是富二代, 夜晚, 韩叔简单地做了四菜一汤, 四个人围砖做, 李凌峰吃着餐桌上的家常菜, 那比任何酒店的佳肴都更有味道, 来, 多吃点, 韩叔给李凌峰加了一道菜, 看着李凌峰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甚是疼爱, 看得入迷, 曾几何时, 韩叔也希望有这么一个儿子, 闲暇可以两人对着, 相互分享彼此对生活的看法, 饭后, 韩雪姨穿着一身整齐的行政制服, 跟李凌峰一起出门逛街, 韩叔照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盈盈这是要回去加班吗? 韩雪姨妈妈白了眼韩叔, 年轻人的事件, 你懂? 玉江河畔夜景秀丽, 高耸的电视塔灯光闪烁, 是济世的标志性建筑, 跨江大桥廊道上, 韩雪姨依偎在李凌峰的怀里, 柔情地说了声, 谢谢, 正如芳之眠所说的, 人生不过百年, 走慢些, 第二天清晨, 两人没胆着回S市, 而是去了李凌峰的大学母校, 由于刚好是周末, 郊师楼除了一些自习生以外, 就是空空如也了, 还想着能蹭一节课的李凌峰计划, 落了空, 便带着韩雪姨逛了一下校园四周, 凌峰, 一道清脆的声音打断了两人笑语, 李凌峰和韩雪姨纷纷抬头一看, 眼前一位身材高挑修长, 一席袖发笔, 直黑亮的女子, 姚雪姨, 李凌峰惊讶地叫了声, 你怎么也在这? 宛若西式的姚雪姨清澄一笑, 我回校任职了, 任职当辅导员吗? 姚雪姨点了点头, 这些年你都去哪了, 杳无音讯的, 发信息也不回, 一旁醋意大爆棚的韩雪莹 拉了拉李凌峰的衣服, 她谁啊? 姚雪姨, 以前我兄弟的女朋友, 李凌峰介绍道, 哦, 就是借钱给她女朋友打, 韩雪莹还没把话说完, 李凌峰一把捂住了她嘴巴, 第063章, 消失的官宣, 将韩雪莹支开后, 姚雪姐笑问了句, 你女朋友啊, 李凌峰点点头, 对了, 阿海呢? 这几年怎么样了? 听到阿海两个字, 姚雪姐稍稍愣了一下, 而后眼神空洞, 略失花容, 许久才缓缓沉重的到了句, 她病了, 看到姚雪姐的这副神情, 李凌峰已预感到一丝丝的不幸, 不远处的天空弥漫着一丝阴霾, 仿佛此刻两人的心情, 微风拂过两边的树叶, 发出沙沙的声响, 一片枯黄的叶片随风而落, 宛如生命的凋零, 想不到才分开几年的时间, 你我就要说永别, 李凌峰不太会安慰人, 此刻唯有强压抑住内心的痛苦, 报, 看开些, 每个人的命运也许都是上天冥命之中自有安排, 姚雪姐赞同地点了点头, 眼神稍稍低垂, 现在唯有四处寻衣, 李凌峰点头, 心想或许自己也可以帮忙找找良衣, 于是问道, 对了, 阿海她什么病啊? 姚雪姐抬头看了一眼李凌峰, 顿了好久才回到, 早谢, 李凌峰, 欧下花线哦, 花线花会开, 你替早谢, 这, 你那边有什么好的医生吗? 姚雪姐诚恳地问道, 这是关她的幸福, 呃, 李凌峰挠了挠头, 这我也没惊讶啊, 行啊, 我回去后帮你打听打听, 看看有没专业点的医院, 李凌峰只好硬下道, 嗯, 姚雪姐点点头, 你现在在哪里啊? S是那边, 毕业后就过去了, 哦, 你跟我没联系了, 跟阿海也没联系吗? 记得以前你们俩很要好的呀, 李凌峰将头转向一边, 两年前给借了五百, 拉黑了, 姚雪姐吃惊了一下, 随即不好意思道, 我这就还你五百, 别为了这伤和解, 不是, 我借了她五百, 李凌峰解释道, 姚雪姐更加疑惑了, 你借了她五百, 她为什么要拉黑你啊? 李凌峰摸了摸额头, 我拉黑的, 姚雪姐, 你有困难, 怎么不跟姐我说, 怕姐我帮不到你吗? 不, 不是, 跟女生要钱, 这多不好啊, 虽然自己也没少干, 但在姚雪姐面前, 自己必须得维护住, 这么一个铁骨铮铮的人设, 说到底, 你就是没把我放心上, 姚雪姐伤神地回了句, 李凌峰看了眼, 我倒是想把你放心上, 但就怕阿海她不答应, 你知道吗? 刚一看见你, 你那侧脸映入我的眼帘时, 我竟然有点想哭了, 面对眼眸湿润的姚雪姐, 李凌峰站在那, 任由威风拂面而过, 叹了口气, 随清风去了吧, 我往前走了, 所以我们的关系就是走近, 走近, 走近, 对吗? 姚雪姐看了眼李凌峰, 李凌峰上前, 将姚雪姐缓缓搂入怀里, 深情的与其对视了一眼, 仿佛跨越了千年的时空, 从盘古开天到秦皇汉武, 再到新中国城里, 举办足球世界杯, 直到姚雪姐阵阵振, 才结束了这跨越千年的凝视, 往日之人要离去, 即使再不舍, 也要笑着挥手说告别, 姚雪姐却低头来了句, 今晚有空吗? 我在老地方酒店等你, 此时, 阿海正在艺术人介绍的老中医处, 寻找民间偏方, 当李凌峰回去找韩雪盈时, 对方是有多远躲多远, 李凌峰眉头一挑, 你这是又怎么拉吗? 分手, 我们分手吧, 分哪只手, 左手还是右手? 李凌峰笑着问道, 我跟你说真的, 韩雪盈是气也气不起来, 不分, 不合适也给老子忍着, 韩雪盈看了眼李凌峰, 哦, 一天天的少舞无理取闹, 在诺大的幸福面前, 别逼我删你, 韩雪盈下意识摸了摸屁股, 上前搂住李凌峰的手, 问道, 以后你会家暴我吗? 你喜欢的话, 我可以学, 讨厌, 韩雪盈脸颊一飞红, 靠在了李凌峰的肩膀上, 等会还回你爸妈家吗? 李凌峰问, 不回了吧, 带我去哪里吃啊? 韩雪盈一脸期待地问道, 学校饭堂, 兜兜转转, 回到S事后已是晚上八点多了, 回到住处的两人立马躺在了沙发上, 李凌峰拿起手机, 点开朋友圈, 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这么惊爆, 李凌峰猛地起身惊讶道, 见此, 韩雪盈也跟着坐了起来, 怎么了? 云姐竟然和刘徽官宣了, 云姐, 哪个云姐, 不会又是你前女友吧? 李凌峰白了眼, 那是我知行的同事, 果然, 我就说, 那下午后两人不简单, 李凌峰一脸得意, 男婚女爱人之常情, 况且, 两人都单身, 有何不可? 再说, 刘徽也不错啊, 于是, 李凌峰点开细细一看, 这才发现, 尼玛直接是领证官宣了, 这, 这么扎裂的吗? 李凌峰一时难以接受, 可当看到照片中两人对视的眼神, 这一刻, 替我又相信爱情了, 点赞, 必须点赞, 李凌峰重刷新了下朋友圈, 想看看多少人回复这劲爆的消息, 一个页面刷新, 那条官宣朋友圈不见了, 不见了, 李凌峰上下找了一遍, 愣是没找着, 抬头想了想, Tid这事把我朋友圈给屏蔽了吧, 后来李凌峰才知道, 同一个支行是不允许夫妇都在那工作的, 但是这照片还是给有心人截图了, 看不懂的韩雪莹起身, 我先去洗澡了, 洗完澡再做饭, 今晚就煮点面吧, 不用你那么辛苦了, 我叫两封外卖上来, 韩雪莹一笑, 好啊, 我要小龙虾, 得到李凌峰的应许后, 韩雪莹这才满意的洗澡去, 十几分钟后, 韩雪莹裹着玉袍出来, 外卖到了没, 李凌峰摇摇头, 翻了下手中的那本金瓶梅, 韩雪莹甚是好奇, 你不看那本猛男觅急了吗, 那本功法越是往上走, 就越需要更多的时间感悟, 目前还达不到更近一层, 哦, 韩雪莹放下盘起的秀法, 过来, 给我翻下说, 韩雪莹上前一步, 撩开了自己的玉袍, 第064章, 代理副行长, 清晨摁住了闹铃, 躲不过洛行的夺命催, 你小子在哪啊, 还不过来上班, 等你一起开个会, 快点, 知道了, 外面见客户, 等会就到, 挂了电话, 李凌峰看了眼时间, T不就才迟到半个多钟吗, 催得那么紧, 桌上是韩雪莹煮的汤粉, 上面还铺了个尖程八分熟的太阳弹, 人怕是赶不及时间自己都没吃, 喝口水便急匆匆赶去上班了, 从家里出来, 开车行驶在路上, 李凌峰将音乐调成适当的音量, 现在, 一过炎热的夏季, 逐渐迎来秋天的清爽, 李凌峰将车窗门稍稍放下, 感受这惬意的初秋的风, 抬头, 看见前方走着两位五十左右的男子, 其中一人背上背个竹篓, 仔细一看, 才发现竹篓里坐着一位冒蝶老人, 李凌峰微微一皱眉, 李凌峰再次好奇地问了句, 我们从士兵过来, 准备去中心医院给我们老娘看病了, 听到时评, 李凌峰有点难以置信, 那离中心医院二十多公里路啊, 就靠两兄弟轮流用竹篓碑, 两条腿走, 那你们很早就过来了吧, 两人点点头, 今早凌晨五点多就动身了, 怕赶不及回去, 不跟你说了兄弟, 我们得赶路了, 两人继续步履艰辛地往前走, 却相互搀扶, 背后的老人静静地坐着, 李凌峰一笑, 抬头望向了天空, 脑海中浮现了李密的陈情表, 陈无祖母, 无以至今日, 现实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后面喇叭声一阵狂鸣, 男子探出头, 你替发春啊, 到底走不走, 李凌峰一个油门离开, 这种陆怒正人群, 避开点指定没错, 来到直行, 刚进门就被大厅巡视的落行给遇着, 来了, 那赶紧临时开个会吧, 除了桂园保持正常营业外, 其余的人都集中到了会议室, 洛行点了下人头, 确定是其人了之后便开口道, 今天主要是宣布一项任命事项, 洛行刚话一落音, 大家纷纷面面相去, 谁要升签了吗? 大家应该都可能知道了, 我们流行跟诗云已经官宣领证了, 再这些恭喜两人, 在洛行的带领下, 众人纷纷鼓掌, 有些还不知情地一脸猛逼, 不少人的目光已看向两人, 梁诗云害羞地低下了头, 祝福的掌声过后, 洛行继续道, 根据银行的管理条例, 夫妻是不能同在一个支行工作的, 所以, 反倒是好奇, 谁会过来接替流行, 经商面领, 导的商议决定, 赞由李凌峰带地我们支行副行长一职, 众人纷纷看向李凌峰, 李凌峰也是一连猛圈, 不过一想到自己拉回来的2.73亿存款, 和最近的3200万贷款, 应了那句话, 一切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这次还没等洛行鼓掌, 众人先纷纷鼓掌祝贺了, 洛行, 立马示意众人安静下来, 这话都还没说完呢, 本来呢, 是分管我们条线的领导下来, 宣布任命的, 临时有会就不过来了, 由我带传, 正式文件今天会发, 哦, 哎, 我们大家以后要多项理性学习, 为我们支行再创辉煌, 说完, 洛行一个人使劲的鼓掌, 众人就这样看着他, 替的支行业绩再创辉煌又怎么样, 分猪肉的时候, 还不是连汤都喝不上, 啪, 啪, 洛行的掌声逐渐暗淡下来, 好了, 大家散会吧, 流行, 你跟凌峰坐一下交接, 散会后, 李凌峰来到自己的卡座位, 副行长又怎么样, 还不是一样坐外面, 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眼洛行那间办公室, 有机会的, 不用急, 位置上的方知免淡淡来了剧, 李凌峰回头看了眼方知免, 当了行长, 我也不会给你发工资, 方知免也转头看向李凌峰, 用淳于说道, 你收钱, 李凌峰, 支行门外一个角落里, 是确定监控的死角盲区, 不是, 方知免,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这种做法很低端, 低端? 李凌峰好奇地问了句, 你应该成立一家中介公司, 所有的业务都竟由那家中介公司在到你手, 当然, 那家中介公司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也没任何的经济往来, 李凌峰听后眼前一亮, 真是爱死你这老小子了, 这梯不仅能规避一系列风险, 还能额外开拓更多的业务, 凌峰, 你怎么在这儿啊, 正到处找你呢, 刘行走了过来, 资料档案那些我都整理好了, 就等你交接了, 李凌峰笑着朝他挥了下手, 随后递了支烟过去, 刘灰笑了笑, 你知道, 我不抽烟, 当给你送行, 过南城那边了, 以后狗父贵物相望, 刘灰破天荒地接了过来, 拿过火鸡给自己点上, 猛吸了一口, 嗨嗨, 皱起眉头, 有点呛人, 但很上头, 李凌峰拍了拍刘灰的肩膀, 这烟是不是很像那女人, 嗨, 方之勉一脸的疑惑, 烟就是烟, 跟女人有什么关系, 李凌峰看了眼方之勉, 还记得我以前问过你的吗, 反派是怎么死的, 死于话多, 方之勉很确定自己这一次绝对是答对了, 那知道还不闭嘴整理资料去, 李凌峰道, 方之勉离开后, 李凌峰熄灭烟头, 云姐还不错, 好好珍惜, 刘灰望着离开的李凌峰愣了下, 你怎么知道他还不错, 第065章, 有这活动吗, 回到支行内, 方之勉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刚落行找你, 有说什么事吗, 李凌峰问道, 没有, 要不你自己去找下他, 方之勉给了个建议, 李凌峰点点头, 朝洛行的办公室走去, 敲门而进, 洛行露出了一副和蔼可亲的笑容, 快,快, 进来坐, 也不急于说话, 先是忙碌地泡了壶茶, 看其架势, 可谓是千秋霸业一壶茶, 虽然是便宜的绿茶, 李凌峰看了眼茶桌下, 西湖龙井, 这茶不错哦, 要不我们试试这把, 洛行, 还没来得及制止, 李凌峰就已拿起直接开罐, 还是未开封的新家伙, 洛行想要制止的手, 停在了半空, 脸上的肌肉一跳一跳, 眼见已无法挽回, 只好痛下心鼓作一笑, 也行, 也行, 快快, 把那绿茶给倒了, 我来重新泡一壶, 洛行看了眼已泡好的绿茶, 再看了看李凌峰手里刚开的龙井, 想了一个最优的方案, 别倒了吧, 这绿茶我喝, 我就喜欢这位, 李凌峰看了眼洛行, 那我呢, 这样, 洛行俯身抽出一个一次性纸杯, 放在李凌峰的面前, 你放点龙井, 我给你倒上开水, 这不就泡出来了吗, 我们都喝个的, 这样一来, 既不会浪费刚泡好的绿茶, 又可以节省龙井的过多消耗, 李凌峰点点, 那行, 于是给自己放了接近一杯的茶叶, 洛行当场就傻在那了, 问了句, 你是喝茶, 还是喝茶叶啊, 李凌峰抬头一笑, 哦, 我喜欢浓一点的茶水, 龙井放少了泰淡, 洛行, 不是, 你喜欢喝浓茶, 绿茶它不够浓吗, 对了, 你找我什么事啊, 说完, 李凌峰从洛行手里, 接过开水壶, 给自己倒上, 洛行扶了一下他的老花镜, 叫你来主要是恭喜你, 真是年少有为, 以后再接再厉, 我这个位置, 迟早你能坐上来, 不敢, 不敢, 李凌峰客气一笑, 我这么年轻, 还是需要多加打磨历练, 哎, 话不是这么说, 自古英雄出少年, 以你的能力, 我相信你, 多谢洛行的夸奖, 以后还得仰望您多加提携, 好说, 好说, 洛行连连点头, 对了, 有件事得提醒你一下, 嗯, 重点来了, 恭喜客套是假, 李凌峰故作提起了精神, 你说, 你知道, 现在整个市场环境都不是很景气, 各大银行竞争激烈, 尤其是四大行挤压空间很厉害, 所以呢, 李凌峰等待着洛行说重点, 最近听闻不少的股份制中小银行, 开始准备涉足自建房贷款这一块, 甚至是一些村镇银行微小行也跃跃欲试, 说到这, 李凌峰已经猜出洛行叫自己来的目的, 果然, 洛行话锋一转, 你那自建房贷款业务也得加紧推进啊, 我们要比别人提前占领市场, 李凌峰点点头, 够知道你买奔驰, 现手里头缺钱了, 放心洛行, 为咱们农商行开拓业务, 是我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洛行满意的点点头, 嗯, 你有这觉悟相当不错, 是日后当行长的料, 行, 那洛行要是没什么其他的事, 我就先离开了, 拓展业务去, 没, 没其他的事, 你去忙吧, 洛行笑道, 临走, 李凌峰端起那纸杯小饮了一口, 嗯, 是有点浓吗, 起身顺手丢进了垃圾桶, 洛行, 从办公室出来, 李凌峰跟方之眠打了个招呼, 我出去一趟, 出了之行, 隔远就看到一条狗在车轮底下撒尿, 李凌峰走近一看, 呦, 行车哦, 再细细一看, 咦, 这怕不是洛行刚买的那辆奔驰吧, 这么快就提回来了呀, 难怪这业务也是推得紧, 转头对小狗狗道, 去, 叫你的兄弟过来, 多尿几泡, 林旭东的中介公司, 李凌峰将车停在了路边, 隔足位置都满了, 这里应该不会被开卫庭罚单吧, 公司门前, 李凌峰看了眼那被烫得满是烟洞的泰山石, 不绝没一咒, 嘀咕道, 林旭东这中介公司是多遭人恨了, 指定是压榨工人太厉害了, 推门进去, 甚是一惊, 这几天没过来怎么招公司前台了, 再仔细一看, 还是个年近五十的阿姨, 果然, 招的便宜货, 你过来了, 看见李凌峰进来的林旭东赶忙打招呼, 也没电话提前说一声, 还没到那个时候, 这不你提前电话告之声, 我好买菜去, 李凌峰疑惑的看了眼林旭东, 现在公司里开火了, 林旭东点点头, 整天吃外卖也不是事啊, 再说, 自己开火, 还能划算一些, 他也跟你一起吃啊, 李凌峰转身看了眼那阿姨, 阿姨向李凌峰露出了一个标准的笑容, 一看就是野鸡技校培训出来的那种, 不, 我这不包擦, 林旭东回到, 那你给开多少工资啊, 李凌峰饶有兴趣地问了句, 林旭东凑前耳边, 两千八百, 固定工资无提成, 李凌峰吃惊地深吸了一口气, 两千八百还不包餐, 怪不得门前的那泰山石给人烫了那么多的烟冻, 李凌峰为阿姨默挨了两秒, 来到角落的冰箱处取出一瓶冰红茶, 打开猛喝了一口, 早上到现在都还没喝上一口水, 唯一的落行那杯龙井还泡太浓了, 接着连喝了几口后, 李凌峰看了眼手中的瓶带, 眼睛瞬间一亮, 激动到, 中奖了, 中奖了, 听到呼声的林旭东也赶忙走了过来, 两眼瞪得老大, 李凌峰拿起细细一看, 一等奖, 奖励三十五岁少父一名, 脑子没转过来的李凌峰回头对林旭东问道, 冰红茶还有这活动吗? 同时一脸愕然的林旭东摇摇头, 没有听说过, 于是李凌峰赶紧拿起冰红茶饮料, 仔细一看, 虎区一阵, 上面赫然写着冰红图, 转头, 你呀这哪买来的? 没反应过来的林旭东不解道, 坎兮兮啊, 特价优惠活动, 超便宜, 你要不要来一件? 第066章, 保证不会抄牌, 现在抠喉还来得及, 李凌峰以百米充分的速度, 跑向了洗手间, 出来后, 林旭东给李凌峰饱了杯凉开水, 至于吗? 又喝不死人, 李凌峰接过凉开水, 那怎么不见你喝? 昨天才刚喝的三瓶, 林旭东淡定的回了剧, 李凌峰? 对了, 你今天过来找我什么事啊? 林旭东拿起电视遥控器, 把电视关掉, 没人看还一直开着, 怪浪费店的, 是这样, 我也打算想开一家金融中介服务公司, 想请你当老板, 听到李凌峰的这话, 林旭东那睿智的小眼神看了下李凌峰, 表情除了谨慎就还是谨慎, 李凌峰没一皱, 你这几个意思, 还怕我卖了你不成, 哎, 你还真就说对了, 我还真怕你卖了我, 我还帮你数钱, 李凌峰一笑, 不会的, 以你的智慧, 我能坑得了你, 林旭东转头想了一下, 那倒也是, 你知道的, 有些事情我不是很方便出面, 所以需要你来给我成台, 李凌峰解释道, 放心, 不会亏待你的, 给你两成的股份, 林旭东眼前闪过一抹亮光, 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干得两成的股份, 这买卖不亏啊, 抬头道, 我不做公司的法人代表, 肯定不能啊, 这种坑爹的事情, 怎么会让你来做, 我会另外再请一个人, 林旭东不敢相信地看了眼李凌峰, 真有显好着述, 李凌峰眼睛一笑, 真的, 两人亲切握手, 达成了战略性的合作共识, 记得, 给我找个靠谱的人过来, 末了李凌峰提醒道, 怎么, 上次找的那方之勉不靠谱, 林旭东问, 李凌峰稍稍点头, 靠谱, 靠谱的有点过头了, 林旭东看了眼墙上的挂钟, 也差不多午饭时间了, 走吧, 我们吃饭去, 李凌峰抬头看了眼林旭东, 吃啥, 林旭东一笑, 一碗龙江猪脚饭, 吃出男人的浪漫, 你请, 李凌峰确认了句, 我请, 我请, 到了我这哪能让你掏钱的道理, 李凌峰点点头, 算了, 还是我请吧, 好歹也是过来求你办事的, 也行, 林旭东露出满意的笑容, 我知道一条小吃街还不错, 李凌峰, 换换口味, 林旭东道, 那刚才你还说去吃龙江猪脚饭, 吃出男人的浪漫, 李凌峰反问了句, 那现在你不说你请吗, 林旭东转头, 杜姐, 等会我打饭回来给你, 不用回去吃了, 顺便着看店, 好的, 林总, 杜姐笑了句, 心想, 今中午这林总怪好咧, 还请我吃饭, 李凌峰看了眼林旭东, 你还能要点脸吗, 走啊, 还愣着干嘛, 林旭东摸了摸鼻子, 顾总没看见到, 小吃街离公司不远, 不行也就十分钟左右的事情, 路过停车的地方, 李凌峰再次看了眼, 问道, 这地方应该不会抄牌吧, 林旭东跟着看了眼, 不会, 这鸡脚扒拉的抄什么牌, 你确定? 李凌峰狐疑了下, 放心, 不会抄的, 抄牌了我包, 林旭东信誓旦旦的说道, 有了林旭东的这句话, 李凌峰瞬间打消了自己的顾虑, 毕竟他, 长时间在这一代活动, 情况比较熟, 况且还有他的打包票, 两人步行到小吃街, 由于是饭点, 异常的热闹, 李凌峰望了眼, 真是应了那句话, 市井长相, 巨拢来是烟火, 瘫开来是人间, 眼睛利索地看到一处无人问津的摊档, 与众不同的年轻老板, 此时手中正捧着一本圣贤书, 与跟前的摊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边是生活, 一边是理想, 就他了, 这样都不帮衬下, 说得过去吗? 于是, 李凌峰领着林旭东来到这位年轻老板的摊档, 给我们两份章鱼小丸子, 年轻老板抬头慌慌张张地将书藏在了包里面, 好, 好的, 请稍等, 趁年轻老板忙活的空隙, 李凌峰瞥了一眼那露出半边的书籍, 瞬间上头, 直通了多年的脑血栓, 封面书名写着, 潘金莲大战西门庆, 李凌峰看了眼年轻老板, 路上, 李凌峰手上端着那份刚买来的章鱼小丸子, 看着上面乳白色的粘稠沙拉酱, 这脑海中瞬间闪过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画面, 不禁眉头一皱, 将其地给了林旭东, 我这份也给你吧, 吃得正欢的林旭东不敢相信地看了眼李凌峰, 真的, 赶紧接了过来, 生怕李凌峰后悔, 还赶紧吃了一个乳白色的沙拉酱沾满嘴边, 咦, 李凌峰不自觉地拉开了几步的距离, 吃饱饭回来, 林旭东拎着一份打包盒, 两人来到停车的地点, 隔远就看到雨刮器里夹着一张罚单在风中摇曳, 仿佛再跟两人招手一般, 李凌峰不敢置信地来到车前, 拿出那张纸条, 确定是围停罚单没错, 而且开罚单的时间就在两人走后不久, 李凌峰回头看了眼林旭东, 哎呀, 突然想起公司里还有点急事, 我就先回去了, 林旭东说完转身加快了几分脚步, 得, 今天中午吃的饭都没这张罚单柜, 李凌峰叹了口气, 回到直行, 除了柜台营业外, 客户经理基本都出去拖夜去了, KPI考核压得紧, 不完成任务指标, 哪来饭吃, 尤其是那些卖理财, 办信用卡的, 哪个不天天累得跟调狗似的四处求业务, 资料做完了, 李凌峰对坐在位置上闭目养神的方知勉说道, 那是一个自来户自检房贷款客户, 睁开眼睛的方知勉不紧不慢地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做完了就等后面审批, 李凌峰点点头, 方知勉这做事的效率和质量没得说, 我想回去一趟, 今天稍稍有点累, 方知勉向李凌峰说道, 李凌峰一笑, 我还以为你圣人呢, 那么能耐, 原来也是会累的, 圣人也是人, 只要没脱离凡胎肉体, 他就会累, 行行, 赶紧回去吧, 不够的话明天再休息一天, 李凌峰道, 方知勉收拾东西起身, 转头, 要不去我那坐坐, 李凌峰也是好奇, 这方知勉的住宿环境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于是便硬了下来, 开上那辆非肚仔, 两人在路上行驶了将近一个钟, 车辆驶入偏僻的无名山, 李凌峰不由菊花一景, 这压该不会住在深山老林, 反扑归真吧, 绕过一个弯道, 不远处一栋两层半的楼房映入眼帘, 这时, 李凌峰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来, 幸好不是住在山洞里, 仔细一看, 那两层半的楼房门前领海, 不少花灰绿纸点缀其中, 虽说楼房稍稍上了年纪, 但是更体现出年代感, 整体一看, 浓浓的文艺气息扑面而来, 倒也符合方知勉的特性, 行啊, 你这房子也不赖啊, 李凌峰笑道, 方知勉认真地开着车, 你知哪动, 前面那两层半的楼房啊, 不是你家吗, 李凌峰好奇地回道, 方知勉摇摇头, 那不是, 你看错了, 李凌峰, 那你家在哪, 真不会是山洞吧, 方知勉一脸的疑问, 我住山洞干嘛, 那地方很舒服吗, 不清楚, 没住过, 不过桥洞倒是还可以, 东冷下凉的, 你住过, 方知勉问道, 有段时间吧, 不是, 你还没告诉我, 你家在哪, 李凌峰赶紧转回正题道, 你看到了半山腰上的那栋别墅吗, 李凌峰听后抬头眺望过去, 果然半山腰上坐落着一栋甚是豪华的别墅, 看范围, 面积还不小, 比起那两层半的楼房位置更佳, 李凌峰开玩笑道, 你不会告诉我你住那吧, 方知勉点点头, 没错呀, 那就是我家, 李凌峰瞪的转过头看了眼方知勉, 车辆行驶至半山腰别墅门口, 两人下车, 李凌峰看了眼那气派的别墅大门, 现代艺术与科技的结合, 很符合方知勉的风格, 再看看不下十个的电子摄像头, 这安保系统不也懒, 不错呀, 你这, 李凌峰赞了一句, 方知勉微微一笑, 解释道, 我这采用的是最先进的AI智能安保系统, 李凌峰自然毫无怀疑地点点头, 看他门锁就很酷炫, 这是红膜识别的吧, 嗯, 是的, 方知勉走前一步对准扫描口, 半分钟过后, 识别系统没有一丝的反应, 方知勉调整了姿态, 人无反应, 李凌峰, 没事, 除了红膜识别外, 也可以用指纹识别, 方知勉道, 说完, 方知勉将手指贴在了指纹识别界面上, 半分钟过后, 仍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方知勉连着射了十根的手指, 李凌峰等着方知勉视脚指纹, 可对方迟迟没有动作, 你该不会是认错家了吧, 李凌峰提醒了句, 方知勉神情凝重, 许久才道, 这些天我在研究学习编程语言, 昨晚动手完善了下里面的编程, 可能当机了, 李凌峰, 没事, 还可以用机械锁开门, 方知勉左右摸了一下自己的裤兜, 发现没有后, 又折返来到车上找了一阵, 探出头来, 给拉支行李了, 李凌峰深深呼吸了口气, 那我们回去, 方知勉摇摇头, 不用, 我还给自己留了一个通道, 李凌峰且再相信一回, 跟着方知勉绕别墅半圈, 来到了后门, 那是警工一个人进出的小门, 方知勉拉开门栓, 将小门推了开来, 李凌峰当下就愣在了原地, 哎, 你的门栓好像没上锁吧, 还有, 你的安保系统呢? 方知勉回头看了眼李凌峰, 得意一笑,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如果你是贼, 你会从这里进来吗? 李凌峰挠短路地问了自己一句, 不会吗? 所以, 会吗? 进了去, 当面就是一条大狼狗迎面狂吠, 吓得李凌峰连连后退了一步, 站稳后才发现是拴了狗链的, 这才缓了口气, 难怪, 还有最后一道的安保, 两人朝别墅走去, 身后那条大狼狗还在不停地狂吠, 他不认识你这个主人吗? 见到有你在还吠? 李凌峰不解地问道, 这狗没人性的, 不然我拴着他干嘛? 哦, 李凌峰点点头, 随即想到了什么? 你这样拴着也起不了安保作用啊? 谁说我要他起安保作用, 我有最先进的AI? 李凌峰想起了那当机的识别系统, 那你为这一条狼狗干嘛? 浪费粮食吗? 不,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关键时刻, 我关门放狗, 方知勉淡然地回了句, 李凌峰停下了脚步, 难怪你那门栓是安装在外面的, 非凡的智慧, 愣在那干嘛, 走啊, 方知勉提醒了句, 两人来到别墅屋前, 现代艺术的高雅装修, 看得李凌峰目瞪口呆, 现在李凌峰才相信, 这家伙可能真有几亿身家, 怎么, 那家的方知勉问道, 没有啊, 你稍等, 方知勉说完伸开了双臂, 抬头望向正大门, 人脸识别成功, 系统提示声过后, 一楼上的门窗灯光, 依次逐渐缓缓打开, 再不成功, 李凌峰都有理由怀疑, 两人是私闯民宅了, 进了屋内大厅, 直接把李凌峰给震撼了, 只见大厅是一个挑空三层的巨型图书馆, 不计其数的书籍, 陈列在如墙的书架上, 自我问了句, 这颠覆了他的常规认知, 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身份证吗? 李凌峰道, 看身份证干嘛? 我怀疑你来自新兴, 大厅的里侧还有一个小展览区, 放有陈旧的古董百件, 其中一套明光楷赫然醒目, 李凌峰上前细看了一下, 挺心的, 于是问了句, 这应该不是出土的文物吧? 我自己复原的, 翻阅了不少资料, 方知勉回道, 李凌峰眉一皱, 有钱人都这么闲的吗? 一路参观而上至楼顶, 安装有一台大型的天文望远镜, 旁边仪器桌上放置有拍下的月球照片, 上面环形山清晰可见, 你这兴趣爱好还挺广的呀? 李凌峰笑道, 身后的方知勉拿了两杯酒上来, 墨西哥进口的上等龙蛇兰酒, 试下, 李凌峰刚接过酒杯, 电话铃声响起是刘辉打过来的, 基本的资料不是都交接完了吗? 还有其他事情? 带着疑问李凌峰接通电话, 凌峰, 陌峰刚被我们纪检叫去约谈, 内部有员工实名举报陌峰收受客户礼金。 第068章, 大遥行约谈, 赶回支行, 经过一番的了解, 才知道是前职员张楚楚举报的。 其因是张楚楚陪吃陪喝, 好不容易拉来一笔大存款, 结果在奖金分配上给陌峰拿了大头, 这些奖金都是打包由支行行长协商分配, 然后报人资至财务发放。 很显然, 陌峰抢了人家蛋糕, 这很符合陌峰的一贯作风。 张楚楚没离职前还隐忍着, 这不离职了, 直接反手就给他举报了。 好在事情性质并不是很恶劣, 只是拍到了陌峰接受客户的送礼, 就几何地查验。 这回陌峰算是阴沟里翻船了, 以为能拿捏一个小姑娘, 没想遇到个狠的。 行了, 没什么事情, 我就先下班了, 诗云还在等着。 一旁的刘辉开声道, 大厅不远处, 梁诗云朝两人微笑了一下, 打算什么时候摆酒啊? 李凌峰笑问道, 还在选日子, 放心, 到时逃不掉的你, 就准备好随份子吧。 哈哈, 行, 到时随个9999。 刘辉瞬间凝固了笑容, 不, 不是, 你随这么多干嘛? 李凌峰不解, 不意味着天长地久吗? 那你可以随999啊。 刘辉一丝怀疑的眼光看向李凌峰, 你跟诗云以前认识吗? 李凌峰吞咽了下口水, 这男的敏感性也这么强的吗? 还是说爱得越深, 醋疑越重。 你别想多了, 赶紧走吧, 云姐还在外面等着你。 刘辉这才想起来, 行, 那我就先下班了, 有时间过南城之行来喝茶。 两人牵手恩爱地离开了之行, 幸福地像一对刚恋爱的小情侣。 李凌峰没有急着回家, 而是坐在位置上等了一阵。 好歹现在自己也是代理副行长了, 作为这之行的二把手, 一把手出事, 不得坐镇中军。 大家一个接一个, 纷纷下班离开, 最后大厅经理小吴朝李凌峰喊道, 李行, 还不下班回家? 你回去吧, 我再坐一会。 李凌峰回道, 小吴为难地站在那里, 想说话又咽了下去。 李凌峰抬头看了一眼, 怎么了? 有问题吗? 不是, 你不走, 等会谁来拉闸锁门啊? 你有钥匙吗? 小吴问道, 前来词就是, 你呀别爱着我下班拉闸锁门啊, 要坐外面凉快去。 李凌峰? 这么晚了, 还没等回来落行, 怕是情况不乐观, 李凌峰接到了通知, 明日上午去一趟分行部大摇行办公室, 不禁没一咒, 难不成哥, 我要临危受命了。 还是说, 也要被拉去借免谈话。 回到家里, 此时的韩雪莹正在做瑜伽, 看见回来的李凌峰, 饭菜给你热锅里了。 李凌峰看了眼瑜伽店上的韩雪莹, 瑜伽裤的勒痕在抬腿间时影时现, 停, 就保持出这个动作。 李凌峰来了句, 许久, 才又接着蹦出了一句, 真肥, 还以为是在指导自己动作的韩雪莹, 回头拿起小抱枕扔了过去, 你混蛋。 李凌峰接住抱枕一笑, 将车钥匙放在了酒柜上, 换洗的衣服我也放在了浴室了, 你看看, 是先吃饭还是先洗澡? 韩雪莹提醒道, 零疗补了句, 我还要继续保持这个动作吗? 不用了, 竟然给我搓背吧, 洗澡先。 说完, 李凌峰便朝浴室间走去, 韩雪莹一起身, 好, 刚好流了一身汗, 我也要。 洗澡, 磨砂玻璃上亮起了一对车前大灯, 晚饭后, 坐在沙发上的李凌峰认真研究起了员工管理条例, 好奇的韩雪莹勾过头来看了眼, 出什么事了, 竟然看起了员工管理条例, 洛行被我们纪检约谈了, 明天大谣行找我谈话, 韩雪莹吃惊地看了眼李凌峰, 你这才干多少天啊, 就这么炸裂了, 危机, 危机, 是危也是机, 李凌峰不紧不慢地道, 算了, 混不下去就不干了呗, 你不还有结我吗, 我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 韩雪莹靠了过来, 脸贴在李凌峰的肩膀上, 看你肥皂剧去, 娘们唧唧地乱我道心, 李凌峰回了句, 韩雪莹气呼呼地一把作证来, 不是, 李凌峰你几个意思啊, 李凌峰转头屁腻了一眼, 燕却安知鸿鸿之至, 数字不足以为谋, 韩雪莹, 不是, 你把我裤子干嘛, 李凌峰低头看了眼下方的韩雪莹, 我看看, 你倒心有多坚定, 韩雪莹说完一笑, 这也没多坚定嘛, 就起来了, 所以说, 自古君王就多败在这红年祸水上, 江山就是这般搂着脖子抱着腰, 一荡一荡给你摇眉的, 由于要去分行见大摇行, 清早李凌峰格外准时地起床, 贴心的韩雪莹端出来早餐, 简单的一大碗瘦肉粥, 两人, 你一口我一口, 吃着吃着, 两小嘴还凑一起去了, 完了, 先将韩雪莹送往其公司后, 李凌峰这才掉头奔向了分行部, 四十分钟左右的车程, 李凌峰望着眼前的大厦, 那便是分行部了, 整栋大厦共有十八层, 是S农商行的自有物业, 李凌峰皱了下眉, 心想, 什么时候自己才能拥有一栋这大厦, 每月光收租就行了, 上毛的班, 一楼是分行营业部, 李凌峰持工作证, 从侧门进了内部大厅, 电梯直上十七楼, 那是大瑶行的办公室所在, 李凌峰还是第一次来分行部, 不过有不少人, 已听过李凌峰的大名, 来到大瑶行办公室门前, 刚好有人在, 门口等了好一会才进去, 办公室内, 两人相对儿坐, 李凌峰顺手泡茶, 这活当然是小角色来做了, 大瑶行一脸正气, 落行的事情, 您得也知道了吧, 李凌峰点点头, 继续泡茶, 虽说性质不算恶劣, 但是影响很不好, 尤其是现在严打时期, 大瑶行停了下, 接着道, 所以, 金分行班子研究决定, 将落天行游知行行长, 降之为高级客户经理, 李凌峰淡然地给大瑶行端去了一杯茶, 今天所有的一切, 昨晚李凌峰都已在脑海推演一遍, 好的, 一会是坏的, 第069章, 凌威受命, 大瑶行拿起茶杯引了口, 用余光瞥了眼李凌峰, 热热喉咙继续道, 航班子商议了一下, 有你赞代理之行行长一职, 你意见怎么样, 李凌峰尽量压制住翘起的嘴角, 我替还能有什么意见, 看来事情的一切都往最好的方向发展, 本来让你代理副行长时就要跟你谈下话的了, 这下正好一起谈了, 大瑶行笑道, 李凌峰时去地赶紧续查, 大瑶行满意地点点头, 你这凌威受命, 担子可不轻, 好好加油干, 还有, 一定要以落天行为镜子, 时刻提醒自己, 谨记严守纪律, 李凌峰点点头, 放心瑶行, 这员工管理条例, 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 说完, 将那本昨晚写满笔记的员工管理条例, 拿出来放在大瑶行面前, 那行吧, 年轻人机会多的是, 用心做事, 我们都看好你, 大瑶行勉励道, 李凌峰离去后, 大瑶行饶有兴趣地拿起那本员工管理条例翻看起来, 里面铺满的笔记得到了大瑶行连连地称赞, 连着翻到了底部, 大瑶行不绝眉头一皱, 接着又快速翻了一遍, 以至最后倒过来晃了几下, 只有分儿吹过, 就拿着考验干部, 哪个干部经不起这样的考验, 好不容易来到分行一趟, 李凌峰瞎转了一圈, 别说这里仰眼的还真不少, 迟早有一天要干到这分行来, 不为什么, 就涂着, 离开分行, 开车回去的李凌峰脑海神游, 之前本想着找份体面的工作, 混混日子, 嘿, 没想到一路混到了行长位置, 这把玩得有点大, 还是短时间内连跳几集, 李凌峰不禁怀疑, 自己是不是如硫磺书那般, 专刻老大的命, 想到此, 那嘴角笑的Gaiji爱想, 争取早日把那大瑶行也给刻下来, 传闻他在分行开了不少的后宫, 就等着哪一天爆雷了, 想想, 这日子都是越来越有盼头了, 唉, 真是天将大任于私人也啊, 那是不是要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一下呢? 抬头, 贵妃喜遇中心映入眼帘, 李凌峰当即毫不犹疑地又转使了进去, 就冲这名字, 怎么也得在华青池旁最上一回, 门口, 遇到了一位老太龙中的阿叔, 告诫李凌峰道, 这地方还是少来会耳聋的, 李凌峰? 当年我第一次来这喜遇中心, 回去就挨了老婆一巴掌, 耳朵至今听不见, 李凌峰肃目地看了眼阿叔, 这以重刀的敬意, 就当李凌峰准备要进去时, 阿叔抢先一步步履飞快地走了进去, 李凌峰? 刚还说这地方少来着, 这怎么? 赶紧跟了上来, 您老婆不是不让您来这吗? 阿叔转头瞪了眼李凌峰, 都说了, 耳聋听不见, 拿出那张黑钻VIP卡, 阿叔立马给前台迎了进去, 剩下李凌峰一人愣在原地, 先生, 您是要心号心号心号, 还是要足底按摩, 或者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其他套餐? 不用了, 给我来个足底按摩, 李凌峰道, 好的, 那先生, 您有认识的技师吗? 嗯, 给我点88号技师, 李凌峰忙猜一波, 一般带着数字的指定不差, 果然, 前台服务员露出了满是甜美的笑容, 先生, 我们这个号的技师是要家家的哦, 没问题, 只要服务到位, 价钱好说, 李凌峰一, 脸豪气道, 放心先生, 帮您满意, 前台小妹来了个魅力十足的电眼,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李凌峰来到了一个包间内, 看装修还是不错的, 上了茶水和果盘, 李凌峰换上衣服, 躺下闭目养神了一会, 您好, 88号技师很高兴为您服务, 清脆甜美的声音, 李凌峰睁开眼睛那一刻, 就知道这价钱没白价, 手看身高, 170出头的他, 配上7公分的黑色高跟鞋, 倒也勉强高挑修长, 再看那一席紧身黑色包囤裙工作制服, 将身材曲线完美地给展现了出来, 包囤裙下露出的雪白大腿, 都想恨不得上去捏一把, 最后, 一张精致的面容下眼眸明亮, 眉宇间流露出那份从容与淡定, 想来也是有相当的从业经验, 嗯, 这个能有90分, 李凌峰心里满意的, 抬头, 门前一位纯真的白月光技术妹子拎着箱子走过, 惊艳了这世俗的包间, 狠狠地勾住了李凌峰的眼神, 惹得88号技师, 簇意十足地说了一句, 他时间预定了, 李凌峰顿感可惜地摇了摇头, 他多少号啊, 888号, 88号技师妹子来到一边角落, 放下手中的修脚工具箱, 李凌峰, 就知道, 叫88号还是保守了一些, 在一边服务一边闲聊中, 李凌峰得知这妹子有一个凄惨的身世, 家中有一个好赌的爸爸, 妈妈常年卧病在床, 还有一个弟弟在上学, 为了帮扶家里, 所以他早早便出来工作了, 一字一句的动情话语中, 真是让闻者伤心, 听者流泪, 按摩的小手沿着小腿而上, 滑入了裤脚, 李凌峰当下就给多加了一个钟, 甚至, 这喜得不是酒, 而是行走在世间的泥泞, 是万般生活背后的不幸, 想来李凌峰觉得还是不够, 于是另外再给了一千的小飞, 温暖的阳光照进了88号即使小妹的心扉, 这一刻, 他撩起了脸颊的秀发, 高高杂起, 他说, 他舌到八段, 店里出来, 双腿些许发软的李凌峰走去取车, 讲真, 这舌到八段真不是盖的, 突然, 身后响起了一声车喇叭, 李凌峰眉一皱, 这路宽的能过半挂车, 你压得必什么呀, 回头一看, 就刚才的88号即使妹子坐在保时捷驾驶位上朝李凌峰挥手打了个招呼, 随后, 带着笑容一脚由门洒脱离去, 李凌峰, 说好的, 家里爸爸好赌, 妈妈卧病, 弟弟上学呢, 也在这时, 一辆120救护车急速冲进来, 从店里面慌慌张张推出来一张急救床, 好事的李凌峰驻足一看, 这不门口遇见的那位阿淑吗? 咦, 怎么连除颤也都给用上了, 也不知道下次这阿淑还来不来? 第070章, 看上你的不要脸, 这边120火急火燎的救死扶伤, 那边隔壁超市的营销喇叭带着火热DJ嗨翻天, 果然, 人生的悲欢不尽相同, 酬兵大放送, 消费马200, 急送新做大礼包一份, 嗯? 刚准备离开的李凌峰停下了脚步, 抬头看了眼后走了过去, 堆积如山的礼品前, 一位20左右的青春妹子在银客宴小票兑换, 看到李凌峰的过来露出青春气息的笑脸, 招呼道, 先生, 了解一下, 只要您消费马200, 就能按照您的新做赠送一份礼包, 怕李凌峰听不懂, 妹子接着解释道, 比如, 您是巨蟹座就送大闸蟹一只, 双鱼座就送鸡鱼两条, 李凌峰点点头, 这种促销方法还是蛮新颖的, 随即问道, 意思就是, 新做是什么, 就对应送什么礼包是吧, 妹子甜甜的一笑, 可以这么说, 我心好心好心好做, 妹子一愣, 笑容将在了那, 啊, 怕是妹子没听清, 李凌峰重复了一次, 我心好心好心好做, 妹子与李凌峰对视了一眼, 哥, 您冷静点, 最终, 李凌峰领到了一箱经典纯牛奶, 转头看了眼后头的那两桶胡姬花油, 这算不算是欺诈营销, 工商部门不管一下的吗, 回到支行后, 大家都在各自忙着自己的活, 谈话在前, 正式的任命OA还没下发, 大家现在都还不知道, 李凌峰即将接踢洛行的位置, 当然, 消息灵通的某些人除外, 比如大厅经理小屋, 李凌峰刚到门口, 就赶紧的迎来上来, 给开门道, 李行回来了, 回到自己的卡座位置, 今天方知免没过来, 李凌峰一把坐下, 嗯, 确实有点硬了, 不好做, 于是起身进了洛行办公室, 如今人生失忆的他, 都不知道在哪个婆姨那里买醉, 来到办公桌的皮质座椅上坐下, 李凌峰瞬间感受到了一阵的舒适, 果然, 跟外面的员工座椅就不在一个档次, 翘起二郎腿, 转头看了眼墙上那挂着的, 如星号星号星号一般的坦荡, 不禁眉一皱, 改日一定得让办公室主任换了, 多不吉利啊, 怪不得若行会落到今日这般, 说曹操, 曹操就到, 办公室主任叶木军进来拿些东西, 看到坐在行长位置上的李凌峰一脸狐疑, 你做那干嘛, 也想顾过当行长的瘾啊, 李凌峰一笑, 你不想吗, 拿破仑曾说过,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叶木军摇摇头, 我没那么大雄心壮志, 林总, 提醒你一句, 别给老罗看到了, 他那小肚鸡肠只定穿你小鞋, 靠后坐了一会后, 林旭东打过来电话, 这边给你找了个人, 你看下合适簿, 简历我发你, 接着还不忘提醒一句, 要是合适, 你自己直接联系他, 李凌峰还纳闷了, 怎么, 你这回不收我中介服务费了, 都拿你两成股份了, 况且以后, 我还是这公司名片上的老板, 收你服务费多不合适, 难得你有这觉悟, 李凌峰满意道,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要做行长了, 啊, 明显感受得到林旭东的一阵惊讶, 那不是提了很多工资, 不清楚啊, 听说有个三, 四十万的年薪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 李凌峰好奇问道, 你怎么了, 听着兄, 帝当行长, 比兄弟开奔驰更让人心痛, 随后, 李凌峰便收到了林旭东发来的应聘者简历, 还有学信网上的学历证书, 李凌峰简略地看了一遍, 便拿起手机拨通应聘者的电话, 喂, 请问是萧红飞吗, 只听到对方霸气地回道, 你是哪个, 寻老子干嘛, 李凌峰没一咒, 我收到了你的面试简历, 对方立马转变了一百八十的态度, 媚笑道, 是, 是低, 那你说说, 你对这个岗位的看法, 李凌峰问道, 我应聘的是啥子岗位啊, 对方来了个疑问, 这投的简历有点多, 你可否给个提示, 李凌峰, 你投的销售岗位, 李凌峰提醒道, 工资给多少, 无责任底薪两千, 具体我们可以面谈, 李凌峰回道, 谈个屁啊, 两千的销售还想和我谈, 你也不去学习网上查查我什么简历, 一本课得开两千, 笑话, 李凌峰摇摇头, 我刚查过了, 大专生, 飞权日志, 嘻嘻, 这都没能唬住你, 对方笑了一下, 那什么时候面试啊, 你现在有空吗, 我发你个, 好嘞, 对方忙口地应了下来, 末了问了句, 你怎么看上我的, 李凌峰深呼吸了一下, 回道, 看上你的不要脸, 赶销售就需要这个, 对方, 哪个要脸的会在爱好一篮写上, 嫩磨, 麦当劳, 两人如约而至, 李凌峰细细看了眼面前的此人, 一身职业吸服鼻挺, 头发焦得闪闪发亮纹理清晰, 跟电话里的完全两样, 李凌峰甚是怀疑道, 你就是萧红飞, 如假包换, 这是我的身份证, 你可以和验一下, 李凌峰接过一看, 尼玛的, 身份证上的相片更夸张, 帅过都敏俊, 你以前卖保险的吧, 李凌峰皱眉问了句, 这都给你发现了, 萧红飞笑道, 李凌峰, 这一身打扮, 不是干地产的, 就是卖保险的了, 不过也充分说明, 这萧红飞干销售的经验, 应该是相当丰富多彩, 关于这份工作, 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李凌峰问, 萧红飞摇摇头, 没问题, 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随时都可以, 只是现在公司还没成立, 等着你过来开荒, 李凌峰回了句, 萧红飞瞪大眼睛地看着李凌峰, 你玩我呢? 给你做公司的法人代表, 另外再给你10%的公司分红股份, 成交? 萧红飞握紧李凌峰的手, 笑容和蔼, 对了, 那底薪能不能再加点, 数十有点低了, 李凌峰没一咒, 行吧, 就多给你500, 谢谢, 谢谢, 萧红飞甚是感动, 你可真是我的再造父母, 听到这话, 李凌峰立马反应过来, 这题给多了, 你以前卖保险底薪多少, 一千的交通伙食补贴, 萧红飞含泪道, 第071章, 今晚回家吃饭, 这一块还是资本家玩得溜啊, 自己是没那黑心胆了, 于是拿起手机给萧红飞赚了2500过去, 道, 这是这月的工资, 萧红飞一脸不敢置信地看向李凌峰, 我都还没上班啊, 这叫愈发工资, 正规良心大企业都这么干, 我们公司还没成立啊, 算哪门子的大企业, 那我们正规啊, 讲良心啊, 李凌峰义正言辞道, 饶尸见过大风大浪的萧红飞, 也一时猛了, 秉着一丝怀疑的眼神, 这腰杆很容易倒闭的哦, 李凌峰, 你不要可以退回给我, 要要, 萧红飞忙连连点头, 只是第一次享受这么好的待遇, 有点不习惯, 哎, 野猪吃不了细糠, 萧红飞连着叹了句, 跟着我以后, 你就不是野猪了, 萧红飞抬头, 那是什么, 家猪, 无语过后, 萧红飞问了句, 你就不怕我拿钱跑路了, 两千五百就能看清, 一个人也不亏, 况且, 你舍得为了两千五百, 放弃大好前途, 萧红飞迟疑了一下, 大好前途暂时没看到, 一个闲钱多的二百五, 倒是坐在自己面前, 比起那虚无缥缈的前途, 这两千五百, 却是实实在在的, 李凌峰凝视了一眼, 你替不会真的想着跑路吧, 萧红飞咧嘴一笑, 不, 不会, 我哪能是那样的人, 红飞飘零半生, 恨为逢民主, 经德功赏识, 愿效全马之劳, 心里盘算着, 你马就算是跑路, 也不能跟你明说啊, 李凌峰没一咒, 飘零半生, 你现在也才三十书头吧, 怎么, 就只能活六十岁, 萧红飞, 这会点的两份汉堡套餐上来了, 李凌峰准备动手开吃, 你不吃, 李凌峰看了眼萧红飞, 萧红飞摇了摇头, 我约了女朋友一起, 你慢慢吃, 说完, 挥了挥手, 起身离开了, 李凌峰? 连一千块钱工资都能找到女朋友, 看来自己是找对人了, 多了一份的套餐, 刚好走过来一个小男孩, 驻足看向李凌峰手中的汉堡, 于是对其笑了笑, 招手示意过来, 叔叔给你个汉堡, 要不要? 小男孩犹豫了片刻, 终究没能抵御住汉堡的诱惑, 从李凌峰手里接过汉堡, 李凌峰笑着道, 说谢谢, 谢谢, 抬头, 一位轻心连一群少妇朝小男孩匆匆走来, 另眼看清后, 那对G级车前灯差点没把李凌峰给晃下, 就说怎么那么震, 李凌峰不由自主地吞咽了口口水, 不好意思, 孩子调皮打扰到你了, 少妇来到跟前致歉道, 妈妈, 叔叔给了我一个汉堡, 小男孩道, 少妇蹲了下来, 那绝顶峰臀连着让李凌峰鼻孔激进飙出血来, 无论上还是下, 都比韩雪莹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绝品啊, 真尼玛绝品, 抚摸了下小男孩的脸蛋, 少妇迷人的笑道, 那你有没有跟叔叔说谢谢啊? 嗯, 说了, 小男孩连连点头道, 少妇起身笑着对李凌峰再次说道, 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李凌峰微微一笑而过, 余光撇过那灵口处, 雪白的白, 来, 跟叔叔说再见, 长大后要像叔叔一样有爱心哦, 少妇教会小男孩道, 叔叔, 再见, 小男孩挥了挥手, 待两人离开后, 李凌峰若有所思, 心里道, 所谓长大, 就是当你听到波涛汹涌这四个字时, 再也联想不到大海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种程度的量, 还用得着吃汉堡吗? 是我, 就不会想吃了, 李凌峰嘀咕了一句, 山甲村正在修剪花花草草的陈叔, 前两天收到一个消息, 为推进S市东径战略, 充分发挥桥头堡作用, P区政府决定拧进万恒地产, 在山甲村飞东片区打造一个新商业中心区, 也被视为P区经济的一个新增长点, 这就意味着, 飞东片区乃至整个山甲村都面临被征收的局面, 这让陈叔不仅想到了李凌峰, 这小子不仅有眼光, 还大胆真感的, 颇有自己当年的那风范, 又想起自己现在拥有的亿万家财, 你捡的什么啊, 不看看, 这时, 陈亚新妈妈走过来提醒道, 陈叔低头一看, 才发现自己将那百年古松盆栽给减两半了, 一套房没了, 这不重要, 关键替养了十几年的心爱之物啊, 赶紧给专业人士打去电话, 让其过来抢救下, 看看能不能续上, 处理了, 转头看向陈亚新妈, 哎, 你说林峰是不是有段时间没来我们家了, 你是不是想女儿了, 她不前两天才回来过吗, 陈亚新妈好奇道, 不, 我是说林峰, 咱未来女婿, 陈亚新妈想了下, 是有段时间没来了, 这孩子我也怪想她的, 要不, 今晚叫她过来家里坐坐, 陈叔假装是问道, 行, 那我准备饭菜去, 陈亚新妈高兴道, 那我打个电话给林峰, 陈叔赶紧的拿起手机, 你让女儿给林峰打, 你自己直接联系叫什么事, 她现在可还不是你女婿, 对对对, 经陈亚新妈这么一提醒, 陈叔立马行水, 那我给闺女打电话去, 喂, 爸, 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吗, 陈叔开心一笑, 闺女啊, 今晚和林峰一起回家吃个饭呗, 你妈煮了饭菜, 陈亚新听后不禁眉头一皱, 这又不是什么特殊节日, 不好开口, 爸, 不用叫林峰吧, 我自己回去就行, 不, 不是, 你叫上林峰, 陈叔赶忙说道, 生怕闺女真就自己一人回来, 为什么一定要叫上她, 陈亚新反问道, 她不是你男朋友吗, 叫上她很正常的事啊, 男朋友又不是老公, 干嘛回家一定要带着她, 要是能成, 那你就赶紧让她变成你老公啊, 陈叔还不忘提醒道, 陈亚新, 是不是如果我不带林峰, 也不用回去了, 那倒不是, 不过回来没多大意义, 陈叔弱弱地回了句, 爸, 你变了, 陈亚新伤心道, 听话闺女, 爸妈在家等你们回来, 记得是你们哦, 挂了电话后, 陈亚新嘟了嘟嘴, 抬头看了眼镜子中自己的那秀丽黑发, 脑海中不禁闪现出李林峰的身影, 这边, 刚从麦当劳出来的李林峰, 便接到了陈亚新的电话, 签了协议的, 自然应下今晚吃饭的事, 行之路, 边, 刚好红绿灯亮起, 一群身穿黄袍的骑手鱼罐过, 宛如老舌笔下的一个个骆驼翔子, 第072章, 你懂书的意思吗, 驾车至陈亚新常驻的那间网咖店, 李林峰将车路边停好, 拿起手机刚准备给陈亚新打电话, 抬头看见远处一少年傻傻地站着, 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前方, 穿白衫裙的少女立于路边, 此时和风拂过, 白衫裙在风中起舞, 还有那一缕的秀发在风中摇曳, 可以笃定这一刻风有了模样, 打在了少年的心上, 李林峰赶紧点开手机相机, 想定格住这美好的瞬间, 可转眼, 少女进了一辆驶来的宝石节, 李林峰不由地愣了一下, 再转头, 已不见远处的少年, 回过神的李林峰轻轻叹息了一声, 随后传来两小孩的争吵声, 我爸爸一米八, 我爸爸两米七, 我爸爸一月挣两万, 我爸爸一月挣五万, 第一个小孩怒气直拉满, 吼道, 我爸爸敢吃屎, 你爸爸敢吗? 我不敢, 你个归儿子的, 随后便想起了那熟悉的藤条闷肉酸爽欢乐叫声, 方家行, 你七岁了还尿床, 随着妇女的下楼来, 逐渐由单打演变成了男女混合双打, 李林峰肌肉神经不自主地跳动了一下, 隔着距离似乎都感受到了那疼痛, 另一个小孩看着自己兄弟的遭遇, 也许在庆幸, 刚才好在没跟着说, 我爸爸也敢吃屎, 李林峰忙想起自己是来接陈亚新, 于是赶紧拨通了电话, 我到网咖店门口了, 你出来吧, 我没在网咖店啊, 陈亚新回到有段时间没去哪了, 啊, 李林峰有些难以置信, 你不在网咖店, 那在哪里啊, 在我住的地方, 收到, 陈亚新从小区门口出来, 李林峰一眼看待在车里, 走过来的陈亚新, 你怎么了, 你的黄头发呢, 李林峰看着陈亚新的那一席乌黑亮发问道, 我恢复原来的发型了呀, 陈亚新笑了笑, 随后坐上了副驾驶, 李林峰像发现新大陆般, 重新审视了一遍陈亚新, 难以想象与往日的天差地别, 现在一身素雅的他, 简直就如书中走出的古典美女一般, 跟以前的那狂野任性, 是万万联系不到一块去, 还真是继承了他老妈的气质啊, 怎么, 我现在这样不好看吗, 陈亚新不解的问了剧, 李林峰眉一皱, 好看是好看, 不过, 我还是习惯你以前的那黄头发, 陈亚新看了眼李林峰, 你以前不是说不喜欢黄头发的吗, 是吗, 我有说过吗, 狱警花园, 得知李林峰不回来的韩雪莹, 自己煮了一碗荷包蛋清汤面, 一边吃着面, 一边看着连续剧, 那是他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 将碗里的汤喝得干干净净净, 韩雪莹抽来纸巾擦拭下了嘴巴, 想起跟父母打个电话, 虽然更多时候只会引来烦恼, 喂, 妈, 吃饭了没, 吃了, 我爸呢, 他还在看店没回来吗, 不看店干嘛, 难道想着出去跟狐鹏狗友打牌吗, 拼着自己老妈一口冰冷的语气, 韩雪莹试着笑了笑, 缓解气氛, 我爸也没几个朋友, 适当的让他放松一下也行吗, 放松, 别人有退休精灵的, 你爸不看店喝西北风去啊, 你不也有退休精吗, 我有退休精跟他啥关系, 怎么, 想着我养他啊, 韩雪莹, 你们毕竟是两夫妻, 分得那么清楚干嘛, 要女人养, 你也好意思说出口, 白瞎了, 供你读那么多书, 韩雪莹不再出声, 他知道, 要是再讲下去, 就是又得开战了, 对了, 李凌峰呢, 哦, 他出去外面了, 还没回来, 韩雪莹甚是惊讶, 自己老妈会突然关心起李凌峰, 自从上次李凌峰让他在众多姐妹面前挣了一回面子后, 韩雪莹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老妈对李凌峰的态度有所改变了, 至少不会再像以前那般的排斥, 行吧, 没什么事, 你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要上班, 好的, 妈, 韩雪莹应了声, 对了我, 这月发工资了, 给你转两千买些衣服, 快入秋了,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 不用, 我有, 就当韩雪莹失望地准备挂断电话时, 电话那头说了句, 照顾好你自己, 韩雪莹瞬间鼻子一酸, 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缓和了情绪后, 韩雪莹给李凌峰发了条信息, 我想你了, 九过三巡后的陈叔拍了拍李凌峰的肩膀, 好小子, 你眼光够毒辣, 李凌峰不解地看了眼陈叔, 这几个意思, 是指眼光够毒辣, 看上你女儿, 你知道吗, 真的被你赌对了, 飞东那片政府准备新建一个商业中心, 李凌峰放松了口气, 原来是指这个, 对了陈叔, 我想麻烦你打听一下有没下家接手, 我打算趁势高位套现, 陈叔一问地看了眼李凌峰, 你不等拆迁补偿, 李凌峰一笑, 那太慢, 等他流程走完补偿到位, 怕都是几年后了, 这手里的钱, 得流动起来才能创造他的价值, 陈叔听后些许惊讶, 你小子比我想象中的能啊, 行, 叔帮你留意一下, 谢谢叔, 李凌峰回了句, 有他出手帮忙, 那还不是顺手拈来的事, 况且, 现在飞东片区正处风口之上, 大把等着入场的人, 无非是资产价格的接受高低罢了, 陈叔抬头看向收拾餐盘的两母女, 凑前到李凌峰跟前, 你跟叔叔说下, 和雅兴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咋没看见你俩牵过小手呢? 面对陈叔的发问, 李凌峰一脸猛圈在原地, 这该怎么回答? 你俩该不会是和起火来骗我们两个老头子的吧? 李凌峰? 陈叔叹了生气, 你知道, 书拼搏了大半辈子, 一生工业都在这了, 它就像是书人生雕刻的艺术品, 我是真希望它能传承到理想的人手中, 说完, 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你懂书的意思吗? 第073章, 深夜的美景, 李凌峰无言, 他可以游戏人生, 但面对陈叔这一生生的坦诚流露, 他会去掂量情义的重量, 果然是, 心不狠的人都发不了财啊, 李凌峰一笑, 说, 你开玩笑了, 陈叔愣了一下, 目光迟滞了几分, 而后又看向李凌峰, 是, 书开玩笑了, 来, 我们接着喝, 陈叔端起酒杯道, 陈雅兴妈妈看了眼陈叔, 餐桌都收拾干净了, 还喝什么酒, 泡茶去吧, 陈叔一口闷下, 是啊, 泡茶去, 喝茶清醒, 李凌峰心里像是打翻了调味瓶, 五味杂陈, 随即拿起手机扫了眼, 看到了含血淫发来的信息, 我想你了, 这是人生的路口, 往左还是往右, 零点一秒的沉默里, 我心唯独望向了你, 李凌峰起身朝陈叔和陈雅兴妈妈道, 叔叔, 阿姨, 很晚了, 我就先回去了, 陈雅兴妈妈惊讶地转头看过来, 要不今晚就别回去了, 家里房间多的是, 一旁的陈雅兴也跟着看了过来, 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李凌峰一笑, 不了, 明天还要早起上班呢, 就不打扰你们, 陈雅兴妈妈还想再继续挽留一下的, 但看到陈叔没发话, 也就不好再说了, 那我也跟你一起走吧, 我回大东城那边住, 陈雅兴赶紧说道, 李凌峰疑惑地看了眼他, 你不都陪陪叔叔阿姨吗? 哎呀, 我前两天刚回来过的, 走吧, 陈雅兴来到李凌峰身边, 拉起他的手腕道, 陈雅兴妈妈, 这丫头, 真是有了男人忘了娘了, 待两人离去后, 陈雅兴妈妈回头看了眼陈叔, 你怎么不开口碗留下? 陈叔端起刚泡好的茶水, 年轻人的世界我们不懂, 这幸福啊, 得靠咱闺女自己把握, 这话倒让陈雅兴妈妈想起了些事情, 哎, 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女儿变了许多, 这不仅把头发给染回来了, 听他说还准备复习考研生造, 陈叔一笑, 这是怕自己不够优秀, 跟不上人家了, 去往大东城的路上, 李凌峰专心开着车, 好奇道, 好好的有家不住, 干嘛自己出来独居? 说得好像你不是年轻人一样, 你愿意跟自己的父母注意情面? 陈雅兴反问, 李凌峰都没有一丝犹豫, 愿意啊, 陈雅兴, 大东城离我家也很近的, 就在同一个村子里, 想回去不一下子的事情, 李凌峰点点头, 那也是, 果然是很近, 才五六分钟的时间, 便到了大东城小区门口, 望着里面的别墅区, 李凌峰饶有兴趣的问了句, 你住的别墅, 还是后面高层套房啊, 陈雅兴狡黠的一笑, 你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李凌峰看了眼时间, 改天吧, 现在都已经很晚了, 好吧, 陈雅兴像泄了气的皮球, 下了车, 回头跟李凌峰挥手, 别说, 套房都有, 下次有时间, 进来坐坐吧, 李凌峰, 你体会过我们这些穷人的感受吗? 还别说, 套房都有, 回到自己住处, 刚一进门, 韩雪莹便扑了上来一把抱住李凌峰,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去拜访了山甲村的村长, 这不你男人, 我就要升任行长一直了, 不得拓展些资源, 韩雪莹不敢置信地看向李凌峰, 升任行长, 对啊, 李凌峰得意地点点头, 脱下鞋子, 韩雪莹仍是不敢相信, 真的假的, 你这才入职一个月啊, 坐直升飞机吗? 人走运的时候, 挡都挡不住, 不信你问下你爸爸, 李凌峰得意道, 说起自己老爸, 韩雪莹点了一下嘴, 你真相信命啊, 信啊, 不然我怎么会遇见你? 此刻李凌峰那会笑的眼睛, 看向韩雪莹, 韩雪莹神奇地哼了一下, 那是, 说完, 便蹲了下来, 李凌峰低头看了眼正在盘头发的韩雪莹, 你干嘛? 盘好头发的韩雪莹抬头,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老娘不得把这红线汗牢固一点, 深夜, 李凌峰看了看熟睡的韩雪莹, 转头点上了一根烟, 一缕云雾散开, 李凌峰靠头冥想了一会, 越想是越发的精神, 再加上这烟味的刺激, 丝毫没有半点的睡意, 于是便起身来到阳台上, 深夜的风带着些许凉意, 李凌峰抬头一看, 对面一盏灯火明亮, 怕是迎接不知哪位夜般的可怜人儿, 只是在一看, 略感不对的李凌峰皱起了双眉, 落地窗前, 女在前男在后, 汹涌如海浪一般, 一浪接一浪, 平时视力5.0的李凌峰瞬间提升到了5.4, 奈何仍不见清晰的画面, 李凌峰赶紧小跑进去, 拿来前部九网够的望远镜, 这下不得四K画质, 刚端正好望眼镜看过去, 对方一个拉帘直接眼闭了, 李凌峰, 刚想碎嘴吐槽一句来着, 只听见另一栋喊道, 大半夜的你拉什么窗帘啊, 这一喊, 又纷纷陆续亮起了一些灯光, 李凌峰赶紧将望眼镜放下, 这种龌龊之事偷窥之事, 岂是君子所为, 老子拉窗帘星号星号星号掉事, 咋不看你婆娘去, 对方隔着窗帘凌空回道, 呃, 要是有婆娘, 还用得着每天深夜蹲点纹肉味, 李凌峰摇摇头, 看来也是可怜的人, 只能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睡啊, 这时, 韩雪莹裹着睡衣出来, 朦朦胧胧胧抱, 李凌峰转身, 你砸起来了, 睡不着阳台透透气呢, 透气你拿着望远镜干嘛, 韩雪莹上前, 李凌峰拿起望远镜笑了笑, 研究微观世界下的人体运动, 又在看人家好事啊, 电影上不都有吗, 韩雪莹白了眼, 这哪能一样, 一个是直播, 一个是转播, 哪不一样, 来, 给我看一下, 韩雪莹伸出手道, 李凌峰将望远镜递给了韩雪莹, 韩雪莹拿起扫尸了一遍四周, 除了灯火, 哪有什么呀, 那灯火不美吗, 李凌峰从后面搂住韩雪莹, 在其耳边道, 韩雪莹愣了一下, 回头幸福一笑, 美呀, 因为那是家呀, 第074章, 那是你的资本, 清晨的一缕阳光透过窗户, 照射在李凌峰的脸上, 李凌峰睁开朦胧的眼睛, 用手遮挡住柔和的阳光, 些许刺眼, 拿来手机看了眼时间, 吓得直接滚了下床, 竟然十点多了, 今天大摇行要过来之行宣布自己的任命通知, 赶紧的起来洗漱, 换上笔挺的职业妆, 出门, 在廊道口刚好看见葛大爷, 身边还陪着一位六十出头的老太, 之前从未见过, 李凌峰上前打招呼, 这位是, 哦, 我新找的老伴, 葛大爷阳光一笑, 心中的那高兴是掩藏不住的, 李凌峰, 你知道的, 一个人生活属实孤单了些, 找的老伴也刚好有个依靠, 子女也长不在家, 李凌峰很认同葛大爷的这种说辞, 只不过, 你一八十多岁的老头找一个六十岁女伴, 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 但又说不上来, 一看时间更晚了, 于是李凌峰赶紧道, 我先赶去上班了, 有空再聊, 大爷, 说完, 转身进了电梯, 一看楼层按键, 整个傻眼了, 这是哪个摔仔, 把每一层都按了啊, 而且, 这电梯还是老款式的, 取消不了, 好不容易等到负一楼, 李凌峰以百米充次的速度跑了出去, 上了车, 紧赶慢赶的来到支航, 异常的风平浪静, 李凌峰吐了口气, 瞬间放松了心情, 看来大摇行也还没到, 于是慢悠悠的推门静, 来到里面办公区, 拾来双眼睛, 齐刷刷的转头望向李凌峰, 怎么了, 那么人气干嘛, 李凌峰抬头一看, 以前的洛行办公室门没关, 大摇行正一脸臭气的坐在里面沙发上, 这场景不用多说了, 傻子都知道, 人等不乐意了, 于是李凌峰进来办公室, 笑道, 早啊摇行, 过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啊, 大摇行仍旧是一张的臭脸, 还早, 你不看看, 现在都几点了, 平时都这样的吗, 李凌峰来到大摇行对面坐下, 泡起茶来, 这不赶着去见了一个客户, 大摇行弯腰靠近, 这客户姓周, 单名一个公吧, 哎, 这都给摇行你发现了, 果然什么都瞒不了你发言, 领导就是领导, 说完, 李凌峰赶紧地给端上一杯刚泡好的茶, 试试这茶, 摇行, 以前老洛珍藏的西湖龙井, 大摇行拿起来小饮了一口, 细细回味了一下, 看来应该是还不错, 不然怎么能入得了大摇行那挑剔的嘴, 回头一定得先把这盒西湖龙井给藏起来, 免得老洛到时搬离办公室时给带走了, 行吧, 既然你到了, 那赶紧做正事吧, 本会我还得赶回分行开个会, 听到大摇行这话, 李凌峰就知道这宰相杜里能撑传, 赶紧地召集大伙, 开个任命宣布警会, 大摇行在会上那是慷慨陈词, 言辞激烈, 句句痛批老洛的那违规违级行为, 转头一看, 老洛呢, 他没过来吗, 你看看, 就是这样目无纪律, 这时大摇行的助手凑前耳边小声道, 洛行已经提辞成了, 大摇行一拍桌, 提辞成又怎样, 只要一天没离开S农商行, 就要遵守S农商行的纪律, 你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 不然就别想辞职了, 助手点点头, 赶紧起身出去打电话联系老洛去, 让其火速过来, 对于这种无视纪律的行为, 我们绝对是零容忍的, 所以分行决定免去落天, 行的支行行长一职, 此话一出, 大家多少还是有点惊讶, 没想到这老洛竟然混到了今天这结局, 要知道, 他也算是S农商行的老员工, 十几年了, 不过他那种处处贪便宜的性格, 下马也是迟早的事情, 此刻, 大家更关心的是, 谁来接任行长一职, 这关系日后的磨合和业务开展, 毕竟, 谁不想跟一个好领导, 能喝酒吃肉, 跟个没业绩的, 跃跃喝西北风, 正当大家等着大谣行宣布任命时, 大谣行反而不及, 而是侃侃而谈, 说起了S农商行的发展历程, 你看, 这就是领导的格局, 而后话锋一转, 谈起了当前的管理, 业务模式探索, 及未来的展望, 后再话锋一转, 说现在的S农商行, 急需培养新生代的年轻干将, 将话题引致对年轻人的培养方面上来, 最后树立一个标杆, 话题最终落在李凌峰的身上, 要标杆做什么呢, 给奖励啊, 胆起示范作用啊, 所以李凌峰将接任下来的支行行长一职, 到此, 大家终于知道, 李凌峰要当他们的行长了, 李凌峰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赶紧带头鼓掌, 众人急忙跟上节奏, 再让他讲下去, 盘古开天那一篇都得拿出来说, 大谣行不得已, 只好暂时终止了讲话, 待掌声安静下来后, 又欲高谈一番, 这时, 老骆的出现救了大家, 瞬间吸引了大谣行的全部火力, 只见老骆的那表情, 比刚大谣行那会还要黑脸, 说是检会, 结果水了一个多钟, 一个上午就这么白瞎了, 散会后, 带众人都离开了会议室, 李凌峰起身来到大谣行的身边, 谣行, 这都十二点多了, 我们去吃个便饭吧, 大谣行稍稍拉起袖子, 看了看手上那表的时间, 没一皱, 本会还有个会议要开啊, 于是给大谣行折个眼色, 我有个客户比较难啃, 也是希望谣行能出面推一下, 大谣行眼睛一亮, 这业务上的事情必须得上心啊, 是帮我们行的发展, 对对, 所以这才想着劳烦一下谣行, 李凌峰笑道, 大谣行扁点头, 小刘啊, 你先回分行, 告诉其他行领导, 大会议推迟明天再开, 半个钟后, 接到了许夏璐打来的电话, 喂, 我收到了紫罗兰会所的消费记录, 你在干嘛啊, 陪一大客户呢, 李凌峰抽了口烟道, 旁边身穿果胸的小姐姐正温柔按着小腿, 你消费的钱记得冲回去, 徐夏璐提醒道, 李凌峰谈了谈烟灰, 再说, 再说, 随即看了眼事业线爆棚的小姐姐, 你再稍稍弯下来一点, 小姐姐听话的向前轻了一个角度, 净收眼底, 这就对了, 是优势就得展现出来, 那是你的资本, 第零七五章,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你在跟谁说话啊, 徐夏璐问, 按摩的小姐姐啊, 是不是上次我给你推荐的那位, 徐夏璐笑道, 嘿, 你怎么知道, 星号星号星号可不是你的菜, 怎么样, 还行吧, 还行, 不过没你翘, 你这话说的, 老娘爱听, 你今晚有空不, 李凌峰摸了摸额头, 应该没什么事吧, 怎么了, 请你吃饭拜, 我发现有一家新开的西式餐厅还不错, 徐夏璐给推荐道, 李凌峰没一皱, 你怕是想睡我吧, 难不成今晚的饭, 我白请你啊, 李凌峰, 姐, 咱目的性别那么强行不, 简简单单的朋友间聚个餐就不错啊, 行, 那姐今晚约你吃顿目的性不强的饭, 怎么样, 李凌峰吐了最后一口烟雾, 将手里的烟熄灭, 到时看情况吧, 不说了, 有电话进来, 挂了徐夏璐的电话, 李凌峰看了眼来电, 是萧红飞打过来的, 喂, 老板, 昨晚想了一夜, 我觉得不能对不住你, 听着对方诚恳的语气, 李凌峰些许错愕, 感情这老小子真的想着跑落, 几点开工的呀, 老板, 我现在过去, 萧红飞到, 这样, 你直接去找冬月人力资源的林旭东, 等会我吧, 啊, 你公司真的是新开的呀, 珍珠都没那么真, 不然能给你反正代表做吗, 不说了, 你去找他吧, 行吧, 再度挂了电话后, 李凌峰随即将林旭东的, 先生, 我给您背部信号信号信号吧, 说完, 小姐姐取下了他那果胸, 展现真正技术的时候到了, 上中结束, 李凌峰满意的装好衣服准备离开, 并随手给了小姐姐三百的小费, 这点是必须的, 因为下次他会更加卖力, 经理这时走了进来, 对李凌峰说道, 隔壁那位先生说要家中, 您看, 李凌峰, 随即邪魅一笑, 给他家中, 另外, 你再多叫一位技师过去, 技术要好一点的, 经理点点头, 好的, 这就去办, 那您这边, 我就不必了, 坐这等他一会, 李凌峰笑道, 行, 那我给您换新的茶水和果盘, 你稍坐一会, 经理安排道, 贵有贵的好处, 这服务没得说, 完事, 大摇行对这次客户考察,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送走大摇行后, 李凌峰驱车来到了波霸饮品店, 望着依旧风情万种的老板娘, 两杯, 谢谢, 老板娘微微前倾, 勾壑更加深邃, 意味深长地看向李凌峰, 笑道, 要免费的还是付费的, 李凌峰扭了一下酸痛的筋骨, 下次再叫免费的吧, 老板娘低头一笑, 准备去忙货, 给李凌峰做饮品去, 等一下, 我送你件礼物, 老板娘抬头一看, 刚好与深情凝视的李凌峰来了个对眼, 瞬间一阵冷战, 全身而下, 精神抖擞万分, 面如潮红的老板娘惊讶地望着李凌峰, 似乎仍在回味刚才的那份感觉, 爽的程度怎么样不得而知, 李凌峰只知道那两杯奶茶加了双倍的料, 带着奶茶来到林旭东的中介公司, 将没喝过的那杯奶茶递给了林旭东, 良心发现啊, 给, 我带奶茶, 还特地加了料, 林旭东心味道, 不枉我忙前忙后, 为你租上面二楼的办公场地, 谈得怎么样, 李凌峰问, 嗯, 在你预期价为六十元每平米的基础上, 给你压到了五十元, 二百平米左右租金大约一万块, 水电费那些另算, 由于是自建房, 就不再寄物业费了, 林旭东补充道, 李凌峰点点头, 萧红飞那老小子呢, 他回去了, 说是女朋友等着他, 林旭东回道, 还别说, 他真能干, 一人把二楼重新收拾了一遍, 他就不怕我不租啊, 那么火, 李凌峰皱眉道, 林旭东摇摇头, 谁知道, 只听他说, 做人不能忘恩负义, 对了, 这是给你办得漂亮吗, 林旭东接着邀功道, 李凌峰白了眼, 要不是房东答应你, 帮他租出二楼, 给你房租打九折, 你有那么卖领,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敢情我是计较那么点力的人, 林旭东反击道, 这回房东打来电话, 喂, 你朋友明天能过来签租赁合同吗, 林旭东急忙点头回道, 可以, 可以, 这回他正在我店里呢, 带他再去看一下, 行, 你确定好再发我信息, 好的, 好的, 林旭东接着眉笑了一下, 你看我那房租, 只要明天顺利签下租赁合同, 林旭东高兴地笑得合不拢嘴, 李凌峰, 怎么有种被人卖了的感觉, 许久后, 李凌峰才得知, 这二楼连着开倒闭了五家公司了, 被人视作破财之地, 所以房东急着出手, 哪怕价格再低些也无所谓, 就说, 这林旭东的溢价能力怎么上了一层次, 林旭东带着李凌峰来到二楼, 两人再次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瞅了一遍, 让李凌峰最为满意的是有一整套的办公家具, 上家留下来的, 整体还挺新的, 看来上一家应该没经营多久就倒闭了, 现在相当于直接就可以进入办公, 只要再购买些办公器才即可, 省下了不少的麻烦事, 再次检查了没什么老鼠洞, 烂天花掉顶, 卫生间也没毒水, 哎, 后面那条街最近新开了一家足语店, 要不试试去, 心情甚好的林旭东豪气道, 李凌峰不敢相信地看了眼林旭东, 怎么, 发财了, 前两天谈下了一笔业务, 横利电子厂的要五十名零事工, 开心写在了林旭东的脸上, 虽说是小单, 但那是他自己弹下来的主打的一个成就感, 行啊, 不过, 李凌峰动了动些许酸痛的筋骨, 林旭东露出不解的表情, 不过什么, 李凌峰停顿了一会, 本想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原则, 忙回了句, 没什么, 走走, 终是到了新开的足语店, 李凌峰看着被叫来的老板, 平静地道, 你说你没停车位, 我想办法克服, 没果盘, 那我回家再吃, 没饮料, 我喝凉开水也行, 但咱做生意得讲究成性, 对吧, 面对李凌峰的质问, 店老板连连点头, 试试, 本店招待不周, 李凌峰伸手制止住老板, 你就说, 你哪找来的五十多岁的兼职大学生, 第076章, 这巴掌我替你扛的, 在店老板的协调下, 给李凌峰换了一位新号新号新号技师, 这回是成性到位了, 四十来岁比上一位兼职大学生年轻了好几岁, 模样嘛, 主打的一个管书还带发福的那种, 看在钱的份上, 李凌峰含泪承受下了这八十九块一个钟的狱卒按摩, 撇开其他不谈, 这技术还是很到位的, 老手艺了, 从足语店出来, 李凌峰看了一眼时间,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 就不回你店里了, 林旭东? 那我怎么回啊, 你好歹也都一圈送我回店里啊, 李凌峰抬头看向林旭东, 那么近的距离, 你走几步就到了, 再不借你打个车吗? 不是, 李凌峰, 你过分啊? 我过分? 李凌峰露出一边铺满无止盈的脸, 刚哪个孙子吃阿姨豆腐, 这一巴掌是我替你扛的, 李凌峰掷地有声, 这时一条二哈走过, 用充满睿智的眼神看了眼两人, 不, 没等林旭东多废话, 李凌峰转身头也不回地取车去了, 什么兄弟两肋插刀都扛不过阿姨的一个巴掌, 林旭东嘀咕了一句, 转头看了下那二哈, 你个傻狗, 谁知二哈就蹲在那, 用王之灭尸的眼神看着林旭东, 哪怕跟他不是同类, 林旭东也能从那狗神中看出, 他就是嘲笑自己, 嘿, 你个傻狗, 林旭东正准备撸起袖子, 吓唬一下他, 这时一个偌大的身影照了过来, 林旭东抬头一看, 一位绑大妖元的汉子站在了自己面前, 咋地, 想欺负我狗子不成? 汉子粗广的音调吼道, 俗话说, 打狗还得看主人, 这一看就是林旭东惹不起的主, 赶忙陪笑着, 不是, 不是, 说完迅速离开现场, 准备穿小道回自己的店里, 突然, 一辆车子刹车停靠在自己跟前, 抬头一看, 是李凌峰, 你不是走了吗? 林旭东惊讶道, 李凌峰解开车门锁, 上来吧, 替良心过不去, 还是在你一程吧, 乐呵一笑的林旭东上了车, 安全带都还没系好, 便来了句, 快看, 那个妹子不错哦, 在哪? 抬头, 李凌峰的目光快速锁定目标, 随即响起一声尖笑的口哨, 伴随着一男子追车的身影, 急速驶力而去的车后挡风玻璃上挂着一道鞋印, 好在两人跑得快, 不然那鞋印怕是得拍在两人脸上, 毕竟对方男朋友看上去有点像断水流大师兄, 宋林旭东回到中介公司后, 李凌峰便驱车来到了徐下路所在的奔驰4S店, 接到李凌峰在外面等候的电话, 徐下路赶紧匆匆忙忙地拿起包包便下班, 一位女同事喊了句, 洛洛, 今晚的聚餐你不去啊? 不去了, 你们吃啊, 徐下路回头笑了下, 挥一首告别, 那位女同事一脸的疑问, 这么急, 是赶着去哪啊? 你没看见他前男友的车在外面等着啊? 另一位女同事笑道, 哦, 就是之前的那位帅哥啊, 徐下路坐上了副驾驶, 李凌峰转头问了句, 我们去哪吃饭啊? 我把定位发念, 跟着导航, 李凌峰来到了一家看似很高档的西餐厅, 将车在专有车位停好, 李凌峰和徐下路进了西餐厅, 推开木门的瞬间, 一股淡哑, 得熏香迎面扑来, 餐厅内灯光柔和, 透着一股温馨浪漫的气息, 服务员制服笔挺, 脸上始终着专业的微笑, 举止礼貌而谦逊地与徐下路沟通着, 很快, 服务员领着两人来到了二楼的一个包间, 包间内放着一曲听不懂的外国抒情音乐, 高挑的天花板上一盏复古的吊灯洒下暖黄的光, 映照在擦得发亮的红木桌面上, 折射出迷人的光泽, 桌面上典雅的西式餐具陈列其中, 看着配置李凌峰就知道肯定不是便宜货, 在服务员离开后, 李凌峰皱了皱眉, 你平时都是这么奢华的吗? 徐下路将包包放下, 笑道, 想哪去了, 这不怕你吃不惯, 且涉血本, 你这话说的, 今晚要是不吃多两口, 都对不住你, 说完, 李凌峰来到那欧式沙发坐下, 翘起二郎腿, 老说, 你现在车不好卖, 花销那么大, 受得了吗? 徐下路跟着走了过来, 挨着李凌峰坐下套在其怀里, 不用你担心, 光靠每月工资不得喝风了, 哟, 你还有其他的收入? 李凌峰低头看了眼徐下路, 捏了捏其下巴, 在跟前夫分割财产时, 有一套中心区的商铺, 产权判给了他, 但收益所得归我, 直到拆迁为止, 李凌峰瞪大了眼睛, 那每月收租多少? 三万多吧, 徐下路淡淡地回了句, 那你还上毛线的班啊? 李凌峰汗言道, 不上班多无聊啊, 一个人干嘛, 再说, 上班的才有机会遇到我的良人啊, 徐下路抬头道, 那倒也是, 李凌峰点点头, 对了, 跟你商量电视, 什么事啊? 借钱免谈, 我钱都投资给你买那什么自建房了, 正是跟你商量这事呢, 现在那边基本已确定要征收建设辟去的新商业中心了, 徐下路眼眸闪过一丝的激动, 是吗? 那我们不是赌对了, 等着拆迁报复? 嗯, 我想趁现在风口正起, 提前套现离场, 等他拆迁下来都不知猴年马月了, 徐下路重新靠在李凌峰的怀里, 这我不懂, 你看着办就好了,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想把套现出来的钱成立一家公司, 开拓业务, 做业务? 徐下路坐了起来, 行不行到不要把老娘的钱耍诺了, 李凌峰? 我现在好歹也是一支行行长了, 还不信我, 徐下路怀疑的目光, 你什么时候生情长了, 不才入职一个月吗? 是吗? 我没有告诉你吗? 你有吗? 哦, 那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 徐下路? 讲重点, 怎么样? 你那钱继续投资我不? 李凌峰扯回话题道, 徐下路狡黠的一笑, 头钱给你开公司, 那我算不算你的天使投资人? 李凌峰点点头, 也可以这么理解, 拉风头可没那么简单, 这样的话就得展现你的诚意出来, 说完, 徐下路起身来到门前, 给门把手拧上了锁, 我查过这家店的网评了, 隔音效果相当不错, 徐下路转身道, 这时, 抒情的音乐换成了交响进行曲, 第077章, 夜晚的青州, 从西餐厅出来, 李凌峰先将徐下路送了回去, 转头去接还在加班的韩雪莹, 公司楼下, 李凌峰给韩雪莹去了电话, 结果回复说还要等多一段时间, 无聊的李凌峰于是下车随心的瞎逛着, 初秋的晚风已有些许的凉意, 路过一街边的烧烤当摊, 看见几个小年轻在那碰杯, 看样子应该是刚毕业出来不久, 只听见其中的一个人高喊道, 干一个, 乾坤未定, 你我皆是黑马, 众人欢呼雀跃, 似乎就应该有个大美好的未来, 这边李凌峰隔着近远的距离, 都感觉尴尬的能扣出三十一听出来, 还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一看就知道是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以后就会明白, 乾坤已定你我皆是吗了, 哥们, 谢个火呗, 就近桌的一男子朝李凌峰道, 李凌峰掏出打火机给亲自点了火, 男子客气的急忙凑上前来, 深吸了一口后, 白手道, 谢了兄弟, 要不喝一杯, 等会要开车, 不方便, 李凌峰笑着挽拒了好意, 继续行走了一段距离, 两边LED电子屏闪烁, 街上都是人来人往的匆忙, 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那冷漠又无趣的故事, 日复一日, 只有不远处的酒吧嗨翻天, 那是少有的能放纵灵魂寻求刺激的地方, 李凌峰凝视了一下, 要不过去等等迷失自我的妹子, 能挽救一个是一个, 总比被别有用心的人捡走好, 毕竟, 像我这么纯洁的男人也没几个了, 响起的电话铃声打乱了李凌峰的如意算盘, 是韩雪莹打来的, 喂, 你在哪啊, 怎么车里没人啊, 出外面散步来了, 你等会, 我这就回去, 李凌峰挂完电话, 便看见一男子扶着醉酒女孩离开, 出来玩, 是要对自己负责的, 别拿任性当借口, 回到公司楼下, 站在车边的韩雪莹高兴地朝李凌峰挥手打招呼, 就差没扑向而来, 两人上了车, 李凌峰转头问了句, 你吃饭没, 还没呢, 韩雪莹憋了别嘴, 李凌峰没一皱, 你公司搞什么玩意, 加班还不管饭啊, 赶着出货, 有什么办法, 能干完活就不错了, 奶还顾得上吃饭, 韩雪莹叹了口气, 要不咱别干了吧, 韩雪莹惊讶地看了眼李凌峰, 不上班了, 你养我呀, 行啊, 那你就在家待着呗, 李凌峰笑道, 韩雪莹听后嘟了嘟嘴, 摇头道, 不行, 你现在都是行长了, 我再也不上班, 怎么跟上你的步伐, 那你可以换一份工作啊, 李凌峰提议道, 韩雪莹低头想了下, 别的我也不会啊, 况且在这里也有几年了, 争取某个小职位吧, 行吧, 不说这些了, 先带你去吃饭, 想吃啥, 李凌峰启动了车辆, 螺丝粉, 李凌峰没一皱, 咱能吃点正常一些的吗, 或者可以吃好一点啊, 这不想着省点花钱吗, 以后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呢, 韩雪莹低头细语道, 李凌峰一笑, 那喝碗粥吧, 以前我们常去的那家, 好啊, 韩雪莹甜美一笑, 那是两人第一次约会吃饭的地方, 当时的李凌峰, 也就只能请得起韩雪莹喝粥, 还是街头摆摊的那种, 想想以前, 分钱没有, 依旧那么贼开心, 开车来到粥当, 阿叔劳两口依旧如往常般忙碌着, 阿叔负责熬粥, 老婆子负责端给客人, 并收拾那几张折叠小方舟卫生, 李凌峰挑了个位置, 让韩雪莹先坐着, 怕等会来人了, 这阿叔虽说是街边摆档, 但手艺没得说, 而且还是真材实料且新鲜, 所以, 有着不少的回头客, 都快吃成网红打卡点了, 李凌峰来到阿叔跟前, 两碗咸谷粥, 阿叔, 好嘞, 你坐着稍等, 下一份就是你的, 阿叔拿纸笔记下, 回来的李凌峰看了眼韩雪莹, 你要喝点什么吗? 手打柠檬茶吧, 韩雪莹望了眼对面道, 对不及领个保温袋就出来卖的, 灵活多样, 市场就摆在这, 各凭本事, 李凌峰穿过马路来到对面, 扫了一遍下去, 目光定格在了一位娇嫩小姐姐档口, 之所以看上他家, 绝对是因为他做的比较和年轻人口味, 无其他多项, 来到小姐姐档口, 李凌峰视线就没离开过那若隐若现的灵口, 先生, 请问要点什么? 小姐姐甜甜地问道, 见李凌峰没回应, 于是叫了第二遍, 先生, 李凌峰这时才抬头看了眼小姐姐, 简直是奶茶妹的翻版, 再次入审的李凌峰又被小姐姐叫醒, 先生, 李凌峰摸去了哈喇子, 给我来一杯手打柠檬茶, 小姐姐甘大的一笑, 不好意思先生, 手打柠檬茶刚卖完了, 哦, 那你都有啥呀? 小姐姐低头看了眼, 就剩这三杯百香果柠檬茶了, 行吧, 都给我吧, 李凌峰豪气道, 在这么微凉的夜晚, 怎么舍得小姐姐一直手荡口吹风? 真的, 小姐姐高兴道, 随即给李凌峰打包好余下的三杯百香果柠檬茶, 当李凌峰付完款后, 小姐姐高兴地拿起电话, 宝贝, 你快过来接我吧, 我卖完收汤了, 拎着三杯百香果柠檬茶的李凌峰, 抬头看了眼小姐姐, 就想知道, 剔的究竟是失撑了哪只癞蛤蟆, 回到周当的李凌峰, 将手打柠檬茶递给了韩雪莹, 那是他另外档口买的, 还有三杯百香果柠檬茶则放在自己面前, 韩雪莹疑惑地问了句, 你喝得完三杯吗? 我一杯, 那二杯是给阿叔劳两口买的, 李凌峰强力解释道, 说完, 便拿着二杯百香果柠檬茶来到阿叔跟前, 阿叔, 请你喝百香果柠檬茶, 阿叔回头一笑, 谢了, 之前有位靓仔也给我们买了一杯, 嗯? 李凌峰看了眼同样标签的百香果柠檬茶, 看来傻子不止自己一人, 第零七八章, 萧红飞的女朋友, 咸谷粥端了上来, 李凌峰和韩雪莹各自一碗, 虽说已吃过晚饭, 但亦不妨再添些回味, 嗯, 好吃, 韩雪莹满足地说了一句, 李凌峰看了眼, 真是容易被满足的女人, 难怪当初一碗粥就跟了我, 被呛了一口的韩雪莹抬头白了眼李凌峰, 你还好意思说, 当年是谁的嘴跟某锅蜜似的, 那是你自己没感情经验, 傻到被人骗, 李凌峰笑了句, 话说, 我真是你初恋啊, 韩雪莹瞬间脸一红, 低头喝粥, 没有回话, 承认她是自己的初恋, 那不是显得自己小白一个, 可她真是自己的初恋啊, 此刻韩雪莹的内心OS到, 看着韩雪莹不回话, 李凌峰笑得更得意了, 是不是初恋我不知道, 但是第一次就绝对是真的, 韩雪莹更为的面红耳赤, 瞪了眼李凌峰, 怎么, 是粥不够你喝, 够了, 够了, 吃得快撑坏的李凌峰忙挥手道, 这时一对小年轻情侣走了过来, 同样笑着要了两碗咸骨粥, 举止嬉笑, 一如那年两人模样, 看得发呆的韩雪莹轻轻叹了口气, 那年你给我花的饼, 现在都还没消化完呢, 说完, 转头看了眼李凌峰, 你有想过跟我结婚吗? 李凌峰? 喝碗粥, 要把话题提升到这种高度吗? 李凌峰几分汗言道, 也是, 反正以后嫁的人也不一定是你, 韩雪莹随即说了句, 恋爱跟结婚似乎并不是天生的一对, 也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 这时, 阿叔走过来对大家笑道, 今晚我给在座的各位天一晚舟, 明儿开始我们就不再开档了, 为什么啊? 众人纷纷问起道, 阿叔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不小儿有点出息了, 叫我两口回家安享晚年呢? 话音刚落, 顿时响起众人祝福的喧闹声, 不少人还鼓起掌来, 是啊, 这又何尝不是婚姻的另一种意义, 离开周档后, 李凌峰和韩雪莹两人在街边闲逛了一回, 韩雪莹挽着李凌峰的手臂, 依靠在李凌峰的肩膀上, 似乎在想着什么, 李凌峰没有打破这份宁静, 任由这般漫步而行, 忽然, 韩雪莹咬了一口李凌峰的手臂, 啊, 疼疼疼, 李凌峰间叫道, 想挣脱开来, 却被韩雪莹给死死咬住, 直到留下了一圈深刻的牙齿印, 不是,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可以说啊, 好端端咬信号信号信号吗, 李凌峰不解道, 咬你个负心汉, 韩雪莹鼓起脸颊愤愤道, 李凌峰摸了摸那疼痛的牙齿印, 吹了吹气, 我又没说不娶你, 得给我点时间啊, 听到李凌峰这话, 韩雪莹瞬间开心了起来, 道, 那要什么时候等到我有了你孩子吗, 有了再说吧, 李凌峰白了眼, 韩雪莹眼睛闪过一丝邪魅, 那还等什么, 我们现在就来吧, 说完, 韩雪莹就拉起李凌峰的手往里窜, 李凌峰一脸的惊恐万分, 急忙抽了回来, 这可是在大街上, 姐, 哦, 那边好像有片树丛, 韩雪莹一脸的纯真, 李凌峰赶紧转身取车去, 气得韩雪莹一跺脚, 李凌峰, 回去你也跑不掉, 第二天, 按约定的时间, 在二楼与房东老伯签租赁合同, 李凌峰故作左右看了又看, 满腹愁愁的样子, 就是在心里盘算着再砍老伯一斗, 果然, 老伯忠实坐不住道, 靓仔, 这地方顺风顺水顺财神, 租下他保证你赚得盆满钵满, 李凌峰仍旧没有作声, 就是这里看看, 那里瞧瞧, 老伯随即起身拿着罗盘走了过来, 那, 你看看, 你可是正才位, 李凌峰把头伸了过来, 是吗, 我看看, 说完便想伸手去拿老伯的罗盘, 乞了老伯一把躲开, 李凌峰没一皱, 你那罗盘是不是不会动的哦, 你这小伙话怎么说的, 什么我罗盘不会动, 难道我还能骗你不成, 老伯憋红了脸, 把罗盘在李凌峰面前晃了一下, 又赶忙收了回去, 这时的罗盘赫然显示着破财位, 李凌峰也不懂那些符文, 反正满脑子都是想着怎么再压压价, 两人各怀鬼胎, 最终都相互退让一步, 迅速签下了租赁合同, 两人都怕对方等会反悔, 李凌峰先给了一万的押金, 等半个月免租期过后再正式缴纳房租, 这边完事后, 林徐东立马心高采烈的拿着一纸补充协议走了过来, 那时房东答应他, 租出二楼后就给他一楼租金打九折的承诺, 口说无凭, 必须得白纸黑字写清出来, 房东老伯恨恨的看了一眼林徐东, 内心是极不情愿的, 无奈话说出了口, 一切办妥当, 李凌峰拿到了钥匙, 林徐东给了九折优惠, 房东老伯乐呵呵地离开打麻将去了, 这闹心的二楼终归是又租出去了, 就是不知道这个倒霉蛋能支持多久, 希望老天多必有点这小伙吧, 房东老伯心里给李凌峰祈祷道道, 这样至少能稳定多收几个月的房租, 场地有了, 接下来便是注册公司的事情, 这方面林徐东有经验, 给推荐了一家会计事务所, 就帮林徐东注册公司的那一家服务也还行, 萧红飞赶紧将联系方式合, 李凌峰看了眼萧红飞, 不用急, 下午再带资料过去办理注册, 现在我们吃个饭去, 萧红飞眼瞬间一亮, 但随即又暗淡了下去, 不行, 得回去陪女朋友, 去不了, 对于萧红飞有女朋友这事情, 李凌峰是一直是怀疑态度的, 现在又提到这点, 不绝没一皱, 你呀这女朋友该不是充气的吧, 穿着赠光瓦亮, 梳着三七分的萧红飞, 脸红到了脖子根处, 老子真有女朋友的, 好吧, 是吗, 李凌峰持着探求真理的精神紧逼着道, 那给我看看她的照片, 不服气的萧红飞拿出手机翻出一张相片, 就递给李凌峰看, 林晓宁, 第零七九章, 要不要试试, 你们认识, 萧红飞甚是惊讶的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李凌峰忙摇了摇头, 不, 不认识, 你女朋友我怎么可能认识, 是吗, 那你怎么知道她的名字, 萧红飞仍未解开心中的疑惑, 李凌峰, 这个, 算了, 不跟你们说了, 我还得赶着过去, 萧红飞看了眼时间到, 看她那份交集样, 就知道在两人关系中肯定不是占主导权, 而且, 以李凌峰对林晓宁的了解, 这萧红飞怕不是舔狗吧, 倒是很好奇, 这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改天得在萧红飞嘴里套套话, 李凌峰心里琢磨着, 林晓宁不含血淫的闺蜜, 你干嘛装不认识, 林旭东走上前说道, 李凌峰看了眼林旭东, 我以前楼下阿婆一百多岁了, 你知道她为什么那么长寿吗, 为什么, 林旭东一点的求知欲, 因为她不瞎心号心号心号凑热闹管人闲事, 林晓宁的事少打听, 林旭东, 我怎么有一股想捶人的冲动, 其内心极力意识道, 你还待在这干嘛, 不下去干活啊, 李凌峰收拾好合同资料, 你不说去吃饭吗, 等你啊, 林旭东回了句, 李凌峰拿上合同资料, 你请吗, 你压的, 我帮你这么一个大忙, 还要我请你吃饭, 林旭东甚至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不请你等毛的吃饭, 我还不每月帮你省了上千块的房租, 林旭东, 欧下花仙欧, 下次再帮你, 我就是你儿子, 走啊, 还愣着干嘛, 走到门口的李凌峰回头道, 林旭东咧嘴一笑, 赶紧跟上脚步, 好的, 爸, 吃完饭, 李凌峰回到了支行, 营业部主任徐亚林找到了李凌峰, 李行, 有一笔奖励费用需要你分配一下, 一共是一万七千五百, 李凌峰先是一愣, 而后便很快反应了过来, 都差点忘了行长还有这权力, 现在政府行长都自己尖了, 管理层就还剩营业部主任徐亚林, 你们自己商量着分吧, 定好了再拿给我签字就行, 徐亚林不敢相信地看着李凌峰, 我们自己商量着分, 这以前都是若行一言堂定的, 哪征求过其他人意见, 直接过会, 啊, 有什么问题吗, 李凌峰道, 徐亚林一脸的犯难, 许久才憋出一句话道, 那您这边分多少, 这是你们以前的业绩奖励费用, 那会我都还没来, 不用分我, 徐亚林更加目瞪口呆了, 这换以前的若行, 指定要走大头, 剩下几千大家分个几百块喝喝汤, 哪吃得上一口肉, 这怕是不妥吧, 您怎么说也是我们的行长, 徐亚林道, 无妨, 就按我说的去办, 李凌峰给其拍定道, 对了, 你叫叶木军进来一下, 徐亚林硬下转身离开, 背部扭动的风臀, 让李凌峰不觉多看了两眼, 已婚的少妇就是, 赞, 出去的徐亚林随手把门带上, 李凌峰背靠座椅, 翘起了二郎腿, 几分钟后, 叶木军敲门走了进来, 李星, 你找我, 想起前几天还提醒李凌峰不要坐那行长的座位, 没想到他真就成行长了, 李凌峰望了眼那墙上挂着的字画, 我不是让你换了他吗, 叶木军看着那一步, 是星号星号星号的字画, 脸上写满了问号, 是不是已经换了吗, 叶木军不解的回道, 李凌峰没一皱, 换是换了, 你搞个妇女之宝是咋回事, 叶木军听后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的再次细细看了遍, 还特地扶正了一下自己的眼睛, 确定没问题后, 这, 这不是兵治如归吗, 李凌峰, 换了, 换了, 给我换成绒通四海, 叶木军点点头, 行, 那回头我给退回去, 再换一副来, 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李行, 叶木军接着问了句, 没, 忙去吧, 李凌峰回道, 准备离开的叶木军停下了脚步, 对了李行, 刚听到徐主任说那一万七千五百的奖励费用, 我们自己分,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李凌峰以为叶木军是要提醒自己什么, 叶木军一笑, 没问题啊, 就感觉你特实在, 外面人都高兴坏了, 李凌峰一笑而过, 带领团队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懂得让利, 利益到位了, 所谓的团结与忠诚自然是不在话下, 况且李凌峰也不在乎这点奖励费用, 光尘书那二点七三亿元的存款绩效, 就足够他这月拿相当可观的工资了, 想起仪式的李凌峰向叶木军问道, 你知道洛航去哪家银行吗? 嗯, 听说好像是去了B商银行, 李凌峰点点头, 看来这老洛还是有点人脉的, 背了处分还能顺利转舵, 有两把刷子, 改天得去拜访一下, 好歹也是自己的第一任领导, 兼良师亦友, 出了钱走绿色通道, 萧红飞跟着会计事务所, 下午就把公司注册下来了, 李凌峰将公司取名为西河投资有限公司, 并把方知勉调过去担任总经理, 现在自己是行长了, 自然不再需要做整理贷款资料录系统这些杂事, 让方知勉坐镇西河投资有限公司, 李凌峰心里也才放心,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信贷服务, 资金的短拆过桥, 项目的投资等, 李凌峰目前的账户除了买自建房用去的300万, 就剩下92万现前了, 限于资金规模, 目前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报了50万, 等日后自建房转手套现了后再追加注册资本, 李凌峰找到了黄天泽, 得知李凌峰升任之行行长后, 黄天泽更是殷切, 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上等普尔, 给李凌峰泡了一壶好茶, 李凌峰细细饮了一口, 确实不错, 放下茶杯, 道, 你在市场放出风趣, 以后S农商行的自建房贷款业务, 一律经西河投资有限公司报农商行, 黄天泽点点头, 自是懂得这其中的道理, 于是盲硬下, 明白, 没问题, 这些日子联手推自建房贷款业务, 黄天泽也是打开了一个渠道, 成为既他再生资源回收, 成人用品批发零售后的第三支柱产业, 黄天泽给李凌峰续上茶水, 最近又上了批新品, 要不要试试, 第080章, 终究还是亏了, 李凌峰没一咒, 你那些东西我都用不上, 实在要送买你这普尔送我好了, 黄天泽愣了一下, 看了眼自己那刚开封的百年普尔, 我还是送你新品吧, 李凌峰, 这普尔本是打算留着给孙子娶媳妇用的, 今天庆贺宁升任行长, 刻地开封了, 黄天泽些许为难道, 李凌峰一笑而过, 自然不是夺人所爱之徒, 反过来还得感谢他有心了, 只是说要等孙子娶媳妇用, 这得多少年以后了, 于是李凌峰好奇顺口问了句, 你孙子多大了? 16岁了, 谈及孙子, 黄天泽脸上满是高兴, 那是代代传承的香火, 李凌峰有些乍裂地看了眼黄天泽, 你妈, 孙子都已经16岁了, 我记得你好像才50叔头的吧? 黄天泽点点头, 是啊, 不过我那年代结婚早, 18岁就生下第一个儿子了, 哦, 那上次见你抱着的当满月的小孩, 也是你孙子了? 黄天泽一笑, 那不是, 那是我儿子, 李凌峰只觉顿时一阵雷劈过, 脑子有点不是很灵活, 嫂子还能生, 嗨, 他那老娘们早绝精了, 能指望地上他, 李凌峰? 不是, 李行, 你是装傻, 还是真不知道, 现在有钱的男人在外哪能没几个, 完了还不忘盯着李凌峰补了剧, 你没吗? 有, 李凌峰故作气势道, 这脸可是自己给的, 不能输, 这不就对了, 黄天泽掏出一盒东西, 强效版印度神游, 最新品上市, 清测有效, 李凌峰看了眼黄天泽, 难怪儿子才满月, 收下了黄天泽的好意, 其高兴道, 跟你说李行, 之前说飞东拆迁那时, 方案已经通过了, 意料之事, 李凌峰笑了笑, 那恭喜你了, 这次又赌对了, 黄天泽甚是得意, 不过要是没你的贷款帮忙, 我也不可能凑齐钱成事, 还是得感谢你, 我听说这个项目, 是政府拉来万恒地产投资的, 是吧? 李凌峰记起到, 黄天泽点点头, 没错, 政府和万恒地产组成的, 征收工作组, 这两天会进驻, 说完, 黄天泽多看了李凌峰一眼, 李凌峰愣了一下, 盲摇头, 没, 没有, 我哪有那个本钱, 李航真是说笑了, 你干金融这一行的, 还缺钱, 黄天泽笑道, 李凌峰没一咒, 看, 这就是你们外行人的固有印象, 以为干金融的肯定就盆满钵满, 我们也是打工人啊, 说笑了, 李星, 黄天泽一脸不相信地回了句, 李凌峰够知道他不信了, 笑道, 要不, 我们俩换一下身份, 黄天泽忙摆摆手, 我习惯了自由, 单位的条条框框不适合我, 可不是, 有钱有女人就够了, 不过, 有些人不同, 除了上述两点, 还想要有权利和地位, 从黄天泽处出来, 李凌峰给老骆去了一个电话, 反正也是闲着没事干, 联络下感情, 不要让他以为, 我李凌峰是薄情寡义之人, 这业务往来还是有交集的, 路过一处的水果摊档, 李凌峰下车扫了一眼各式水果, 选了样橘子, 不仅是因为奇异头吼, 大吉大利, 尤其是对于老骆这种刚从坑里爬出来的, 更重要的另一点, 橘子便宜, 十元四斤管购, 老板, 给我撑一下多少钱, 李凌峰捡好一袋橘子拎给了老板, 老板接过一上称, 五金二两, 一共是十三块钱, 还要点其他的吗? 不用啊, 能给某个零头不? 李凌峰问了句, 老板白了眼李凌峰, 白给你了, 要不要? 那胆情好啊, 李凌峰瞬间来了兴趣, 这么热情的老板还是第一次见, 老板, 那想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 一分都不少, 你爱要不要, 老板没好气到, 不是, 刚还说白给我了, 这好好怎么又反悔了, 就知道没这好事, 怎么样了, 给某个零头, 那么大的生意, 不差给我一点优惠了, 李凌峰道, 总共就十三块钱, 还给你某个零头, 你是咋想的? 老板终于忍不住道, 李凌峰看了看老板, 这样, 我要拿工撑过一下, 给你便宜一块钱, 不, 抹零头, 老板一跺脚, 再给你便宜多一块, 行了吧, 不, 抹零头, 老板直勾勾地看着李凌峰, 百年幸运老店的牌子就挂在门上面, 最终还是老板妥协了, 只收了李凌峰十块钱, 拿上橘子的李凌峰, 开车来到老洛所在的毕商银行, 将车停靠好路边隔紫味, 刚好旁边就有一家的水果档, 划不过的李凌峰又拿去过了一下城, 三斤七两, 这家水果档女老板给出毒树倒, 李凌峰只觉血压直冲脑门, 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仍是斗不过他们, 好在也不是折很多, 李凌峰拎着不足称的橘子进了毕商银行, 老洛见是李凌峰过来, 一开始板着个脸色, 以为对方是来笑话自己的, 直到李凌峰所表现出谦卑的态度, 老洛才彻底放开了戒心, 恢复了往日的侃侃而谈, 撇开人品不说, 老洛能在这一行业浑那么久, 沉淀的东西一定比李凌峰多, 这便是他的可取之处, 你说你来就来了, 干嘛还要拎着水果来, 太惊歪了不是, 老洛一脸笑道, 忙泡茶招呼李凌峰, 转到这毕商银行, 老洛仍是制行行长的职位, 只是现在离职手续还没彻底走完, 先来这边报到就位, 这个网点是毕商银行近两年新开的, 前任制行行长一直没做起来, 这次引进老洛就是想借助老洛的关系网, 把这个网点给做起来, 洛杭你也喜欢下棋啊, 才发现李凌峰看着桌上的一副棋盘笑问道, 老洛摇摇头都是小时候跟着我邻居学的, 那会看他们下棋老师再三思量, 就觉得很纳闷,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思量的不止是棋, 还有我们时的发展规划, 第081章前任23, 空气寂静了三秒, 来, 喝茶, 老洛将泡好的茶水放李凌峰面前, 笑容甚是可清, 李凌峰拿起喝了一口, 没那珍藏版的龙井试口, 哎, 我之前那办公室的龙井你看到了没, 上回收拾办公室时没找到, 老洛疑惑道, 心里有点饭虚的李凌峰接着喝了口茶水, 可不是自己得藏起来吗, 是吗, 没看见了, 一包茶叶也不值啥钱, 不见就不见了呗, 李凌峰宽慰道, 老洛一脸都不服气, 谁说我那龙井不值钱了, 我自己买来本打算送我邻居的, 啊, 李凌峰看了眼老洛, 买了多少钱, 老洛心疼的伸出三根手指, 三万多, 扑, 茶水喷了出来, 李凌峰赶紧抽纸擦拭了一下, 老洛疑惑的看了眼李凌峰, 你干嘛, 该不会是你藏起来了吧, 没, 没有, 你都知道的, 我又不喜欢喝茶, 李凌峰笑道, 老洛点点头, 那倒也是, 对了, 茶叶都买好了, 为啥没送出去啊, 李凌峰不解的问了一句, 话音刚落, 老洛可惜的摇了摇头, 这不, 前段时间进去了, 李凌峰, 所以说, 做人一定得走正途, 对得起天地良心, 老洛正义凛然的说道, 李凌峰看了看他, 是谁前几天还被人实名举报来着, 接着闲聊了一会后, 李凌峰便打算准备离去, 也是时候该下班了, 老洛却叫住了他, 走, 跟我一起拜访的朋友去, 他手上的自建房资源可不少, 老狐狸, 李凌峰一笑, 好啊, 天色渐渐暗下, 万恒地产项目部负责此次飞东片区征收工作小组办公室, 一身穿行正职业装, 身材笔挺凹凸有致的女人站立在落地窗前, 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档案资料, 细细一看竟然印着李凌峰的头像, 女人看着外面的车水马龙, 记忆被拉回到了几年前, 一姐, 涉及被征收人的资料我都放在您桌上了, 若是没什么事, 那我先下班了, 陈嘉怡, 此次万恒地产飞东片区征收工作的负责人, 被拉回现实的陈嘉怡转身笑了笑, 行, 没回去, 带下属离开后, 陈嘉怡重新来到办公桌前, 拿起那份李凌峰的档案, 嘴角不觉微微一笑, 这么多年了, 真是一点没变, 说完, 随即将档案放进了自己的包里, 走出办公室, 顺手熄灭了灯火, 这边, 抵不住老落朋友的热情招待, 三人来到一家饭馆供进了晚餐, 正喝得起劲, 一个标注前任二十三的号码打了进来, 拿起手机的李凌峰眉一皱, 这什么情况, 前任的突来电话, 指定是没好事, 该不会是带着小孩前来向任吧, 接, 还是不接好, 李凌峰正纳闷呢, 老罗面容醉得微红看了眼李凌峰, 女朋友催你回家, 李凌峰起身, 你们先喝着, 我出去接个电话, 本着负责任的心态, 出来外面的李凌峰接通了电话, 为探明情况, 故作不时道, 为你好, 哪位啊, 对方沉默了三秒, 随即冷笑一声道, 真是狗改不了吃事, 这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李凌峰眉一皱, 这咋还骂人了呢, 行啊, 你, 现在做了支行行长, 就贵人多忘事了, 十分钟后, 到你支行见, 谁, 即便挂断了电话, 李凌峰一脸猛圈在哪, 这谁啊, 我还有这么拽的前任吗, 气得李凌峰碎了一口, 但随即想想, 好像还挺多的, 只是记不清了, 李凌峰沉死了三秒, 最后还是决定去会会, 倒不是因为旧情难舍, 只是担心, 真的带个小孩来相认, 想想, 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 在迷茫无助的夜晚, 等待着自己父亲的出现, 虽然, 那孩子也未必就是自己的, 但万一要是真的呢, 道别了老洛和其朋友两人, 李凌峰叫了个代驾, 赶回自己支行, 临走, 将那瓶黄天泽送的印度神游, 转送了老洛, 想来今晚一定是嫂子的开心之夜, 李凌峰赶到支行, 隔远便看见一位高调的女性, 站立在支行门口, 此刻支行已经关门下班, 众同事也已离去, 李凌峰下了车, 凝望了三秒, 但是由于夜色阻碍, 仍是没看清楚对方的脸, 不过可以确定, 就他一个人没有带任何的小孩, 这让李凌峰悬着的心, 瞬间放了下来, 这情况好说, 大不了给前任额点钱, 李凌峰走了过去, 直到跟前才看清了对方的脸, 甚是震撼了一下, 来人正是陈佳怡, 只见陈佳怡一笑, 现在记起来, 我是谁了吧, 李凌峰看着眼前的这么一位角色美人, 点点头, 我记得你, 王文静, 陈佳怡, 怒气直拉满脸上, 老娘叫陈佳怡, 陈佳怡, 是吗, 名字重要吗, 重要的, 你们都是我前任, 李凌峰头歪歪的回了句, 只见陈佳怡拳头握得搁直响, 要不是布置这上面有个摄像头, 真想一拳挥过去, 强忍下怒火, 陈佳怡讽讽道, 那是, 你前女友多的能排上几条街, 李凌峰看来惹不善, 试探性格问了句, 你, 找我什么事, 几年不见, 你不请我喝一杯, 陈佳怡道, 事情得坐下来慢慢谈, 李凌峰带着戒备心的看了眼陈佳怡, 似乎对方又好像不是来额钱的, 想了一会, 看在对方那么好看的份上, 李凌峰于是应了下来, 记得你以前没那么漂亮的, 李凌峰不解的问了一句, 陈佳怡白了眼, 当年跟着你饭都吃不上, 能漂亮起来吗, 这说的那么有道理, 李凌峰竟一世无言以对, 两人来到就近的一家饮品店, 点了两杯饮料, 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借助店里的灯光, 李凌峰细看了一眼陈佳怡, 比夜晚中的朦胧美更美, 都不禁让李凌峰怀疑了一下自我, 这么漂亮的游物, 自己都放手了吗, 没理由啊, 看够了没, 陈佳怡瞪了一眼李凌峰, 李凌峰没一咒, 有些细节想不起来了, 对了, 你是不是闻了个蝴蝶啊, 第零八二章, 你结婚了呀, 陈佳怡瞬间脸红到脖梗根部, 当年就是被李凌峰这狗子给忽悠去闻的, 说什么, 雨凌峰应该有蝴蝶盛开, 李凌峰连着又好像想起了什么, 我记得了, 你胸下方还有颗美人质, 碰, 陈佳怡拍桌站了起来, 邻座的几对小年轻纷纷转过目光来, 这两货都多大岁数的人了, 还在耍心子闹分手, 被吓了一跳的李凌峰忙往后靠了一下, 贴近椅子被看了眼陈佳怡, 意识到自己失态的陈佳怡稍少缓了一口气, 平复下自己的心情后, 重新坐下来, 从自己的包里拿出那份档案丢在李凌峰的面前, 莫名的李凌峰不由心头一紧, 这该不会是什么亲子鉴定证书吧, 拿起翻开一看, 冷汗才瞬间散去, 不过是记录自己在飞东片区自检房的信息, 不是, 他怎么会有这些资料, 李凌峰抬头看了眼陈佳怡, 带着好奇的目光, 你这是, 陈佳怡接着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了李凌峰, 万恒地产项目部经理, 李凌峰一字一句念叨, 随即眉头一皱, 你之前不是干房产销售的吗, 陈佳怡拿起饮料喝了口, 用笔式的眼神回了句, 你也不看看那是几年前的事了, 说的也是, 李凌峰点点头, 哎, 我怎么发现, 你们这些女的离开我, 个个都飞黄腾达的, 这问题不该问你自己吗, 陈佳怡反击道, 李凌峰若有所思了一回, 那肯定是我太过优秀, 覆盖住了你们的光芒, 扑, 陈佳怡一口饮料, 差点没给喷李凌峰脸上, 这不要脸的习惯是一直都从未改变, 陈佳怡深深地瞪了一眼李凌峰, 不过, 话又说回来, 还是依旧那么的帅, 但那也不妨碍, 我讨厌这张脸, 陈佳怡此时内心炸毛道, 那你今晚找我是什么意思, 李凌峰不解地问了句, 陈佳怡深呼吸了口气, 我现在负责飞东片区的征收工作, 哦, 这么说, 你是过来跟我谈判的, 李凌峰瞬间醒悟道, 陈佳怡脸上挂满飞泻, 可以这么说, 想不到才离开几年的时间, 你这家伙竟然有了自建房产, 还当了S农商行的支行长, 这老天真是不长眼, 咋没打个雷, 把你给劈了, 那你想怎么谈, 李凌峰不紧不慢地说了句, 现在筹码在他手上, 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率先签了征收补偿合同, 给大家做个示范, 陈佳怡解释道, 李凌峰眼睛凝视了一会, 好说, 不过这样, 我补偿不要回签房, 只要现金, 陈佳怡不敢立马给出答复, 怕李凌峰挖了什么坑, 试探道, 那你要多少, 不多, 一千万就行了, 李凌峰回道, 这栋自建房我七百万买来的, 要你一千万不过分吧, 陈佳怡吃惊地看了眼李凌峰, 他的自建房建筑面积总共七百多平, 按现市场价确实远不止这个数, 哪怕是按政府备案价征收, 也超过了一千万, 他如此轻易地就印了下来, 难不成, 想到这, 陈佳怡不由地深情地看了眼李凌峰, 往日的嬉笑点点滴滴回忆在心头, 这么些年了, 果然还是没忘记啊, 看着发呆的陈佳怡, 李凌峰脸上挂了几个问号, 你呀, 不会不同意吧, 那弹个毛, 用手在陈佳怡面前挥了挥, 你倒是回个话, 李凌峰道, 回过神的陈佳怡, 这个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虽然现在都是回签房加现金的补偿方案, 但可以争取一下, 听到陈佳怡这话, 李凌峰才满意地点点头, 其实要回签房也不错的, 只是自己等不了那么久, 在这现金为王的时代, 有钱就可以让钱升载, 那我们明天约个时间, 把征收补偿合同给签了, 陈佳怡些许开心道, 甚是没想到这一程是那么的顺利, 直到此刻都超乎陈佳怡的意料, 来时还盘算着, 如果实在不行, 就让李凌峰再看一遍蝴蝶, 别, 我说的只是补偿方案, 还没提我的条件呢, 李凌峰打断了陈佳怡的高兴, 果然, 渣男就是渣男, 陈佳怡感觉从天堂掉到了地下, 忙收起了那份激动的心, 用冷峻的眼神道, 你还有什么条件, 李凌峰撅着嘴, 看了眼陈佳怡上上下下的曲线, 不得不说, 行政装简直是致命的诱惑啊, 陈佳怡盲侧向一边, 躲过李凌峰凌厉的眼神, 虽然穿了衣服, 但总感觉被看光了一样, 将双手抱在胸前, 你要干嘛, 李凌峰摸了摸下巴, 嗨嗨, 你想都别想, 陈佳怡再次拍桌起到, 周边的小年轻再次看了过来, 李凌峰没一皱, 你冷静点, 先坐下, 我都还没说话呢, 陈佳怡坐了下来, 满脸气呼呼, 脸上再度泛起一阵阵的红韵, 饮过酒似的, 你好歹也是一个万恒地产项目部的经理, 怎么做事一惊一乍的, 李凌峰提醒道, 陈佳怡白了眼李凌峰, 那还不是因为对面的是你, 我的条件很简单, 就是万恒地产这次飞东片区的征收款, 要放我们支行, 李凌峰狡黠一笑, 听到这, 陈佳怡才算是输了一口气, 全怪自己想多了, 这, 我没那么大的权限, 得回去请示一下上级, 陈佳怡回道, 行, 那明天我等你消息, 李凌峰笑道, 陈佳怡看了眼李凌峰, 就没了, 确定, 对了, 刚饮了点酒, 你不介意送我一趟吗, 李凌峰想起来道, 陈佳怡点了点头, 这字是没什么问题, 举手之楼, 收拾好东西, 两人离开了饮品店, 在店里几对小年轻的目送下, 老哥哥老姐姐了, 还出来谈恋爱, 林凌峰们忍不住欢笑了一句, 开车送到李凌峰住的玉井花园, 小区门口靠边停下, 陈佳怡看了眼下了车的李凌峰, 终是忍不住问道, 你结婚了呀, 李凌峰回过头, 傻子才碰到玩意, 陈佳怡, 你个死渣男, 真是渣到没底了, 就该你单身, 回忆来到当年, 在李凌峰义无所有的时候, 陈佳怡义无反顾地提出了结婚, 结果李凌峰同今天一样的答案, 这便是两人分手的原因, 陈佳怡瞪了眼, 祝你孤独终老, 我有女朋友的, 楼上洗好澡证, 等我回去呢, 李凌峰认真地回了句, 陈佳怡恨地咬住牙齿, 咳之响, 正欲离去的李凌峰又回头, 要不要上去做做, 一起研究下双逢干涉实验, 第083章, 如果, 我说如果, 陈佳怡一个油门呼啸去, 留给了李凌峰一缕的尾烟, 李凌峰没一皱, 这娘们怎么那么脸, 看来当年是没给调教的, 看着黑夜中消失的车辆, 李凌峰摇了摇头, 转身进了小区, 门口的保安给李凌峰打了个招呼, 李凌峰顺手丢了支烟过去, 今晚又是你值班啊, 接住烟的保安大哥一笑, 摸了摸后脑勺, 这部夜主小单也刚好是晚班, 李凌峰看了眼这个傻大憨摇摇头, 又是个多情郎, 要知道, 你在这熬夜为多看人一眼, 可他在那姿势早已换了一个又一个, 拍了拍保安大哥的肩膀, 李凌峰游荡着脚步进了小区, 在昏暗的灯光下, 李凌峰沿着小道行进着, 总感觉眼前的小道蹦出宠明来, 他娘的, 这该不会喝到假酒了吧, 才几两的量, 不至于醉酒啊, 晃了晃脑袋, 转头看见一男一女学生模样的初中生, 在黑暗角落长条凳上, 你弄我弄, 嘿, 你们在干嘛, 还不赶紧回家读书去, 李凌峰当头就喝了一句, 受到惊吓的那两人, 立马做了鸟兽散, 各自奔逃而去, 小小年纪不学好, 学人早恋, 李凌峰叹了口气, 虽说斗寇年华是情斗初开的时候, 但是作为华夏的少年, 要有更崇高的理想和目标, 须知, 少年强则国家强, 别整天虚头虚脑的, 竟想些男女之事, 折了美好年华, 哎, 只可惜自己已不再是少年, 所以, 盈盈, 我马上就回来了, 三步并做两步, 加快步伐往自己所住的A洞走去, 回到住处, 韩雪莹正在墙壁上跨着一字马, 李凌峰看了眼韩雪莹, 韩雪莹也跟着看了眼李凌峰, 嗯, 今天的一字马格外亮丽, 那还等什么, 一翻下来, 李凌峰流尽了一身的汗, 酒精瞬间消散了去, 这边稍稍缓过神的韩雪莹, 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今晚又喝酒了, 李凌峰的手也没闲着, 嗯, 以前落行的一个朋友一起吃了顿饭, 你这应酬也是越来越多了, 可以的话, 尽量少喝酒, 韩雪莹心疼着眼前的这个男人道, 李凌峰嫌美一笑, 喝酒不好吗, 这不, 又更加吃酒了, 韩雪莹顿时白了眼李凌峰, 不过回头想了一下, 好像是更久了, 对了, 你知不知道林小宁有男朋友了, 李凌峰想起来问道, 韩雪莹多了嘟嘴, 自从上次以后, 我就很少再跟她说过话了, 她也不理我, 你这闺蜜, 不要也罢, 李凌峰抚摸了下韩雪莹的臂膀安慰道, 不过听其他的同事说, 她好像最近都在泡巴, 谈男朋友了也不稀奇吧, 听了韩雪莹这话, 李凌峰大致猜到了原因, 可能萧红飞和林小宁就是泡巴时认识的, 搞不好两人还有过新好新好新好, 不然以林小宁的性格, 怎么会跟萧红飞这么一个落魄仔谈恋爱, 不过即便如此, 想必萧红飞也只会是当舔狗的命, 怎么, 你认识她男朋友, 韩雪莹好奇地问道, 李凌峰一笑, 认识, 我新开公司第一个招的就是她男朋友, 啊, 韩雪莹吃惊地看了眼李凌峰, 这路走得那么窄吗, 李凌峰, 要不你收了她吧, 免得她到处浪, 被人骗才骗色, 韩雪莹时至今天都还担心自己这个闺蜜, 李凌峰瞪大了眼睛, 我还究竟是不是你男朋友了, 咋没给被重视的, 感觉, 我只要确定, 最终穿婚纱的那个人是我, 就可以了啊, 韩雪莹冲李凌峰眨了眨眼, 李凌峰, 其实你闺蜜林小宁长得也不差, 还挺耐看的那种, 尤其是那眼睛不多不少, 刚好两个, 妈那你, 真心动了呀, 韩雪莹好气地看了眼李凌峰, 李凌峰犹豫未尽地想起了那张限制级照片, 应该是还没删掉吧, 于是拿出手机找出来, 又放大仔细看了一遍, 什么呀, 给我看看, 韩雪莹说完一把拿过手机看了眼, 随即皱眉都还没我的尺码, 李凌峰笑了笑, 捏了把韩雪莹的嫩脸蛋, 道, 现在知道你闺蜜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现在还敢笑我收你闺蜜吗, 韩雪莹嘟了嘟嘴, 我那不是也怕她被骗吗, 你是不是傻呀, 能有几个人骗得了你闺蜜, 那萧红飞指定是被你闺蜜牵着玩, 李凌峰道, 韩雪莹拍了一下李凌峰胸膛, 你干嘛这样说她, 那你有见过她公开宣布萧红飞是她男朋友吗, 李凌峰问了句, 韩雪莹想想摇了摇头, 那倒是没有, 或许是因为刚认识不久呢, 李凌峰一把汗言, 出租车上有客人了, 司机却不把空车牌子熄灭, 你猜为啥, 为了拼车多拉一些客人呗, 这下韩雪莹机智的小脑袋堪比爱因斯坦, 那现在明白, 你闺蜜为什么不公开恋情了吗, 大致若愚的韩雪莹微笑着摇摇头, 不知道, 李凌峰凝视了一眼这傻女人, 是真傻还是装傻, 又或者说是为两人的关系保留最后一丝的体面, 邪魅一笑的李凌峰摇摇头, 你这样让我伙计很大, 是吗, 韩雪莹坐了起来, 拿过桌上的一杯凉白开, 含了一口, 李凌峰瞪大了眼睛, 这是冰火两重天, 清晨睡到自然醒的李凌峰伸了个懒腰, 看了眼时间也才九点多, 不多不说, 自从上了班以后, 这睡到天昏地暗的习惯都慢慢改变了, 不急着出门的李凌峰洗漱完后, 精心地收拾了一番, 看着镜子里那个吴彦祖来了, 都要避让三分的男子, 李凌峰满意地笑了, 驱舍来到直行, 一进门便看见大唐经理小吴打拉脑子, 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本着关心下属的人文主义精神, 李凌峰走上前去, 这是怎么了? 小吴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李行,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说, 李凌峰回道, 如果, 我说如果哈, 你发现你喜欢的人和别人发生了关系, 你会怎么做? 李凌峰没一皱, 想了会, 嗯, 我会像你一样到处问。 第08四章, 我有男朋友了, 看着小吴那落寞的眼神, 李凌峰值得赶紧脱身, 这玩意估计爱因斯坦来了都摆不平, 因为他的相对论也无法计算出男女之间的引力场, 当然, 如果一方的质量、财富足够强大, 那引起两性间的空间弯曲大概率是必然的, 何仇不产生引力作用, 但对于小吴的情况, 李凌峰值得摇摇头, 条件不够硬只能从精神层面入手, 佛家说过, 我一求自度, 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李凌峰先泡了一壶茶, 那是雪藏落形的龙井, 确实不错, 刚品上一杯酿茶, 营业部主任徐亚玲拿着那一万七千五百的奖金分配方案走了进来, 李行, 您看下这样妥否, 可以的话麻烦您这边签个字, 李凌峰抬头看了眼徐亚玲, 今天化了点淡妆, 本就模子好的她更显亮丽, 尤其是井下方, 咦, 怎么有个扭扣没扣上, 不自觉的再多看了两眼雪白, 最后才万分不舍地提醒了句, 你那扣子, 徐亚玲低头发现后, 赶紧地给扣了上去, 想起了今早自己那死鬼老公, 不急, 先坐下喝杯茶, 徐亚玲将分配方案递给了李凌峰, 并坐了下来, 端起茶杯饮了口, 结果分配方案的李凌峰大略看了眼, 没想到竟然还给自己分配了两千, 之前都说不必了, 还是得凑上去了, 不过李凌峰甚是满意, 这钱我可以不要, 但你不能不分配我, 这是态度问题, 很好, 这个干部可以培养, 李凌峰看了眼徐亚玲大笔一挥, 立马签了字, 徐亚玲重新拿回分配方案, 起身道, 那李凌峰, 没什么事情, 我就先出去了, 李凌峰点点头, 看着那一摇一摆的风臀, 嗯, 真赞, 细细地品了几杯茶后, 李凌峰看了眼时间, 心里想着去新公司看看, 那边目前就只有方知勉和萧红飞两个人, 打定主意, 李凌峰便起身拿起车钥匙准备离开, 怎料小吴走了进来, 一副自我勉励过后的表情, 李凌峰, 我想申请转档, 转档, 你想转去哪个档位啊, 李凌峰好奇道, 小吴坚定的眼神, 我想要转为对公客户经理, 做出一番业绩出来, 李凌峰神情名重, 小伙子有干净是好的, 只是, 要不, 你再考虑考虑, 这转对公客户经理压力, 可不是开玩笑的, 听到李凌峰这话, 小吴瞬间又捏了几分, 现在正如火如荼地推行莫为淘汰制, 搞不好转过去不出一年就被淘汰了, 最后哪怕不离职, 都会被拍到不知哪个边缘角落, 是吧, 一看这决心就还不够坚定, 没资源, 又没往死里拼的意志, 要你干啥, 给你转过来供着你吗, 一点刺激就想着, 怎么干大事成大业, 出人头地, 也不先认清认清一下自己, 是不是快料, 拍了拍小吴的肩膀, 回去想好了再说, 出了舒适圈, 想回来就难了, 离开直行, 李凌峰来到新公司, 也就是林旭东中介的所在, 没有急着上二楼的李凌峰, 这烟孔比之前多了不知多少倍, 这林旭东到底是多遭工友的恨啊, 林旭东正在接待求职的工友, 一口一口的卖惨, 使劲压气工价, 这黑心女干商的本质, 表现得一展无遗, 什么要交场地租金了, 水电费, 人工费了, 还有老家的母猪产了十几只仔, 等待产后护理, 拼不下去的李凌峰转身去了二楼, 瞬间清静了许多, 里面方志免正聚精会神地整理着贷款资料, 那是黄天泽带来的新一批客户, 萧红飞则是另外一边拼命地打电话营销, 不知其从哪里弄来了一大碟的客户联系方式, 至于李凌峰走进来, 萧红飞都没发现, 就这工作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虽然他营销成功了一个客户的提成不少, 但萧红飞打完电话后, 才发现身后的李凌峰, 哎呀, 老板你过来了, 李凌峰一笑, 战绩怎么样, 倒是有几个异项客户, 具体落地的, 现在还没有, 萧红飞摇头道, 李凌峰拍了拍其肩膀, 不急, 这不才开业, 不, 正是因为才开业, 更要抓紧了, 这不想着开门红吗, 萧红飞乐呵道, 这势头不错, 李凌峰有些纳闷了, 就这工作态度怎么会混不好, 不能啊, 按理之前, 你卖保险业绩应该不错呀, 李凌峰问道, 萧红飞看了眼李凌峰, 是不错呀, 不过, 我都把客户卖到其他保险公司去了, 哪能, 老板您跟他们不一样, 哪不一样, 李凌峰满脸好奇, 萧红飞摸了摸脑袋, 你是那种除了老婆, 什么都能给的人, 跟着你干指定没错, 李凌峰看着聪明又不聪明的萧红飞, 你这是在夸我, 还是在夸我, 不聊了, 今天我订了100个电话目标, 不打完我不下班, 说完, 萧红飞转身继续奋战去了, 妥妥的一员猛将啊, 还没来得及去总经理办公室跟方之勉打招呼, 可以的话, 现在过来飞东, 我们住点办公地这边签合同, 听完陈嘉怡的话, 李凌峰一乐, 我现在就过去, 挂了电话后, 李凌峰匆匆匆来到总经理办公室跟方之勉打了声招呼后, 便下楼了, 楼下, 遇见一位二十数头的妙龄女子正在看林旭东张贴的招工广告, 这年龄, 这身段, 这容貌, 按捺不住要上去打声招呼的冲动, 美女, 找工作啊, 李凌峰微笑道, 以为李凌峰是中介公司老板的女子点点头, 看一看, 哦, 李凌峰点点头, 有没男朋友啊, 女子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看在其帅气的份上勉强回了句, 我有男朋友了, 谢谢, 你那么漂亮, 配得上两个男朋友, 已经有六个了, 剩下一天我想休息休息, 第085章, 最无奈的事情, 宛如雷击的李凌峰目瞪口呆道, 你都那么多男朋友了, 还需要出来找工作吗, 谁说我是给自己找工作的, 女子回了句, 我是给他们找的, 李凌峰倒吸了口气, 好家伙, 你这哪是找的男朋友, 简直是找了六个生款, 你这有没工资高一些的工作, 累不累的没关系, 只要做不死人就行, 女子问了句, 同身为男人的李凌峰, 为他们六个默挨了三秒, 这个你问下里面的那位老板, 原来你不是这个老板啊, 女子醒过来道, 李凌峰莫名的看了眼女子, 我没说我是这个老板啊, 那你跟我搭什么话, 女子质问道, 李凌峰嘴角一笑, 这不看你那么漂亮, 想着过来搭讪一下, 没想到遇见高手了, 给老娘滚, 新号新号新号, 女子瞪了眼李凌峰, 转身进了林旭东的中介公司, 哟, 这小妮子性子还挺烈的呀, 李凌峰摇摇头, 驱车来到万恒地产在飞东的办公住店, 专门负责此次飞东片区征收工作项目部, 将车停好在外面, 李凌峰下车瞅了一眼, 就是一栋比较有写字楼特点的自建房, 门口挂的牌子倒是挺醒目的, 还有红布在上面, 应该是刚挂牌不久, 李凌峰刚进了门, 便迎面走来一位行政装穿束的工作人员, 笑脸相迎, 你好, 请问是李先生吗? 李凌峰看了眼, 应该是刚毕业出来的女大学生, 一脸的青涩, 你认识我, 是姨姐吩咐我来迎接你的, 李先生, 她在上面准备相应的材料, 李凌峰点点头, 你贵姓啊, 我姓赵, 单名一个欠字, 赵谦笑着回了句, 李凌峰又上下细看了一眼, 168左右的身高, 重规重矩的身段和样貌, 算是80多分的那种, 不过那双眸子格外清澈, 似乎没有说过社会一丝的匠然, 甚是难得, 你是哪里人啊, 你这普通话不是很标准啊, 李凌峰一本正经的说道, 赵谦不敢相信的看了眼李凌峰, 自己这儿八经汉语言, 专业毕业生, 普通话考试一级假等, 你说我普通话不标准, 面对赵谦的一脸怀疑, 李凌峰笑了笑, 哎, 你试着咬住嘴唇, 用鼻子发音, 大声地把耳读出来, 赵谦轻视了一下, 李凌峰接着鼓励道, 对了, 再大声一点, 下一秒, 大厅除了笑声就还是笑声, 面对众同事的纷纷侧目, 醒悟过来的赵谦脸红到了脖子根处, 此刻的他, 恨不得找个地方给钻进去, 也是第一次体会到了, 这社会的人心险恶, 好在这时陈嘉宜出现, 给他解了围, 调戏小姑娘, 就是你的本事吗? 李凌峰抬头看了眼走来的陈嘉宜, 不, 之前追到你也是我的本事, 这话如重磅炸弹, 瞬间在众人圈中炸了锅, 原来这男人, 竟然是自己经理姨姐的前男友, 难怪姨姐这些年一直都担着, 原来是还没试坏啊, 不过陈嘉宜的心理素质, 比赵谦强的不是一星半点, 丝毫面不改色, 风平浪静, 上二楼会议室吧, 合同资料都准备好了, 李凌峰点点头, 跟着陈嘉宜和赵倩两人上了二楼会议室, 里面放了一个投影背景, 还有另外一名工作人员, 特地拿了单反在旁边站着, 看来陈嘉宜是准备把李凌峰, 作为第一个征收签约对象, 好好宣传一番, 起到带头示范效用, 李凌峰自然也不计较, 不然对方万恒地产, 怎么会答应自己所提的条件, 将征收补偿资金存到自己的支行里, 看着陈嘉宜在前前后后地吩咐着, 李凌峰能感觉得到, 他很重视这次飞东的征收工作, 想来要是成功拿下, 回去将得到大大提升吧, 李凌峰坐了下来, 翻开合同资料大致地审视了一遍, 确定了一下金额和关键条款, 不一会后, 各方工作人员相继到来, 除了万恒地产, 还有政府人员, 陈亚新爸爸陈叔也在其中参会人员当中, 因为飞东片区归山甲村, 当陈叔进来看到李凌峰时, 也是相当的吃惊, 还纳闷, 这第一位签约征收的到底是谁呢? 没想到是自己的未来女婿, 这小子做事就是比别人快一步, 可以, 来到李凌峰的跟前, 那么等不及了, 叔本来还想给你卖个好价钱呢, 李凌峰忙拉出椅子给陈叔坐下, 这不遇上以前的老乡识了, 总得给个面子他, 陈叔顺着李凌峰的目光看了眼忙碌的陈嘉宜, 你们该不会还有藕断丝联吧? 叔你说了什么话? 他答应将万恒地产这次在飞东的征收补偿款放我们之行, 陈叔回头一笑, 你小子还真是不错, 有我年轻那般的风流犯, 说完又还不忘提醒了一下, 你跟雅馨抓点紧啊。 最终, 在多方工作人员的见证下, 万恒地产飞东项目第一位征收合同顺利签约, 新闻媒体将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 当看到报道的黄天泽瞬间傻眼了, 有种被人卖了, 还在帮人数钱的感觉。 签完约后, 李凌峰载着陈嘉宜和赵茜两人回支行, 带上资料给万恒地产开对供货, 当天便转进来2.1亿元的征收补偿款, 另外, 李凌峰的那1000万也已到账。 有了这2.1亿元的加持, 李凌峰所在的支行存款规模迅速窜升, 达到了6个多亿, 远超之前的任何一位支行长业绩记录。 办完业务送陈嘉宜和赵茜两人回去后, 李凌峰抬头看见一位饱满的少妇扭动着婀娜身躯从车前走过, 才明白世界上最无奈的事情是看见别人家的媳妇在面前晃来晃去, 自己却束手无策。 第086章 电梯里的二桥 B 后车的喇叭催促声打破了李凌峰的沉浸式欣赏, 原来是绿灯亮了。 最后难舍得看了眼已远去的少妇, 李凌峰一脚由门驶出了停止线, 来到大东城小区门口, 本想约陈亚新出来喝个下午茶面谈的。 没想到陈亚新说去他那做做, 刚好近段时间他也在研究各式糕点, 正好品尝一下。 门口做了登记, 报了业主的名字, 李凌峰开车进了大东城小区, 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而下的别墅, 还是独栋带庭院的那种。 庭院内精心设计的原意让人眼前一亮, 尤其是那独具匠心的花景和假石, 无一不显示着别墅主人的低调奢华, 及对生活的热爱和享受。 大东城不愧是被称为富人区的住宅, 对,这陈亚新该不是真的自己住一栋别墅吧? 开着车的李凌峰心里嘀咕道, 不过看他发来的房号又不像是, 按着导航一直走, 直至开出了别墅去。 来到后面是一排呈现半圆形的高层住宅, 宛如为一道的护城河。 将车辆驶入地下停车场, 来到就近的出口停放好, 李凌峰下了车。 陈亚新是住在F洞的18楼, 李凌峰来到电梯门前按下上楼的按键。 开门的瞬间, 看见两位绝品美人在那望我的亲吻, 大脑一时短路在原地。 不是, 你们要是实在找不到男的, 可以找我啊, 犯得着那么浪费。 两位绝品美人似乎也发现了李凌峰的存在, 纷纷转过头来。 其中一位迷人的笑道, 你不进来吗? 哦, 哦, 回过神来的李凌峰赶紧进了电梯, 摁下了18楼层。 同时看到了亮起的17楼层, 原来他们俩就住陈亚新的楼下。 两人有说有笑, 似乎在论讨着今天逛街的心得对比买来的商品。 李凌峰微微侧目看了眼, 两人手中各自拎着一个品牌袋子, 看样子应该是买了衣服。 两人又似乎发现李凌峰的目光, 纷纷低头一笑, 对女人向来厚脸皮的李凌峰不觉尴尬, 反而以此为突破口, 笑道, 三国不是已经没了吗? 怎么还有大小二乔? 怎料其中一位美人反过来调侃李凌峰道, 那你是想当周玉鱼还是孙策? 李凌峰转身吹了一下倾斜的刘海, 我不介意做他们两人的合体, 双份的快乐可不是一个周瑜或者孙策能体会到的。 另外一位美人笑着白了眼, 我看你就像董卓, 女干像一个。 是吗? 那你们愿意做我的貂蝉吗? 我乐意中你们的美人计。 扑痴, 两位绝评美人笑得纷纷直不起身, 捧腹弯腰的瞬间亮出完美的事业线。 三人搭话, 电梯一路未停上到十七楼层, 跟两位绝评美人挥手道别后, 他们的联系方式了。 李凌峰轻拍了一下后脑勺, 才想起来道, 这种极品百合, 绝对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出了电梯, 来到陈亚新的门前, 李凌峰蹦响了门铃, 旁边的传音口响起陈亚新的声音。 谁啊? 李凌峰蹦着回复箭, 我, 李凌峰。 房门自动解锁, 李凌峰推门静, 在玄关处换上了室内拖鞋。 这时, 穿着围裙的陈亚新走了出来, 开心地微笑道, 你来了? 李凌峰抬头看了眼陈亚新, 从未想过, 他竟然会有如此贤惠的一面。 围裙一穿, 活脱脱的一个贤惠妻子形象, 而围裙下的那一袭白色连衣裙更显素雅。 这很难跟他以前的那形象给联系起来。 看着错愕的李凌峰, 陈亚新疑惑道,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 李凌峰摇头回了句, 我就想问下, 你以前是一个怎样的心态? 陈亚新更加疑惑地看着李凌峰, 什么都听不懂你说的。 哎呀, 我的糕点要烧锅了。 想起来的陈亚新忙转身进了厨房, 要不是自己认识陈亚新那么久, 真怀疑眼前的这位是他孪生姐妹, 把头发染回来就算了, 竟然还会下厨做糕点。 李凌峰走了进去, 看着宽敞干净且充满艺术气息摆设的客厅, 更刷新了他对陈亚新的认知。 陈亚新端着糕点出来, 忙朝李凌峰喊道, 快过来是下午的手艺。 李凌峰走了过去, 餐桌上摆放着四个碟子, 分别放着各样的糕点。 看外观, 有点像宫廷中式糕点, 就是以前皇家贵族吃的那种。 李凌峰毫不客气地拿起其中一个试了下, 嗯, 味道确实不错。 是吗? 陈亚新高兴地向着小孩, 赶紧自己也拿了一个试下。 两人有说有笑地品尝了起来, 这放在古代都是享用不到的。 果然, 我是有帝王之命啊。 吃得有点噎喉, 陈亚新赶紧从冰箱给李凌峰拿来一杯自己做的水果茶。 喝了口稍稍顺畅后, 李凌峰道, 对了, 这次来找你是想跟你商量个事。 你说, 我能做得到的都没问题。 上次不是找你一起合资买那自建房吗? 现在那边已经征收了, 补偿了一千万, 钱已到账。 陈亚新投来崇拜的眼神, 就知道你厉害。 是这样, 我意思想把这一千万投资发展公司继续让这钱力滚利。 说完, 李凌峰看了眼陈亚新, 观察其有什么表现。 只见陈亚新一脸的不解, 这是你自己盯就行了, 问我也帮不上你, 我又不懂这些。 不是, 这一千万里面可有你的一份, 你占了七分之二, 这是得征求你的意见。 当然,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我会把你那份转回给你。 李凌峰接着说道, 哦, 陈亚新这才想起来自己确实也是凑了份的。 你不说我还忘了有这笔钱? 李凌峰? 你这话说的怎么有点想打人的冲动? 有钱人都是这么坚妄的吗? 现在你知道了, 怎么样? 继续投资我拨。 李凌峰厚脸皮的笑道, 嗯, 陈亚新故作犹豫了一回, 李凌峰没一咒, 你呀该不会是不相信搁置赚钱的实力吧? 那我们之间的协议还生效吗? 陈亚新狡黠的一笑, 李凌峰若有所思的看了眼陈亚新, 为了拉来投资, 点头应下, 只要你愿意继续投资, 就持续生效。 成交! 李凌峰话刚落音, 陈亚新便回道, 这一刻, 对于陈亚新来说, 仿佛空气都是甜的, 这就是恋爱的味道吗? 第087章, 我女友怀孕了, 吃成了的李凌峰起身来到落地窗前, 一张懒人沙发和小圆桌, 桌上放着几本感情恋爱书籍, 李凌峰不由得一笑, 这玩意得靠实践的真知, 光靠理论学习是不行的, 这回收拾好碗碟的陈亚新, 解下身上的围裙, 走了过来, 看见李凌峰在翻看自己的书籍, 忙急走上前, 脸红耳赤的一把, 从李凌峰手里夺过书来, 你干嘛乱动人家的东西? 陈亚新羞愤道, 随即又细看了一眼, 好在李凌峰没有翻到那些有笔记的遗页, 李凌峰不解, 不就一本书吗? 怎么, 这里面藏有什么秘密啊? 要你管, 陈亚新将书拿到一旁的书柜上, 一阵清风穿过窗纱吹了进来, 打在陈亚新身上, 白色的素雅连衣裙在风中轻轻摇曳, 同样, 随风起舞的还有他那一缕黑色秀发, 对了, 你楼下住着一对百合美女, 你知道吗? 李凌峰想起来道, 放好书的陈亚新转过身来, 知道, 他们跟我还是同学呢, 我们一条村呢, 李凌峰? 看着李凌峰吃惊的表情, 陈亚新好奇, 怎么, 你上来时候看见他们了? 李凌峰点点头, 转头看了眼窗外的风景, 嗯, 你这里风景挺不错的, 以后要常来, 陈亚新跟着望了去, 两个光秃秃的小山坡, 有啥好看的? 百祥有限公司, 韩雪莹此刻伸了下懒腰, 忙碌了一天, 真是连口水都没喝, 但想起明天就是周末了, 瞬间又活力满满, 办公室里的赵月走了出来, 来到韩雪莹的卡座前, 将出货单递给了她, 赶紧出货去吧, 做完早些下班, 韩雪莹双手接了过来, 笑道, 好的, 月姐, 刚转身准备离开的赵月, 又回过身来, 看了眼四下, 没人牺牲到, 明天要不要一起去凤鸣寺? 啊, 一时没反应过来的韩雪莹, 抬头看了眼赵月, 就我们两个人吗? 你问下凌峰呗, 我们四个人去, 听说那里许愿很灵的哦, 韩雪莹高兴一笑, 好嘞, 还有, 我已经跟老板申请了, 只见她露出笑容, 推荐了你, 加油鹅, 谢谢月姐, 韩雪莹激动得快要飞起, 这意味着自己也升职了, 嘘, 先别到处说, 免得有人使办, 赶紧出货去吧, 赵月给提醒道, 韩雪莹动力十足地 拿着出货单去了仓库, 好不容易将手上的工作给忙完, 于是迫不及待地 给李凌峰打去了电话,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哦, 什么好消息啊, 高兴成那样, 此时刚离开大东城的李凌峰 正开车在路上, 韩雪莹美美的一笑, 我很快就要升职副经理了, 是吗, 这确实让李凌峰稍稍吃惊, 这不正好是你心心念的事, 恭喜哦, 这要感谢月姐给我机会, 韩雪莹心怀感恩, 李凌峰跟着一乐, 那你不好好请人家吃顿饭, 感谢一下, 月姐说周末找我们一起去奉明寺, 你怎么样, 没问题啊, 为了你的远大闲程, 别说去奉明寺了, 让我他陪去布达拉宫也愿意啊, 这边的韩雪莹白了眼, 不怕高反啊你, 怕什么, 到时你给我来个嘴对嘴, 人工疏养了, 想的, 没你, 韩雪莹娇称了一句, 对了, 为了庆祝你升职, 今晚想吃什么, 李凌峰问道, 你请我吗, 韩雪莹眼睛转了圈, 狡黠地回了句, 李凌峰没一咒, 不是吧, 你升职了, 还要我请啊, 这说不过去啊, 好, 我请哦, 韩雪莹嘟嘟嘴道, 我知道有一家西餐厅, 那里的隔音效果还不错, 李凌峰想起上次与徐夏露吃的那家, 好啊, 你定, 过来接我吧, 我也差不多下班了, 韩雪莹道, 挂了电话后, 李凌峰不觉加快油门, 韩雪莹重新回到卡座位, 看见不远处的林小宁正在打电话, 看起表情似乎再发脾气, 自上次家里吃饭过后, 韩雪莹就再也没跟林小宁说过话了, 主要是对方不理自己, 见林小宁挂断电话, 气愤地将手机甩在了桌面上, 抬头与韩雪莹来了个对眼, 随即在林小宁的愤恨眼神中, 两人纷纷各自离开对方视线, 韩雪莹收拾了一下自己桌面的资料, 带到李凌峰打来电话后, 便提包下班, 恰巧又是两人共处一部电梯, 好在有其他公司的人员上下, 不然一路无语特尴尬, 出了门口, 韩雪莹一眼就看见路边等自己的李凌峰, 于是赶紧走了过去, 走在后面的林小宁似乎也发现了李凌峰, 看了过来, 副驾驶为做好的韩雪莹系好安全带, 行了, 我们出发吧, 说完, 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发现齐正牧师前方, 韩雪莹看过去正是自己的好闺蜜林小宁, 三人的视线仿佛在这一刻凝固, 林小宁率先转身离开, 中断了这微妙的气氛, 你闺蜜似乎还在生你的气哦, 李凌峰逗了一句, 韩雪莹不羡, 她有什么资格生气, 我没怪她都已经算好了, 还反过来跟我置气, 李凌峰也是摇摇头, 这女生的逻辑事件自己也不懂, 启动车子, 李凌峰刚准备挂挡走人, 萧红飞打来电话, 老板, 可否再预知多一个月的工资, 李凌峰愣了下, 这不才刚给过工资吗? 那也是预知提前发的呀, 你这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李凌峰问, 那边支支吾吾了很久, 萧红飞才说到, 女朋友不小心怀孕了, 女朋友怀孕了? 我记得你女朋友就是林晓宁吧? 那也就是林晓宁怀孕了, 这是新号新号新号漏袋了, 还是压根就没套啊? 不是, 你女朋友怀孕了, 跟预知工资有啥联系? 李凌峰不解的问了句, 许久, 萧红飞才回到, 这孩子, 她不想要, 隔着电话, 李凌峰都能感受得到萧红飞那心开裂的声音, 混到这个年纪了, 谁不想有个家, 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李凌峰右手拿着电话, 左手肘顶着车窗边缘, 手指摸了摸下巴, 这预知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够啊, 流产完了, 不得买些补品, 调理一下身子, 关键TM的, 这林晓宁肚子里的孩子, 确定是不是萧红飞的哦, 不要给当了冤大头埋单, 于是, 李凌峰便多嘴问了句, 那孩子确定是你的吗? 你什么意思? 这句话引燃了萧红飞的怒火, 我尊重你是老板, 如果不想预知没关系, 但别侮辱我, 不是, 李凌峰刚想做进一步解释的, 萧红飞便挂断了电话, 旁边听得莫名其妙的韩雪莹, 忍不住问了句, 出什么事了吗? 什么孩子? 你好闺蜜林晓宁怀孕了, 说完李凌峰吐了口气, 听到这话韩雪莹也是一时吃惊, 联想起其下班前接电话的那般神态, 怪不得了, 韩雪莹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不是, 林晓宁怀孕了, 你看什么气啊? 不会像那姚雪姐一样, 又是你造的孽吧? 此刻韩雪莹那般睿直的大脑, 宛如明侦探柯南附体, 李凌峰? 你别逼我杀你, 我跟你闺蜜怎么样? 你心里没点书吗? 韩雪莹一个龙着手过来, 好好说话不行吗? 不是, 你那闺蜜林晓宁的男朋友不是萧红飞吗? 她刚打过电话来想预知工资, 快松手, 韩雪莹收回自己的仙仙御手, 预知工资来干吗? 林晓宁不想要那孩子, 你说预知工资来还能做什么? 李凌峰回了句, 韩雪莹没有说话, 只是发了一下呆, 想起了之前两人的说说笑笑, 真的给你抓疼了? 李凌峰吐槽道, 回过神的韩雪莹看了眼刚才抓的地方, 是吗? 那我给她揉揉, 李凌峰一把闪开, 别闹, 这你公司门口呢? 说完李凌峰拿起手机给萧红飞赚去了五千, 预知工资, 不一会, 萧红飞回了句, 谢谢, 你说林晓宁那孩子能是萧红飞的吗? 李凌峰放下手机转头问韩雪莹道, 是不是有那么重要吗? 现在是一个愿打一个愿矮, 李凌峰点点头, 不可置信地看向韩雪莹, 我发现你有事真的好聪明哦, 韩雪莹刚想高兴来着, 但好像哪里不对, 什么叫有事聪明, 这话什么意思? 作文来, 我准备开车了, 李凌峰赶紧转移注意力, 路边, 林晓宁崩溃地坐在一场调椅上, 双手掩面而泣, 其实那天跟他发生心号心号心号的根本不是萧红飞, 而是另外一位潇洒公子哥, 只是对方自那晚过后就再也没了音许, 加之这段时间自暴自弃频繁地奔换枕边人, 林晓宁也无法确定肚子里的这孩子究竟是谁的, 但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自己跟萧红飞是清清白白, 手机铃声响起, 林晓宁收住了抽气, 抹去脸上的泪痕, 拿起一看是萧红飞打过来的, 本不想接他电话的林晓宁, 架不住此刻崩溃的情绪, 真的需要有个人来安慰, 宁宁啊, 我已经知道工资了, 你在哪儿, 我过去找你, 林晓宁将地址告诉给了萧红飞, 十几分钟后, 萧红飞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林晓宁的面前, 还特地给他带了一份切好的水果, 吃一点都是切的新鲜水果, 还不忘递给林晓宁竹签, 林晓宁看了眼萧红飞, 仍是那副冷军的表情, 拿过竹签挑起一块放, 进嘴里, 面对自己并不感冒的男人, 林晓宁实在是温柔不起来, 心疼林晓宁的脸色苍白, 萧红飞赶紧微笑道, 要不我来喂你吧, 林晓宁随即瞪了眼萧红飞, 我有手, 生怕惹恼林晓宁的萧红飞, 只好闭嘴不再说话, 过了好久才又道, 要不把孩子生下来吧, 见林晓宁并没有回话, 萧红飞于是鼓起勇气道, 现在我找到了新工作, 这个老板人还不错, 我相信, 我会有能力照顾好你们俩的, 林晓宁仍是没有回话, 只是冷冷地嚼着水果, 眼神发呆地望着远方, 给我一个负责任的机会, 行吗? 萧红飞挤尽哀求道, 林晓宁放回手中的竹签, 走吧, 去哪, 回家吗? 萧红飞满怀期待地问了句, 她始终相信林晓宁并不会那么决绝, 林晓宁起身, 头也不回, 去医院, 天色渐渐暗下, 厚厚的云层遮住了月亮, 显得那么朦胧迷茫, 没有了从前的皎洁与明亮, 韩雪莹是扶着墙从西餐厅出来的,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没见过世面给吃撑了, 晚饭过后的两人并没有回去, 而是漫步在充满烟火气息的街头, 也不知林晓宁那边现在怎么了? 韩雪莹牵着李凌峰的手问了句, 李凌峰回头看了眼韩雪莹, 要不我打个电话问一下萧红飞? 嗯, 不要了吧, 这样做太贸然了, 人家也不一定想要我们知道更多, 何况就算知道了, 又能怎么样呢? 韩雪莹接着说了一句道, 也是, 要不要我背你, 看着你走路都费劲, 李凌峰笑道, 谁让你刚才一点也不怜香惜玉, 韩雪莹白了眼李凌峰, 李凌峰见状蹲下来拍了拍自己肩膀, 示意韩雪莹上来, 韩雪莹脸一红, 原地愁出了好一会, 始终没能跨出一步上去, 你确定不要呗, 那我起来了, 李凌峰故作起身道, 说是室内事快, 韩雪莹忙扑了上去, 不要, 我就要你背我, 于是李凌峰一把背起韩雪莹, 韩雪莹幸福地将脸贴在了李凌峰背上, 沿街边走着, 路过一家大排档, 一阵阵刺鼻的游鹰卫随风扑面而来, 李凌峰赶紧闪过来一边, 前方不远处, 三三两两年于四十的中年男子, 围惧一桌举杯碰饮, 这种开心的生活真好, 韩雪莹满是羡慕到, 李凌峰跟着看了过去, 是吗, 一群中年男人围在廉价的桌前, 这杯子一碰, 怎么听都像是梦碎的声音, 好了, 又被安全审核了, 大家有缘江湖再见, 第零八九章, 我又回来了, 韩雪莹愣了一下, 随即拍了下李凌峰的肩膀, 装什么深沉, 每天流离浪荡, 你哪来的梦想, 李凌峰转头瞥了眼韩雪莹, 我有说是自己吗? 没有吗? 韩雪莹回了句, 有吗? 谁知道你啊? 是啊, 谁知道呢? 李凌峰笑着摇了摇头, 要不, 你还是放我下来吧, 怎么了, 我背你都不嫌累, 你倒不乐意了, 李凌峰不解的问, 韩雪莹嘟了嘟嘴, 总有种猪八戒背媳妇的感觉, 李凌峰, 你够了呀, 有见过像我这么帅气的猪八戒吗? 再说, 你也不是俺媳妇啊, 谁知道韩雪莹一听这话, 立马不乐意了, 直接从李凌峰背上溜了下来, 赌气的往前走, 李凌峰脸上顿时泛起一道皱眉, 这女人的脸就真属狗的, 说变就变, 你给我站住, 给你脸了, 这是, 李凌峰喝了一句, 韩雪莹顿时停住了脚步, 转身憋屈地看着李凌峰, 泪珠似乎在眼眶里打转, 你给我过来, 韩雪莹咬了咬嘴唇, 甚是听话地走了过去, 将旁边的一群哥们都给看傻了, 纷纷举目望向李凌峰, 那一众惊讶的眼神中, 可以断定出他们的家庭地位, 韩雪莹重新回到李凌峰的跟前, 满腹委屈, 李凌峰伸手是去韩雪莹眼角的泪光, 想做我媳妇, 就该有做我媳妇的样, 韩雪莹听后瞬间开心道, 那是什么样, 是这样吗, 说完立马凑上来, 亲吻了一下李凌峰的脸颊, 而后伸手挽向李凌峰的手臂, 将头靠在李凌峰的肩上, 哦, 那一群哥们此刻恨不得将手中的酒瓶给扔过来, 留给众人一通狗粮后, 两人愉快地手挽手回家了, 住处, 洗完澡的李凌峰一把舒适地躺在床上, 手中拿着那本猛男秘籍, 这时, 同时洗完澡的韩雪莹擦拭着头发走了进来, 宽松的睡衣录下一大半, 李凌峰瞥了一眼, 提醒道, 赶紧把睡衣给穿好, 一脸不解的韩雪莹忙将睡衣扯了上去, 抬头不解道, 怎么了, 你便信了, 最近查得言, 你心里没点鼻鼠咩, 一出来还是稳住别浪的好, 来, 把这备丹也裹上, 五言十点, 说完李凌峰将空调备丹顺手扔给了韩雪莹, 韩雪莹接住备丹, 难以置信道, 至于吗? 总归没错的, 听到李凌峰这么说, 韩雪莹又给自己裹上了一层的备丹, 这下连个蚊子都飞不进去了, 不是, 这样我怎么擦头发? 裹成粽子的韩雪莹问了一句, 你可以阳台凉快去, 那风大, 韩雪莹将头巾一把丢了过去, 我去阳台裸奔去, 回来, 给我给你擦总裳了吧, 李凌峰赶紧投降道, 韩雪莹玩耳一笑, 愉快地趴在李凌峰的跟前, 眨了眨眼, 还等什么呀你, 风筒拿了, 你指望我用这头巾给你擦的啊, 不行啊, 韩雪莹赌气, 那你还是去阳台吧, 第零九龄章, 拜家娘呢, 一日, 清晨, 李凌峰驾着那辆奔驰一三百来到凤鸣山下, 途经那个熟悉的观景台, 往日之情景不禁浮现脑海, 嘴角一阵轻笑, 你笑什么, 想起前女友了, 坐在副驾驶位的韩雪莹看到李凌峰那浪浪的模样, 不禁问道, 吓得李凌峰手抖了一下, 整个车身也跟着抖了抖, 嘿嘿, 你瞎信号信号信号说啥呢, 李凌峰强装镇定地给反击回去, 韩雪莹狐疑地看着李凌峰, 不是你紧张什么, 我有紧张吗, 你哪里看到我紧张了, 不紧张, 你车子怎么开到对面都来了, 李凌峰这才意识到自己站位了, 还好对面没来车, 赶紧给撇了回来, 再抬头看看上方的后视镜, 后排林旭东和赵月相互依偎着睡得跟死猪一般, 估计车翻了都不知道, 不用说, 这两人昨晚肯定又是背着观众做一些不清不楚的事情去了, 这回韩雪莹抓着自己的屁股直挠痒, 怎么了, 李凌峰关心地问了句, 韩雪莹继续挠了几下, 没什么, 屁股被蚊子咬了两个包, 有点痒, 李凌峰, 昨晚你真阳台裸奔去了啊, 这话刚一落音, 后排前一秒还在熟睡的林旭东和赵月两人纷纷睁开眼靠了过来, 韩雪莹恨不得当下就将李凌峰踹下车去, 要不是现在他拿着方向盘的话, 林旭东和赵月两人盯了好一阵, 中士林旭东忍不住了, 所以盈盈, 你到底有没在阳台裸奔? 滚, 满怀期待等来韩雪莹的一声怒吼, 两人又乖乖地坐回后排继续睡觉去了, 哎, 你俩够了呀, 还睡, 就快到了, 李凌峰看见赶忙给提醒到, 车子来到山上的凤鸣四停车区, 可能是因为今天周末的缘故, 车子比较多, 兜了一圈, 李凌峰好不容易发现一个车位, 刚想停进去, 说时迟那时快, 一辆火红色奥迪瞬间驶了进去, 提前给占了位, 嘿, 你个死仔不讲武德呀, 这位置明明是我先看见的, 气不过的李凌峰刚想下车理论, 却看见火红色奥迪车上下来的车主, 尼玛正是前任二十三陈嘉宜, 这下李凌峰只得乖乖待在车上, 毕竟旁边还韩雪莹坐着, 这回上去跟前任相认, 晚上还不得扒了自己皮, 来个抽干放尽, 这个信号信号信号怎么那么没素质, 明明是我们先到的位, 韩雪莹气不过吐槽道, 李凌峰转头看向韩雪莹, 怎么, 骂到你前女友了, 这种表情, 还不解气的韩雪莹对李凌峰说了句, 李凌峰赶紧摇摇头, 没, 就是看着不像平时的你啊, 怎么不像, 这都欺负到家门口了, 还不允许我吐槽一下, 算了, 我们再找一个位置吧, 赵岳笑道, 于是李凌峰又开车多了一圈, 愣是没有找到停车位, 索性心一横将车停在了草坪上, 下车来的李凌峰看了一眼那寝物践踏草坪的警示牌子, 顺手给转了过去, 凤鸣寺香火鼎盛, 刚到门口便看见一大群的虔诚信徒在上香祈祷, 不过这祈祷的估计可不是什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而是那种烧着几块钱的香许上千万愿望, 我们也去买点香火吧, 赵岳建议道, 来都来了, 刘成肯定要走一下, 不然两手空空的怎显诚意呢? 来到一, 触香火摊荡, 林旭东拿起一包香火问道, 老板, 这多少钱? 一百, 不一价, 摊荡老板淡定的回了句, 我靠, 你咋不去抢? 林旭东忍不住对了一句, 赵岳盲拉了林旭东一把, 示意其往后靠, 自己上前挑选香火, 佛祖面前怎么能这般计较呢? 于是, 李凌峰和林旭东两人推到草纸焚烧的炉子前, 顺势点了支烟, 真是败家娘们, 李凌峰笑着摇摇头, 他用你钱了? 林旭东猛地抽了一口吐出, 以后结了婚, 他的不就是我的? 李凌峰? 不过好像是这么一个道理, 李凌峰谈了谭烟灰, 两个女人买好拎着香火走了过来, 其中赵岳满意地笑道, 我们进去吧。 林旭东将手中的烟丢地上一脚踩灭, 牵上赵岳的手转身朝里走了去, 我们也进去吧。 韩雪莹提醒李凌峰道, 舍不得将梅抽完的烟丢掉, 于是李凌峰赶紧多吸了两口, 最后才按在那炉子边熄灭, 将烟头弹进了香炉中, 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 转身看见韩雪莹拎着两份香火, 他娘的, 这娘们比赵岳还败家。 第091章, 奉鸣寺求签, 进了大门, 穿过卖式品法器的狼间, 映入眼前的便是主殿大雄宝殿, 殿内供奉着一尊巨大的世家牟尼佛像, 宝箱庄严, 佛光四溢, 一众善男性女们虔诚地跪在佛像前, 焚香祷告。 人啊, 秋其一生大多数都是平凡的, 其实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与家人团聚就是最好的局面。 至于钱嘛, 当然也是要的, 不然老婆都娶不到, 主殿后还有几座其他神像散落环绕, 所思之能各有不同, 有仇子, 长才, 文父, 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拜呢? 赵岳拿不定主意地随口问了句, 随即和林徐东对视了一眼, 两人不约而同道, 先宋子观音吧。 李凌峰实话在原地, 这什么情况? 还莫等他回过神来, 林徐东和赵岳两人早已手牵手, 朝宋子观音殿去了。 不是, 这乃需要劳烦诸神, 实在不行你找我也可以啊。 这种替人解忧的事情, 李人还是很乐意效劳的, 完事顿两钟汤补补就行, 我们也去拜宋子观音吧。 韩雪莹跟着道, 李凌峰, 滚, 老子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谁知韩雪莹也不气, 反而一笑, 所以唯有我, 你希望有来生, 是吗? 最终溜不过韩雪莹, 李凌峰被拉扯着来到宋子观音殿。 别说, 这里香火也是相当的旺盛, 看来需求市场还蛮大的。 哪一天转行坐不运不遇, 或许还真能大捞一笔。 拜完宋子观音, 韩雪莹和赵岳又吆喝着去拜其他几路的神像。 李凌峰远眺了下寺庙屋顶的避雷针, 算了还是不如求几吧。 你们去吧, 我求两千解货去。 李凌峰撂下话后便脱离了几人, 独自来到求千处, 也没过多行事, 直接从千筒里忙抽了一支。 无奈解千是要天香油钱的, 李凌峰摸了摸空荡荡的口袋, 才发现自己TM的根本没带零钱。 这会转头回去找他们也不现实, 于是对解千的大师道, 大师, 看在佛祖的份上可否先普度众生? 大师随手掏出一张收款二维码贴在了功德箱上面, 双手合十做了个请的手势。 李凌峰怀疑地看了眼那张收款二维码, 你这该不会是私人的吧? 大师看了一下李凌峰, 出家人不打狂语, 不是。 于是李凌峰打开手机扫了下二维码, 将香油钱转了过去, 完成后便把手上的签递给了大师。 大师接过来看了眼, 施主这是求的哪一块? 李凌峰眼睛一转, 笑道, 你猜, 大师平静地呼吸了一口气息, 平僧虽是解千试闻, 但在达摩院也略习拳脚。 李凌峰? 求的姻缘, 随即想了个由头回道。 大师点点头, 看了看竹签上的签文, 翻到对应的解析页面。 对李凌峰道, 你这姻缘坎坷不定, 怕是钟南与心爱之人一起。 李凌峰没一咒, 只上得来钟绝浅, 有精力才有发言权。 于是对大师道, 大师, 你有过初恋吗? 大师一愣, 随即回了句, 出家人早已六根清静。 不, 不, 你斟酌了一下, 点点头。 这样, 你试着重温下, 两人曾经最美, 好的感觉。 平道繁星一断, 自无多心。 李凌峰点头表示赞同, 大师既繁星一断, 又和聚在面对。 是吧? 犹豫了几分, 似乎说的也是有几分道理, 这不刚好可以考验一下自己的修行。 于是大师按照李凌峰说的, 尝试了一下回忆曾经的美好。 回忆至深处, 嘴角不绝的一笑。 李凌峰当下可以肯定, 感情这事是找对人了。 于是又被大师道, 有精力才可以谈放下, 才能说误。 大师可否说说, 你的放下之路, 也好, 让我少走弯路。 大师收起甜甜的笑容, 想了想这一路走来的历程, 渐渐神情凝重。 这几番表情的变化, 大师的繁星怕是断到九霄云外去了。 直至三人找到李凌峰, 看见大师正抱着李凌峰埋头痛哭。 三人纷纷面面相去, 这咋个情况? 所谓的雾透,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放下, 只是因为时间冲淡了一切, 或是因为眼前的忙碌掩盖了那不堪的回首。 甭管亲情, 友情, 还是爱情, 亦或是这世间的诸多规则, 更多的时候都是在给自己化地为牢, 只能矿住没能力的自己。 第092章 误会 中午时分, 几人来到寺庙的摘堂用膳, 清一色的素材。 本想着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凑大伙去吃顿好的, 灵续东那家伙死活不愿意。 说, 好歹也是捐了香火钱的, 不能亏太多。 摘堂, 几人各自拿着自己的摘饭寻到一处位置坐下。 李凌峰环顾了一下四周, 一道熟悉的人影瞬间映入眼帘。 就是早上跟自己抢车位的陈嘉怡, 还真是孽缘十足, 哪哪都能遇见她。 只见陈嘉怡旁边还坐着一位少妇, 看上去贵族气质爆棚, 微微素颜下的清秀脸颊极佳。 虽说陈嘉怡看起来比较年轻一些, 但是那气质绝对没法与之比。 有些东西是从骨子里由内而外的, 叫什么来着? 韩阳。 陈嘉怡起身对着那位少妇笑了一下后, 便转身离开, 看方向好像是去洗手间。 于是李凌峰放下手中的筷子, 也跟着起身。 你去哪儿啊? 韩雪莹好奇地问了句, 李凌峰, 我去趟洗手间, 没有回头直直离开。 别管她, 一到吃饭就屎妙多, 估计这饭菜不合她的胃口, 去加餐。 林旭东笑道, 韩雪莹顿时白了眼林旭东, 自己男人自己说可以, 别人几个意思。 Gate到韩雪莹眼神后的林旭东, 立马失去地低下头感, 仅吃自己的斋饭。 女人这生物, 谁也摸不准, 犯不着用命开玩笑。 一旁的赵岳笑了下, 加起自己碗里的一道素菜给林旭东, 多吃点, 嘴里嚼着饭就不会乱说话了。 林旭东, 来到洗手间的李凌峰, 特地在外面的洗手池等候着陈嘉宜。 哟, 那么巧, 又在这遇见你了。 见陈嘉宜出来, 李凌峰打招呼道, 陈嘉宜没有急着回话, 而是来到洗手池先洗了把手, 烘干后才转身面向李凌峰。 怎么, 今早抢了你车位, 在这特地等着我啊。 陈嘉宜微笑道, 李凌峰摇摇头, 在你心里, 我就是这么小气的一个男人啊。 你小不小气我不知道, 但你扎我倒是挺清楚的。 李凌峰没一咒,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陈嘉宜顿时冷笑一声, 不要说以前我跟你交往, 你还去勾搭另外一个女人, 这误会。 没没, 这完全是事实。 李凌峰痛快地承认道, 谁让咱当年穷呢? 陈嘉宜顿时没好气, 死渣男, 不过做事咱得讲良心, 当年从富婆手中赚来的辛苦费, 你买项链去了。 听到这话, 陈嘉宜瞬间由生气变得满脸羞红, 分手后, 我不是还回给你了? 那当时你是接受了的? 可那会我并不知情。 陈嘉宜极力地解释道, 得得, 这些陈芝麻烂骨子的事情都翻篇了, 咱不提了好吧。 李凌峰中断这话题道, 陈嘉宜气得两手交叉于胸前, 努力平复着呼吸气息。 诶, 对了, 你旁边那位少妇是谁啊? 你朋友? 李凌峰趁势问道, 你管这干嘛? 没影响到你吧? 陈嘉宜回了句, 李凌峰点上了一根烟, 瞧瞧你这话说的, 就不能关心关心一下你。 谢谢你的黄鼠狼给击败年。 李凌峰慢悠悠地吸了口烟, 谈了谈灰, 好歹在飞东征收事情, 上午还帮了你一把, 用不着还那么恨我吧? 那是我用条件换的, 要知道我们项目在你之行存了2.1, 一元的征收补偿款。 陈嘉宜自认为这事情他不欠李凌峰的。 李凌峰笑着摇了摇头, 傻女人, 你真以为我在乎你那点存款, 接着再吐了口纤物, 光拆签款我就有一千万。 你觉得我会在乎银行这点业界? 听到这些话, 陈嘉宜不觉愣了一下, 这倒是他从来没想过的。 就这样沉默了几妙, 李凌峰将烟熄灭, 行了, 我回去了。 将熄灭的烟头丢进旁边的垃圾桶, 李凌峰转身准备离开, 却被陈嘉宜一把叫住, 她是世国资委主任的妻子, 今天陪她出来散心。 李凌峰点点头, 果然来头不简单, 行, 那你们玩好。 诶? 陈嘉宜再次叫停了欲离去的李凌峰, 明天我们约了主任汇报工作。 要不要一起? 李凌峰稍些惊讶地看了眼陈嘉宜, 这是打算给自己牵线吗? 要知道国资委下面可是管着一大批的国有企业, 不乏实力强劲的。 若能拉来这些企业到自己之行走资金流水, 那存款不蹭蹭往上窜。 大摇行那个位置是指日可待啊。 李凌峰稍思索了一下, 行, 那我跟着去见见世面呗。 对了, 今早你车副驾驶那妹子是你女朋友吗? 陈嘉宜中是问了句, 嗯, 李凌峰一笑, 我女朋友, 可以看见一丝失落的眼神从陈嘉宜眼睛闪过。 哦? 吃完斋饭后, 几人便离开凤明寺, 门口遇到之前解签的那位大师, 背着一个行囊。 李凌峰上前招呼道, 大师这是要去出差吗? 大师双手合十, 缓缓道, 平僧要还俗, 你说的对精力才是最好的产物。 李凌峰看了眼大师, 点点头, 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盘缠够不, 要不要我再给你添些香火钱? 好意心领了, 这些年四里发的一单费也是攒了些, 够了。 那大师这第一站准备去哪啊? 回家。 大师微笑了一下, 也是, 回家先看看父母家人吧。 李凌峰认可道, 那然后呢? 接受家族产业, 赢取苏氏千金。 李凌峰? 第093章, 曾经的兴趣。 目送大师离去, 林旭东叼着牙签走上前来, 李凌峰瞥了眼。 他娘的你吃个斋饭, 还要用牙签?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吃的是什么山珍海味。 林旭东赚了两圈牙签, 话可不能这么说, 有什么山珍海味能比这斋饭健康? 那倒是, 还得是你, 连穷也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咋说话的这事, 哥我吃不起吗? 哟, 那什么时候带我们去尝尝? 李凌峰过来一把, 勾搭住林旭东的肩膀。 嗨, 有时间一定。 林旭东赶紧搪塞道, 请大伙去吃山珍海味, 这不必要了他命强。 李凌峰一笑, 不用改天, 就今晚吧, 到时给你多点两份生蚝, 助助威。 眼见李凌峰死咬着不放, 林旭东赶紧转移话提道, 刚想跟你说什么来着。 对了, 我们来都来了, 去这凤鸣山顶看看吧。 你的意思还是月姐提的? 李凌峰笑问道, 林旭东不解, 这有什么区别吗? 没, 只是听说这凤鸣山 可是夜晚野战胜地啊, 刚好我车尾箱有顶帐篷, 要不要见你又用。 后面的月姐听到这话, 悄悄把脸转过去了一边, 林旭东忙连着咳了两声,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们能是那样的人? 呃, 那不用算了。 林旭东看了一下四周, 稍稍低头细声道, 你那帐篷私密性怎样? 李凌峰邪魅一笑, 相当好, 就是不隔音, 清测。 你这是跟谁清测的呃? 这下一旁的韩雪莹 听到不干了, 忙上前质问道, 李凌峰没一皱, 不就跟你吗? 那晚周边一片 就属你喊的最大声。 韩雪莹一张秀脸, 瞬间涨得通红, 隔一边的月姐 极力控制住自己不笑出声来, 林旭东则一脸的错愕。 感情都是你小子, 给玩剩下的呀。 凤鸣寺在山中夭, 好在沿山公路 可以直接开车 上到离山顶不远的地方, 那里有一个推平的停车地。 若是在节假日游玩旺期, 为保障游客通行和安全 是限制开车上山。 所幸, 今天游客不多, 李凌峰一行 驾车来到山顶的停车地, 将车放好。 几人下车, 望了下就在眼前的山顶, 也就几百米的距离了。 于是结伴行, 往山顶处攀登阶天上。 别看是几百米的距离, 也消耗了几人大半的体力, 毕竟上山是克服重力做工。 沿路也就稀稀松松的几个人影, 一上到山顶, 好家伙黑压压的一片。 原来人都聚集在山顶了, 究竟是什么好风光, 值得众人拥挤在这。 况且, 这里还没到夜晚啊。 山顶是一块块的岩石结构, 一块凸起的巨石上面 刻着凤鸣山三个大字, 染上红漆, 旁边则是竖着一个标牌, 上面写着, 我在凤鸣山等你。 几人爬上岩石顶, 一股清风袭来甚是疑人, 刚上山道上难免几分酷热。 林旭东赶紧掏出手机递给李凌峰, 帮我和赵月拍张照片吧。 李凌峰接过手机, 林旭东忙和赵月摆了个恩爱的pose, 李凌峰随手按下快门。 拍完后, 林旭东赶紧过来看看效果, 只见照片上赫然一位靓丽的女孩, 伟岸如风。 不让你给我们拍照吗? 我和赵月呢? 林旭东问道, 不像片里吗? 李凌峰拿过手机, 放大了照片, 在一旁侧角找到了两人。 林旭东, 你压的赶紧给我重拍一张, 这算什么事? 林旭东不悦道, 好好, 李凌峰一把拿过手机, 那这张我删掉了额。 别啊, 我512G的手机还差这一张照片, 说完跑去跟赵月重新摆了个pose。 怎么了? 刚不是照过相了吗? 赵月不解, 效果不好, 重新再拍一张。 我们一起看镜头。 林旭东提醒道, 翻拍了一张后, 效果果然就立马不同, 虽然都是闭着眼的, 但至少两人是在相片中央了。 就当几人饶有兴趣地 眺望着这座城市的风景时, 下方一阵的歌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原来是一个电吉他热爱者, 在下方一处平坦石块上尽情地演奏着。 电吉他在他的波动下, 响起了激情的旋律, 大火纷纷围了上去。 我们也过去看看吧。 韩雪莹提议道, 几人来到围观的人群中, 不少已经在拿着手机拍摄了, 上传至短视频软件。 一曲演奏下来, 收获了不少的掌声, 其中还不乏有女孩小声道, 好帅额。 李凌峰看了眼那戴着黑口罩的演奏小哥, 帅你妹啊, 你还能透视啊。 不过这看的李凌峰有些手痒痒, 好几年没碰过那玩意了, 曾经的兴趣早已让给了生活。 有谁想上来弹一曲吗? 小哥热情地问道, 韩雪莹回头, 你会吗? 一点点。 李凌峰随口回了句, 也没在意。 谁知韩雪莹当下高举手来, 这边, 这边。 说完还一把将李凌峰推了出去。 顿时, 一阵掌声响起, 先别说弹得好不好, 能站出来就已经勇气可加了。 李凌峰? 小哥赶紧让弦, 取下自己的电吉他递给李凌峰, 还贴心地问道, 你想弹奏哪一曲? 我给你找半乐。 李凌峰接过电吉他一笑, 来都来了, 那就弹奏一曲吧。 许薇的, 曾经的你, 再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青春没有售价, 花呗赶到拉萨, 去T&M上班。 熟悉的旋律响起, 众人不自觉地挥动了手臂, 闭上双眼, 仿佛已经在路上。 李凌峰拿起波片, 伴随着第一句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播下去。 众人也就在这一刻, 听到了有史以来 最破音的电吉他弹奏。 韩雪莹不禁眉一皱, 嗯, 这水平确实只有一点点。 好事者当下就开通了在线直播,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 地址发我, 四十米的砍刀, 让他先跑三十九米。 不过这让李凌峰 彻底在某音短视频爆火了, 成为华语乐坛现象级的存在。 碧雷哥来了, 都得退让三分。 第零九四章, 夜里多文部。 演奏完, 李凌峰潇洒帅气地 回到韩雪莹身边。 我刚才谈得怎么样, 还行吧? 嗯, 还行。 韩雪莹点了点头, 对了, 等会下山的时候戴个口罩吧。 李凌峰一脸都不解, 为什么? 他怕你被人打。 这时林旭东补了一句道, 李凌峰? 几人离开岩石顶, 回到停车的地方, 休息了会。 韩雪莹和赵月两人 结伴到边上欣赏岩山的风景, 而李凌峰和林旭东 则趁这个空荡抽了根烟。 我救负你这不要脸的勇气, 弹成这鸟样还赶上去表演, 真有你的。 林旭东摇了摇头, 鄙视了一眼自己这兄弟。 李凌峰一乐呵, 你不会真以为哥我就这水平吧? 想当年, 我可是靠这手艺拿下了姚雪姐的。 林旭东自然是一脸的不相信, 那他也怪可怜的, 英律失聪。 见林旭东不信, 李凌峰忙找出以前练习录的视频, 来来, 给你看看哥的实力。 林旭东接过一看, 爷, 还真是弹得有模有样的。 虽说不上很顶级, 但是比起刚才那谈的, 简直不知强多少倍去了。 将手机还回给李凌峰, 林旭东问道, 那刚才你为什么瞎信号信号信号谈? 你这就不懂了吧? 那叫哗众屈宠。 李凌峰给解释道, 说完吸了口烟, 以我的实力, 即使尽力的谈也就那样了, 平庸而不出彩。 但是, 李凌峰看了眼林旭东, 如果我谈得烂得无以复加, 那么众人便会记得我, 记得曾有我这么一个人, 谈过这么一首歌。 林旭东思索了一下, 将手中的烟头熄灭谈飞, 有意义吗? 李凌峰望了眼远方, 那就要看, 你怎么想了? 做不到轻史留名, 那就一臭万年, 就怕你连一臭万年的能力都没有。 李凌峰也跟着熄灭了手里的烟, 看了眼手机时间, 下午三点多了, 差不多该回去了, 于是对林旭东道, 把他俩喊回来了吧, 我们该回去了。 林旭东迟疑了一下, 要不你那帐篷还是借我吧? 赵月说他想看日出。 李凌峰? 给林旭东留下那顶帐篷后, 李凌峰递过去一颗开封过的Durax, 拿着割上回用剩下的。 我们都拜宋子观音了, 还用得着那玩意。 林旭东回了句, 李凌峰一点都不敢置信, 你他娘完真的啊? 那不然呢, 像你一样轮换着俩啊。 林旭东反问了一句, 不, 李凌峰竟被一时堵的语塞, 我让你练习入门, 没让你汗锁啊。 李凌峰看了眼自己这兄弟。 不是, 你可得想好了, 恋爱跟结婚是完全不一样的。 李凌峰终是劝道, 行了, 兄弟有自己的幸福, 自己知道。 林旭东潇洒的笑了句, 哎, 有没六神去闻水啊? 夜里蚊子多不多? 林旭东接着问了句, 怎么, 你俩还想走出帐篷外表演啊? 你说的什么话? 林旭东停顿了一下, 不过年轻人也是要有创新的精神不是? 第095章, 想起了以前我删你的时候, 副驾驶位, 寒雪莹记好安全, 转头看向李凌峰, 你兄弟和月姐真不会啊。 跟你一样, 月姐也想要看日出。 李凌峰启动车子, 寒雪莹瞬间脸一红, 真是似是如虎的年纪啊, 说的一点也不差。 车辆缓缓驶离而去, 剩下林旭东和赵岳两人在后面挥了挥手, 随即两人相视一笑。 只是让林旭东没想到的是, 山顶压根就没两人的帐篷位置, 都给人占了。 最终选在了一处草丛边, 正好那里有个红蚂蚁窝。 路上, 属实有点累了的韩雪莹稍微小气了一会, 等再次睁开眼睛时, 已进小区门口。 将车停在地下车库, 两人来到小区里的前大妈买了些今晚的菜。 正是做晚饭时候, 人还蛮多, 好不容易排队买完单, 两人赶紧起开人群。 李凌峰拎着袋子, 韩雪莹则搂着李凌峰的手臂, 我们明天还出去吗? 想起今天在凤明寺斋堂陈嘉宜说的事, 李凌峰回道, 明天有事, 去脖子尾一趟。 好吧, 男儿以事业为重, 听到李凌峰说有事, 韩雪莹自然也不敢多家打扰, 明天就自己在家多家休息了。 周日, 陈嘉宜开着她那火红色的奥迪来到小区门口, 接上李凌峰。 刚进车内, 便闻到一股独特清新的香味, 令人舒适。 之前与陈嘉宜在一起时, 她也是个甚有生活品位的女人, 无奈自己的钱包并不能支撑起她的品位。 两人来到约定的地点, 下车便看见了万恒地产的总经理张旭。 李凌峰之前在签约征收协议时, 见过她一面, 相互也算是认识。 而张旭这次之所以答应陈嘉宜让李凌峰参会, 也是想着通过李凌峰搭上S农商行这条线。 为日后项目融资启动做一些铺垫, 前期资金用尽后, 开发贷融资是绕不开的路。 进了国资委办公大楼, 来到三楼会议室, 会晤人员早已将会议室布置好。 按照桌上放置好的名牌, 各自落座, 对面的中间位置自然是留给郭主任的。 众人等了一小会, 郭主任才领着几位工作人员来到会议室就做。 令人李凌峰没想到的是, 这郭主任还四十不到的年纪。 这世国资委主任一直怎么说也得是处级干部吧? 这年龄就干上了处级, 妥妥的能忍。 若是日后不出差错, 在家底力前行, 前途无限。 李凌峰不觉多看了两眼, 略显风霜的外表下, 一双眼睛目光如炬, 确实是那种实感派。 简单地寒暄了一下, 会议正式进入主题。 作为万恒地产的总经理, 张旭就此次飞东相关征收工作做了一个疏离汇报。 陈嘉宜作为此次飞东征收项目的负责人, 对汇报内容做了补充发言, 让郭主任前前后后详细地了解了一遍 目前正在推进的征收工作。 其中最为关心的还是涉及的民生问题, 征收工作涉及群众广, 并保证一定以群众的利益为根本, 依法杜绝强拆。 以此为契机, 向郭主任介绍了飞东第一位签下征收协议的业主李凌峰。 自是李凌峰与郭主任有了第一次正式的照面。 会议结束后, 郭主任做了几点的工作部署, 提出相应的工作要求。 张总随身秘书都一一记载了本子上。 从国资委办公大楼出来, 张总有事先行离开, 这种级别的人物自然是事情繁忙。 中午请你吃顿饭吧, 算是对今天你带我出来的筹线。 李凌峰笑道, 陈嘉一看向李凌峰, 眼前这个往日的浪荡子总感觉哪里变了。 但又说不出来, 行啊, 我来订呗, 你买单。 没问题, 说了请你, 别太贵的就行。 李凌峰回道, 两人上了车, 火红色的奥迪静直驶入了市区, 来到了S市的标志性大厦。 最顶层那里设有旋转餐厅, 号称全市区最romantic的地方。 李凌峰傻眼地看着面前这标志性大厦, 你该不会是想在上面的旋转餐厅吃吧? 有问题吗? 陈嘉一淡淡一笑, 李凌峰没一皱, 不是, 我好像想起来了, 我家阳台上晾晒的衣服还没收, 得先回去。 陈嘉一一把抓住李凌峰的手, 拽着就是往里走, 根本不给李凌峰有任何溜走的机会。 高层电梯内就两人乘坐, 陈嘉一看了眼李凌峰。 你知道吗? 以前跟你在一起时最远大的梦想, 就是希望有一天你能带我来这旋转餐厅。 李凌峰点点头, 那你这梦想着实有点破费。 咋的, 不是你说要请我的吗? 陈嘉一笑道, 现在撤回来得及吗? 定, 电梯来到了旋转餐厅楼层, 打开的瞬间, 李凌峰就已仿佛闻到了金钱的味道。 要了两人套餐, 选了个靠窗的位置, 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市区, 那格局扑通一下就打开了, 要是再整上两杯就可以规划整个市区的未来了。 你知道吗? 那郭主任不仅能干, 还是个难得的多情郎, 与他妻子简直是对典型模范夫妻, 举案其媒。 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李凌峰好奇地问道, 胆情这么深, 青梅竹马, 打小就认识, 相恋十余年直至不入婚姻的殿堂。 陈嘉一说着说着, 眼神尽是流露出的羡慕, 毕竟谁不想拥有一份理想中的爱情? 可惜, 可惜什么? 李凌峰立马提起了十二分精神准备吃瓜了, 坚贞的爱情都是多曲折的。 陈嘉一叹了口气,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他妻子一直怀不上。 哦, 所以昨天你是陪国主任的妻子去拜宋子观音? 陈嘉一点点头, 我跟他妻子是大学时的社友, 一早就认识, 所以聊得比较开。 李凌峰? 不是, 你一早就认识人家了, 当初跟你交往时怎么不给我帮个大腿? 难道你是在考验我的自我奋斗? 陈嘉一看了眼李凌峰, 你那什么表情? 没, 想起了以前我删你的时候。 陈嘉一听后瞬间脸一红, 屁股隐约火辣火辣的疼。 第096章, 半夜的7号, 旋转餐厅出来后, 陈嘉一先送李凌峰回了小区, 刚下车电话铃声就响了。 李凌峰拿起一看, 是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换做以前会丝毫不犹豫的挂了。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好歹是这行行长了, 要是有什么大客户找上门呢? 想想李凌峰都迫不及待地接通电话。 喂, 你好, 刁吗? 李凌峰顿时眉头一皱, 这TM是哪个狗子啊? 你才是刁毛, 你全家都刁毛。 刚想对回去来着, 李凌峰停顿了下, 不过这声音确实有点耳熟啊。 对方见李凌峰没有回话, 忙接着道, 我是阿海啊。 哦, 阿海啊,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李凌峰迎合着敷衍道, 你嘛不是把这小子的电话给拉黑了吗? 咋还换了个电话打过来? 为了区区几百块钱, 不至于吧? 当年借你的那两千块钱打胎费, 我都没让你还呢。 我要结婚了, 明天过来喝几杯啊, 兄弟几个好久没见过面了。 阿海高兴道, 结婚? 李凌峰顿时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对啊, 姚学姐答应嫁给我了, 阿海开心的像个小孩, 你不早谢吗? 怎么治好了呀? 李凌峰下意识的问了一句, 对方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静, 许久电话里头才传来一阵歇斯底里的怒吼。 你才早谢, 你全家都早谢。 嘟嘟嘟。 眼前对方挂了电话, 李凌峰沉思了片刻, 这般环境下姚学姐还选择嫁给阿海。 但一想到阿海父母那千万级的身家, 阿海又是独子, 似乎一切又合理了。 不管怎样, 还是祝福吧, 又一对新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嗯, 不对, 是走进了婚姻的围城。 刚进小区, 李凌峰便又再次收到了阿海发来的信息, 是电子请帖。 里面是邀请内容, 著名了酒席的时间地点, 还附有新人系列的婚纱照。 嗯, 姚学姐这身材确实没得说。 李凌峰用批判性的眼光审视了一遍。 回到住房, 韩雪莹正在厅里做瑜伽, 身材比那姚学姐有过之而无不及。 看见李凌峰进来, 韩雪莹忙笑着打招呼道, 你回来了, 大中午的你不休息一下, 练什么瑜伽啊? 李凌峰回了去, 将车钥匙放在了玄关柜上。 韩雪莹继续坐着自己的瑜伽, 睡了一上午了, 在躺床上就要发芽了。 李凌峰过来, 将西装外套脱下放沙发, 一把坐了下来, 欣赏着韩雪莹的瑜伽动作。 不得不说, 这紧身的瑜伽服, 真TM有着致命性的诱惑。 对了, 明天阿海结婚, 你跟不跟我一起去参加婚礼酒席? 李凌峰问道, 韩雪莹停下了动作, 阿海, 就是上次大学城遇到的姚学姐的男友, 我以前的兄弟好哥们。 哦, 就是见你钱打胎的那兄弟啊。 李凌峰? 韩雪莹想了好一会, 算了, 我就不去了, 明天周一上班, 我还是积极表现吧。 李凌峰看了眼韩雪莹, 明白她的意思, 现在正是她升职的关键时刻, 千万不能掉链子。 那行吧, 明天我自己去了。 说完, 李凌峰起身, 准备离开客厅。 你去哪儿啊? 韩雪莹急忙问了句, 李凌峰没有回头, 进房间休息一会, 累死了。 那我也要休息。 韩雪莹急, 忙起身, 李凌峰见状, 一把快速进了房间, 把门给反锁上。 你进来, 我还有的消息面? 哼, 气得韩雪莹在门外一跺脚。 夜晚, 深秋的晚风格外清爽, 皎洁的圆月高悬夜空甚是明亮。 凤鸣山下, 便是连接成片的万家灯火, 一幅人间盛世景象。 可惜林旭东可没那好心情, 欣赏这眼前的美景。 还疼吗? 赵月给林旭东屁股上那被红蚂蚁咬的红肿抹上一些六神花露水。 红肿布满林旭东屁股两边, 一边那被做坏的红蚂蚁窝仿佛似一张的笑脸在嘲讽。 赵月脚跟也是被咬了一两处, 林旭东顾不上自己的痛处, 怜惜地看了眼赵月伤口。 要不, 我们还是回去吧。 赵月想了一下提议道, 这六神花露水也治不了红蚂蚁。 确实, 如今屁股这番状况, 已经很难再有自己发挥的余地了。 与其继续待在这受罪, 还不如早些地回去, 兴许还有要涂抹一下被咬的红肿。 于是, 林旭东拿来手机呼叫某滴快车, 可是这三更半夜山顶上哪有车接单啊? 无奈之下, 林旭东只好拨通自己好兄弟李凌峰的电话。 你快来吧, 再不来我林旭东就要交代在这了。 林旭东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电话里击惨到。 这边还以为林旭东被人揍了的李凌峰, 赶紧火急火燎地驱车来到凤鸣山顶。 李凌峰和韩雪银俩人穿着睡衣按着电话里的指引找到了林旭东所在的录影点。 当李凌峰看到林旭东屁股上那布满的红肿, 下意识地先是拿出手机拍下来。 这千古奇观可谓是难得一见。 你压得这是被烟火冲到屁股了吗? 林旭东, 别在那风乱话了, 赶紧送回趟医院, 老子TM坐到红蚂蚁窝了。 李凌峰听后都不觉一阵肉疼, 就红蚂蚁的那一酸一个都难顶了。 更何况林旭东还被咬了满满整衣屁股。 李凌峰赶紧架起林旭东就往停车区走, 赵岳帮忙搀扶着韩雪银在前面打灯。 下山的路不好走, 况且还是在夜晚, 每一步的用力林旭东都紧咬牙根。 你压的是光屁股做蚂蚁窝了吗? 被咬得那么惨, 按理穿了裤子不至于啊! 这话说的赵岳脸上一阵一阵的泛红, 具体的情况只有俩人清楚。 李凌峰120的车速直备医院急诊室, 医生忙给林旭东安排了点滴, 并在被咬处涂抹了一些缓解乙酸的膏药。 诊治医生忍不住笑道, 你朋友被咬的地方挺奇特的啊, 别人大多都是在手脚上, 他却整个屁股都是。 怎么, 你朋友大半夜在野外拉屎啊? 第097章, 这, 不能啊! 弄好一切, 林旭东反躺在床上, 没什么大案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明天还要去趟济市。 旁边的赵岳见状忙回道, 没事, 你们先回吧, 这有我就行了。 李凌峰点点头, 要不是固执这里是病房, 高低给林旭东整支烟, 那呛人的尼鼓钉烟雾才是最好的阵痛剂, 如果不行, 那就再抽多一支。 诶, 我真走了呀! 李凌峰对床上的林旭东说道, 此时林旭东转头看向李凌峰, 你咋没告诉我那还有红蚂蚁窝啊? 李凌峰一笑, 我也不知道你创新到这种境界啊? 离开医院, 李凌峰向身后的韩雪莹问道, 你冷不冷, 就穿了件睡衣, 难道我说冷你还能把你衣服拔下来, 对我穿不成? 李凌峰, 没, 我也就是随口问问, 等会上了车就不冷啊。 韩雪莹, 接上车辆人烟洗手, 身后的医院却灯火通明, 人声嘈杂, 上演着一幕幕生老病死的轮回, 回去补了个觉, 直接睡到九点多, 这回韩雪莹早已上班去了。 车要是出了门, 门口不远处遇见了隔壁葛大爷, 以及那后来的阿姨。 还别说, 看待葛大爷的面色, 真有点越活越年轻啊, 这就是爱情的滋润吗? 李凌峰伸手与葛大爷打了个招呼, 葛大爷笑问道, 一早上班去啊, 朋友结婚, 去济世一趟。 李凌峰笑着回了聚, 看着李凌峰下楼的背影, 葛大爷温情一笑, 都长大了, 以后就是你们的世界了。 旁边的阿姨看了眼自己老伴的大爷, 你不也还年轻吗? 驾车出了小区, 刚好在路边看见了一家福利彩票店, 于是李凌峰将车靠边停下, 进了彩票店, 彩票店老板热情地招呼道, 买彩票吗? 李凌峰看了一圈, 最后目光落在了玻璃柜里, 那一叠叠的呱呱乐上。 老板, 你那单张面值二十元的百发百中, 呱呱乐最高中奖金额多少啊? 老板用手指向百发百中呱呱乐? 你说这个啊, 这个最高中奖金额一百万。 李凌峰听后点点头, 行, 那一叠都给我。 彩票店老板有点不敢相信的, 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提醒一下, 这可不是百分百包中的, 你确定要一叠? 对, 要一叠。 李凌峰再次确认道, 最后给彩票店老板支付了六百元, 李凌峰将那一叠呱呱乐塞进了红包袋, 颠了下那沉甸甸的红包, 李凌峰嘴角微微一笑, 这随得李净够有诚意了吧。 于是重新上车, 直奔纪事某酒店, 由于坐开了早上的上班高峰期, 路程通畅无阻。 很快, 近两个钟的时间, 李凌峰便到达了酒席地点。 在酒店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将车停进了酒席专用停车区, 似乎这家酒店阿海家里也有些股份。 车上的李凌峰拿出手机看了眼时间, 11点47分, 入席时间是11点半。 离正式开席也还有些时间, 李凌峰慢悠悠地来到酒店三楼。 在李京处做了登记, 当收李京的那位阿叔看到李凌峰那厚厚的红包袋时, 整个人表情都惊了。 连忙更加客气了几分, 这打扮, 这俊俏帅气的面容, 指不定又是哪家的公子哥怠慢不得。 在姐妹团呢? 热情招待指引下, 李凌峰来到了自己的旧座区。 看来这张桌就自己来得最早, 李凌峰看了下孤零零的座位, 好事地他望了下四周。 尼玛的那阵仗属实有点吓人, 整整九十九围, 意味天长第九吗? 再细细一看, 好家伙, 阿海前女友都给了三围, 这强度玩法怪不得早些了。 宾客陆陆续续入座, 最后李凌峰这一桌就位的才七个人, 其中两人才是李凌峰认识的, 剩下那五个连面都没见过。 你说是同大学的吧? 那也不至于满头白发啊? 难不成他们是上几节的老师兄? 哪怕就是认识的那两人, 也是之前玩过一场的狼人杀游戏, 名字都还不清楚的那种, 还说兄弟好久不见一起喝几杯。 尼玛的, 这就冲老子李进来的吧? 好在哥只买了一碟的呱呱乐, 李凌峰心中暗保, 千万年不联系, 一联系不是结婚酒, 就是满月酒, 狗子见了都摇头。 婚礼在隆重的举行, 台上的姚学姐看似在笑, 实则一副心事重重的神态, 眼神四处张望, 似乎在寻找什么, 直到看见了坐后排的李凌峰, 才露出了那由内而外的笑容。 察觉到姚学姐的眼神, 李凌峰挥手招了个招呼, 仍旧从前的模样。 那么新娘, 你愿意嫁给新郎吗? 主持人笑问道, 愿意。 闭眼的瞬间, 脑海全是刚才李凌峰的模样。 无心婚礼流程的李凌峰, 使劲地开吃起来, 尼玛的, 花了老子六百大羊, 可不能亏本了。 要不是故着要开车, 桌上的那羊酒, 保证给你一滴不留。 不过好在是自己第一个来, 先把桌上的那两包花子 给收入囊中了, 多少挽回些损失。 想起林旭东只会还在医院躺着, 要不等会给他打包点回去。 于是拿出手机给林旭东拍照发了过去, 谁知道对方一脸的不屑, 老子不吃接来之食。 酒席最后, 姚学姐借着敬酒的名义 找到了李凌峰, 这回宾客也散得差不多了。 而阿海则被围绕在亲戚朋友的人海中。 今天的姚学姐格外漂亮, 由于是胸前的那事业线分外明显, 让人垂涎, 阿海的病治好了吗? 李凌峰问道, 姚学姐摇了摇头, 李凌峰不禁眉一皱, 这样你也愿意嫁给阿海啊, 不会后悔吗? 姚学姐神情凝重, 我怀孕了。 李凌峰愣了一下, 但这次可以肯定的是, 这绝对不是自己的。 阿海寻遍名医, 没有治好她的早线, 却治好了她的不孕不孕。 那你? 李凌峰脑海中顿时想起了郭主任的妻子, 这不就来了吗? 于是赶紧地向姚学姐问道, 快, 把治疗阿海的那一生联系方式发我。 姚学姐一脸的疑惑, 咋了, 你也不孕不孕啊? 想起大学那回, 这, 不能啊。 第098章, 走, 喝一杯去, 李凌峰没一皱, 你这话说得信不信我, 让你在怀上一胎成双生。 我一个朋友需要, 李凌峰回了句, 姚学姐, 真的吗? 你不要无中生有, 这事情不丢人, 咱得早治疗。 李凌峰满脸黑线, 你甭管那么多了, 把那一生的联系方式发我就行。 我没有讹啊。 于是, 姚学姐转头叫了声阿海, 听到姚学姐呼叫的阿海盲, 趁机逃脱人群。 端着酒杯过来的阿海, 满心欢喜地笑道, 对不起兄弟, 今天实在太忙招呼不周, 今晚我们几个再聚一场。 李凌峰再次看了眼自己这桌的几位大爷, 嗯, 确实是招待不周。 下次干脆把我分到小孩那桌, 对了, 下次就是二婚了。 来, 兄弟, 我们干一个。 阿海举起手中的酒杯, 对李凌峰再次说道。 李凌峰挥了挥手, 开了车, 改日再喝吧。 怕什么啊, 别急着回去啊, 不说了, 今晚我们几个再聚一场了。 李凌峰一笑, 我们这边上班班专的人, 哪像你们这些公子哥那么自由啊? 瞧你这话说的。 阿海口头上客气, 脸上却是一副得意的笑容。 家庭条件优渥的他, 再读大学那会就自觉高人一等。 况且, 今天这九十九位的镇长, 确实也让他心中倍感自豪。 来的宾客中不乏本地有头有脸的人物。 阿海, 之前你看的那医生的联系方式多少啊? 发给凌峰呗。 姚学姐插了一句, 刚还得意表情的阿海, 顿时脸上红一阵绿一阵。 什么医生, 哪来的医生? 阿海保持着最后的倔强。 别回避了, 你那点事, 我早知道了。 李凌峰还不忘事实补刀到, 阿海粘得像双打的茄子一般, 拿出手机将那医生的联系方式给了李凌峰。 你要那医生的联系方式干嘛? 阿海随即问了句, 而后似乎想到了什么, 立马一改颓势开心地笑道, 该不会你也。 李凌峰笑而不语, 不做过多的解释, 拿起桌上自己的饮料, 我就以着带酒, 祝你们百年好和早生贵子。 三人干了一杯, 而后李凌峰便向两人请辞, 姚学姐失落地看了眼李凌峰, 你真的不再留多一碗啊? 是啊, 兄弟我给你开个房间, 阿海紧接上, 不了, S是离聚室也不远, 以后还有大把机会再聚, 等你们空闲了一些再说。 留不住李凌峰的决意离开, 姚学姐只好不舍得道了别。 待李凌峰离开事业后, 阿海转身对姚学姐关心道, 累吗? 要不要休息一会? 说完, 眼神不禁落在了姚学姐那微微隆起的肚子上, 一家人都希望是个男丁, 毕竟家里的千万产业得有后继香火传承。 来到酒店门口的李凌峰抽出根烟, 刚准备给自己点上, 一道火苗递了过来。 好奇的李凌峰抬头一看, 眼前之人微微一笑, 好像似乎在哪里见过, 又记不起来。 面前的人示意李凌峰点上, 随即笑道, 不记得我了。 峰哥, 一声峰哥顿时让李凌峰愣了一下, 思绪回到了大而迎新的那年。 校门口, 一个老实巴交的小伙, 拖着陈旧的行李箱缓缓走了进来。 本衣有黑的肤色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显黑泽, 却也格外地突出了那清澈的笑容。 刀仔, 李凌峰脱口出, 刀仔瞬间一笑, 看向了李凌峰。 真的是你? 确定后, 李凌峰赶忙上前一把搂住。 刀仔的肩膀, 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穷人家的孩子, 反正饿不死。 松开了刀仔, 李凌峰再次上下打量了一番, 虽然肤色仍旧当年那般有黑, 但是精气神成熟了不少。 李凌峰用拳头再次顶了下刀仔的肩膀, 可以啊, 感觉更加成熟了。 这不给社会磨的? 刀仔无奈地笑了句, 哎, 你也来参加阿海的婚礼啊。 刀仔点点头, 这不以前托你的福, 认识了阿海师兄, 才让今天亏了几百的礼金。 李凌峰? 这阿海是不是曾经说句话的人都请过来了? 刀仔跟他这么身份的关系都来了? 怪我, 怪我, 当初就不该拉你玩那场狼人杀。 李凌峰笑道, 开玩笑的风哥, 当年, 谢谢你。 刀仔的眼神里, 除了感激, 还是感激。 当年最困难的时候, 是李凌峰帮刀仔垫付了一月的伙食费, 要知道大学那会谁都不赋予, 过去的事情老惦记着他干嘛。 李凌峰一笑, 对了, 你那助学贷款还玩了吧? 刀仔点点头, 出来工作几年, 也就攒了那助学贷款的钱。 李凌峰也是叹了口气, 当年以你那成绩, 不去考研, 属实可惜了。 我那家庭条件, 你又不是不知道? 能读完大学, 就已经是莫大的恩赐了。 看得出来, 虽然刀仔嘴上说得爽朗, 但眼神里仍有一丝的不甘。 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可有些人出生就在罗马, 而有些人则生在了非洲那大漠的荒芜。 走, 喝一杯去。 刀仔提议道, 李凌峰思索了一下, 最终还是印下了刀仔的提议, 两人找了间小饭馆, 三碟炒菜, 一壶清酒, 一聊便是一个下午。 直至阿海被公司叫了回去加班, 李凌峰看了眼手机时间, 那可是晚上七点五十一分。 生活何尝不适的枷锁, 李凌峰引进杯中酒, 起身来到老板前, 算下多少钱。 老板礼貌的一笑, 刚那小伙已经买过单了。 李凌峰皱了皱眉, 想起了刀仔中途起身上了一趟洗手间, 怕是未买单。 出了小饭馆, 天空下着蒙蒙细雨, 接到人来人往匆匆, 接着细雨走在街上, 不知是因为喝了酒的原因, 还是蒙蒙细雨。 眼前的一切灯红酒绿都处于一片的朦胧之中。 行至路口, 李凌峰看见一位石黄妇女背着一个麻袋, 前面一小孩一蹦一跳走着。 忽然, 停住脚步的小孩回头看了眼妇女, 露出一副纯真最无瑕的笑容, 喊道, 妈妈, 快点。 只见妇女也跟着一笑, 加快了脚步。 李凌峰顿时愣在了原地, 天空飘下来的细雨 淋在了那对没有伞的拇指上。 刹那间似乎明白了什么, 平凡的一声就是在泥潭里雀跃, 笑着迎接僻壤的荒芜。 第零九九章, 就知道, 你心里还有我。 不远处找了间酒店下榻, 喝了酒精碗是回不去了。 李凌峰拿上房卡来到502房, 刷卡开门, 将房卡插在卡槽上, 瞬间房里的灯火全亮了起来。 看来上一位房客并没有关闭开关, 只是抽走了房卡。 这回韩雪莹打来电话, 急切地问道, 你怎么还没回来啊? 李凌峰笑了笑, 刚遇见了以前的异学弟, 一起喝了几杯, 今晚就不回去了。 啊, 韩雪莹嘟囔了嘴, 那我现在过去找你吧。 李凌峰吸了口冷气, 我在据事啊, 姐, 你哥这玩过佳佳呢? 你是怕我过去坏你好事吧? 韩雪莹回道, 不要说你没过来了, 就是你过来也坏不了我好事。 李凌峰脱去外套, 你吃饭了没? 韩雪莹关心地问了句, 嗯, 刚从饭馆出来到酒店, 这酒喝得有点迷惑, 我先去洗个澡。 好吧, 我练下瑜伽, 也差不多准备休息了。 嗯, 晚安。 李凌峰挂了电话, 来到浴室美美地冲了个澡, 瞬间整个人清爽了许多。 裹着条浴巾出来, 李凌峰擦拭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将毛巾顺手丢椅子上。 来到床上一把躺了下来, 甚是巴适。 要是此刻再有一个济师妹子 怂怂间捏捏脚什么的, 就再爽不过了。 可惜最近扫黄打飞管的言, 一不小心进局里蹲个三两天就不好了。 好歹现在也是个有点脸面的直行行长, 这人有了脸皮包袱就重了。 不似当年, 兜里揣着刚发下来的工资 各大休闲场窜了一遍。 李凌峰感慨完起身来到窗前, 一把拉开落地窗帘, 细雨之下, 雾蒙蒙的长夜雨火映入眼帘。 嗯, 这已经不错。 李凌峰嘀咕了一句后, 拿起手机拍下了这绝美夜景。 心血来潮的李凌峰准备发个朋友圈, 这照片有了, 该配什么样的文案呢? 思来想去, 李凌峰打了一句, 一个的寂寞, 两个人的错。 朋友圈刚发出去不到两秒, 就迎来了第一条评论, 是林徐东那狗子刘平的。 还得势你, 隔着近两百公里, 都闻到了你的骚。 李凌峰立马回了过去, 还有精力玩手机, 看来你屁股好的差不多了。 这边刚回复完, 紧接着徐夏璐也跟上来评论道, 跑去G市找寂寞啊。 原来李凌峰在发朋友圈的时候, 还标注了自己的定位。 不下一回的功夫, 朋友圈就挤满了数十个点赞, 评论道是出奇的一致, 渣男。 李凌峰皱起眉头, 细看了那些人的头像, 几乎都是来自前女友。 咦? 隔壁大姐也来凑热闹喊渣男是怎么回事?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 是姚学姐打来的, 李凌峰忙接通电话。 此时不跟她新婚丈夫春宵一课, 给自己打电话是几个意思? 你没有回S室啊? 刚接通电话, 就听到姚学姐迫不及待的问道, 语气中似乎还带着几分高兴。 嗯, 还有点事, 所以就暂时没回S室了。 李凌峰随便找了个借口道, 你呢? 还没休息啊? 才晚上九点多, 哪那么早睡? 姚学姐回道, 李凌峰嘴角一笑, 今晚可是你们的新婚之夜额, 不破个例。 算了吧, 就不为那三秒下忙活了。 姚学姐淡淡的回了句, 李凌峰? 究竟是姚学姐过于夸张了? 还是阿海真虚到这个地步了? 不, 过意想起她那三维的前女友, 也不是没可能。 姚学姐停了一下接着说道, 你那离我这也不是很远, 要不我过去找你吧? 听到这话, 李凌峰背后一阵的发凉, 还是别, 阿海在你旁边呢? 不要提了, 跟她朋友正喝的起敬, 估计等会自己信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也还是别过来, 毕竟从今天以后, 你就是有家事的人了。 姚学姐沉默了一下, 就不能为我们的结束, 做最后一次的告别吗? 李凌峰没有说话, 跟姚学姐完全是一个误会, 源于一场酒后的错误。 见李凌峰迟迟没有回话, 姚学姐明白了, 记得要照顾好自己。 随着通话的结束, 李凌峰深深呼吸了口气, 想起姚学姐那高挑饱满的白嫩身材, 李凌峰不禁眉头深深一皱, 这TM的装什么正人君子, 不抱点天物吗? 叮当, 叮当, 房门铃声响起, 李凌峰纳闷, 于是李凌峰走过去开了房门, 看见门外站着只人时, 刹那间整个人愣了一下。 盈盈, 李凌峰不可思议道,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韩雪莹一笑, 跟你电话结束后, 我就叫滴滴过来的呀, 刚好又在朋友圈看到你的位置, 所以就找到了。 说完, 韩雪莹高兴地走了进来, 接着问道, 有没有金屋藏胶啊? 李凌峰顺手将门关上, 这不刚进来了一个, 韩雪莹转身, 有点胆怯, 我这样做, 你会不会不高兴啊? 李凌峰一把抱起韩雪莹, 喂, 下次别再任性了, 我怕把你弄丢了。 韩雪莹脸颊微微一红, 整个人瞬间缩软下来, 李凌峰抱着韩雪莹来到床边, 拿起床头的坐机电话, 拨通了前台。 你要干嘛? 韩雪莹不解地问了句, 李凌峰做出了一个别之声的手势, 前台嘛, 给我换一个空中非人情趣套房。 韩雪莹, 一番云语过后, 李凌峰还没来得及回味, 李凌峰震惊的不由得迟疑了一下。 该不会是刚才姚雪姐给自己打电话, 让阿海发觉了吧? 这要是不接电话, 误会更深了, 况且自己跟姚雪姐也确实没什么。 于是, 怀着忐忑的心态接通了阿海的电话, 只听见对方反而高兴得甚是激动,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许久, 才崩出来一句, 你包得呱呱乐重了, 一百万。 李凌峰震惊得不由手都抖了一下, 这比姚雪姐光柳睡在阿海身边更让人扎心。 只有姚雪姐暖暖一笑, 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 第一百章, 瞬间不香了, 看着李凌峰那不对劲的表情, 韩雪莹好奇地问道, 你这是怎么了? 我买的呱呱乐重奖了。 李凌峰万分痛惜地回了句, 韩雪莹更是不解, 那不是喜事吗? 干嘛哭丧着脸? 我把她当礼金包给新郎新娘了。 韩雪莹? 那只能说明人家的运气确实好, 或许换你来刮就不会中了, 毕竟今天可是人家的大喜日子。 李凌峰点点头, 话虽这么说, 但多少还是有点痛心的, 可不是比小数目, 都够包场休闲中心了, 这能安抚多少身处, 泥泥的祭师小妹啊。 对了, 你朋友刮出了多少金额啊? 韩雪莹问道, 一百万。 韩雪莹顿时愣在了那, 随即翻身而起。 你穿衣服干嘛? 去把你包出去的那呱呱乐要回来。 韩雪莹双眼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 李凌峰? 第二天清晨, 天空已经放晴, 但湿漉漉的地面无法掩盖昨夜的雨水。 为了不让韩雪莹上班迟到, 两人一早就起床朝S市往回赶, 终于在八点三十前到达了韩雪莹公司楼下。 送完韩雪莹, 李凌峰先回了趟直行打卡, 紧接着来到了飞东片区项目部。 看见李凌峰的到来, 陈嘉仪略略惊讶, 怎么了? 这是还想请我去那旋转餐厅啊? 得了吧, 这我就不跟你未来老公抢了, 你找他去吧。 李凌峰回道, 那不然, 你找我什么事? 总不会是想和我回忆旧情吧。 陈嘉仪接着调侃道, 李凌峰摇摇头, 好马不吃回头草, 况且我还是一匹千里马, 这是你想都不用想。 滚。 陈嘉仪脱口而出, 不跟你玩笑, 我亲朋友认识了一位专门治疗不孕不育的名医, 或许对郭主任的老婆有帮助。 李凌峰停了下, 接着道, 这应该比凤鸣四败宋子观音有用得多。 陈嘉仪带着怀疑的眼神, 就昨天摆的鞋。 陈嘉仪沉思了一会, 若真是有用, 那何尝不是一件大好事? 孩子的问题一直是横在郭主任和他妻子之间的看。 李凌峰随即将那医生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发给了陈嘉仪, 你不跟他妻子很好面, 去看看总不会吃亏。 即使不行的话, 最坏不就维持现在这样子? 倒是万一治疗成功了呢? 李凌峰给提醒道, 陈嘉仪听到这话自是懂得其中的利益, 身处一个人情社会中这笔很多东西都管用。 行吧, 那我约试试。 陈嘉仪点头道, 从非东项目部离开, 李凌峰给林旭东打去了电话, 得知那家伙已经出院在公司了。 于是来到商店买了一排的Eddie盖奶, 顺道来到林旭东的劳务中介所。 门口, 便看见其奋力地在跟工友们砍价, 一点也不像是被红蚂蚁咬了的样子。 果然, 唯有赚钱才是治愈这世间一切伤痛的良药。 看来他也是没有空招呼自己了, 看了眼手中拿着的Eddie盖奶, 李凌峰尽职上了二楼自己金融中介公司。 肖洪飞在拼命地营销着客户, 给客户做成功贷款融资方案, 能赚取三个点的服务费用。 这其中, 肖洪飞可以提升到一个点, 现在预知了两个月的工资了, 不得拼命地干活还上。 你女朋友没事吧? 李凌峰关心地问了一句, 这小手, 数能有什么问题? 肖洪飞笑道, 李凌峰将Eddie盖奶放到了肖洪飞面前, 来, 给你女朋友补补营养。 肖洪飞, 这老板, 你自己留着喝吧, 我已经给他炖了老母鸡汤。 李凌峰看了眼肖洪飞, 虽说看上去总那么有点不靠谱, 但这林晓宁能遇见他, 也许真是一种福分。 毕竟像这么敬业的死田狗, 也是不那么好找的。 行吧, 那你忙吧。 李凌峰离开了肖洪飞的工位, 来到总经理办公室。 方知敏在尽心尽力地坐着自建房贷款资料, 这些整理好了, 就转交到李凌峰这。 休息一下吧, 喝瓶奶补充一下能量先。 说完, 李凌峰拆下一瓶艾叶盖奶丢给了方知敏。 方知敏尝尝试了一口, 这种对于他来讲还是新鲜玩意的艾叶盖奶。 嗯, 还可以。 李凌峰没眼看, 这没童年的家伙。 我看肖洪飞干活挺不错的, 要不再给他配两个人员组个团队, 方便拓展业务。 听到李凌峰这话, 方知敏稍加思索了一番, 点点头表示赞同。 那这件事, 你跟楼下的林徐东跟进一下了, 最好朝刚毕业出来的大学生。 明白。 方知敏回了句, 这些人听话有干净, 工钱还便宜, 是再好不过的骡子。 李凌峰没一咒, 瞧你这话说的, 我们是给这年轻人机会, 为社会培养人才。 定。 弹出一则的手机信息, 李凌峰拿起来一看, 竟然是银行发工资了。 点进去一看, 工资加绩效有七万多, 主要是存款绩效这一块, 相当可观。 除了上次陈叔近的两个亿, 现在万恒地产的征收补偿金, 也近了两个多亿。 仅这些的存款绩加绩效就吓人, 因为都是流动资金, 存的活期。 现在拿的七万多还是扣除了风险递严金, 工资所得税等一系列之后的。 李凌峰顺手将工资截图发给了韩雪莹, 比起他那不到一万的工资, 韩雪莹陷入了人生怀疑。 走, 到饭点了, 我请大伙吃饭去。 李凌峰道, 与方之脸出了办公室, 叫上萧红飞和楼下的林旭东, 几人来到附近的一家中档餐馆吃午饭。 席间, 看着满桌大鱼大肉的林旭东摩拳擦掌, 恨不得都嫁到自己碗里来。 同时饶恕好奇地问李凌峰道, 今天什么日子啊, 竟然请吃饭。 李凌峰笑了笑, 略显神秘, 搞得林旭东好奇心更胜, 你倒是说啊, 今天发工资了。 哟, 发了几千块啊? 林旭东袍根问底, 李凌峰比了个七的手势, 林旭东稍稍惊讶, 这银行待遇可以啊, 刚进去一个月就七千多的工资了。 不, 是七万多。 林旭东, 这碗里的饭瞬间不香了。 第101章, 老胡中医所。 下午, 回到之行的李凌峰正处理着OA系统, 办公桌上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瞥了一眼是陈嘉仪打过来的, 李凌峰一刻也不敢耽误, 立马拿起手机接通来电。 果然不出李凌峰所料, 陈嘉仪真带着郭主任的妻子去寻那明医去了。 只是, 这似乎跟想象的有些不一样, 只见陈嘉仪万分疑惑地问了句李凌峰, 你事先有来过明医症吗? 李凌峰也是纳闷, 这跟我有没有去过有关系吗? 又不是我去看医生? 怎么? 你是找不着那地方? 李凌峰回到, 地方是找着了, 只是, 只是什么? 本会, 我拍张照片给你。 陈嘉仪挂了电话后, 拍了张诊所的照片给李凌峰发了过去, 收到照片的李凌峰点开放大看了一遍, 那眉头简直拧成了一条线, 只见照片上是一间的红砖小瓦房, 外墙经长久的日晒雨林早已长台生黑, 要不是旁边挂着一面的小旗子写着, 老胡中医所,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等拆迁的威坊, 这得是在哪个计较嘎拉才能找到这么极品的存在, 可见这阿海为了治疗自己, 煞费了多少苦心。 把照片发给了李凌峰后, 陈嘉仪重新拨通了李凌峰的电话, 你确定是这里吗? 呃, 李凌峰看了一遍又一遍的照片, 应该是没错的吧? 听到李凌峰这么不敢肯定的语气, 陈嘉仪急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知道, 李凌峰回了去, 那怎么办, 去都去了不试试。 陈嘉仪也是思虑了三分, 打定主意先去看看, 只是望闻问切总不会有事, 不碰药就行。 再次挂了李凌峰电话, 陈嘉仪领着郭主任的妻子进了诊所。 好家伙, 就这么一个破地方里面竟然挤满了数十号人, 一打听都是爱看病的。 关键那个叫老胡的老中医还TM的在睡午觉, 一伙人就在里面排着队肝等着, 连个招待的茶水都没有, 就一个药房阿姨在配中药, 站的空间都嫌挤, 更别说是坐了。 陈嘉仪领着郭主任妻子好不容易找到了空地, 站定后的两人再次观望了一下里面四周, 除了人就还是人。 陈嘉仪甚是都怀疑这些是不是对方请来的托, 但一看这些穿的五花八门的群体又不是像是, 因为其中一个穿着休闲西装的男子, 手上带着过百万的百打斐力。 这可不是像是做兼职的打工人。 陈嘉仪看了眼时间都下午三点多了, 这胡医生竟然还在睡午觉, 让一群的人在这等着, 他平时都是这么任性的吗? 似乎是看出了陈嘉仪的急躁, 郭主任妻子反倒是一脸的从容, 别急, 我们就耐心的等好了。 那么多人甘愿等, 这说明胡医生的医术肯定有过人之处。 被郭主任妻子这么一说, 陈嘉仪也只好放耐心一起慢慢等。 他说的对, 可能这胡医生真的有什么过人之处, 这样的话也不算白跑一趟。 这边李凌峰也不确定, 正准备给姚学姐去个电话再问清楚一些。 没想到姚学姐竟在此时主动打过来了, 开口便问道, 林峰, 你在上班吗? 李凌峰一笑, 肯定上班, 不上班谁来养我啊? 是真的吗? 见李凌峰这么一问, 姚学姐莫名道, 肯定是真的啊, 不然我这肚子里怀的孩子还能是谁的? 李凌峰? 那诊所怎么在一个破威房里, 整得好像是一个行走江湖的神棍似的。 姚学姐听后忍不住笑了出来, 语文老师没教过你, 人不可冒像海水不可抖凉, 凡事不要看外在。 话虽这么说, 但那一看就不靠谱的外在, 多少让人心里有些不着调。 你就放心好了, 听说只要不是绝症, 那胡医生都有能力治愈好。 这话着实让李凌峰有些不相信, 真那么牛逼不找国家收编了。 不过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李凌峰自然也没做过多的期待, 只要确定没搞错就好。 诶, 你打电话给我什么事啊? 李凌峰这才想起来问道, 我过来S试了。 姚学姐开心地回了句, 不清楚情况的李凌峰好奇, 过来S试找闺蜜玩吗? 不是啊, 就你那包的呱呱乐, 阿海今天过来, S试对讲来了。 听到这一百万, 李凌峰心就不由得一阵疼。 对了, 你有没有时间啊? 姚学姐紧跟着问了一句, 李凌峰笑了笑, 当然有时间了。 你过来了, 就是没时间也要有时间啊? 对方一个害羞, 那我在军医酒店等你, 406房间。 李凌峰? 原以为只是出来吃吃饭和喝饮料那么简单, 没想到, 本想拒绝的李凌峰想起那一百万。 嗯, 这下心里又平衡了。 等我, 一会就到。 诊所, 陈嘉宜和郭主任妻子两人从下午三点多, 等到晚上近八点的时间才拍到位。 这回已经在温柔乡享受了一遍又一遍温存的李凌峰, 才想起这档子的事情。 于是给陈嘉宜去了一个电话, 喂, 你们回去了没? 才拍到我们呢? 哪有那么快? 陈嘉宜有些疲倦地回道。 啥? 你不是说就一个破地方吗? 怎么看个病还得排队? 这李凌峰就不懂了? 我也不知道啊, 好了不跟你说了, 我得陪着郭主任妻子。 陈嘉宜道, 一旁听到对话的姚学姐微微起身, 这算好了, 阿海那会等了一个通宵, 就会排在前面。 李凌峰, 真是三百六十行, 行刑出高手, 在一个领域只要你愿意去深耕, 有所沉淀和成就, 真不愁吃饭问题。 离开酒店, 准备上出租车的姚学姐回头看了眼李凌峰, 今晚很开心, 谢谢你, 给你我的这段关系, 画上了一个句号。 错误中开始, 在错误中结束, 这何尝又不是人生的另一种体验, 以后的生活, 要开心啊。 李凌峰道, 姚学姐玩耳一笑, 甚至动人, 会的, 我和阿海商量好了, 用那一百万去环游世界。 李凌峰? 第102章, 这么做为了什么? 挥别了姚学姐, 李凌峰开车回住处, 副驾驶位置上放着一盒大几千的香奈护肤品, 行至一半的路程, 又接到了陈嘉宜打来的电话。 你在哪啊? 能否过来帮帮我? 李凌峰稍稍皱眉, 不是, 这种事情, 还是你们女生比较方便吧? 我们女生不方便。 陈嘉宜焦急地回道, 李凌峰? 那我们男生就更不方便了, 实在不行你, 还是找他老公郭主任吧。 换个备胎, 你要我找郭主任。 你是不是不想我在万恒地产办了? 换备胎? 是啊, 我车胎给扎破了, 献哥路边停着呢? 不然你以为什么? 我以为你要我过去, 一起陪郭主任的妻子治疗不孕不遇呢? 李凌峰顿时释然道, 陈嘉宜, 瞎想些什么? 这你能帮上什么忙? 嘿, 你别说, 心虚我真能帮上忙? 你呀滚。 陈嘉宜对了一句后, 接着道, 赶紧地过来, 我们俩还等着呢? 你是不是傻呀? 就不会先叫车让郭主任妻子回去。 经理凌峰这么一提醒, 陈嘉宜顿时毛色顿开, 整个脑袋瞬间通气了一般。 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陈嘉宜嘀咕了句, 遇到事情只顾着慌乱了。 于是赶紧地先给郭主任妻子叫车, 以免气等太久。 这回郭主任还等着他回家呢? 哎, 你先别挂, 把定位发给我呀。 还没等李凌峰说完, 电话里头就响起了嘟嘟声。 无奈的李凌峰只好发信息要了定位, 一刻也不敢耽误赶了过去。 等李凌峰到达事发地点时, 郭主任妻子已经被陈嘉宜安排车辆先送回去了。 见李凌峰的到来, 陈嘉宜赶紧下了车, 来到受破损的车胎前用手挥了挥。 李凌峰走近细细看了下, 尼玛的这哪是渣胎, 眼前这惨状简直是渣胎。 把你后尾箱打开吧。 李凌峰说道, 哦, 陈嘉宜应了句后忙去打开自己车尾箱。 李凌峰接着来到后面, 你这警示架也不放的吗? 我想着都停在路边了, 所以就没弄这些。 陈嘉宜也跟过来道, 你这架照是买来的吧? 陈嘉宜瞬间急眼, 谁跟你说的, 我这儿八斤烤的, 费了我不少功夫呢。 建议你以后还是少上路, 避免伤疾无辜。 陈嘉宜不服气了, 我不会换备胎, 跟我会不会开车有什么联系。 李凌峰也懒得理他, 拿出千斤顶工具便顶在底梁处, 转头道, 过来啊。 说完便起身, 将这打千斤顶的位置让给了陈嘉宜。 还不清楚情况的陈嘉宜一头雾水道, 怎么了? 你不是不会换备胎吗? 现在我教你啊, 你先用千斤顶把车身一脚撑起来。 陈嘉宜只好乖乖地在李凌峰的指引下, 蹲下来操作千斤顶, 谁让这是自己的车呢? 费尽吃奶的力气顶到一半, 干不动的陈嘉宜 赌气地将手中工具扔到了地上。 一把坐下抱住双膝哭了起来, 满腹憋屈的味道。 李凌峰抽出一根烟点上, 来到跟前, 不就打个千斤顶吗? 不至于吧? 谁知陈嘉宜哭泣得越发厉害, 李凌峰捡起那被扔出去的工具, 好好, 我自己来。 许久, 直到李凌峰将车身一脚用千斤顶撑起来后, 陈嘉宜才渐渐收住哭声。 这十类不行的李凌峰也一把坐在陈嘉宜的身旁, 谁知陈嘉宜转身用李凌峰的衣服擦, 是眼泪鼻涕。 诶, 你干嘛呀? 李凌峰躲避不及, 看着身上的那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衣服很贵的。 陈嘉宜看了眼衣领后的标牌, 我去了胃干的眼泪, 留下一道道乌痕, 我那是憋屈。 怎么说? 李凌峰抬头吸了口烟, 我从下午忙到现在连口水都没喝, 就为服务别人捧着别人, 到最后还得为这车胎买单。 不喜欢就别干啊。 李凌峰随口回了句, 陈嘉宜沉默不说话, 好一会才开口道, 真的好累啊。 这不正是你往上爬的代价吗? 现在就会喊累了。 李凌峰笑了笑, 你说, 我这么做为了什么? 陈嘉宜抬头看向李凌峰, 来了一句灵魂发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我怎知, 你这么多为了什么? 钱和权。 陈嘉宜低头, 为了下一次遇见自己爱的人, 不会再因为物质而选择分手。 因为, 我咋够了? 说完, 陈嘉宜抬头看向天边的半屈的明月。 第103章, 知道你还问。 换好备胎后, 李凌峰提醒了一句, 明早去气修店把原胎换回来, 这备胎不能做长时间使用。 哦, 陈嘉宜回到, 帮忙着收拾工具, 放进车尾箱。 搞定后, 李凌峰亮出了自己的手机收款码, 200的公式费谢谢, 就不算你来回的邮费了。 陈嘉宜, 本还计划着请李凌峰去吃夜宵的, 这下连屁都没有了, 上车便是一脚油门离去。 熏了一身尾烟的李凌峰拍了拍衣服, 得, 这性子还是那么烈。 刚转身准备离开, 陈嘉宜又倒车了回来, 从车窗探出脑袋, 吃不吃夜宵。 李凌峰看了眼陈嘉宜, 伸手上前, 陈嘉宜忙躲了开来。 你要干嘛? 脸脏得跟小花猫一样, 不要乱动, 我帮你擦一下。 李凌峰说道, 陈嘉宜这才明白李凌峰的意思, 可能是刚才自己哭泣的时候弄脏了。 于是闭上了眼睛, 脸颊上感受到来自李凌峰的轻浮。 越擦李凌峰, 眉头越皱了, 因为陈嘉宜脸上更花了, 李凌峰这时才想起, 自己的手换完备胎后还没有及时清洗, 怪不得这脸是越擦越脏。 好了没? 擦了这么久, 陈嘉宜不禁问道, 眼见鼠实擦不干净了, 李凌峰便回了句, 行了, 陈嘉宜睁开双眼, 满满幸福的模样, 怎么样, 一起吃个夜宵? 李凌峰看了看手机时间, 不了, 我赶着回去, 怎么, 家里的女朋友等不及了? 陈嘉宜的语气明显带着些许的醋意, 李凌峰一笑, 陈嘉宜抬头看了看后视镜中的自己, 瞬间梦了, 镜子里那满脸污垢的人是谁啊? 陈嘉宜忙将车停在了路边, 再对准后视镜细细看了一遍, 许久传来一声的幕后, 李凌峰, 你混蛋, 早已远去的李凌峰打了个喷嚏, 这是谁又在想我了? 这时, 韩雪莹也发来信息, 怎么还不回来啊? 已经很晚了哦。 李凌峰看后, 随即加快了油门, 回到小区已是深夜十二点后了, 李凌峰将车停放好地下车库, 拿上香奈儿护肤品准备下车, 抬头, 看见不远处角落里一辆黑色宝马, 渗有节奏的摇晃着, 瞬间愣了一下, 这胆也推大了吧, 就不怕被监控录像啊。 想到这, 李凌峰好奇地看了一遍四周, 貌似那个角落位置刚好是监控视频的死角, 难怪, 这么的肆无忌惮, 不过好歹也晚一些再搞啊。 李凌峰摇了摇头, 刚想把车钥匙出来, 忍不住地摁了一下车喇叭, 喇叭声瞬间在空旷的车库响了一下, 那辆黑色宝马立即停止了有节奏的晃动, 喇叭声响过后周边死一般的寂静, 李凌峰也没急着下车, 而是继续观察着角落里的那辆黑色宝马车, 许久过后仍旧没有一丝任何的动静, 李凌峰? 这该不会是下跌给缩回去了吧? 想到这李凌峰赶紧下车走人, 再不走挨揍的份都有了, 直到李凌峰离开后, 包着青春恋爱偶像剧, 突然听到一阵开门声, 韩雪莹瞬间警觉起来, 这么晚了会是谁? 李凌峰也没回信息说, 回来啊! 脑海里浮现出一连串的入室抢劫侵犯案件, 越想越害怕的韩雪莹赶紧拿起茶几上的水果刀, 当拿着香袋护肤品进来的李凌峰, 看见韩雪莹正拿着水果刀对向自己, 我就晚了一点回来, 你不至于拿刀捅我吧? 李凌峰一脸汗颜地问道, 此时看清来人是李凌峰的韩雪莹, 瞬间高兴地一把丢掉水果刀扑了上来, 忍不住哭泣道, 我还以为是坏人进屋了, 李凌峰抱住韩雪莹拍了拍其后背, 都跟你说了, 平时不要看那么多乱七八糟的, 你偏不听, 谁让你那么晚才回来, 我一个人当然害怕了, 好了, 好了, 我这不回来了, 说完李凌峰顺手打开客厅的灯光, 也是, 害怕也不知道开个灯, 在包具啊, 开灯多影响氛围, 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东西? 眼见的韩雪莹一下就看到李凌峰手里的东西, 李凌峰递给了韩雪莹, 给你的, 接过来看清楚, 是香奈儿护肤品的韩雪莹, 不敢相信的看向李凌峰, 真买给我的, 李凌峰, 难道还有假的? 怎么, 你这是又被新的富婆给包养了, 怪不得这么晚才回来, 老子今天发工资好吧, 韩雪莹瞬间想起了, 今天李凌峰发她的那张七万多的工资截图, 是呃, 还有, 这是两万现金, 两达百元大钞, 韩雪莹看着那百元大钞, 你这样, 我一时有些不习惯也, 不要啊, 不要那我自己收起来好了, 韩雪莹一听到李凌峰要收回去, 急忙拿过那两达百元大钞, 要, 平时都是我掏钱买菜做饭, 也该你处理了, 看着手中的百元大钞, 又看了看香奈儿护肤品, 韩雪莹忍不住说了句, 怎么有种我被包养的感觉, 李凌峰, 你说, 啥时候我才能领到像你这么高的工资啊, 韩雪莹想起自己不到一万的工资, 瞬间又泄了气, 这个等问下你们老板了, 我回答不上来, 李凌峰笑道, 韩雪莹白了眼, 快去洗澡吧, 衣服那些我都给放浴室里了, 李凌峰点点头, 行, 那你再看回电视吧, 说完随即向浴室走去, 后面韩雪莹赶紧跟了上来, 李凌峰, 你干嘛, 我不是让你再看回电视吗, 我帮你搓背吧, 收了这么贵重的礼物, 不付出点劳动, 这心里不踏实, 李凌峰狐一的看了眼韩雪莹, 你确定只是搓背, 确定以及肯定, 韩雪莹点了点头, 片刻, 浴室磨砂玻璃上, 倒映着一副优美的身材曲线, 第104章, 有了, 是我的, 浴室出来, 两人躺在床上, 各自玩着手机, 韩雪莹转头看了眼李凌峰, 问你个事, 说, 李凌峰继续看着自己的手机见面, 你说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不约会, 不聊骚, 那还聊个屁啊, 共同探讨人类文明起源吗? 韩雪莹惊恶的表情, 你怎么知道的, 两人聊的就是这个, 从地球文明聊到了地外文明, 该不会说的是你同事吧? 韩雪莹点点头, 就小豪, 之前你见过她的, 就那个连说句话都会脸红的小男孩啊。 嗯嗯, 没错, 李凌峰满是的怀疑, 不相信到, 就她那性格, 能找到女孩聊天? 韩雪莹摇摇头, 是我的另外一位同事, 将自己的表妹介绍了给她, 相互认识多久了? 差不多一个月了吧? 韩雪莹道, 所以没见面, 没约会, 两人的进度, 就是从地球文明聊到地外文明。 韩雪莹点了点头, 但是两人每天好像都聊得很火热的样子, 搞不懂, 那你另外一位同事的表妹也是奇葩, 那你就错了。 韩雪莹摇摇头, 她表妹妥妥的高材生, 211学校研究生毕业, 李凌峰白了眼, 学历高就, 不能奇葩吗? 不许人家读书, 脑子独傻了? 你才傻呢? 人家现在研究院上班, 妥妥的社会人才, 韩雪莹道。 对了, 她还出版过一本书, 韩雪莹补充了剧, 李凌峰满是好奇, 什么说? 恋爱中的自我修养。 李凌峰没一咒, 一个恋爱都没有谈过的人, 竟然跑去写了本, 恋爱中的自我修养。 她怎么不去发表母猪的产后护理? 你瞎说什么? 人家这本书很火的。 说完, 韩雪莹便在手机上找到这本书, 拿给李凌峰看。 李凌峰瞄了一眼, 还真是在畅销榜上, 点开大袋地扫了一圈, 全是天马行空式的乌托邦幻想。 可是很多时候, 世人就偏偏好这一口, 因为困于方寸的生活, 让平级的思想干涸了灵魂, 最后陷入不切实际的癫狂。 对于李凌峰这般拥有充足实践的人士来讲, 精力就是最好的修养, 最深的悟。 正如王阳明先生的终极悟道, 知行合一。 人家这是超越肉体的恋爱, 是我们这些低俗人士看不懂的, 早点睡吧。 李凌峰将手机还回给韩雪莹道, 就是传说中的那种灵魂之恋是吗? 韩雪莹继续不舍地追问, 两个星期后, 在知行办公室剪着指甲的李凌峰接到了陈嘉宜的电话, 郭主任的妻子怀孕了。 听到这个消息, 李凌峰整个人愣了一下, 这是宋子观音显灵了, 还是神医在世? 你这消息确定? 郭主任妻子亲口打电话跟我说的, 他跟郭主任还去医院验证了无误, 李凌峰点头, 看来这郭主任的心愿失了了呀。 还有, 我调任华南区域经理了, 去济世那边报道, 陈嘉宜接着说道, 李凌峰嘴角一笑, 料想到了, 毕竟是攒下了这么一个大人情, 所以, 付出还是终有回报的, 只要肯用心去做。 高升了呀, 恭喜。 李凌峰祝贺道, 陈嘉宜停顿了好一会, 才道, 谢谢你。 谢信号信号信号啥, 这些都是你努力换来的, 好好加油干, 你这是前途无量。 那, 再见。 支行门口外, 一辆火红色的奥迪在路边停了许久, 终是不见车上的人下来, 直至车辆最终开走,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消失在路的尽头。 办公室, 手里拿着手机的李凌峰靠在了座椅上, 双眼望向天花板, 嘴角不惊的一笑, 这算不算是扶着你走了最后一程, 以后的路, 你我哥安天涯了。 李凌峰闭眼休息, 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手机的铃声再次响起, 林旭东那狗子打来的, 李凌峰没有急着接电话, 而是感慨完了, 心绪在接。 这一感慨, 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 已是林旭东第五轮打来的电话了。 喂, 什么事啊那么结? 李凌峰问道, 对方抑制不住兴奋, 高兴道, 赵月, 赵月, 月姐怎么了? 赵月有了, 我的, 电话里都能感受到林旭东那高兴的惊。 什么有了? 你的? 赵月怀孕了? 是我的。 林旭东再次强调道, 啥? 人家怀孕, 你也怀孕, 这是闹哪样? 人家那可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啊。 第105章, 打算怎么办? 那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打算怎么办? 是让月姐生下来啊, 还是带她去流产啊? 李凌峰几分气急, 电话那头林旭东满事莫名, 干嘛要她流产? 肯定是生下来, 这是我的种。 李凌峰?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跟他结婚呗, 这我老早就想碰透了。 林旭东语气乐呵地回道, 看似不是在开玩笑。 李凌峰皱了皱眉, 你认真的? 认真的不能再认真了, 这是你就甭再劝了, 兄弟我的幸福我清楚。 听着林旭东这么毅然决然, 李凌峰也不好继续再说, 自古劝和不劝理。 大家都是成年人, 自有分辨事情的能力, 做得了选择也要扛得起责任。 今晚过来我租房这, 一起喝几杯庆喝下, 先不多说了, 我得买些营养品去。 说完, 林旭东便挂了电话, 李凌峰脸上的愁云依旧没有散去, 毕竟两人之间差距了十来岁。 究竟是何尔蒙蒙蔽了双眼, 还是真心换真情, 这TM谁知道。 李凌峰起身, 出去外面透透气, 经过贵宾室门口, 看见里面坐着一位中年男子。 一旁的大堂经理小吴, 赶紧走了过来解释道, 这是自来的贷款客户, 已叫客户经理去对接了。 李凌峰点点头, 直行打开门做生意, 绝不能出现冷落客户的情况。 刚想准备离开, 贵宾室里面的中年男子也转头看了过来, 两人对视瞬间都愣在了原地, 看得小吴仗二合上摸不着头脑, 忙试着叫唤道, 李行,李行。 李凌峰眼里几分无审, 你先去忙, 这个客户我来接待。 见自己的领导发了话, 小吴自然时去地赶紧离开, 可不敢跟领导抢客户。 门口停留了几分, 李凌峰才最终迈出步伐, 走进了贵宾室。 来到中年男子面前坐了下来, 这么多年没见, 风采依旧啊。 李凌峰的语气里, 明显带着几分的揶鱼。 中年男子年余五十, 头上发丝虽些许灰白, 却梳理得整整齐齐, 一丝不苟。 尤其一身鼻挺的西装, 显得一副成功人士模样。 这么多年不见, 你也长大了。 中年男子尴尬地笑了笑回道, 李凌峰沉默不说话, 就躲那瞪着对方, 对方羞愧地躲避着目光。 许久, 见李凌峰仍是不说话, 中年男子才蹦出一句道, 当年跟你妈离婚。 我不想听你们俩的破事, 今天来有什么事? 李凌峰打断他话直截了当道。 男子望了眼李凌峰, 我知道你怨我, 可是我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所以, 抛弃弃子。 男子低头叹了声, 我跟你妈就是个错误, 当年若不是考虑到你, 我俩早就离了, 那我还要谢谢你们, 配合我演戏那么多年。 男子摇摇头, 我知道,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我也不希望你能原谅我。 说吧, 便起身准备离开。 你还没告诉我来这里做什么? 李凌峰继续问道, 男子背向李凌峰, 企业经营不是很顺, 想跟银行融资周转下。 要带多少? 男子嘴巴微微动了下,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好一会才开口道, 不用了, 我自己会想办法。 直至男子离开了支行, 接待的客户经理 才拿着资料走了进来。 那客户呢? 李行。 李凌峰看了眼客, 护经理手上的资料 是一起拿给自己看一下。 接过资料的李凌峰一看, 贷款申请上写着一千万。 李凌峰不由地心凉了一下, 这怕是真的遇到经营危机了, 不然怎么需要这么大一笔的数目? 记忆中, 他的公司也只是个中小型企业啊。 这客户做不了, 刚查了一下他的征信, 负债太高了。 客户经理补充说道, 负债太高? 李凌峰疑惑地看向客户经理, 客户经理忙把刚打印出来的征信报告 递给了李凌峰。 一看, 果然客户经理说得没错, 这财务条件直接可以宣布个人破产了。 刚准备出来, 跟那客户说来着, 就自己走了, 也好, 反正都是做不了的。 行吧, 这些资料都给我吧。 李凌峰道。 客户经理点点头, 随即将资料都给了李凌峰。 没什么事, 那我就先去忙了, 李行。 客户经理离开后, 李凌峰细看了一遍手上资料, 零零总总的借款怕是有两千多万。 这还不清楚是否存在民间借贷, 因为民间借贷是没有在征信上体现的。 以他目前的这资质条件, 任何一家银行都不敢贷款给他, 这条路算是绝了。 完后, 李凌峰起身将资料塞进了碎纸机, 接着走出支行门外, 点了灯烟。 这边买了几盒昂贵营养奶粉的林旭东, 火急火燎的来到赵月公司楼下。 接到电话下来的赵月望了眼林旭东, 不过他似乎没有林旭东的那般高兴。 见赵月下来, 林旭东立即迎来上来, 今天工作忙不忙啊, 要不请假休息两天吧。 赵月微笑着摇摇头, 还行。 说完看了眼林旭东手里拎着的奶粉, 都说不必浪费了。 哪浪费? 现在不比以前, 不过你也得雇着我儿子啊。 林旭东道,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儿子? 赵月反问了一句, 林旭东一笑, 我有预感就是。 赵月也跟着一笑, 随即笑容却淡淡消失, 你真的打算要这个孩子吗? 作为过来人的赵月, 想的可没有林旭东那般简单, 其实他自己也怕。 你怎么跟李林峰说的一样话? 这是我的孩子我, 当然要啊。 林旭东甚是坚定。 林峰? 赵月迟疑了一下, 那你有没有为我考虑过? 林旭东, 我想好了, 明天我们就去领结婚证吧。 这话犹如晴天霹雳般直击赵月脑海, 一脸错愕地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小十来岁的男友。 你, 确定? 林旭东随即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小盒子, 那是他刚从京店买来的。 没有鲜花, 没有路人的吆喝, 林旭东单膝跪地。 嫁给我吧, 赵月。 第106章, 直走出门左转。 赵月惊喜之余, 却又甚是犹豫, 迟迟没有点头答应。 林旭东见状极了, 怎么了? 你是不愿意嫁给我吗? 不, 不是。 赵月赶忙摇头解释道, 随即又低下露出几分的忧虑。 那为什么不答应我的求婚? 林旭东追问道, 赵月心疼地看了眼林旭东, 眼里说不尽的温柔, 伸手抚摸了下林旭东的脸颊。 你真的不介意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吗? 赵月忠实说出了心中的担忧。 这是一道必须过去的坎。 林旭东顿时松了口气, 还以为赵月因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他的求婚, 原来是这。 对林旭东来说, 就压根不是事, 于是林旭东直接将戒指取下, 戴在了赵月无名纸上。 我要是介意, 今天就不会给你求婚了。 赵月甚是感动地看着戴上的戒指, 那我的过去呢? 你能接受吗? 对于你来说, 我可是二婚。 你的孩子我都不介意, 会介意你二婚。 说起孩子, 赵月顿时想起了这个问题, 也忍不住笑道。 你要娶我, 还得解决一个问题。 林旭东一脸的疑惑, 还有什么问题? 找时间跟我小孩谈谈, 让他接受你。 赵月说完低头一笑, 这小子自己都头疼, 何况是林旭东。 林旭东想了一下, 不就一个小孩多大的事, 想买个棒棒糖哄一下就行了。 没问题, 今晚我就过去, 你能好好跟他聊聊。 赵月看着林旭东点点头, 行, 助你谈判顺利。 对了, 我今晚约了李凌峰一起吃饭, 要不就去你那做饭吃好了。 行, 到时我跟总经理说一下, 提前下班。 将营养奶粉交到赵月的手中, 林旭东便先行离开, 去菜市场备好今晚的食料。 直行, 抽完一根烟的李凌峰打电话约老方出来, 在老地方拨把饮品店见。 提前来到饮品店的李凌峰先点了两杯奶茶, 今天的老板娘一身泡解穿搭, 格外亮眼。 可惜李凌峰并没有什么心情, 认老板娘如何的暗送秋波自始无回忆, 气得老板娘直接提高了一半的奶茶价格卖给李凌峰。 李凌峰看了眼付款记录, 总觉得哪里不对, 但又说不上来, 只好拿着两瓶奶茶回到了座位。 恰巧方知勉这时也赶到了, 看见李凌峰便静止地走了过来。 来, 喝杯奶茶先。 李凌峰将其中的一瓶奶茶放到了方知勉的面前。 方知勉拿起奶茶问了句, 又是老板娘送你的呀? 没, 今天的付钱了。 李凌峰将吸管信号信号信号平带顿时喷出奶茶来。 对了, 你这么急着找我出来, 有什么事啊? 方知勉好奇地问道, 李凌峰吸了口奶茶,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人的信息? 谁? 有, 犯法的事情可不干。 李凌峰? 那人是我老子, 李云海。 没问题。 方知勉听到是李凌峰的老子, 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我最近学编程颇有收获, 可以帮你黑进民政系统。 李凌峰惊吓到嘴里的奶茶流了出来, 刚才说好不做犯法的事呢? 不是, 你不会找朋友找关系打听一下吗? 干嘛要黑人家民政系统? 方知勉思虑了一番, 也行, 刚好也认识一些这方面的朋友。 李凌峰些许怀疑地看了眼, 让他们去查了才能知道有没有水平。 李凌峰? 行吧, 行吧。 无奈地回了句, 有总比美好。 尤其是他的公司经营情况, 我要详细一些。 方知勉拿出笔记了下来, 还有吗? 个人私生活方面要不要以重点了解一下? 这个不用。 李凌峰挥挥手。 方知勉抬头看向李凌峰, 真的不用。 你不担心他婚内出轨什么的? 李凌峰? 不担心, 他现在二婚了。 方知勉顿时停下了手中的笔, 将纸张收了起来。 不好意思, 这点是我失言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 两人离婚都近十年了, 破陈年往事。 李凌峰表现得不在乎道, 你确定不在意? 方知勉问道。 李凌峰点点头, 继续喝自己的奶茶。 那行, 那我在家多一条, 了解个人私生活。 方知勉重新拿出纸笔给写上。 不是, 你几个意思? 李凌峰目瞪口呆地看了眼方知勉神操作。 你不介意的话, 我个人好奇, 想了解一下他的私生活, 搞清楚他为什么二婚。 李凌峰听后看着一本正经回答的方知勉, 这尼玛的怎么有骨子想垂人的冲动。 那没什么事情, 我先回去了, 公司那还有一笔过桥业务等着半脸。 方知勉起身准备离开, 不一会又转身顺手拿走了那瓶奶茶。 这, 我拿回去公司喝。 李凌峰还纳闷了, 你不是都不喝这些饮料的面, 你的生命之源呢? 方知勉思考了一下, 有时试试新事物也还是蛮不错的。 就像今天的奶茶店, 老板娘也不错。 说完, 这个老方, 假正经, 嘀咕完, 回头看了眼奶茶店老板娘, 从这侧边的角度观看, 印了那句, 横看成岭侧成风。 本想也离开的李凌峰, 奈何小弟不答应, 于是起身来到店老板娘跟前。 老板娘一脸忧怨的眼神还没弄清楚情况, 便被李凌峰抱起进了屋内, 顺手将门口的今日营业反过来今日休息。 菜市场上, 林旭东在海产品区来回寻了三遍, 看着那高昂的海产品标价, 愣是迟迟没下决心, 拿出手机点开网上银行登录进去, 看着几十万的账户余额, 林旭东约莫算了一下, 最终再次走了进去, 下定决定今晚就好一次, 当是为了儿子补营养了。 老板, 你这有什么鱼对小孩子发育比较好的? 鱼档老板热情地赢了上来, 有, 很多呢? 连忙介绍了各式鱼类。 对了, 你小孩多大呀? 鱼档老板问, 还没出生, 刚怀上。 鱼档老板呆呆看了眼林旭东, 直走出门左转, 那有间母婴店卖鱼甘油。 第107章, 你说真的? 郭爸饮品店出来, 回去之行的路上, 李凌峰听到路边两小情侣在吵架。 本着吃瓜群众的精神, 李凌峰顿时竖起了耳朵倾听起来。 别说, 李凌峰从未感觉耳朵有今天这般灵光, 听力不知灵敏了多少倍。 只听见女的在狂吼, 这样的日子没法过了, 我们分手吧之类的。 憋许久的男生最终忍不住回了句, 我连你出轨都能忍得了。 你忍不了, 我玩游戏, 有病吧你。 也许是真的被气到了, 女生技术终极杀气, 我前男友失恋了, 我陪陪他怎么了? 又不是没做安全措施? 李凌峰瞬间瞪大了双眼, 头以钦佩的目光, 本以为精彩会继续。 没成想, 后面就成了小学生斗嘴, 女的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 男的就一句话, 你绿了我。 李凌峰决定适当地推波助澜一把, 朝男的喊道, 他前几天也找了我。 两人瞬间安静, 纷纷转头看向李凌峰, 正当女的一脸猛圈, 我前男友群里, 貌似没有这一毫量仔啊。 男的时下就忍不住吼道, 好啊, 你究竟背着我, 可多少男人勾搭? 随即一巴掌过去, 两人瞬间扭打起来, 眼见局势就要失控, 李凌峰赶忙解释道, 我认错人了。 两人停下手脚, 在使劲追, 手中的木棍抡得呼呼响, 最后被追得没办法, 李凌峰掏出了一千块钱, 稀释宁人。 两人拿到钱后, 开开心心进了身后的那家hotel, 恩爱如初。 回到直行, 李凌峰在办公室收拾了一下东西, 差不多下班去接寒雪莹了。 拿上车钥匙, 林总, 小吴走了进来, 李星, 刚黄天泽过来, 找您不在, 您要不要回头联系一下他。 李凌峰口干咳嗽了一下, 嗯, 知道了。 小吴点头, 接着关心道, 李星, 我最近总是听见你咳嗽, 注意身体少抽烟啊。 李凌峰听后看了眼小吴, 甚是欣慰, 确实抽烟不利于健康。 那行, 刚黄天泽拿来的一条中华, 我就带走了啊。 小吴说完, 便转身离开, 李凌峰愣愣地站在了原地, 骂了个八字的, 打劫, 打到老子身上来了。 出来直行门口, 恰巧碰到刘辉过来接云姐下班, 看那你浓我浓的样子, 尺码也大了几分, 看来还是刘辉的手法厉害, 老手一人了。 同时看到李凌峰的两人, 纷纷朝这边挥手打了下招呼, 随后驾车离开。 李凌峰也开车来到韩雪莹公司楼下, 等了约莫一阵, 林小宁先从里面出来。 好奇的李凌峰不觉多看了一眼, 这刚流产完也不好好休息, 这么糟蹋自己。 似乎感觉到了李凌峰的目光, 林小宁也跟着看过来, 两人对视了一眼。 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一丝丝的恨意, 在她的心里面都是李凌峰害成她今天这般狼狈模样。 带着恨意的林小宁转身离去, 韩雪莹紧接着出来, 一眼看到路边的李凌峰就急忙走了过来。 今晚你兄弟林旭东怎么想起来做饭吃啊? 上车后的韩雪莹问了句, 你不知道吗? 月姐怀孕了。 啊? 韩雪莹宛如听到了一条劲爆的消息, 不敢置信地看着李凌峰。 随后来了句, 难怪, 今天就提前下班了。 赵岳住处, 林旭东和赵岳两人拎着一大堆菜回来, 后面还跟着刚从学校下课接回来的小男孩。 对于今天多了一个男人的出现, 小男孩表现出相当的不乐意, 一路上都是气鼓鼓的。 进来把书包丢到沙发上, 便直接进了自己房间去。 赵岳给林旭东使了个眼色, 我来做饭吧, 你跟他好好谈谈。 林旭东自信地点了点头, 跟着来到房间门口, 没成想直接吃了个闭门羹。 见状林旭东心声一记, 忙假装惨叫道, 哎呀, 你家到叔叔的手了。 一开始没动静, 林旭东连着继续惨叫, 甚至都引来了赵岳在旁边附和帮阵。 这时不放心的小男孩, 才小心翼翼地打开门, 偷偷看了下。 认识到是林旭东和着妈妈骗自己, 刚准备立即关门的他, 被林旭东一把顶住。 这下由不得他了, 比利器怎么会是成年人的对手, 这个才十岁出头的毛小子。 靠着不光彩的手段, 林旭东顺利地进来了房间, 随即关上了门。 小男孩赶紧靠后背贴墙, 手上拿着塑料板的吃鸡98K, 你别过来。 林旭东笑着哼了一下, 小样, 拿着假玩意吓唬谁呢? 没理会的他走上前, 立即被小男孩开枪射击, 一道墨水汁直接喷在了林旭东的脸上。 林旭东摸了把脸, 看着手上粘着的墨汁, 闭眼深呼吸了一口。 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 为了幸福, 忍住。 缓过后, 设于林旭东的威压, 小男孩只好乖乖地就饭坐下, 两人面对面。 林旭东掏出一串的棒棒糖, 叔叔送给你的。 小男孩用十分比异的眼神看了下林旭东, 不歇道, 你还当我是三岁小孩啊, 喜欢这玩意。 林旭东无语地看了看手中棒棒糖, 看来是买错了, 那你喜欢什么, 叔叔给你买。 小男孩带着疑问, 你说真的? 林旭东点点头, 真的, 大人怎么会骗小孩呢? 你跟妈妈刚才不是骗我开门来着? 林旭东? 这次指定不会。 林旭东保证道, 小男孩撕立了一下, 点点头, 那我就再信你一次, 我想要一台Rouch。 Rouch? 林旭东复述了一遍, 那是什么来的? 掌上游戏机。 嗯, 没问题啊。 林旭东随即爽快地答应道, 一台掌上游戏机能值多少钱啊? 便拿出手机, 打开砍细细软件, 搜来那十几块钱的超级马力游戏机, 是这样的吗? 小男孩摇了摇头, 一把抢过手机, 我来搜给你。 说完换了个平台, 林旭东笑着抚摸了一下小男孩的头, 这不很好相处吗? 搜到了吗? 林旭东关心地问道, 等多我一会。 小男孩认真地看着做选择, 好了, 就是这台。 林旭东微笑着接过手机, 看了眼价格, 眼珠差点没掉下来, TM的一台掌机两万多。 第108章, 友好的交流。 小男孩看了眼油油郁郁郁的林旭东, 怎么了? 你是买不起吗? 林旭东一张老脸账的通红, 勉强笑了句, 叔叔怎么可能买不起? 那你还在等什么? 快点下单啊。 小男孩催促道, 林旭东装作点点头, 却始终没有点结算页面, 要不, 我们再考虑一下买其他的。 小男孩想了一下, 那好吧。 林旭东忙高兴地退出结算页面, 将手机再次递给了小男孩。 来, 你再选选。 为了不让小男孩再选那昂贵的掌上游戏机, 林旭东于是发扬忽悠手法, 学生要以学业为重, 不能沉迷于游戏, 你知道吗? 小男孩点点头, 行, 那这次我不选游戏机了。 林旭东满意地点点头, 所以说, 小孩就是好糊弄, 搞定他还不守到青睐。 几分钟后, 小男孩再次选好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将手机拿回给林旭东, 我要这个。 林旭东接过一看, 这次连心都跟着阵战了一下, 价目列上显示着九万五千。 这尼玛到底是什么玩意离谱到这个地步? 林旭东一看选购物品, 钢铁侠一比一模型。 汉颜的表情看了眼小男孩, 要不咱把这比例缩小一点怎么样? 不要, 我就是要这一比一的模型。 小男孩双手插腰, 丝毫不让步道。 林旭东看他这调样, 怒愤地努了努嘴, 要是换成自己的侄子, 这会早七匹狼伺候上了。 不过, 为了自己的幸福, 林旭东还是得忍着, 也不知道这赵月平时都是怎么惯着他的。 现在忍一忍, 等以后我名正言顺做你老子了, 再来好好收拾你。 思虑再三的林旭东于是对小男孩笑了笑, 算了, 那我们还是选择游戏机吧。 小男孩一脸疑问, 你刚才不是说要以学业为重, 不能玩游戏吗? 这个嘛, 学习压力那么重, 适当地放松一下还是可以的。 小男孩一脸地鄙视, 所以说就是什么都是你们大人说了算。 嘿, 你这话鼓龙, 给你买东西, 你还那么多鸡鸡歪歪? 你是比较游戏机比较便宜吧? 是吗? 小男孩突然毫无防备地将林旭东遮羞布给拖个金光。 我, 林旭东刚想发飙来着, 又极力压制了下去, 那你到底要不要这个Rodge? 小男孩一脸敏为其难的表情, 好吧, 这个我也接受, 你下单吧。 林旭东看了看欠揍的小男孩, 再看了看那Rodge最后一咬牙忍痛下了单, 将下单结缩后的界面给小男孩看了下, 行了, 礼物给你买好了, 交爸爸。 小男孩不可思议的表情, 像看傻子一样看向林旭东。 嘿, 妈妈结婚了, 你叫我爸爸有什么错, 你怕是做梦还没醒,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小男孩回道, 林旭东满是惊恶, 不是哥, 你两万多的礼物都收了我的, 现在跟我说不答应。 刚才那礼物只是作为你乱窗我房间的陪不是。 小男孩硬气道, 林旭东眉头凝成一道声, 你再说一遍, 刚才那礼物。 还莫等小男孩话说完, 林旭东一把站了起来, 利索地抽出腰间七匹狼。 顿时, 淒厉的哭声从房间里面传了出来, 在厨房做饭的赵月忙走了出来, 来到房门处, 可是房门紧锁不能进去。 焦急的他拍打着房间门, 并喊道, 旭东, 旭东。 几分钟后, 房间门被打开, 左边顶着半个黑眼圈的林旭东走了出来, 吓得赵月后退了半步, 看清确实是自己男人后, 忙疼惜道, 你这怎么了? 林旭东一把撇开赵月上前的手, 刚不小心给磕到的。 这回一脸暴雨梨花的小男孩也跟走了出来, 看见自己妈妈瞬间委屈地哭更凶了。 随即林旭东回头一个瞪眼, 小男孩立马止住了哭声, 那极力憋住的表情真是委屈到家了。 赵月见状不由地低头一笑, 这看来恶人还得恶人魔。 赶紧做作业去。 林旭东吕声了一句, 小男孩乖乖回身进了房间。 林旭东随赵月来到了厨房, 赵月心疼地给林旭东轻柔了一下眼睛, 还疼吗? 林旭东微微摇头, 手搭在了赵月的臀上。 你干嘛? 孩子还在房间里面呢? 赵月细声娇羞地说了句, 却并没有想要推开的意思。 林旭东加大了力气, 并且得寸进尺, 开始游走起来。 赵月眼睛微闭,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这感觉让人欲惧害营。 你们在干嘛? 这时, 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玩儿, 冷不防地开口说道。 两人惊吓得急忙分了开来, 赵月赶忙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妈妈再给叔叔看眼睛呢。 看眼睛要嘴对嘴的吗? 两人? 这时门铃响了起来, 赵月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忙脱身道, 我去开门。 说完转身就离开了厨房, 剩下一大一小两男人, 林旭东瞪了眼小男孩, 笔划着握紧了拳头, 吓得小男孩赶紧缩回了房间去。 来人正是李林峰和韩雪英, 两人拎着大小袋的水果走了进来。 这不听说赵月怀孕了, 韩雪英赶忙表示一下, 要知道赵月若是休产假, 那韩雪英再上一步不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再不然也是代理赵月经理的位置。 厨房出来的林旭东跟李林峰打了声招呼, 这么早过来了? 李林峰, 你说请吃饭, 能不早点过来吗? 得了吧, 哪次你不快要好吃饭的时候, 你才来生派要帮手干活。 李林峰? 招待大伙在客厅坐定后, 赵月继续折回厨房做饭去。 韩雪英不忍一个孕妇在忙, 于是也跟着进了厨房一起帮手。 剩下李林峰和林旭东你看我, 我看你, 要不我们泡茶喝? 李林峰提议道, 林旭东点点头, 我看行。 李林峰一个抱枕扔过去, 你还真说得出口, 舍得你那怀孕的女人在厨房吸油烟? 被李林峰这么一说, 心里过意不惧的林旭东于是也起身进了厨房替换赵月。 韩雪英一看林旭东来了, 于是也放了手, 跟赵月两人有说有笑的一起出了厨房。 看着空荡荡的厨房就剩自己一人, 林旭东没感觉不对。 第109章 你的味道 两个女人来到客厅聊着孕妻的一些事情, 李林峰自然是插不上嘴, 也无心这些事。 倒是韩雪英聊得津津有味, 似乎在位以后做准备。 趁着这个空荡, 李林峰起身参观了一下赵月的住宅, 不大就三室一厅。 但别小瞧, 就这点的面积在S市, 够一个普通打工人奋斗一辈子了。 这赵月也是早些年房价还没起来那会, 就入手这套房的了, 没办法谁叫人出来工作走。 加之人家工作也够拼, 有能力买得起这房, 听说似乎按揭都清了。 林旭东这小子算是傍伤大腿了, 娶了赵月房间都省得再买, 女大三抱金砖真不是假的。 更何况这赵月还不止大三岁, 直接替林旭东走完了家庭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最不济, 哪一天在这S市混不下去了, 把这房子一卖回老家, 绝对够舒坦过一辈子。 是那种不用干活光吃利息生活的舒坦。 转头, 李凌峰看到其中一间房灯火亮着, 于是好奇地走上前去看了看, 里面一个小胖男孩正在埋头苦干做作业, 这应该就是赵月的儿子了吧。 咦, 怎么脸上还有反光的? 那就是知识闪耀的光芒吗? 李凌峰凑前, 只见课本中间藏有一部手机, 屏幕上王者荣耀正杀的酣畅。 此时玩得入神的小胖男孩压根没发觉李凌峰的到来。 上路轻易拨兵线啊, 塔要崩了。 李凌峰适时地提醒了一句, 惊吓到小胖男孩一把和尚课本, 迅速转头看了过来, 还好不是自己老妈。 小胖男孩立刻质问道, 你谁啊? 你猜猜我是谁? 李凌峰笑着回了句, 小胖男孩白了眼李凌峰, 我管你是谁, 你不敲门就进我的房间很不礼貌。 是是, 这我给你道歉, 不过你妈知道你有手机玩王者荣耀吗? 这一下子被抓住了命门, 手机可是小胖男孩背着赵月 用平时积累下来的零钱买的。 若是让赵月知道他买了手机玩游戏, 肯定得断了他的零花钱。 于是小胖男孩相当实实务求饶, 叔叔, 求你别告诉我妈, 这样我把我妈也嫁给你。 李凌峰当场傻住了, 这要让林旭东听到不得又一顿的七匹狼伺候。 吴拉拉自己女人就被人转手卖了。 你不是有个新的老豆了吗? 李凌峰笑道, 你说那个凯子, 就他那傻样, 还指望做我老豆? 对了叔叔, 你玩不玩王者荣耀的? 李凌峰点点头, 玩啊, 我送你一个最新皮肤吧。 饭菜做好后, 赵月来到房间喊吃饭, 看见李凌峰跟小胖男孩玩得不亦乐乎。 这, 赵月看待在原地, 怎么感觉李凌峰更适合当他的父亲? 众人齐聚在餐桌, 满满的一桌子菜, 还不少的海鲜, 可见林凌峰这一顿, 真是下了血本。 举杯庆贺赵月郁郁的新生命, 林凌峰空腹, 就先闷了三杯, 出为人妇, 确实人间一姓氏。 期间还不断地给李凌峰和韩雪莹识眼色, 意思, 你俩落后了得加快速度赶上来啊。 李凌峰懒得理他, 几个人像他, 光膀子就上阵, 这不播出肿来了吧? 倒是旁边的小胖男孩一脸猛逼了, 两万的, Rodge掌机只是答应你娶我妈, 可没说过, 还有弟弟妹妹啊。 那哀怨的小眼神看着林旭东和赵月, 可惜众人都在信头上, 压根就没在呼道, 这小胖男孩。 这时, 李凌峰的手机弹出了一则信息, 是方知免发来的, 毫无疑问是李凌峰父亲里。 云海的个人信息资料, 李凌峰看后没一皱, 这家伙那么高笑的, 信息准不准的额。 打开来一看, 里面连去了几次休闲会所, 都记录明明白白的。 李凌峰也才明白到, 原来自己父亲李云海, 在跟自己母亲结婚前, 就认识现在的妻子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认识现在的妻子, 比自己母亲更早, 在学生时代就已结识。 既然这样, 那为何一开始就不娶那个女人呢? 李凌峰心里疑惑道, 可惜资料没有给到这方面的解答, 李凌峰继续看了下去, 后面就是进来的公司经营情况了。 原来自己父亲这几年在开拓海外业务, 可惜不幸被人做了局, 亏了一大笔。 现在是基本没有现金流周转, 原来的业务客户也因此慢慢散了。 典型的步子, 跨太大扯到淡了。 吃着饭, 你在看什么手机呢? 林旭东端起酒杯不满地喊道, 是不是又在跟哪个前任藕断丝连? 见李凌峰没有理他, 林旭东接着道, 要我说, 盈盈比你以往任何一个女人都要好, 就收收心吧。 李凌峰放下手机, 咋还没喝两杯就在这说胡话了? 我清醒得很, 林旭东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搂住李凌峰的肩膀。 我们俩浪了这么些年了, 是时候给自己上锁了。 李凌峰拿过林旭东手里的杂胡, 给自己和林旭东倒上一杯。 喝了这杯赶紧回房休息去, 兴许还能让月姐在怀上一个锁得更稳一些。 小孩子还在这呢, 你注意点影响。 韩雪莹瞥了一眼提醒道, 小胖男孩这下脸拉得更长, 生一个不算, 还要送我一对双胞胎姐妹。 乖, 听叔叔的话, 吃饱了就回房间去。 李凌峰给小胖男孩折个眼色。 小胖男孩立马心领神会地, 放下筷子转身进了房间, 准备沐浴在知识的光芒之下。 林旭东一脸猛圈地看着进了房间的小胖男孩, 嘿, 这小子这回怎么那么听话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一直都很听话, 只是不听你的话而已。 林旭东, 李凌峰一口喝完杯中的酒, 我有事去阳台打个电话线, 你们慢慢吃。 来到阳台的李凌峰拨通了方知缅的电话。 老方, 你刚发来的资料靠不靠谱呢? 对方犹豫了一下, 应该是靠谱的, 国安局提供的。 阳台, 风吹乱了李凌峰的头发, 那烧坏的靠普直接处在了当机状态。 接着是一根一根的烟, 现在李凌峰已经不关心自己父亲的资料, 正不正确了。 就TM想知道, 这方知缅究竟是谁? 林旭东来到阳台, 看见地上一堆的烟头, 再看看, 亮衣架上赵月的贴身衣物。 不由得没一皱, 这尼玛呆会含在嘴里不都是你的烟味? 第110章, 扛下了所有, 搞之烟来, 林旭东朝李凌峰伸手要道。 李凌峰将自己手上抽着的烟递给了林旭东, 没了, 就剩至最后一根了。 林旭东结果深深吸了口, 那陶醉的表情仿佛是吸了世间最美味的东西。 长吐了口后, 林旭东将烟递回给李凌峰, 想起了当年穷到一根烟两根抽的时候, 脸上泛起了微微的笑容, 好兄弟一辈子, 你抽过的, 不要了。 李凌峰回了句, 弯腰捡了灯还未烧完的烟头, 给自己点上。 林旭东, TM的我有艾滋病怕传染给你啊, 当年怎么没见你嫌弃过? 当年也嫌弃啊, 这不穷没办法。 李凌峰吸了口刚捡来的烟头, 还是自己抽过的香。 林旭东这刚酝酿起来的兄弟感情瞬间给扑灭了, 随手将烟绿嘴掐掉。 看了眼李凌峰, 我也不想吸你吸过的。 李凌峰耸了耸肩, 轻蔑的一笑, I don't tear, 反正刚才你已经吸过了。 林旭东再恨恨的又掐去了半分, 眼看就快剩下火星了。 李凌峰看了眼, 你这抽着烫嘴吧? 气得林旭东一把丢在地下, 奋力的踩了一遍又一遍。 李凌峰一脸惊呆, 不是, 你好像只穿了袜子吧。 瞬间, 烟火烫的疼痛感从脚底袭来, 林旭东忙抬起脚来, 幸好还有层袜子, 只是烫了点皮。 至于袜子, 自然是留下一个洞, 不过这对于林旭东也不问题, 回去补补就行。 他那双袜子, 零零总总算下来, 也补不下十次了。 李凌峰这时也留意到了林旭东那黑了的半个眼圈, 疑惑道, 你那眼圈又是怎么回事? 林旭东索性脱了袜子, 将脚底直接贴在地板上, 梁快感瞬间消散了微疼。 刚教训那小子给弄到的, 李凌峰再细细看了下, 该不会是被赵月儿子打的吧? 怎么可能? 林旭东立马拉长了声调否认道, 实际就是刚才凑小胖男孩被回击垂到的。 李凌峰摇摇头, 你这骗人哪, 那么小的拳头印记不是赵月儿子的, 还都是谁的? 我那不小心被磕到的。 林旭东硬着脖子坚持, 男人的尊严不可撼动。 李凌峰随即哼了一声, 与小孩相处得有技巧, 不然以后有你受的。 好了, 这事情翻篇了, 自己都没带过娃的人, 还在这跟我说叫。 李凌峰一愣, 那倒也是, 反正不是我当后吧。 对了, 那你们结婚还决定白酒席不? 李凌峰随后问了巨道, 林旭东望向远处的夜空, 我在这边除了你, 基本就没什么亲人了, 酒席就算了吧。 况且赵月儿婚, 他那边也不想太闹, 可能还心有疑虑吧。 林旭东说完, 微微叹了下气。 李凌峰拍了拍林旭东的肩膀, 本还想着给你包个大礼金的, 看来这一下是没机会了。 有的, 你可以现在转我手机账户。 林旭东转身掏出自己手机。 哎, 怎么又进里面去了? 林旭东追上李凌峰道, 重新回到餐桌上, 赵月看了眼拉拉扯扯的两人。 你俩在阳台上干嘛呢? 还能干嘛? 来人聚一起, 不是抽烟就是洗脚。 韩雪莹跟着回道, 你都这么说了, 今晚不去洗脚, 多对不起这份机制, 今晚看你安排了。 李凌峰对身后的林旭东道, 一听到又得自己破财, 林旭东赶紧制止, 这低俗的活动有什么好的? 要不我? 们一起来玩游戏吧。 听到这, 赵月和韩雪莹两人似乎都来了兴趣, 纷纷看向林旭东, 一口同声道, 什么游戏啊? 俄罗斯转盘, 我和赵月一组, 盈盈跟林峰一组。 说了怎么办? 林旭东眉头一挑, 带着几分的女干笑, 说了的话就脱一件衣服。 两个女的听后瞬间脸一红。 你这游戏不比西角更低俗。 怎么样? 玩不玩? 林旭东确认道, 两个女的不敢下决定, 纷纷又将头转向了李凌峰, 看看她的意见如何。 林旭东一副期待的眼神, 满以为李凌峰一定会硬下, 谁知却摇了摇头。 不甘心的林旭东于是想激将法道, 怎么? 害怕了? 李凌峰投来王之面试的眼神, 不懈地冷哼了一下, 我是怕你和赵月等会裸奔。 林旭东, 在自己的女人面前这样羞辱自己, 这该死的男人好胜心立马被点燃了起来。 林旭东伸长脖子, 真有本事就别在那放空炮。 三分钟后, 拖得只剩内裤的林旭东, 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要害处。 李凌峰拿起酒瓶, 还来不来? 收红了眼的林旭东, 肾上腺素瞬间飙升, 我有说过不继续吗? 你TM倒是转啊。 随着转动的瓶口最终指向林旭东, 那死一般的表情可以写进北影教材了。 李凌峰看了看林旭东, 这还等什么? 快拖。 旁边的赵月弱弱地说了句, 要不, 我来替他吧。 虽然他此时也拖得只剩下内衣了。 不用, 我自己来。 林旭东为了保住自己的女人, 毫不犹豫拒绝道。 随即接着深呼吸了一口, 闭上眼睛, 准备一狠心就将底裤扯飞。 只是这双手就像僵住了一般, 愣是没能下去手。 我做不到。 最终林旭东放弃道, 李凌峰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气势凌人, 做不到也行, 也有摆姿势拍两张照片, 这事就算过了。 在裸奔与维持现状拍照之间, 林旭东思虑再三后, 最终选择了后者。 至少, 保住了那该死的八公分尊严。 摆上几个风骚的姿势, 李凌峰给足了镜头, 拍了林旭东一张张的特写。 好在李凌峰拿的是赵月手机拍的, 这让林旭东稍稍又安心了一些, 至少不用担心外游。 这么有魅力的九九皈依腹肌, 可不是哪都能看到的。 拍好后, 李凌峰将手机还回给了赵月, 笑道, 以后林旭东那小子, 要是对你不好, 就用这威胁他。 逗得赵月低头含笑不语, 一片雪白在笑声中微颤。 行了, 我去趟洗水间。 说完片旅, 不沾的李凌峰带着傲娇的小弟, 朝洗手间走去。 终是为韩雪莹扛下了所有。 第111章, 一生所爱。 趁李凌峰上洗手间的空隙, 林旭东琢磨着怎样将自己的照片给要回来删了。 对着赵月一脸温情, 亲爱的, 问你个问题。 你说, 毫无防备的赵月很快便回道, 压根不清楚林旭东那点小心思。 你说, 木头座的门是什么门? 赵月疑惑地看了眼林旭东, 试着回答道, 木门? 铁座的门呢? 铁门? 那通往幸福的门呢? 林旭东最后问道, 赵月? 林旭东柔情蜜意, 是我们。 旁边的韩雪莹听着瞬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要不是顾着赵月早就一盘子下去了。 我看你长得像星号星号星号。 这时穿好衣服从洗手间出来走上前的李凌峰说道, 林旭东? 好不容易营造起的氛围, 就这样被李凌峰给破坏了。 林旭东特不爽地看了眼李凌峰。 李凌峰可没心思理他, 转头看向韩雪莹,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该回去了, 不要打扰到月姐的休息。 没事, 才十点多, 不妨碍。 赵月笑道, 一旁的林旭东使劲给赵月使眼色, 不要拦着李凌峰和韩雪莹, 让两人撤了。 你眼睛干嘛? 长真眼了吗? 歪成这样? 李凌峰调侃道, 这小子的心思李凌峰哪能不知道。 饭吃了酒也喝了, 再留在这爱人家的好事就有点不地道了, 于是李凌峰领着韩雪莹道别离去。 目送两人离开, 屋内就剩林旭东和赵月了, 气氛瞬间变得有些暧昧起来。 林旭东一脸的猥琐看向赵月, 要不我们再努力努力争取怀多一个, 凑成一对双胞胎? 孩子在房间呢? 赵月些许担心道, 这个点早就呼呼大睡了, 不用担心。 说完, 林旭东就遇上前抱住赵月。 赵月一把拦下, 你先去洗个澡吧, 睡袍我给你放浴室了。 这回荷尔蒙上头的, 林旭东哪还等得了洗完澡? 不顾赵月阻拦一把抱住就准备往前倾。 赵月自是没有做进一步的阻拦就随了林旭东。 他深知, 要想拴住一个男人的心, 就得先拴住一个男人的身体。 你俩在干啥呢? 正当两人就要亲上的时候, 赵月儿子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跟前。 吓得两人慌乱地分了开来, 气急败坏的林旭东狠狠地瞪了眼这坏号式的死仔。 先去洗澡吧。 赵月忙劝道, 没办法的林旭东也只好兴兴地朝浴室走去, 期待出来后能有后续。 待林旭东走开后, 小胖男孩看着赵月, 妈妈, 你真的要嫁给这个贼眉鼠眼的叔叔吗? 赵月笑了一下, 抚摸着自己儿子的小脸蛋, 怎么, 你不喜欢这个叔叔啊? 小胖男孩点点头, 我一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就想占你的便宜。 赵月无言以对, 跟这么小的一个孩子谈成年人感情, 显然不太合适。 于是赵月笑着道, 妈妈自己会考虑清楚的, 很晚了你早点去睡觉, 乖, 不, 我睡不着, 今晚我要妈妈陪我睡。 小胖男孩拉开撒娇的阵势, 见妞不过自己的儿子, 赵月于是只好先决定带睡自己的儿子, 后再回自己的房间。 这回在浴室洗得差不多的林旭东拿来挂着的睡袍。 咦, 怎么感觉这一块有点气气的, 刚才洗澡时可没有见到水啊。 林旭东稍稍皱眉, 难道是之前李凌峰上厕所时给擦了手? 说完, 林旭东不禁把鼻子凑前去闻一闻, 怎么有股的尿骚味? 尼玛, 李凌峰你大爷的, 擦手就忍了, 关键是还没洗手直接擦的。 气得林旭东在浴室里用纸巾沾水抹了十多分钟的睡袍, 最后还用吹风筒给吹干。 对着镜子稍稍收拾了下自己的发型, 林旭东满意地走出了浴室。 怀揣着迫不及待的心情, 林旭东来到房门前, 听到赵月正在给自己儿子讲睡前小故事。 林旭东整个人都傻眼了, 这算怎么回事, 今晚自个独守空房。 这边回去的路上, 由于李凌峰喝了酒, 由韩雪莹开着车。 新手上路, 一路走得很慢, 索性现在深夜, 路上的车辆并不是很多。 街道的霓虹灯闪烁, 李凌峰稍稍打开点车窗, 吹着稍带凉意的晚风。 你悠着点, 别中酒疯了。 韩雪莹关心地提醒道, 看着外面的夜景, 李凌峰不在意, 上了个洗手间拉抛尿, 那就早就散了。 韩雪莹摇摇头一笑, 救你牛。 说完也顾不得李凌峰会不会反对, 直接就把车窗给拉上去了, 他可不想自己男人动坏。 哎, 你说要是哪天我也像月姐那样, 怀上你的孩子, 你会不会如你兄弟这般高兴啊? 面对韩雪莹的问话, 李凌峰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等你怀上再说吧。 这可你说的, 今晚回去我就把你的小雨衣全部给丢掉。 要钱买的, 你不心疼啊? 李凌峰回了句, 韩雪莹想了一下, 也是, 那我就先藏起来吧。 李凌峰? 对了, 今晚听月姐八卦, 我们的总经理好像惹上了桃花, 闹得挺凶的。 谁跟他闹啊? 李凌峰好奇道, 你傻啊, 当然是我总经理的老婆了, 听说还闹到公司老板那边去了。 李凌峰更加疑惑了, 不是, 你总经理出轨, 问你老板什么事, 他老婆干嘛要闹到老板那去? 听月姐说, 我们总经理的老婆跟公司老板是有点亲戚关系的, 当初还是公司老板给签的线。 那就难怪了, 李凌峰点点头, 那你们总经理岂不是连工作都难保了? 说不准, 不过估计也很悬了, 韩雪莹也不敢肯定道, 哎, 你说, 我们总经理人看上去挺温智彬彬的, 就不像是那种会沉迷于美色的人。 你说, 咋也会中美人计呢? 那是你太不了解美人了。 李凌峰笑道, 韩雪莹一脸的不屑, 你们男人眼中的美人, 不就是那种搔手弄姿的挺胸美腿吗? 这样的女人, 只要肯出钱不大把, 玩玩就好了, 犯得着搞到跟自己妻子离婚的地步吗? 所以说你肤浅, 李凌峰背靠座椅上, 双手抱住后脑, 真正的美人, 是当有人针对你的时候, 他比你更一份填膺, 你心情不好, 他变招法让你开心。 这有什么了不起, 我也做得到啊。 韩雪莹不服气, 是吗? 那当你男人说喜欢历史时, 你能为他啃下一本枯燥的万历十五年吗? 情色和弦, 鸾奉相名, 这便是一生所爱。 第112章, 这趟浑水别碰。 韩雪莹似懂非懂, 没有继续刨根问底, 回到住处, 韩雪莹也不忙着收衣服洗澡, 而是逛起网上超市来。 李凌峰的布节, 凑钱看了看, 你这是又要准备买什么了吗? 家里堆的都是你快递, 买本书? 买书? 李凌峰摸了摸韩雪莹的额头, 这也没发烧啊。 你买什么书? 房中书? 韩雪莹仍自顾自地搜索着, 顺带回了句, 万历十五年。 李凌峰一副怀疑人生的眼神, 你买那书干嘛? 你说的呀, 做你们男人眼中的美人。 韩雪莹回头看了眼李凌峰, 那你还是买本房中书吧, 这比较适合你。 韩雪莹露出不确定的眼神, 你们男人不是都喜欢万历十五年吗? 不, 两者相比, 我更喜欢房中书。 李凌峰相当肯定道, 哎呀, 你别吵我了, 快去洗澡去。 韩雪莹催促道, 李凌峰于是转身朝阳台走去, 临走还不忘提醒道, 记得买房中书啊, 得空我们一起练练。 最终韩雪莹挑来选去, 买了一本《走上女王之路》。 当什么好女人? 老娘我要做女王。 第二天, 李凌峰没有去支航上班, 而是先来到了自己的西河投资有限公司。 现在西河投资有限公司热闹多了, 按李凌峰上次的吩咐, 公司多招了三名大学生。 两男一女, 女的青春漂亮, 男的帅气阳光, 各个颜值都顶顶的那种。 比起之前, 只有方之勉和肖洪飞两个糟老头, 现在公司终于有了青春的气息。 新招的三名大学生纳入肖洪飞的营销团队, 在肖洪飞的带领下, 开拓公司信贷服务业务。 所谓信贷服务, 就是帮助有需要的客户做贷款方案, 寻找合适银行, 促成贷款落地。 这中间可以省去客户的很多麻烦是, 公司根据最终发放的贷款金额收取服务费用。 很大程度上来讲, 其实就跟房地产中介差不多都是赚取服务佣金。 还别说, 这肖洪飞认真起来有两把刷子, 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交三笔信贷服务业务。 合计成功发放贷款390多万, 当这绩效提成, 这月的工资就破万。 完全够肖洪飞抵扣预支的工资款了, 还有盈余。 看着李林峰走进来, 新招的三个小年轻面面相去, 还以为是上门客户忙争抢着服务。 就这干净, 公司想不赚钱都拿。 李林峰心里暗笑道, 这回出来看到这一幕的肖洪飞忙喊道, 你们都在干啥啊? 她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叫李总。 李总, 三人笑声爽朗地跟李林峰纷纷打招呼, 年轻人就是有活力。 李林峰示意他们继续干活, 来到肖洪飞前, 你们选的人不错吗? 肖洪飞咧嘴一笑, 只要钱给的到位, 就没有不能打的, 公司就是我们家。 这觉悟, 李林峰不觉多高看了肖洪飞两眼。 你女友林小明怎么样了? 李林峰关心地问了句, 肖洪飞面露些许忧愁, 还好, 就是电话不接, 人也不见。 李林峰惊奇地看向肖洪飞, 电话不接, 人也不见。 你怎么知道他还好? 我在他朋友圈看的动态啊。 肖洪飞解释道, 他朋友圈没有把你给屏蔽吗? 肖洪飞机智地一笑, 我用另外一个小号加了他, 他不知道是我。 李林峰? 陌生人都不屏蔽, 唯独屏蔽你, 还TM真。 新鲜啊, 已经没有用什么语言来安慰肖洪飞了, 李林峰只好轻拍了下其臂膀, 转身去办公室找方知勉了。 又也许, 肖洪飞可能并不需要安慰, 一切都是值得的。 来到办公室, 没有在忙的方知勉起身迎接, 并破天荒地为李林峰泡了一壶茶。 李林峰也不说话, 就坐那肝瞪着他, 说吧, 昨晚关于李云海的信息, 你究竟是怎么弄来的? 方知勉一脸的犯难, 你, 越界了。 李林峰没一咒, 当想反驳来着, 但一想又好像是那么回事了, 想对人的话又给声声憋了回去, 转而一脸怀疑, 你呀真不会是来自星星的你吧? 就当俩人都在用气势较量之时, 方知勉的电话铃声响起, 上面显示着联络人。 李林峰一个眼疾手快起身夺过手机, 接通并放了外扩, 只听见电话里头响起一位大妈粗鄙的声音, 你个挨牵刀的, 昨晚打听的事情说好给五百的呢? 喂, 喂, 你个死老方, 信不信我们一群姐妹明天就让你身败名裂? 方知勉慌忙抢回手机, 赶紧回道, 给, 给, 我立马转过去, 是那介绍人扣了你们的线报费。 安抚好挂了电话后, 俩人相识无语, 大妈情报组织不开玩笑, 真能让你身败名裂, 去哪找的这群大妈? 李凌峰打破沉寂问道, 昨晚去你父亲李云海小区那蹲了一个晚上, 保安大哥给介绍的都是小区里的大妈。 难怪, 这情报收集的那么准, 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邻居, 能不了解吗? 辛苦了, 这五百我来转给你, 下次别吹牛逼说什么国安局的。 李凌峰给方知勉转去钱道, 你父亲的窟窿, 一千万是填不够的, 他的负债远不止这些, 这趟浑水别碰。 方知勉提醒了一句, 李凌峰喝了杯茶, 这是我自有分寸。 对了, 今晚找个地方我们公司聚一下餐, 年轻人进来了, 这氛围得搞起来。 方知勉点点头, 没问题, 这也我来安排。 看着方知勉欲言又止, 李凌峰好奇, 怎么了, 还有其他的事情要跟我说吗? 方知勉犹豫了三分, 没了, 你父亲的事情还是那句话, 不要去烫浑水, 多大的事情不就是欠钱吗? 李凌峰笑道, 我自会掂量的, 没钱我也帮不到。 李凌峰离开后, 方知勉来到办公桌前拉出抽屉, 里面放着一份档案, 那是方知勉没有给李凌峰的部分, 这时已经离开的李凌峰又折返了回来, 对方知勉道, 再给公司招个前台, 一点门面都没有。 第113章, 气质少妇, 有什么要求没? 方知勉认真的问了句, 你认识林志玲吗? 方知勉点了点头, 找个跟林志玲差不多的就行, 李凌峰提了个简单的要求, 工资预算多少? 一个月? 嗯, 李凌峰摸了摸下吧, 2500吧, 最多不超过3000, 你自己把握好。 2500, 你想找个跟林志玲差不多的前台, 方知勉是怎样都没算过来。 就当李凌峰再次准备离开时, 方知勉喊住了他, 刚才你转的那500现人费不够。 李凌峰电话里说的不是500吗? 500没错, 但那是每个现人的费用。 方知勉给出解释, 李凌峰没一咒, 那是多少人? 13个。 方知勉莫算了一下, 一共要转6500元。 李凌峰点了点头, 哎, 窗外那怎么了? 带着李凌峰的惊讶, 方知勉转头看了过去, 没什么呀, 就工人在擦户外玻璃。 说完再回头看向李凌峰, 哪还有一丝人影, 就剩下房门在那晃悠了。 快步逃到楼下的李凌峰往后看了下, 确定方知勉是没跟上来, 转身进了林旭东的人力中介。 此刻的林旭东正两眼发黑无神地坐在办公座位上, 不知神有些什么。 跟昨晚的那兴奋状态全然两码似。 走过来的李凌峰敲了敲旗面前的桌面, 这是怎么了? 昨晚月姐亏待你了。 林旭东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别说了, 昨晚睁眼到天亮。 李凌峰一脸的狐疑, 不该吧, 就你这三分钟的战力不至于折腾整夜啊。 一旁的前台阿姨听到, 想笑又不敢笑, 毕竟对方怎么说也还是自己老板, 给点脸, 要是真折腾一碗就好了。 林旭东充满怨念道, 可惜我TM是抱着枕头过了一晚, 那么想不开, 枕头也不放过啊, 穿龙眉? 你就别在那说风凉话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看我那五十多岁的前台, 都是眉清目秀的模样。 不是, 那昨晚你跟月姐干嘛去了? 谈心谈话吗? 林旭东顿时一脸的苦水, 谈心谈话没错, 不过不是跟我, 而且是跟他儿子。 那小胖海啊。 李凌峰一笑, 终究还是输在了他手上。 林旭东给点头, 那小子是一点机会都不给我们, 愣是跟我们一起熬到了天亮。 另外一边, 哪怕是被罚战的小胖男孩, 此刻也睡得津津有味, 丝毫不受老实影响。 从林旭东的劳务中介公司出来, 回支行路上, 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过眼前。 李凌峰不由地放慢车速靠边, 那人正是自己的父亲李云海, 只见其从一家银行机构颓废地走了出来, 不用多想, 肯定又是贷款申请被拒绝了。 眼下他这条件, 肯定是没有银行愿意贷款, 银行只干锦上添花的事情, 雪中送炭的活别响。 除非, 你身后站着巨人的身影。 从银行出来的李云海默默上了自己的车, 等了几分钟后便驾车离去。 李凌峰跟了上去, 保持着一定的车距, 满以为他会接着找下一家银行。 不料却将车停在了一所小学门口, 跟着远远停下的李凌峰心中顿时好奇。 直到一个小男孩从学校门口出来, 李云海脸上顿时一扫颓废模样, 露出和蔼的笑容。 小男孩飞速地向李云海跑来, 李云海一把将其抱住了怀里, 抚摸着其头发。 那慈爱的模样, 绝对算得上一位合格的父亲。 李凌峰看在眼里, 心里却是说不出的滋味, 自己的记忆里有的只是父母的争吵。 手肘撑着车窗边缘的李凌峰咬了咬食指关节, 那本想伸手地心凉了一半。 又或许, 自己连伸手帮忙的资格都没有吧。 于是, 李凌峰一个转向, 驶离了原地, 马路上车辆奔流不息, 一个不留神被一辆突然冲出的车给吓到了。 李凌峰紧急踩刹车, 只见对方探出脑袋, 你TM的开车不带眼睛啊。 骂完后, 嚣张地扬长而去。 自己鬼探头突然冲出来, 还有理了, 李凌峰刚想一个油门跟上去。 没三秒时间, 就见对方速度过快, 一头扎进了绿化带。 途经事发地点, 李凌峰手伸出车窗竖起了一个大大的国际中指。 回到之行, 李凌峰进门便被一名正在办理业务的少妇给惊艳到了。 只见其面容略带成熟的韵味, 眼眸中闪烁着少妇独有的魅惑, 全身上下散发出名人的柔美。 尤其是他那一席的紧身瑜伽裤, 将一双修长的眉腿甚是耀眼地展现出来。 李凌峰目光不自觉地从眉腿往上移了几分, 发现还是大户人家。 嗯, 确实不错, 李凌峰那沦陷的眼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张小姐要取一百多万现金。 看着徐亚琳那有些着急的表情, 李凌峰回到, 那就给他取啊。 我们之行现在又不是缺存款。 问题是, 之行现在不够那么多现金啊。 徐亚琳指出了问题所在, 没有提前预约吗? 李凌峰问。 徐亚琳摇摇头, 临时过来就说要取走, 怎么跟他解释也说不通。 李凌峰皱了下眉头, 这么极品的少妇, 看上去也不像是不讲理的人。 他可是我们之行的贵宾户, 这边也不敢得罪, 要不您出面去跟他解释一下。 徐亚琳试探性地看了一眼李凌峰, 这种棘手的问题, 领导肯出面那再好不过了, 省得轻松。 行吧, 你先去忙吧。 得到李凌峰肯定的回答后, 徐亚琳如释重负, 开心地笑着对李凌峰鼓气, 加油, 礼行。 李凌峰理了下衣服, 来到少妇张小姐的跟前。 张小姐您好, 我是这只行行长。 见是行长过来接待自己, 张小姐也是收了收脾气, 你好, 不介意我们去贵宾室聊聊。 见张小姐点头, 李凌峰朝小吴喊道, 泡两杯茶水到贵宾室。 贵宾室, 李凌峰和张小姐俩人相对而坐, 空气中飘逸着从张小姐身上散发出的淡淡幽香。 李凌峰再次看了眼她那饱满的身材, 张小姐要取那么多现金, 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怎么, 现在取钱还要向你们银行解释吗? 张小姐反问道, 第114章, 谁对我有意见? 李凌峰忙陪笑, 不, 不是, 这不禁来诈骗猖獗, 多嘴问你两句。 见李凌峰是在关心自己, 人用那么帅的份上, 张小姐才放下戒心, 也不是急着用什么的, 只是有些担心。 张小姐满是愁绪地说了句, 担心, 李凌峰一脸的不解, 钱存在银行里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吗? 张小姐摇摇头, 不是指着, 我是担心我老公呢。 敏锐的李凌峰立马认识到 可能两夫妻之间产生了什么裂痕, 不然不至于牵涉到财产。 你老公他, 出轨了吗? 李凌峰试探性地问道, 张小姐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那一张白里透红的脸颊能捏出水来。 一开始, 我也以为是这样。 张小姐道, 昨天半夜我老公坐在客厅, 不停地看着手机和抽烟, 那神情就跟失恋了一般, 看着都让人心疼。 不, 不是, 你老公失恋了, 你还跟着一起心疼啊? 李凌峰一脸莫名, 看着张小姐这般神伤的表情, 如此温柔体贴的女人如今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那后来呢, 你老公是被小三抛弃了吗? 张小姐摇了摇头, 我走过去安慰了她好久, 她却一直都不说话。 我说, 就算她在外面有女人, 我也会选择原谅她的, 毕竟我是那么地爱她。 张小姐的楚楚可怜瞬间让李凌峰义愤填膺, 这个死渣男还有什么不满足? 直到今天起来, 我才发现, 昨晚我老公看的是我的手机。 李凌峰? 猛圈中带着惊讶的目光, 绕了一圈感情, 是你玩得溜啊。 所以, 你今天曲线其实目的就是想转移财产, 防着你老公跟你离婚。 张小姐点了点头, 默认了李凌峰这个说法。 小吴端着两杯茶水进来, 分别放在两人的面前, 李凌峰端起引了口。 或许这回, 你更应该去盯着你老公, 他会不会也在转移财产呢? 如果他想离婚的话。 听了李凌峰这话, 张小姐似乎瞄动了过来, 平时转不动的大脑不知为啥, 今天特别灵活。 对呃呃, 我老公那的财产才是大头, 要是被他提前转移空了, 我不得亏死。 急得张小姐赶紧地拿起电话给自己律师打过去, 咨询一些相关建议。 离开前还不忘对李凌峰说感谢, 改天请你吃饭。 要不是李凌峰的这个提醒, 搞不好张小姐这下要损失上千个。 看着张小姐慌慌张张张地离去, 徐亚琳来到李凌峰的跟前, 你跟他究竟说了什么? 李行。 李凌峰甚是玩味地看了眼徐亚琳, 你跟你老公恩爱吗? 徐亚琳不解地点了点头, 想起昨晚跟他老公的不亦乐乎都不觉一顿脸红。 李凌峰见状都不用再继续多问了, 双方见面都能润出水来, 还不恩爱吗? 那这是你就没必要多了解了, 忙你的事情去吧, 跟你老公好好过日子就行。 李凌峰转身朝自己办公室走去, 留下一脸茫然的徐亚琳在原地当机。 一个AM, 一个FM, 这是聊得哪跟哪? 刚进来办公室屁股都还没坐热, 理财经理, 新姐就找了上来。 李行, 明天我想请一天的假。 李凌峰带着一脸的疑问, 怎么了? 有什么事情吗? 新姐嘴唇微动, 却始终没有回话。 李凌峰健壮, 你也知道, 现在正是忙的时候。 我知道, 可是我家隔壁王哥住院了。 隔壁王哥住? 愿。 李凌峰看向新姐, 不, 新姐低下头, 脸一红, 我老公, 那个酱种昨天趁我睡觉时, 在我胸上抹了老鼠药。 等等, 李凌峰理了一下思绪, 你胸上抹了老鼠药, 所以你隔壁王哥住了院? 新姐再次含羞地点了点头, 现在两边家里乱成一锅粥了, 明天若是不把事情解决好, 搞不好要闹到警局去。 李凌峰吸了口凉气, 这其中的关联已不是一句半句理得清楚了。 但事情都到这份上了, 再不披假就说不过去。 记住, 我只有一点的要求, 你们怎么闹都好, 可别牵扯到单位来。 新姐离开后, 好不容易有了片刻的安宁, 李凌峰坐在办公椅上闭目养神了一回。 只是这闭上眼睛, 脑海都是他父亲李云海恋爱的看着小儿子的场景。 烦躁得很, 李凌峰来到茶水桌前, 泡了一壶落天形的上等龙井。 茶水刚泡好, 办公室主任叶木军走了进来, 李凌峰顺手给他也倒上了一杯。 怎么? 你来找我又是什么事情啊? 叶木军看着这刚泡好的龙井, 什么都是假的, 先喝上一杯再说。 这是之前落行珍藏的那龙井吧? 叶木军一下就贫了出来, 李凌峰笑了笑, 没错, 他搬走之时说留下给我。 叶木军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地看着李凌峰, 他留下给你的, 怕不是你自己藏的吧? 李凌峰? 我堂堂一个支行行长, 能做那龌龊之事? 就算是也不能承认, 你爱喝就喝, 不喝给我滚。 李凌峰道, 叶木军立马拾去地闭上了嘴, 平时就喜欢喝茶的他怎么舍得放弃这么好的茶? 对了, 你找我究竟什么事情? 李凌峰再次问道, 叶木军这才想起, 我们支行要搞民主测评, 你看什么时候抽空大家开个会? 李凌峰想了下, 我看今天就人齐, 要不就现在开吧? 那行, 我去通知下大伙会议室集合。 叶木军珍惜地引进杯中茶水, 便起身出去办事。 会议室除了跪员上跪外, 其他的人都召集过来这参加民主测评会议了。 我是这行行长, 掀起个头, 大伙对我有什么意见, 可以尽情地展开说。 李凌峰首先做表率道, 是吗? 那我就说了。 小吴第一个跳出来, 上次拒绝了他的转岗, 心里就不怎么舒服。 噼里啪啦地说了李凌峰一通, 李凌峰一一地给记了下来。 叶木军见状, 赶紧给李凌峰台阶, 理行就是谦虚, 听得尽别人意见, 这都记录下来了。 李凌峰迷人的一笑, 是啊, 我就想看看谁对我有意见。 台下众人听到李凌峰这话, 顿时一片寂静, 尤其是小吴跟个死人脸一般。 怎么了? 说啊。 第115章, 如果可以, 民主会最终在一片友好祥和的氛围中结束, 李凌峰做总结发言。 在讲话之前, 李凌峰先是扫了一眼众人, 最后目光落在了小吴身上。 大伙也纷纷跟着看过来, 有几位同事已经开始在憋住笑容了。 这小吴终究还是年轻了呀。 李凌峰轻了一下嗓子, 开声道, 今天这会整体不错, 像这样的会议, 我们以后可以多搞几次。 会上大伙都能踊跃地发言, 尤其是我们的小吴同志, 队伍我。 这个我字, 李凌峰特地加重了几个声量, 以及之行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这时, 小吴立马举手打断了李凌峰的讲话, 李凌峰抬头看了眼, 你小子没完美了是吗? 不过本着民主之精神, 李凌峰还是皱眉道, 你是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小吴窃窃地站起身来, 憋了好久, 随即谄媚一笑, 李行, 我刚那提的意见能不能收回? 李凌峰放下手中的墨笔, 靠在了座椅上, 不是, 这大伙都听着呢, 说是收回就收回的吗? 那要是大伙都没听见呢? 小吴笑着反问了一句, 李凌峰听着这话顿时来了兴趣, 就好奇你怎么能让大伙都没听见呢? 于是给了小吴一个眼神, 请开始你的表演, 得到李凌峰的默认后, 小吴接着环视了一遍众人, 心意横腻咬牙, 大伙下周的早餐我全包了, 不带重样的, 就说刚有没听到我提的意见吧? 随着小吴话音刚落, 大伙眼中顿时闪现出耀眼的光芒, 那可是一周的早餐啊, 还是那种变得法子来, 每天都不同样的, 于是都不等李凌峰开声确认, 就纷纷转过头来对李凌峰七嘴八舌道, 没, 没听见, 李凌峰也是一惊, 看来这一周的早餐分量还是蛮重的, 可不, 这又意味着可以晚起几分钟, 懒得去做或是买自己早餐, 上班领起床那几分钟相当关键啊, 不是, 那叶木君本子上还做着会议记录呢? 李凌峰给提醒道, 回过神的叶木君赶紧翻开那一页, 不但丝毫犹豫地撕了下来, 当场扯碎扔紧垃圾桶, 这下人真物证都没有了, 见状, 李凌峰满意地笑了, 记得还有个录音笔啊, 小吴抓起桌上放着的录音笔, 就是一把杂地上给摔个稀巴烂, 彻底报废, 那李凌峰看了眼众人, 这事就翻篇了, 大伙包括小吴在内齐齐地点头, 执航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民主团结的一幕, 行吧, 那这事情就过了, 回头小吴赔一个录音笔给执航, 那是公家财产, 小吴, 才想起刚激动了一些, 录音删掉不就行了吗, 干嘛要把他摔报废呢? 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 李凌峰定调道, 等会亚林给大伙买杯奶茶, 开会说的口干, 我请, 还有, 晚上木君你带大伙出去聚下餐, 回头抱在执航的营销费用上, 简单三言两语, 众人便瞬间欢乐起来, 整个会议室一片热闹, 就差没三呼万岁了, 这回执航的保安大哥走了进来, 找到李凌峰, 李行, 外面有位女人找你, 女人? 李凌峰面露疑惑, 保安大哥一副我懂的模样, 是的, 女人, 我已经把她领进你的办公室里了, 李凌峰看着这位机灵的保安大哥点赞三连, 就要回到自己办公室, 李凌峰还在纳闷, 这该不会又是哪个前女友找上门了吧, 进门抬头一看那女人, 完全一副陌生的模样, 而且年纪看上去都近五十了, 不该啊, 自己前女友里不会有年纪那么大的吧, 于是来到女人跟前, 带着心中的疑问, 李凌峰问了句, 你是? 面前的女人柔和一笑, 自己介绍道, 我叫冯翠婷, 是你父亲李云海的现任妻子, 李凌峰刹那间愣在了原地, 一时之间没搞清楚状况, 不是, 我都没去找你麻烦, 你这个破坏人, 家庭的插足者, 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了? 坐, 饶氏心中有说不出的不悦, 李凌峰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礼貌, 冯翠婷坐了下来, 将手中的包包放在了一边, 打量了一下李凌峰,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此前冯翠婷也只是在李云海的口中得知, 他有这么一个儿子, 而且李云海从不主动提这事, 所以冯翠婷对李凌峰的具体信息了解很少, 李凌峰给泡了一壶茶, 用开水清洗着茶杯, 今天这么突然的找我, 有何贵干啊? 李凌峰眼睛连看都没看一眼, 面对李凌峰不怎么友善的发问, 冯翠婷并没有表现出生气, 反而是笑了笑, 没, 就是过来看看, 李凌峰将茶水端到了冯翠婷面前, 可不会这事吧, 有些理亏, 解释道, 这些年我并没有拦着你父亲来找你,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没时间吗? 李凌峰嘲笑道, 冯翠婷微微一叹, 只是他觉得没脸见你, 他搞砸了你的人生, 李凌峰手中的杯子被使劲捏住, 现在借口都这么深情了吗? 见此, 冯翠婷便不再解释, 有些事情错了就是错了, 谁都无法否认, 这就是你今天冠冕堂皇出现在这里的理由, 冯翠婷看了眼李凌峰, 我今天来不是祈求你的原谅, 那是什么, 跟你聊聊你父亲, 他似乎遇到了问题, 李凌峰冷笑一声, 那还不是过来找我帮忙, 怎么现在想起有我了? 冯翠婷, 确实, 今天来多少有带那么一点求帮忙的意思, 也不全是, 你知道吗? 你父亲的问题远不止经济问题那么简单, 冯翠婷回道, 若只是因为破产, 我定然不会来找你, 我可以跟你爸一起吃苦, 哪怕流落街头? 看着冯翠婷这般坚定的神情, 李凌峰找不到一丝怀疑的理由, 在李凌峰以前的认知中, 冯翠婷的出现就是贪图父亲的钱, 哪个小三上尉不是这样? 你觉得我会信你这话? 李凌峰道, 你信不信无所谓, 陪着你父亲的人是我, 我信就好了, 冯翠婷的话直接让李凌峰原地破防, 你父亲有可能会在监狱中度过他的余生, 冯翠婷告知李凌峰后, 起身准备离开, 行至门口停下了脚步, 终是说出那句, 如果可以, 希望你能帮帮他吧? 第116章, 苦了大家了, 冯翠婷走后, 李凌峰给自己倒了杯茶, 一饮而尽, 拿出支烟点上, 他的话犹在耳, 父亲李云海的事情, 在自己没弄清楚之前, 一切都免谈, 回想这些年走过的路, 老子TM不亏欠任何人, 当然, 前人们除外, 没多会, 徐亚琳走了进来, 手上拿着一杯水果茶, 看分量还是料挺足的那种, 来到李凌峰的面前, 李行给大伙买的奶茶到了, 这是给您的水果茶, 李凌峰吐去口中的云雾, 连忙说声, 谢谢, 总共多少钱我转你, 闻到烟味的徐亚琳, 轻咳了一声, 随后用手稍微微遮住了鼻子处, 细心的李凌峰, 立马发现了他的这一举动, 记忆中徐亚琳对烟, 可是并不敏感, 难道, 带着疑问, 李凌峰问了句, 你, 你怀孕了? 徐亚琳听到李凌峰这话, 显得有些错愕, 李凌峰是怎么发现自己怀孕的, 自己可什么人都没说啊, 况且, 自己也才刚确认不到两天, 惊讶中略带害羞的表情, 是啊李凌, 你咋发觉的? 李凌峰立马将眼点熄灭, 随即一笑, 如果我说我有透视眼, 你信吗? 徐亚琳看着李凌峰, 立马双手抱住了前胸, 清澈的眼神里, 透露着一丝智商的欠缺, 放心, 我眼睛近视, 看不清楚具体的细节, 李凌峰逗他道, 徐亚琳还是有些怀疑, 那, 那怎么不见你戴眼镜呢? 戴了, 我戴的隐形眼镜, 不信你看我眼睛, 徐亚琳认真看了眼李凌峰那双会笑的眼睛, 顿时醒悟过来, 自己是被耍了, 幸好自己结婚多年, 要是换成像小妹那样新来的小女生, 还不得被你迷颠倒, 隐形眼镜我没看到, 那副吊廊当样倒是十足, 李凌峰你好歹有个领导的样子行不, 听到徐亚琳的劝, 李凌峰连点点头, 表示认可赞同, 对了, 你刚才进来有没敲门? 李凌峰接着问了一句道, 徐亚琳疑惑的想了一下, 摇头, 好像没有, 怎么了? 那你出去重新敲门再进来。 徐亚琳? 咋? 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看着徐亚琳呆萌样, 李凌峰禁不住笑道, 行了, 你算下奶茶总共多少钱? 不用了, 今晚你带大伙去吃饭, 大伙商量着该请你喝奶茶, 一码归一码, 说好了请你们就不能食言, 你们要请我下次都可以。 拗不过李凌峰, 徐亚琳最终收下了李凌峰转来的奶茶钱。 谢谢李行, 那没什么事情, 我就先出去了, 李行, 都说屁不搭的女人好生样, 李凌峰看了眼徐亚琳离去背影, 确实有点道理, 记得这是他第三胎了, 这次怕是响应国家号召, 没法, 谁让人老公是S是本地老, 加工手里握着十几套的出租产业, 这每个男丁都对不起祖上的香火延续。 想到这, 李凌峰不禁微笑着摇了摇头, 要论起来, 韩雪莹的比这许亚琳更大更巧。 下班, 办公室主任叶木军忙活着打电话订房, 招呼大伙去聚餐, 敲响李凌峰的办公室, 李行, 我们出发吧。 关闭电脑拿上车钥匙的李凌峰一笑, 走吧。 定的放管离之行虽不远, 但也有些距离, 走路的话还是稍许累的。 于是, 李凌峰决定驾车过去, 叶木军见状忙喊道, 李行, 坐我车去吧, 待会怕您饮酒不变。 李凌峰想想也是, 于是便转身上了叶木军的车, 享受享受当领导被人载的滋味。 看着做自己副驾驶的李凌峰, 叶木军笑道, 李行你不该坐我后面吗? 那才是领导座位。 下班之后不分职务, 你我都是平等众生。 哪来的领导? 叶木军顶了顶鼻梁上的眼睛, 有些犯难。 李凌峰见状, 眉头稍稍一皱, 这咋的, 野猪吃不了细糠, 以往被老洛压迫惯了。 非得奴性十足地表现出阶级之分。 不是, 你坐我老婆的专属位了, 这有行车记录仪, 一起动车辆就会记录下来。 李凌峰, 被莫名赶到了后排座的李凌峰, 是一点领导位都没感觉到啊, 虽说后排是领导座。 理了叶木军, 还不忘重新擦了擦副驾驶座椅店。 这尼玛还拿我当领导了吗? 简直是在赤裸裸地挑战领导的威严, 不拿领导当回事。 不是, 李星, 你别想多了, 我老婆有解癖。 叶木军给解释道, 李凌峰这才点头, 随即想到了什么, 你这行车记录仪不还没开启吗? 你老婆能发现有人坐过? 叶木军想到, 好像也是了, 于是转头, 呃, 我也有解癖。 没了, 今年你这优秀员工奖评比指定是没了。 李凌峰只觉心中万马奔腾。 来到订好的饭店房间, 支行众人齐聚一桌, 趁着上菜之际, 李凌峰率先端起酒杯。 我敬大火一杯, 感谢大火对支行的奉献。 众人欢庆举杯相随, 纷纷一饮而尽。 放下酒杯, 李凌峰笑道, 都吃好, 我还有点事情, 就先离开了。 众人错, 敢请李星你这杯酒, 就只是为了开个头啊。 牧军, 你看着来, 不过就尽管加菜, 出来吃饭, 可别饿着大火。 李星, 你真不跟我们一起吃啊。 小吴道, 我还想着多敬你几杯, 怕我记着你提的意见啊。 李凌峰笑道, 可不这意思吗? 小吴一个贼笑, 没, 没有, 就是单纯地想敬你。 今晚真有事, 改天, 改天我私人再请大家。 听到又有饭请, 众人顿时欢呼起来, 趁着李凌峰还没走之际, 都纷纷过来敬酒。 感情是直接想把李凌峰干趴在这了。 离开饭店后, 李凌峰叫了辆车赶去下一场, 那是他吸河投资有限公司的第一次员工聚餐。 当李凌峰赶到方知敏安排的地点时, 整个人沉默了。 几人聚在一家简陋的个人私营饭店里, 装修朴实无华都说不上, 只能用简陋来形容。 妥妥的一个主打叙利亚风, 连那墙壁上掉的白灰都甚是有特色。 咋看上去, 还有点像天下山川河流分布图, 环境跟刚才之行吃饭的那饭店有如天壤之别。 这就是大企业与小企业间的区别, 何况自己这还是刚创业公司。 真是苦了大家了, 李凌峰有些痛心地来到众人前先自发三杯。 咦, 这酒入口挺纯的, 味道也很熟悉。 转头对方知敏问道, 这什么酒啊, 挺好喝的。 当然好喝了, 这是茅台啊。 萧红飞笑着抢先方知敏回答道, 李凌峰? 茅?茅台? 李凌峰愣了一下, 难怪跟上次陈亚新家喝的味道那么像。 不, 不是, 这环境下喝茅台, 怎感觉像是茅坑里铺地毯, 臭讲究呢? 再看看桌上的菜品, 好家伙, 珍贵到就差没上国家级保护动物了。 李凌峰抬头看了眼那屌, 一半的强机饭店招牌, 这确定是普通人开的普通饭馆吗? 第117章, 他也叫林志玲, 在镇惊加猛圈中落座, 李凌峰已经开始在盘算今晚这顿饭的开销也要多少钱了。 其他的不说, 刚桌上那瓶茅台都大几千, 工资破钱没赚到, 第一顿饭就砸尽自己那么多钱, 这老方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 趁众人不注意, 李凌峰凑钱到方知勉耳边, 不是让你安排大家普普通通吃顿饭吗? 咋来这了? 方知勉一脸的不知所以然, 这里不就很普通吗? 李凌峰白了眼, 心里耐不住, OS, 普通你妹啊。 似乎看穿了李凌峰的独白, 方知勉笑了笑, 放心, 这顿饭不用我们掏钱。 李凌峰瞪大了双眼, 这店的老板, 以前我帮过他。 方知勉笑道, 李凌峰听后点了点头, 感情是来还人情的, 难怪整的那么丰盛。 不过听到不用自己掏钱, 李凌峰的心立马宽了几分。 这不, 胃口都瞬间好了不少, 夹起桌上的一道菜就往嘴里塞。 只是这种落魄的饭店能整出这一桌堪底国宴的菜, 李凌峰还是有点莫名。 你这朋友以前一直都是开饭店的吗? 带着疑问李凌峰问方知勉。 方知勉摇摇头, 他以前扛枪的。 黑社会啊。 李凌峰差点给噎着, 这方知勉的朋友都是些什么稀奇古怪。 少看点党片,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行武出身, 还参加过怼越反击战。 李凌峰深呼吸了口气, 立马投以崇高的敬意, 那个年代的英雄。 可别小看这里, 人军区领导也来着吃饭, 都他战友。 方知勉介绍道, 李凌峰凭住呼吸, 不自觉地再次打量了一下这顿, 想起了扫地僧这个词。 不是, 这店老板都这要牛了, 他还有什么地方, 需要找你帮忙吗? 吃饭, 吃饭。 方知勉笑了笑, 避而不谈道。 萧红飞拿着酒杯站了起来, 对李凌峰道, 老板, 这杯我敬你, 谢谢你的收留。 说完一饮而敬, 李凌峰自然也是笑着搭上一杯。 完后萧红飞对着手下三个年轻仔说道, 你们还不赶紧趁机向老板自我介绍一下。 男生率先举起酒杯, 老板, 我叫徐杰, 很高兴加入我们的团队。 李凌峰看了眼, 敬意你扒的身段, 留着的碎法倒是几分帅气。 老板, 我叫向若珊, 叫我珊珊就好。 向若珊笑着举起酒杯道, 李凌峰的目光直接停留在他那胸部, 不得不说有些人生来就是C位。 我叫林瑶, 细域中带着几分羞涩, 虽说没那像若珊傲人的身材, 但却别具东方气质的典雅。 不错, 各有千秋, 李凌峰满意的点点头。 举起酒杯, 大家别看现在我们公司不咋地, 只要你们用心弹, 公司起来了保证亏待不了大家。 李凌峰给几人打鸡血, 这一点我绝对可以拍着胸脯保证, 甚至以后你们都将会是公司的股东。 带着刚出社会的智能, 几人齐声敬李凌峰, 或许他们压根都没在意李凌峰说什么。 因为谁也想不到, 若干年后, 自己所在的这锡盒投资有限公司会成为世界顶级资本的存在。 几人酒杯刚放下, 旁边肖洪飞的电话便响了起来, 看他那紧张且兴奋的模样, 不用猜都知道是林小宁打来的了。 肖洪飞拿起电话对大伙说道, 你们先吃, 我接个电话就回来。 结果这一听, 就是三十多分钟, 再不回来就剩残根剩饭了。 电饱了点肚子后, 李凌峰起身来到门外抽根烟, 远远望见肖洪飞还在那讲电话。 也是好奇, 平时可不见林小宁有这样的耐心跟他聊电话。 过了会, 挂完电话的肖洪飞转身, 刚好看见这边站着的李凌峰于是小跑了过来, 带着几分不好意思。 那个, 老板, 这月的工资能不能提前先发我? 放心, 你扣了以前预知的, 剩下的那些再给我。 李凌峰没一皱, 怎么了? 刚吃饭没听见要钱, 现在接个电话就缺钱了。 这不女朋友那边刚好需要。 肖洪飞老实巴交的一笑, 这跟以前见他那时的机灵完全不是一个样。 果然, 恋爱都会使人变傻吗? 不过看在肖洪飞业绩还不赖的份上, 李凌峰给他转了一笔, 剩下的过几天结工资再算。 拿到前后的肖洪飞激动地连说几声谢谢, 随后进去陪他三名组员。 等会, 还要送钱过去给林小宁。 这时的方知勉也走了出来, 来到李凌峰的跟前, 有件事我考虑了很久, 想跟你说来着。 李凌峰将烟头丢地上, 一脚将其踩灭。 什么事? 关于你父亲李云海。 李凌峰看了看方知勉, 是一起继续说, 你父亲那事情你帮不了, 建议你就不要插手了, 实话跟你说吧。 给你父亲做局的那几人涉及境外势力, 你父亲的资金流入了一个涉恐账户。 也许你父亲并没有参与其中, 也不知道其中详情, 但或多或少是关联进去了。 最终的结果可能要蹲几年的窑子, 好一点的话一年半载也能出来。 这是你父亲的另一份材料, 你自己看吧。 说完, 方知勉将手中的材料递给了李凌峰。 拆开密封袋的李凌峰取出资料细看了一遍, 方知勉说的没错, 这事情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 李凌峰思虑了一番后, 转头对方知勉道, 我要冯翠婷的所有资料。 方知勉一个错愕, 但还是点头硬了下来。 李凌峰不相信, 他父亲会是这么愚蠢的一个人,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的隐情。 你俩怎么还站在门外啊, 赶快进来啊。 屋里的萧红飞朝两人喊道, 众人再次共同举备后, 萧红飞告别自行先离开。 女友林晓宁还在等着他呢, 想起来萧红飞就觉得一通满满的幸福。 或许, 这就是努力前行的动力吧。 而此刻, 刚从酒店出来的林晓宁牵着一男子的手, 脸上满是事后的红润。 刚给你男朋友打电话, 那会真刺激。 男子回味道, 你开心就好。 林晓宁看了眼男子, 等会我就把钱打给你, 期待你的好消息。 饭馆, 三个小年轻也纷纷告别离开, 桌上就剩李凌峰和方志勉两人。 方志勉掏出手机, 翻了翻相片, 这是给物色的公司前台, 你看下, 李凌峰接过一看, 顿时没一皱。 你不是说你认识林智玲的吗? 方志勉点头, 是认识啊。 那你找的这个前台, 跟林智玲哪点像了? 李凌峰指着照片上五十多岁的发复阿姨问道, 名字像啊, 他也叫林智玲。 第118章, 不可能。 方志勉看着一脸不满意的李凌峰, 2500的价钱就是这种品项的了, 一分钱一分货。 实在不行, 工资方面再提提, 给重新整一个。 李凌峰道, 那还是按着林智玲的标准来吗? 不用了, 像像若珊那样的也行。 说完, 李凌峰双手在胸前比了个滴凉的动作。 好。 方志勉拿出小笔记本将李凌峰的条件要求写了下来, 还特地在胸大两个字下画上了双重线。 李凌峰? 百祥有限公司, 录完最后一单, 韩雪莹舒展了一下那麻木的臂膀。 月姐从办公室走了出来, 朝韩雪莹笑道, 怎样, 做完了吗? 嗯嗯, 韩雪莹点了点头。 整个公司除了这一片有光亮外, 其他区域一片漆暗。 月姐拉来一张轮实转椅, 来到韩雪莹身边坐下, 辛苦你了, 陪着我一起加班。 辛苦的人是你, 这个时候你得多注意一下。 说完韩雪莹忍不住伸手摸了摸月姐肚子, 里面的小生命正安静地成长着。 对了, 你那副经理的事搁置了。 赵月道, 韩雪莹听后稍稍愣了一下, 眼神闪过一丝的失望, 那是她多盼望已久的事啊, 但还是装作一脸的无所谓。 能上去就最好了, 上不了也不能强求。 我知道月姐你尽力了, 月姐看韩雪莹这番模样, 忍不住一笑, 因为你就要当经理了, 那副经理自然要搁置另选他人。 韩雪莹吃惊地看着赵月, 有点难以相信到, 月姐, 你在说什么? 我说, 你就要当经理了。 赵月重复一遍道, 经, 经理? 对啊, 今天下午跟老板谈了一下, 让你升任经理一职, 那你呢? 韩雪莹不解, 现在也才刚怀上, 用不着那么早就休产假吧? 再说, 就算休产假我也可以代理啊, 用得着直接给经理的职位吗? 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的吗? 我们总经理婚内出轨, 铁了心要离婚。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我们老板怎么还可能将公司交给他管理? 他也识趣地提了辞诚。 赵月说到这, 韩雪莹才渐渐醒悟过来, 所以说, 你要升任总经理一职了? 赵月摇摇头, 只是暂时代理, 成不成还是另外一码事。 韩雪莹听后高兴地要与赵月拥抱, 祝贺你月姐, 以你的能力肯定没问题的。 赵月义是欣慰地与韩雪莹相拥, 两个女人的心得到了相互慰藉。 在S是这么一个竞争压力强大的城市, 职场上的升迁何尝不是一件行事? 这意味着千军万马独木桥中, 又稍稍往前爬了一步。 被淘汰的几率小了几分, 终其一生的能力在这个城市扎根, 让后代站在更高的。 赵月轻轻拍了拍韩雪莹的后背, 好了, 我们收拾东西下班吧。 时间已是晚上十点多, 两人收拾好东西, 将公司的电灯电器关闭。 出了门口, 赵月看向韩雪莹道, 你怎么回去? 我叫滴滴回, 李凌峰今天陪同是吃饭喝酒了, 不能过来接我。 行, 那你自己要注意安全, 我离这境, 自己开电动车回去了。 韩雪莹不禁疑惑, 林旭东呢, 他不过来接你吗? 他在家陪着孩子呢, 不要说他近期跟孩子打得挺火热, 关系好了很多。 赵月笑道, 确实火热, 此刻小胖男孩手握双拳, 林旭东挥舞七匹, 狼皮带, 两人正在巅峰对决, 楼下挥别了赵月, 韩雪莹准备叫滴滴, 不经意间地抬头, 看见李凌峰拎着一个打包合战, 在路边傻笑, 没有丝毫的防备, 眼泪从韩雪莹的眼角滑落, 哭泣中带着喜悦, 上前道,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跟同事吃饭喝了酒吗? 我叫车过来的呀。 李凌峰笑道, 顺带给你带了些好吃的。 说完李凌峰刚想将袋子解开, 谁知韩雪莹一把抱了上来就是一阵热吻, 晚风带着些凉意, 却吹起了两颗滚烫的心。 下意识的动作, 李凌峰手就摸了上去, 韩雪莹急忙分开, 别闹, 这里有监控吗? 那找个没监控呢? 李凌峰看了下四周, 好像都不怎么安全。 韩雪莹白了眼, 喝多了是吗? 大庭广众之下的。 那你还亲我? 李凌峰填了把嘴唇, 仍有丝丝的温热湿润。 晚风吹的嘴唇都干裂了, 我还想再擦多一点润唇膏。 李凌峰接着道, 韩雪莹原地脸色潮红, 转移话题道, 你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 对啊, 绝对是你喜欢的口味。 李凌峰赶紧起开打包盒, 还有点微热, 快, 两人坐在路边绿化带的边沿处, 你一口我一口, 津津有味地吃着。 你不是吃过饭了吗? 还跟我抢吃的? 韩雪莹道, 李凌峰给韩雪莹加了一块, 没有你在, 乃能吃的饱? 是吗? 那今晚回去, 我来喂饱你。 韩雪莹红润着脸微笑道, 一双情欲的眼眸竟是迷人。 李凌峰点点头, 行, 你吃饱攒些力气, 今晚我要听到扑噬扑噬声。 第二天, 还没睡醒的李凌峰便被方知勉的电话给吵醒了。 一般方知勉是很少主动来骚扰人的, 这回打来电话肯定是有什么重要事情。 于是李凌峰擦了把脸, 接通电话道, 怎么了? 你要的冯翠婷资料我拿到了。 方知勉开口道, 还有你父亲的事情立案了。 李凌峰猛地坐起, 这意味着此刻他应该已经被逮捕了。 许久才问了句, 拘押在哪里? 你父亲没有被逮捕, 被拘押的人是冯翠婷。 方知勉的话瞬间让李凌峰犹如晴天霹雳, 整个人猛坐了一团。 电话里说不清, 你过来吧, 看了资料后就清楚了。 方知勉道, 挂了电话, 李凌峰没多一刻地停留, 收拾好自己便出了门, 连寒雪吟做的早餐都没来得及吃。 来到跟方知勉碰面的地点, 李凌峰迫不及待地拿过了方知勉手里的档案资料。 屏住呼吸从头到尾, 细细看了下来, 整个人瞬间崩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李凌峰不敢置信地自我呢难道? 第119章, 今非昔比了。 原来某种意义上来讲, 自己母亲何清元才是插足者。 当年父亲认识, 冯翠婷耀早已母亲何清元, 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母亲何清元的出现从冯翠婷手中抢走了父亲李云海。 就因为一个醉酒的夜晚, 一个错误有了现在的李凌峰。 迫于家庭的压力, 及对母亲何清元的负责, 父亲李云海最终选择了与母亲何清元结婚。 两人离婚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冯翠婷, 而是父亲李云海发现当年的那场误会原来是母亲何清元做的局。 这场婚姻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错误, 拆穿骗局的父亲李云海, 心中充满了对母亲何清元的厌恶。 由此也延伸到了李凌峰身上, 但为了父亲这个责任, 一直等到李凌峰18岁后才选择离开。 而这些年, 冯翠婷也一直选择喂嫁, 再次等来了和父亲李云海的第二次牵手。 才有了后来两人小孩的出生, 也就有了李凌峰学校看到的那一幕。 时至今日, 冯翠婷为了保住父亲李云海, 主动揽下了所有的罪责, 选择替父亲入狱, 因为他不愿意, 自己的男人有任何的人生污点。 好在情节并不严重, 而且也是为知情下的卷入, 最终被判一年的刑期。 李凌峰无力地放下手中的档案资料, 回想起以前, 难怪母亲何清元都是一张冷峻的脸。 方知勉上前拍了拍李凌峰的肩膀, 以示安慰。 但他明白, 此时此刻李凌峰最需要的是亲近而不是打扰。 于是安慰过后, 方知勉选择了离去。 李凌峰拿来烟点上, 吐出的烟随着秋风消散, 而落叶却质地有声。 一支烟过后, 李凌峰将烟头丢地上, 伸脚踩了一下。 巡视的皇位执法人员走了过来, 对李凌峰道, 这里不能随地丢垃圾的, 知不知道。 罚款五十, 执法人员掏出罚单大笔一挥。 惊呆的李凌峰看了眼, 阿瑟儿, 你有没有看到我现在很伤心啊? 执法人员将罚单递给了李凌峰, 你很伤心, 我也没办法啊, 该罚的还是要罚, 这是管理规定, 都说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你的伤心我感受不到, 我的快乐你也不会知晓。 完了还不忘补一句, 没办法的李凌峰只好乖乖交了罚款, 路边那辆停放的巡捡摩托车是不是你的? 是啊, 有问题吗? 执法人员回了句, 没问题, 只不过他好像围停被拖走了。 话刚落音, 执法人员转身看过去, 不早说, 把腿就去追那交警的拖车, 哎, 只有时, 人的悲欢是可以共通的。 李凌峰驱车来到父亲李云海居住的小区, 看到了一个男人落魄的一幕, 由于债务清算, 父亲李云海现居住的房子被法院拍卖, 强制执行了。 现在的他, 正在小区楼下忙碌着搬家, 男人到了这个岁数这种地步, 是否有些可笑? 见到李凌峰的到来, 李云海停下了手中的活, 拎出一张座椅。 坐, 现在就这情况, 别见笑。 李云海拍去座椅上的灰尘道, 茶水没有, 喝凭矿泉水吧。 李凌峰接过父亲李云海手里的矿泉水, 找到住的地方没? 李云海摇摇头, 现在所有的银行卡都被冻结了。 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李凌峰继续问道, 李云海笑了笑, 表现出一脸的轻松, 先去朋友家寄宿。 一阵, 总不能让小峰跟着我流落街头。 李凌峰看了眼这个落魄的男人, 现在哪还有朋友啊? 人家借你不像温神, 一般躲着就不错了。 当年你走给我留下的一套房, 现在我还没有能力还回给你一套, 不过也不至于让你寄人篱下。 于是, 李凌峰就在这个小区给找了一套出租房, 叫来饭中举的搬家公司, 把家具重新搬了进去。 房租支付了一年期的, 水电物业费也给预存了足够。 小区一楼糖水铺, 忙完的两人面对面坐着, 李凌峰点了两份糖水, 谁也没动。 平时不抽烟的李凌海, 跟李凌峰要了支烟, 抽得直咳嗽。 经见过来, 主要是想弄清楚一件事情。 李凌峰看向父亲李凌海道, 李凌海点点头, 继续抽了一口那陌生的烟。 何清元当初为什么要那么执意地嫁给你, 甚至不惜玩起了手段。 李凌峰话刚落音, 李凌海便是整个人一惊论, 看来李凌峰也知道当年恩怨。 听着李凌峰直呼自己母亲何清元的名字, 李凌海深深感受到了来自李凌峰身上的冷漠。 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或许你应该去找他才清楚。 说完, 李凌海便找老板要来纸和笔, 给李凌峰写下了一个地址, 是一处律所。 见父亲李凌海不肯说, 李凌峰也没有再继续追问。 毕竟做父亲的, 哪个愿意在儿子面前揭露自己过去不堪的伤疤? 尤其还是彼此隔着鸿沟的两人。 离开父亲李凌海的小区, 李凌峰坐在车上看了眼他给的地址。 脑海里盘旋了一会, 想想自己母亲何清元律师职业, 再想起爷爷曾任职司法部门。 似乎一箭慢慢浮出水面, 李凌峰摇摇头, 不愿相信这就是真相。 为了验证自己心中的猜想, 李凌峰按照父亲李云海给的地址驱车来到律所。 律所在市中心一栋高耸入云的摩登大厦里, 看着大厦的气派, 李凌峰知道自己母亲早已今非昔比, 能进驻这里的可都是实力非凡的经营单位。 坐上高层电梯直到53层, 李凌峰走出电梯, 清元律所耀眼的招牌便展现在眼前。 李凌峰驻足观望了一下, 最终还是走了进去。 你好先生, 是来咨询业务的吗? 还是有提前预约律师? 前台小姐姐礼貌地问道, 我找何清元。 李凌峰回道, 听到李凌峰直呼自己所长的名字, 前台小姐姐顿时一愣。 你, 你有预约吗? 没有, 就说李凌峰找他。 前台小姐姐抱歉一笑, 不好意思李先生, 没有预约, 我这便没办法安排了。 李凌峰冷得一笑, 现在见他一面都要提前预约了吗? 第120章, 语书。 恰巧此时何清元外出归来, 就在律所门口, 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何清元眼神顿时露出一丝的惊讶, 而后又迅速地恢复了平静, 对前台小姐姐说道, 没事, 我们认识。 说完, 何清元领着李凌峰来到了自己办公室, 近60瓶的面积甚是敞亮, 尤其那一面的落地玻璃, 将整个市中心尽收眼底。 行政小姐姐端来泡好的茶水, 放在李凌峰的面前, 而何清元则有自己独立水杯。 兴许是一路奔赶, 何清元拿起泡有茶叶的水杯, 平静地喝了一口。 两人谁也没先开口说话, 就这样僵持了一会。 何清元起身, 从包里拿出了一小碟现金, 来到李凌峰面前放下。 李凌峰不屑地一笑, 这么大方, 初次见面就给钱。 何清元瞥了眼李凌峰, 就附近沙发坐下。 这么多年不见你来找我, 不为钱为什么? 依旧是一副冷峻高高在上的模样, 丝毫看不见哪怕是一分的亲情。 说说吧, 当年你为什么不择手段也要嫁给李云海? 李凌峰也不拖泥直奔目的道。 何清元瞪着李凌峰, 他没想到李凌峰会问这些。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何清元冷冷地回道, 不要说我们还是你长辈, 你没自个问这些。 你哪来的脸说是我长辈? 18岁那年你我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挑的吗? 偶像? 何清元浑身愣了下, 他想不到时至今日的李凌峰 竟然敢这样跟自己对话。 这几年你在社会学到的就是这些吗? 成口蛇智呢? 对这个冷静地让人发寒的女人, 李凌峰不想再多说什么。 你就告诉我, 你图什么? 面对李凌峰的质问, 何清元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如果你只是来胡闹的, 那就请离开。 你责任。 李凌峰摇头冷笑一声, 不敢直面你那肮脏的一面吗? 你? 何清元似乎被李凌峰有些刺激到了。 那让我来告诉你, 你费尽心机嫁给李云海, 就是为借助爷爷的关系网, 为自己出道律师行铺路。 我说的没错吧? 李凌峰看向何清元道, 此时的何清元脸上已是一片黑云, 在极力地克制自己情绪, 连婚姻都拿来出卖博上尉。 你真的很可怜。 李凌峰讥讽道, 你说够了没? 如果再不离开, 我可要叫安保上来驱逐了。 何清元警告道, 李凌峰起身, 恭喜你, 作为一个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女人, 你赢得很漂亮。 虽然何清元没有亲口承认, 但种种表现已证实了李凌峰脑海中的猜想。 转身离开, 行至办公区域, 迎面来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与李凌峰对视一眼, 眼神中隐隐约约透着几分的敌意, 双方的磁场都感应到了彼此的不善意。 直至李凌峰离开律所, 那双眼神还依旧萦绕在李凌峰的脑海里, 如此清晰。 开车行驶在路上, 李凌峰无神地盯着前方, 一直以为自己是游戏人间。 想不到, 自己原来也不过是世俗利益的一步棋霸了。 不留神的瞬间, 前车一个急停, 李凌峰来不及刹车, 直接对了上去。 车上下来, 一位高挑职业女性, 一身黑色西服鼻挺, 却也藏不住里面的身材曲线。 尤其胸前那一抹的白色衬衣包裹, 呼之欲出。 美女走过来查看车损情况, 看前车像是新买的, 她应该会很心疼吧。 李凌峰也跟着下车来, 淡定地来到美女身边。 就着美女身上的清香, 李凌峰笑道, 就一点的小碰撞不碍事。 起夫妻的事情, 没什么大不了, 再不计不还有保险兜着吗? 怕什么? 美女没有回话, 一个转身看着李凌峰愣了一下。 许久才道, 李凌峰? 李凌峰惊奇地回看了一眼, 嗯, 你认识我? 你是不是叫李凌峰? 美女再次求问道, 李凌峰点点头, 我们认识吗? 我是语叔, 穆雪的妹妹啊。 这个叫语叔的美女, 很是高兴的。 李凌峰仍是想不起来什么语叔穆雪, 你咋不叫西施貂蝉呢? 见李凌峰毫无记忆, 语叔急道, 穆雪, 我姐, 胸口为你闻LLF的女孩。 提到这, 李凌峰瞬间想起来了, 因为这个纹身, 那女孩还跟自己的未婚夫闹掰了。 李凌峰一脸不好意思, 当年年轻不懂事, 真对不住你姐, 这些年她还好吧。 说来那是, 还得多谢你呢? 原来她未婚夫也是个渣男来的, 后来我姐找到了真爱, 现在孩子都几岁了。 啊, 那么快啊, 李凌峰有些吃惊道, 以前还说只爱我一人一生一世的。 语叔一笑, 嗯, 缘分来了, 挡都挡不住, 谁叫你当初没抓稳? 也是, 李凌峰跟着一笑, 转头看了看车, 既然都这么熟了。 那, 这你该报保险的报保险, 不想报保险的话, 赔我现金或转账也行, 追尾是你的错。 生怕李凌峰说就算了, 语叔赶紧的抢先回道。 李凌峰? 你这话是一点勤奋也不喊啊。 李凌峰苦笑了句, 我姐跟你说, 我可跟你不熟, 该拎亲的咱还是别含糊的好。 语叔义正言辞, 不是, 你这话说的, 当初你买胖刺还是我掏的钱。 李凌峰提醒道, 就你读大学那会。 语叔煞事一阵的脸红, 你这都多久的陈年往事了, 况且不就那一回吗? 老师没教过你,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语叔一气, 那要不要我现在拖下来还给你? 李凌峰顿时睁大了眼睛, 就差没说出, 好啊, 好啊。 两人挤进嘴皮拉扯, 李凌峰最终叫来了保险, 把双方车辆都给拖去维修。 这弄下来又是耗了两个多钟, 李凌峰现实饿得前胸贴后背, 早上到现在就滴水未尽过, 都真想滴血糖一把栽倒在语叔那汹涌的怀里。 难道碰见, 我请你去吃点东西吧。 李凌峰开口道, 语叔想了想, 反正现在自己也不及时,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那走吧。 李凌峰道, 对了, 你是不是还喜欢穿卡通版的胖子? 第121章, 那叫什么? 就进港式餐厅, 李凌峰点了一大堆茶点, 语叔一脸惊讶地看着李凌峰, 这才看到语叔胸口挂着的公牌, 你也是律师啊? 你忘了, 我大学学的就是法学专业, 不做律师这一行还能干嘛? 李凌峰点点头, 那清源律所你知道吗? 他啊, 我们的死对头。 语叔吐槽了一句, 不过人家也压根没拿我们当对手, 他太强了。 看李凌峰对清源律所那么感兴趣, 语叔接着好奇地问道, 你是想找律师服务吗? 找我们啊, 一样专业, 还可以给你打个优惠架。 李凌峰冲洗好自己的婉具, 笑道, 等我有需要再说吧。 语叔失落地将肩上包包放在旁边, 包包链上还挂着许多的动漫公仔。 李凌峰也一直搞不懂, 这语叔跟他姐一样明明就一副欲解风范, 偏偏就喜欢二次元。 总感觉哪里不搭, 是童心未敏吗? 演的菊花茶, 李凌峰往茶壶里加了些白糖, 要多甜? 我都行。 语叔回了句, 起手用开水过自己的婉具, 加好白糖的李凌峰 给两人各到了一杯菊花茶, 我都忘了, 你姓啥来着? 语叔顿时白了眼李凌峰, 亏我姐还跟了你那么久, 白瞎了眼, 老娘姓陈, 记住了, 李凌峰当下想到了陈雅兴, 笑了笑, 我有个朋友, 好像也姓陈, 男的女的? 陈语叔随口问道, 跟你一样的, 李凌峰夹了块牛柏叶放进嘴里, 感觉没过牙齿就下肚了, 接着又是一块, 又急又快, 整一个难民似的, 这景象把陈语叔给看待了, 你慢点, 我不会跟你抢的, 稍稍垫了一把肚子后, 李凌峰才放下筷子, 大口喝下放凉的菊花茶, 啊, 李凌峰满足地叹了一句, 怎么了, 你这是又在哪个女人家里, 做苦力缸出来吗? 陈语叔好奇地问道, 李凌峰? 这回陈语叔的手机视频铃声响起, 陈语叔拿起一看, 是姐姐沉默雪发视频过来, 于是赶紧地接通, 李凌峰只听见视频中传来熟悉的声音, 小叔, 你在哪啊? 陈语叔对着手机视频一笑, 我在茶餐厅呢, 你猜我遇着谁了? 谁啊, 让你这么心血, 陈语叔回道, 陈语叔将镜头调转过来对准李凌峰, 你自己看, 李凌峰抬头, 视频里的陈语叔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整个人惊愣了一下, 只不过手机视频对着陈语叔, 李凌峰压根看不见陈语叔的反应, 许久, 陈语叔才带着惊讶的语气道, 李凌峰, 陈语叔将手机递给了李凌峰, 从视频中, 李凌峰看到了久未谋面的陈语叔, 如今以为人母的他, 早已没了当年的稚嫩, 却多了几分成熟的韵味, 李凌峰笑着打了声招呼, 陈语叔柔美的一笑, 这么多年没见, 还是那么帅气啊, 一点没变, 你变了, 变得更漂亮了, 李凌峰调侃道, 嘴巴还是那么甜, 得了吧, 都是孩子的妈了, 再漂亮能漂亮到哪里去, 每个阶段都有他对应的美, 要有一双发觉美的眼睛, 对面的陈语叔听道李凌峰这话, 不惊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话说刚见面那会, 怎么就没夸我美呢, 说不应你, 对了, 你结婚了没, 视频中沉默雪笑问道, 这不正谈着呢, 就看对面女孩是什么意思, 要不你帮我劝劝她, 陈语叔听后, 立马瞪了眼里凌峰, 一把抢怪手机, 你可别听她瞎说, 姐, 就说你该找个人嫁了, 你看, 天天被狼惦记着吧, 陈木雪也是砍笑道, 好了, 不跟你们聊了, 孩子哭闹, 视频里传来小孩子的哭声, 陈语叔挥手做了个白白的手势后, 便挂断了视频, 你姐胸口上的那LLF纹身没去洗掉啊, 李凌峰问了句, 刚视频石榴一道了, 不知道他, 或许是拿来当个念想吧, 陈语叔道, 李凌峰颤了一下, 他现在老公不知道这三个英文字母代表什么吧, 当热不知道, 要是知道, 你还能坐在这, 他老公可是东南亚自由搏击大赛冠军, 李凌峰吞咽了下口水, 仅存的那点念想瞬间烟消云散, 茶餐听出来, 两人告别后, 陈语叔叫来出租车, 没走两步又到了回来, 陪我去看场漫展吧, 后座上探出头的陈语叔对李凌峰笑眯眯说道, 李凌峰秀, 眉微微一皱, 这个请求是答应好吗, 还是答应好呢, 来到漫展后, 李凌峰就后悔了, 黑压压的一片自己看不清楚的古灵精怪splay人物, 愣是被陈语叔拉着全场逛了个遍, 在人群中挤来挤去, 好在也不是一无所获, 李凌峰看着手机相片里那细枝挂朔果的二次元小妹妹,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漫展待了一个多钟后, 陈语叔才在李凌峰的催促下恋恋不舍地离开, 牵着李凌峰的手臂, 高兴的一个劲再说刚才漫展, 宋陈语叔上车后, 李凌峰也叫车回到了直行, 一进门几个信贷, 客户经理便围了上来, 都一天没见, 李凌峰人影了, 贷款资料什么的都还等着他签名, 忙完后, 回到办公室OA系统文件也还一堆等着处理, 刚想看下手机多少点来着, 就弹出了一则信息, 是韩雪莹, 点开一看, 竟然是他的经理, 任职文件, 很显然, 此刻他想跟李凌峰分享这一喜悦, 李凌峰嘴角一笑, 他知道这是韩雪莹一直心心念的事情, 如今终于落地了, 这些日子, 看着李凌峰的突飞猛进, 韩雪莹心里也一直在暗暗较劲, 渴望着获得进一步提升, 李凌峰自是明白这一点, 如今目标实现, 李凌峰立马发去一个喜庆的表情, 恭喜, 恭喜, 以后就得叫你韩经理了, 此刻韩雪莹一副傲娇的表情, 就说, 我厉不厉害, 嗯, 不过我觉得你昨晚更厉害, 后面李凌峰还不忘加上一个羞羞的表情, 滚, 人家跟你说正经的, 厉害, 厉害, 从一开始认识韩经理, 我就知道韩经理不是一般的人物, 别韩经理韩经理的叫了, 那叫什么, 叫老婆, 第122章, 等会还有项目, 李凌峰摇摇头, 别一天天的竟想占我便宜, 两人聊得正火热, 心姐敲门走了进来, 李星, 我是过来消假的, 李凌峰结束了与韩雪莹的聊天, 抬头看了眼心姐, 都处理好了吧, 心姐点点头, 好在我那老公买的老鼠药是假的, 药性没那么强, 也就洗了个胃, 签好消假的单, 心姐接过手说了声, 谢谢李星, 临走至门口, 心姐转身想了会, 如果我说, 我跟王哥没什么关系, 你相信吗? 李凌峰? 另外一个在门口鬼鬼祟祟的小无间心姐出来后, 赶紧接着进了李凌峰办公室, 手中拎着一袋的土特产, 虚头巴脑的来到李凌峰办公桌前放下, 贼眉鼠眼笑道, 李星, 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 抽空您尝尝, 李凌峰看了看桌上放着的土特产, 再抬头看了看小无, 笑了一笑, 这小无就是典型的没背景, 想上镜又不肯努力, 一心想着走后门的代表, 李星, 上次的事情我已经彻底反思了, 痛定思痛下不为力, 李凌峰眉微微一皱, 别啊, 我还是喜欢你那副桀不逊的样子, 是是, 只要李星你有需要, 我随时可以切换, 您看我那转岗的事情, 李凌峰凝视了一眼, 总不能阻碍人家小伙求进步吧, 这样, 你找下信贷客户经理, 看看谁愿意带你, 小无心中一喜, 只要他们有人愿意带我, 您就肯答应我转岗吗? 可以, 李凌峰愉快地回答道, 谢了您恋, 李星, 小无高兴的那嘴巴都合拢不上了, 恨不得现在就冲出去, 挨个挨个地问信贷客户经理们, 哎, 别那么快走啊, 你上次说喜欢的人跟别人发生了关系, 后来怎么样了? 李凌峰问道, 小无转身, 后来我鼓起勇气跟他表白了, 李凌峰惊讶地看着小无, 那, 成功吗? 小无摇摇头, 没成功, 不过倒是挺关心我的, 问我是不是有病, 李凌峰, 小无离开李凌峰办公室后, 迫不及待地找来各个信贷客户经理问个遍, 脸上那死一般的表情就知道, 没有任何一个信贷客户经理愿意带他了, 毕竟, 谁愿意带一个拖油瓶, 还不干活的那种, 你是我大爷吗? 眼下韩雪莹提升了经理一职, 李凌峰想着今晚是不是要找个地方给他庆贺一下, 要不要叫上林旭东和赵岳两人呢? 还是说过两人世界就好了, 此刻, 林旭东也在思考这一问题, 这赵岳也代理了总经理职位, 思索一番过后, 两人心中不约而同道, 叫个毛, 两人世界操作空间不更多吗? 在这一点上, 两人隔空甚有默契地完成了合拍, 李凌峰选了一家极有品味的餐厅, 顺道买了树花让跑腿送过来, 做好这一切, 李凌峰看了眼手机时间也是差不多该下班了, 于是给韩雪莹发去了条信息, 我过去接你, 关闭电脑, 李凌峰拿上桌面的车钥匙出了办公室, 这回大火也纷纷忙着收尾下班, 压钞车在支行门口停着, 安保人员持枪守卫, 其他人在收箱, 出来门口抽根烟的功夫, 跑腿便将树花送了过来, 拿到花的李凌峰看了眼, 嗯, 还不错, 李凌峰对自己选的花种甚是满意, 随后拿着上了车, 大厅里营业部主任徐亚林看到那, 闷了一句, 这李行拿着一大束的康乃兴, 是要送给他妈妈吗? 来到韩雪莹公司楼下, 韩雪莹和赵月两人也相当有默契地分开, 谁也不提今晚的事, 韩雪莹高兴地坐在副驾驶位上, 对李凌峰眨了眨眼, 带我去哪里吃饭啊? 去到就知道了, 带着满是期待的心情, 车辆最终停在了一家休闲会所, 韩雪莹转头甚是疑惑问, 该, 不会就是这里吧? 李凌峰点点头, 嗯, 就这, 我们到了, 韩雪莹, 看着韩雪莹这般表情, 李凌峰笑道, 跟你说, 男人一开心都会来这庆贺的, 不是, 那现在到底是庆贺你, 还是庆贺我? 李凌峰怂了怂肩, 这不都一样吗? 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韩雪莹白了眼, 说到底就是打着为我庆贺的幌子, 肥了你自己, 再说, 这哪有吃的? 李凌峰摇摇头,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跟你说, 里面的自助餐不亚于金钱包, 韩雪莹? 哎呀, 走了, 进去你就知道了, 你老公我花了不少钱订的, 两人下了车, 在西装革履的工作人员指引下, 刚准备朝会所的大门走去, 一对熟悉的人影同时走了过来, 李凌峰定睛一看, TM那不是林旭东和赵岳两人吗? 此刻, 也看过来的林旭东顿时傻眼了, 这不, 地球咋那么小啊? 四人就这般愣了一会, 回过神来才假情假意的上去热情打招呼起来, 李凌峰和林旭东两个怀鬼胎的对看了眼, 憋住嘴巴用别角语音家眼神一番沟通下来, 这信息才对上了, 原来都是为女人庆贺生殖挑的这地, 心照不宣的两人相视一笑, 一旁的赵岳和韩雪莹看在眼里, 赵岳忍不住问道, 你俩该不会是事先商量好的吧? 怎么可能? 两人一口同声道, 赵岳和韩雪莹纷纷看向两人, 踏入会所, 映入眼帘的便是金碧辉煌的大堂, 顶部吊灯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地面铺着柔软的地毯, 每一步踏上去都柔软舒适, 墙壁上镶嵌着的精致壁画, 透着丝丝文化气息, 韩雪莹和赵岳两人都看呆了, 想不到李凌峰和林旭东这对狗子能找到这地, 平时是还有多少事情瞒着自己身边的女啊? 似乎看出了不对, 林旭东忙笑着解释道, 平时都舍不得来, 这不刚好你升至高兴, 设本来一回。 前台做了登记, 在服务员的引领下, 几人沿着大堂往里走, 便来到了自助宴厅, 厅里四周摆放着精美的雕塑和艺术品, 中央是长桌, 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 上面摆放着精致的餐具和晶莹剔透的酒杯, 以及那琳琅满目的食料, 看上去就好像很高贵的样子, 服务员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后, 便点头转身离去, 我们先吃点吧, 不要太饱, 本会还有项目。 韩雪莹和赵岳脸上双双写满问号, 什么项目不能吃太饱? 第123章, 王汐之真迹, 清晨, 李凌峰一个侧身, 似乎打在了软绵绵上, 猛的一睁眼, 发现韩雪莹竟然还没起床, 于是赶紧的伸手摇晃了下她肩膀, 这都几点了, 今天你休假? 韩雪莹这才睁开朦胧的眼睛, 拿起枕边的手机一看, 吓得立马坐了起来, 都8点30了, 你咋不早点叫醒我, 快要迟到了, 韩雪莹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李凌峰, 平时你走了, 我都还在睡觉, 指望我叫你起床, 掀开被子的韩雪莹就吓得小跑着出去洗漱, 李凌峰看着那一晃一晃, 你好歹穿个衣服再出去啊, 说完, 便将一边的衣服顺手扔给韩雪莹, 韩雪莹一边穿衣服一边抱怨道, 都怨你, 昨晚那金油推拿鼠式太上头了, 现在浑身酸痛睡过头, 穿好衣服的韩雪莹头也不回地跑出去了, 升职经理的第一天就迟到了, 影响多不好, 倒是不慌不忙的李凌峰拿来手机刷了下今日的财经新闻, 过了一会便传来韩雪莹的喊声, 我走了, 早餐你自己解决, 知道了, 李凌峰回了句, 接着就是关门的声音, 身的懒腰, 李凌峰懒洋洋地从床上挪了下来, 来到洗漱台刷牙洗脸, 顺道把昨天两人换洗的衣服放进洗衣机给洗了, 浴室里都是昨晚战场的痕迹, 搞完这些本想着去楼下买早餐了, 奈何肚子不争气实在饿得慌, 于是李凌峰来到厨房煎了两个鸡蛋, 加上烤好的方包便对付着吃了, 冰箱里还有半瓶的瓶装鲜奶, 拿出来救着喝, 嗨嗨, 吃得急的李凌峰被呛得连咳了两声, 来到阳台, 不得不说这秋天早晨的风甚是凉爽宜人, 吹得人好想把布网上一盖安详地去了, 小峰啊, 咋还没去上班, 隔壁的葛大爷这时也在阳台打招呼道, 李凌峰一笑, 上班能给我开多少钱, 急什么, 嘿, 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没点上进心, 自己不干好, 能指望单位给你加工资, 大爷, 时代变了, 今时不同往日, 李凌峰喝了口牛奶, 再怎么拼, 骡子就是骡子, 哥大爷就不服了, 骡子有啥不好的, 吃苦能干, 杯材料上山还指望着他呢, 哥我们那个年代, 这是要凭老魔的, 李凌峰点点头, 那是, 可哥我们这个年代, 骡子会连后代都没有, 行了大爷, 不跟你闲聊了, 我差不多也得上班去了, 真羡慕你领退休金的悠闲生活, 哥大爷摇摇头, 这年轻人, 一天天的, 就只想着躺平, 换好衣服, 李凌峰拎着车钥匙, 吹着口哨潇洒的下楼, 刚好撞见来探望哥大爷的格小梅, 惊讶的李凌峰好奇问了句, 你今天不用上班啊, 格小梅摇头一笑, 上班, 靓子纠缠揭示了一切都是被注定的, 我想试下不上班看能否改变命运, 李凌峰, 看着李凌峰一脸呆萌的表情, 格小梅低头笑了笑, 逗你玩的, 今天我休假, 李凌峰挑了挑眉, 我发现, 你的灵魂开始有乐趣了, 格小梅愣了一下, 望着李凌峰的离去背影, 九点多将近十点了, 李凌峰完美地避开了上班高峰期, 一路通畅无阻地来到支航, 这刚进支航大门便被小吴跟了上来, 只见其兴奋地说道, 李行, 森哥同意带我了, 老森, 李凌峰眉一皱, 停下脚步看, 而看小吴, 指定是这小子没完没了地烦着人家, 作为支航的老黄年, 老森是出了名的脾气好, 又任劳任怨, 但是不能坑他, 李凌峰没有立即回话, 而是先来到了办公室, 小吴也一路跟了进来, 进来的办公室的小吴, 时去地立马给李凌峰泡了一壶茶, 端到李凌峰的面前, 李凌峰吹了吹口气, 淡淡地饮了一口, 溢出的茶香沁笔, 是这样, 有一点我要提前跟你说清楚的, 现在业务不好开展, 行李准备实施末尾淘汰制, 末尾淘汰制? 小吴不解地看了眼李凌峰, 李凌峰点点头, 没错, 就是如果连续几月不能完成任务垫底的话, 就要被淘汰, 那淘汰后干什么? 小吴立即问了一句, 李凌峰摇摇头, 那就不知道了, 或许劝退, 或许掉离其他边缘岗位, 劝退? 小吴不敢相信地看着李凌峰, 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 好不容易混进了来农商行, 怎么舍得被劝退? 看着小吴那担心害怕的表情, 李凌峰心里乐了, 就是要这种知难而退的效果, 所以, 我奉劝你还是再考虑考虑清楚, 李凌峰适时地说道, 小吴一下饭难在原地了, 许久后才回到, 那算了, 我还是不转岗了, 李凌峰满意地笑了笑, 行, 就在原岗位好好干, 会有上升机会的, 小吴临走, 被莫尉淘汰吧, 李凌峰沉思了一会, 嗯, 应该不会, 有了李凌峰的话定心, 小吴高兴地离开了办公室, 小吴走后, 李凌峰这下总可以舒心地喝口茶了, 看了看桌面, 这报纸咋还是昨天的, 于是拿起座机给办公室主任叶木军打去, 你这报纸要及时更换啊, 嗯, 可能是保安忘记分发了, 我立马去核实, 过了一会后, 叶木军拿着今天的报纸走了进来, 给, 李行, 这是今天的报纸, 李凌峰接过展开看了起来, 茶几泡有茶, 自己去到, 好嘞, 叶木军咧嘴一笑, 这洛行遗留下来的上等龙井, 怎么能错过, 赶紧来到茶桌前给自己倒了一杯, 对了李行, 昨天我在果玩市场, 捡漏了一幅王熙之真迹, 李凌峰放下手中的报纸, 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 你说真的, 拿来看看, 叶木军转身离去, 取来那幅王熙之真迹, 小心翼翼地捧在李凌峰面前, 生怕有一丝的损坏, 眼神极尽爱惜之情, 李凌峰也是不敢怠慢, 小心的结果, 看着那陈旧泛黄的纸张, 还真是上了年纪的玩意, 拿起细细一看, 眉头忽然是皱得不行, 叶木军见状不解地问道, 怎么了, 李凌峰抬头, 带着些许疑问, 咱东近的会流行简体字了吗? 第124章, 不能看表面, 叶木军摇摇头, 意识到不对的他, 立马拿过那幅王羲之真迹, 果真里面通篇都是简体, 意识到被骗的叶木军皱起了双眉, 却怪昨晚灯太暗眉来得及细看, 禁锢着鉴定那纸张的年份去了, 得知自己打眼了的叶木军, 当即拍了下自己大腿, 一副懊悔不已的神态, 恨恨道, 卖我的老板还说, 如果不是王羲之的真迹, 他就心好心好心好, 李凌峰听后, 深呼吸了口气, 嫌毒事都发得出, 那可能就真是王羲之真迹了, 毕竟全家人都在担保, 搞不好砍价富贵, 于是抬头看了眼叶木军, 你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老板说的也没错, 确实是王羲之真迹, 叶木军不解都通篇简体了, 还王羲之真迹, 你说这个王羲之有没有可能是我们21世纪的王羲之呢? 李凌峰给分析道, 经李凌峰这么一提点, 似乎好像也是有点道理, 谁说现在的人就不能叫王羲之, 嘿, 那就是说我现在找老板退都不行了, 叶木军气愤道, 李凌峰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叶木军, 你见过哪个古玩市场, 买了还能退货的, 自己打眼了还赖别人, 李凌峰不禁吐槽, 话说你买了多少钱, 攒了三年的零花钱, 叶木军哭丧着脸也就三两个, 听到是这个数, 李凌峰顿绝还好, 全当是买个教训了, 人啊, 最好在自己认知的领域赚自己能赚到的钱, 当然意外横才是例外, 留着吧, 兴许等到你后代的后代的后代, 就可能变古董自画了, 叶木军, 哎, 你说我能不能转手迈出去啊, 李凌峰, 哪个傻子会愿意接手被你骗额, 话刚出口, 一个人影闪过李凌峰脑海, 哎, 或许还真有, 要不你找老骆试试, 他也喜欢这玩意, 李凌峰使了个眼色给提醒道, 他, 能成吗, 带着一丝的疑惑, 叶木军又道, 要不我去试试, 试试, 李凌峰笑了笑, 当下叶木军就跟李凌峰请了阴工外出, 带着他那副王羲之真迹到毕商银行找老骆去了, 这前脚刚走不久, 直行大厅就响起了一阵喧哗, 纳闷的李凌峰走了出去, 隔远就看见一位饱满的瑜伽库女士, 甚是眼熟, 这时大唐经理小吴立即跑了过来, 李行, 这位张女士说找您, 李凌峰上前一看, 这不是那天要取款的大户人家吗? 眼睛依旧不自主地往下瞄了两眼, 张女士热情地走了过来, 握住李凌峰的手, 那天真是太感谢李行你的提醒了, 我老公真的就在转移财产, 看着张女士这高兴的镜, 就知道他老公肯定没有转移成功, 你拿手机聊天记录, 李凌峰看了眼眼前这位身材近乎极品的张女士, 说到这张女士顿时一乐, 那晚看了后, 他竟然没有保存到我的聊天记录, 所以, 现在我全给删除了, 手机也另换了开篇密码, 没有证据现在离婚, 他就得分我一半财产, 这我律师教我的, 莫了张女士还不忘补了句, 李凌峰跟着笑了笑, 看来这专业的事情还得请教专业的人, 这也多亏你提醒得早, 张女士忙感谢道, 李凌峰顿时无语, 只是想着你没预约不要大额取款, 没成想还真推了一把, 要你老公知道, 不得拿刀追, 使我砍, 那你老公现在怎样, 还要跟你离婚吗? 李凌峰好奇顺带问了句, 张女士摇摇头, 没, 现在不敢了, 不过, 还是得防着他转移资产, 李凌峰点了点头, 张女士接着说道, 上次说请你吃饭谢谢的, 现在走, 我知道一家餐厅不错, 不行的话, 就直接去我家吧, 说完张女士看了眼李凌峰, 李凌峰煞时瞪大了眼睛, 嫌直接, 那好吧, 看了看手机时间, 现在离吃饭时间也还早, 于是李凌峰笑道, 吃饭就不用了, 实在有心, 要不张小姐你给我们行 介绍几个客户开些卡, 张女士想了下, 当即答应道, 也行, 那我带你们去我上瑜伽的地方, 姐妹都在哪, 李凌峰吃惊的看了眼张女士, 转头对小吴道, 赶紧的叫上客户经理, 带上机具跟我走, 一众富婆客户群还等什么, 赶紧的小跑上车, 这成功开个卡不得都存个百八十万的, 来到瑜伽馆, 好家伙看这里面的高档装修, 就知道这里收费应该非常不一般, 再看看那瑜伽教练, 个个身材那么哇塞, 还年轻貌美, 看得后面那两个跟着来的客户经理, 都磨不开脚步了, 还好李凌峰定力足够, 干脆就直接上去跟人家聊了起来了, 没其他意思, 纯粹就是想帮韩雪莹了解一下行情, 有机会也让她来这点瑜伽, 最终在张女士的吉利撮合下, 富婆们都踊跃地开了卡, 这当中有年轻些的, 更多的是那种伴老徐娘, 在金钱的保养下显得风韵犹存, 他们也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人, 哪种俊俏猛难没见过, 但唯独见到李凌峰, 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尤其那张抹了蜜的嘴, 推讨人喜欢, 哄得姐姐们各个笑得前仰后翻合不拢嘴, 还不忘趁着开卡的机会摸上两把李凌峰的嫩手, 完了, 经不住姐姐们的热情, 李凌峰还陪仲姐姐练了一顿的瑜伽, 在仲姐姐的悉心指导下, 说不上熟练掌握, 但至少似乎摸到了门槛, 在愉快融洽的氛围中跟仲姐姐道了别, 李凌峰领着两个客户经理离开了瑜伽馆, 开车回直行的路上, 李凌峰语重心长道, 今天我为你们完成业绩, 可是奉献了自我, 顿了会, 你们压得可得记得我这份恩情啊, 不是李星, 我们在边上看着也是挺着急来着, 一心想替换一下你, 可你一直在回首示意不用, 李凌峰单手摸了摸头, 是吗? 两个客户经理齐齐点头, 看你还好像很高兴, 很是享受的样子, 一点都没发觉委屈, 不能光看表面的, 其实我内心是很挣扎的, 第125章, 翻了船的李星, 李星, 要不要轮换替你开下车, 我看你一直在那打哈欠, 其中一个客户经理流星道, 李凌峰摇摇头, 不碍事, 这回直行也就小段距离, 迷晦也就道, 两个客户经理, 抓紧把手提心吊胆地回到直行, 两人才松了口气, 李凌峰在前, 两人跟在后, 进直行的那一刻, 三人走路都带风, 不用猜, 大伙就知道, 这又是在李凌峰的带领下, 拿到什么大单了, 果不其然, 上午开的户, 下午就陆陆续续进了款, 这些姐姐们, 算还是满讲信用的, 不枉李凌峰练了这一上午瑜伽课, 少的几十万, 多的几百万, 李凌峰总总十来个户, 夹起来差不多近千万存款, 这下那两个客户经理, 心里是乐开了花, 这都挂他们名下的, 业绩李凌峰也不争, 白白占了这么一个大便宜, 这忠诚度蹭蹭的, 又提升了几个点, 充分给大伙树立了这么一个观点, 跟着李行准没错, 能吃肉, 中午吃饭都没回来的叶木君, 终于在下午现身直行, 回到直行的叶木君, 第一时间先来到了李凌峰的办公室, 二话不说, 泡上一壶茶, 看着他蹭蹭往茶壶里倒的龙井, 李凌峰甚是心疼道, 他高兴样子, 李凌峰道, 怎么, 你那副王羲之真迹出手了, 叶木君发自内心的一笑, 多谢李行你指了条名录, 老洛真没发现那是艳品啊, 李凌峰好奇地问道, 以老洛的精命, 不应该啊, 怎么可能没发现, 那老狐狸能骗得了他, 不过这纸张确实是存在年份的, 他说有办法出手, 所以你将那艳品给了他代售啊, 叶木君点点头, 事成之后, 我跟他要七三分账, 算是一点费用, 原来如此, 这老洛真是验过拔毛啊, 不过越是这样的人才能发财, 能多少出手, 讲了没, 叶木君摇摇头, 这就不知道了, 以他的秉性应该是不会太差的, 不然他赚的毛啊, 那也是, 不管多少, 总比砸在自己手里好, 多少能弥补回一些的损失, 李凌峰道, 这个李行能不能先跟您借个一千块钱, 这月和下月发工资还你, 李凌峰顿时抬头看了眼叶木君, 买个艳品就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而且借一千块钱, 还要分期两月才能还上, 你这管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李凌峰摸了摸下巴, 你该不会是对钱也有洁癖吧, 都交给你另一半了, 叶木君不好意思的低头一笑, 这都比脸都还干净, 就纳闷了, 咋找着对象了, 却没了经济自由了呢, 先说好, 大家都干信在这一行的, 分期得有费用, 最起码请我喝杯奶茶, 这没问题, 叶木君甚是爽快道, 李凌峰当下就给叶木君转去了一千块钱, 对方连忙说了声谢谢后收下来, 对了李行, 你要什么奶茶, 我这就给你买去, 我要哈根达斯版的杨枝甘露, 叶木君猛了一下, 平时也不见点这奶茶啊, 于是拿起手机搜了一下, 李行, 要不我把钱退回给你吧, 叶木君离开后, 李凌峰翘起了二郎腿, 玩了会手机, 想起好久都没黄天泽消息了, 这家伙该不会又在闷声发大财了吧, 人也, 路子多, 于是李凌峰给黄天泽拨去了电话, 真要有什么赚钱的项目, 好歹也蹭一把, 喂, 黄总, 最近都在忙什么发财项目啊, 是不是躲着我, 对方一个叹气, 别提了, 发鸟的财被人骗了一百多万, 李凌峰秀眉微微一皱, 什么项目, 这都能骗得了你, 一个好朋友介绍的, 要不是看在他也被骗了的份上, 真想一把锤死他, 李凌峰, 对了李行, 你那认不认识比较厉害的律师, 给我介绍介绍, 帮忙处理这件事情, 李凌峰回道, 我就在家, 那等你们, 挂了电话后, 李凌峰立刻给陈语书打去了电话, 有声音上门了, 敢不敢接, 真的假的, 陈语书生怕李凌峰逗他完, 当然真的了, 难道拿你去开心呢, 李凌峰道, 谁知道, 这事情你还干得少啊, 话说你这刚出道, 有没接过案子的额, 李凌峰关心问道, 有了, 我处理过三宗案件, 陈语书牛气道, 哟, 那战绩如何, 陈语书瞬间叹了口气, 都败诉了, 李凌峰, 那你还真是夜界寺内客, 这样我也不敢介绍给朋友啊, 有我师父啊, 我师父可厉害了, 无以败己, 陈语书激动道, 生怕李凌峰不给自己介绍业务, 作为律所常年吊车尾的他, 迫切希望改变目前这种窘境, 拉点业务, 好歹挽回些颜面, 见李凌峰没有回话, 陈语书撒娇道, 好吗, 你就给我介绍吗, 那我有什么好处先, 李凌峰笑道, 陈语书想了一下, 嗯, 我给你表演, play吧, 角色任你选, 好, 成交, 李凌峰答应道, 那你带你师父一起先过来, 我支航碰面吧, 挂了电话后, 李凌峰将支航的定位地址, 发给了陈语书, 半个钟后, 三人支航会面, 一起前往黄天泽住处, 三方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 就此次需解决争端问题, 做了深入探讨, 关于服务收费问题, 达成了一致协议, 雇主黄天泽黄总做了总结发言, 提出工作要求, 最后, 在坑了黄天泽一顿饭后, 众人才就此散去, 夜晚某个角落, 独自饮着闷酒的萧红飞, 盯着林小宁的电话号码, 发带了许久, 想了一整天的她, 不断告诉自己, 要下决心断了这份关系, 对方只不过是拿自己当备胎而已, 可最久的瞬间, 想起那个脸庞, 萧红飞中是按下了那个号码, 于是, 白天的理性总是在夜里翻了船, 第126章, 你查我, 在连续播了几次都是未接通后, 萧红飞长叹了口气, 准备放弃之际, 林小宁回了条信息, 再忙, 等下回你, 失落的灵魂在这一瞬间又有了活力, 你难道就知道你的心里还有我, 这一等便又是一个夜晚, 这边李凌峰开车送陈宇书到租房楼下, 下了车的陈宇书看向李凌峰, 上去坐坐, 李凌峰玩味的一笑, 那么等不及了, 现在就想给我表演Stoy了吗? 陈宇书, 滚, 嘿, 你这典型的过河拆桥, 业务拿下来转身就翻脸不认人了, 今晚我姐也刚好过来找我了, 改天再给你演吧, 李凌峰吃惊的一脸, 你姐也在啊, 那我还是先撤了, 怕啥呀, 以前你不钻着脑袋想着法子创造跟我姐独处的机会吗? 那是以前啊, 现在你不说他老公是东南亚自由搏击冠军吗? 陈宇书用手言嘴一笑, 那顶多也就一愿躺两星期, 怎么伤不起啊? 李凌峰, 跟陈宇书道别后, 李凌峰来到了韩雪银公司楼下, 望着写字楼敞亮的灯火, 就知道有多少社畜在为那三两岁银加班苦干了, 李凌峰将车靠边停好, 车内放上一手半斤八辆, 跟着哼了起来, 我命那班打工仔, 一生一世为钱币做奴隶, 其实, 人要挣多少钱才算够呢? 两天后, 在办公室看着报纸的李凌峰接到了老洛的电话, 对方说想出来聊聊, 约了个地点, 两人在那碰面, 李凌峰去到后, 老洛就坐在那等着了, 这次破天荒的老洛竟主动做客请李凌峰吃东西, 李凌峰带着谨慎加怀疑的眼神坐了下来, 自古无视献殷勤, 非女干即道, 来, 吃啊, 别光看着我, 我又不是十八岁的年轻小姑娘, 骆天行微笑道, 不是, 骆行, 有什么事情, 你还是先说吧, 不然我这吃的不踏实, 骆天行摇了摇头, 你小子, 怎么, 老领导, 请你吃东西过分了, 李凌峰点头, 的确过分了, 过分的让人不知所措, 骆天行, 行行, 那我也不跟你卖关子了, 我有个不良贷款客户是山甲村的, 敏锐的李凌峰似乎嗅到了什么, 但还是耐心的听骆天行把话说完, 骆天行喝口茶人润喉继续道, 你跟那山甲村的村长不很熟吗, 能不能帮我牵牵线, 请他协调下, 李凌峰微微皱下眉, 你之前在农商行那么久, 这关系不比我更熟, 骆天行抬头看了眼里凌峰, 你小子这不风凉话吗, 又不是不知道, 那村长压根不撩我, 但骆天行还是陪笑了一脸, 你这话说的, 现在你不行长了吗, 人家肯定是卖你的面子, 而且我还听说, 你跟那村长的女儿似乎走得很近啊, 李凌峰, 你这就不地道了, 骆行, 八人隐私了呀, 不, 不是, 没有那个意思, 着实现在是逼得急, 要跟紧处理这笔不良贷款, 李凌峰看了看骆天行, 那焦急的表情, 最近听说你们毕商银行好像不太妥啊, 骆天行无奈地点了点头, 来了才知道难账一大堆, 搞不好要破产, 你别开玩笑了, 我们这银行有破产了吗, 不破产也肯定会被处理, 据可靠的消息, 现在毕商银行不良已经兜不住了, 这倒让李凌峰有些吃惊, 传闻是听了那么一些, 但没想到这么严重, 这么说, 你不得又要跳槽了, 还能去哪啊, 可以走的话我早天润润了, 来到这真是后悔死我了, 骆天行哀叹道, 你不有关系吗, 活动活动一下呗, 上回不跟你说过, 我那邻居被送进去了, 买的龙景都还没送出去, 也不知道被哪个癌签刀的给藏了, 李凌峰, 好吧, 我约下看陈叔什么时候有时间, 到时带你一起过去, 看在当初也是骆天行拉进农商行的份上, 李凌峰勉强答应了下来, 虽说两人之间更多的只是一种交易, 但骆天行也给自己带来了不少收获, 尤其之前他那朋友开辟了一条新的客户资源渠道, 现在这举手之劳倒也不是不可忘, 那真是太感谢了, 骆天行高兴道, 这一顿算是没白请, 对了骆行, 要是币商银行真的倒闭了, 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李凌峰好奇问了句, 骆天行思虑了一下, 大不了不干了呗, 辛苦折腾了半辈子, 也该谢谢了, 也是, 手上十几套房产, 上百万的存款, 够下半辈子生活了, 李凌峰笑道, 骆天行猛的一抬头, 你查我, 第127章, 请问到哪了, 百祥有限公司, 韩雪莹伸了个懒腰, 正想准备打开桌上的盒饭用餐,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自从上任经理以来, 韩雪莹便搬进了赵岳以前的办公室, 有了自己的独立办公空间, 而赵岳自然也就搬去了原来总经理室, 以为有什么工作上急事的韩雪莹立即喊道, 进来, 只见前台打开办公室房门, 韩经理, 前台有人找您, 找我? 韩雪莹疑惑了一下, 但想起可能是客户什么的, 便又道, 好, 我就出去, 前台离开后, 韩雪莹一个起身, 浑身的酸痛, 爬到赵岳这个经理岗位, 才知道工作量够大, 这不一上午都没活动过筋骨了, 韩雪莹起身揉了揉自己的肩胛骨, 顺带弯腰, 试着指尖触底, 拉伸一下全身筋骨, 只是弯腰的瞬间,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从林口录了出来, 换上一副自信的容颜, 韩雪莹挺直身躯, 傲人地离开了办公室, 来到公司前台, 韩雪莹看见前台站着一位近乎白月光的女生, 记忆中好像没有这般的客户, 抱着满事的疑惑, 韩雪莹上前打招呼道, 你好, 你找我吗? 来人看了眼韩雪莹, 并细细上下打量了一番, 你是韩雪莹吗? 韩雪莹点了点头, 是的, 你是哪家公司的? 之前似乎没见过, 我叫陈亚欣, 陈亚欣一笑, 是李凌峰的好朋友, 李凌峰? 韩雪莹稍稍愣了一下, 这又是她在哪儿惹的风流寨啊, 都找上我公司来了, 还没等韩雪莹气坏, 陈亚欣便接着说道, 不介意一起出去吃个饭吗? 韩雪莹想了一下, 在外面闹怎么比在公司强, 况且现在也是午休时间, 于是点了点头, 想着把矛盾带到外面去, 别在公司影响到了自己, 下楼的电梯里, 刚好只有两人, 陈亚欣看着韩雪莹一脸的防备, 不禁笑道, 你放心, 我跟李凌峰就真的只是好朋友关系, 不你想到的那样, 韩雪莹抬头看了眼陈亚欣, 这都找上门了, 还跟我说是好朋友关系, 你看谁信, 两人来到外面一家比较有品味的餐厅, 点好了菜色, 陈亚欣将菜单递回给了服务员, 等待上菜, 今天来找你, 属实有点唐突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陈亚欣表示歉一道, 韩雪莹趁着这会也细细观察了一下陈亚欣, 见对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恶意, 也就渐渐放开了心, 其实, 今天来找你, 就是想跟你聊一下李凌峰, 陈亚欣直接道, 当然, 并不是要跟你抢什么, 我只想知道你眼里的他,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画到这份上了, 韩雪莹自然看得出来, 眼前这妮子, 怕是也对自己男人上心了, 于是, 韩雪莹落落大方的与陈亚欣聊了起来, 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正宫地位, 哈丘, 吃着东西的李凌峰不禁打了个喷嚏, 这是哪个狗子又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了, 李凌峰嘴碎了一句, 这时, 骆天行甚是无语道, 李凌峰抬头一看, 脸上铺满泛渣的骆天行, 不好意思骆行, 抱歉抱歉, 说完就用手上的纸巾去帮骆行擦拭脸上泛渣, 骆天行闭上眼睛深呼吸了一口, 我记得没错的话, 你手上那纸巾也是当擦过嘴巴的吧, 李凌峰停下了擦拭的动作, 此刻手中的, 纸巾正贴着骆天行的微唇, 我擦的纸巾, 又擦了你的嘴, 这算不算两人间接的亲了亲吻, 想到这, 李凌峰恶心的一把丢掉了手中的纸巾, 骆天行无辜的表情看向李凌峰, 该觉得恶心的人应该是我吧, 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 李凌峰这会早已被无码分尸了, 要不是看在还要找你帮忙的份上, 老子恨不得现在就捡起那纸巾塞你嘴上, 不不, 不应该是塞嘴巴, 那奇奇怪怪莫名的画面就出现在了老洛的脑海里, 跟老洛分开后, 李凌峰回了趟西河投资有限公司, 今天没看到肖洪飞的人影, 李凌峰还奇怪呢, 这拼命达人怎么舍得休息了, 不想赚钱了吗? 为了下徐姐, 才知道肖洪飞今天请假了, 向若珊和林瑶都出去跑业务去了, 看不到两个美女, 李凌峰只好来到了方知勉的办公室, 看到李凌峰的过来, 方知勉立马开口道, 你来了正好, 等会前台过来面试, 你把关下, 这个确实要我亲自把关一下, 你的审美我信不过, 李凌峰道, 方知勉何以见得, 就凭你现在是单身, 李凌峰回了句, 对了, 你究竟碰过女人没有? 方知勉思虑了一下, 抬头, 这是个严肃的问题, 行了, 行了, 改天我带你去做一回男人, 李凌峰微笑道, 方知勉一脸的正经, 我感觉到你在嘲笑我, 李凌峰, 这不很明显吗? 难道女人对你来讲, 就是作为男人的荣誉吗? 方知勉问道, 不能说是, 但至少是荣誉的其中之一, 李凌峰一把坐在了沙发上, 诚然, 女人如衣服, 但是有些女人, 也是你穿不起的衣服, 方知勉拿来桌上的笔记本, 用心地记下了这句话, 李凌峰呆饿地看了眼他, 让你学, 不是让你记, 记有什么用啊? 谁说我要学你的? 写好的方知勉淡淡回了句, 我只是在记录一些杂价之说, 李凌峰这才发现, 自己在方知勉眼里, 竟然是不入流的杂价, 话说, 那前台什么时候到? 李凌峰转移话题问了下, 方知勉看了眼时间, 应该是差不多了,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 于是, 方知勉拨通了那女孩的电话, 你好, 请问你这边到哪了? 只见对方一阵急促的声音, 不, 不好意思, 刚才摔倒了, 马上就过来, 摔倒了? 李凌峰微微眉一皱, 该不会是刚自己过来, 那会骑共享自行车掉沟里的那女孩吧? 第128章, 还缺个密手, 十来分钟后, 一个全身湿漉漉的女孩出现在了李凌峰和方知勉面前, 那身湿透的衬衫紧贴着身躯, 将恶努的曲线近乎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李凌峰看了眼那崎岖的疯乱, 还选什么? 就你了, 女孩, 工资给他再加500, 接着又转头对方知勉说道, 强如方知勉也是一脸猛圈, 我们是不是先听听这女孩叫什么名字, 自我介绍下, 重要吗? 名字只不过一符号, 履历不代表以后, 女孩, 明天就过来上班, 欢迎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李凌峰道, 先赶紧回去换衣服吧, 别冷着了, 呃, 呃, 一连三猛圈, 女孩呆呆站在了原地, 这是要走呢, 还是要走呢? 不是, 自己这不刚来吗? 确定了是要自己回家换衣服的意思, 女孩转身刚想准备离开, 补了句, 我叫杨诗雅, 离开西河投资有限公司, 直到楼下的杨诗雅, 还没明白过来刚才是发生了什么事, 便接到自己好闺蜜的电话, 小雅, 你面试上了吗? 嗯, 呃, 好像应该是面试上了吧, 杨诗雅不确定的回了句, 那都问了些什么问题啊? 对方兴致盎然的问道, 因为她也面临着找工作问题, 没, 什么都没有问我, 你开玩笑的吧, 杨诗雅闺蜜满是不相信的口吻, 你又不老板亲切, 真的, 她还每月给我再加了五百的工资, 杨诗雅闺蜜, 你说, 这公司, 她这么正经啊? 杨诗雅中是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这边还是不解的, 方之勉看了眼李凌峰, 所以, 你的用人标准是什么? 李凌峰懒得理她, 自顾自地泡了一壶茶, 于是, 方之勉找来她的笔记本, 打开寻了一下, 翻到之前画双重线的那一页, 哦, 胸大, 李凌峰差点一口老茶喷了出来, 赶紧到, 公司开张都近一个月了, 说说具体的经营情况吧, 稍等, 方之勉放下手中的笔记本, 来到电脑前打印出了一份经营数据表, 来到李凌峰的跟前, 本就计划跟你这边汇报一下这月的经营情况, 现你提起就更好了, 李凌峰接过方之勉手中的经营数据表看了起来, 截至到目前, 公司信贷服务金额1421万, 其中有390万是萧红飞信贷部开发的, 其他来自渠道, 信贷服务这块营收42.63万元, 扣除英北的费用, 归属公司14.21万元, 李凌峰点点头, 还不错, 算是一个开门红, 另外, 公司自有资金1000万, 这月短差, 过桥等业务营收合计19.32万元, 方之勉接着说道, 这一块是自有资金不用支付费用, 所以基本都是归属公司所有了, 那这么算来, 公司这月赚了33.53万元了, 李凌峰加总起来道, 严格来讲, 还要扣除公司的场地租金, 水电, 员工基本工资后, 才是公司赚的, 方之勉补充解释, 李凌峰露出满意的笑容, 那些都是小头, 这月公司净账30万是妥妥的, 那还不赖啊, 一年也能赚得3400万,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最终还是要看实际的经营, 最起码得保证现有业务不下滑, 李凌峰放下手中的经营数据表, 萧红飞, 那边我是有信心的, 就渠道那块或许会存在不稳定, 转头看了眼方之勉, 话说现公司开始赚钱了, 你真不要工资啊, 方之勉难得一笑, 不用了, 真要钱, 我改下公司的财务报表就行了, 李凌峰? 不, 刚想训一下方之勉, 手机电话铃声却响了, 拿起一看, 是韩雪银打来的, 专注于工作的他, 在工作时间都是很少打电话给自己, 除非有什么急事, 所以李凌峰也不敢怠慢, 赶紧的接通了电话, 上班时间电话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对方烧停了一会, 笑道, 你认识陈亚欣吗? 咱们那边山甲村村长的女儿啊, 怎么了? 好好的, 你提起他干嘛? 他今天中午来找我了, 说是你的朋友, 李凌峰心里顿时凉了一半, 姐, 你该不会把他给得罪了吧? 他可是我的大客户啊? 没有, 他就是对你的过往很好奇, 在我这里打听了很多有关于你的信息, 听到这, 李凌峰才稍稍安心, 难怪今中午我一直在打喷嚏的, 原来是你这狗子在背后说我啊, 老实交代吧, 都说了我哪些坏话, 你说谁是狗子,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那边韩雪银愈怒道, 李凌峰咧嘴一笑, 我是狗子好了吧? 哼, 快去找你的老乡好吧, 我要上班了, 说完, 韩雪银便挂了电话, 听着传来的变化断线声音, 李凌峰一脸的莫名其妙, 按理三个女人才能搭起一台戏啊, 怎么这两个女人就唱上了? 旁边吃瓜的方知敏看着李凌峰, 还要接着谈一下我们公司后续发展规划吗? 李凌峰看了眼时间, 也差不多该回支行了, 下次有时间再聊吧, 不过一点, 就是资金这块下来, 我想成立一个资管部, 主要运营资金业务这块, 你就可以解放更多的精力来管理公司, 方知敏稍稍疑惑, 你真打算做甩手掌柜, 不回公司主持工作? 李凌峰一笑, 短期内是暂时回不来, 我得必须先将银行这条线打通了, 才能让公司开拓更多的渠道, 也是, 方知敏理解的点点头, 毕竟目前公司还是主要依附在银行的价值链条上, 行了, 我先走了, 李凌峰挥挥手, 拿上车钥匙离开了办公室, 在门口刚好遇见回来的向若珊, 老板好, 向若珊甜美一笑地跟李凌峰打了声招呼, 李凌峰微笑回应, 想了想还有明天要入职的杨诗雅, 李凌峰嘴角笑得更裂开, 我想我迟早有一天, 会在这些美人一声声的老板中慢慢迷失了自我, 高兴之余的李凌峰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对了, 我还缺了秘术, 第129章, 我们历吧, 直行门口, 李凌峰刚从车上下来, 便与前来的陈雅馨对视了一眼, 李凌峰甚是好奇地问了句, 你怎么在这啊, 过来找你啊, 不想都碰上了, 陈雅馨带着开心的笑容回道, 找我? 李凌峰心里咯噔了一下, 这韩雪莹真不会把自己给卖了吧, 陈雅馨点了点头, 是啊, 你现在有空吗, 要不请我喝杯饮料, 啊, 李凌峰丝毫没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眼前这位可是自己的天使投资人, 李凌峰向老板娘要了两杯冷饮, 老板娘瞥了一眼坐在不远处的陈雅馨, 问李凌峰道, 那是你女朋友啊, 李凌峰浪荡一笑, 你猜, 老板娘摇了摇头, 应该不是, 一看你就配不上人家, 李凌峰, 这几天生意怎么样, 李凌峰转问了句, 老板娘好奇, 差了很多, 你问这干嘛, 肯定差了, 下次我都不来你这了, 说完, 李凌峰拿着两杯冷饮转身离去, 气得老板娘一跺脚, 前胸一个阵战, 不来就不来, 谁稀罕你, 哎, 你还没买单呢, 老板娘这时才发现到, 李凌峰转身, 我以为凭我们的交情, 可以讲点感情, 没想到还是一笔买卖, 回到陈雅馨处, 陈雅馨问道, 刚才你跟老板娘进店里面干嘛, 呃, 他说他洗衣机坏了, 让我帮忙看一下, 李凌峰坐了下来, 陈雅馨脸上挂满了问号, 你还会修电器啊, 有啥会不会修的, 你只要知道, 大力出奇迹, 使劲拍就行了, 陈雅馨认真听着记了下来, 也许以后自己也会碰上, 对了, 你今天找我什么事啊, 该不会是韩雪莹在你面前, 讲了我不少坏话吧, 你怎么知道, 我找了韩雪莹, 陈雅馨好奇地问了句, 李凌峰呆看了眼陈雅馨, 姐, 她是我什么人, 你不知道面, 对啊, 她是你女朋友啊, 陈雅馨属实没想到, 更希望想不到, 拿起冷饮喝了口, 陈雅馨微微一笑, 你就偷着乐吧, 找了这么一个女朋友, 何以见得, 李凌峰回道, 你知道吗, 当他说起你的时候, 眼神有光, 我甚至都能在他的眼眸里看见你的影子, 李凌峰愣了一下, 手中的冷饮悬在半空, 是吗, 一句笑着不经意地回话, 演示刚才自己的那行为表现, 聊了一个中午, 说的都是你的好, 要不是我认识你, 只不定被他忽悠瘸了, 那是, 你这么聪明机智, 怎么会轻易受骗, 李凌峰笑了笑, 不是, 你打听我信息干嘛, 陈雅馨瞬间脸一红, 转头看向其他地方, 没, 没啊, 说完, 又拿起冷饮喝了口, 冷静下此刻的心情, 接着道, 跟你说件事, 啥事啊, 李凌峰心里盘算着, 该不会是要拿回你那二百万了吧, 陈雅馨保持神秘的一笑, 是个好消息, 你考研成功了, 李凌峰随口回了句, 陈雅馨瞬间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全然没了当才那般的神秘感, 你怎么知道, 我瞎猜的呀, 该不会是真的丢说中了吧, 李凌峰好奇, 陈雅馨点了点头, 随即恢复了开心的笑容, 我被国外一所知名院校录取了, 李凌峰带着一丝的惊讶, 真的, 这完全打破了李凌峰对陈雅馨的认知, 真不敢想象他以前还是混迹网吧的非主流, 该不会是什么野鸡大学吧, 李凌峰怀疑道, 陈雅馨一个白眼都说是知名院校, 知名院校了, 有多知名啊, 理得过我们兰祥吗, 陈雅馨, 我明天就要飞国外了, 突然的来了一句, 毫无预防的李凌峰再次愣了一下, 不敢相信的眼神, 你说什么, 我说, 我明天就要飞国外了, 陈雅馨重复了一遍, 瞥了眼李凌峰, 嗯, 那么快啊, 李凌峰没了当才戏耍的心情, 那, 恭喜你了, 陈雅馨默默的点了点头, 明天, 能送我一程吗, 好啊, 这回轮到陈雅馨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李凌峰会回答的那么快, 甚至自己还曾想过被拒绝的场面, 明早八点, 我在大东城等你, 陈雅馨道, 李凌峰点头硬了下, 今晚你不回家里吗, 不回去了, 昨天我就跟父母做了道别了, 李凌峰抬头看了眼陈雅馨, 所以今天你是特地来与我告别的, 本会陪我去趟原来的网咖吧, 李凌峰看了下时间, 我先回这行打个卡, 等我回来, 就过去网咖, 看着李凌峰离开的背影, 陈雅馨有些犹豫, 但随即又是欣慰一笑, 李凌峰回来之行打了卡, 刚想给韩雪莹发信息说晚点回家, 没想到韩雪莹就先来的信息, 今晚你好好陪她吧, 李凌峰拿着手机深呼吸了一口, 然后回到了陈雅馨处, 笑道, 我们走吧, 来到网咖, 两人重温了以前的热闹, 跟着那些曾经相识的伙伴, 进行了最后一场的游戏盛宴, 网咖出来后, 两人吃饭逛街看电影, 一起畅聊着对未来生活的期望, 不知不觉已行至大东城小区门口, 熟悉的场景还是熟悉的那句话, 要不, 上去坐一会, 李凌峰愁出了办会, 抬头笑了笑, 明天我过来接你, 陈雅馨笑着点点头, 两人各自挥了挥手, 同时转身往着不同的方向走开, 回到住处, 韩雪莹诧异李凌峰的归来, 没有过多的语言, 更深沉的爱意, 两情相悦的交流, 是一种近乎灵魂交融的快意, 蹬几口, 望着挥手的李凌峰, 陈雅馨最终忍不住红了眼睛, 喊道, 三年, 三年后我回来, 若是你和韩雪莹没能在一起, 我们恋爱吧, 李凌峰一笑, 像极了当年两人第一次见面, 第130章, 梦见他了吧, 从机场回到住处, 李凌峰进来房间便倒头就睡, 给自己补个教宴, 正巧今天周末, 韩雪莹也休假在家, 来到房间看着自己男人疲惫的模样, 于是贴心地为李凌峰盖上了被子, 捏手捏脚离开, 重新关好房门, 韩雪莹转身看了眼那凌乱的客厅, 昨晚两人激烈的战场, 撸起袖子, 韩雪莹准备认真地搞一下卫生, 这一睡, 就是直接到了下午三点多, 李凌峰睁开朦胧的眼睛, 下午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射了进来, 打在被子上形成斑驳的光影, 坐了一会, 脑海中回荡着刚梦里的片段, 仿佛亲身经历一般, 话说, 为什么每次刚要进去的关键时刻, 就是莫名地醒来了呢? 况且, 这次还是梦见与陈亚新在国外的相遇, 这回, 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 于是下床出来外面寻找吃的, 看见李凌峰从房间出来, 韩雪莹高兴地迎了上去, 你醒了, 肚子饿不饿? 李凌峰点了点头, 就是被饿醒的, 那我给你下碗面吧。 韩雪莹幸福的眼睛看着李凌峰, 你吃了没? 韩雪莹摇摇头, 也还没呢, 刚整理完屋内的卫生, 李凌峰这才留意到干净整洁的客厅环境, 伸手捏了捏韩雪莹细嫩的脸蛋, 真是辛苦你了, 还是让我来动手下面吧。 突如其来的宠溺, 让韩雪莹眼神一满被爱的幸福, 出水的眼眸看向李凌峰, 我来, 谁让我是你女人, 你在沙发坐回来, 可以预感, 此刻的韩雪莹一定很湿润。 李凌峰笑着点头, 顺从地来到沙发边坐下, 目光却一直追随着韩雪莹忙碌的身影, 看着她轻盈地在厨房来回穿梭, 李凌峰心中充满了宁静。 不一会儿, 韩雪莹就端着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走了过来, 香气肆意, 两人挨着病厉而坐, 开动之前李凌峰问了句, 要不要看的电影, 有上心吗? 哪个老师的作品啊? 李凌峰醋了醋眉, 老看那些没营养的干嘛, 这次我们看场奥斯卡最佳影片。 随即点了一部勇敢的星, 开始放映起来。 就这一大口的面条, 李凌峰不禁感叹, 你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了呀。 心里美滋滋的韩雪莹回到, 好吃就多吃点。 李凌峰转头看了眼韩雪莹那蓬松的上衣, 于是手又开始不老实起来。 你干嘛? 韩雪莹娇称了一句, 不好好吃饭看电影瞎摸什么? 李凌峰收回了手, 凑近鼻子闻了闻, 线身上都是沐浴露的味道, 那我得好好再闻闻。 李凌峰说完又凑近了一些, 几乎要贴到韩雪莹的身上。 韩雪莹忙伸手挡住李凌峰, 别闹, 是你的面看你的电影。 要不是实在饿得不行, 李凌峰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地善罢单休。 做回原味, 李凌峰继续享受这碗美味的面条。 两人一边吃面, 一边看着电影, 气氛温馨而惬意。 利索吃完后, 李凌峰拿来抽纸擦了下嘴巴, 要不趁着周末我们出去放松一下吧。 去哪儿啊? 韩雪莹回问道, 吹吹海风怎么样, 刚好前辆, 天我买了天幕和帐篷一些装备, 今晚就在海边露营了。 韩雪莹起身一笑, 你安排, 你去哪我就去哪儿。 说完便收拾好碗筷拿去厨房清洗, 李凌峰查了下导航路线, 甚是畅通, 那还等什么? 赶紧地出发。 于是两人换好衣服, 捡上装备, 离繁华的闹市后, 渐渐进入了偏远的郊区。 李凌峰这次选的海边, 是那种比较圆生态, 未被过度商业开发的海域, 一般是玩得比较透的, 才会找到这。 李凌峰也是之前来过一次。 近一个小时的车程, 到了目的地后, 李凌峰将车停在了一处空旷地上。 下了车, 时间已是傍晚, 夕阳的余晖撒在海面波光零零, 延伸到了天际。 李凌峰看了眼不远处的沙滩, 只有零零星星的几顶帐篷, 一看就知道自己来对了。 戴上装备, 两人选了一个较佳的位置, 李凌峰开始搭帐篷天幕内线。 韩雪莹则是光脚走在沙滩上, 感受着脚下那细沙的触感, 听着海浪轻轻拍打海岸。 她转过头, 看向正在忙碌的李凌峰, 心中涌出一股莫名的幸福。 海峰吹乱了秀法, 却沁入了她的心。 别傻愣着沾那了, 赶紧地过来丢我大把手, 信不信等会我捶你。 李凌峰喊道, 哦, 韩雪莹玩耳一笑, 走了过去, 两人合力将天幕和帐篷搭好, 将炉具食材摆放好在折叠桌上。 要那么快弄吃的吗? 要不趁着天还亮, 我们先去逛逛海边吧。 韩雪莹提议道, 李凌峰想象也是甚有道理, 于是拉着韩雪莹的手, 两人漫步在夕阳下的海滩, 海水很清晰, 甚至都能看见浅滩的海底。 没有穿鞋的两人于是走下海水, 在一些的浅滩处, 甚至好搞了不少海货。 正好可以为今晚加餐, 尤其那硕大的生蚝, 简直就是滋补的良品。 不远处也有一对的情侣在游玩, 男的正兴致勃勃, 为女的在拍照。 来得兴趣的韩雪莹对李凌峰笑道, 你也来帮我拍一张吧? 拍照没问题, 可是没拍好你不能说我的。 李凌峰甚是了解女生的拍照心理, 果然一通拍下来, 气得韩雪莹一顿跳脚, 让你对我拍照, 聚焦全在胸部了, 咋的, 我脸长那啊。 天色渐渐暗下, 四周笼照在一片漆黑之下, 李凌峰点亮了挂在天幕下的小灯, 暖黄色的灯光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温馨, 周边灵星地分散着这样的灯火, 宛如撒在沙滩上的一颗颗星星, 准备好晚间的食物和饮料, 两人面朝大海迎接海风。 陈雅兴走了, 你会不舍吗? 韩雪莹突然问了一句, 李凌峰笑了笑, 有什么舍不舍的, 她又不是我女人。 是吗? 睡觉那会梦见她了吧? 李凌峰? 不敢相信地看向韩雪莹, 怎么你还能偷窥我做梦不成? 看来我是猜对了, 难怪你一直抱着枕头在那青呢。 韩雪莹目光望向大海, 你知道吗? 你的世界五彩斑斓, 而我的世界只有你。 说完转头深情看了眼李凌峰, 因为你就是我的色彩。 第131章 别样的风景线 兄弟, 你这有没多余的气罐, 云我一瓶呗, 我那刚好用完了。 一男子走过来笑问道, 男子年纪约莫五十, 稍有点秃头, 不过整个人精气神倒是蛮爽朗, 感觉像是生意人。 我用的卡式如气罐, 和是你那不? 李凌峰提醒道, 无妨, 我待有转接头。 男子笑了笑, 李凌峰从自己箱里 拿出一瓶卡式如气罐地给了他。 男子接过手, 多少钱, 我转你。 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 别客气, 拿去用嘛。 男子不好意思地看向李凌峰, 那行吧, 谢了兄弟。 本就举手之劳, 没想到男子随后拿来了一盘刚煎好的牛排过来, 算是答谢。 这一来二去, 两人便渐渐熟络起来, 在他的邀请下, 李凌峰参观了其营地。 就隔着不远, 营地一女人忙碌着主食, 原来男子也是带着妻子一起出来野外露营。 两口子这般年纪了, 还保持着年轻的心态, 属实难得。 男子营地配有小型冰箱, 从里面取来几只啤酒, 两人找了个浅滩巨石, 畅饮起来。 随着冰镇啤酒的一口口下肚, 这话匣子逐渐打开, 男子姓郑是一名煤炭商人。 当聊起现在的煤炭行情时, 郑老板预言今年的煤炭价格一定会迎来大幅上涨。 这瞬间引起了李凌峰的兴趣, 问其是什么原因, 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但敏锐的李凌峰并没有将这当作是吹水的笑话, 一个人常年在某一行业拼搏, 会形成一种独有的特质, 尤其是经商的人。 那便是市场嗅觉。 不抽象来讲就是经验的积累, 市场规律的掌握, 刻在脑子的潜意识反应。 就像一个长期锻炼的人形成了一定的肌肉记忆。 聊完归来, 韩雪莹早已收拾好营地, 在帐篷里休息了。 李凌峰取来折叠椅, 打开坐了下来, 用手机搜索着一些关于煤炭的讯息。 可惜, 自己这个门外汉从这些钱表的信息里面并不能看出什么。 这时, 发现李凌峰归来的韩雪莹起身出来帐篷, 你怎么不进来睡啊? 看着韩雪莹红润的脸颊, 就知道刚才一定是在期盼着自己进去了。 那么早睡不着, 看会手机。 李凌峰解释道, 韩雪莹可不相信这鬼话, 怎么出去一会, 这就突然转性了, 放着一位美女都不要。 美女, 哪呀? 在哪? 李凌峰故作四处张望寻找, 气得韩雪莹伸手拍向李凌峰, 却被李凌峰一把抓住拽了过去, 这会整个人都贴在李凌峰的怀里了。 李凌峰甚至都能感受到来自韩雪莹的体温。 要不要带你去看看别样的风景线? 别样的风景线? 韩雪莹满脸的好奇。 走, 李凌峰拉着韩雪莹的手就起身走出去, 来到了一个稍稍高位的坡头。 用那5.0加夜视一效果的双眼搜寻了一番后, 随即给韩雪莹指去了一个方向。 快看呐, 如果不好, 韩雪莹费了不少镜才看清楚, 只见不远处的一顶帐篷甚是有节奏的在摇晃。 原来所谓的别样风景线就是指着, 韩雪莹细嫩的脸颊瞬间一个娇羞的表情, 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观看。 李凌峰这回也拿出手机, 将那顶摇晃的帐篷给录了下来, 转手发给林旭东。 不过3秒, 林旭东就。 回了信息, 你呀这是哪呀? 那么劲爆。 李凌峰并没有接着回复林旭东, 急得林旭东那边一连三问。 老子最讨厌就是, 你这种掉胃口的人了, 林旭东甚至不惜骂了起来。 见李凌峰仍是没有回复, 林旭东宛如炸了锅的蚂蚁, 恨不得跳起来就要跟李凌峰断绝兄弟情谊。 随着叮当一声的信息回复, 林旭东立马又恢复了灿烂的笑容。 啊, 这不是我们以前去过的地方吗? 记得那晚你用石头砸人家帐篷, 还被追了几条件。 林旭东满以为李凌峰会怀念起以前两人的傻缺行为, 没想到迎来的又是不予理会。 失落的林旭东终是明白, 这感情淡了。 叮当, 眼瞅着快要睡着的林旭东又收到了一则信息。 当下起身, 你大爷的, 李凌峰。 拿起一看, 竟然是来自附近的人添加好友。 小哥哥, 今晚有空一起出来玩吗? 走吧, 等会让人发现不得抗一顿揍啊。 韩雪莹拉扯李凌峰的衣服提醒道, 怕什么? 我看星星你还管得着啊? 李凌峰不在意道。 韩雪莹低头一笑, 别看了, 还不如让自己的帐篷摇晃呢。 李凌峰转头看向韩雪莹, 有道理。 第二天, 本还想多玩一会的韩雪莹, 却突然接到了公司的加班通知。 没办法, 两人只好启程回去, 李凌峰竟直将韩雪莹送到了其公司楼下。 自己回到住处, 李凌峰先舒舒服服地洗了个走, 一身清凉地来到沙发处躺下, 顺手拿来桌上放着的猛男秘籍, 有段时间没温习过这本书了, 甚至都沾有灰尘。 翻了几页, 秘籍练得让人昏昏欲睡, 恍惚的梦境中只见有人在说眉飞色舞。 李凌峰咯噔的一下起身, 摇了摇头, 可能是昨晚跟那老郑聊太多了, 梦境重现。 不过这眉飞色舞是什么意思? 昨晚也没聊到相关的词汇啊。 怀着好奇心, 李凌峰用手机搜了一些梦的解析, 屁用没有, 瞎几把乱说一通。 眼看午饭时间也到点了, 没了寒雪莹在家, 李凌峰值得下楼自己找吃的。 吃完午饭的李凌峰路过一座天桥, 天桥底下摆着一个算命的摊档。 看那老人一副先锋道骨的模样, 似有几分料。 犹豫了几分, 李凌峰掉头走了过去。 你这能解析梦境吗? 老人一笑, 且说来听听。 李凌峰于是说出了那眉飞色舞的奇幻梦境。 你这哪是眉飞色舞啊? 你这是眉飞色舞。 说完老人写了出来, 李凌峰吃了一惊, 原来禁止这个含义, 那老郑说的话不正好应验了。 你真是神啊, 老人家, 老人摘下眼镜, 神个屁, 我TM就是因为眉飞色舞炒股输了养老金, 才在这摆摊的。 第132章 你想要看什么? 看着满是悲愤的老人, 李凌峰拿出枝烟地了过去, 给起点上火。 壮士断腕了没? 李凌峰也给自己点上一只问宝。 老人摇了摇头, 煤炭和有色, 在最顶峰时候接的盘, 现在怕是跌有6%, 70%了。 李凌峰眉头微微一皱, 大多人炒股都是采取鸵鸟政策, 只要一亏钱就把头埋下去, 当看不见。 你这被套有多久了? 老人吐了口烟雾, 差不多2、3年了吧, 中间还不断补了不少仓位。 接断补仓的话, 应该亏不了6%, 70%那么多吧。 哎, 我跟你说的, 那是最开始的, 问题后面补仓的价位也是亏了, 现在都还没涨回来。 李凌峰看着老人心里为其木挨了一把, 本来呢, 这年轻代会也攒了些钱, 想着老了也能好好潇洒一番, 谁知全套股市了。 老人一阵感慨, 现在每天摆个摊, 挣三瓜两枣, 当平日的零花钱。 李凌峰就好奇, 你养老退休金呢? 可, 我们那个年代, 不是什么干部国营工人, 就一瓶头老百姓, 哪来的养老退休金? 你儿女呢, 总不会说不理你吧? 那倒不会, 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 车贷, 房贷, 养小孩, 一日三餐都算着来。 叹了声, 哪还敢给他们增添负担啊? 自己都想帮付点他们了。 你们年轻一代, 说实在话, 也真挺不容易。 李凌峰点头, 赞同老人的说法, 也主要是, 这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大家追求都更高了。 不像以前, 能吃饱饭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李凌峰想起了大学那会学到的萨缪尔森公式, 幸福等于物质效用除以欲望。 当我们无力拓展自身物质条件时, 也许降低欲望才是获得幸福最快捷的途径。 所以, 城市经济是最好的天然避孕良药。 奉劝你一句年轻人, 股票那玩意, 最好还是别碰。 老人劝诫道, 李凌峰一笑, 没有将老人的话放在心上。 你说, 会不会过一阵, 你股票就都能解套了呢? 老人咯噔地看了眼李凌峰, 垂死并中金做起吗? 来, 给你算命的费用。 李凌峰掏出一张二十元面值的纸币递给老人, 老人推掉拒绝, 你已经附了一支烟了, 我还得多谢, 你跟我这个老头子唠嗑呢? 一码归一码, 收着吧。 李凌峰笑着将钱放下, 转身离开了算命摊档。 走在路上的李凌峰给萧红飞打去了电话, 红飞, 你去给公司开个期货账户。 一头雾水的萧红飞不解地回道, 开期货账户干嘛? 别问那么多, 去开救市了。 呃, 呃, 好的。 周一, 李凌峰没有去支行, 而是直接来到公司, 方知免甚是诧异。 咋了, 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 交办一声就好了, 还自己亲自过来了。 我们公司账上现在有多少可用现金? 李凌峰问道, 差不多三百来万吧, 其他的过桥短拆放出去了, 怎么了? 给我留二百万不要动。 这时候, 萧红飞按李凌峰的吩咐, 拿着期货开户资料走了进来, 递给李凌峰。 老板, 这是你交办开立的公司期货账户, 账号密码什么的都在里面了。 李凌峰点点头, 接过萧红飞手中的资料袋, 行了, 你出去忙吧。 萧红飞离开后, 方知免来到李凌峰跟前, 你这是要准备炒期货吗? 李凌峰点点头, 打开资料袋, 看了一眼里面内容, 随即抬头看了一眼方知免, 你觉得煤炭行情怎么样? 不清楚, 方知免摇了摇头, 自金盆洗手后, 我就很少留意这方面了。 李凌峰起身来到办公桌前坐下, 打开电脑安装了对应的期货交易软件, 登陆进开立的公司期货账户, 给赚了200万过去。 正好上午9点, 期货开始时间, 李凌峰缩来动力煤主力合约添加进自选。 此时动力煤主力合约开盘价为707.4元, 李凌峰没有过多考虑, 直接200万缩哈了进去, 把一旁的方知免看得是目瞪口呆, 你知道期货不同股票是保证金交易吗? 李凌峰点点头, 知道啊, 知道那你还满舱操作, 等会一个波动就把你爆舱了。 李凌峰神秘的一笑, 他可不会告诉方知免, 是猛男秘籍给了他启示。 正当方知免担忧李凌峰会不会被爆舱强制执行时, 官媒突然公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出于政治关系的考量, 我国停止了从澳国进口煤炭和铁矿石。 方知免听到了这一消息, 惊奇地看向李凌峰。 你这是中央有人吗? 李凌峰甚是得意一笑, 这下他终于明白, 所谓的眉飞色舞原来是这原因。 如今坐在风口, 这机会可不是说有就有的, 人很多时候起身就是靠一个机会。 于是, 豪横的对方知免道, 你看能不能尽快回龙公司资金全部押尽, 机会来了就得牢牢抓住。 而盘面受到消息面的刺激, 动力美主力合约当下就涨到了3.78%, 交易保证经为12%, 也就是8倍多的当感。 这回账户的200万福盈已达到了60.48万, 李凌峰立即将福盈复利买入。 这种近乎疯狂的赌法, 要么就是高手中的高手, 要么就是新手小白。 一般人做不出来, 所以只能是一般人。 尽管不知李凌峰为何如此神通, 但方知免还是提醒了一句, 就不怕第二天政策就变了吗? 毕竟, 我们可是大量依赖澳国的煤炭和铁矿石, 停止进口怕会是不长久。 时代变了, 兄弟, 寇渴望, 我亦渴望。 李凌峰的脸上洋溢着满满的自信, 棋局已开, 攻守已行了。 我料, 这最起码会是一波的行情, 赶紧回龙公司资金押注,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记住, 给我, Ellen, 梭哈是一种智慧。 交代好方知免后, 李凌峰准备返回智行上班, 途中收到陈宇书发来的信息。 调休一天, 好无聊额, 要不要陪我去看漫展? 你还欠我一次, Splay呢? 那去我家吧, 今天还你, 你想要看什么? 李凌峰一笑, 回到, 不知火舞。 第133章, 相比周边的老旧自建房算是比较高档一些的了。 里面住的也大多是周边写字楼上班的白领, 别看他们工资不高, 但条件要求高啊。 拖不下长山的他们, 只要条件允许, 大多不想与农民工挤在那脏乱的自建房里, 甚至哪怕是有时还需要领取家里的补助, 才能维持这般体面的生活。 李凌峰在周围兜了一圈, 好不容易找了个路边车位, 赶紧地停了进去。 下了车, 抬头便看见对面的奶茶店, 于是走了过去, 两杯招牌奶茶。 李凌峰对服务员小妹说道, 正常兵吗? 服务员小妹微微一笑, 露出两个浅浅的梨窝, 甚是动人。 李凌峰不觉多看了两眼, 竟发现小妹还是挺清纯的那种, 一看就还没有被社会污染, 于是李凌峰笑问道, 你是学生做兼职的吗? 服务小妹愣了一下, 诧异李凌峰怎么知道自己是学生兼职? 对啊, 我还在读大学呢, 今天刚好没课, 所以出来兼职补贴些生活费。 哦, 那再给多我一杯吧, 都是正常兵, 两杯打包, 一杯在这里喝。 李凌峰道, 好的, 你稍等。 说完, 服务员小妹便先帮李凌峰结了单, 而后开始制作刚点的那三杯招牌奶茶。 等待的空闲间隙, 李凌峰扫了眼店里的陈设, 大提鼠闻一风的那种。 角落里, 有两队的年轻小情侣, 在慢悠悠地喝着奶茶, 有说有笑。 先生, 你的奶茶好了。 服务员小妹提醒道, 李凌峰转身, 拎起打包的两杯招牌奶茶, 就准备离开。 先生, 还有一杯呢? 服务员小妹赶紧地提醒道, 李凌峰没有回头, 那一杯请你的。 服务员小妹愣在了原地, 看着李凌峰出门转脚离去的背影, 有些发呆, 拎着招牌奶茶来到楼下, 没有门卡的李凌峰叫管理阿叔开下门。 阿叔一脸不耐烦地看了眼李凌峰, 你住哪套房的? 我不住这, 过来找朋友的。 李凌峰笑道, 眼见阿叔压根不想理会自己。 李凌峰忙, 逃出一支烟蒂了过去, 这不, 女朋友刚好住这边。 阿叔接过烟, 没了刚才的那不耐烦静, 笑道, 年轻人追女孩就得轻快点, 上去吧。 谢了, 阿叔。 李凌峰挥手回了句, 便上楼来到陈雨淑的住房, 敲响了房门, 我, 李凌峰, 过来了。 里面的陈雨淑急忙跑过来给李凌峰开门, 映入眼帘的是活脱脱的一个不知火舞。 看着陈雨淑身上那少得可怜的几片红色衣裙, 李凌峰赶紧的将门给关上。 忒大胆了吧, 你也不怕给人看光。 李凌峰道, 这屋里除了你还有谁啊? 陈雨淑满不在意一副大大方方的样子。 倒是李凌峰认真审视了一番, 上面虽没有不知火舞的那般伟案, 但是也不差。 如果是换成寒雪迎来, 那肯定完美一比一复制。 往下再看了看那完全开插的火红裙子, 李凌峰甚是玩味一笑, 不错, 不错。 说完便将手中的一杯招牌奶茶递给了陈雨淑。 那么好, 还给我带了奶茶啊。 陈雨淑结果高兴地跳了一下, 那完全开插的裙子不经意间飘然了几分, 长长的雪白眉腿瞬间尽收眼底。 你这要是再带个虎尾巴, 就更完美了。 李凌峰补充调侃道, 陈雨淑顿时白了眼李凌峰, 说的以前你好像没看过一样, 都陈年往事了, 哪还记得。 李凌峰拿起吸管, 戳破奶茶瓶盖吸了起来。 陈雨淑也跟着做了一遍同样的动作, 喝了一口道, 你没有门卡怎么进来的? 我还想着要不要下去接你的, 但又穿成这样。 楼下管理, 阿叔给我开的门啊。 陈雨淑一脸的不敢置信, 不可能吧? 我们这边管理很严的, 确实挺严的, 我给了阿叔支烟。 陈雨淑, 甚至还找了一堆证明才给自己开门, 就更气了。 来, 跳两下给我看看。 李凌峰随口道, 陈雨淑一脸的疑问, 不知李凌峰葫芦里卖了什么药, 但还是按照李凌峰的意思去做了。 看着一颤一颤的波浪, 李凌峰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瞬间意识过来的陈雨淑脸一红。 讨厌, 你。 站得些许累, 李凌峰来到沙发坐了下来, 连着四周扫尸了一遍。 屋内整一个二次元风格, 摆满了各种动漫手办。 陈雨淑发的工资怕都是填这些去了, 别看手办就一个模型, 有的价格可不菲。 满以为李凌峰是在欣赏自己的得意作品, 陈雨淑高兴地走了过来。 都好看吗? 李凌峰摇摇头一笑, 这我欣赏不来。 气得陈雨淑嘟了嘟嘴, 跟着一把坐了下来, 大口大口地喝着奶茶。 你这都走光了。 李凌峰提醒道, 原来刚坐下那会, 裙子给飘到一边去了。 陈雨淑低头看了眼, 索性掀开裙子, 里面又不是没穿。 李凌峰差点一口奶茶就呛过去了, 看着那钉子红三角连咳嗽了几声。 你说的那么有道理, 我该怎么反驳你? 于是李凌峰只好转移话题道, 你不是还要去参加漫展吗?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出发吧。 陈雨淑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时钟, 差点给忘了这事情。 你等会, 我去穿个裹胸和打底裤。 李凌峰? 那刚一开始, 你咋不穿呢? 这不穿给你看的吗? 出去怎么能一样呢? 陈雨淑白了眼回道, 换上裹胸和打底裤的陈雨淑, 瞬间变了一个风格。 两人下了楼, 遇到楼下管理阿淑, 阿淑满是笑脸的跟李凌峰打了声招呼。 惹得陈雨淑心中一阵不爽, 一支烟就把你给收买了, 还绝对安保。 二配, 我们这是直接去漫展地吗? 车上系好安全带的李凌峰问道, 不, 先去接我一个漫友, 李凌峰没一咒, 男的女的哦, 男的叫他自己打车, 女的, 走吧。 按着陈雨淑指的路, 李凌峰驱车来到了一个巷口, 抬头一看, 我擦, 性感刚手大人。 第134章, 高端的猎手, 陈雨淑挥了挥手, 只见仿佛真从动漫中走出的刚手妹子朝这边走来, 把握不住, 完全把握不住, 李凌峰心中感慨了句, 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给人开车门啊。 副驾驶位的陈雨淑这回提醒道, 哦, 李凌峰这才伸手解锁了车门, 让火影武带幕刚手妹子坐进了后排, 瞬间, 一股清香在车内飘散开来, 刚手妹子似乎留意到了这是新款奔驰, 于是瞥了眼正准备开车的李凌峰, 想不到人跟这车一样, 那么般配。 车辆驶离巷口, 朝漫展目的地开去, 一路上两妹子几里呱啦地聊个不停, 全是李凌峰听不懂的话题, 宅女二次元世界, 谁懂, 见插不上话, 李凌峰便只好专心开车, 来到漫展地, 陈雨淑全然一匹拖了江的野马, 一头扎进了人群之中, 将李凌峰和刚手妹子撇在了身后, 凭借精致的装扮和亮丽的容颜, 陈雨淑很快便在人群中圈了一批粉丝, 引来不少目光, 无聊的李凌峰于是便主动与刚手妹子搭话, 你很喜欢刚手这个角色吗? 妹子笑了一笑, 随后点点头没有回话, 其实我也很喜欢火影这部动漫, 尤其是里面秋道丁次这个角色, 妹子一脸惊讶地看向李凌峰, 似乎不解, 奇目卡卡西与直播佐助, 尤其是那幼, 那么多帅气的角色, 你偏偏喜欢一个胖子, 看着妹子这般表情, 李凌峰就知道成功引起了妹子的好奇和兴趣, 于是借机凑前了两步, 悄悄告诉你, 其实我也会背话之术, 妹子听后一愣, 先是障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随后醒悟过来的她一脸飞红, 哎, 你说, 若是你的阔鱼之术对上我的背话之术, 哪个厉害啊? 刚手妹子看了眼李凌峰呆萌呆萌的模样, 正巧这会陈语书炫完从人群中回来, 看到一脸潮红的刚手妹子, 小柔, 你怎么了, 不舒服吗? 名叫小柔的刚手妹子盲摇了摇头, 没, 没有不舒服, 那你脸怎么那么红啊? 陈语书接着问道, 可能有点热吧? 小柔借口搪塞过去, 陈语书扇了扇手中的扇子道具, 是吗? 我怎么没感觉到呢? 说完随后便看向李凌峰, 质问道, 说, 是不是你欺负人家了? 李凌峰双手一摊, 无辜撞, 姐, 人家刚手活饮五代木额, 你看我有超越三人的实力吗? 完了还不忘补一句, 她不欺负我就好了, 没想到小柔妹子听了这话, 非但没生气, 反而低头一笑, 哼, 陈语书转身拉上小柔, 我们去玩吧, 不用理他, 说完, 两人便钻进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之中, 剩下李凌峰一人, 在闲逛了一会后, 属于无趣的他, 来到一个没有那么嘈杂的角落, 拿出手机刚准备想看一下来着, 抬头, 不知什么时候小柔进出现在了跟前, 你不跟语书一起的吗? 李凌峰好奇一问, 他跟其他同伴玩去了, 小柔笑了笑, 你刚不是问阔鱼之术和背话之术哪个厉害吗? 其实, 我也想知道, 小柔低头一个害羞, 李凌峰, 高端的猎手往往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喧嚣过后, 四处寻找两人的陈语书, 最终在更衣室门口撞见了出来的两人, 满是好奇, 你们怎么在这? 李凌峰, 如果说, 如果说哈, 我们仅仅只是切磋忍术的奥义, 你信吗? 回程, 李凌峰先将小柔送到了住处, 而后再接着送陈语书回去, 这漫展属实有趣, 下次记得再叫我一起, 李凌峰对副驾驶的陈语书笑道, 怎么会没去, 五代木火影都给你拿下了, 陈语书也遇到, 这话不能乱说啊, 我告你诽谤, 陈语书转头看了眼李凌峰, 你是说, 你想跟一个律师打官司吗? 错, 不是一个律师, 李凌峰顿了下, 是半个, 气得陈语书一巴掌拍了过去, 结实地打在了李凌峰肩上, 整个车身晃了一下, 后面的交警见状, 忙活笑着追了上来, 前方车辆请靠边停车接受检查, 你看, 没事惹事了吧? 李凌峰笑了一句, 陈语书朝起吐了吐舌头, 我最讨厌别人说我是半个律师, 可以看见, 是触碰到那小自尊心了, 将车靠边停好, 交警叔叔走了过来, 拿了一个酒精探测器, 吹一下, 李凌峰乖乖地照办, 很明显, 肯定不是喝酒导致车辆摇晃的, 见没有任何异状的交警叔叔, 朝车里看了两眼, 瞧见副驾驶位坐着的陈语书, 开个酒店, 或者回家后再玩, 路上行车注意安全, 走吧, 陈语书听后瞪大了眼睛, 我真告你诽谤啊, 李凌峰挥手示意收到, 赶紧地启动车辆离开, 根本不给陈语书解释的机会, 气得陈语书脸塞骨得囊囊, 赶紧放下车窗, 让自己透个气顺顺心, 你说你一个律师行的, 整天沉迷于二次元干嘛呀, 赶紧找个男朋友吧, 不然姥姥没人要, 要你管, 陈语书回了句, 实在不行, 你找我凑合也可以呀, 作为有志青年, 我很愿意诛人为乐的, 全天下男人死绝了, 我都不会找你, 你以为我会像我姐那样傻呀, 你这话我就不喜欢听了, 李凌峰笑了笑, 你问下你姐, 后悔喜欢我没, 陈语书沉默不回话了, 在他姐眼里都是李凌峰的好, 车辆行驶到陈语书住的公寓楼下, 下了车的陈语书并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在犹豫什么, 见此情形的李凌峰问道, 怎么了, 还有什么事吗, 陈语书, 那个, 能不能给我三千块钱, 工资发了就还你, 最近新出了一个陆飞手办, 大学那会, 李凌峰就没少资助他, 于是笑着摇了摇头, 当下就赚了五千过去, 那么多, 收到转账的陈语书有些诧异, 多出的那两千, 给你小外甥也买个玩具,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交代完, 李凌峰便驱车离开, 剩下陈语书看着那五千的转账记录, 嘀咕了句, 难怪我姐说的都是你的好, 第135章, 领导约吃饭, 西河投资有限公司, 方知脸盯着动力煤主力合约的收盘价, 陷入了沉思, 电脑屏幕上, 动力煤主力合约的收盘价显示为751元, 较开盘价涨幅6.16%, 几乎逼近8%的涨停板, 200万的本金入场, 复利操作下, 此刻浮营去到了109.98万元, 李凌峰的这种打法甚是刺激到了方知脸, 想当初自己也是股市起家的, 但也没这般的疯狂过, 似乎李凌峰对这市场有绝对的把控权, 方知脸嘴角微微一笑, 这个人似乎更有意思了, 随后便将账户情况截图发给了李凌峰, 此刻李凌峰正开着车回这行的路上, 看到方知脸发来的账户截图也是惊了一下, 知道期货是杠杆交易, 但没想到如此暴利, 简直是股票不能比的, 看着上百万的盈利, 这爆发户的心态又有点飘了, 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亮的仔, 回到这行, 走起路来都是带风, 李行, 这又是拉倒什么大业务了吗? 眼见的小吴立马就发现了李凌峰的得意, 业务? 李凌峰这才想起, 自己似乎好久没去为这行拓展业务了, 不, 比业务更开心的事情, 更开心的事情? 小吴一脸的疑惑, 男人三见姓氏升官发财死老婆, 行长你做了, 发财自然的事, 小吴头脑瞬间一击零, 李行, 你死老婆了呀? 李凌峰愣住了脚步, 整个支行大厅的人齐刷刷地看了过来, 李凌峰转身, 通知支行所有的同事, 今晚我请客带大家去吃顿好的, 对了, 你就别去了, 零了李凌峰特别交代了一句, 望着李凌峰离去的背影, 小吴整个人猛圈住了, 我这又是哪说错话了吗? 回到办公室的李凌峰一把坐在了沙发上, 拿起手机就给韩雪莹发去信息, 今晚准时下班吗? 请支行的同事一起吃饭, 作为王的女人, 你也该露露脸了, 信息发过去许久, 韩雪莹才回复到, 今晚不行了, 要继续加班, 赶货, 李凌峰眉头一蹴, 你这样会很容易失去我的, 不求上进才会更容易失去你, 行了, 今晚回去我再好好地补偿你, 怎么个补偿法, 李凌峰嘴角一乐, 你爱咋玩咋玩, 随后韩雪莹还附带上一个害羞的表情, 李凌峰这脑海瞬间就有了画面, 刚想准备回复韩雪莹时, 另外一则信息弹了出来, 另眼一看, 竟然是郭主任发过来的, 一个市国资委主任主动给自己这只行小卡拉米发信息, 实属罕见啊, 带着甚是好奇的心态点开一看, 竟然是约自己吃饭, 李凌峰心起疑, 这郭主任怕不是为妻子怀孕的事情, 感谢自己吧, 要是这样, 你倒是给我拉几个大客户过来啊, 话说国资委旗下不是管着众多的国有企业吗, 其中不乏实力强悍的吧, 随便一两家这样企业的存款, 就够我们这行业绩飞上天了, 吃饭, 李凌峰倒真不是很感兴趣, 毕竟自己也不是其体制内的人, 心中无欲自然神, 只不过这郭主任都主动开口了, 自己拒绝好像又说不过去吧, 好歹人家怎么说, 也是农商行的顶级上司, 李凌峰犹豫了一下, 于是回道, 好的, 郭主任, 那地点安排好我发您, 不, 用, 地点我定好了, 就随便吃顿饭聊聊, 随即, 郭主任便将吃饭的地点发给了李凌峰, 李凌峰点开一看, 显示的就一块餐店, 还真是随便吃顿饭, 付了郭主任的约, 支航这边就去不成了, 不过话既然已经说出去了, 还是得请大伙的, 于是, 李凌峰将办公室主任叶木君给叫了进来, 对其交办了今晚请支航大伙吃饭的事情, 完了李凌峰抬头看向叶木君, 对了, 你出去买两瓶的茅台, 一瓶你们今晚吃饭喝, 另一瓶给我带走, 叶木君错愕地回看了眼李凌峰, 想不到自己行长竟然这么舍本, 请自己人吃饭都用上了茅台, 要不咱这边的换换, 叶木君给提醒道, 按我说的办, 多少钱倒是我转你, 叶木君点点头, 领了任务出去, 走出行长办公室后, 还不忘将这一好消息告诉大家, 下班后, 拿上叶木君买来的茅台, 李凌峰打车来到与郭主任约定的地点, 嗯, 真的是一家快餐店, 国自为主任不比娱乐明星, 所以往这一座, 基本没几个人能认出来, 就跟一普通人没啥两样, 这也是郭主任放心选择地的原因, 更关键还能以示自身的连结, 进店之前, 李凌峰先来到了旁边的一家便利店, 买来一瓶矿泉水, 将瓶中的矿泉水倒掉后, 把茅台灌了进去, 拎着手中的矿泉水瓶, 李凌峰这才蛇身回到了快餐店, 靠角落的位置, 李凌峰一眼就认出了郭主任, 对方也在此时挥手打了声招呼, 走了过去的李凌峰在郭主任旁坐了下来, 桌上就简单的三菜一趟, 李凌峰拿起手中的矿泉水瓶, 笑道, 都下班了, 方便喝上一杯, 郭主任稍响了下, 接着点了点头, 李凌峰跟老板要来了两个酒杯, 打开瓶盖给杯子满上, 倒好的酒杯端到了郭主任跟前, 老家带着土炮, 主任试下合不合口, 郭主任端起小敏了一口, 笑了笑, 下次还是别搞这一套了, 若真是土炮, 兴许我还能再给你喝多几杯, 李凌峰点头一笑, 行, 有郭主任您这话, 我这心里以后就有底了, 今晚找你出来, 主要有两件事情, 郭主任开门见山道, 首先是要感谢你, 就我那妻子怀孕的事情, 多亏你这边介绍良意, 不过举手之劳, 郭主任您客气了, 李凌峰道, 郭主任伸手打断李凌峰说话, 但要说明一点, 这不是我们之间拿来利益交换的人情, 李凌峰一笑, 真一脸都无所谓, 看来, 郭主任您还是误解我了, 郭主任也是试探性的看了眼李凌峰, 那清澈的眼神并不像肮脏的是块小人, 或许, 人家真就没想过求自己什么, 这反倒让郭主任更加放心了, 接着道, 第二件事情是关于你们分行领导大摇, 李凌峰咯瞪的一抬头, 莫不是又要归了? 第136章, 话里话外的试探, 心里这样想, 但面上不能这样说, 我们大邀行怎么了, 是准备要去哪, 高升了吗? 如果采缝任机也算是一种高升的话, 那就是吧, 李凌峰? 看了眼李凌峰, 郭主任一笑, 怎么, 该不会你也向他行贿了吧? 愣了一下的李凌峰回道, 哪能, 这违法事情能干? 顿了会, 也就带他去按了个魔, 嗨嗨, 郭主任呛了口酒, 稍稍里顺了下气息, 看来他风流活不少啊, 李凌峰面带疑惑, 怎么, 还有其他吃瓜的料吗? 你们农商行女同志丈夫的举报信, 线都铺满纪尾桌面了, 举报你们谣行乱搞男女关系, 破坏人婚姻家庭, 关于这些事, 李凌峰多少听到了一些的耳边风, 苍蝇布丁无缝的蛋, 那些女的也不是什么好货, 不过在利益面前, 几个能守身如玉, 毕竟诱惑那么大, 只是涉及生活作风这一块的话, 应该还不至于进去采缝刃机吧? 没错, 郭主任加起一口菜, 他还涉及了经济问题, 以全谋私贪污受贿, 取决了几口后下咽, 仿佛人间美味, 可以看得出来, 郭主任似乎常来这里, 对这里的菜色很是对口味, 并且是金额巨大的那种, 郭主任补充了一句, 李凌峰微微端起酒杯, 这种情况怕是神仙都难救了, 而且被垂食, 吃啊, 别发呆, 郭主任笑着提醒了一句, 李凌峰看了眼郭主任, 约我出来讲这些, 怕不是没那么简单吧? 似乎是看出了李凌峰的心思, 郭主任一笑, 大摇被归了的话, 那分行领导的职位就空出来了, 怎样, 你有没有兴趣啊? 重点的一句来了, 据我所知, 你制行的业绩做得不错, 李凌峰眉头一皱, 要不要玩那么大, 我只是想找份银行的工作充脸面, 这一不小心, 都快干成S农商行的高级领导层了, 但随即一想, 这不对啊, 我就一刚来的小卡拉米, 无论如何, 这位置都轮不到我, 唯一解释得通的就是, 这郭主任似乎在拿这个甜头来考验自己, 看来他还真就错了, 就算在农商行做到最大最顶又能怎样, 还不是一样采缝刃机, 而且真到了那个位置, 就由不得自己了, 见李凌峰没回答, 郭主任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这都还需要考虑啊, 多少人做梦都想做那个位置, 既然这样, 你找他们好了, 李凌峰笑道, 这着实让郭主任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 李凌峰一口饮进杯中的酒, 高处不胜寒, 分行领导的位置我何德何能, 你还是另选高明吧, 郭主任认真地看了眼李凌峰, 一副无欲则刚的神态, 眼前这年轻人似乎真的有些特别, 要知道, 权力和地位那可是男人最为致命的心号心号心号, 饶势自身, 通读圣贤之书, 也逃不开权力的漩涡, 怎么这么年轻就想躺平啊, 你就当我是一贪扶不起的烂尼德了, 吊耳郎当的李凌峰随口一笑, 却有力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态度, 郭主任点点头, 将纸巾放下, 那行吧, 人个有志我也不强求, 说完起身准备离开, 对了, 这饭前我已经结了, 就喝了你一杯, 改天再还你, 带郭主任离开, 后, 李凌峰独自小拙, 想不到这郭主任如此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 今天这顿饭话里话外都是在试探自己, 生怕自己用帮他妻子的人情来裹挟他, 唉, 所以人到了一定地位, 很多时候活得确实嘞, 一个人喝属实无聊, 于是李凌峰拎着矿泉水瓶里的茅台, 来到了隔壁桌, 老哥, 不介意一起喝一杯吧, 隔壁桌坐着一位工地干活的老哥, 老哥急忙让出一个位置, 并用手撑住袖子擦干净了桌面, 笑道, 坐, 李凌峰顺手拿过自己桌的菜, 并给老哥倒了杯酒, 来, 试试这个老家带来的土炮, 老哥客气地拿过饮了口, 嗯, 你老家这土炮不错呀, 是吗, 那要多喝两杯, 李凌峰笑着给老哥续上杯, 你这多少钱一斤, 能不能给我也捎上一些, 李凌峰, 呃, 老哥真诚一笑, 不用多, 大概十来二十斤就行, 李凌峰惊恐的眼神, 十来二十斤, 啊, 正好打算泡些药酒, 前几天工地弄了些蜂涌, 茅台泡风涌, 来, 来, 我们吃菜先, 李凌峰赶紧转移话题道, 第137章, 哪个扑接贴的, 快餐店出来, 路过一空旷的广场, 嘈杂的音乐吸引了李凌峰的目光, 抬头望去, 服装各异的几个阿姨群体, 正奋力地扭动着舞姿, 挥洒汗水, 阿姨的舞姿在飘荡, 我的生活在路上, 李凌峰不由得感慨了拒, 驻足凝视, 但是李凌峰看见中央一对老搭档跳的甚是欢喜, 刚想夸赞这老夫妻还有如此雅兴的时候, 转头却看见另一老头坐在那轮椅上瞪眼干着急, 莫不是, 坐轮椅的那老头才是中央跳舞阿姨的老伴吧, 李凌峰深吸了口凉气, 眼前的现实例子告诉我们男同胞们一定要懂得爱惜自己, 身体垮了, 身边的老伴只能是别人的了, 吓得李凌峰赶紧做了几个扩胸运动, 活了一下自己筋骨, 广场边沿, 李凌峰似乎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但由于视野较暗, 李凌峰也一时无法辨认, 于是便靠了过去, 等走近之时, 李凌峰才发现对方似乎是自己曾经的高中同学, 对方这时也看了过来, 两人相互迟疑了一下, 李凌峰, 终是对方先喊了出来, 谢天豪, 对方一个囧态, 我是马大志, 谢天豪是我们隔壁班的小冬他表舅家的大表哥的同学的邻居, 哦, 原来是大志啊, 李凌峰立马热情地打招呼道, 我记得你, 那年春游野营我还借过你的锅, 那锅是我们班黄德志借你的, 李凌峰, 我借你的是碗, 碟, 筷子, 米, 油, 盐, 调料瓶, 那当年是真TM的感谢你, 哎, 你现在在哪高就啊, 李凌峰赶紧地岔开话题道, 我之前是做网络传媒那一块, 特别是针对热点新闻, 不错呀, 搞传媒的大咖, 李凌峰惊叹道, 都运营过哪些项目, 海了去, 但主要还是跟一些明星合作, 李凌峰没一咒, 我可以理解为是, 微博转帖买热点, 一条几毛的那种, 嗯, 差不多, 可以这样理解, 马大志想了想回道, 那你是总承包方? 不是, 马大志摇了摇头, 我是底部赚那几毛钱的, 不过, 我搞了十几个微博账号, 也能赚个零花钱, 李凌峰看了眼马大志, 你该不会拿这个当主页吧, 那哪呢? 马大志道, 我主业是信息技术通讯, 及周边服务, 李凌峰点头, 原来是做IT的呀, 具体哪一块啊? 关于智能数字, 通讯设备表面高分子化合物, 延展处理技术, 现场推广销售, 李凌峰? 说人话, 手机贴膜? 摊位在哪? 在哪? 马大志指向不远处, 一个手机贴膜摊档, 两人来到摊档前, 是由一部手推车组成的, 两边挂着细长灯管, 蓄电池供电, 旁边一纸板上谁才笔写着, 手机贴膜, 你这有的赚吗? 李凌峰不禁疑惑道, 别小瞧这摊档, 里面门到大了去, 你知道这手机膜, 净价多少一张吗? 多少? 李凌峰也很是好奇, 就几毛钱, 但贴一张我收十五, 这多少倍利润, 你自己算? 还真是, 这不比炒股票暴利, 那你今晚贴多少张了? 马大志面露愁容, 这不今晚都, 还没开张呢? 李凌峰? 那行, 你给我贴一张吧, 刚好我手机膜也要换了。 好嘞, 马大志充分展现了他的专业性, 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给贴好了, 虽然中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气泡, 但除此之外, 也真没什么好挑剔的, 至少摩的四边, 还是有对齐手机边框的, 一共十五, 既然是同学, 我收你十二好了, 扫码还是现金? 李凌峰愣了下, 你刚不是说这成本几毛一张吗?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恍惚中带着恍惚, 没, 没有, 李凌峰转去了十二块, 对了, 那就等摩别给我丢掉, 等会我自己换过来。 临别之际, 李凌峰望向马大志, 听我拒劝, 还是找份班上马, 终有一天, 我会成为雷不思的。 不服气的马大志, 对着离去的李凌峰背影喊道, 打出租车来到韩雪莹公司楼下, 此时韩雪莹已下班在路边等候, 见到下车走来的李凌峰, 韩雪莹忙高兴地上前挽住李凌峰胳膊, 你怎么那么晚才到啊? 哦, 给手机贴了个膜? 我看看, 韩雪莹一把拿过李凌峰的手机, 这哪个铺接帮你贴的? 赶紧让他把钱退回来, 看着屏幕那满是气泡的韩雪莹, 当下就发飙道, 老娘舌头贴的都比她好。 第138章, 你舍得我哭吗? 李凌峰看了眼韩雪莹, 这点她倒是深感认同, 不过又细细想想, 那还不是自己教得好, 这有自己一半功劳, 加之韩雪莹的努力好学, 才有今日之成就和自信。 你肚子饿不饿, 要不要一起去吃个夜宵? 李凌峰问, 咋了, 你今晚没吃饱饭啊? 李凌峰一笑, 我吃饱了呀, 这不怕你饿着了, 我就知道, 你对我好。 韩雪莹美美地看了眼李凌峰, 如果幸福有模样的话, 此刻韩雪莹就是最好的样板, 前面烧烤摊? 走, 韩雪莹拉起李凌峰的手, 欢喜地往前走。 夜深的烧烤摊正是人气饼费的时候, 留给李凌峰和韩雪莹选的位置不多了, 在角落边边的一处, 两人坐了下来, 李凌峰拿纸巾认真擦拭了一遍, 满满的油腻污渍, 老板忙的也就是收走残羹圣渣, 根本来不及擦桌子。 而且, 人鼠势有点多, 过于嘈杂了, 李凌峰微微皱了下眉, 要不我们换个清净点的地方吧。 韩雪莹一愣, 想了一会, 也行, 我看你, 这上班一天, 鼠势有些累, 清静的地方透透气也好。 从烧烤摊离开, 两人来到了不远处的深夜粥铺, 那里专门经营夜点。 铺面的装修和里面设计, 都是比较有文艺饭的那种, 且有自己独立包间, 适合追求情调的都市男女。 两人进到深夜粥铺, 前台服务员甚有礼貌地喊了句, 欢迎光临。 给我间包房。 李凌峰道。 不好意思, 先生, 现在包间已满, 需要稍等一下。 不用了, 我们就在外面吃吧。 韩雪莹赶紧说道, 于是两人便只好在公共用餐区, 选了个较好的套墙位置, 墙壁上贴满了之前来这里吃饭的路人。 原来这里有个拍里德, 你可以拍下自己的照片贴墙上, 写上几句以示留念。 李凌峰扫了一眼, 最久既然能追溯到五年前, 那是一张情侣合照。 下面写着, 张楠, 我会爱你知道永久。 李凌峰笑了笑, 不知道现在那对情侣怎么样了, 分了没? 你咋不怕人家点好? 心许两人已经结婚了呢? 不是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秀恩爱死得快。 韩雪莹, 我还刚准备跟你一张来着, 你这么说, 我拍不拍好? 别了, 我这么帅气的容颜挂在这里, 不得引来多少女生的贪婪。 不是, 你这哪来的迷之自信, 只有瞎了眼的女生才会看上你。 韩雪莹反击道, 帅哥, 能拍张照吗? 韩雪莹话刚说完, 就有两位女生走了过来笑道。 李凌峰顿时尾巴翘的, 甚是得意看了眼韩雪莹, 整理了下衣服, 起身来到两女生身边摆了个绝佳的pose。 两女生顿时一愣, 刚才那个开口说话的女生不好意思道, 我是说, 能不能帮我俩拍一张? 不好意思当才可能没说明白。 一旁的韩雪莹忍不住扑斥一笑, 搞得李凌峰煞是郁闷。 帮两女生拍好照后, 对方说了一声谢谢。 林总, 对了, 以后你还是尽量不要帮人拍照, 我怕你会被打。 照片里, 两女生鼻孔朝上, 一副智商欠费模样, 也难得李凌峰捕捉到这一动作。 两人? 走后, 韩雪莹起身来到李凌峰的身边, 我们也拍一张吧。 又不过韩雪莹, 于是李凌峰只好配合着做。 韩雪莹自己拿着拍力的相机, 伸手反向对准两人。 哎呀, 你靠过来一点嘛。 韩雪莹提醒李凌峰道, 最后两人越靠越近, 直至相互依偎在一起。 韩雪莹趁机摁下快门, 定格住了这一刻。 相片从拍力的下方出来, 韩雪莹迫不及待地拿起一看。 还别说, 韩雪莹这拍照技术杠杠的, 两人像急了初恋的小情侣。 不过对于韩雪莹来讲, 李凌峰何尝又不是她的初恋第一个男人。 韩雪莹开心地将照片贴在墙上, 写道, 希望你能一直开心, 做自由的疯。 李凌峰看了看, 你不给自己许点心愿。 韩雪莹甜美地笑了笑, 你开心我就开心, 我的世界有你就够了。 真不敢想象, 以后要是没能跟你在一起, 你会不会拿刀砍我? 不会啊。 韩雪莹认真地看了眼李凌峰, 但我会躲在角落里, 偷偷地哭泣。 说完, 韩雪莹又笑着对李凌峰道, 你舍得我哭吗? 比起哭, 我更喜欢听到你叫。 李凌峰一本正经地回道, 韩雪莹脸颊瞬间起了红润, 那今晚你把指甲剪一下。 第139章 加分项 第二天, 契合投资有限公司。 动力美主力合约开盘价745元, 比昨天收盘价751元低开6元。 由于采取的是全仓复利的打法, 账户上根本没有多余的留存资金。 于是, 账户立马出现了附属。 期货公司的电话打到了契合投资有限公司里, 要求追加保证金, 不然很容易会被强制平仓。 不过好在, 公司今天回笼了100多万的资金。 没来得及通知李凌峰, 方知免便果断地给公司期货账户转去了100万, 扭转账户负数问题。 有了这100万, 只要不是出现极端的行情, 撑住保证金波动完全没问题。 整体市场似乎也没太大的波动, 只是围绕开盘价, 反复来回横跳。 方知免见市场稳定了下来, 这才给李凌峰打去电话。 此时的李凌峰还在睡大觉, 历经昨晚与韩雪莹9981事的恩爱后, 这会正休养生息。 饶是困得不行, 但见到是方知免的电话, 李凌峰也不敢不接。 今天的动力没主力合约比昨天低开了6块, 账户保证金出现负数, 我赚了100万过去。 没事, 估计是昨天涨得猛, 这两天蓄力期, 相信后面还会继续拉伸的。 李凌峰自信乐观道, 方知免没有回话, 在一定程度上, 他是认可李凌峰这个观点的。 但前提条件是, 国家层面的贸易战继续争执下去。 我国本就是煤炭和钢铁的消耗大国, 这样下去再没有找到替代方时, 自身是很伤的。 只不过令方知免没有想到的是, 我国竟然超乎了往日的强硬。 对了, 还是老原则, 可以留存一定资金, 但如果行情一旦好转, 不要犹豫全仓介入。 李凌峰交代道, 对于方知免的操盘, 他是有信心的, 毕竟人家亿万财产都是从交易市场上赚取的。 两人还没有结束完通话, 李凌峰这边又收到了一则信息, 于是赶忙跟方知免说道, 就这样了, 你自己适时抉择。 挂完电话的李凌峰赶紧点开信息, 竟然是昨天的刚手妹子发来的。 而今天的他则换了另一个动漫角色, 不过也是相当的劲爆。 李凌峰细细地看了眼发来的照片, 不禁想起昨天更衣室的场景, 从全身镜里映像的积极大灯, 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你这是又去参加漫展吗? 李凌峰事事关心地发信息问道。 没有, 在宿舍呢? 无聊玩一下。 在宿舍? 是啊, 我还是大学生呢。 李凌峰深呼吸了口气, 哪所大学的? 财经学院的。 财经学院不就自己附近那一家吗? 于是李凌峰立马给发信息, 再次确认是无误。 想来自己今天也没什么重要事情做, 于是便道, 要不我过去找你玩, 毕业出来也好久到过大学了。 好啊, 那我等你。 对方似乎甚时地开心。 没了睡意的李凌峰于是力锁地起身洗漱, 精心收拾自己一番后, 才满意地出门。 去财经学院之前, 李凌峰先来到汽修店将车子清洗了一下, 瞬间如全新一般。 想起了那叫小柔的钢手妹子给自己发的照片, 于是来到了一家新号新号新号店。 手店的是老板娘, 一米七多的身材甚是高挑, 尤其那一身的包囤裙格外吸引人。 你家有黑丝脉吗? 李凌峰目不转睛地问道。 老板娘动人一笑, 有啊, 便宜的十五, 二十, 贵, 得五万零一百的也有, 给我拿贵的。 完了, 李凌峰接着道, 你帮我试一下呗, 姐。 老板娘呆愣地望了眼李凌峰, 这要求开店以来还是第一次遇见。 没别的意思, 我就怕那新号新号新号不结实。 李凌峰补充解释道, 那我试了你还买不买的? 没事, 你试了我也要。 李凌峰保证道, 老板娘看着李凌峰犹豫了一会, 最终点头硬了下来。 美腿配新号新号新号, 那简直是无可挑剔。 李凌峰满意地上上下下看了一遍老板娘。 胆开了句, 你不去做模特, 可惜了。 老板娘玩耳一笑, 我就是做模特出身的, 怎么样, 这蕾丝边黑丝你还要不要? 要, 给我拿双新的吧。 李凌峰道, 老板娘? 看着老板娘怀疑人生的表情, 李凌峰笑了笑, 你现在穿的这双我也要, 不过他送给你了。 价钱也没砍, 付了二百块钱后, 李凌峰离开店铺, 转身进了那崭新的奔驰车。 隔远看见这一切的老板娘, 稍稍叹息了一句, 卖便宜了。 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凯子, 竟然没宰到。 探息完便从货箱里拿出两双新号新号新号给货价补上, 货箱外写着净货价两元。 李凌峰兴高采烈地驱车来到财经学院, 按照刚手妹子小柔发的导航地址, 车辆行驶到了学院女生宿舍楼下, 刚手妹子小柔特地吩咐李凌峰在楼下等她。 她就是要让宿舍里的女生们知道, 自己有一个开奔驰的帅气男伴。 给刚手妹子小柔发去了信息后, 李凌峰便下车等候。 帅气的颜值, 崭新的奔驰, 果然陆陆续续吸引来了不少女生的目光注意。 人群中渐渐讨论起来, 这又是那个同学调的公子哥。 上星期楼下还亮相了一辆马沙拉蒂, 这宿舍里的瓜是根本吃不完。 不过比起马沙拉蒂那位, 今天楼下这位似乎更符合女生评断的帅气标准。 哪怕是没钱, 也可以光谈恋爱不结婚的那种。 能给女生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看着她大姨妈来了也是欢快的一天。 宿舍里, 换上了正常连衣裙装扮的刚手妹子小柔, 从阳台上看到了在等待的李凌峰。 扫过阳台上焦头接耳的众女生, 这氛围酝酿的也差不多了, 是时候在众人的注视下出现了。 于是, 小柔转身离开了宿舍, 同宿舍的舍友赶忙喊了一句, 小柔你去哪呀? 这都还没到饭点时间。 没有得到回复的两舍友纷纷面面相去, 其中一个甚是怀疑道, 你说, 楼下那位帅哥等的该不会就是咱小柔吧? 话刚落音, 两人迅速地跑向了阳台, 加入了吃瓜群众的一员。 果然, 在众目睽睽之下, 小柔和李凌峰来了个拥抱, 转身进了奔驰车。 羡慕到怀疑人生的两舍友在阳台又对看了一眼。 你说, 咱们算两朵金花吗? 其中一个思虑了半分, 看了看阳台镜子中的两人。 嗯, 加起来勉强算一朵吧。 哦, 你兄可以加些分? 顿了顿, 厨子之身应该也可以。 第140章, 高, 真是高啊。 车辆驶离女生宿舍转弯的那一刻, 李凌峰似乎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身影。 那不是上次奶茶店的兼职小妹吗? 她也是财经学院的。 怎么, 你认识她? 旁边副驾驶位坐着的小柔好奇问道, 没, 对了, 我给你带了份礼物, 就在你前面的那储物格里。 李凌峰笑道, 是吗? 小柔高兴地打开储物格, 拿出所谓礼物, 竟然是一双的蕾丝边黑丝。 小柔轻轻一笑, 眼中闪烁着调皮的光芒, 抖了抖手中的黑丝, 稍稍撩起自己的连衣裙到大腿根处, 然后当着李凌峰的面, 优雅地将黑丝穿在那修长而匀称的双腿上。 这一操作, 差点没让李凌峰喷出鼻血, 这段, 行车记录仪等会一定要拷贝下来好好保存。 小柔的动作熟练迷人, 每一个细微处都透着独特的诱人魅力。 那双腿也真是白。 穿好后, 小柔转身对李凌峰道, 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好看到我都忍不住想上手摸一下, 我们接下来准备去哪呀? 学校后山吧, 今天天气那么好, 很适合户外放松。 后山, 那不是传说中每个大学的野战胜地吗? 李凌峰看了眼小柔, 你这个放松正不正经呢? 似乎看出了李凌峰的内心独白, 小柔笑道, 就是去那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感受下大自然, 可别想多了。 后山不远, 车出了后门转个弯就到, 将车停在停车区。 两人下了车, 由于今天是工作日, 人流并不是很多, 只有山下稍有些人气, 越往上走, 就越看不到一个人影, 好像今天这环境就是为两人量身打造的一般。 李凌峰和小柔并肩走着, 山间的清风拂过, 带来阵阵凉爽,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面上, 形成斑驳的光影。 你知道吗? 我一直觉得和大自然亲近的时候, 人的心灵也会变得更加纯净。 小柔道, 是吗? 那我们是不是做点什么, 以表达对大自然的爱意, 让彼此的心灵更加纯净一些? 我知道前面一个地方不错。 小柔低头。 事后, 开车回之行的路上, 李凌峰就一直纳闷了。 说无聊, 找他玩的是小柔, 说要去后山散心的是小柔, 最后连选的地方也是小柔。 好像, 自己都一直没有占据过主动权啊。 明明他还表现出那么一副娇羞的模样, 最后整的感觉自己才是那大灰棱。 高, 真是高啊, 李凌峰不禁连连感慨道。 回到直行, 李凌峰进门便看见黑压压的一群人。 怎么, 今天搞促销活动啊? 存钱送米, 还是送油? 但看见那一群西装革履的人, 又不像是大妈。 李星, 你可算回来了, 都说找你的。 小吴火急火燎的上前说道, 找我? 后经过一番的交流, 才得知, 是几家的国有企业单位来这边开户。 李凌峰的脑海中瞬间闪现了郭主任的身影。 看来昨晚的那顿饭, 似乎已出不取得郭主任的信任。 李凌峰赶紧交代直行工作人员, 一定要服务好这些大客户。 甚至, 这些有实力的国有企业单位都是银行的重要客户, 如果能够与他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那么对于银行来说, 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经过一番的忙碌寒暄后, 李凌峰回到了办公室, 现在两腿还有些发软。 想起后山那话, 面, 差点给小柔摇到晕车。 这回老洛打来电话, 李凌峰这才想起帮约陈叔见面那事情, 给整忘了。 刚想找个借口准备糊弄过去的, 谁知道老洛自己先开口了, 到, 约山甲村村长那事, 就不必了。 李凌峰好奇, 怎么了? 不是说催说催得紧吗? 别提了, B商银行确定要破产了, 现在停止一切所有的业务, 由H商银行接手。 李凌峰? 那你们原有职工怎么办? 大概率是一起合并过去, 具体也不清楚。 老洛沉重地回道, 顿了会, 我已经替辞成了, 真不等重组完安排工作呀。 李凌峰问道, 不等了, 之前跟你说的, 是时候享受一下生活了。 那也不错, 你有看消息吗? 咱们以前的大摇也被双规了。 他那是迟早的事情, 就那作风早晚得进去。 老洛有点愤恨道, 看来以前没少受大摇的压榨。 要不这样, 你有没兴趣过来, 我们稀合投资有限公司? 李凌峰笑问道, 我给你一个部门老总的位置。 见老洛许久没有回话, 李凌峰笑了笑, 不急, 你慢慢考虑一下, 想好了, 再告诉我也不迟。 挂完电话后, 李凌峰名神敲了敲桌面, 洛行自身就是一个资源链条。 若是能吸收他来公司, 对公司业务的发展, 绝对是有所帮助的。 只要钱到位, 让他卖力自然是没问题, 老洛还是拿钱办事的人。 李凌峰打开办公室电脑, 浏览了一下当前的主要财经讯息, 与澳国的贸易局势仍旧紧张。 随后, 看了眼动力美主力合约的走势, 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想来过两天肯定是有动作, 不是上涨, 就是下跌。 李凌峰始终认为涨的概率大于跌的概率, 不仅是因为有郑老板和猛男秘籍的提示。 更重要的是, 现如今随着我国实力的增强, 在面对外来问题时, 渐渐走向强硬姿态。 一切都是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一个月后, 动力美主力合约以涨停收盘, 价位定格在1113.2元。 事实证明, 这一次李凌峰又踩到狗屎运, 赌对了。 西河投资有限公司, 李凌峰和方知棉两人看着近1700多万的获利。 但他说了句, 抛了吧, 永远不要吃最后一口肉, 咱见好就收。 听从李凌峰的指令, 方知棉立即全部抛出锁定了利润。 告诉大家, 今晚公司请大伙嗨提去。 公司经过新一轮的扩张, 逐步走向了正规, 现设有信贷一、二部, 资金业务部、投资部、综合部。 信贷一部由肖洪飞任老总, 信贷二部由洛天行任老总, 资金业务部及投资部由方知棉兼任, 综合部代选。 在舍不得遣散中二奶的情况下, 老洛最终选择了屈从西河投资有限公司。 不像普通人的色心, 全靠穷守着。 贫穷, 让我们品行端正。 第141章, 前程似锦。 行了,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李凌峰起身拿上手机和车钥匙, 别忘了今晚请大伙聚餐的时, 都通知到位了。 眼见李凌峰就要离去, 方知免忙喊道, 现代公司账上可趴着2700万了, 你不考虑下后续方向啊? 再说, 容我再想想。 李凌峰挥了挥手, 出了办公室, 公共办公区增加了不少的新面孔, 其中信贷二部的组员都是老洛带来的。 该说不说, 本就做这一行的上手就是快, 老洛进来公司没多久, 那业务是蹭蹭地扯过来。 原因无他, 奖励分成高, 比银行的还可观, 至少银行可不敢明着收服务费。 与其说老洛为公司打工, 还不如比喻成公司的合伙人更为恰当。 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老洛带领的信贷二部业绩就超越了信贷一步。 这就是资源型人才的爆发力, 也使得肖洪飞这边更加开足马力往前感。 彼此形成了良好渐进的竞争氛围。 为了给两人更舒适的办公环境, 李凌峰为两人配备了独立办公室, 毕竟好歹也是部门老总, 得给予相应的待遇和地位, 这样才能树立其在组员面前的权威, 带领团队往前冲。 另外, 资金业务部也招了两个专业的人员, 开展公司的短差过桥等业务。 综合部那边就前台杨氏雅一人, 就上次来面试其共享自行车吊沟里的女孩。 李凌峰来到前台, 看着那熟悉的波涛汹涌, 甚是关心地问道, 怎么样, 小雅, 工作辛不辛苦, 做不做得习惯。 杨氏雅稍带害羞的一笑, 要说实话吗? 老板, 不说实话, 难道你还想对我说假话? 是不是平时对我说的都没一句真的? 不, 不是的。 杨氏雅急忙摇头解释道, 其实吧, 这工作有点闲得淡疼, 我来这一个多月, 除了叫水买下午茶外, 好像就没干过其他的活了。 李凌峰稍稍一皱眉, 这不好吗? 不, 不是, 我就是想学点东西。 老板你知道, 我是刚毕业出来的学生, 很多东西都没学会。 李凌峰点点头, 不错, 你这挺有上进心的, 这样吧, 你给我再找一个前台来。 杨氏雅愣了一下, 再找一个前台。 那我去了, 干什么? 该不会是不要我了吧? 杨氏雅一脸的惊恐。 老板,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对不起。 没有啊, 像你这么实在的员工, 现在已经很难找了。 那你招多一个前台师, 顶替你的位置啊。 瞬间心如死灰的杨氏雅哀求道, 老板, 我真知道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别开除我好不好。 我为什么要开除你? 李凌峰看着杨氏雅笑道, 你不是准备招多一个前台 顶替我的位置吗? 不开除我那信号信号信号什么? 嗯, 你不是想学更多的东西吗? 我准备提升你做综合部的老总。 杨氏雅。 李凌峰随即掏出两千块钱放在前台, 公司暂时没配备功夫, 你自己先去买两套顶着先。 你穿的这套太大不合身了, 买紧身一些的, 要知道, 你可是公司的门面。 好, 好的。 还处在震惊当中的杨氏雅忙点点头道。 待李凌峰离开后, 杨氏雅才来到洗手间给自己闺蜜打去了电话。 喂, 小婷啊, 你要不要来我公司做前台? 你现在不还没找到工作吗? 对方先是一个惊论, 随后回道, 你就是前台吗? 怎么还要多招一个吗? 不, 我们老板说要把我调去做综合部的老总。 对方, 哎, 你老板对你是不是有意思啊? 啊, 应该不能吧。 杨氏雅也有些吃不准道, 按道理这种有钱老板怎么会看上自己呢? 难道就因为自己胸大? 我劝你, 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闺蜜小婷赶紧好言提醒道, 先不说这些, 你来不来啊, 趁现在有这个机会。 去啊, 干嘛不去? 闺蜜小婷忙回道, 这段时间是找工作找怕了, 家里还唠叨得紧。 那你准备一下, 到时我通知你过来面试。 挂了电话, 杨氏雅这才考虑起刚才闺蜜小婷提醒老板 可能对自己有意思的话。 随即嘴角微微一笑, 这边离开细合投资有限公司的李凌峰 没有急着回去支行, 而是先来到了此前的那天桥底下。 果然, 隔远就看见了那摆摊算命的老人, 只是奇怪的是, 今天并没有开档。 李凌峰停好车后, 下车走了过去, 打招呼道, 怎么, 是不是股票回本了, 这生意都不想做了。 老人一笑, 你终于来了, 等你好几天了。 等我? 老人点点头, 是啊, 等你。 你可是我的贵人, 真的给你说中了, 没飞色舞。 那就是如刚才所说的, 全回本了。 老人摇摇头, 没留住, 早早给抛了, 不过比起之前亏的六, 70%已经少亏很多了。 叹了声, 我们这种人不适合炒股, 亏钱的时候就死命扛, 回涨了本都没来得及涨回来, 就巴不得赶紧走。 唉, 我算是认亏了, 余生再也不碰这玩意了。 李凌峰给老人递了支烟, 笑道, 股市就是一个合法的赌场, 真有那么容易赚钱, 谁还愿意打工搬砖啊? 不炒股了, 不影响你摆摊算命啊, 怎么不开档嘛? 老人吸了口烟, 现在股票退了, 手里也有点钱, 准备回乡下去, 算是落叶归根吧, 出来那么些年了, 况且留在这, 也只会是给儿女们增添负担。 落叶归根是假, 不想给儿女们增添负担是真, 人做事情哪一件不是从利一种考量? 家在哪, 根就在哪? 说我们年轻人不容易, 你们老一辈人, 又何尝过过一天惬意的生活? 算来算去, 都是去TM的生活。 两人坐在天桥底下, 没有过多的言语, 静静地抽完手上的这根烟。 起身, 走了, 老头, 如果有缘, 我们再见。 老人一笑, 再见就不敢奢望了, 这本《竹术》和《罗盘》送给你, 祝你虔诚似锦。 第142章 回报 道别了老人, 开车回直行的路上, 刚好路过交警大队服务中心, 想着前几天的违章还没有处理, 于是李凌峰索性就现在图个方便, 将车开了进去。 办事大厅, 现场办理业务的人并不多, 李凌峰赶紧地拿了个号牌上队, 前面就一位年纪约莫50的老哥, 人看上去有点虎的那种, 只见老哥先是对窗口的交警办事员点头微笑了一下, 交警办事员也礼貌地回应了, 并问道, 请问你办理什么业务, 违章缴款吗? 老哥摇了摇头, 而后看了看左右确定没有其他的人, 于是对交警办事员弱弱地问了一句, 同志, 我分不够了, 想问下这里怎么买分, 或者是有什么渠道介绍下不? 交警办事员不敢相信地看了眼老哥, 老哥还以为交警办事员没有听清楚, 忙连带着笔划道, 买分, 就是那驾照的分, 不够扣了, 后面的李凌峰听着老哥这话也是顿时一猛, 老哥你是真虎啊, 只见一脸猛逼的交警办事员指着老哥就呵斥道, 给你五秒钟赶紧离开, 我就当没听见, 完了, 还不忘补一句, 你咋不上派出所买枪去呢? 啊? 老哥一脸认真的看了眼交警办事员, 随后来了句更没人的话, 那派出所怎么走? 李凌峰见状赶紧地转身走人, 违章也不处理了, 等会殃及无辜就糟了, 回到支航, 李凌峰让办公室主任叶木君打了一份最新的支航各项数据给自己, 坐在办公以上的李凌峰看了一遍又一遍的支航经营数据, 这存款规模都TM干到46亿了, 一个支航的体量干到46亿, 这简直有点难以想象, 之所以蹦得那么猛, 全来这些日子过来开户的国有企业鼎力支持, 李凌峰知道, 那都是郭主任的神通, 这个社会归根到底还是人情社会, 只是这么搞, 整得自己有点太突出了, 属于过于耀眼了, 自古有言, 枪打出头鸟, 这第一的位置可不是这么好做的, 虽然当下自己还没到第一, 这是叶木君留意到了李凌峰桌上放着的树树和罗盘, 瞬间来了兴趣, 开口便问, 李行, 你也喜欢研究这些啊? 李凌峰顺着叶木君的目光, 看了看桌上那树树和精致的罗盘, 没研究, 因为认识不久的老人家送的, 他收删了, 我还以为你也喜欢研究呢? 叶木君笑了笑, 既然李行不感冒, 那把他送给我怎么样? 李凌峰抬头看了眼叶木君, 怎么? 你对数数方面有研究啊? 有兴趣, 最近有接触琢磨? 哦, 李凌峰点点头, 满以为李凌峰会将东西送给自己, 叶木君开心道, 不知道李行愿不愿意舍爱呢? 你看我的口型, 李凌峰对叶木君拼了一个无声的, 干, 滚, 叶木君, 甚是无力的离开了行长办公室, 办公室的李凌峰打开OA系统, 开始处理文件, 在一封调研通知中, 明确新任分行领导黄克明行长, 将择日立临李凌峰所在之行调研, 李凌峰眉头一蹴, 果然这业绩搞得好, 就是屁事多, 眼睛都光盯着, 这里看了, 妈蛋的, 等这渠道再打开一些, 老子也不干这批工作了, 办公室门被敲响, 李凌峰喊了句, 进来, 营业部主任许亚林拿了份文件, 过来, 李行, 这是上月的绩效奖励分配方案, 按照您的要求你好了, 李凌峰结果粗略地看了一下, 大体没错, 便大笔一挥, 签上自己名字, 只见许亚林脸上洋溢着的都是高兴的笑容, 因为这次他能分配到五千多, 自跟着李凌峰干, 业绩是蹭蹭地往上标, 自然各种奖励也是分之踏来, 偏偏李凌峰又不贪着小力, 全肥了之行的同事, 有的同事甚至都已经到了轮岗年线了, 还拖着揽着不走, 最后在分行人力资源部的强制要求下, 才恨恨地舍不得离开, 要知道, 跟对一个领导是多么重要啊, 李凌峰的口碑也在全分行逐渐地传了开来, 许多农商行的同事都想往这边轮岗, 李凌峰将签好的文件重新递回营业部主任许亚林, 许亚林笑着接了过来, 那我就给分行报过去了, 分行财务部也等着做这月的工资表, 好, 李凌峰点头, 临走之际, 许亚林不忘夸赞道, 李凌峰您真棒, 自从您上位之后, 感觉我们很快就脱贫致富了, 是吗, 你们对富裕的要求那么低的啊, 李凌峰调侃道, 许亚林不敢相信地看着李凌峰, 现在之行的同事基本全都工资上万了, 还想咋样, 不够, 等这月绩效奖励下来, 找个空前的周末, 带大家租量游艇到海上导个海天圣言, 海? 海天圣言? 许亚林一脸惊恐的表情, 李凌峰赶紧改口, 不, 不, 海上party, 行, 那我们等李星您的好消息, 许亚林开心地转身离去, 说起赚钱了, 李凌峰想到了许久没联系的许夏璐, 那一千万的公司本里, 可还有他的份, 于是拿起电话给许夏璐拨了过去, 好一会儿才接通, 李凌峰皱眉道, 你压得故意不接我电话, 是吧, 还就是了, 有了新方忘救人, 怎么, 现在才想起我来了, 许夏璐稍待怨气道, 宛如一个怨妇, 这段时间都忙着赚钱呢, 乃来的行还, 李凌峰咧嘴一笑, 你就编吧, 钱呢, 赚到哪去了, 许夏璐质问道, 在账户里啊, 今天刚想跟你说这事呢, 你之前投的那二百万要不要拿回去, 李凌峰问, 加上利润, 现在一共是四百万, 李凌峰补充道, 许夏璐明显愣了一下, 四千四百万, 你怕不是骗我的吧, 我骗你干嘛, 把你账户发我, 收到徐夏璐发来的账户后, 李凌峰转手发给了方知免, 通知他转四百万到这个账户, 当徐夏璐收到四百万的转账信息后, 整个人瞬间猛圈了, 这完全颠覆了他对李凌峰的认知, 想不到李凌峰还是个赚钱小能手, 那当年怎么穷个响叮当呢? 许久, 回过神来的徐夏璐给李凌峰发去信息, 请我喝杯奶茶吧, 冰的, 怕死李凌峰不懂, 又给补发过去一个言文字, 是这样的, 第143章 下一步方向, 果然, 男人还是得在金钱的衬托下, 才能散发出最为致命的魅力, 李凌峰嘴角轻轻一笑, 回道, 怎么, 才二百万就让你以身相许了, 才二百万, 你现在有钱说话扁飘了, 李凌峰, 好了, 不闹了, 我等会还有事得出去一下, 得空再过去, 请你喝奶茶, 行吧, 希望不用等到天荒地老的那天, 结束完与徐夏璐的聊天, 李凌峰放下手机, 双手抱头背靠在座椅上, 还有另外二百万, 是借陈亚新的, 李凌峰转头看向了窗外, 不知道他现在在国外过得怎么样, 发了好一会的呆, 李凌峰收拾东西, 起身离开了行长办公室, 来到附近一家的茅台专卖店, 买了两瓶飞天茅台, 有些年份的那种, 拎上他们驱车来到陈亚新家, 此时陈叔正在庭院中, 修剪着自己心爱的花草, 看见李凌峰的到来, 赶紧把剪子一扔, 上前来迎接, 被扔出去的剪子, 又刚好压到了那颗百年老松, 之前不小心被剪断嫁接回去的地方, 小枫, 今天你怎么过来了, 陈叔热情地招呼道, 你看你, 来了, 还带什么礼物, 茅台啊, 家里都一箱一箱的, 你喜欢喝, 回头扛几箱回去, 李凌峰看了看手中的两瓶茅台, 茶室, 陈叔拿出了自己百万级别好茶, 给李凌峰泡上了一壶, 说, 阿姨呢, 出去透透窃, 一阵茶的清香透过李凌峰鼻尖, 光闻这香味, 李凌峰就知道价格不菲, 芒端齐敏了一口, 嗯, 好茶, 不错吧, 陈叔得意道, 武夷山上那三株母树采摘下来的, 隔以前, 那是贡品, 也就皇帝能喝到, 说完, 陈叔又赶紧给李凌峰添上, 李凌峰再次拿起茶杯笑道, 那我这一口不得大几万, 可, 你跟叔说这些, 喜欢喝等会带鸡俩回去, 我就行, 李凌峰看了眼陈叔, 点点头, 这句话中李凌峰似乎听出了老人对后辈们的期盼, 对于他们来讲, 也许陪伴, 才是最长情的孝顺, 哎, 你今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总不会真的就只过来跟我聊天吧, 陈叔笑问道, 李凌峰也跟着一笑, 怎么, 不可以吗, 说, 可以啊, 不过这不像是你的作风, 叔还是很看好你的, 说吧, 有什么事情叔我可以帮上忙的,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李凌峰也不客气, 是这样叔, 最近呢, 这边炒煤炭赚了些钱, 听到李凌峰再炒煤炭, 陈叔惊讶地看了眼他, 行啊, 你小子, 紧跟市场行情, 赚了多少, 不多, 也就千来万, 陈叔听后,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愧是自己看中的未来女婿人选, 现在手上加上原来的本钱, 大概两千多万左右, 想问下陈叔, 该往哪个方向头比较合适, 陈叔眼睛一亮, 嘿, 你小子算是问对人了, 端起茶杯的陈叔, 先是小敏了一口, 既然你问我这些问题, 想来你也是信我, 那, 我也就放开地说了, 你自己判断, 远得咱们不谈, 就谈这P区, 现在S市的战略东径, 推进的是如火如荼, 想必不久后的P区, 一定会是焕然一新的P区, 随着各项高端产业的引进, 你有没发现, 我们的P区在服务这块, 却还没跟上来, 尤其是酒店服务业, 县皮区最好的酒店冒连酒店, 还是十几年前的产物, 说句不好听的, 那件老古董早就落伍了, 话说到这, 李凌峰已然明白陈叔所指的方向, 在脑中大概思虑了一番, 这不视为一条可行的道路, 可经营酒店这玩意, 自己也从来没有碰过, 似乎看出了李凌峰的存绿, 陈叔笑道, 你真若是有心进军这一行业, 我可以为你推荐相关人选, 李凌峰抬头看了眼陈叔, 似乎他早已安排好事的, 无奈这上了年纪, 属实是不想再折腾了, 况且我就雅馨这么一个女儿, 够了, 顿了下, 若是你来, 我愿意提供一些资金支持, 那还等什么, 机会可不是一直等着你的, 李凌峰当下就拍定决心, 下一步开拓酒店服务行业, 陈叔将此前物色好的那人联系方式, 推给了李凌峰, 接下来就看李凌峰说不说的动人过来帮自己, 对了, 过些日子, 我跟你阿姨要去国外找雅馨, 你有什么要带给他的吗? 陈叔笑道, 被陈叔的这么突然一问, 李凌峰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看出猫腻的陈叔保持着微笑, 你们年轻人啊, 真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如果喜欢就别放弃, 不喜欢大家也趁早有个交代, 毕竟, 人生这条路, 谁也不知道最终会和谁一起走下去, 听着陈叔的这番话, 李凌峰点点头, 离开陈叔家, 李凌峰开车行驶在路上, 在一段僻静的路口停下, 拿出手机, 拨通了那远在千里之外的电话, 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 那头传来一个熟悉的甜美声音, 咋的, 我不给你打电话, 你就不打电话给我呀, 我这不女孩子嘛, 况且我也怕雪莹姐姐误会呀, 陈雅馨笑道, 听说过些天陈叔和阿姨去你那找你呀, 你怎么知道去我家了呀, 陈雅馨高兴道, 我瞎猜的, 你不知道我上之天闻下之地里面, 就吹吧, 你, 陈雅馨笑得咯咯响, 对了, 最近我投资赚钱了, 你那二百万要不要转回给你, 我再另外付你二百万的利息, 陈雅馨愣了一下, 怎么, 你想跟我就此撇清关系呀, 瞧你这话说的, 我们有过关系吗, 那, 那朋友关系也算啊, 陈雅馨不服气道, 那谁又跟你说, 还了钱就不能做朋友关系了呢, 李凌峰反问道, 陈雅馨顿时哑了口, 最终李凌峰还会给了陈雅馨那二百万, 至于利息, 陈雅馨要他欠一个愿望, 挂了电话铃开车, 李凌峰转头留意到, 巷尾似乎有一对男女在斗嘴打架, 甚是激烈, 男子轻筋抱起, 但不是手臂, 第144章, 他一定会很感谢我吧, 喂, 110吗, 我要报警, 有人在友谊路口第三巷尾打架, 对对, 你们快点出警吧, 那女的快被打这些了, 刚还扶墙上, 线跪地上了, 做完好事后, 李凌峰这才开车离开, 想必那女生一定会很感谢我吧, 此刻李凌峰心里乐斗, 那是满满的正义感, 来到韩雪莹的公司楼下, 静静出出的人群中, 李凌峰愣是没看到韩雪莹的身影, 于是等不及的他给韩雪莹打去了电话, 你不是不加班吗, 我怎么还没看到你下来哦, 韩雪莹在电话里一笑, 你再等我一会, 我补个妆就下来, 李凌峰, 补什么妆啊, 跟我公司员工去聚餐, 又不是去相见, 那也不能给你丢脸啊, 韩雪莹道, 好了, 好了, 弄好我叫下来, 挂了电话, 李凌峰又碰到了老熟人, 林小宁, 不远处, 萧红飞飞奔来, 将手上的鲜花递了上去, 哪知林小宁正眼都没瞧一下, 也没接过鲜花, 而是静止地往前走了, 后面, 萧红飞屁颠屁颠地蹲了上去, 一脸幸福的模样, 李凌峰赶紧下沉遮住自己, 避免让对方看到了自己, 带两人完全走后, 李凌峰这才坐了起来, 那小子今晚该不会带领小宁去参加公司聚餐吧, 正疑惑呢, 车窗玻璃被敲响, 李凌峰抬头一看, 韩雪莹下来了, 赶紧解开车门锁, 让其打开车门进来, 看着一脸清新的韩雪莹, 确实比不化妆更美一些, 三分人才七分打扮, 更何况韩雪莹本身就有九分的人才, 嗯, 真漂亮, 李凌峰不吝啬地夸了一句, 韩雪莹白了眼, 系好安全带, 不漂亮, 你能看上我吗? 那倒也是, 李凌峰点头, 坐稳了, 我要发车了, 呜, 一个油门, 车辆快速驶离而去, 只是那声音吓到了旁边一辆电动车, 开奔吃八倍了不起啊, 走吧, 小电动仔, 有本事你追上去啊, 被挡着的后面大爷笨响喇叭催促道, 哎, 你们在哪吃饭啊? 副驾驶韩雪莹问道, 一处农庄, 老房给定的, 具体我也不清楚, 之前没去过, 农庄? 该不会在什么深山老林吧? 呃, 李凌峰犹豫了一下, 不确定的口吻道, 应该不会吧, 直到李凌峰开车驶出了喧闹的市区, 望着金龟山方向走去, 越走李凌峰眉月皱, 这尼玛怕真的是在深山老林, 车穿过了金龟村落, 朝着半山腰的方向走去, 李凌峰这下心算是彻底凉了, 韩雪莹, 你是对深山老林有什么误解吗? 这还不算, 半山腰, 一处辽寨, 在门口连个名字都没有, 熙熙落落停着几辆车, 一看全都是自己公司员工, 站在门口愣是没敢进去, 这个挨牵刀的老方, 真是什么奇葩地都能给他找到, 公司聚餐你整来着干嘛? 市区里面搞个高档点的, 吃完饭还可以唱K再搞起, 在这里数星星吗? 还是玩深夜大冒险, 就不怕半路蹦出个僵尸来, 见李凌峰下车, 大火纷纷围了上来, 满脸错愕地看着李凌峰, 等着他拿主意, 李凌峰不识礼貌地笑了一声, 进去啊, 进去啊, 众人愣是一个没动, 李凌峰看着辽寨门也是吞咽了下口水, 忙拨通老方的电话, 谁知对方就是不接听, 等了好一会, 老方才开车赶到, 下车对李凌峰笑道, 眼看就到了, 所以我就没接你电话了, 就到了, 李凌峰看了眼二十几分钟前拨出的电话号码, 怎么又不想捶人的躁动, 别愣着呀, 大家都进去啊, 这时, 老方赶紧朝大伙招呼道, 并带头第一个走了进去, 见有人做表率, 大伙便纷纷跟进, 别看外面就一聊债, 整得好像山嘴窝似的, 里面却别有一番洞天, 整个空间搭配布局, 就一个雅字两得, 平台楼阁, 假山假水应有尽有, 关键还有一个湖, 中央设有湖心亭, 不知道下面会不会镇压着一位储狂奴, 穿过园林郎道, 后面便是代客厢房, 整个建筑都是些仿古木料和食材, 少见水泥制品, 李凌峰拉来老方, 压低声音道, 这又是你朋友开的呀, 老方眼睛一亮, 笑道, 这次你怎么那么聪明, 一猜就知道, 李凌峰满脸黑线, 你压该不会是假公祭司, 都拿来帮衬你朋友生意了吧, 你这话说的, 老方道, 嗯, 也有那么一点这意思吧, 开业好久了, 生意一直不怎么理想, 李凌峰, 不过放心, 他答应给我们打八折, 只不过, 菜价会稍微比平时贵那么一些, 相仿两围桌, 大伙纷纷选定落座, 好在桌并不是很大, 刚刚做的差不多, 加一起也不过十来人, 也不知是老方提前订好菜, 还是速度确实够快, 这人刚一落座, 菜就慢慢端上来了, 不过亮眼的, 倒不是这古典菜色, 而是那些穿着古汉服的女服务生, 个个优美而典雅, 仿佛就是从古代中走出的一般, 把公司男同胞们都看得傻眼了, 哪怕是女生, 也是一个个的眼神羡慕, 这么些个极品古典美女, 店老板是从哪找来的哦, 你朋友该不是贩卖人口的吧, 李凌峰转头问了老方一句, 你看, 竟然还有波斯猫, 老方意味深长的一笑, 本会你就知道了, 菜品一上齐, 萧红飞便拉着林晓宁走了进来, 这家伙踩时间真准, 这下不单只是林晓宁一愣, 旁边的韩雪莹也跟着一愣, 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闺蜜也会来, 倒是李凌峰一笑, 给自己的得力手下萧红飞打招呼道, 来, 做我这, 最终, 萧红飞和林晓宁两人被安排在了李凌峰的旁边, 萧红飞开心地跟林晓宁介绍道, 这是我公司老板, 李凌峰李总, 李总, 这就是我的女朋友, 林晓宁, 林晓宁不敢相信地看着李凌峰, 原来萧红飞口中的李总李总, 指的就是李凌峰, 老娘找男人, 竟然找了个他马仔, 第145章, 是老, 老方, 刚忍不住想起伸走人的林晓宁, 看到满桌子自己见都没见过的菜, 终是忍了下来, 萧红飞转身看了眼林晓宁, 怎么了亲爱的, 你是不舒服吗, 脸色那么难看, 林晓宁依旧没有理会萧红飞, 萧红飞只得尴尬地笑了一下, 而这, 李凌峰全都看在了眼里, 男女的关系一定也是对等的, 卑微换不来爱情, 这种周语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情, 作为外人自己也不好多说什么, 于是李凌峰起身招呼大火道, 来, 我们干一杯, 这是我们公司的第二次集体性聚会, 记得上个月前聚餐的时候, 我们才几个人, 现眨眼公司就壮大了一倍有余, 下次在聚餐时, 希望我们公司又能再进一步, 来, 干杯, 在李凌峰这位老总的带领下, 众人纷纷举起酒杯庆贺, 虽然来到西河这家公司, 底薪并没有多少吸引力, 但是绩效提成, 那绝对是行业的前排, 也就是说, 只要你肯去做, 保证不会吃亏, 只会是越赚越多, 其中, 萧红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从刚开始的收入两千多块, 直飞几万, 连着他那三个组员, 也跟着喝了一点汤, 对于刚出社会的他们来讲, 是最好的收获, 如何赚钱, 懂得赚钱, 永远是你在这社会生存最优秀的导师, 做李凌峰身边的韩雪莹, 抬头看了眼意气风发的李凌峰, 眼前的这个男人, 正一步一步地走向优秀, 自己是该为他开心, 还是该感到失落, 从前在一起的时候, 从没有这种感觉, 现在那种渐行渐远的距离感, 总在心中挥之不去, 你怎么了, 干完杯的李凌峰, 坐下问韩雪莹道, 韩雪莹摇头笑了笑, 举起酒杯, 哎, 我也庆祝你一个, 祝你越做越大, 我也庆贺你, 祝你早日当上公司老总, 李凌峰笑道, 韩雪莹白了眼李凌峰, 任月姐还在那坐着呢, 那也是迟早要生小孩的呀, 还不得是你接她的手, 再说, 除了你, 她还能信任谁, 李凌峰这话, 倒是一点说的也没错, 不过好巧不巧地给林小宁听到了, 气得她牙痒痒, 酒杯都快被其捏碎了, 一个歹毒的阴谋, 瞬间在其心中浮现了出来, 随即而来的是她嘴角阴阴的一笑, 看得萧红飞都感觉有些甚人, 可畏惧于林小宁的威严, 萧红飞也不敢多问, 众人起快吃饭, 席间纷纷来与李凌峰敬酒, 及各部门老总敬酒, 杨诗雅端着酒杯一晃一晃地小跑着过来, 李总, 我也敬您一杯, 李凌峰眼神很自然地落在那跳脱的晃动上, 好, 好, 杨诗雅一饮而尽, 不会喝酒的她眉头瞬间拧成了一条线, 连着呛了两声, 别急, 李凌峰笑道, 我们喝酒从不勉强, 适可而止就行, 千万别过量了, 这也是李凌峰对在座的每个人说的, 饮酒不能劝, 为了安全, 每辆车必定留下不饮酒的同事开车, 并且负责安全送车上的同事到家, 见李凌峰忙于应酬, 韩雪莹这会也来到闺蜜林小宁的身旁, 两人以好酒为言语, 来, 我也跟你喝一个, 韩雪莹笑道, 我们好酒聊过了, 谁知林小宁是铁了心, 直接将头扭过去了一边, 一旁看着的萧红飞忙, 不好意思地端起林小宁酒杯, 跟韩雪莹道歉道, 小宁身体不舒服, 我来替她喝, 明眼人都知道, 这是萧红飞在替自己的女朋友解为下台, 韩雪莹摇了摇头, 没事, 不喝就别勉强了, 说完也是转身离开, 面子给到你了, 你不收, 那就拉倒, 没理由, 我会一直让着你, 而且还是一个抢自己男人的女人, 萧红飞尴尬地看了眼林小宁, 终于忍不住小声道, 李总女朋友敬你酒干嘛不接, 好歹也喝一口, 我还在人手底下做事, 靠人家吃饭, 谁知道林小宁转头瞪了眼萧红飞, 那是你, 干我屁事, 说完, 便拿起包包一甩而去, 反正这饭菜自己也吃得差不多了, 萧红飞见状, 忙跟了上去, 也顾不得宴席了, 毕竟她一个女孩子在外面, 萧红飞心里担心, 李凌峰看着离开的两人, 来到韩雪莹的身边, 这是怎么回事, 韩雪莹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我也不知道, 想着去缓和一下两人的关系, 谁知人家压根不领情, 嗨, 你这是自讨没去干嘛, 也就是你, 要我这种毒闺蜜, 有多远甩多远, 留着她干嘛, 后面来害你吗, 李凌峰笑道, 也不用把人家想得那么坏嘛, 做不了闺蜜, 我们依旧还是同事啊, 行行, 你说的都对, 李凌峰看着心疼的韩雪淫道, 这时, 今晚酒刚回去的前台杨诗雅, 又一晃一晃的小跑了过来, 看不出来啊, 你酒量这么好, 李凌峰笑道, 杨诗雅赶紧挥了挥手, 我不是爱敬酒的, 李总, 忘了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啊, 李凌峰疑惑道, 就你说的, 再招一个前台, 我让我同学来面试, 可以不, 杨诗雅眼神里带着一丝的盘球, 李凌峰一笑, 这是请你自己处理就好了, 招到人你就是司令员了, 谢谢李总, 激动的杨诗雅, 上前一把抱住了李凌峰, 那个挤得李凌峰啊, 甚是舒服, 或是看到了李凌峰身后的韩雪莹, 杨诗雅一把惊吓得急忙放开李凌峰, 不好意思, 李总, 我这, 这一时兴奋过头了, 说完忙害羞的快步走回自己座位, 李凌峰一乐, 这都还没喝两杯呢, 就这般了, 那要是再干上几杯, 不得, 嘿嘿, 改天一定得单独约杨诗雅, 好好喝几杯, 蛮开心的呀, 身后韩雪莹笑问道, 李凌峰急忙转身, 有你在我身边, 当然开心了, 韩雪莹没一咒, 我就想问下, 你公司的选人标准是什么, 是这吗, 说完, 韩雪莹在胸前双手比了个手势, 李凌峰, 这么机密的事情都给你发现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韩雪莹扫了一群众女生, 这不明摆着的事, 李凌峰也跟着看了一圈,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除了灵妖的清纯, 其余各个威额, 不, 不是, 他们不是我选的, 老, 老方, 第146章, 深夜的喧闹, 以为是叫自己, 老方忙走了过来, 你是在叫我吗, 来, 来, 你赶紧给雪莹解释下, 我们公司的用人标准是什么, 兄大呀, 老方瞬间就脱口出道, 吓得李凌峰手指发抖的指向老方, 诽谤啊, 我告你诽谤啊, 老方疑惑的从身上掏出笔记本, 翻出那一页自己做的笔录, 递给李凌峰看, 上面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你要求的, 我还画了双重线标记呢, 转身看到那个门口了吗, 李凌峰对老方道, 没什么事, 你可以先走了, 挨了李凌峰一脚踹的老方, 带着他的笔记本远离到了一边, 我这是哪里做错了吗, 好吧, 我是有这么要求过, 李凌峰笑了笑, 对韩雪莹坦白道, 韩雪莹看了眼李凌峰, 也跟着一笑, 怎么, 我的不够大, 不是, 每一处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景, 我只不过是多摊了两眼, 舍不得这世间美景, 我的大老板, 那我算不算是你的美景, 心灵栖息的地方, 韩雪莹听后一愣, 随即满是爱意的白了眼, 就知道你嘴甜, 别见啊, 我对你的甜是真的甜啊, 甜尽心坎的那种, 好了, 你别说了, 韩雪莹一娇羞, 回去再说, 我喜欢在被窝里听, 聚餐过后, 众人开始散场, 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大部分人, 剩下的几个也趴桌上了, 李凌峰来到了老方的身边, 那个, 下一步我想计划投酒店这一块, 老方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酒店, 没错, 现在P区酒店服务业这一块, 还是有很大市场潜力的, 尤其是现代政府战略东进的推动, 老方点点头, 他不否认李凌峰的观点, 你做过酒店吗? 我可没接触过, 山甲村的村长陈叔给我推荐了个人, 找时间我去拜访他一下, 要三顾茅庐的那种吗? 老方笑道, 李凌峰稍稍蹴了下眉, 应该没有那么大财吧? 难道还能是卧龙不成? 卧龙可不成, 得是郭家, 因为你是曹操, 李凌峰不敢相信地看向老方, 原来你对我的评价那么高啊, 别误会, 我指的是你生活作风方面, 向曹操, 老方顿了顿, 来了句, 好心好心好心好, 李凌峰, 你了不起, 你清高, 李凌峰道, 在这一方面, 我应该是要比你清高一些, 老方认真的回了句, 行行, 瞧你那凑性, 自知比不过的李凌峰甚是不屑道, 投酒店大概要多少资金啊? 老方问道, 李凌峰摇摇头, 不清楚, 最起码也得上千万起步吧, 倒了, 就搞好一点, 我们稀赫公司扣出你之前还出去的六百万, 现在账上有两千一百万多, 如果纯从收益上来讲的话, 其实光用来做资金业务也不差, 老方接着道, 这点我想过, 李凌峰抽出一根烟, 可是资金业务不太稳定, 碰到有才有, 点上烟吸了口, 我们啊, 得考虑长期稳定的发展, 老方宁神, 这点李凌峰没说错, 短拆过桥这些资金业务都是备考银行开展的, 而且虽说来钱快, 但也不是全没风险, 万一真碰到个什么妖蛾子, 搞不好一大笔资金就会沉下去, 酒店搞得好, 三年就差不多可以回本, 剩下的就是公司纯利润进, 上了, 或许再考虑一下, 不要放同一个篮子里, 老方道, 我意思是资金业务, 酒店个分散一点, 到时再看看吧, 李凌峰拍了拍老方的肩膀, 等酒店的方案出来, 老方点头, 给我也来一个吧, 李凌峰瞪大了眼睛, 怎么, 你也学会抽烟了? 没有, 但凡是可以去学吗? 李凌峰咧嘴一笑, 嗯, 你这精神就蛮好, 就喜欢你这一点, 递了支烟给老方, 顺手给他点上, 这样, 今晚我再定个休闲场, 就我们俩下半场搞起, 老方摇摇头, 被烟呛的连咳了两声, 这我就不学了, 我知道你想拉我下水, 李凌峰, 你TM的那么人间清醒干嘛, 老方回头瞟了眼李凌峰, 这就是你悟出的人生之道吗? 李凌峰没有回话, 而是默默地吸了一口烟, 两人静静地抽完一支烟, 李凌峰转头, 叫你朋友竟然算下账, 我们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嗯, 老方拨通了电话, 叫来这聊债老板, 是一位年近五十的青瘦男子, 一脸生一场的笑容, 计算机一摁, 大笔一挥, 都是朋友, 打完遮收你, 三万两千好了, 不远处的韩雪莹听到, 三万两千整个人都愣了一下, 现在李凌峰的开支都那么大了吗? 一顿饭就大几万, 要知道以前两人去个好点的餐馆, 都要犹豫再三, 你拿价目单给我看一下, 李凌峰要求道, 从老板手中接过菜单, 好家伙, 一看才知道, 就刚那几个古典美女服务员出厂费占了一半, 手都没摸到, 环抱这个价格, 难怪你朋友这农装生意做不好了, 不对, 李凌峰回头一想, 难道是, 我们对这些古典美女服务员的打开方式不一样, 扫码买完单, 李凌峰对老方道, 他桌上的那几个就交给你了, 我带雪莹先回了, 回头看见杨诗雅也还没走, 嗯, 这一是不错, 综合部就是搞服务的, 就凭这一点, 综合部这个老总就没选错, 于是便对杨诗雅道, 你跟方总负责送这些同事安全到家, 知道了, 老板, 杨诗雅一笑, 叫来代驾, 李凌峰和韩雪莹便往住处回了, 这一路上昏暗的路灯相伴, 只有到了繁华的闹区, 才逐渐恢复了那灯红酒绿, S市也是夜间的天堂, 因为唯有此刻, 那些加班加点打罗斯的底层, 才有了自己真正的时间, 大排档, 宵夜滩, 挤满了行行星号星号, 星号热闹的人群, 其中大部分都是青年男女, 也许他们, 他们一辈子最美好的记忆, 就是在这深夜时分, 滩档桌上的喧闹, 归来后的李凌峰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 这全身上下的酒气瞬间散得七七八八, 本来也没喝多少, 人间清醒的李凌峰来到阳台, 可惜都是窗帘景地, 没有多少风景可看, 于是转身来到客厅, 见韩雪莹还在那做瑜伽, 看了看时间都十二点多了, 对于瑜伽的锻炼可谓是坚持不懈啊, 也难怪, 韩雪莹的身材是那么的顶级, 快去洗澡吧, 你明天还要上班呢? 李凌峰笑道, 来到沙发上坐下, 正在拉伸的韩雪莹艰辛地回了句, 还差一组动作, 做完就去洗澡了, 李凌峰转头玩味十足地看向韩雪莹, 要不要我帮你一把? 韩雪莹立即起身, 瑜伽也不做了, 不用, 我这就洗澡去, 有位记得, 之前一次李凌峰上前帮忙, 让韩雪莹保持一个动作近两个钟, 期间经历的场景, 想来都让韩雪莹羞煞一脸, 见韩雪莹逃得那么快, 李凌峰摇摇头, 怎么, 是对我的帮忙有什么误解吗? 嘴碎完便拿起了手机, 浏览着近来的热点财经信息, 待韩雪莹再次从浴室中出来时, 已是全身裹着浴袍, 来到李凌峰的跟前, 手中拿着风筒, 来, 帮我吹下头发呗, 李凌峰接过风筒, 韩雪莹直接躺下, 靠在李凌峰的大腿上, 取下头巾, 给风筒插上垫, 李凌峰开始为韩雪莹吹干那湿漉漉的头发, 吹到一半, 今晚这顿饭吃得不便宜啊, 韩雪莹感慨道, 提到这, 李凌峰就不禁眉一皱, 没错是不便宜, 可惜都花在刀背上去了, 这要是去唱K叫些三陪小妹妹, 还能像现在一样过过手影, 可惜了, 哎, 你公司是不是业务又拓展了, 规模比之前要大了, 人增加了那么多, 韩雪莹问, 是啊, 我以前的老上司洛天行, 现在也乖帮我了, 他就带了一个团队, 对了, 我还告诉你, 前段时间, 我公司投资煤炭又赚了一笔, 李凌峰得意道, 赚了多少, 韩雪莹睁开眼睛向上望着李凌峰, 一千七百多万, 顺便把借陈亚新他们的钱也一定还了, 韩雪莹惊讶的一个起身, 不敢相信道, 真的假的, 你现在赚钱都是千万级的了吗, 李凌峰忍不住一笑, 是啊, 很快你男人, 我可能就要超越李嘉诚了, 你这牛皮整个S事都盖不住, 韩雪莹白了眼, 对了, 那陈亚新出国去了, 现在怎么样, 韩雪莹看了眼李凌峰试探性的问道, 那点小心思李凌峰怎么不看在眼里, 笑了笑, 你是想知道我还跟他有没联系吧, 哼, 谁在乎, 管你有没跟他联系, 韩雪莹装作不在意道, 是吗, 那我怎么闻到了一股酸酸的味道, 李凌峰打句道, 你好烦哦, 韩雪莹带着交易拍了下李凌峰的胸口, 谁知被李凌峰顺势抓住一把拽了过来, 上下其手, 好一番后才满意的将韩雪莹搂入怀中, 当然有联系了, 不联系怎么把钱还给陈亚新, 李凌峰笑道, 过几天他父母好像还要去国外找他呢, 李凌峰补充了一句, 这有钱人就是好, 到处飞, 韩雪莹随口回到, 李凌峰低头看了眼他, 你想吗, 想的话我也可以带你飞啊, 韩雪莹摇摇头, 我每晚已经飞够了, 李凌峰, 捏了你韩雪莹那娇嫩的脸蛋, 要不你辞职了吧, 来我公司, 我给你个老总的位置, 不要, 韩雪莹带着傲娇的语气一口回绝道, 为什么, 我可不想人身依附你, 李凌峰看着倔强的韩雪莹不禁一笑, 你要知道傲娇的小公主都会过得很辛苦的, 那我也乐意, 总比被人养得当宠物好, 李凌峰无语, 你说的那么有道理, 我都不知该怎么反驳你, 好了, 好了, 进屋睡觉去, 不看看都几点了, 说完, 李凌峰起身放好风筒, 随后一把抱起, 韩雪莹往房间走去, 今晚还要飞一次吗, 要, 韩雪莹楼紧李凌峰的脖子道, 一日, 李凌峰一早便被好兄弟林旭东, 催促赶到了一家二手车行, 刚下车的李凌峰, 远远就望见林旭东, 再朝自己挥手过去, 慢悠悠的来到林旭东跟前, 你不会告诉我, 你是想在这买车吧, 不买车, 我来这干嘛, 卖车吗, 我倒是有车才行啊, 林旭东回道, 不是, 买车你咋不去4S店呢, 我这不寻思着新手练车, 随便买一台二手车得了, 呱呱碰碰碰的也不心疼, 李凌峰点点头, 这话说的也有道理, 二手车很多小毛病的, 你考虑清楚点, 不碍事, 这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介绍的, 行吧, 你看好了没, 李凌峰问, 林旭东点了点头, 昨天就看好了, 这不拿不定主意, 叫你来一起看一下, 老板, 出来看车了, 随即, 林旭东朝里面喊了句, 店里出来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男子, 热情的跟李凌峰打招呼, 他知道, 李凌峰的话一定很有分量, 不然林旭东也不会叫他过来了, 昨天可是忽悠了一整天, 林旭东都没能成功拿下, 林旭东选的是一辆黑色凯美瑞, 表面上看还有八成星左右, 里面内饰也给店老板重新翻新了一遍, 就是鸡头那些不知靠不靠谱, 李凌峰也不是行家, 一时也吃不准, 于是提出试驾一段路程, 就是李凌峰和林旭东不要老板跟随, 车上装有GPS定位系统, 反正也是开不走不担心, 李凌峰带着林旭东开车上路, 一路上感受着这辆二手凯美瑞的车矿, 虽说没什么的大毛病, 但总感觉哪里不顺, 开了一段的距离, 将车辆靠边停下, 前面就是河畔, 李凌峰咬了咬嘴唇, 要不咱还是买新的吧, 钱不够, 我可以先借点给你, 不用, 我就是拿来纯练手的, 林旭东笑道, 再说借的钱不用还呀, 李凌峰, 那你自己决定好了, 这车我可不敢发掉什么意见, 你也知道, 我本就不专业, 我看你开得挺好啊, 就这辆车了, 不选了, 选多了, 眼睛会蒙, 行吧, 二手车也不是不好, 多少男的一辈子都没开过先摩的新车, 瞬间感觉被冒犯到的林旭东, 转头看了眼李凌峰, 第148章, 李字倒着写, 回到二手车行, 李凌峰, 林旭东和年轻店老板三人围坐在那小茶几上, 店老板给两人客气地倒上茶, 笑道, 你若是诚心想要, 再给你点折扣优惠, 给个十二万整好了, 听到要十二万, 李凌峰刚饮的那口茶, 差点喷了出来, 就这个破车还要十二万, 你这怕不是漫天要价吧, 老板, 李凌峰放下手中的茶杯道, 店老板也不气, 随即一笑, 老戏, 打开门来做生意, 都是公道价, 不信你也可以周边问问, 大家都知道的了, 这日产车向来是比较保值的, 若是觉得贵的话, 那台国产车我便宜卖给你, 不用, 我就要这辆, 看着林旭东铁了心要买它, 于是李凌峰便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要换做是自己, 十二万买这批玩意, 想都别想, 确定要的话, 那我现在就给你开单, 付了款后, 我带你隔壁车管所去做转让登记, 林旭东点了点头, 看得出来, 他竟然还有一丝的高兴, 便老板随即把单据开好, 拿来POS激口气刷了林旭东的十二万, 只见林旭东在输入密码时, 稍稍那么心疼了一下, 一次性全父亲, 行啊, 你小子, 看来这劳务中介的生意做得不错哦, 李凌峰笑着调侃道, 林旭东笑着没回话, 看他那鸟样就知道被李凌峰说中了, 不然怎么突然说要买车, 行了, 既然你都付款了, 那我留在这也没啥事, 自己跟老板去过户就行了, 我先撤了, 李凌峰道, 林旭东点头, 行, 你走吧, 李凌峰起身, 拿上自己的车钥匙, 看了眼店老板那暗自高兴的女干伤嘴脸, 就知道, 这一单指定是赚了林旭东不少的差价, 摇了摇头的李凌峰走出二手车行, 周边一条街都是搞二手车交易的, 也就林旭东的性格, 多问问几家也好啊, 事已定局的李凌峰, 只好开上自己的奔驰, 离开了这里, 前往心里默念的目的地, 车流还算良好, 一路出了红绿灯, 也没碰到什么的塞车, 来到一家饭店前, 李凌峰将车停靠在路边, 透过车窗玻璃, 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洗碗碟, 那正是李凌峰的父亲李云海, 想不到以前堂堂的一个公司老总, 现在竟然沦落到在饭店洗碗碟打工的地步, 似乎感受到了李凌峰的目光, 此时的李云海也朝这边看了过来, 两人正好打了个照面, 但彼此都没打招呼, 李云海低头继续洗着自己手中的碗碟, 李凌峰下车来到骑跟前, 走得开吗? 隔壁糖水铺坐坐, 李凌峰道, 李云海想了一下, 便脱下手套, 起身跟自己的领班说了声离开会, 便与李凌峰来到了隔壁的糖水铺, 两人相对而坐, 李凌峰要来了两碗糖水, 曾几何时, 李云海也经常带着李凌峰去喝糖水, 尤其是在那酷热的夏季, 可惜, 这一切都已成陈年往事, 不值再提, 李凌峰干净利索地喝完了一碗糖水, 李云海则是没动一口看着李凌峰, 喝完糖水的李凌峰抽了张纸巾摸摸嘴, 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掏出了两万块的现金, 这是给传奇的生活费, 那孩子还小, 正是涨身体的时候, 别跟着你受累了, 现金的李云海账户已被冻结, 但凡有资金进账户都不能取出来, 所以李凌峰清楚只能给他现金, 李云海看了下那一打两万块钱, 放在以前他可能连余光都不会去瞧一下, 可现在他真的需要钱, 李凌峰起身, 行了, 我还有事得先走了, 你上班也不能当得太久, 李云海仍是没有回话, 李凌峰拿起公文包和车钥匙, 顿了顿, 转身离开了糖水铺, 车上李凌峰再次看了眼糖水铺里, 只见一落寞的老男人在那掩面而起, 鼻子一酸, 李凌峰启动车辆离开, 望着前方的路, 他知道有些是中南回头, 按照陈叔给的地址, 三层半的楼房装修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那种风格, 李凌峰拎着一堆的礼品, 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 才最终奔响了门铃, 出来开门的是一位年于五十的阿姨, 看样子是这栋房子的佣人, 阿姨没有急着给李凌峰开门, 而是隔着铁闸门问道, 你找谁啊? 呃, 我找苏浩苏总, 李凌峰礼貌回道, 你找先生啊, 他刚出去了不在家, 你晚点再过来吧, 阿姨道, 李凌峰咬了咬嘴唇, 看来是自己来的不是时候, 于是将手中的礼品递给了阿姨, 那行, 那我晚点再来, 谁知道阿姨并没接受礼品, 而是说道, 这东西你还是见面亲自拿给她的好, 李凌峰点点头也不为人所难, 也行, 那麻烦你到时转告一声, 就说李凌峰找, 山甲村村长陈叔介绍的, 交代完后, 李凌峰便转身离开, 心里嘀咕着, 莫真不是要三顾茅庐吧, 不过要真是能请来人才, 那又何尝不可呢, 李凌峰给自己开解道, 第一次没能见面成功的李凌峰, 只是舌身回了支行, 办公室处理了一堆的琐事后, 便翘起二郎腿, 在悠哉悠哉的想着事情, 正巧这会, 黄天泽过来找自己, 李凌峰让大唐经理小吴将黄天泽带到了行场办公室, 哎呀, 黄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李凌峰客气的上前, 与之握手道, 黄天泽满脸的陪笑, 都怨我, 都怨我, 跑得不勤快, 坐, 给黄总你泡壶好茶, 李凌峰招待道, 随即看了眼身后站一边的小吴, 试一气赶紧泡茶, 难道这点小事都还要我行长亲自动手来做吗, 那都没面子, 小吴体会了下李凌峰的眼神, 这是叫自己赶紧离开, 不要在这里碍事事吗, 嗯, 一定是这样的, 明白过来的小吴转身离开了行长办公室, 不带走一片的云彩, 李凌峰望着风一样离开的小吴, 下月计效奖金分配有你份, 我李字倒着险, 第149章, 谁还嫌钱多, 漆上一壶好茶, 李凌峰端至黄天泽面前, 试试上等的龙颈, 看看咋样, 客气了, 客气了, 黄天泽忙伸手接过, 小小戏抿了一口, 嗯, 不错, 入口甘纯, 有如春天的威风, 令人沉醉, 黄天泽适时地拍了一下马屁, 随即又问道, 这龙颈怕是很贵吧, 拿比得上你那百年的普尔, 李凌峰笑了笑, 也就一朋友送的, 黄天泽听后, 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这是不是在暗示自己, 也该送点啊, 回头忍痛, 把自己那百年普尔也带一柄过来, 黄天泽心里暗暗思量道, 想什么, 品茶呀, 李凌峰笑着提醒道, 黄天泽连连点头笑了笑, 看着李凌峰那春光灿烂的表情, 似乎恰到好处地验证了刚才想法, 诶, 对了, 你今天过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李凌峰好奇问道, 黄天泽放下刚响饮的茶杯, 是这样, 那自建房的业务开发的差不多了, 就是想问问, 我们这边还有什么其他比较有优势的业务, 可以拓展一些的吗, 李凌峰听后一笑, 黄总这身家还那么劳力推业务啊, 嗨, 谁还嫌钱多呢, 黄天泽感慨了一句, 上次那事情还得多亏你那律师朋友, 不然一个子都追不回来, 现在好歹追回了一些款项, 李凌峰摸了摸下吧, 行啊, 看来陈宇书他那律所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回当初不听你话, 早知道就提前把飞东那征收的自建房出手回笼资金, 不至于现在手头那么紧, 看着一脸懊悔的黄天泽, 李凌峰问道, 现在飞东的征收工作不正有序进行吗, 是有序进行啊, 可是等到他们流程最终走完, 拆迁款下来都不知什么时候了, 那倒也是, 李凌峰点点头, 当初自己就是因为嫌麻烦, 所以才想着早些脱手的, 真有资金那么紧张啊, 李凌峰笑着试探道, 黄天泽挥挥手, 竟然也是背, 头什么都不顺意, 就前些日子煤炭, 我以为倒顶了, 你不会到所你做空了吧, 李凌峰吃惊道, 对啊, 我一朋友还信誓旦旦跟我说, 政府不会长时间限制奥博煤炭进口的, 指定受刺激冲刀回落, 结果, 黄天泽双手一摊, 死于一般的神情, 李凌峰没稍稍一皱, 亏了多少, 黄天泽竖起两根的指头, 接近两百万吧, 直接被爆仓了, 你朋友呢? 不清楚, 不过肯定百分百天还吹风去了, 李凌峰微微摇头, 所以说, 人切记只在自己熟知的领域赚自己能赚的钱, 当然, 那种财神爷追着喂饭吃的, 就当没说, 要不这样, 李星, 你先给我匀一点呗, 黄天泽微微笑道, 嗨, 我一个打工人能有多少余钱? 黄总你真是高看我了, 李凌峰笑道, 是吗? 黄天泽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笑容, 开玩笑, 开玩笑, 你不还有成人用品产业吗? 那利润很可观啊, 李凌峰也适时转移话题道, 我呀, 现在就靠那个产业支撑着我了, 仅有的一些房租也只够还你银行贷款利息, 说得那么夸张, 李凌峰笑了笑, 随即还是不得不提醒一句, 那银行的贷款你的正常还利息额, 黄天泽听后一笑, 放心里行, 这个就是我卖了住的房子, 也会还上你们银行的, 出门做生意, 讲的就是一个诚信, 更何况我和你还是朋友, 这点肯定不能坑你, 李凌峰端起茶杯引了口, 这点肯定相信你, 那行, 我也不打扰理性你了, 记得有什么新业务, 急事通知我一声, 李凌峰点头, 招呼着黄天泽离开, 带黄天泽走后, 李凌峰忙叫来小屋, 赶紧的去查了一下黄天泽的征信记录, 好在没什么多余的新增贷款, 一切也显示正常, 记得黄天泽以前说过, 他在公行还有个账户, 那是他的主账户, 李凌峰想起以前的刘辉副行长, 跟一位公行的同行很是相熟, 好像还是同学来着, 于是打电话给了刘辉副行长, 请他帮忙托那位同学, 查下黄天泽的账户, 结果一查, 对方回复说, 账户趴着上千万的定期资金, 李凌峰眉头拧成一条线, 黄天泽那老小子, 嘴巴里面一句真话, 这么雄厚的家底, 竟然跑到自己面前来装穷, 搞得自己差点起了恻隐之心, 借给他三两千来着的, 确定了黄天泽暗藏的实力, 李凌峰这下也就放心了, 至少他借之行的钱是稳的, 他也应该没有说假话, 毕竟是一个很重视征信的人, 办公室门被敲响, 营业部主任徐亚玲站在门口, 李行, 今天中午你要报餐吗? 想来也不去哪里, 于是李凌峰便回道, 嗯, 也帮我报一份吧, 好的, 徐亚玲转身离开, 李凌峰起身来到落地窗前, 饶有兴趣地看着窗外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忽然, 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 那不是陈雨淑吗? 正当李凌峰好奇的时候, 只见陈雨淑拿起电话拨通了不知谁的电话号码, 只一会, 李凌峰的电话便响了起来, 一看陈雨淑, 嘴角不禁一笑, 拿起电话道, 怎么了, 找我什么事啊? 我正好经过你这行呢, 要不要一起出来吃个饭? 看见了, 哪呢? 陈雨淑四处观看, 你往后看, 李凌峰提醒道, 陈雨淑转了过来, 透过落地窗, 看到了里面正微笑的李凌峰, 陈雨淑急忙挥了挥手, 那我在外面等你咯, 挂了电话, 李凌峰转身离开办公室, 来到知行大厅, 刚巧遇到了许亚玲, 我那饭分给其他的同事吧, 今天不在知行吃了, 交代完便离开了知行, 与门外的陈雨淑会合打招呼, 徐亚玲看着外门两人的身影, 嘀咕道, 这里行的女人员真是可以啊, 而且都还不赖, 顿了会, 该不会是个渣男吧? 第150章, 继父的赡养义武, 就算是渣男, 那么帅也值了, 看着李凌峰和陈雨淑两人离去, 徐亚玲这才返回营业厅内, 日式寿司店, 进门穿着和服的服务员, 便用那别角的日语喊道, 一拉下一马赛, 李凌峰瞥了一眼, 该不会是假洋鬼子吧? 你好先生, 请问几位? 突来的中文转换, 让李凌峰煞时间愣了下, 随即回道, 你可别吓我, 我身边除了这边女士, 还有其他人吗? 服务员, 安排了一个两人的座位, 李凌峰和陈雨淑两人拖鞋坐了进去, 中间是那种凹陷进去的, 服务员忙着给两人倒水, 李凌峰拿过菜单大致地瞄了一眼, 便又递给了陈雨淑, 你来点吧, 我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 陈雨淑接过菜单, 熟练地跟服务员点起了菜色, 要了份生鱼传套餐, 再加三文鱼刺身及各式寿司等, 李凌峰扫了一遍四周的环境, 还算是上等, 这通过菜单上的标价也可以看得出来, 不然哪TM的收费那么贵, 价格决定了消费群体, 所以来着吃饭的大多数些精英白领和贵少妇, 先有出来打拼的年轻男人, 平时都抠缩着还房贷, 车贷, 拿舍得没必要的消费, 正因如此, 也让李凌峰大饱了眼福, 尤其是前面那张桌的几位辣妈, 紧身瑜伽服一穿, 婀娜的曲线里里外外都透着少妇的别样韵味, 可能是姐妹几个刚上完瑜伽课, 来着吃饭, 姐妹闺蜜三三两两, 平时聚聚餐, 练练瑜伽, 注重保养和锻炼身材, 维持年轻的姿态, 这就是有钱贵妇朴实无华的生活, 每天上班干活摧残的女生能做到这样吗? 所以, 那些没良心的哥们别嫌弃自己枕边人是个黄脸婆, 你要是有那能耐, 你老婆一样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烈焰的目标, 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陈玉叔白眼道, 美是一种艺术, 你要有懂得欣赏美的眼光, 就像此时我看你一样, 行了, 别恶心我了, 陈玉叔懒得李李凌峰, 我可不像我姐那样的爱脑, 所以你才单身, 李凌峰笑了句, 单身不好吗? 谁说的女生就一定要找男生结婚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是可以不找啊, 除了父母, 又没有谁要求你, 李凌峰反击道, 对的陈玉叔一时无言以对, 不结婚折腾最苦的莫不是做父母的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既然你都不准备结婚了, 长那么漂亮, 别浪费了, 不然一吓我呗, 滚一边去, 陈玉叔瞪了眼, 李凌峰打趣一笑, 那么兄干嘛, 不愿意就不愿意吗, 我也不是谁人都受的, 死渣男, 陈玉叔恨恨到, 这时其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看着忙着接电话的陈玉叔, 李凌峰抬头继续看前面那猪辣妈去了, 似乎对方也发现了李凌峰的目光, 其中一个低语微笑着提醒道, 那边好像有一个亮仔, 时不时的在偷看我们眼, 哪里, 哪里, 闺蜜几个立马来的兴趣, 纷纷转头朝李凌峰看去, 哎, 你们别那么明显啊, 吓到人家小亮仔了, 几人赶忙用手遮住半边脸余光撇了右撇, 李凌峰看着他们几个拙劣的演技, 大大方方的朝几人挥了挥手, 清纯一笑, 他好像在对我们打招呼一眼, 嗨嗨, 我们都是有家庭有丈夫的人, 了, 正经点, 就是, 就是, 可是他真的好亮仔哦, 几人纷纷抬头朝李凌峰微微一笑, 以示回应, 算是一场礼貌的交流, 打完招呼后, 几人又七嘴八舌道, 所以说, 平时要注重保养锻炼, 你看我们也不差嘛, 嗯嗯, 看来还拿得出手, 这边陈语书打完电话, 看见李凌峰撇向辣妈那桌, 一脸的无耻笑容, 顿时一脚踢了过去, 你够了呀, 我认你很久了, 李凌峰一笑, 也没在意, 谁打电话给你啊, 一个客户, 陈语书放下手机道, 李凌峰一个吃惊的表情, 行啊, 现在你都可以自己拉业务了, 别提了, 那就是一个奇葩, 陈语书泄气道, 怎么了, 你管他奇葩不奇葩, 有业务做不就行了, 你不想又在律所垫底吧, 那也得能做才行啊, 陈语书道, 听到陈语书这话, 李凌峰一个疑问, 什么案件啊, 不能做, 一个男的, 他媳妇69岁, 前段时间刚过世了, 有个43岁的妓子, 想让妓子赡养他, 李凌峰? 怎么, 法律没有明确界定, 妓妇的赡养义务吗? 陈语书摇摇头, 不是这问题, 关键是在年龄上, 年龄? 李凌峰更加疑惑了, 关年龄什么事? 那男的28岁, 他妓子43岁, 你说, 这谁赡养谁? 28岁, 醒悟过来的李凌峰, 脑子顿时荡了一下鸡, 你容我理一下先, 女的69岁, 男的28岁, 妓子43岁, 是这样吗? 李凌峰重述了一遍, 陈语书点了点头, 得到肯定确认后, 李凌峰深呼吸了口气, 这样, 你帮我问下, 那女的还有没有姐妹什么的? 陈语书望着李凌峰, 干嘛, 给我也找一个啊, 李凌峰撒爽英姿道, 陈语书一脸的黑线, 许久才道, 我真tm后悔认识你, 服务员将点的日料一一端了上来, 看着满桌子自己喜欢的菜, 陈语书这才稍稍缓和, 下了心情, 那这个案子, 你接不接? 李凌峰追问道, 陈语书一个职业性的微笑, 您觉得呢? 李凌峰思虑一番, 抬头, 告诉他, 得加钱, 陈语书刚吃进嘴里的生鱼片, 像你们那一行就很清高似的, 李凌峰加了个寿司, 左看右看, 其他人我不管, 反正我是秉持正义的, 陈语书正义凛然, 是吗? 李凌峰看了眼陈语书, 来, 让我摸摸你良心正不正? 第151章, 没有那么简单, 看着陈语书大快朵移地吃着生鱼片, 李凌峰不禁眉头微微一皱, 好心地给提醒道, 你一个女生, 不要吃那么多生冷的食物, 陈语书抬头, 干嘛不能吃, 我又没来亲戚, 你这不要明里按你的给我提示, 李凌峰笑道, 懒得理李凌峰的陈语书看了眼他, 剩下的那块三文鱼你要不要, 不要我家走了, 给你, 给你, 李凌峰笑着摇了摇头, 这时店里播出了一首岛国音乐, 说是表达什么思乡之情的, 李凌峰数二倾听了一下, 都说音乐无国界, 他倒要看看岛国创作怎么样, 毕竟在某动作艺术方面, 岛国还是登峰造极的, 不听还好, 一听李凌峰稍稍憋得有点难受, 这音乐怎么说呢, 就是唱出了那种村里无保护, 对寡妇的思念, 以及得不到的无奈, 更唱出了退休老干部, 对秘书的深深不舍, 随着最后一块的三文鱼, 被陈语书消灭完, 他满足地拿起纸巾擦了擦嘴, 我吃饱了, 你咋样, 李凌峰看了眼桌上, 竟是自己不喜欢的玩意, 饱了, 那我们走吧, 陈语书笑着起身道, 两人来到收银台, 我请你吧, 说完积极地买了单, 还没反应过来的李凌峰, 惊讶地看着陈语书, 你发财了, 发财倒没有, 不过发工资了, 可以啊, 发了工资还不忘请我吃顿饭, 算你有良心, 李凌峰乐何道, 随即转念一想, 不对啊, 天下就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 说完甚是怀疑地看向陈语书, 陈语书一个笑脸, 上前就是挽着李凌峰的手臂, 撒娇道, 哎呀, 你不要把人家想得那么坏吗, 李凌峰赶紧地挣脱开来, 不是我把你想得那么坏, 是你现在的表情, 就是相当不对劲, 陈语书此刻就像甩不开的牛皮糖, 再次粘了上来, 没什么, 就是, 就是想借点钱对吧, 李凌峰无语道, 陈语书高兴地一个转身来到李凌峰跟前, 你真聪明, 要多少, 三千, 李凌峰没一皱, 你要搞清楚, 我可不是你男朋友, 哎呀, 你就当是补偿我姐了, 陈语书拉着李凌峰的手再次撒娇道, 见不得女生这般, 心软的李凌峰于是拿起手机给陈语书赚取了三千块钱, 高兴的陈语书在李凌峰脸上狠狠亲了一下, 你口水都沾我脸上了, 李凌峰赶紧地用手抹去道, 这一抹看见手上竟还沾有些口红, 于是来到一个空桌前拿出几张纸巾接着擦拭一遍, 这种状态回之行, 怕不是被人误会去哪偷吃了呢, 哎, 你上次不是刚跟我拿过钱买手吧吗, 这次又是要干吗, 李凌峰好奇问了句, 给我的漫友买手吧, 陈语书开心道, 小柔啊, 陈语书摇摇头, 不是, 你就只记得小柔, 怎么会不记得呢, 那对谎下眼的大剧简直在脑海挥之不去, 不是小柔, 那是谁哦, 男的女的, 男的, 挺帅气, 之前再一次漫展上认识的, 陈语书说话都是幸福的表情, 李凌峰, 拿我钱养男人, 这回真是当冤大头了, 你不是说不结婚吗, 赶紧的, 把钱退回给我, 不结婚又不是不谈恋爱啊, 陈语书回道, 你不要那么小气吗, 给了的钱还能要回去吗, 这样, 等会我请你去看漫展, 这次美女很多哦, 嗨嗨, 李凌峰倾咳了两声, 我能是那样的人吗, 这次可以躺着拍哦, 陈语书笑道, 哦, 李凌峰挠了挠后挠, 首先要强调, 我主要是想提升一下自身的摄影技术, 别误他想, 走吧, 陈语书拉着李凌峰的手便往外走, 车上, 专心开着车的李凌峰冷不防问了句, 你真的跟那男的谈恋爱了啊, 陈语书笑了笑, 转头温情地看向李凌峰, 吃醋了, 没有, 就是秉着吃瓜群众的好奇心, 李凌峰一笑, 倒也是洒脱, 就知道, 你不是真的关心, 陈语书嘟嘟嘴, 就是上次那男的送了我一份手办, 想着这回还给他, 不像欠人人情, 得, 热闹鼎沸, 看着那些行行星号星号星号的五花八门, 李凌峰除了摇头还是摇头, 说好的这次很多美女呢, 李凌峰眉头皱成一条线, 陈语书一到这场所就如脱缰的野马, 早已不知窜到哪里去了, 着实拍不出什么好风景的李凌峰, 于是退到了边上, 还说可以躺着拍, 当就被保安架走了好几个, 幸好自己是那么的优雅理性, 不然一试音明珍就被陈语书给毁了, 这边正当无聊之时, 韩雪莹惊奇地打电话过来, 李凌峰第一反应就是不好的感觉, 像这样平时上班时间, 韩雪莹是很少联系自己的, 因为韩雪莹一向将工作看得很重, 不敢单个半分的李凌峰赶紧接通了韩雪莹的电话, 还没开声便先听到了韩雪莹的哭泣, 你怎么了? 李凌峰问道, 电话那边没有回话, 而是抽气得越加厉害, 许久才缓过来一点, 我工作出错了, 李凌峰凝重的表情, 工作出错了也没必要哭泣, 那肯定是很严重的错误, 怎么了? 你慢慢说, 韩雪莹哽咽道, 我发错单了, 让公司损失了数十万, 发错单? 在李凌峰的印象中, 韩雪莹向来工作甚是谨慎, 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月姐把我骂了一顿, 在老板面前说了不少好话, 但是老板好像很生气, 最后沟通, 要么是自己赔偿, 要么就选择离职, 说到这, 韩雪莹直接崩溃了, 可以想象得到, 现在的她一定哭成累人了, 咱先别急, 不就一份工作, 大表不干了, 只是这事情必须得弄清楚, 李凌峰直奔问题的关键, 这便是女人感性和男人理性的区别, 本能的直觉告诉李凌峰, 这其中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有理由怀疑, 这中间有人做了手脚, 第152章, 道德在哪里? 你仔细想想, 那出货单除了你, 还经谁的手眉? 李凌峰试着询问道, 韩雪莹稍稍止住了哭声, 努力地回想了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一个人影闪现在脑海, 林小宁, 是他帮我打印出货单据的, 我还好奇今天他怎么有些反常, 自那件事情以来, 平时我们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这回饶是再笨, 韩雪莹也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可是明明自己核对过才签名的, 可以肯定, 自己签的那张出货单据数目是对的, 但是仓库那张错误的出货单据上, 也的确显示是自己的亲笔签名, 这又该怎么解释? 想不通的韩雪莹将这一疑问告诉了李凌峰, 机智如诸葛亮的李凌峰怎么会看不清那小伎俩, 眉头一皱到, 你傻呀, 那林小宁就不会两张叠起来, 经李凌峰这么一提醒, 韩雪莹醒悟过来, 难怪说中间怎么有个折叠痕的, 要怪就怪自己确实是大意了, 关键没这防备心, 是做梦想也没想到, 林小宁竟然会这样对自己, 明白过来的韩雪莹急忙挂了李凌峰电话, 回到总经理办公室找到了赵月, 月姐, 那出货单据应该是被动过手脚的, 我之前那张是对的, 赵月起身看了眼韩雪莹, 她也不相信韩雪莹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彼此合作了这么些年, 对韩雪莹的工作能力赵月心中还是有数的, 那你说谁做的手脚? 林小宁, 她用两张出货单据骗了我的签名, 韩雪莹赶忙解释道, 赵月低头不语, 关于两人之间的恩怨纠缠, 她也多少有些了解, 如果说是林小宁动的手脚, 似乎也说得过去, 韩雪莹原地愣在了那儿, 摇了摇头, 自己这次被骗纯属大意了, 压根没想到的是, 既然没有相应的证据, 那你怎么能说是林小宁搞的鬼? 小心到时被烦咬一口, 赵月的话给韩雪莹泼了一盆的冷水, 难道自己就要无辜的接受被害? 韩雪莹从未想过会跟林小宁的关系恢复如初, 但至少也不应该走到这一步, 这可是自己曾经最为要好的姐妹啊, 赵月似乎看出了韩雪莹的伤, 于是来到韩雪莹的跟前, 时宜欠掌一掷, 这事情你真得好好吸取教训啊, 人很多时候是会变的, 看着韩雪莹不说话, 赵月轻拍了一下其肩膀, 至于老板那边现在还在气头上, 别往心里去, 我看看明天抽个时间等他心情好些了, 再去跟你说些好话求下情, 放心, 以我多年对老板的了解, 应该是可以通融, 只是到时你泰国要端正好, 赵月宽慰道, 眼下没有更好办法的韩雪莹指得点点头, 若真到了最后一步, 自己也只好收拾包袱走人, 谢谢月姐, 只是麻烦到你了, 韩雪莹道, 赵月笑了笑, 你是我推荐的, 你有什么困难我能不管吗, 再说李凌峰和林旭东还是好兄弟呢, 这边被挂了电话的李凌峰, 找到了还在漫展中央嗨皮的陈语书, 对其说道, 我们走吧, 我还有事呢, 看李凌峰不是在开玩笑, 陈语书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漫展地, 把陈语书送回去了后, 李凌峰便静止来到了韩雪莹的公司楼下, 眼下也差不多是下班时间, 李凌峰给韩雪莹发去信息, 楼下等你, 收到信息的韩雪莹跟赵月说了声, 提前一点先下了班, 当下楼看见站在面前的李凌峰, 那委屈的小眼神顿时又不争气地抽气了起来, 一把扑在了李凌峰的怀里, 释放自己的委屈, 李凌峰拍了拍韩雪莹后背, 好了, 好了, 这大厅广众下人都看着呢,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欺负你呢, 韩雪莹听后破口一笑, 李凌峰随即用手擦拭了一下其脸上的泪痕, 都跟你说了, 你那闺蜜不是什么好鸟, 你骗不听, 现在死心了吧, 你还说, 韩雪莹嘟了嘟嘴, 不过这事情不能这么算了, 李凌峰脑海盘散了一下, 韩雪莹些许吃惊地看着李凌峰, 你要干嘛, 帮我痛扁她一顿吗, 李凌峰, 那违法的事情咱们能干, 李凌峰皱眉, 你是不是想你男人进去采缝刃机哦, 韩雪莹一把搂过李凌峰的手臂, 你瞎说什么, 我才舍不得呢, 看着韩雪莹那傻甜傻甜的模样, 没了刚才那般的委屈, 她就这一优点, 情绪上来得快, 去得也快, 心情好些没, 李凌峰笑问道,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吧, 韩雪莹暖暖一笑, 只要你在, 我心情什么时候都是好的, 只是要是有一天我失业了, 你记得养我哦, 夜晚, 身边的韩雪莹已然入睡, 可能是今天着实让她有些心神焦脆, 加之刚才的剧烈运动, 对体能更是消耗了不少, 李凌峰扯过床边的浴巾给自己裹上, 亲手亲脚离开房间来到客厅, 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 从冰箱里取来两冰快丢了进去, 浅尝一口, TM的, 真难喝, 拿着酒杯来到沙发坐下, 将酒杯放在茶几上, 拿来手机打开与方知免的聊天界面, 再帮我查个人, 林晓宁, 信息是秒回的, 林晓宁, 那不是肖红飞的女朋友吗, 你管她谁的女朋友, 查就是了, 让你那国安的朋友使劲查, 往死里查, 怎么, 她把你家祖坟了, 性质差不多, 那确实不能忍, 不过下次你能调查一些稍微有背景的人吗, 老师查这种小虾密, 我朋友说有点侮辱她的工作, 李凌峰, 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那你自己查, 你不是连民政系统都能黑进去吗, 那犯法都, 李凌峰, 那再麻烦你国安朋友帮下忙, 改天我请他吃脖子里炖水于边, 交代完老方后, 闲来无事的李凌峰刷了一会短视频, 一则官方通报吸引住了李凌峰的目光, 是关于多家医院开展男性根育服务的, 对于这种事情, 李凌峰总是后知后觉, 不禁没一咒, 必须得批判, 就想问下, 道德在哪里, 人性在哪里, 这家医院在哪里, 第153章, 破局, 一日清晨, 李凌峰送韩雪莹去上班, 公司楼下看到, 同样是送赵岳上班的林旭东, 开的那辆刚买来的二手黑色凯美瑞, 在门口炫完一波恩爱后, 林旭东才一步三回头的回到自己车上, 磨蹭了好久, 仍不见其启动车辆离开, 李凌峰摸了摸下巴, 不解道, 这家伙在干嘛, 该不会是不知道挂挡在哪吧, 突然, 凯美瑞一个急途转弯驶离而去, 看得李凌峰下了身冷汗, 不放心的他赶紧跟了过去, 直到跟着林旭东到了公司门口, 李凌峰才掉头转身离开, 李凌峰没有急着上支航上班, 而是先顺路再次来到苏浩的住处, 同样是那天的阿姨, 同样的答复, 苏先生有事外出了, 再次吃了别的李凌峰, 只好信心离去, 古有硫磺书三顾茅庐, 看来竟有我李凌峰三请先生, 回到支航办公室, 李凌峰第一件事情, 先是看自己支航的经营报表, 好家伙, 存款规模进一步干到五十三亿元了, 这放眼其他支航,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再干下去, 我一个支航的存款业绩, 都要拉爆整个分行, 这郭主任的回礼, 属实有点惊吓, 此时同样感受到惊吓的, 还有分行新任领导黄克明, 眉头拧成一条线的他, 就想知道, 这李凌峰到底是何方神圣, 李凌峰放下手中的经营报表, 接着拿起桌面一堆的信贷资料, 那些都是等着签名走流程的, 来到这的李凌峰别的没学到, 倒是这自己的签名越发有艺术感了, 从工整的凯体自签到飞舞的草书, 就主打的一个看不清楚, 正埋头苦签名时, 方之勉打来了电话, 关于林小宁的所有信息都发你了, 内存有点大, 可能要点时间下载, 李凌峰好奇, 不就截资料吗, 能有多大内存, 点开一看, 好家伙, 十几季的小视频, 基本涵盖了各种场景道具, 原以为自己玩的都是顶流了, 没想到这林小宁才是顶流的顶流, 只不过是被人玩的那种, 你说, 我该不该选一两段精彩小视频, 发给萧红飞看看呢, 李凌峰嘀咕道, 还是算了, 不要破灭了对爱情的美好, 况且, 转发这种视频可是犯法行为, 我一个遵纪手法好功名, 能干那事情吗? 自言自语完的李凌峰, 转而点开了其他的资料, 直到看见一则记录, 竟然发现了林小宁的一些不法行为, 利用公司职权便利谋取私利, 李凌峰嘴角瞬间亮起了一道迷人的微笑, 打折打七寸, 这下不得死死摁住你了, 李凌峰拿起手机就给林小宁发去信息, 假日广场见, 谁知林小宁豪气地回对了一句, 你谁啊, 说假日广场见就要见你, 李凌峰皱了皱眉, 对方明知道这是自己号码, 如此语调无非是想给自己脸色, 你可以不来, 但不要后悔, 生怕林小宁真的不来, 李凌峰把那资料的冰山一角发给林小宁, 足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了, 假日广场, 那是李凌峰第一次约林小宁的地方, 一家奶茶店外围座位, 两人相对而坐, 林小宁还是身穿一身行政职业装, 可以看得出来, 还在上班的他匆匆忙忙赶了出来, 想来心里也是有点怕了, 叫的两杯奶茶端了上来, 李凌峰拿过自己那杯, 将吸管信号信号信号去吸了口, 冰,冰凉凉, 看着面无表情的林小宁, 面对李凌峰的质问, 林小宁没有否认, 也没承认, 而是继续选择沉默, 直到李凌峰将资料和视频放在了林小宁的面前, 那扭曲的脸庞除了惊恐就是愤怒, 原本还算不错的林小宁这下, 在李凌峰面前全然没有了一丝的花容, 又或许在他选择坑自己闺蜜的时候就没有了, 眼看林小宁动手就想删掉, 李凌峰一把夺过手机, 别傻了, 你以为删掉就没备份吗? 事实他真的没有备份, 你想我怎样? 林小宁终于开口道, 只是那恨恨的眼神仿佛能刀了人一般, 李凌峰严肃自己表情, 很简单, 主动承认这次你坑含血淫的事情, 要是我不闹, 那这些资料就会出现在你公司老板的面前, 用职权谋私损害公司利益, 想想你都应该知道是什么下场, 听后林小宁脸色铁青, 原以为自己做得很保密了, 没想到还是给人抓到把柄, 而且还是李凌峰, 这个不属于公司的外人, 林小宁倒不害怕小视频, 那顶多是道德事件, 可是损害公司牟利的行为, 性质就不一样了, 防线激进崩溃的林小宁朝李凌峰喊道, 我哪里比不上那韩雪莹, 她值得你这么做, 李凌峰冷得一笑, 就你那半点珠唇万人肠, 韩雪莹就甩你几条件, 你那小视频多快顶一个公司的产量了, 被反驳到无话可说的林小宁最终恨恨的说了句, 那还不是败你所赐, 你那时极度蒙蔽了双眼, 你见不得自己闺蜜比你过得好, 这才是癥结所在, 被李凌峰一语戳破的林小宁整个人摸了惊气神, 是啊, 平时吗, 凭什么她过得就比我好, 李凌峰也不想再多纠缠, 你只要主动承认陷害韩雪莹的事情, 这些资料和视频全都给你, 林小宁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她知道自己承认了这事情在公司是浑不下去了, 但比起出卖公司利益的判法, 这明显更轻才是更好的选择, 或者来说她没得选择, 你能保证你所说的, 林小宁冷冷抱, 你跟韩雪莹曾是闺蜜, 何必呢, 李凌峰这话属实是不想彼此搞得太糟糕, 林小宁也自然明白这话的意思, 点了点头, 林小宁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剩下那杯没冻过的奶茶仍在原地, 过了一段时间后, 李凌峰便接到了韩雪莹惊讶的电话, 好奇怪, 你知道吗, 那林小宁自己承认了调包出货单据的事情, 李凌峰, 那不更好吗, 不是, 我没想明白, 她为什么会这样做, 第154章, 肾上腺素的飙升, 或许人家这回想通了呢, 李凌峰笑道, 电话那头韩雪莹眉头紧锁, 这不可能不像她的行事风格, 停顿了会, 该不会是你对她做了什么吧, 我能对她做什么, 难不成还非理她, 李凌峰起身也准备离开, 好了, 好了, 事情既然解决了, 就安心上班吧, 先挂了, 说完, 李凌峰便挂断了电话, 走向地下停车区, 车停在负二层的一个角落里, 李凌峰还没走到停车的位置, 便看到两边柱子旁站着几个男子, 围首的一个黄发男, 出来拦住李凌峰的去路, 两个小弟从后面包抄, 一前一后, 似乎防着李凌峰逃跑, 只见黄发男将手机摄像头对准了李凌峰, 脾气道, 是这个人吗,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黄发男关闭了手机, 放进自己裤兜里, 看着李凌峰摁响了手指, 见来者不善, 李凌峰不得不提升了警惕, 不敢相信他们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胡作非为, 况且这里还是广场中心, 抬头一看, 尼玛的正好这里是监控死角, 怪不得, 意识到不对的李凌峰脱下自己外套, 将其裹在手臂上, 对方都拿着木棍, 手臂裹着衣服, 至少还能扛多几下, 便于自己输出, 你小子能耐啊, 杂人饭碗, 黄发男瞪着李凌峰恶狠狠地道, 杂人饭碗, 李凌峰已经猜出大概是谁了, 只是不敢相信, 林小宁竟然会与这些混混地痞有瓜葛, 等等, 李凌峰皱了皱眉, 那黄发男不正是小视频里面的男主角吗, 哎呀我擦, 这简直让狗啃了, 这样, 你拿十万块钱出来, 这事情就算过去了, 黄发男提出条件道, 你勒索呀, 李凌峰不懈地笑了句, 那要看你怎么理解了, 我更愿意认为是稀释宁人, 黄发男道, 那要是我不给呢, 黄发男随即给站李凌峰后面的两位小弟使了个眼色, 给他点颜色瞧瞧, 两人挥着木棍就冲了上来, 李凌峰也不畏惧, 用缠着衣服的手臂格挡, 同时输出自己拳头, 三人扭打在了一起, 不一会儿李凌峰便硬是挨了好几棍子, 但那两人也挨了李凌峰不少拳头和脚踹, 架不住二打一, 李凌峰被逼到墙边, 强忍住棍子带来的疼痛, 眼见退无可退, 肾上腺素飙升几个度的李凌峰索性开启不要命的一换二, TM直接不防了, 上去就是干, 此刻的大脑已没了任何指令, 整个机体处于最原始的本能爆发状态, 犹如一只野兽, 拳脚的无间隙疯狂输出, 李凌峰已感知不到什么是疼痛, 不是我倒下, 就是你们躺着, 打架就怕不要命的这种, 一痛下来, 只见李凌峰头破血流, 那两人也肿如猪头, 其中一个牙齿还崩了几颗, 双方僵持, 谁也不敢再上前一步, 黄发男见状, 提起棍子准备自己亲自上场, 就在此时, 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一位西装革履男子立声喊了句, 你们都给我住手, 这是砸我场子吗? 黄发男停住动作, 抬头看了眼那西装革履男, 眼神流露出一丝的畏惧, 随即便招呼着两位小弟灰溜溜地赶紧离开, 李凌峰好奇地转头看了眼西装革履男, 究竟是何方神圣让黄发男这般害怕, 西装革履男走了过来, 嘴角一笑, 行啊, 你倒, 还挺硬气的, 哥们, 这时的李凌峰才感觉到浑身的疼痛, 不觉晃动了一下手脚, 舒缓一下, 你也跟他们一伙的, 李凌峰无力地靠在了柱子上, 西装革履男比了一下自己的这一身装扮, 你觉得我会是跟他们一伙的? 李凌峰嘴角不屑, 谁知道现在很多人扎败类都是这番人母狗样, 西装革履男, 你这话咋说的, 要是没有我, 你得被他们打进医院, 李凌峰抬头, 说得我好像现在不用进医院一样, 西装革履男上下审视了李凌峰, 确实, 那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 那最好不过了, 西装革履男一笑, 嘿, 你真有意思, 在这等我, 我把车开过来, 西装革履男交代好后便去开他车, 不一会, 所以一辆酷炫法拉利出现在李凌峰眼前, 西装革履男探出头, 上车吧, 李凌峰皱了皱眉, 给我这是去看病, 你当是泡妞啊, 今天就开了这一辆出来, 你将就一下了, 李凌峰拖着疼痛的身躯来到车前, 这该死的剪刀门怎么开啊, 西装革履男赶紧下车来, 给李凌峰开了车门, 去往医院的路上, 李凌峰摸了摸脸上胃干的血迹, 这林晓宁还真够狠的, 放心, 专心开你车, 这么没素质的事情, 我是不会干的, 李凌峰脸部扭曲了一下, 疼的, 这么说应该是很有素质的了, 那怎么会惹伤混混地痞, 西装革履男好奇道, 说来话长, 归根结底就是女人那点破事, 对了, 还不知道怎样称呼你, 我叫月泽, 那有我名片, 李凌峰拿起一看, 假日广场是你家的啊, 正在开车的月泽一笑, 对啊, 那我要投诉你们, 要不是你们停车库存在监控死角那些混混地痞, 也不会这么嚣张, 月泽点点头, 我会把你的投诉反馈上去, 放心一定不好这个漏洞, 李凌峰挪动了一下, 眼前这位原来是假日广场的太子爷, 怪不得那些混混地痞会怕他了, 哎, 你要不要赔偿啊, 我也可以帮你申诉, 得了吧, 那赔偿款给你们装监控, 希望下次不要再有我这样的受害人了, 我发现你挺有趣的, 月泽转头看向李凌峰, 你, 你, 你开路啊, 李凌峰一脸惊恐, 哐, 酷炫的法拉利撞在了前面的垃圾桶柱上, 两人下来看了眼, 前面凹了进去, 好在这就是医院门口了, 不然还得叫车给你, 月泽看了眼前面的医院招牌道, 你不应该先关心一下你的车吗, 这丢给保险就可以了, 我等一下叫人来处理, 你赶紧去医院看一下吧, 不要那出血了, 李凌峰, 我要那出血, 躺你家假日, 广场门前, 第155章, 奇怪的男子, 拖着浑身疼痛的身体进了医院, 李凌峰来到门诊部挂号看了医生, 毫无疑问, 全身上上下下给拍了一遍片子, 好在都是些皮外伤, 也没伤及筋骨什么的, 护士给李凌峰做了简单的包扎清理, 整个脑袋绕了一圈的白色纱布, 手臂上的几处挫伤也做了消毒处理, 给李凌峰做处理的护士看上去年纪约莫20出头, 虽然戴着口罩, 但也遮不住那份清秀, 至少那一双水灵的眼睛就足够迷人, 看你嘶嘶吻吻也挺帅气的啊, 干嘛不学好学人家打架, 护士打去道, 我也不知道, 上来就三两人群殴我, 可能如你所说的, 我太帅了吧, 扑, 护士小姐姐差点没把口罩笑下来, 你结婚了吗? 李凌峰摇摇头, 没有, 有女朋友吗? 不是, 你有什么就直说吧, 我承受得住, 是不是我那检查有什么问题? 护士小姐姐神情凝重, 那我就直说了, 你可得承受得住哦, 等等, 李凌峰深呼吸了一口气, 你说吧, 本会下班约吗? 李凌峰原地愣在了那, 趁此空袭护士小姐姐眼疾手快的一把夹出, 打进李凌峰手臂里的木块线, 痛得李凌峰瞬间抽动了一下, 感情刚才是为分散自己注意力, 护士小姐姐给消毒敷上沙棉, 好了, 这边帮你处理完了, 等检查报告出来, 没什么事, 你就可以走了, 眼见护士小姐姐端起药盘就准备离开, 李凌峰道, 你刚才说的算不算数? 护士小姐姐回头, 你觉得呢? 李凌峰双手一拍膝盖, 靠在了长椅上, 你知道吗? 我本可以仗剑走天涯, 可半路上遇到了一个人, 他说要许我终身, 于是我把剑给当了, 满心欢喜地一回头, 你猜怎么着, 发现人却不见了, 停住脚步的护士小姐姐笑道, 所以你说的, 那人是指我吗? 你觉得呢? 应该不是, 留下一句话后, 护士小姐姐无情地转身离开了, 年纪轻轻地嘴巴没个把门, 说完, 还不忘跟李凌峰坐远一个距离, 生怕李凌峰也来祸害自己, 无聊的李凌峰看了一下四周, 各色神情的人物都有, 都说人的一声要到三个地方看看, 一是车站看人生的奔波, 二是医院看最脆弱的自己, 三是病尼管, 那是最终的归宿, 这话不假, 透过房门看着那病床上躺着的人群, 早已失去那骨子精气神, 看不得这人间的脆弱, 李凌峰将头转向一边, 一阵清晰的对话传来耳边, 只听见那医生对一位面无表情的男子说道, 你早些做决定要不要手术, 病人拖一分钟变手, 一分希望, 医生交代完后便带着护士离开了, 只剩下男子坐在那手中紧握病理单, 李凌峰撑起疼痛的身躯走了过去, 来到男子身边坐下, 不介意坐这吧, 李凌峰转头看了眼男子, 几分的杀气溢于脸上, 就其身上散发出的那骨子精, 便能感觉到试得很久, 李凌峰心中顿时咯噔了一下, 这该不会是找错聊天对象了, 于是赶忙起身准备离开, 现在的自己可遭不住再挨一顿的打, 刚站起来, 就听见那男子狠狠地说道, 给我爸支付医疗费用, 我这命救, 是你的了, 李凌峰不敢相信地看着面前男子, 心里些许发毛道, 不是, 我要你们干嘛, 眼见不是什么善茶, 李凌峰三步并坐两步开溜, 那男子却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就当是我求你了, 男儿膝下有黄金, 要不是真到一定程度, 哪个男人愿意给人磕头下跪, 不, 不是, 你父亲得多少医疗费用啊, 李凌峰不忍拒绝道, 男子将那费用单据递给了李凌峰, 李凌峰接过一看, 所需大体费用在三十万元左右, 这对李凌峰来讲, 也不是个难事, 只是要是每个人都这样来求自己, 自己不得破产清盘, 虽说达泽奸济天下, 但自己远没有复达到那种地步, 见李凌峰还有些犹豫, 男子直接一个想投磕在地上, 一板渗出鲜血, 都到这份上, 再不答应李凌峰, 真怕男子突然抱起, 给自己来一个三百六十度旋转过肩摔料在这了, 就全解释做一回善事吧, 李凌峰一咬牙来到脚废窗口, 帮男子把所有的医疗费用都给缴了, 其父亲立马被安排进了ICU进行手术治疗, 男子犹如木头一般守在手术室门口, 李凌峰这才看清他的面容, 粗糙的脸皮似乎常年历经风吹雨打, 盖住额头的发丝下是一副凶狠的目光, 给李凌峰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练家子练到癫狂的那种, 帮人付了三十万的医疗费用, 都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 于是李凌峰不禁问了句, 你叫什么名字? 男子抬头, 风于休, 李凌峰? 这时, 收到李凌峰入院消息的方知勉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老远看见李凌峰便跑了过来, 你没什么事吧? 方知勉关心地问了句, 李凌峰摇了摇头, 在方知勉的搀扶下来到了一处长椅上坐了下来, 你确定没事, 那些检查报告都出来了吗? 方知勉再次问道, 无妨, 现在就等检查报告出来就可以走了, 方知勉点了点头, 知道是谁干的吗? 还能有谁, 不就是要你查的那位, 林小宁, 李凌峰笑道, 方知勉一脸怀疑的目光, 不是吧, 你被一个女的打成这样, 就她? 还打不赢我小弟呢? 李凌峰道, 我是被一群混混地痞群殴的, 方知勉听后没一皱, 那看来这小姑娘不简单, 还跟这些人有瓜葛, 不然能有那十几季的视频, 这林小宁也是傻, 什么人不勾搭, 竟然勾搭上了这些垃圾, 以后想脱身都难了, 李凌峰稍稍叹了口气, 方知勉眼神闪过一丝的寒光, 要不要我找人, 随即比了个咔嚓的手势, 一脸目瞪口呆的李凌峰看着方知勉, 这都什么年代了, 二十一世纪法治文明事件, 还搞这些, 方知勉头一歪, 一般电视上不都这么严的吗? 第156章, 气场, 拿到了最终的检查报告, 确定是没什么事后, 李凌峰和方知勉便起身离开医院, 就现在这副的惨样, 李凌峰本想让方知勉先送自己回家疗养, 奈何却接到了领导下来调研的电话, 就分行刚上位的那新任领导黄克明, 一直想见李凌峰, 各支行都几个亿的存款规模, 大不了撑死十几亿, 李凌峰所在的支行却干到了五十多亿, 这不得不让他充满好奇啊, 再说, 李凌峰所在支行也不是什么一级中心支行, 能干到这地步, 简直就是破天荒的存在, 那我们现在去哪, 送你回家还是怎样? 方知勉搀扶着李凌峰上车做好道, 不了, 你先送我去支行吧, 方知勉不解的看了眼李凌峰, 带伤上班, 怎么, 你想让单位给你平老母啊? 李凌峰, 你不觉得你今天话有点多了吗? 一路沉默送李凌峰到支行门口, 沉默地将李凌峰搀扶下车, 沉默地开车离开, 李凌峰? 一进支行门口, 大厅里哗啦啦地站着一群西装革履的大人物, 都是分行的某某领导, 太多李凌峰也没记住, 其中黄克明一脸怀疑人生地看着李凌峰, 你, 这是咋的了? 虽然李凌峰也还没见过黄克明, 就凭他站人群中央, 第一个开口讲话, 便指定没错了, 李凌峰一笑, 是这样, 黄行, 上午去一个客户, 那莫拜遇到了他家三只大狼狗, 所以, 黄克明露出难以置信的眼神, 李凌峰点头, 对, 没错, 就是跟狼狗搏斗造成的, 那客户于心不忍, 说会转笔存款过来, 听后黄克明深吸了口气, 这业绩做得好, 不是没道理的, 点点头, 一副肯定的神情, 拍了拍李凌峰肩膀, 大家该向我们的理行学习啊, 工作能有如此拼命, 我们S农商行何仇做不强, 黄行过赞了, 李凌峰谦虚道, 来来, 大家里面会议室做, 站着大厅也影响我们客户办业务, 小吴, 去准备些茶水, 李凌峰转身对小吴交代完后, 便领着众人进了会议室, 小吴一阵地激动, 这理行是, 记得我的呀, 分行领导过来试茶, 叫我去到茶水, 这不是想要给我露脸的机会吗, 李凌的恩情, 莫齿难忘, 感慨完小吴赶紧地准备茶水去, 会议室内, 分行领导黄克明听取了李凌峰近期关于知行的一些工作汇报, 就知行接下来的发展思路做了探讨, 深入交流, 最后, 分行领导黄克明做了总结发言, 充分肯定了李凌峰在知行做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 同时, 就知行后续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号召知行全体同事要紧紧围绕在李凌峰的周围, 共同开创知行发展新局面, 力争使知行成为S农商行业务增长的新引擎, 嘹亮的掌声在会议室中如雷鸣般响起, 李凌峰看着这位思思文文的新领导讲话是一套一套的, 听说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博士后做管理出身, 比那些业务出身的大老粗气质上属实强多了, 调研在愉快氛围中结束, 回程路上, 秘书忍不住好奇问了句, 黄行, 李行那一身的伤, 真是被客户的大狼狗给咬的吗? 黄克明意味深长的一笑, 你信他那没把门的嘴? 转头看向窗外, 给我查查, 他是否跟市里的药员有什么联系? 能调动这么大规模资源? 那, 怕是直击不会小, 秘书点点头, 明白, 送走分行领导黄克明一行人后, 李凌峰回到了自己行长办公室, 营业部主任许压林走了进来, 李行, 您今天回来的匆忙, 没给您报到餐, 要不我给您叫一份粥? 也行, 李凌峰点头, 这是你让叶木军去干, 你有身孕别乱动, 不然要他那个办公室主任干嘛? 徐亚林瞬间感动了一下, 李行自己都这般惨样了, 还关心自己怀有身孕, 好的, 那我这就去跟他说一声, 徐亚林转身离去, 徐亚林前脚刚走, 后边小吴便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 李行, 外面有个奇奇怪怪的人要找你, 林了还补上一句, 无相是来办业务的, 李凌峰跟小吴走了出去, 支航门外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旧医院那位, 风于修, 行了, 你去忙吧, 我来招待就行了, 直走小吴, 李凌峰来到支航门外, 看了眼风于修, 你不在医院陪着父亲, 跑我这干嘛? 仍是面带凶狠的风于修抬头, 手术失败, 李凌峰愣了一下, 节哀, 我说过, 我这条命是你的了, 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李凌峰, 二十一世纪文明社会, 大家和谐点了, 别动不动就要人命什么的, 刚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转头便看见, 假日广场地下车库, 那黄发男带着好几名小弟, 风风火火的朝这边走来了, 好家伙, 都追到自己工作的地方了, 还真无法无天, 上来众人便围住李凌峰和风于修, 黄发男得意道, 车库那时算你走运, 碰见了月少, 现在该没什么人帮你了吧, 气势不能输, 李凌峰冷笑了一声, 你们这不怕警察吗? 警察? 等他们到了, 早把你修理一顿了, 黄发男笑道, 放心, 我们不会把你打残, 顶多被抓进去批评教义一番, 大不了蹲几天拘留所, 没等李凌峰回话, 风于修上前一步, 要死的, 还是要活的, 李凌峰猛圈了一阵, 不, 这是别搞大了, 嘿, 你小子口气倒不小啊, 挺能耐啊你, 黄发男甚是嘲讽道, 仍是没有一丝表情变化的, 风于修漫不惊心, 功夫是杀人计, 一旦出手便很难收回了, 凌厉的气场瞬间震了一下黄发男, 给你们一句忠告, 现在走还来得紧, 风于修扭动着脖梗, 隔止响, 黄发男吞咽了下口水, 走是不可能走的了, 走了以后还怎么混啊, 都给我上, 黄发男一声令下, 数人群起而围攻, 风于修白手起誓, 接着便听见咔咔几声, 李凌峰知道那是骨折的声音, 只听着都觉一身的肉疼, 随后便是阵阵哀嚎, 别打了, 别打了, 风于修甘拜下风, 此刻手臂被打脱臼的风于修求饶道, 跌破眼镜的李凌峰, 第157章, 手下败将, 好在这时不远处想起了嘹亮的警笛, 见状黄茫男带着众小弟瞬间做了鸟收散, 李凌峰还满心感谢是哪位好心人给抱的警, 只见警车从直行门口滑溜驶过, 哦, 原来不是书警, 来这里的, 李凌峰转身看了眼风于修, 只见其慢慢坐起, 似乎是感受到了李凌峰的怀疑, 风于修自画道, 你说的, 不要把事情搞大, 说完邪魅一笑, 露出争鸣的表情, 还不忘补一句, 好久没试过被打的滋味了, 李凌峰, 我让你别把事情搞大, 可没叫你不还手啊, 或者压根来说, 你就是个废物, 不想再多生是非的李凌峰挥挥手, 你走吧, 我不要你命什么的, 帮你, 纯粹是看在你那份孝心上, 相信, 或许换做别人也会这样做, 风于修没有说话, 起身用那脱臼的手撑住地板, 随即咔嚓一下自己给接了上去, 这属实把李凌峰给震惊了一下, 站起身来, 没有多言的风于修转身离开了这里, 这回见风平浪静了的小吴才屁颠屁颠地跑了出来, 李行, 你没事吧, 李凌峰给小吴使了个眼色, 让其过来搀扶一下自己, 站在原地愣愣看着李凌峰的小吴, 好奇道, 怎么了李行, 你眼睛不舒服吗, 李凌峰无语转身进了直行, 小吴在后面忙喊道, 需不需要我扶一下你, 李行, 办公室用完餐后的李凌峰, 闭目养神, 稍稍休息了一番, 属实在这办公室待着无聊, 李凌峰决定起身出去, 透透气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挪动着艰辛的脚步来到波爸饮品店, 老板娘看见李凌峰这番模样, 不用想, 今天肯定是喝不了免费的了, 于是收了李凌峰18块钱的奶茶钱, 怎么, 被人老公打的, 还是被人男朋友打的呀, 李凌峰拿起奶茶吸了口, 都不是, 你再猜一次, 不会告诉我, 你这是建议勇为造成的吧, 老板娘放下手中的活计, 有那么一点意思吧, 不过是对自己女朋友建议勇为, 李凌峰补充道, 老板娘, 我点的奶茶好了没, 见老板娘在闲聊顾客不觉催促道, 老板娘看了眼李凌峰, 今天生意有点忙, 可能招呼不到你了, 李凌峰一笑, 无妨, 我这番样子才是对你招呼不到, 来到一处座位坐下, 悠闲地看着路边人来人往, 本以为会是一次休闲的放松, 谁知又让李凌峰看到了最不愿看到的人, 就是那黄发男带着小弟找茶, 找到奶茶店来了, 啊, 行吧, 李凌峰眉头紧皱地骂了一句, 这小子还真是阴魂不散, 黄发男带着小弟悠哉悠哉地走了过来, 一把摁住李凌峰的肩膀, 这会该没有人就得了你了吧, 李凌峰没在意地继续喝着手中奶茶, 好事跑不掉了, 打又打不过, 且看吧, 怎么样, 十万块, 这事情就算了, 黄发男撩了撩自己额头黄发道, 就在这时, 一杯饮料砸在了黄发男身上, 乍毛的黄发男抬头一看, 不知什么时候, 风鱼修竟然站在了几人的面前, 又是你小子, 刚才没被修理够是吗? 黄发男愤怒中带着些惊讶, 随即凶狠的语气被身后小弟道, 给我往死里打, 话一出口, 黄发男的小, 弟立马围了上去, 支行门口的那一顿胖揍, 几人都知道, 这风鱼修就是废物, 捏死你, 不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几人挥舞拳头群起而上, 正当准备享受这一场暴力的盛宴, 岂料这次, 他们竟然连风鱼修的毛都没碰到, 那副带着争鸣笑容的面孔再次出现, 不经甚人, 肩与跨河, 肘与西河, 手与足合, 伴随着风鱼修口中的不断念叨, 几个人如沙袋一般, 被风鱼修拳拳倒肉, 咔咔声响起又是阵阵骨折的声音, 不过这次却是几人的手肘, 手臂, 不小两下的功夫, 黄发男几个小弟便倒在了地上, 哀嚎不止, 这属实把黄发男给看傻了, 不仅是黄发男, 连李凌峰也傻了, 不, 不是, 真的高手啊, 李凌峰脸上挂着串串问号, 搞定完小弟, 风鱼修盯着黄发男, 那眼神仿佛能把对方给吃了一样, 就像侍郎看着羊, 吓得发抖的黄发男赶紧掏出匕首, 你别过来啊, 风鱼修无事上前, 一道激进无影的半计寸拳打在黄发男的肋骨上, 听声音应该断得不止三根, 这时, 警笛声再次响起, 这次出警是来这里的了, 老板娘抱的警, 毫无疑问, 李凌峰和风鱼修被带到了警局调查问话, 好在有众多的目击证人为李凌峰作证, 事情最终被定为属于正当防卫, 况且黄发男一行累有前科, 这下更证实了事情的真相, 于是做完笔录, 李凌峰和风鱼修便可以走人了, 至于黄发男及其小弟则被送去了医院治疗, 好在风鱼修没下死手, 都只是些骨折和肋骨断裂而已, 出了警局门口, 李凌峰转头看了眼风鱼修, 行啊, 你, 不过有这身本事, 你为啥不去干点别的, 也不至于到今天这地步, 人的一生追求各有不同, 你又怎能知我, 留下一句后, 风鱼修转身准备离去, 李凌峰不由地喊了句, 你去哪啊, 我该怎样联系你, 我会在你需要我的时候出现, 从此以后, 我就是你的影子, 这时, 门口等候李凌峰的老板娘走了过来, 那人谁啊, 那么奇怪的, 李凌峰笑了笑, 绝世高手, 老板娘白了眼李凌峰, 我够知道他是绝世高手了, 刚刚一人打好几人, 我又不眼瞎, 那你还问他是谁, 他你家亲戚啊, 不是, 三十万交的一个朋友, 啊, 老板娘面露惊讶, 那我们也三十万交个朋友呗, 李凌峰转头, 你能打吗, 我功夫也还行, 不过得看是什么场合, 老板娘相当自信地肯定道, 手下败将, 李凌峰来了句, 第158章, 休息够了, 下班回到家, 打开房门的韩雪莹喊道, 你今天怎么没过来接我呀, 换好室内拖鞋, 韩雪莹来到客厅, 看到裹着纱布的李凌峰, 遭人打劫了, 韩雪莹赶紧心疼地上前查看李凌峰的伤势, 没事, 碰到几个地痞混混, 跟他们打了一架, 李凌峰笑道, 韩雪莹看了眼李凌峰, 他知道像李凌峰这般充分趋利避害的机灵为人, 怎会无端端去招惹那些地痞混混, 一定是有什么缘由, 林小明, 韩雪莹心中闪过自己闺蜜的名字, 就说他怎么会轻易地承认陷害自己的事情, 想到这的韩雪莹愤怒起身, 我去找林小明, 她欺人太甚了, 韩雪莹咬牙就想生死了自己这个闺蜜, 果然, 女生发起狠来也还是相当可怕的, 她陷害我就算了, 搞我男人就不行, 目瞪的李凌峰, 姐, 咱冷静点, 你这样, 我害怕, 被李凌峰拉住的韩雪莹转身眼眶一红, 上前抱住李凌峰抽噎起来,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害你弄成这样, 李凌峰伸手搂着韩雪莹那细柳腰, 说的什么话, 这又不是你的错, 自责什么, 韩雪莹松开手, 满眼泪痕地看向李凌峰, 早知道会这样, 我就不告诉你, 直接辞职好了, 傻呀, 为什么要憋着口气, 李凌峰道, 不过, 我还是低估了你闺蜜, 想不到她竟然勾搭上了地痞混混, 怕是以后她想脱身都难了, 这会不会跟她经常去泡巴有关系, 韩雪莹问, 谁知道呢, 李凌峰松开搂着韩雪莹细柳腰的手, 拿出手机, 我给你看些东西, 没错, 就是那十几季的小视频, 接过手机看了后的韩雪莹整个人都抹了, 从没想到自己闺蜜有天会变成这个样, 更劲爆的还在后面, 你接着看一下那档案资料, 李凌峰提醒道, 韩雪莹点开资料文件, 脸色越发的凝重, 想不到林晓宁竟然还出卖公司利益, 海涛, 你哪来的这些信息, 这你就不用管了, 李凌峰微微笑了下, 她现在应该从你们公司离职了吧, 韩雪莹将手机还回给李凌峰, 老板也还大气, 这次的损失也没让林晓宁赔了, 只是没想到, 她竟然还出卖公司的利益, 这要是让老板知道不得费给气炸, 那就不会那么轻易放过她了, 这便是我跟她交换的筹码, 李凌峰道, 让她亲口承认陷害你的事, 我就不报关这些, 果然, 背后都是眼前李凌峰在护着自己, 韩雪莹默默地看了眼李凌峰, 再次抱住了她, 你手机揣兜里了吗? 没啊, 我拿在手上, 那是什么东西顶到我了? 出于康复的需要, 李凌峰在家休养了两天, 韩雪莹跟着在家无微不至地召看着她, 这天, 贤惠的韩雪莹做了满满一桌菜, 看着吃得津津有味的李凌峰, 幸福写在脸上的韩雪莹忍不住问道, 哎, 问你哦, 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 不许不回答, 还在嚼着饭菜的李凌峰看了眼韩雪莹, 这男人啊, 无非徒女人两样东西, 要么, 徒你温柔贤惠, 要么徒你身子缠人, 李凌峰给解释道, 恰巧, 这两样你都有, 另一边, 苏浩住处, 在屋里来回夺步的苏浩, 再次问了下管家阿姨, 那李凌峰这两天真的没在上门吗? 阿姨无奈地看了眼苏浩, 是的苏总, 你这都问了第三遍了, 苏浩没一皱, 行了行了, 你去热一下饭菜吧, 来回走得心烦的苏浩, 来到师爷椅上坐下, 心里不禁盘算道, 嗯, 一定是这样的, 苏浩反复嘀咕道, 要不要给那李凌峰打的电话挽回一下, 只是这么做的话, 那自己这摆的姿态不就全没了, 塑造的形象还要不要了, 拿不定主意的苏浩又站了起来, 接着来回夺步, 苏总, 饭菜给重新热好了, 你要不要吃饭先, 这时管家阿姨进来道, 眼看苏浩没有任何的回话, 阿姨不干了, 苏总, 这都热第三回了, 再热下去菜都馊了, 哎呀, 要吃你先吃, 别管我, 苏浩不耐烦道, 对了, 那李凌峰有给你留下什么联系方式吗? 阿姨努力地回想了一下, 哦, 好像有给我写过一张的纸条, 去去, 赶紧拿来给我, 阿姨翻箱倒柜, 找到了那张写有联系方式的纸条, 将其拿给了苏浩, 苏浩支开了阿姨, 这要是让她知道自己联系李凌峰, 那得多没面子, 当初躲在屋里, 不见李凌峰装大牌的, 可是她呃, 看着联系方式思虑了再三, 苏浩深呼吸了一口, 最终下定决心拨通李凌峰电话, 公更龙母的日子实在太难熬了, 关键自己要是再不付出, 那连管家阿姨的用钱都开不出了, 不要说, 还有国外的妻子和儿子在嗷嗷待哺, 变化通了后, 苏浩低姿态地先打了声招呼, 喂, 是李凌峰李总吗? 我是苏浩, 接到苏浩电话的李凌峰心里也是一通惊讶, 还想着这两天刚好了些, 准备再去拜访她的, 两人一番寒暄, 择日不如壮日, 为表诚意, 李凌峰当下就表示要再去拜访苏浩, 很多事情得当面才能说得清楚, 挂了电话, 李凌峰起身准备去换一身外出的衣服, 韩雪莹好奇问道, 你这是要出去啊? 是啊, 临时有事出去一趟, 韩雪莹也跟着起身开始收拾碗筷, 你等我会, 那我也回去趟公司吧, 一个人在家待着无聊, 李凌峰回头都请假了, 干嘛不在家好好休息, 休息够了, 这两天照看你, 就没离开过床。 第159章, 爷们该去的地方, 宋韩雪莹到公司楼下, 李凌峰便接着来到苏浩住处, 嗯, 想门铃, 还是原来那位阿姨给李凌峰开了大门, 进来铁栅门后便是门前庭院, 苏浩的住房属于独栋那种, 应该是以前的老村民自建房了, 看楼龄也有些年纪, 装修风格还是上世纪风格, 但格局陈设什么的布置得相当好, 加之浮以花草倒也另一番雅兴, 可别小瞧这么一栋房, 征收起来那可是一笔巨额财富, 况且在这人人住鸟龙商品房的年代, 在一线城市拥有一栋独立住宅, 那是不敢想的事情, 屋内, 苏浩早已泡好茶水等候李凌峰的到来, 招呼着李凌峰入座, 李凌峰仔细打亮了一番眼前的苏浩, 四十出头的中年男子, 一身衣着朴素, 不过却更体现了他的那份文雅, 反正看起来就是那种满腹经纶的样子, 这种人通常都有一种弊病, 那就是潜藏在骨子里的文人傲娇, 很难与人相处, 估计这也是为什么苏浩是酒店管理人才, 却一直被闲置空放, 没有人愿意用他的原因, 两人沉默敏了口茶水, 李凌峰也不墨紧, 直接直奔主题, 在听完李凌峰的来意后, 这次的苏浩没有选择继续在保持自己的清高, 因为他真的需要这次付出的机会, 于是便利索地拿出之前与陈叔一起谋划好的方案, 给李凌峰讲解介绍起来, 虽然没有投影, 没有PPT, 但是苏浩口若悬河, 用他那精炼的语言, 将整个方案给完整地提炼出来, 哪怕是小白如李凌峰, 也听得无比清晰, 尤其是重点的投入产出分析, 其实, 这些李凌峰并不关心, 李凌峰只认准一点, 苏浩是陈叔推荐的, 而他相信陈叔, 能进入陈叔法眼的人, 必有其过人之处, 不然陈叔那亿万家才是怎么来的, 李凌峰一把摁下方案书, 直接让苏浩开条件, 这把苏浩也给整整圈了一下, 不是, 我这关于S市酒店业的龙中队, 都还没介绍呢, 不禁眉一咒, 要不, 我再给你介绍介绍, 当前我们S市的酒店业格局, 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李凌峰挥挥手, 不, 不用了, 憋得难受的苏浩, 要, 要的, 李凌峰最终没能让苏浩说出他心中的那龙中队, 开出了两个条件, 一是固定薪酬制, 汉烙保收, 二是基础薪酬家, 超额奖励机制, 也就是签署一个约定利润, 只要酒店经营超过这个利润数, 对于超出的部分分成, 对苏浩进行奖励, 苏浩没有半分思索, 便选择了第二个条件, 足以可见, 他对未来酒店经营有足够信心, 也算是一种对李凌峰的表态, 按苏浩的规划, 整个酒店投资盘需要三千万左右的资金, 李凌峰的西河投资有限公司, 目前拥有两千一百万, 也就是说, 李凌峰还需解决一千万的资金缺口, 这是个问题, 也不是个问题, 因为陈叔之前说了, 他那边可以提供一定的资金入场支持, 只是, 这样跟陈亚新那边的捆绑联系, 就更深了, 须知很多事情, 如果发展到了一定地步, 就由不得自己选择, 这是李凌峰最不愿看到的, 所以这一步, 得慎重, 酒店的名字李凌峰都给想好了, 就叫做军陵酒店, 毫无疑惑, 就是军陵天下之意, 韩雪莹他爸给算过, 自己可是有帝王之相啊, 这慢慢征途伟业不就开始了, 呆, 李凌峰走后, 苏浩欣喜之情溢于脸上, 阿姨隔远看见就知道, 今晚要加菜了, 果然, 苏浩朝阿姨喊道, 今晚多整两菜, 我要喝上几口, 阿姨眉头紧皱, 已经在规划, 怎么收拾今晚将吐的满屋都是的残局, 还有一点就是, 能不能喝完别到处酿, 从苏浩拿出来的李凌峰, 没有急着回住处, 而是先回了一趟之行, 处理些日常事务, 虽说自己在休养, 但总不能单个人客户经理的业务开展, 他们可得靠业务吃饭, 该签字走流程的, 签字走流程, 在办公室, 李凌峰奋笔记书, 写下一个又一个自己的大名, 看着那龙飞奋舞的签字, 李凌峰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时小吴拿着一杯饮料, 敲门走了进来, 笑道, 李凌峰您好多了, 李凌峰点点头, 年轻人恢复得快, 差不多了, 李凌峰这身体素质就是杠杠的, 对了李凌峰, 我给你买了杯奶茶, 不知您喜不喜欢喝, 李凌峰脸色瞬间亮了起来, 有货, 这小吴今天是可以啊, 多少进步了, 于是接过奶茶的李凌峰一看, 还是上当次的品牌, 这一杯怕是不便宜吧, 一道, 啥事情都做不好, 李凌峰吸了口小吴买的奶茶, 也不是, 你有个优点就挺不错的, 小吴眼睛瞬间一亮, 原来在李型的眼里, 自己也还是有优点啊, 不禁充满期待地问道, 啥优点啊, 缺心眼, 高兴中带着郁闷, 小吴百感万分地离开了李凌峰办公室, 陷入了茫茫沉思中, 说起请喝奶茶, 李凌峰突然想起了月泽, 那天在车库, 好歹是人家帮自己解了围, 发问道, 你好, 哪位, 李凌峰, 那天在你家假日广场车库, 被人袭击的那位, 对方一笑, 哦, 是你啊, 放心我已经让安全部的人去家装监控设备了, 下次保证没问题, 对了, 你那伤好点了没, 死不了, 有的空没, 出来请你喝杯奶茶, 算是对那天的感谢, 喝茶奶, 那玩意不是女生的专属, 你一个大佬爷们的整那玩意干啥, 李凌峰, 你过来, 我带你去爷们该去的地方, 挂完电话的月泽给李凌峰发来了一个地址, 零度空间, 李凌峰嘀咕了一句, 这名字怎么感觉那么耳熟, 赶紧搜了一下有关他的信息, 尼玛, 一个月内被警察扫黄13次, 第160章, 无用的知识, 如果我说, 我只是去零度空间借个洗手间, 你信不信, 警察同志, 派书所里, 李凌峰队正在做笔录的警察同志解释道, 警察同志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什么时候, 你给我穿一身连衣裙看看, 我就相信, 你见哪个男的上洗手间会托自己上衣的, 此刻上身赤膊的李凌峰一时无言已变, 无奈中转头竟看见了老熟人, 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斑, 忙举手到招呼道, 安警官, 这这, 还认得我吗? 正好路过的安警官朝李凌峰看了眼, 也是好奇地走了过来, 肖问道, 你这进警局的频率好像有点高啊, 这次又是什么事情啊? 这次纯误会跟朋友谈点业务, 刚巧碰上你们扫黄打飞行动了, 误会, 我看不像吧, 谈业务会谈到连上衣都不见了吗? 安警官上下打量了一番李凌峰, 这不裤子还在吗? 李凌峰硬气道, 这是你得为我主持正义啊, 安警官, 就在这时, 负责这次行动的警官请来说了句, 都放了吧, 没什么问题, 瞬间感觉获得重生的李凌峰高兴道, 就说吧, 纯属误会, 安警官, 见事情已解决, 安警官笑了笑, 拍了拍李凌峰的肩膀后, 便转身离开盲去了, 这时, 同事衣冠不准的月泽走了进来, 看见李凌峰便忍不住笑道, 起身走了, 兄弟, 没事了, 走出派出所大门, 赤驳着上身的李凌峰, 转头看向月泽, 你呀怕不是故意的吧, 明知那零度空间是扫黄的重灾区, 你还给那么多小姐, 月泽挑了挑眉, 都说每次最能考验一个人品行, 我这不想着试一下你吗? 顿了下, 没想到你跟我一样下流, 李凌峰? 赶紧的, 那上衣给我还回来, 月泽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着的不合马的上衣, 忙脱下来给李凌峰套上,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你这人可骄, 月泽道, 现在彼此也算是共不患难的了, 以后我们就是兄弟, 李凌峰整理了一下自己衣服, 你一个二代, 我可不敢给你称兄道弟, 瞧你说的哪里话, 二代就多了一只眼睛, 还是多了一个耳朵啊, 不都是两只眼睛两个耳朵的人, 李凌峰, 你还真会数数, 月泽往前一步, 舒展了下自己筋骨, 我们无非命好, 生了个好家庭, 比起一般人, 生活物质充裕了些, 花得起钞票, 开得起豪车, 住得起别墅, 交得起女朋友, 就仅此而已, 李凌峰? 可是, 有时也不见得比别人快乐, 李凌峰看了眼月泽背影, 竟然有一丝丝孤独的感觉, 一辆黑色的商务车, 停靠在了门前路口, 下来一群西装革履的人, 不用多想, 就知道是来接月泽的, 月泽转身, 要不要去, 我家坐坐, 李凌峰摆了摆手, 算了, 我怕再被拉进警局, 月泽没一皱, 也行, 那我们下次再约吧, 估计等会回去, 家里也不太便, 目送月泽离去, 李凌峰这才想起车, 还停在零度空间呢, 早知道就让他那商务车, 顺道在一城了, 无奈的李凌峰, 只好来到路边, 挥手拦了两滴室, 某个街道角落, 同时伤情好了些, 出院后的黄发男, 带着几个小弟找到了, 林小宁, 被围住的林小宁, 如同一只受惊的老鼠, 颤颤兢兢的拿出一打钱, 辉哥, 我真的就只有这些了, 那位叫辉哥的黄发男, 一把拿过林小宁手中的钱, 点了一下, 就这么些, 都还不够兄弟几个医药费的, 林小宁不敢说话,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生怕惹毛了眼前的黄发男, 他知道, 惹毛了, 他里里外外都没得好过, 这样, 我朋友一间酒吧刚好开业, 要不你去那坐台吧, 你不没工作了吗? 黄发男上下打量了一下林小宁, 辉哥, 不要, 钱我一定会补几点你, 林小宁立马地求饶道, 三天,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你要是还没筹齐这十万块钱, 就别怪我不讲情面, 说完, 黄发男便带着几个小弟离开了, 圣林小宁一人在那发呆, 自已上哪去筹齐十块钱啊? 林小宁想过就此一走了之, 可是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S室, 他内心属实不甘, 想当初来到S室, 幻想可不是这样的, 一番徘徊过后, 林小宁想到了萧红飞, 于是拨通了电话, 这边坐第一室来到零度空间的李林峰下了车, 转头看了眼那零度空间, 刚还热闹非凡的嗨吧, 现在是一片凋零, 停业整顿, 不过也没关系, 三天后又是一条的好汉, 取了车, 李林峰开车驶出停车场, 刚出路口时被一辆黑色黑色汉兰达使劲狂按喇叭, 你找死啊, 车窗探出一个脑袋凶狠叫嚣道, 李林峰定眼一看, 那不是黄发男吗? 于是将自己车窗放了下来, 四目相对, 死一般的寂静, 黄发男收回脑袋, 打转向绕了一个圈走了, 是的, 他走了, 车内的几个小弟出其保持了一致的沉默, 李林峰缓缓驶出路口, 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从街角走了出来, 顿时眉头一皱, 那不是林小宁吗? 于是家点油门开了过去, 来到林小宁的跟前, 去哪, 要不要在泥城? 林小宁抬头看了眼, 想不到竟然是李林峰, 没好气的转身就自己走开, 李林峰开车跟了上来, 那黄发男你认识吧, 林小宁不由心头一紧, 这是准备跟自己算账吗? 劝你一句, 远离点那些人, 陷进去了以后再想出来就难了, 留下一句后, 李林峰便开车头也不回地离开, 林小宁停下了脚步, 两眼眶通红, 想起自己走来的这一路, 蹲下埋头哭了起来, 我就想往上爬而已, 为什么? 为什么? 林小宁内心, 嘶声竭力道, 来到百祥有限公司, 接到韩雪莹, 一上车的韩雪莹, 就心情甚是舒畅地对李林峰笑道, 我今天又学到了一点无用的知识, 什么? 就是如何辨别渣男? 李林峰嘴角不屑地一笑, 怎么辨别? 来, 伸出你的手指, 伸出食指和中指的李林峰看了看, 加藤因吗? 不是, 将手指凑进你的鼻尖, 李林峰照着做, 然后呢? 察觉到呼吸了吗? 嗯, 李林峰微微点头, 有在呼吸, 那就是渣男, 李林峰? 那没有呼吸呢? 那就是死渣男。 第161章, 怎么不问问自己内心? 李林峰摇了摇头, 渣男就一定是错的吗? 难道你们女生就没责任? 其实, 很多时候, 男人一开始只想知道你叫什么, 你给了机会, 她才开始想知道你怎么叫。 韩雪莹听后, 稍稍点点头,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的道理。 今晚想吃什么呀? 李林峰问, 要不要去下馆子? 别了吧。 韩雪莹想了下, 楼下买点菜回去煮吧, 自己煮得比较放心吃。 也行。 开车回到玉井花园, 李林峰和韩雪莹先来到楼下的一家超市买了些菜, 出来时, 看见小区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 怎么了? 李林峰好奇地问了一句, 韩雪莹也跟着看了过去, 不知道, 可能有哪家人不舒服吧? 直到两人来到自己所住的楼层, 才看见一张急救床被推了出来。 此刻的葛大爷正躺在上面, 口上带着氧气罩。 还没等李林峰反应过来, 葛大爷已被医护人员推着进了电梯, 询问了一圈周围的邻居, 才知道葛大爷突发性脑溢血。 得知这信息的李林峰有点惊愣, 平时见葛大爷身体还蛮硬朗的, 没想到意外总是那么始料不及。 不过上了年纪, 始终逃不过这一轮回。 回到住处, 韩雪莹拎着买来的菜进了厨房做饭去, 倒是李林峰有些坐立不安。 自小就寄托在葛大爷家照看的李林峰, 对于葛大爷的感情还是蛮深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一定程度上替换了爷爷的角色。 打定主意的李林峰起身拿来车钥匙, 对厨房里的韩雪莹说道, 我出去一趟。 穿着围裙的韩雪莹急忙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你要去医院是吗? 李林峰点了点头, 韩雪莹一把脱下自己身上的围裙, 我跟你一起去吧。 两人来到楼下买了些水果, 开车便直奔医院。 来到医院, 李林峰愣是没找一个停车位, 无奈指的将车停在一个角落。 什么时候这医院空无一车, 那真便是人间幸事。 一路打听来到葛大爷所在的急救室, 门外站满了葛大爷的亲属儿女们。 对于李林峰的到来, 葛大爷儿女们并不感到惊讶, 从小看着李林峰长大的他们, 反而相互安慰起来。 由于工作原因, 葛小妹最后一个感到, 只见她平静如清水, 没有一丝的涟漪。 或许对于她来讲, 生命早已超脱世俗的存在。 急救的结果并不理想, 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而且不急葛大爷年事已高, 不建议手术治疗。 也就是说, 能陪伴就尽量多陪伴吧。 病情稍稍稳稳定后的葛大爷被推出了急救室, 病房里众人围成了一圈, 都看着静静躺在病床上带着氧气管的葛大爷。 葛大爷的女儿们开始抽气起来, 两儿子开始谋划着老父亲的后事。 短短的几个小时里, 李林峰见证了一个生命走向终结。 来到病房外, 点了一根烟, 就这样静静地抽着。 儿时的记忆一点点泛上心头, 烟雾漫过那双尸神的眼睛。 旁边的韩雪莹心疼地上前抱住了李林峰。 再也忍不住的李林峰鼻子一酸, 将头转了过去。 就是在这一刻, 韩雪莹才看到了如此脆弱的李林峰。 这些年来, 真的是你吗? 韩雪莹将头微微靠在李林峰的肩膀, 用心感受着那最真实的她。 过了一会, 父亲李云海也赶了。 过来, 匆匆见了躺在病床上的葛大爷一面后。 初来来到李林峰的跟前, 韩雪莹见状时去地离开, 给两父子一个空间。 李云海抽出一根烟递给了李林峰, 李林峰愣了一下后接了过来。 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学会抽烟了? 李林峰问道, 最近抽着抽着就会了。 李云海给自己点上了后, 将打火机递给李林峰。 李林峰接过也给自己的烟点上, 常常吐了口烟雾, 算是对刚才情绪的释放。 你来这, 小杰谁照看啊? 我让邻居帮忙看一会, 等会就回去。 看着李云海那利索的抽烟动作, 似乎真的会了。 那么惨, 又重倒了我小时候被寄托照看的命运。 李云海一笑, 那么多年过去了, 还放不下。 李林峰没有回话, 继续抽着手里的那烟。 李云海抬头看了眼李林峰, 放心,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 唯独不差时间会多陪小杰的。 那他比我幸远。 两人默默地抽完了一根烟, 李云海熄灭掉烟头。 行了, 我该回去了。 举起手想拍李林峰肩膀的李云海, 最终又放了下来, 带着那无处安放的手转身进了病房告别。 守护到了深夜两点多, 亲属早已陆陆续续地离去, 只留下了葛代的儿女们。 在李林峰的一再劝说下, 韩雪莹也拗不过回了家, 明天她还要赶着去上班。 似乎注意到了病房外的李林峰, 葛小姐走了出来, 还没回去啊。 李林峰, 回去也没事, 就在这多待一会呗。 你说, 明明知道这一切都是自然的规律, 可是为什么心里总还是释怀不了的压抑? 李林峰抬头, 看向栏杆外的那夜空, 这, 你怎么不问问自己内心呢? 葛小妹一愣, 那清水般的表情似乎有了一些的触动, 不知何时, 金银的泪水悄然划过脸庞。 醒了, 爸他醒了, 里面传来葛大爷二儿子的惊喜声, 刚还在打顿的儿女们纷纷围了上去, 听到声音的李林峰和葛小姐也走了进去。 醒过来的葛大爷看了眼自己儿女, 自知时日无多的他简单交代了一下, 而后让葛小姐来到自己身旁, 望着自己这个喜爱的孙女,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最终, 葛大爷的目光落在了李林峰身上, 看着这个不是亲孙, 圣似亲孙的人嘴角微颤颤一笑, 挥手示意李林峰过来, 缓缓抓住李林峰的手, 我呀, 曾经多想你能跟小梅在一起, 不过看来应该是没机会了, 你不等等看, 怎么会知道没机会? 李林峰笑着回答道, 这让大家苦丧的脸上瞬间有了一丝笑容, 骗不了我这老头的, 看得出来, 你对那叫韩雪莹的女孩是刻在骨子里的喜欢。 李林峰笑着不回话, 葛大爷看向天花鼎, 我们来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得不来, 最终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不得不走, 人这一辈子酸甜苦辣, 悲欢离合都得好好过, 转头看着李林峰能把国情的世界活出深情, 那才是本事。 第162章, 我是不是很失败? 说完, 又接着看了一眼围着的众人, 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儿女们赶紧喊来了医生护士, 医生, 我爸刚还好好的, 怎么? 医院拿着小电筒照了一下葛大爷的瞳孔, 摇了摇头, 当那是病人的回光返照, 你们节哀, 葛大爷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也许对于他来说, 这一辈子值得来走这么一回, 从医院归来已是深夜三点多, 毫无睡意的李林峰从冰箱里取来一瓶酒, 来到阳台席地而坐, 这一坐便是一个夜晚, 清晨, 当起来的韩雪莹看见阳台坐着的李林峰并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轻轻地从后面给予了一个拥抱, 李林峰能清晰地感受到那来自韩雪莹的温度, 那便是人间的温暖, 洗漱后的韩雪莹给李林峰熬了一锅粥, 换上上班的工作服, 粥我诚好放桌上了, 记得吃, 韩雪莹离开后, 李林峰双手搓了一把脸, 起身碰到那空空的酒瓶倒下框框滑走, 李林峰来到洗漱台看了眼镜中的自己, 从柜里拿出剃须刀好好收拾了一番, 换上黑色服饰, 他要去送葛大爷最后一程, 参加完葬礼归来, 疲倦的李林峰到家后是倒头就睡, 迷迷糊糊中梦到很多东西, 似在眼前又好像很是遥远, 天色渐暗, 下班归家的韩雪莹打开了客厅的灯, 桌上的那碗粥完好无损, 跟早上离开那会时一样, 房门是关着的, 放下包包的韩雪莹轻声来到房间内, 果然, 看到李林峰正躺在床上熟睡着, 不禁走上前细细地看了眼, 他一定很累了吧, 韩雪莹心里心疼到, 似乎是感觉到了有人靠近, 李林峰睁开迷糊的双眼, 你回来了, 韩雪莹露出温婉的笑容, 点头, 是啊, 看着这副美道心坎的颜容, 李林峰一把将韩雪莹拉了过来, 珍惜眼前人何尝不是人生意义之事, 云语过后, 韩雪莹靠在李林峰的肩膀上, 你这是一天都没吃饭啊, 嗯, 你怎么知道, 桌上那碗粥还好好的, 韩雪莹回了句, 我去给你做饭吧, 你想吃什么, 李林峰思虑了一下, 酿豆腐吧, 你的拿手好菜, 行, 那你等我去超市, 买回来, 韩雪莹下去买菜后, 李林峰来到浴室, 好好地给自己洗了个痛快澡, 浴室出来, 整个人浑身神清气爽, 仿佛重生了一般, 这回, 韩雪莹已经买完菜, 回来在厨房忙碌了, 李林峰跟着走进了厨房, 从后面轻轻抱住了韩雪莹, 沐浴露的香味瞬间飘散到韩雪莹鼻尖, 你这是洗了多少的沐浴露啊, 这么香, 韩雪莹微笑着问道, 切, 我用得着那玩意, 天然体香, 韩雪莹被逗得一乐, 好了, 好了, 别闹了, 正煮菜呢, 等会要糊锅了, 李林峰松开韩雪莹,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你出去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忙, 等会做好饭了, 我会叫你吃饭的, 好吧, 为了不给韩雪莹添堵, 李林峰离开厨房, 来到客厅沙发坐下, 打开电视机, 不觉没一皱, 现在看的电视不是广告, 也还要看广告, 干脆再来个SVIP, 就想问下, 这些运营商的结, 操在哪里, 底线在哪里, 秉着月是这样, 月一毛不拔的李林峰, 索性把电视给直接关了, 这样, 你总不能再收费了吧, 真害怕有一天, 连着呼吸的空气都要收费, 无聊刷了下短视频, 接到范中举的来电, 约出去吃饭, 李林峰看了眼厨房正在做饭韩雪莹, 不想辜负了他的一番辛劳, 但是范中举这回约吃饭, 肯定是有什么事情想聊, 最后李林峰还是硬了下来, 不过他打算吃两顿, 挂了电话后, 韩雪莹端着做好的菜饭从厨房出来, 好奇问道, 刚是谁跟你打电话吗? 李林峰起身走向餐厅, 中举, 说今晚出去吃饭, 韩雪莹捧着酿豆腐待在了原地, 这个怎么办? 接过韩雪莹手里的酿豆腐, 李林峰一笑, 没事, 我吃完再出去, 你吃得下两顿吗? 李林峰放好菜, 转身一把抱起韩雪莹坐下, 饭我就不吃了, 你这菜我肯定要尝的, 你要喝汤, 还是先吃饭, 我撑点你。 李林峰问, 韩雪莹幸福地看了眼李林峰, 我想先喝汤。 好嘞, 与韩雪莹一起先吃了点东西后, 李林峰这才出发前往与范中举的约定地点, 那是位于闹市中心的一处烧烤摊集中地, 正值夜晚高峰期, 车辆在拥挤的街道有点难以动弹, 李林峰索性将车停在了一家店铺门前, 跟里面的老板打了声招呼, 并给了他一定的停车费。 这样, 老板也乐意没脾气。 下车步行过去, 李娜也不是很远, 行之半路李林峰隔远就看见围着一群厚厚的人群, 于是好奇走了过去一看究竟, 原来是一位身穿关云长服饰打扮的商贩, 再跟一位不经云打扮的商贩扭打在了一起, 可能是因为各自摆摊的摊档位置之争。 熟读历史的李林峰知道东汉末年很乱, 但没想到是这么乱, 赶到与范中举会合, 早已叫好烧烤和扎皮的范中举笑问道, 怎么那么晚? 没, 当才看见了一场三国风云露, 范中举一串问号挂在脸上, 啥? 李林峰拿起一根烧烤串就吃了起来, 今天怎么好好的想起, 请我吃烧烤了? 范中举给李林峰倒了杯扎皮, 就是想着跟你再举最后一次。 李林峰停了下来, 啥意思? 我准备回老家了。 顿了下, 范中举挤出一丝的笑容, 我爸, 他放弃治疗了, 我想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以后就在老家复习考工, 当一名小镇做提家。 李林峰沉默没有回话, 拿起酒杯与范中举碰了一个, 范中举一口干完了那一大杯扎皮, 你说, 我都眼看三十而立了, 仍一事无成, 家也没力, 连我爸最期望我考工的事, 也没能实现, 这可能是他最遗憾的事情吧, 或许他要带着这份遗憾离开了。 哎, 你说, 我是不是很失败啊? 李林峰拿出一根烟给自己点上, 他不敢去看范中举那卑微到骨子里的眼神, 尝吐了一口烟雾, 生活都是我们给自己伤的枷锁。 很喜欢的一句话, 所谓百年功名, 千秋霸业, 万古流芳, 与一件事情相比, 其实算不了什么。 这件事情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第163章, 那你说是什么? 哎, 别说这些扫心的话了, 哎, 走一个, 把酒倒满的范中举举杯到。 痛快地饮了一口, 范中举掏出一张名片, 放在李林峰的跟前。 我搬家公司顶给这兄弟了, 以后你要是再碰到什么麻烦事, 就找他, 绝对靠谱性的过。 咱出门在外, 可别尽给别人欺负了。 李林峰拿起名片看了下, 心里知道范中举指的是之前那次马人的事情, 没想到都要离开这座城市了, 还替自己想着。 行, 那我收下了。 李林峰笑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下次你我再见面, 希望能听到你的好消息。 一定。 第二天清晨, 李林峰有些虚弱地睁开眼睛。 昨晚跟范中举喝的扎皮严重怀疑不卫生, 搞得李林峰拉了一碗肚子。 韩雪莹端进来一碗清粥, 你醒了, 先喝点粥水吧。 李林峰坐起, 你今天怎么没去上班啊? 今天周末, 你是不是睡糊涂了? 韩雪莹在床边坐了下来, 将粥水送到李林峰的嘴边。 烫不烫呢? 不烫, 我都帮你吹过了。 是吗? 我不信。 李林峰坏笑了下, 我要你嘴对嘴地喂我。 韩雪莹脸一红, 准备着赵李林峰的意思来。 李林峰见此一把端过粥水, 跟你开玩笑的, 我才不识你口水呢。 切, 你吃的还少吗? 韩雪莹回怼道, 哎, 今天周末, 要不我们出去走走吧。 李林峰奋力地缩了一口粥水, 你都续成这样了, 还想着出去浪啊。 李林峰没稍稍一皱, 怎么? 你在怀疑我作为男人的强悍吗? 要不试试, 眼看李林峰就要起身脱裤子, 韩雪莹忙一把地拦下。 我信, 我信, 不过我们去哪啊? 去素溪吧。 李林峰想了一下, 顺便把我那小干带上, 来个溪流掉。 韩雪莹白了眼, 你是去想钓鱼是真, 那你还叫不叫你兄弟林旭东和月姐啊? 韩雪莹话才刚落音, 林旭东那狗子便打来了电话, 李林峰拿起接通道, 什么事, 要请我去吃饭吗? 不请客, 你给我打个毛线电话啊。 这不听老方说, 你被人打伤了, 来问一下你什么情况。 刁, 都有几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才想起来关心我, 有点诚意没。 李林峰道, 我也是这几天见你没来公司, 才上去问老方的。 你也是说了事情, 都不说一声, 说了好像你就能给我打回去一样。 林旭东, 那倒不能, 但起码我能买个水果, 过去探望一下你啊。 那我还真感谢你, 不说这些了, 今天想去素溪, 有没兴趣带月姐一起来。 素溪? 那是干嘛? 林旭东疑问道, 罗勇? 哦, 我暂时还没这个兴趣爱好。 那赵月呢? 你问下他有没这个兴趣爱好? 李林峰, 你过分了啊? TM叫你去素留钓个鱼, 这就过分了。 钓, 钓鱼啊, 你又不说清楚。 林旭东瞬间释然, 还以为你真要找我俩去罗勇。 钓鱼没得空啊, 公司空一天都得付租金, 还是加班搞业务吧。 怎么, 你公司业务很好啊, 还要加班? 就是业务不好, 才要加班拓展业务啊。 之前招的林师公跑了一大半了, 再这样下去, 下个月要吃土了。 挂了电话后, 李林峰转头看了眼韩雪莹, 他俩不去, 那就我们了。 韩雪莹点了点头, 那我去收拾下东西。 青鸾山深谷, 一眼望去, 尽是茂密树林, 碧绿葱翠。 作为身处北回归县的南方, 这里一直被调侃, 只有夏冬两个季节。 所以即使现在是秋季, 也没有北方的那夜黄飘落。 小夕从深谷中流出, 哗哗作响。 李林峰选了一处 较为平坦开阔的地方, 支起了天幕, 摆好桌椅, 架好炉子。 韩雪莹则是取出那些备好的瓜果, 摆放在桌上。 李林峰选了个一处 水较为深点的地方, 水清的可以看见 急需小于清油, 空若无所依。 很明显的可以分辨出来 是溪流小石斑。 于是赶紧地拆开手中窝料, 搅拌好给扔了进去。 在等待发窝的时间, 李林峰先回来泡了壶茶。 韩雪莹悠闲地坐在折叠椅上, 将脚泡在溪流里。 偶有一阵秋风吹来, 甚是清爽。 溪流泡的茶, 甘醇清香, 李林峰不由多饮了两口。 拿起杆子, 跟我一起去过过手饮吗? 韩雪莹转头一笑, 好啊, 但你要手把手地骄傲哦。 李林峰稍稍眉一皱, 那还能安心钓鱼吗? 算了, 你还是坐这里别去了。 哼, 韩雪莹不满地白了眼李林峰, 拿着杆子来到刚打窝的点, 李林峰挂好饵料, 挤杆下去皆有余祸, 鲜艳的溪流小石斑。 你真的不过来啊? 李林峰转身看了眼不远处的韩雪莹喊道, 这时还在生闷气的韩雪莹 一听到李林峰喊自己, 开心瞬间挂在了脸上。 来了, 站起身就朝李林峰走去。 来到李林峰跟前, 李林峰将手中的肝给了韩雪莹, 帮他上好饵料, 然后从后面搂着他, 手把手地教他甩肝, 这一甩一个前倾往复如此, 远远望去,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两个人是在干啥呢? 毕竟这动作是那么的熟悉, 那么的令人狭想。 在绝对的资源面前, 任何钓鱼技术都是多鱼, 你只要懂挂抛肝就行。 仅仅钓了半个钟, 李林峰便收获不少的小石斑。 放掉小的, 留下个头较大的, 等会午饭煎炸来吃, 那是嘎嘎香。 没有继续钓鱼的李林峰领着韩雪莹速流而上, 探秘着大自然的丛林野性。 忽然, 河边一处树丛里面的异想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韩雪莹害怕的一把搂住李林峰的手臂, 里面该不会藏有老虎吧? 李林峰? 姐, 野生的滑南虎基本已经灭绝了。 韩雪莹转头, 那就不可能是东北虎吗? 哦, 东北虎是吃饱了, 没事干徒步数千公里, 来这吓唬你啊。 那你说是什么? 大概率应该是野猪吧? 李林峰顿了会, 也有可能是一对野生的男女。 第164章, 是不是很不孝? 李林峰捡起个石子, 丢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谁知韩雪莹一把拦住李林峰, 走吧, 别没事惹事了。 李林峰丢掉手中的石子, 说的也是, 等会要是炸出个僵尸叔叔来, 跑都跑不掉。 回到野营地, 李林峰动手做饭, 先处理了那一盆的溪流小石斑, 炸得喷香喷香。 韩雪莹闻着香味走了过来, 手艺不错吗? 平日怎么不见你表现一下呢? 你有给我表现的机会吗? 李林峰微笑道, 韩雪莹, 那人家不是舍不得你下厨吗? 每天上班都那么辛苦了, 以前没上班那会, 不也不让我下厨吗? 谁让人家稀罕你? 韩雪莹一把搂过李林峰的手臂, 灿烂地笑道, 你去煮两碗面吧, 我把鱼煎炸好后就可以吃饭了。 好嘞, 分工合作, 很快午饭便被做好摆在折叠桌上。 韩雪莹夹起一条煎炸小鱼, 放进嘴里细细取决了一下。 嗯, 有我爸那手艺味了。 李林峰抬头一笑, 你喊得还少吗? 韩雪莹? 许久才反应过来的韩雪莹白了眼李林峰, 那能一样吗? 确实不一样, 喊我是更亲切一些。 韩雪莹顿时脸一红, 哼, 下次你别再享有了。 来, 好吃就多吃一点。 李林峰夹起小鱼, 放进韩雪莹碗里, 我才不稀罕呢。 说完佳琪小鱼放进嘴里, 满满幸福的模样。 诶, 你说, 你们男生在选择伴侣的时候, 都有哪些要求啊? 韩雪莹边吃边聊到。 李林峰想了一下, 嗯, 很多男生首选肯定是漂亮的。 韩雪莹点点头, 女的也一样,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的, 始于颜值, 终于人品。 其实这很肤浅。 李林峰接着说道, 一个真正的男人, 在历经了岁月的打磨, 生活的苦难, 时间的沉淀, 之后就会发现。 选择伴侣, 漂亮并不是唯一的标准。 韩雪莹惊讶地看向李林峰, 想不到她的三观竟然如此的归正, 不愧是自己喜欢的男人。 眼神里一出崇拜和钦佩的眼神, 嗯嗯, 温柔贤惠也是必不可少的品质。 不, 不, 李林峰摇头, 我想说的是, 除了漂亮外, 性感也很重要。 温柔贤惠可以交给保姆。 真不敢想象, 以后万一你若是有钱了, 你那思想道德品行能不能经得起考验? 这话说的, 李林峰无语笑了下, 当年穷的时候也没见我经受住考验啊。 韩雪莹抬头, 吃完饭后, 收拾好的两人悠闲地被靠在折叠椅上, 看着微风摇曳树丛, 听着溪流哗哗作响。 不觉几分困意翻上眼皮, 李林峰转头看向韩雪莹。 你说, 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这么空旷隐蔽的地方, 我们是不是该做点啥? 不然, 这都要睡不去了。 韩雪莹, 谁会那么无聊找到这来? 李林峰这话刚握音, 就见两个身影出现在不远处。 细细一瞧, 还是两妹子, 韩雪莹一笑, 这不跟你一样无聊的人找到这了? 四周就李林峰这一块较为平整, 两妹子一眼也看中了这地方。 况且, 李林峰迎地在多少也有些人气。 韩雪莹手机响起, 起身对李林峰道, 我接个电话先。 带走近一看, 李林峰发现这两妹子还不错, 身材长相偏上水平, 带着些许的文艺饭, 李林峰不远处扎营, 看手法相当娴熟, 应该也是玩露营不少。 其中一个还在拿着手机拍摄, 李林峰没稍稍一皱, 这该不会是做自媒体取素材的吧? 像这种野外露营, 追求安宁惬意的受众也不少, 尤其是上班苦逼一族的幻想追求。 况且, 配上这两妹子的颜值, 那视频点赞量还不嘎嘎涨。 不再去理会的李林峰继续靠在折叠上, 闭上眼睛微微休息一番, 眼见就可以眯一会眼了, 隔壁却放起了蓝牙音响。 不是, 露营就露营了, 现在还要搞得那么文艺时尚吗? 其中一个还跟着哼唱起来, 在你的心上, 自由地飞翔。 还TM破音, 受不住的李林峰睁开眼喊道, 美女, 能不能让我睡一会儿? 唱声戛然而止, 妹子愣了一下, 啊? 带着猛圈家一问, 妹子随后来的句, 是我过去, 还是你过来? 李林峰? 这TM什么神理解? 我是说, 你那歌声能不能小点, 影响到这边休息了。 反应过来的妹子瞬间一脸飞红, 哦, 好, 好的, 这时韩雪莹听完电话回来, 怎么了, 又嫌不出去勾当人妹子, 让人音乐调小一些。 李林峰道, 对了, 谁给你打电话啊, 该不会是又要回去加纳破班吧? 韩雪莹一脸愁容地坐了下来, 是我妈, 她跟我爸吵架了再哭, 送我回趟家吧。 什么吵架那么严重, 要现在赶回家? 李林峰忙问道, 怎么了, 两人现在正闹离婚? 啊, 饶是李林峰料到事情不乐观, 但也没想到, 竟然会到了这一地步, 看韩雪莹表情也不像是在开玩笑。 记忆中, 我爸从不敢忤逆我妈, 没想到两人的第一次吵架, 竟就直接到了离婚。 两人收拾好东西准备撤离, 李林峰将剩下还没开封的水果盘 给了隔壁两妹子。 妹子连忙感谢, 一番简单的交流后, 才知道两人是网红主播来的。 但至于红道哪一地步李林峰也不好界定, 因为瞧了一眼两人的账号, 一个粉丝两位数, 一个粉丝各位数。 看两妹子裹得那么严实, 就知道这是没掌握到自媒体的流量密码呀。 好在车子离露营地并不是很远, 很快李林峰和韩雪莹变上了车, 直接开往记事区。 你知道你爸妈两人因什么吵架吗? 开着车的李林峰好奇问了一句, 韩雪莹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只听见我妈在电话里头不停地哭, 具体也没说。 行吧, 那等会我们回去好好劝劝, 都多大岁数了, 还闹离婚。 韩雪莹听后转头看向车窗外, 有时, 我还真想两人就离婚算了, 这样, 至少我爸是幸运的。 你说, 我是不是很不孝啊? 第165章 因为, 我真的累了。 这话让李林峰无法回答,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 更何况自己这么一个外人。 也许是感觉到心累, 韩雪莹靠在座椅上小气了一会。 李林峰将车内音乐调到最小辆, 激进无声, 一路无言地直开到目的地。 来到所在小区, 李林峰将车停在地下车库, 和韩雪莹两人搭乘电梯来到所在楼层, 敲响了房门。 许久没有回应, 于是韩雪莹朝礼大声喊了句, 爸、妈。 房门最终被打开, 可出来的却是一位陌生人, 李林峰还以为是韩雪莹的什么亲戚, 可接下来带着静怡表情的韩雪莹来了句。 你是? 你找谁啊? 姑娘。 这一句让韩雪莹更加猛圈了。 不,不是, 这是我家啊。 什么你家? 姑娘你究竟找谁啊? 陌生人似乎有些不耐烦了。 韩雪莹还以为是自己搞错了, 退一步看了眼门牌号没错了, 再转头看向那楼层树也没错啊。 这回陌生人似乎想起了什么, 道, 你是不是要找上一位业主? 上, 上一位业主? 韩文远, 你是找他吗? 韩雪莹点点头, 那是我爸啊。 你爸? 前些日子他把这房子转手给我了。 怎么? 你爸没跟你讲吗? 不要说韩雪莹了, 这下连李凌峰也搞猛了。 我爸把房子给卖了。 韩雪莹吃惊的一脸, 这难怪要闹离婚了。 那你知不知道他现在搬哪里去了? 韩雪莹接着赶忙问道, 陌生人摇了摇头, 这我就不清楚了, 我只跟他签合同那天见过。 哦, 带李凌峰和韩雪莹两人转身离开, 陌生人念叨了句, 莫名其妙什么事啊? 来到楼下的韩雪莹 给自己老妈打去了电话。 在获得了确切位置后, 李凌峰开着车带韩雪莹 找到了那地方。 是一处城中村, 一栋八层的自建房, 外表陈旧历经岁月洗刷, 明显上了年纪。 五楼五零三房, 韩雪莹妈满脸愁容地坐在里面。 当李凌峰和韩雪莹两人 出现在她面前时, 终于忍不住抱住韩雪莹痛哭了起来。 经过一番的了解后, 才知道, 原来韩雪莹妈因为贪财 遭到了电信诈骗, 前前后后瞒着韩雪莹爸 被骗了近二百万, 其中不少还是借银行的钱。 为了还债, 韩雪莹爸这才把住的房子 给卖了, 租到这里。 韩雪莹听后,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家里 竟然突遭了这么大的一变故。 那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没告诉我呢? 韩雪莹不解地追问道, 你爸, 是你爸不让我告诉你的, 他不想给你添麻烦。 我爸, 我爸现在哪里? 他在小店那边, 韩雪莹带着李凌峰离开租房 来到韩雪莹爸所在的小店。 隔远就看见韩雪莹爸在整理货架, 两人走了进去, 感应提示声叫道, 欢迎光临。 听到提示声的韩雪莹爸爽朗道, 你好, 买点什么呀? 转身, 却看见自己女儿韩雪莹 和女儿男朋友李凌峰站在门口。 刚还一脸笑容的表情稍有些凝固, 但还是保持了微笑。 你俩怎么过来了呀? 坐, 坐, 收银台旁边有一个小茶桌, 这是属于韩雪莹爸自己的天地。 也是这么些年来手店度过的地方, 没适时就品茶研究周易叔叔, 给李凌峰和韩雪莹倒了两杯茶, 看两人的神情。 韩雪莹爸知道应该是去找过他妈妈了。 爸, 为什么家里发生了这么大事情都不告诉我? 是没把我当做这家里的一员吗? 面对韩雪莹的发问, 韩父端起茶杯饮了口, 这不是想着不让你担心。 我们两个老人家能解决的事情, 就不想拖累年轻人了。 韩雪莹看着自己父亲, 所以你的解决方式就是卖房子和我妈离婚吗? 韩父手颤了一下, 对于心好心好心好事情, 我并没有过多的苛责, 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卖房也仅仅是为了给他还债, 我跟你妈离婚也不是因为这事, 这些年来多少艰苦不都过来了? 难道还受不了这点挫折? 那是因为什么? 韩雪莹问道, 韩父抬头, 因为我真的累了。 这话从韩父嘴里说出, 却在韩雪莹脸上挂满了泪花。 对不起, 女儿, 这些年来都没能给到你们母女俩更好的生活, 原谅爸的无能。 韩雪莹哭得跟累人一般, 不知该怎么相劝的李凌峰只好抚摸着她的后背。 韩父转头看向李凌峰, 小伙子, 我知道你的秉性不坏, 好好对我女儿, 她, 值得你共度一生。 过了好一会, 韩雪莹才稍稍缓了过来, 看了眼自己父亲。 爸, 你真跟我妈离婚了, 那接下来怎么过呀? 韩父一脸的轻松, 笑了笑, 我想好了, 把这间店铺盘出去, 跟几个老哥们出去走一走。 至于你妈那边, 我把卖房还债后多余的钱全都给了她, 也够她日常生活。 更何况, 她还有一份退休养老金, 只不准比我过得更轻松。 韩父无忌的笑容像是触动了韩雪莹一般, 也许她真的解脱了。 韩雪莹也知道, 一旦自己父亲下定决心, 那就是很难再改变了。 男人的包容与迁就, 是因为她对这关系还有着一丝的期望, 可当失望累积到底。 放手就是一个不二的选择, 尤其是当理性觉醒的那一刻。 重新回到租房内, 韩雪莹妈看着归来的两人, 急忙上前问道, 你爸怎么说? 不就是被诈骗了二百万吗? 至于跟我闹离婚吗? 韩雪莹看了眼自你老妈, 看来自始至终, 她都没明白老爸跟他离婚的原因。 妈, 要不你先过我那去住一段时间吧? 李凌峰听到这话, 稍稍瞪大了眼睛。 嗯? 不去。 韩雪莹妈一口回绝了。 李凌峰瞬间换了傅轻松的表情。 你现在在这里, 跟我爸也得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不如趁此两人都先冷静一段时间。 韩雪莹妈沉思了一会, 自依女儿说的也好像有点道理。 那我就给两天时间让她好好反思反思, 到时让她乖乖过来, 接我回去。 韩雪莹妈心里琢磨道。 第166章, 我气得不是被骗。 打定主意的韩妈对韩雪莹道, 那行, 你们等我一会, 我收拾下东西。 说完转身便进了房间收拾。 趁着这空隙, 韩雪莹认真看了一下租房那环境, 纵使已被收拾了一番, 但也难掩陈旧。 虽说以前的房子不是什么豪宅, 可是比起这租房, 不知道舒适多少倍。 好歹是属于自己的空间天地。 而这里, 始终是缺了一个归属感。 细心的韩雪莹留意到这里并没有父亲的物品, 看来父亲大概率是住店里面了。 韩雪莹转身看向李凌峰。 你不会怪我擅作决定带我妈回去住吧。 李凌峰耸耸耸肩, 找东西的韩妈从房间里出来说道。 想通了的韩妈巴不得赶紧地离开这里, 等韩爸知道自己的离开, 看他还跟不跟自己置气。 将房门上锁, 三人下了楼, 来到停车处。 李凌峰转身看见隔壁有家的奶茶店, 于是问韩雪莹, 要不要买杯奶茶给你。 韩妈瞪了眼, 喝这东西干嘛? 怎么一点健康意识都没有, 买几瓶矿泉水就好了。 无奈的李凌峰指得来到小卖部拿了几瓶矿泉水。 还想着拿包烟的, 但一想韩妈在车里, 又立马熄灭了这念头, 还是清静一些的好。 满水回来, 给韩妈和韩雪莹各一瓶, 李凌峰拧开自己那瓶喝了口。 上车启动机好安全带, 转头对两人提醒道, 坐稳, 我们走了。 回程路上, 李凌峰播放了车内音乐, 也许是韩妈有些心烦, 于是对李凌峰道, 能不耐把你那音乐关了, 不觉得很吵吗? 李凌峰通过上方后视镜, 看到后排一脸严肃的韩妈, 赶紧回了句, 好的, 便随手关了车在音乐。 副驾的韩雪莹, 转头看了眼自己老妈, 要不要给你开点空调? 我又不热, 开空调干嘛? 我看你挺热挺燥的。 韩雪莹道, 好好的, 你怎么会被人诈骗了二百万? 说起这事, 韩妈更加有点炸毛了, 说是高熙理财, 承默宝本的。 一开始试着买了几期, 都能如期的赎回, 后面就跟着加大了投资。 那你怎么会去银行借钱呢? 韩雪莹不解, 她保本理财的利率都高于银行贷款利率了, 想着这不是可以吃力差吗? 所以才跟银行借的钱。 李凌峰, 不敢搭话的她, 只得在心里默默叹了句, 傻呀, 天底下哪有这般的好事, 当银行是福利怨面? 这都怨你李阿姨, 就是上次给你介绍男朋友的。 韩妈气愤道, 要不是她推荐, 我也不会在这坑里。 韩雪莹, 那她买了多少? 也有大几万吧, 应该这两年做媒婆赚的钱全搭进去了。 那至少人家没跟银行借钱, 也没把房子给卖掉。 韩妈抬头看向韩雪莹, 怎么, 连你也责怪我呀。 我本来也不愿意卖房子的, 是你爸坚持着要卖, 再说我不也是想给家里赚些钱。 可是, 你亲手回了整个家, 韩雪莹转回身体。 韩妈, 又是一路无言地回到S市。 此时的天色已经暗下, 想来两人也是疲惫, 于是李凌峰提议道, 要不, 我们外面吃个饭再回去吧, 省得再麻烦了。 见韩妈没有任, 何表态, 李凌峰转头看向韩雪莹。 嗯, 韩雪莹微微点了点头, 此刻的她也着实没心情做饭什么的。 带着韩妈和韩雪莹来到一家装修不错的中餐馆, 简单地叫了午餐一趟。 合着就李凌峰一人有胃口, 两人都是没怎么的动筷子。 这下尴尬的李凌峰是吃好, 还是不吃好。 似乎看出了李凌峰的窘境, 于是韩雪莹拿起筷子陪李凌峰一起吃起来。 倒是韩妈一直在看她的手机。 吃完饭后回到住处, 韩雪莹给自己老妈收拾了一个房间出来, 就是上次来住的那房间。 李凌峰则是先去洗了个澡, 来来回回折腾了一天, 属时也是有些累了。 洗完澡出来, 只见客厅里坐着韩雪莹, 不见韩妈的身影。 阿姨呢, 出去了吗? 李凌峰问道, 在房间呢? 李凌峰转头看了眼阿姨所在的房间, 房门紧闭, 要不你也先去洗澡吧。 李凌峰道, 韩雪莹想了一下, 好, 要是换作往常, 韩雪莹会先练一会的瑜伽, 然后再去叔府洗个澡。 不过今天没心情, 起身的韩雪莹拿来睡衣, 现老妈在这家里, 可不敢直接裹个浴巾。 房间里的韩妈拿起手机反复看了几遍, 似乎是在等什么信息。 她该不会不知道, 我来女儿这了吧。 韩妈心里嘀咕道, 不会不知道的, 女儿还去过她店里。 韩妈在心里反复验证道, 就是不想联系自己。 好啊, 韩文远, 你个没阳心的。 气得韩妈一把将手机丢在了一旁, 坐在床上的她双手抱腿, 以前吵架都是她先哄回自己的。 你一个男的不应该就让着点吗? 别指望我会联系你。 此时的韩妈心里堵气道, 沙发上玩了会手机, 韩雪莹洗完澡出来, 直接过来李凌峰边坐下, 李凌峰一个转身就是上手。 你干嘛? 妈还在房间里呢? 嘴上是这样说, 但韩雪莹并没有躲开, 任由李凌峰放肆。 李凌峰也不敢太过分, 浅尝辙止。 坐了起来的李凌峰对韩雪莹道, 你要不要去房间陪下阿姨, 毕竟这回心里肯定不好受。 听到李凌峰这话, 韩雪莹感觉也是几分道理。 作为儿女的, 不都希望自己父母开开心心, 于是在李凌峰的注视下, 起身向房间走去。 韩雪莹敲响了韩妈的房门, 没有锁, 韩雪莹开门而静。 妈, 你要不要去洗澡? 韩雪莹来到老妈跟前, 事情都过去了, 就别再想了。 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 就过去了。 韩妈抬头, 我气得不是钱, 我气得是你爸。 妈真的看错了男人, 想不到你爸那么绝情。 第167章, 妹子多吗? 韩雪莹搭拉着脑袋从房间里面出来, 李凌峰一看就知道, 两人聊得不怎么样。 走过来的韩雪莹直接坐在李凌峰的大腿上, 搂着李凌峰的脖子道, 我是劝不动我妈了, 要不你试试。 这话让李凌峰顿时一脸的惊恐, 你都搞不定, 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韩雪莹扑斥一笑, 瞧把你吓的, 随即靠在李凌峰的怀里, 以后我就没得家回了。 咋了, 这不是你家啊? 韩雪莹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幸福道, 那也是, 有你的地方就有家。 不过话说回来, 我肚子有点饿了, 刚才吃饭都没认真吃好。 韩雪莹嘟嘟嘴, 嗯, 要不我们叫点外卖。 韩雪莹转身看了眼韩妈所在的房间, 给了李凌峰一个眼神, 这让李凌峰瞬间打消了这一念头, 犧牲道, 要不我们就出去外面吃。 好啊。 韩雪莹开心地点了点头, 两人换上外出的衣服, 刚准备动身, 韩妈就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 你们俩这是要干嘛, 出去吗? 是, 是啊阿姨, 家里呆着无聊, 下去逛逛。 李凌峰机灵地回答道, 哦, 家里还有面条什么之类的吗? 李凌峰看了眼韩雪莹, 这她比较清楚, 韩雪莹忙回道, 有啊, 怎么了妈, 你肚子饿了吗? 嗯, 有一点, 李凌峰见状忙想说, 我俩这回正准备下去吃夜宵呢, 你要不要一起? 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韩雪莹一把扯了下衣服。 不要那么麻烦了, 妈, 等会我跟李凌峰上来时, 给你打包份夜宵吧。 韩妈想了一下, 好吧, 那我先去洗澡。 出了门外, 李凌峰看了眼韩雪莹, 你咋不让我叫你妈一起出来吃? 你还想喝两瓶啤酒吗? 李凌峰点头, 带着些疑惑, 想啊, 想就别叫, 我妈一起出来。 哦, 小区门外, 烟火鼎盛, 李凌峰和韩雪莹来到一家经常吃的砂锅粥店, 点了一份虾蟹粥和一些下酒菜, 今晚我也想喝点。 韩雪莹看着桌上的啤酒道, 好啊, 李凌峰起开瓶盖, 给倒了两杯, 将其中一杯端到了韩雪莹面前。 如往常般闲聊, 只是今晚的韩雪莹多喝了一些, 脸上开始泛起红润, 在昏黄灯光的照射下, 显得更加的迷人。 你说, 叔叔真的会跟阿姨离婚啊? 借着酒意, 李凌峰这才敢问道, 李肯定是会离, 就看接下来我妈怎么做了, 谁说离婚了就不能在一起。 嗯? 李凌峰看向韩雪莹, 你说那么有道理, 我竟然一时无言以对, 毕竟是生活了那么多年的夫妻, 只要我妈愿意改, 诚心去挽回我爸, 就有机会。 你想啊, 哪个男人经得住曾经喜欢的女人, 在自己面前撒娇打滚卖萌? 这个笑容, 不把你心都给融化了。 愣愣的李凌峰总觉得哪里不对, 不是, 这怎么感觉是在拿捏我啊? 吃完夜宵, 打包了一份虾蟹粥, 李凌峰和韩雪莹回到住处, 这回韩妈正在客厅看电视, 妈, 给你带了份粥, 趁热吃吧。 韩雪莹进来道, 接过虾蟹粥的韩妈解开打包盒, 尝了一下, 这味精放得有点多了, 抬头看了眼韩雪莹, 怎么, 你喝酒了? 没, 没有, 韩雪莹一把红润的脸狡辩道, 是李凌峰她喝了点。 没错, 没错, 李凌峰也赶紧地拾去打掩护, 女孩子家不学点好, 唠叨了一句的韩妈继续吃着虾蟹粥, 此刻的韩爸也正跟几个老友在撸串喝着啤酒, 这是他难得的惬意时光。 夜晚, 阵阵沉重的喘息声扰得韩妈无法入眠, 不用多想, 只定是隔壁房间女儿和李凌峰在做好事, 听得韩妈躁动不已, 起身拿过手机, 看了眼聊天界面, 仍没等来韩爸的信息, 于是点开朋友圈, 竟然罕见地看到韩爸发了条状态, 那是路灯下的烧烤摊。 傅文, 以后我都会这么简单快乐, 韩妈看后心像被什么扎了一般, 你有时间发朋友圈, 都没时间给我发信息吗? 简单的快乐, 以前跟我在一起, 你就不快乐了。 更睡不着的韩妈于是起身走出了房间, 开门的声响惊动了隔壁。 李凌峰停下动作, 是不是你妈起来了? 好像是, 韩雪莹也流行听了一下, 别管, 完事再说。 半个多钟后, 俩人从房间里面出来, 看见韩妈一人委屈地坐在客厅沙发上。 韩雪莹走了过来, 妈, 你怎么了? 是睡不着吗? 带着些许的哭声, 你看, 你爸那个没良心的, 就知道跟狐朋狗有在外面鬼混, 对你妈是不闻不问。 韩雪莹在韩妈边坐了下来, 妈, 现在是我爸要跟你离婚, 为什么你还像以前一样? 什么像以前一样? 我以前哪里做的不对吗? 你要是做的对, 我爸能跟你闹离婚吗? 韩雪莹反问道, 谁知道你爸在耍什么性子, 或许是跟哪个狐朋狗有一起学坏了? 你这样, 我爸怎么会回心转意? 韩雪莹叹了句, 次日清晨, 为了给两母女更多的交流空间, 李凌峰吃完早饭后, 便开车来了林徐东中介公司, 当看到李凌峰进门, 林徐东一脸的惊讶, 今天不是周日吗? 你不在家陪着韩雪莹, 跑来我这是干嘛? 这不几天没见, 想你了呗, 林徐东顿时一身的鸡皮疙瘩, 你可别这么说, 省得让人误会, 李凌峰禁止来到冰箱处, 很忙吗? 选了一瓶, 李凌峰转身, 好歹你也是一个老板, 那么小气干嘛? 还老板, 再不开单, 我就要吃土了, 林徐东叹了句, 对了, 刚好要去厂里谈笔业务, 要不要一起? 什么厂, 妹子多的那种吗? 多, 挺多的, 那行, 开你车还是我车? 你车吧, 奔驰备有面, 你怕不是想着省油钱吧? 李凌峰看了眼林徐东, 上了车, 李凌峰对林徐东道, 把你那地址发我。 好, 点开一看, 柯恩畜牧有限公司, 我们不是去厂里吗? 林徐东点头, 是啊, 养殖厂, 设有母猪护理中心, 各个疯乳肥臀。 第168章, 我想跟你朋友谈谈, 照着导航李凌峰和林徐东, 来到了柯恩畜牧有限公司, 地点稍显偏远。 李凌峰探出头, 看着那公司标牌, 应该是这家没错吧? 回头问林徐东道, 副驾的林徐东, 环顾了下四周, 只见一片荒山野岭, 唯有眼前这家公司孤独地处理在此。 这里除了这家公司, 你还能看到其他的吗? 那倒是。 于是将车开了进去, 门口的保安拦住李凌峰车辆。 经过林徐东一番费尽口舌的沟通, 再加上李凌峰的一包软中华, 保安这才放了行。 李凌峰自始至终认为, 那包软中华才是关键。 你说这么偏僻的地方, 真能招来人吗? 李凌峰不禁提出自己的疑问。 只要你工资给够, 喜马拉雅山开荒都有人去。 林徐东轻描淡写地回了句, 将车辆停好, 李凌峰和林徐东下了车, 直奔柯恩序幕有限公司的行政楼。 一楼的前台小妹接待了俩人。 不好意思, 刚人立资源和总回电说正在面试, 暂时没有空, 要不你们先做会。 没办法的李凌峰和林徐东, 只得来到沙发上坐着等候。 等了会, 没耐心的李凌峰便开口问道, 哎, 你到底有没有跟他什么何总提前约好的? 网上聊的, 说好今天过来拜访他。 林徐东看向李凌峰, 你耐心点, 业务哪有那么好开拓, 不都死皮了脸求回来的。 又约莫等了三十来分钟, 前台小妹才通知可以进去了。 按照办公室的指示牌, 李凌峰和林徐东找到了行政综合部办公室。 林徐东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了一位清脆的女生, 请进。 推开办公室门, 只见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性坐在办公桌前, 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干练的气质, 但看样子, 像是那种很难搞很刁钻的角色。 你就是林徐东吧? 他微笑着站起来, 身体一个前倾伸出手。 哦, 我不是, 他才是。 李凌峰赶紧让出一个位, 让后面的林徐东露出脸来。 此刻的林徐东一脸黑线, 接儿哥才是脚。 何总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再看了看林徐东, 怎么都觉得林徐东就是一个司机。 手也不握了, 转而指向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说道, 请坐。 俩人坐下后, 何总直接进入了正体。 我听林先生的意思是想开拓我们公司的人力资源业务。 是的, 林徐东点点头, 我们是一家专业的人力资源中介公司, 有着丰富的行业经验。 之前在网上有了解到贵公司近期需要招聘一批短期员工, 我们希望能为贵公司提供服务。 何总听了后, 眉头微皱, 双手一摊靠在了座椅上。 我们公司目前已经跟其他的人力中介有合作了。 再说, 你们有什么竞争优势呢? 可能林徐东已经意料到何总会这么说, 倒也不慌, 准备充分地再次自我介绍了一番, 并跟行业内服务做了横向对比, 以求突出自己的优势。 何总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道, 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综合考虑, 你们可以先回去, 等我的消息。 何? 林徐东还想再说什么, 被何总伸手制止打断。 一旁全程吃瓜的李凌峰心中甚是不爽, 林徐东费尽口舌的极力争取, 却被高高吊起。 最终, 林徐东不得不放出大招。 前后左右看了一遍, 确定是没人和没监控后, 稍稍靠前对何总细声道。 费用方面, 一切都好谈, 这边可以让出更多空间。 谁知这话瞬间让何总一脸的运色, 林先生, 这些旁门左道, 我劝你还是收着好。 看着何总油盐不尽, 这让林徐东有了一丝的尴尬。 最后只得说道, 那好, 期待何总的好消息。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需要进一步了解, 可以随时联系我。 不, 不是, 就这样放弃了。 眼看林徐东就要准备起身离开, 李林峰转头看了眼何总, 对方瞬间打了个冷战。 这路魂境的功力是有些时日没用过了, 李林峰起身一连三电, 何总整个瘫软在座椅上, 双眼直勾勾地望着李林峰。 许久, 林先生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我要跟你这位朋友好好谈谈。 门外等了近一个小时, 看见出来的李林峰, 林徐东忙上前问道, 你们谈什么? 谈了那么久? 叶望, 搞定了, 何总叫你, 明天带好资料过来。 嗯? 林徐东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李林峰, 你怕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爱信不信, 反正我是帮你出力了。 李林峰说完, 潇洒地转身离开。 哎, 你说这真的呀? 林徐东忙追上去, 再次确认道, 送林徐东回到公司, 李林峰就回了自己住处, 刚进门, 就听到韩妈那凌厉的喊声。 好啊, 韩文远, 你把店铺顶出去了这么大事情, 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这没了店铺, 以后你吃啥喝啥? 找西北风啊。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 才到, 自打替离婚那一刻起。 你便是你, 我便是我, 希望我们互不干扰。 我这还没跟你领离婚证书呢。 韩文远, 现在是离婚冷静期, 过了这时间段, 我希望你如期出现在民政局。 说完, 韩爸那边便挂了电话, 听着嘟嘟的声响, 韩妈再也忍不住, 破口大骂道, 你混蛋, 韩文远。 进来的李凌峰, 一脸尴尬地看向韩雪莹, 俩人沉默, 也不知该用什么言语来安慰。 最后, 韩妈哭着转身进了自己房间, 并将房门上了锁。 这是怎么了? 李凌峰来到韩雪莹跟前问道, 上午我俩还聊得好好, 看到我爸一条朋友圈, 就这样了。 韩雪莹道? 说起朋友圈, 拿出手机点开朋友圈, 李凌峰找到那张官宣照片 递给韩雪莹欣赏。 我也想被一个女孩子 带上照片, 发朋友圈说, 看, 这是我的男孩。 韩雪莹抬头一笑, 那, 我给你发一个。 第169章, 我会对她负责。 这个时候发, 你不怕阿姨跟你决恋, 断绝母女关系。 李凌峰笑道, 那我把她屏蔽了再发。 李凌峰一把抱住韩雪莹, 宽松的睡衣 显然给予了更多的活动空间。 别闹, 等会我妈出来看见多不好啊。 这韩雪莹话才刚落音, 韩妈便冷不防地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三人六目相对, 气氛煞时间整一片寂静。 反应过来的李凌峰急忙抽回自己手, 向韩妈打招呼道, 阿姨, 韩妈默默地来到厅里倒了一杯水, 转身回了自己房间。 韩雪莹满脸通红地转头, 对李凌峰娇羞道, 都说, 你别闹了, 这回尴尬了吧。 不说还好, 这一说, 李凌峰更加放肆了。 打闹了一番后, 韩雪莹整理下自己衣服, 要不我们带妈出去走走吧, 散会心会不会好点。 嗯, 好啊, 反正我负责开车, 你们想去哪尽管说。 得到了李凌峰的硬肯后, 韩雪莹来到韩妈房门前, 敲了几下。 妈, 要不我和凌峰带你出去散散心吧? 不用管我, 让我安静一会。 里面传来了无情的拒绝, 韩雪莹回头和李凌峰对视了眼。 周一, 明媚的清晨, 阳光透过云层洒落映照在城市繁华的街道上。 大早便接到苏浩的电话, 说约去看酒店的选址。 不仅不慢的李凌峰先来到长光谷的汤粉店吃了个早餐, 再慢悠悠地来到约定地点。 看到李凌峰到来的苏浩忙欣喜地迎了上去, 自己前前后后踩点考察一个钟了, 终于看到投资人身影。 地理位置不错, 交通便捷, 人流量大, 是酒店业的热门选择。 且与新规划的商业中心就同街两对面, 发展潜力十足。 李总, 你可算来了, 要不我先给你介绍下这里的基本情况。 苏浩走过来道, 李凌峰伸手制止住, 而后掏出天桥底下, 那算命老人送给自己的罗盘。 苏浩甚是不在意地开玩笑道, 李总你还信得玩意啊。 罗盘方位与自己十运八字一对, 嗯, 这地方不错, 是个望自己的发财风水宝地。 对那本, 数数, 学了点三角猫的李凌峰, 煞有其事地摆弄起来, 测算结果无疑是相当满意。 手起家当, 嗯, 就这里了, 赶紧的, 找业主签下来。 啊? 苏浩难以置信地看了眼李凌峰, 三千万的投资项目, 这么儿戏的吗? 不是, 我还备选了几个地方, 作为比较参考。 李总你要不要先去考察看一下? 李凌峰转身, 不用了, 我看这里就挺适合, 后面的手续你赶紧跟进。 待李凌峰开车离去后, 苏浩整一个人在风中凌乱了, 过来拿个罗盘比对一下, 这样就定了。 不是, 才是你家亲戚啊。 李凌峰没有急着毁制行, 而是先来到了西河投资有限公司, 上公司之前进了一楼林旭东中借所。 你老板呢, 不在啊? 对前台阿姨问道, 出去了, 说是签业务。 李凌峰这才想起昨天跟林旭东去科恩畜牧有限公司谈的那业务。 助力林旭东拿下这单业务, 改天一定要好好宰他一顿好的贵的, 给自己补补身子。 随即离开上了二楼西河投资有限公司, 李凌峰看了眼忙碌的公司员工, 满意地点了点头。 只有他们辛苦动起来了, 自己这才能源源不断。 来到办公室, 老方一脸惊讶地看了眼李凌峰, 看样子康复得差不多了, 皮外伤休息两天就好。 这些日子公司业务怎么样? 比上月略微要好, 尤其是信贷业务这一块, 肖洪飞和骆天行都发力不少。 哎? 我好像没看到肖洪飞的。 李凌峰问。 他今天请假了, 竟然有些奇怪, 还跟同事们借了不少的钱。 李凌峰听后眉头微微一皱, 肖洪飞现在的工资已相当可观, 绝对够他和林晓宁过的潇洒快乐。 怎么穷到要跟同事们借钱? 不用想, 指定又是林晓宁那边整出什么幼蛾子了。 于是李凌峰拿起电话给肖洪飞打了过去, 对于这个得力的马仔, 还指望他给自己赚钱。 可不能半路蛇了, 百损是一员先锋大将。 电话响了好久都没人接听, 李凌峰于是不得不挂了。 令他没想到的是, 此时肖洪飞正在被黄发男带着几名小弟胖揍。 一边打还不解气的黄发男叫肖道, 让你出头。 再踩了一脚, 让你出头。 打得差不多了, 才叫小弟们收手, 再打下去就有可能要出人命了。 黄发男来到一旁被吓傻了的林晓宁前, 凶狠道, 除了这十万, 便带着几名小弟扬长而去。 过了一会, 肖洪飞才痛苦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强忍住自身的疼痛快速来到林晓宁前。 你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眼睛发散无神的林晓宁一把拍开肖洪飞的手, 让你别去招惹他们了。 你逞什么呢? 那黄发男对你动手动脚, 我能不管吗? 现在好了, 他们要在家五万。 林晓宁恶狠狠地瞪着肖洪飞道,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实在不行我们报警吧? 报警我还有活路吗? 林晓宁起身, 都怨你。 看着林晓宁转身离去, 肖洪飞满脸的无助。 难道维护你不被人动手动脚? 也有错。 也许, 在肖洪飞的眼里是动手动脚。 不过对于拍了十句视频的林晓宁而言, 这算得了什么? 浑身痛楚的肖洪飞坐靠在墙角, 拿出手机才看见李凌峰的未接电话, 于是付了过去。 喂, 李总, 能不能求你个事情? 那头的李凌峰一脸疑惑, 什么事? 借我五万, 行不? 肖洪飞知道这是难以其口, 毕竟李凌峰已经帮自己不少了。 最后一次, 我保证, 以后我肖洪飞替你做牛做马。 缓了好一阵, 电话里才响起李凌峰的回应, 是不是因为林晓宁? 肖洪飞沉默不语, 算是默认以应对。 有些女人, 值得你为她倾付一生, 有些女人, 非得看到她被别人压在下面, 你才看死心吗? 肖洪飞仰天, 我说过, 我会对她负责。 第170章, 更多, 是遗憾。 两个选择, 一是给你五万离开那林晓宁, 二是离开西河, 公司不需要隐患炸弹。 得到李凌峰的这番回复, 肖洪飞无助地盯着天空。 许久, 那我选择离开西河。 这边李凌峰听着电话里嘟嘟的响声, 回头看了眼方直面。 市场一步, 那像若山的业绩做得是不是还可以? 你是指胸大的那个, 还是指胸小的那个? 老方不仅口中说着, 还在用手比划着。 李凌峰? 不是, 你咋不学点好? 老方一本正经地看向李凌峰。 你听过一句话吗?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李凌峰没一皱, 我觉得你在讽刺我。 你这说得不严谨, 你应该把我觉得三个字去掉。 行行, 胸大那个, 就是比较放得开的。 你说那女孩, 可以, 业务能力没得说, 就是有点功力性太强。 我就怕她功力性不强, 整天一看破俗事的心态, 能干啥? 养着都浪费粮食。 从今天起, 那乡若珊就是市场一步的老总了。 李凌峰接着道, 老方一脸的疑惑, 那萧红飞呢? 她寻了女人, 由她去吧。 不, 不是, 就这样, 让她走了。 那你还想怎样, 留下来给公司买个隐患吗? 为女人失去理智的人, 什么傻事都干得出来。 我不是指这, 老方有点急, 我是指她还借了一众同事的钱啊。 李凌峰看向老方, 怎么, 她也借了你的啊? 啊, 借了两万。 李凌峰冷不防地一笑, 你压的亿万家财, 还惦记着这借出去的两万。 这是两码事, 我家财万贯, 不意味着你可以借钱不还。 李凌峰起身, 那你找他去啊。 你去哪啊? 看着离开的李凌峰, 老方问道, 去上班啊, 不上班, 你养我呀。 出门来到公司前台, 李凌峰这才留意到杨诗亚之前 介绍过来做前台的闺蜜赵小婷。 细细审视了一下, 虽没有杨诗亚的那般波澜壮阔, 但也挺挺玉立。 算是重归重举的一位女孩, 至于内在嘛, 就得有时间好好沟通交流, 才可知了。 于是, 李凌峰上前打招呼道, 怎样? 做得还习惯吗? 赵小婷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似乎有几分的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但又说不出来, 便回道, 给自己闺蜜赵小婷介绍道。 这是我们公司老板, 李总。 反应过来的赵小婷忙满是歉意, 李总您好, 实在不好意思, 刚没能认出来。 我闺蜜小婷也是刚来上班没几天, 李总您叠见惯。 一旁的杨诗亚也帮着解围道。 李凌峰一笑, 没关系, 好好干, 看好你俩。 鼓励了一句后, 李凌峰便转身离开。 直到看不见李凌峰的身影, 杨诗亚才对自己闺蜜赵小婷说道, 不是给你看过李总的照片了吗? 还没认出来。 赵小婷笑了笑, 这李总真人比照片上的帅多了。 你呀, 就别有什么非分之想了。 杨诗亚用手指打闹的在赵小婷脑门点了一下。 知道了, 知道了, 人家说说还不行面, 就不许幻想哪天霸道总裁找上自己啊。 杨诗亚摇了摇头, 咱实际一点行不, 几斤几两, 心里不有个数啊。 赵小婷看了眼杨诗亚那傲人的资本, 笑道, 你有好几斤啊。 刚走到停车的地方, 李凌峰就接到了韩雪莹打来的电话, 被告知韩妈收拾好东西, 要回去了。 不是, 这咋那么突然呢? 李凌峰不解的问了句, 我也不清楚, 只听见我妈说要去找我爸。 韩雪莹在电话里回了句, 哦, 对了, 我刚在朋友圈看到我爸这一条动态, 他要跟老友一起出去远行了, 之前跟我们说过的。 你说, 会不会是因为这事情? 李凌峰没一皱, 八九不离十了, 行吧, 我回去看看什么情况, 实在不行就只能约车给阿姨了。 挂了电话后, 李凌峰开车直奔自己住处, 屋内, 韩妈端坐在沙发上, 似乎在思考什么事情。 见李凌峰回来, 有些惊讶, 你怎么回来了? 我听音音说您要回去, 所以赶回来看看什么事情。 韩妈点头, 我都说自己会约车回了, 不要打扰你们上班。 李凌峰来到隔壁的沙发位坐下, 阿姨是在这里住不习惯吗? 韩妈摇摇头, 突然一下就哭泣了起来。 李凌峰急忙起身给递过去了纸巾, 纵然是历经情场的老手, 可是面对自己女友的母亲, 却是施展不开财迹, 笨拙如木头。 哭了一会, 稍稍缓过来的韩妈转头看了眼李凌峰, 你说, 我是不是有些任性吗? 啊? 李凌峰一直无以回答, 毕竟你一个长辈, 自己怎么好去评判呢? 我从来没见过你韩淑那么开心过。 韩妈再次擦拭了眼角的泪水, 将那一条韩淑的朋友圈动态 拿给了李凌峰看。 那是远行出发前的合照, 几位老友, 韩淑站在中间那笑容宛如少年的他。 我想通了, 我要去找他, 困了他二十几年, 余生我要弥补回他。 你确定想好了? 嗯, 你说, 我能成功吗? 韩妈眼里透着一丝担忧, 人心都是肉掌的。 难道你会认为韩淑从没爱过你? 李凌峰笑道, 阿姨, 这回你要让韩淑感受到你的爱。 韩妈回头, 像我女儿韩雪莹那样吗? 李凌峰瞬间石化在了原地。 最终, 李凌峰给韩妈约了车回祭事区, 和她的一番交流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得到。 她在改变, 世间太多细以为常的东西, 当你感受到了她的存在, 说明已经岂岂可危了。 就如人体的器官, 当你感受到她了, 说明她已经病了。 所以, 我们才会在不知不觉中去挥霍人生中的弥族珍贵。 等我们一时过来, 便是面临即将要失去的时候。 这时的我们奋力挣扎, 弥补, 但更多是遗憾。 第171章, 华晨辉也认识你。 科恩畜牧有限公司, 带着资料的林旭东, 再次找到了负责人力资源的何总。 办公室里, 何总再三看了下林旭东的身后, 确定只是来了一个人没错。 于是, 那张林立的脸又绷紧了起来。 你昨天那位朋友呢, 没有跟你一起过来吗? 林旭东陪着一笑, 他不是我公司的, 今天有事就没有一起过来了。 说完, 林旭东将手中的资料 递到了何总的办公桌前。 何总, 这是你的劳务服务合同, 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怎料何总随手就将资料丢在一边? 这样, 今晚我组个局, 叫你朋友一起出来玩。 林旭东诧异地看了眼何总, 再看了看他手中论者的资料。 观察到林旭东这一表情的何总笑道, 这服务合同我看了后, 到时一并带过去。 林旭东点了点头, 想说什么来着? 何总先于林旭东开口道, 好了, 就这样吧, 晚点我把地点位置发你。 无奈的林旭东只好起身离开, 办公室只剩何总一人的他推出座椅, 一双修长的腿直接靠在桌面上, 一副霸道女总裁的饭。 没办法, 谁让这柯恩序幕有限公司是他霸开的? 除了柯恩序幕有限公司行政楼, 回到车上的林旭东有些犯难了。 合着这何总的意思, 是想要自己卖了兄弟李凌峰来签下这份业务。 怎么, 是我不够帅吗? 林旭东对着车内上方的后视镜左右看了一下, 没问题啊, 挺帅的啊。 那为什么何总指定要李凌峰呢? 看来这何总的眼光还是刺了点啊, 林旭东找出了原因, 眼下让他犯难的是, 要不要坑自己兄弟? 要是不坑李凌峰, 这明摆着的业务肯定是要黄。 在兄弟与业务之间, 林旭东犹豫了三秒, 果断地拿起电话给李凌峰发去信息, 为了感谢帮忙柯恩序幕有限公司这单业务, 今晚我请你去嗨皮。 这会正送走寒妈的李凌峰嘴角不惊一翘, 算你小子有良心。 就冲林旭东这份心意, 哪怕是带自己去吃龙江猪脚饭, 也是这天下最美味的食材。 那就这样说定了, 晚点定好位置发你。 李凌峰随即回了一个OK的手势, 这兄弟没白交。 结束完聊天, 李凌峰准备取车回支行, 还没转身就被人后背拍了一下, 伴随着一位女性爽朗的声音, 李凌峰。 回头一看, 李凌峰先是觉得几分眼熟, 好一阵才想起来道, 叶, 叶燕平, 高中时候, 那个曾经坐在自己后座的女生。 叶燕平又是温婉的一笑, 还以为你不记得我了。 怎么会, 华晨辉也认识你, 当初要不是你向老师举报, 我跟班华早恋, 我也不会被全校通报。 叶燕平蹬了一下, 几分难演得大, 都过去的事了, 你还记着他啊? 记得, 当然记得, 那是我高中最威风的一件事。 叶燕平, 这么些年没见, 脸皮厚是一点也没变, 不过人倒是又成熟帅气了几分。 李凌峰一笑, 你也是一如既往的夸我帅。 你要这样我可聊不下去了。 叶燕平白了眼道, 前面不远的一家奶茶店, 两人来到店里, 点了两杯奶茶坐下。 叶燕平将肩上的包包取下放在一旁, 对了, 你结婚了没啊? 李凌峰摇摇, 头, 你呢? 我也还没。 李凌峰还没来得及高兴, 只见叶燕平又接着说道, 不过快乐。 谁啊? 那么幸运获得你放心。 李凌峰问道, 叶燕平幸福甜蜜的一笑, 一位跟你一样帅气的男孩。 你知道吗? 我男朋友总是趁我睡着的时候, 小声叫我宝宝, 说什么好喜欢我, 别离开他之类的话。 好几次我都听到了, 听着叶燕平叙述那温馨的画面, 李凌峰总觉得哪里不对, 不觉微微醋眉。 哎, 你说, 有没可能他是在给别人发语音呢? 叶燕平听后瞬间愣了一下, 随即像想明白了什么秘密似的, 眼前闪过一丝通亮。 没有半分的犹豫, 当即拿上包包便起身离开, 风风火火。 这时, 服务员刚好端上两杯的奶茶, 李凌峰望着叶燕平离去的背影喊道, 哎, 你奶茶还没喝呢? 可能是怕李凌峰走单, 服务员忙提醒了一句, 你好这奶茶也还没买单。 李凌峰看了看桌上放着的两杯奶茶, 再回头看了看服务员小妹, 这奶茶都还没动过, 你说, 我能退吗? 服务员小妹露出迷人的笑容, 你可以问下我的老板。 李凌峰侧身看了一眼前台那近乎三百斤的大哥, 吞咽了下口水, 多少钱? 这奶茶。 烧上两杯奶茶, 回支行前, 李凌峰先找到了一处城中村一栋破烂老旧的房屋, 那是风鱼修留给他的。 现在看到了, 就在眼前, 要不是确定风鱼修住者, 还以为是微房。 准备上楼的李凌峰侧目看了下旁边墙体写着的一行大字, 微房, 请勿靠近。 靠, 还真, TM是微房。 来到三楼顶, 李凌峰终于看到了正在练拳的风鱼修。 对于李凌峰的出现, 风鱼修并没有停下自己挥舞的拳脚, 而是全身心的投入其中。 直到最后, 泄力一记重拳打在那破旧的墙体上, 顿时露出一个浅坑。 这不禁让李凌峰又吞咽了下口水, 若是自己扛下这一拳, 肯定能一声不吭。 风鱼修仍旧是那般的面无表情, 走到李凌峰的跟前。 说, 这次你想解决谁? 看着那般冷血无情的眼神, 李凌峰毫不怀疑, 只要自己说出一个名字, 他真能结果了他。 都二十一世纪了, 别整天喊打喊杀, 再说, 全都有现在的墙块吗? 你可以试试。 风鱼修淡淡道, 我是没那本事了。 李凌峰笑了笑, 随即拿出一杯奶茶放在旁边桌上, 请你喝的。 所以, 你今天过来就是想请我喝着。 诶, 你答对了, 奶茶送到我就先走了。 李凌峰离开不到两步转身。 你住这微房, 是不是因为不用房租啊? 像被接了老底的风鱼修, 愣在了原地。 是, 是啊。 第172章, 人家叫何碧阳。 离开风鱼修住处, 李凌峰回到了支行。 办公室, 营业部主任许亚林拿着文件来签字, 李行, 当你没过来, 一个女人在我们支行吵得好凶哦。 李凌峰抬头, 什么原因啊? 自己多次输错银行卡密码被锁了。 这不他自己的原因吗? 吵什么? 再吵, 我们有理由怀疑, 他盗取他人银行卡。 徐亚林一笑, 那倒没有, 人家拿着身份证明来的。 李凌峰签好文件后, 将其递归给徐亚林, 教你一点怎么判断女性的脾气。 根据调查, 女性的脾气大小跟胸的大小有很大关系, 胸大的女性脾气一般都很好, 反观胸小的脾气会相当差, 所以才有了穷凶极恶这个说法。 是吗? 徐亚林若心若疑的戏想了一下, 随即低头看了下自己的。 如此清澈纯洁的女生, 现在很少了。 办公室忙了一阵, 李凌峰收到了林旭东发来的地址。 李凌峰看着那餐厅名字就知道档次不低, 随即搜了一下, 好家伙高消费奢侈餐厅。 不是, 这林旭东变姓了吗? 舍得请自己去那么高档的地方。 李凌峰心里存疑道, 难道说, 柯恩畜牧有限公司的业务量很大, 才会令林旭东这般舍本。 李凌峰看了眼时间, 也差不多下班了, 现在赶过去, 时间刚刚好。 随即给韩雪莹发去了信息, 今晚不用等我吃饭, 等林旭东出去一趟。 韩雪莹随后回了聚, 好的, 关掉电脑, 李凌峰起身拿上车钥匙出门, 大堂处遇到无精打采的小吴。 怎么了? 像双打的茄子似的? 李凌峰好奇问, 我暗恋的女神失恋了, 我趁机向她表白, 她没回你啊。 小吴抬头, 回了, 她说, 滚, 缝柱也不给你。 李凌峰不禁眉一皱, 这娘们也是个狠人, 于是拍了拍小吴肩膀, 我办公室有杯奶茶, 给你的。 看着李凌峰转身离去, 小吴仿佛看到了那巨人般的背影, 如此伟岸。 于是来到行长办公室, 看了眼那杯插着吸管的奶茶。 这里行事忘记了, 她已经喝过了吗? 开车来到林旭东给的地点, 李凌峰抬头看了下那装修的古风古运的餐厅, 也有一番特色。 拿起手机, 刚想联系林旭东, 林旭东便出现在了自己眼前。 刚才咋没看见你啊? 李凌峰惊讶道, 我也是当道, 看见你在门口, 就急忙赶过来了。 你没开车吗? 林旭东, 开车多费油啊, 我坐公交过来的, 前几天刚好捡到了一张老人卡, 免费。 你看着像老人吗? 是啊, 那公交车司机也是这样问我的。 两人进了餐厅, 何总已经提前到达定了包房, 李凌峰疑惑地看了眼林旭东, 今晚不是你请客吗? 跟我来就知道了。 林旭东回了去后, 随即加快了脚步, 生怕李凌峰深究, 然后溜了。 来到二楼天字号包间, 进门李凌峰便看见那位短发精炼的何总坐在围住正位置, 带着甚是疑惑的眼神, 李凌峰问林旭东, 何总怎么也会在这儿? 肯定在啊, 今晚就是何总请我们吃饭, 于是林旭东赶紧地过去与何总打了声招呼, 何总微微一笑拿出合同资料, 都签好了, 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 林旭东大致扫了一眼合同资料, 该签字盖章的地方都已经签字盖章了, 没问题, 何总, 拿好合同资料的林旭东正准备落座, 何总看了他一眼, 你还待在这儿干嘛? 合同资料不是没问题了吗? 什么意思? 林旭东回看了一眼何总, 那是叫他可以走了的眼神, 屁股都还坐定的林旭东又站了起来, 哦, 我刚想起来还有点事情, 你们先吃, 给自己找个台阶, 说完便拿着合同资料离开, 都不敢去面对李凌峰那炙热的眼神, 兄弟这份情, 静在不严重, 看到这里, 李凌峰已知道自己被林旭东这小子给卖了, 不过既然都来了, 帮忙肯定帮到底, 李凌峰来到围桌前坐下, 随即一副不羁的表情, 何总怎么今晚那么有雅性, 请吃饭啊, 别老何总何总的叫, 全然没了刚才面对林旭东那般的灵力, 不是, 那天我们不是谈好了吗, 怎么又变卦了, 人家这不是想你了, 放心, 今天咱们只聊天, 说完和总盲让餐厅服务员上菜, 首先端上来的是被誉为中华第一汤的佛跳墙, 弹起荤香飘四灵, 佛闻气馋跳墙来, 接着金汤海参, 翡翠瑶柱, 一盘盘价格不菲的菜品被端了上来, 色香味俱全, 李凌峰看了眼桌上摆放奇整的菜色, 怕是很贵哦, 赶紧地拍一张给林旭东发了过去, 此刻正在旁边沙县大酒楼的林旭东, 默默吃着自己的争脚, 本来还想等李凌峰下来的, 现在什么愧疚感都瞬间烟消云散, 收起手机, 李凌峰甚是好奇, 明明这颗总心里有着一份少女心, 却偏偏要装出一副凌厉霸道女总裁的模样, 还特地给自己剪了短发, 真是白瞎浪费了他那张精致秀美的脸庞, 何总很是享受的吃了一口, 你知道吗, 跟你在一起有一种很舒适很放开的感觉, 你那是自己压迫自己太久了, 做人何必那么累呢, 听着李凌峰的话, 何总听下了手中的餐具, 很多事情是由不得自己的, 随即抬头, 我也想象你们这般自在, 那为什么不能呢, 李凌峰反问道, 按道理向他做到这个位置, 工资应该也不低吧, 何总郁闷的单手撑住下巴, 因为我要接受我爸企业啊, 原地一道惊雷的李凌峰一脸错愕, 等等, 那么说柯恩畜牧有限公司是你爸开的, 何总点点头, 是啊, 是啊, 多么朴实乌华的两个字对白, 不是, 何总, 都说了, 别老叫人家何总何总, 人家叫何碧阳, 你可以叫我小碧, 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叫我小甜点, 第173章, 还是那么设恐, 用餐在愉快中结束, 餐厅停车区, 小甜点, 啊, 不, 小碧, 很高兴今天你请吃饭, 那有空再联系, 李凌峰对车内的何总道, 何总挥了挥手, 开着洁白的奥迪A8L驶离停车区出口, 消失在车水马龙的街道, 碧阳, 碧阳, 这名字倒挺有趣的, 李凌峰笑着呢喃道, 你说, 会不会有人把这B读成第一声了, 应该不会吧, 李凌峰一笑, 送走何总的李凌峰驱车来到韩雪莹公司楼下, 老远便看见他在路边幸福的招手, 待韩雪莹上了车, 李凌峰笑道, 你这升了经历后, 加班更成常态了, 没办法, 想成功怎么能不付出, 韩雪莹给自己系好安全带, 李凌峰将打包好的海参那些拿给韩雪莹, 趁热吃都是打包新鲜出炉的, 韩雪莹转头幸福的笑了笑, 那么好, 知道我没吃晚饭, 打开一看, 既然都是价格不菲的食材, 韩雪莹稍歇疑惑的表情, 我就加了下班, 没必要那么大补吧, 那也是给我补的, 李凌峰道, 刚跟林旭东的一女客户吃饭, 韩雪莹更加疑惑了, 她客户跟你什么关系吗, 以前没有, 不过现在有了, 说的韩雪莹一愣一愣, 你不会告诉我今晚一顿饭就把你卖了吧, 工作上的事少打听, 赶紧快吃, 别饿坏了, 李凌峰提醒道, 以后别傻不拉几的饿着肚子加班干活,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年薪百万呢, 知道了, 知道了, 韩雪莹取出筷子吃了一口, 对了, 阿姨有没跟你说回到了没, 李凌峰问, 韩雪莹边吃边点了点头, 到家了, 不过回去我爸启程走了, 听我妈说他买了下一堂票, 李凌峰笑了笑, 只要懂得珍惜, 什么时候都不晚, 哎, 你说, 如果有一天我跑了, 你会来追我吗, 吃着东西的韩雪莹转头看向李凌峰道, 你这话说的, 在我这你舍得跑吗, 韩雪莹认真想了一下, 那倒是, 除非你赶我走, 不, 你赶我走也不走, 韩雪莹又补充一句道, 李凌峰眉头微微一皱, 那你这不属于狗皮膏药吗, 狗皮膏药又怎样, 我就粘住你了, 哼, 韩雪莹一副得意的神情, 吃完东西后, 韩雪莹打包好垃圾, 下车扔到不远处的路边垃圾桶, 李凌峰启动车辆, 缓慢跟了上去, 转身, 韩雪莹向车内的李凌峰提一道, 吃得有点饱, 要不我们去河边散散步吧, 在这韩雪莹来到河边一公园, 下车后, 两人漫步走着, 路过几位穿着清凉的妹子, 李凌峰看了眼那雪白修长的美腿, 不由得感慨了一句, 出来工作这么些年了, 还是那么舍恐, 韩雪莹听后好奇, 这话怎么说, 你看那么多妹子, 我都不敢上去牵一下人家的手, 第二天, 分行召开营销大会, 各支行负责人参加, 李凌峰开车直接来到了分行大楼, 先是在附近找了家早餐店吃早餐, 恰巧遇见了同事来开会的刘辉, 于是两人同桌而坐, 恭喜啊, 一段时间没见, 你这都上行长了, 李凌峰笑道, 看来南城支行忘你,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今天来开会的都是支行负责人, 刘辉无语的摇了摇头, 别说笑了, 我, 这是替我们行长过来开会的, 人今天有事参加不了, 倒是你啊, 这业务做的事扶摇直上九万里, 都干到几十亿的规模了, 以后分行设你那得了, 李凌峰表现出一丝的担忧, 我也不想, 可这业务蹭蹭的就来了, 刘辉那想揍人的眼神, 不是, 你还真一点也不谦虚啊, 瞧瞧你那说的是人话吗, 我没开玩笑,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好, 这业务太顺了, 也不见得就是好事, 刘辉看了眼李凌峰, 一时难以理解这话的含义, 老板, 那两份汤符好了没, 李凌峰喊道, 好了, 这就给你们端过去, 吃完早餐, 临走李凌峰起身, 注意到了隔壁桌坐着的一对老夫妻, 老汉似乎要准备结账, 被老太太一把给拦了下, 还是我来付吧, 老汉坚持, 我来, 我来, 看到这温情的一幕, 李凌峰几分动情, 这把年纪了还如此谦让相扶, 这不正是传说中的爱情吗, 欣慰一笑的李凌峰, 想着就连那一桌一起买单, 这时听到老太太的一声轻叹, 你付, 回家钱对不上, 你老婆又得骂你了, 第174章, 就要一个态度, 早餐店出来, 李凌峰和刘辉两人上了分行大楼, 时间拿捏得相当好, 这前脚和刘辉刚坐下, 后脚分行领导们就跟着进来了, 主席台上坐中间的无庸置疑, 是分行行长黄克明, 坐下来的黄克明瞥了一眼前几排, 似乎在找什么人, 左右看了好久, 才在一个边角落里找到了李凌峰的踪运, 于是敲了敲话筒, 那个, 李凌峰李行, 你坐前排来, 你一个分行业绩冠军怎么坐在角落里, 说完, 黄克明还带着招招手示意过来, 今天这会还是特地为表彰你开的, 关于李凌峰背后的资源背景, 黄克明现在是打听的一清二楚, 就郭主任啊, 别说他了, 就是S农商行的党委书记, 董事长, 过来都得给几分的搏面, 毕竟市国资委可是直接管着S农商行, 被提名的李凌峰顿时一愣, 压得特地找个风水宝座, 就是想着会议期间摸鱼的, 这下好了, 直接在人家眼皮底下, 玩个毛啊, 况且, 这回叫自己上去, 指定是没啥好事, 顾名思义营销大会, 可是得立榜样下目标的, 行业里有句话说得好, 鞭打快牛, 没法子的李凌峰, 只得硬着头皮做到了一排, 倒是刘辉落得一人清闲, 会议首先由二把手副行长, 做了一下简单的铺垫, 然后话锋一转, 恰到时机的, 将激励棒递到了一把手黄克明手里, 瞅瞅人家这说话控场的能力, 难怪能混到二把手这个位置, 据说大摇落马后, 分行一度传闻是这位副行长上位的, 只怪这背景没人家的那么红吧, 结果会场大棒的黄克明那是意气风发的指点江山, 这是他第一次召开全体之行负责人大会, 也正式给自己树立人设的时候, 张弛有力的谈吐, 外加红萝卜加大棒的提出要改革业绩考核方案, 将大伙说得一愣一愣, 其他可以不关心, 这业绩考核可不能不关心, 直接涉及到自身的切实利益, 出来打工图什么, 不就为一钱字吗? 不然谁愿意当孙子坐这里给台上的人训斥, 李凌峰有一茬没一茬的听着, 时不时的留意着自己手机, 想完又不敢太放肆, 好歹是在人家的底盘, 这面子还是得给人家的, 说到动情处, 黄克明喊了一声李凌峰名字, 吓得李凌峰差点手机掉地下, 大家要多向我们的李凌峰理行学习, 理行把一个支行的规模都快干成一个分行了, 你们大可以看一下, 那些小型有几个能抵得上理行所在的支行规模, 这季度我们分行能在S农商行里排第一, 理行是功不可没, 说完黄克明带头鼓掌, 会场全体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掌声过后, 黄克明打铁趁热, 一次笑里藏到的笑容看向李凌峰, 质地有声道, 来, 理行, 你给大家表个态, 下季度准备把支行业绩做到一个怎样的高度, 现在大家都以你为荣, 你就是分行的标杆, 李凌峰瞬间一脸的黑线, 心里暗道, 你嘛, 就知道你叫我来做第一排, 准没好事, 这回坐在后排边角落的刘辉盲坐低下去几个度, 因为这季度他们支行排名倒数第一, 生怕也会被当作典型, 被叫站起来做表态发言, 这谈行也是, 早不肚子疼晚不肚子疼, 偏偏在这个开会的街骨眼上肚子疼, 叫自己来顶替, 该不会就是想让我来挨掉, 得吧, 刘辉心里暗骂倒, 会议结束后, 李凌峰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回支行, 营业部主任徐亚林老早就来电发信息, 让李凌峰回去江湖救急, 一个客户大闹支行, 指定要见到行长才能解决事情, 十万伙计的李凌峰将车停好在支行门口, 便赶紧地下车往里走去, 推开门一看, 风平浪静啥是没有, 这回脸上满是疑惑的李凌峰看了眼柜台, 里面的徐亚林见李凌峰回来也是赶紧从二道门出来, 咋了, 什么事情这么自乱阵脚的, 李凌峰问道, 徐亚林满是的苦水, 你不知道李行当客户差点都报警了, 还说要起诉我们支行, 这人呢, 李凌峰再次看了眼大厅, 啥人没有啊, 在贵宾室呢, 小屋陪着, 徐亚林回道, 这回多亏了小屋安抚住了人, 才没进一步扩大事情, 行啊, 这小屋关键时刻还是能顶上的呀, 李凌峰不吝啬地夸赞了一句, 你先给我说说怎么一回事, 原来是客户取钱少了一百, 柜台出占过超级没错, 客户离开柜台后发现少了一百, 又折回来了, 双方为此事争执了起来, 秉着离柜盖不负责的原则, 银行方面当然不愿意再付多客户一百, 最后矛盾升级, 在查看了监控后才得知, 那一百块原来是在转交客户时 不小心给李财宣传单盖住了, 才有了后来一系列误会, 虽然双方都没有错, 但是作为服务方, 徐亚林还是代表营业部给客户道歉了, 但这个客户就是个轴, 指定要行长出来道歉才能罢休, 了解了前因后果的李凌峰点了点头, 随即对徐亚林道, 你先忙吧, 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 说完拿上一盒礼品就转身来到了贵宾室, 那客户竟然是女的, 还是特别有feel的那种, 但是李凌峰就是感觉哪里不对, 这回正跟女客户聊得火热的小吴见李凌峰进来, 赶紧让出了位置, 李凌峰给了一个肯定的眼神, 行了, 你出去吧, 小吴走后, 李凌峰对着女客户先是赔了一笑, 首先端正自己的态度, 有没过错都得先道歉, 干服务业就这个鸟样, 李凌峰, 这事情确实银行服务也不是很到位, 我这边呢给您道个歉, 您看既然事情都已经弄清楚了, 您大人有大量, 咱就翻遍了行为, 这是我们这行的一点小礼品, 望您收下, 李凌峰将一盒茶叶放到了女客户的跟前, 女客户甚是动人的笑了下, 道, 我也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 这事情也不怪你们银行, 我要的就是一个态度, 对对对, 听开口这声音, 李凌峰总觉得哪里不对, 你知道吗, 自我读书那会就认这个礼, 记得有一年突然流了很多的血, 染红了裤子, 但我懂事得早, 一点也不慌, 还给同学普及什么是生理器, 为什么会来大姨妈, 可气死我的事, 那老师非说男孩子没有这些东西, 让我赶紧去医院, 啊, 李凌峰抬头看了眼女客户, 所以后来我去了泰国, 就要一个泰国, 第175章, 他应该对我有意思, 好了, 既然你作为支行行长, 也出来道歉了, 那这事就这样了, 女客户拿起包包起身道, 还没完全反应过来的李凌峰, 赶紧回道, 是是是, 临走之际, 女客户停了一下, 哎, 你们刚才那位小伙挺不错的, 叫什么名字, 吴旭, 我们支行的大堂经理, 你可以叫他小吴, 吴旭, 女客户嘴角轻轻的一笑, 转身离开, 李凌峰看见那盒茶叶还放在地上, 赶紧拿上, 这礼品忘带了, 送走了这位女客户, 李凌峰才重重的吐了口气, 这时小吴走了过来, 邀功道, 李行, 这次我做的还不错吧, 李凌峰点点头, 只要肯定总有发挥的地方, 你要知道, 就算是一张册纸, 也有他的用处, 册, 册纸, 当然, 这只是一个比喻, 其实我觉得他还蛮挺好说话的, 小吴回味, 刚才与那位女客户聊天的情景道, 是吗, 小吴露出几分的害羞, 喂, 李行, 您觉得他长得怎么样, 李凌峰看了眼小吴, 嗯, 还行吧, 得到李凌峰的肯定答复后, 小吴更加欣喜, 你说我要是去追他的话, 有没希望, 我隐隐约约感觉到, 他应该对我有意思, 李凌峰听到这惊恐的看了眼小吴, 小吴看李凌峰那副的表情, 忙问道, 怎么了你, 李行, 没, 没事, 那祝你们幸福, 李凌峰意味深长的拍了下小吴的肩膀, 李凌峰转身离开后, 小吴嘴角微微的一笑, 已经在开始幻想后续两人的发展了, 来到办公室, 李凌峰看见一份盒饭正放在桌面上, 伸手去试探了一下, 海上有余温, 应该是刚才许亚玲又给自己拿去微波炉热过了, 本来开完会黄克明是极力邀请李凌峰一起去吃饭的, 可惜这行有事就急急忙忙的赶回来了, 不过这也正好给了李凌峰一个脱身的借口, 李凌峰坐下打开盒饭开始吃起来, 这时正好是午休时分, 办公室主任叶木君走了进来, 打招呼道, 吃饭, 李行, 打完招呼, 很自觉地来到茶几上开始泡茶, 不用猜就知道是过来蹭茶喝的, 哎, 李行, 那包龙井怎么不见了呢? 叶木君翻来覆去地寻找到, 我给锁起来了, 那不是有绿茶吗? 刚买的, 叶木君拿起绿茶看了眼, 你是怕是街边三十块买回来的吧? 怎么, 三十块钱的就不能喝了? 李凌峰反问道, 不是, 那口感确实是差了些吗? 你嘴那么挑, 自己买一盒好的过来放这, 李凌峰给建议道, 无奈的叶木君只好拿起绿茶开泡起来, 我那经济条件怎么样? 你又不是不知道, 怕是要我命, 等叶木君把茶泡好, 李凌峰这边也吃得差不多了, 刚好, 过来喝茶, 李行, 叶木君招呼道, 李凌峰收拾了下桌面, 挥了挥手, 不了, 我自己这有, 说完, 从抽屉里拿出那剩不多的上等龙井, 王子杯子里倒一些, 然后来到茶几把开水倒上, 全程看在眼里的叶木君, 看着李凌峰透明杯子里那清香肆意的龙井, 叶木君咽了下口水, 不是理行, 给云点呗, 于心不忍的李凌峰, 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 看见李凌峰起身去拿龙井的叶木君, 赶紧把那甘苦要命的绿茶给倒掉, 迎接新宠, 饭后一茶一烟, 赛过神仙, 享受时分, 苏浩打来电话说是已经谈好下午约业务, 过来签场地租赁合同, 由于酒店是以西河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投资, 为西河所控股, 所以李凌峰让苏浩去找老方, 最主要还是要不付第一期的启动资金了, 一千万, 该李凌峰发愁的是, 三千万的投资额, 还有一千万的缺口是要解决的, 具体的事务手底下人去做就行, 中午, 眯了眉眼的李凌峰就开始起来处理各式文件, 熬到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李凌峰伸展下了自己手臂, 基本处理得七七八八了, 这时, 突然身后的落地窗响起了敲玻璃的声音, 李凌峰回头一看, 竟然是陈语书, 窗外的陈语书使劲地挥手示意李凌峰出来, 起身出来门外, 陈语书高兴地迎了上来, 跟我去见个被告人呗, 不是姐, 我可不是你们律所的员工, 你老找我替你们律所干活, 这算不算兼职的, 要算工钱的哦, 陈语书一把上前挽住李凌峰的手臂, 好了, 就陪我去见见嘛, 我们律所的同事都各个忙不开身, 又不过陈语书的撒娇卖萌, 李凌峰只得答应, 上了车, 李凌峰抱怨道, 看你一副的御解饭, 咋没一点御解的林立峰呢, 陈语书哈哈一笑, 你不知道外表是可以骗人的吗, 再说, 在你面前我需要什么御解饭啊, 这个被告人又是怎么一情况, 不愿意赡养老人, 他老父亲准备把他告上法庭, 陈语书回道, 那还真是个猪狗不如的家伙, 先别这样说, 在我们不了解真实情况下, 有些事情是很难去定论的, 陈语书说道, 李凌峰听后相当意外地看了眼陈语书, 你这眼神是什么意思, 李凌峰一笑, 第一次觉得你进步了, 竟然会懂得去论证思考, 你以为我律师是白干的呀, 讲的就是严谨, 看陈语书那得意的样, 李凌峰真心不忍去提醒他, 就是半个律师的料, 系好安全带, 准备发车了, 路上, 两人闲聊着, 陈语书一副美妙的表情道, 最近迷上了对美好事情的幻想, 是吗? 李凌峰笑了笑, 是S还是M啊? 什么S, 什么M啊? 都说了是美好事情, 比如幻想的被爱, 哦, 你那是发春? 陈语书, 看着陈语书被气得鼓囊囊, 李凌峰一笑, 好了, 好了, 我送你张图片, 一定很美好。 第176章, 你师父也是这类案件的行家? 按着导航, 两人最终来到了一家二手杂货铺, 将车辆停放好在路边, 李凌峰领着陈语书走进了店里, 摆满各式的二手货物, 从家具到家店, 应有尽有, 店老板看了眼穿着光鲜亮丽的两人, 怎么都不像是来掏二手货的, 于是便开口问道, 两位有什么事情吗? 还是哪个检查部门的? 不不, 我们是来找店老板的, 陈语书赶紧回道, 我就是这店的老板, 你们找我什么事想? 李凌峰看了眼面前的男子, 年纪约莫五十左右, 看上去还挺面善的那种, 不像是那种忘恩负义不赡养老人的类人, 店老板正是陈语书要找的被告人, 当店老板听到是因为他父亲的事情而来, 差点没当场就把李凌峰和陈语书给轰出去, 好在店老板的妻子这时走了出来拦住, 并且在店老板妻子的劝说下, 店老板这才同意聊会, 怎么, 他请了你当律师啊? 店老板看了眼陈语书道, 不是, 你父亲申请了法律援助, 当好委派到我们这边, 我们也并不是说要将你告上法庭, 只是想过来跟你这边做沟通, 看看能不能与之和解, 毕竟像你这种案件, 上了厅你根本没什么胜算, 店老板被陈语书说得无言以对, 但他始终没有松口接受调解, 决心不改, 但问其因何原因, 却始终没有告诉两人, 就在没有任何办法准备放弃调解的时候, 李凌峰给店老板递了根烟, 看着不见的店老板, 李凌峰一笑, 放心, 我可不是律所的人, 就是纯陪通这女孩过来的, 店老板听到这话, 似乎才有了一丝的松动, 接过李凌峰手里的烟, 李凌峰和店老板各自点上抽了起来, 沉默气氛烘托差不多了, 李凌峰这才开口道, 我也不知道, 你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因为什么, 但我吧, 还是觉得那古话说得好, 血浓于水, 不多言的店老板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那也得分人, 有些就未必见得是, 李凌峰也不多追问, 只是笑了笑, 哦, 是吗? 店老板深深地抽了口, 给你讲个可笑的故事, 有个小孩, 亲生父亲离婚后, 娶了后妈, 对他一直苛刻不好, 平时吃都吃不饱, 你也知道, 那个年代的物质并不丰裕, 好不容易等到了过年包饺子, 总算吃上了一顿饱饭, 因为吃了太多饺子, 他后妈很不高兴, 但他父亲告状, 他父亲二话不说, 就照他肚子狠踹了几脚, 把他胃给炸了, 送进医院哀嚎了很久, 就因为吃了顿饱饭, 他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了, 你说, 这好不好笑? 店老板笑着笑着, 两眼却湿润起来, 忙转过去掩饰, 李凌峰熄灭了手里的烟, 对陈宇书道, 我们走吧, 啊, 不明所以的陈宇书, 只能跟着李凌峰, 离开这二手杂货铺, 刚准备走出店门口, 店老板说了句, 你知道那个小孩是谁吗? 李凌峰转身, 看了眼深处灰暗的店老板, 那是我弟弟, 这一下把陈宇书给惊吓到了, 不敢置信地看着店老板, 回去的路上, 车内两人无语,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这世间太多的不幸, 不是一言两语, 就可言尽便明, 算了, 这当我不接了, 陈, 宇书开口说道, 这有的你选吗? 有啊, 还有另外一单, 陈宇书道, 我们去看看那单怎么样吗? 两人转向来到一处拘押所, 那是一位师族妇女, 师族妇女轻挑地扫了眼李凌峰和陈宇书, 满不在乎道, 就安排你俩给我法律援助啊, 行不行呢? 别误会, 我只是陪同, 这位才是你的法律援助, 李凌峰指着陈宇书籍盲撇清关系道, 行相行, 就没指望上你们, 这位师族妇女涉嫌不法心好心好心好意将被提起公诉, 但与一般交易行为不同, 还涉嫌聚重那个, 陈宇书看了眼面前的这位师族妇女, 你知不知道, 若是这次被公诉定罪, 你会被判几年老, 明显被吓了一跳的师族妇女道, 你可别吓唬我, 我又不是第一次被抓, 大不了被关十天半个月的, 那是以前, 这次你性质不同了, 涉嫌多人, 陈宇书从师族妇女的言语中, 明显感受到他并没意识到这次事情的严重性, 你什么? 什么意思? 于是, 陈宇书给师族妇女谱了一次关于多人的法律知识, 这下师族妇女明显开始有些慌了, 那个王八蛋, 我刚开始是死命不同意的, 他们硬要来, 陈宇书一听这个关键点, 立马提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因为搞得好, 这可以改变案件的性质, 你详细跟我说说, 这其中的过程, 一点也不能漏, 师族妇女听了陈宇书这话, 盲点了点头, 尽管李凌峰在一边不方便, 但还是毫无保留的一五一时说出来,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第177章, 这还用考虑吗? 怎么样, 现在送你回律所, 还是去哪? 李凌峰问, 陈宇书看了眼手机时间, 现在早过了下班时间了, 算了, 直接送我回住处吧, 或者, 你请我吃晚饭也行, 李凌峰转头汗言, 不应该是你请我才对的吗? 我贴人工陪你跑, 还要再贴一顿饭啊? 那么小气干嘛? 不是, 咱捋一捋啊, 我们什么关系? 吃顿饭, 你想什么关系? 陈宇书白了眼李凌峰, 我姐夫整个人都给你了, 李凌峰伸手, 打住, 那已经是过去事了, 翻篇了啊, 再说, 你姐现在孩子都有了, 总不能再给我吧, 你想我可以帮你约一下创造些机会啊, 以前不就这样的吗? 陈宇书鬼笑道, 你这话过分了啊,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陈宇书多了嘟嘴, 人家这不是想试探下你吗? 大不了我给你啊, 李凌峰, 好心你赶紧找个男朋友了, 别整天玩那些虚头巴脑的, 动漫内玩意, 是摸得着的真人吗? 好了, 好了, 别整的动妈似的, 罗里巴索, 看着陈宇书的不耐烦, 李凌峰摇了摇头, 今晚想吃什么? 日料, 陈宇书眼神瞬间闪过一抹高兴的亮光, 李凌峰开车回到陈宇书的住处, 在周边最近距离找了家日式料理店, 由于刚好是下班后晚饭时间, 店里顾客稍稍有点多, 需要排队等候一段时间, 没得耐心的李凌峰于是转身对陈宇书道, 要不我们换其他的吧, 陈宇书微微皱眉, 换去哪里啊? 嗯, 龙江猪脚翻, 李凌峰笑了笑, 不仅可以吃出男人的浪漫, 还可以吃出女人的贤惠, 不要, 陈宇书想都没想就急于果断拒绝了, 无奈的李凌峰只好左右扫了眼, 刚好轮后到一对年轻小情侣进场用餐, 于是李凌峰走了过来, 与对方交流了起来, 最终以二百块钱的价格买到了这对年轻小情侣的用餐次序, 就是彼此交换了一下, 用完餐后, 李凌峰送陈宇书到公寓楼下, 那行, 我也该回去了, 不上去坐一下吗? 我最近又买了两套动漫服饰, 不早说, 李凌峰跟了上去, 对了, 这次买的是哪个动漫角色? 孩儿兄弟, 不过颜色是黑色代理思编的, 李凌峰, 算了, 那我还是不去了, 我怕, 陈宇书回头, 我一个黄花大闺女都不怕, 你怕什么? 我怕你起诉我, 李凌峰来了剧, 年轻气盛谁能保证一定忍得住, 那你可以不忍啊, 陈宇书笑着眨白了一下眼睛, 这时李凌峰的手机响起, 哪个雕毛啊, 偏偏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打过来, 心里念叨着的李凌峰拿起一看, 竟然是富二代月子, 于是接通电话道, 月少, 这么晚找我有什么好事宜我啊, 这都给你猜到了, 真有好事宜你, 赶紧过来, 李凌峰微微一皱眉, 看了看陈宇书, 真走不开啊, 月少, 这回正准备看海尔兄弟呢, 啥? 海尔兄弟? 女版的, 雕, 还以为什么? 你过来, 这一排的海尔姐妹, 等你啊, 说完不给李凌峰反应的时间, 月则直接挂了电话, 李凌峰无辜地看了眼陈宇书, 你听到了, 他那一排的海尔姐妹, 你这边就一个都不用考虑了, 李凌峰, 你混蛋, 公寓门后, 响起了陈宇书的一声怒吼, 李凌峰三步并坐两步地抢先第一时间离开了公寓, 看着李凌峰的奔驰消失在夜幕中, 站在门前的陈宇书, 横横地跺了一下脚, 以后我再也不理你了, 哼, 给恰巧来这里找陈宇书的沐雪, 看到这一切, 谁啊, 让你这么生气, 陈宇书回头看了眼自己姐姐, 你前任, 嗨嗨, 沐雪连忙咳嗽了几声, 陈宇书这才发现, 身后还跟着姐夫, 来到月泽给的地点又是一处的酒吧, 李凌峰看着眼前的灯红酒绿, 不免没一皱, 他娘的该不会等一下又被警察扫场了吧, 你好, 请问你是李凌峰李先生吗? 这时, 一位服务员走上前问道, 李凌峰点头, 是啊, 怎么了? 哦, 是月少, 让我在这里等你, 请你跟我来。 随着服务员进了酒吧, 来到最里面隐藏的超级VIP包间, 包间门被打开的那一瞬间, 在过躁的叫喊着歌词, 看到李凌峰出现, 激动的月泽忙喊道, 我的兄弟你终于来了, 快过来。 服务员退去, 李凌峰走进包间, 果然月泽说的没假, 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排的孩儿姐妹, 月泽走过来拉住李凌峰的手来到孩儿姐妹前, 来, 就等你过来选了。 李凌峰扫了眼这一排的孩儿姐妹, 迟迟没吱声, 怎么, 看不上这些庸之俗粉啊, 那我让他们再换一批过来。 李凌峰看着眼前水灵绿的姑娘, 赶紧制止住月泽。 不是, 姑娘们都挺漂亮的, 只是今天刚有一位朋友给我普及了法律知识, 关于多人运动的。 月泽吃惊地看了眼李凌峰, 不, 不是, 你还想跟他们那边啊? 丢, 我只是让他们陪你唱歌的而已, 你想哪去了, 想不到你比我玩的还变态。 李凌峰? 行了, 行了, 你们这些都留下吧。 月泽好爽到, 李凌峰不急不慢地给自己拿根烟点上, 月泽一看, 还愣着干嘛呀? 兄弟, 赶紧过来整两手。 慢悠悠地走了过去, 李凌峰, 今上午, 直行来了一位从泰国回来的极品女客户。 女客户, 泰国回来, 极品。 这几个关键词, 瞬间让月泽大脑过滤出了一则画面。 两眼释放出别样光亮的他, 停止了手中一切动作, 丢掉话筒来到李凌峰的跟前。 快说说, 月泽满满地好奇欲, 有没有留下什么联系方式之类的。 李凌峰转头一笑, 哎, 你说, 咱俩谁更变态啊? 月泽, 来自月泽的微笑DIV。 第178章, 和他, 真的好像啊。 两人疯狂地诡较了几首歌后,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酣畅淋漓地释放着内心的狂野和热情。 旁边女孩们忙着倒酒的倒酒, 鼓掌的鼓掌, 用柔和甜美的声音, 毫不吝啬地赞美道。 你们唱得太好听了, 好厉害哦。 李凌峰知道他们也不容易, 就像你的老婆或女朋友, 明明知道你只有三秒, 却还要尽力配合你的演出。 去, 你也唱几首来听听。 月泽转头对身边的女孩道, 女孩站起身, 修缠而扼挪, 拿起花筒来到控制台点好歌, 开口的那一刻。 嗯, 宛如天籁, 那音色清澈而纯净, 轻轻抚过每个人的心弦, 回荡在空旷的包厢内。 星星, 你别唱了。 月泽打断女孩的歌喉, 女孩不知所措地看了眼月泽, 她知道今晚要陪的客户很是有分量, 所以一动不敢动。 唱, 继续唱, 这歌声都可以参加中国好嗓门了。 李凌峰则支持道, 不是兄弟, 他这一开口, 显得我自卑。 月泽赶紧说道, 要不你来, 你唱我才能找到共鸣。 女孩们一阵低头偷笑, 李凌峰, 那个, 那个, 你还笑? 李凌峰对着其中一位身穿浅色包屯裙的女孩道, 女孩时序地拿起酒杯过来, 是我不好, 我给歌发一个。 喝完很是自然地坐在了李凌峰的身边, 将另外一个女孩给挤了一边去, 淡淡的清香飘进了李凌峰鼻尖, 李凌峰看了眼, 这位身材饱满的妹子, 很是哇塞。 光自己喝有啥意思啊, 你得经约少一杯。 李凌峰笑了笑, 几分的阴险狡诈。 不是, 人家冲你来的, 干嘛把火引到我身上啊。 月泽反击道, 兄弟, 你这样做人可不地道啊, 要是有妹子主动来敬我酒, 我指定是不会推脱。 月泽这话才刚说出来, 那些女孩们瞬间群起而上。 李凌峰眉头一皱, 这叫什么来着,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跟你们说, 难得越少这么豪爽, 可别错过了机会。 李凌峰适时住信道, 倒是身边的浅色包囤裙妹子一动不动, 坚定地陪在李凌峰的身边。 这让李凌峰不觉心生几分的好感, 于是趁着众人起哄的时候, 恰到好处地过了把手影。 包囤裙妹子也不躲避, 反而是微笑着相迎, 一双魅惑的眼神有如打击在世。 这边月泽被灌得七昏八素, 眼看差不多了, 李凌峰也叫停了众女孩的打闹, 并让人取来热毛巾, 给月泽擦脸敷额头上。 等月泽稍稍缓过来后, 李凌峰起身来到其跟前, 试一其身边的女孩让开一个位置。 李凌峰坐下, 给月泽去了根烟, 两人点上。 完得差不多了, 是时候该回去了吧。 李凌峰吐了口烟道, 月泽一把拿开自己额头上的热毛巾, 怎么, 你女票对你管得那么严格啊? 你说, 你一个富二代干点什么不好, 整天把自己搞得醉生梦死的。 李凌峰笑着摇头道, 有钱不就是应该这样花的吗? 那, 别说兄弟我不带你, 现在有个好项目, 兄弟我准备起一家酒店, 有没兴趣交入一起。 月泽转头看了眼李凌峰, 第一次见到有人拉投资, 像你这般清新脱俗, 说什么带兄弟一把, 你呀, 就资金缺口找金主吧。 月泽那霜充满锐, 智的眼神智慧贼亮, 果然, 以你的智慧, 很难骗得了你。 李凌峰笑道, 月泽似乎一脸的郁闷, 喝了口酒, 哎, 你就别跟我提投资的事情了, 我爸给我献了要求, 只要我不搞投资, 不做犯法的事情, 其他干啥都不拦我。 其实, 像我们这些富二代, 只要不瞎折腾乱投资那的, 以现在我们的家庭财富, 足够几代人无忧了, 再说, 我也没那能耐, 做人啊, 最重要的是认清自己。 那确实, 李凌峰也跟着一笑, 不过呢, 你实在想要找金主的话, 我可以给你推荐个人。 月泽接着说道, 李凌峰略有兴趣地看了眼月泽, 说来听听, 柯恩序幕有限公司的继承人, 我表姐, 听到柯恩序幕有限公司的李凌峰, 惊愣了一下, 柯恩序幕有限公司, 你表姐, 啊, 你认识? 月泽看到李凌峰这副表情, 也是好奇, 这下月泽更加吃惊了, 你真认识他, 李凌峰眉头一皱, 何止认识? 咋地, 听你这话, 是还有其他关系啊? 没, 想哪去了? 李凌峰赶紧地摇头撇清关系道, 跟你说, 可别小看了我这表姐, 她绝对是纵横商界的一把好手, 不然我姑爷也不会让我表姐, 来执掌柯恩序幕有限公司。 从月泽的表情中可以看出, 她倒是挺钦佩这个表姐的, 不过有件事, 得提前告知你一声。 月泽转头看了眼李凌峰, 她外号可是炸制机, 你自己悠着点? 李凌峰吞咽了下口水, 不, 不是, 你们家族就没个正常点的吗? 诚心想要找合作, 我明天给你搭个线, 我表姐对酒店这块也是蛮感兴趣的。 说完, 月泽起身拿过话筒, 来, 我们接着还, 一直鬼混到凌晨十二点, 得知韩雪莹还在公司加班的李凌峰, 这才不得不提前离开。 包囤群妹子热情地送李凌峰到了门口, 那个, 我们能不能加个联系方式啊? 包囤群妹子微笑道, 李凌峰看着她那期待的眼神, 让人无法拒绝。 加好联系方式后, 妹子温柔可人, 我叫冯若英, 你叫我小英好了。 李凌峰点点头, 给备注了名字。 你, 叫什么名字? 冯若英小心地试着问道, 李凌峰? 哦, 眼神中不经意闪过一丝失落。 啊, 拜拜。 冯若英挥手道别, 目送李凌峰离开, 望着李凌峰的背影轮廓, 这一刻, 那曾经熟悉的身影和记忆 再也忍不住如潮水般涌陷在脑海。 你难道, 和她, 真的好像啊? 第179章, 只要豆浆和油条, 玉井花园住处, 洗完澡的李凌峰来到阳台点了根烟, 浴室里哗啦啦的水流声还在响着, 寒雪吟在里面, 完事了就拍拍屁股走人, 这多少有些混蛋, 李凌峰不禁暗笑了一下, 夜一身从阳台望过去, 熄落的几盏灯火摇曳, 这些还未睡眠的人, 要么像李凌峰这般刚爽完的, 要么就是那些孤独的灵魂, 白天忙碌奔波一刻不得闲, 唯有这夜晚, 才是属于自己的时光, 自己的世界。 嗯, 也有可能是某些雕毛在撸片, 安慰孤寂的二弟, 毕竟世界之大, 无所不由。 站在阳台的李凌峰, 想起了在酒吧月泽说的话, 心中不惊又对何碧阳来了兴趣, 若是真如月泽所说, 这何碧阳是纵横商界的一把好手, 那么与他合作或许会是一重保险, 跟着那些能干的人一起走, 这点准没错, 何碧自己一定要优秀, 懂得如何调动, 利用和分配资源才是最为重要的。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 但李凌峰也清楚, 想跟何碧阳合作, 怕不是建议士, 这种聪明的人, 眼界和手腕必定非同一般, 行事方式也定然异于常人。 想到这, 李凌峰深深地吸了口烟, 心道, 怕什么, 大不了自己再卖些力气了, 不就榨汁机吗, 老子还是打装机呢。 这回洗完澡的韩雪莹, 裹着浴巾走了出来, 来到李凌峰的跟前。 让开一点, 我晾一下衣服, 手中还捧着刚洗衣机里甩干的衣服, 李凌峰赶紧熄灭了手里的烟, 等会要是熏到新洗好的衣服, 就不好了。 拿起衣架, 李凌峰也帮衬着手, 三下五除二两人, 便将洗的衣服给晾好。 哎, 我发现你这尺码又大了一寸眼。 李凌峰抬头看着韩雪莹的那眼照笑道, 韩雪莹一脸的不解, 有吗? 我这都没换过啊。 是吗? 哎, 给我测一下。 说完, 李凌峰就准备动手, 韩雪莹白眼一笑, 就知道, 你一肚子坏水, 别闹, 人都看着呢。 想起之前阳台围观的事, 李凌峰停下了动作, 自己老婆给人看了, 就吃亏了。 你干嘛还不进去睡觉啊? 韩雪莹问道, 想事情吗? 啥事? 韩雪莹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不会又是想着去勾搭哪个妹子吧? 正是, 不是计划开一家酒店吗? 这钱还不太够, 想着拉点投资过来。 韩雪莹听后点了点头, 要多少钱? 十万够吗? 姐我投给你啊。 李凌峰, 把你卖了还差不多。 气得韩雪莹一把捶了下李凌峰的臂膀, 李凌峰一把抓住韩雪莹的手拽了过来抱在怀里, 差一千万呢。 韩雪莹听后瞬间惊讶的表情, 这么多钱也只在言语中听过, 没目睹过真容。 一千万啊, 那卖了我也不够啊。 李凌峰, 你还真想着把自己给卖了呀? 韩雪莹抬头, 如果真要到那个时候的话, 我可以考虑啊, 谁让我这么喜欢你? 没救了, 你个恋爱脑, 要你管。 韩雪莹唯一在李凌峰的怀里, 不过不用愁, 我已经找到异象的合作伙伴了, 只不过可能要卖些力气。 李凌峰笑道, 那要不要我帮你? 我力气也大。 韩雪莹抬头认真诚恳地看着李凌峰。 哦, 不用, 这是我一个人, 搞得定? 你确定? 李凌峰犹豫了一下, 应该可以吧。 清晨等不及李凌峰的韩雪莹先行上班去了, 睡到九点多的李凌峰慢吞吞起床, 看了眼听里的凌乱就知道韩雪莹也走得匆忙, 早餐自然是没着落了。 于是李凌峰伸了个懒腰, 转身去了洗漱台。 搞完一切后, 身穿光鲜亮丽的李凌峰出了门来到楼下早餐店, 看着一如既往那么充满韵味的老板娘打了声招呼。 风韵老板娘迷缘心魄的一笑, 要什么? 李凌峰秀眉一条, 我想要肆意妄为, 要质得意满, 要世间像你这般无尽的浪漫。 老板娘低头玩耳一笑, 没有理会。 倒是建树的店老板拿着锅铲来到李凌峰面前, 连敲了几下。 你刚说什么, 没听清再说一次。 李凌峰将出的笑容开个玩笑, 只要豆浆和油条, 你确定不加个鸡蛋? 你安排了? 李凌峰惬意地坐下吃了个早餐, 不慢不紧的心态就是舒服, 哪怕看看路过的行人都是一种享受。 吃完准备起身离开的李凌峰被老板一把摁了下来。 李凌峰回头, 这早餐前不开始就付给你了吗? 又没吃白食啊? 谁知店老板咧嘴一笑, 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兄弟, 听说你在银行上班是不是啊? 李凌峰点点头, 怎么了? 想来我们银行存钱吗? 定期利息很高的哦? 存毛啊, 想跟你们借钱来着。 店老板一把坐了下来。 借钱? 是啊, 你看下像我们这种小商贩, 可以从你们银行借到钱吗? 有无营业执照那些。 李凌峰问, 没有那些敢开张营业做早餐卖给你们吗? 不老早被工商局的给端了。 那倒也是。 李凌峰点头, 每月的流水怎么样? 大几万吧, 没细算过。 店老板想了下, 反正每月差不多二、三万左右的净利润。 李凌峰带住, 一个早餐店每月赚二、三万。 你开多几个就够了, 还得银行借什么钱? 老板皱了皱眉, 你听着好像赚很多似的, 其实算下来没什么的。 你看我跟我老婆, 还有爸妈都在这早餐店忙, 算下来也就是赚了份工钱。 经老板这么一说, 李凌峰觉得又好像是那么一回事。 所以说, 各行各业, 各看各的好, 只有身处其中才知道里面的酸甜苦辣。 哎, 你打算跟银行贷款多少啊? 老板听后, 忙紧张的一脸兴奋, 不多, 二十万就好。 生怕李凌峰不答应, 忙又保证道, 放心, 一定会准时还钱的, 我们都是本本分分的老师人。 哦, 你要这二十万干嘛呀? 哎, 给我递娶媳妇, 凑彩礼钱呢? 老板叹了句, 多少啊? 你这彩礼, 三十八万八, 还行。 第一百八十章, 我听错了吗? 可得优着点哦, 这要是女方反悔退婚, 这彩礼, 你可能一半都拿不回来。 李凌峰好心给提醒道, 这个放心, 两人自打读书那回就好了, 感情深。 李凌峰点点头, 行啊, 有营业执照有流水, 可以申请我们行的小额金一袋。 老板一听, 瞬间将兴奋写满整个脸上, 那真是太感谢了。 不过最终具体能贷款到多少, 我不敢给你打包票, 一切以银行的审批结果为准。 那自然是, 你们有你们的做事规矩, 这个我懂。 老板笑道, 多少没关系, 能凑一些试一些。 李凌峰起身, 那你有时间带上营业执照那些资料, 去我们制行申请吧。 好嘞, 吃饱慢走。 老板笑脸相送, 要是这事情成了, 以后你来, 我这都给鼓折优惠。 李凌峰挥了挥手没在意, 哪个干部经不起这考验。 待李凌峰离开后, 忙完活计的老板娘来到跟前, 你真的打算跟银行借钱啊? 老板叹了口气, 就这一个弟弟, 自己当哥哥的不服他, 那能像话吗? 再苦再累, 也得扛着, 谁让我是家里的老大呢? 李凌峰开车经过制行门口, 犹豫了一会没有进去, 而是禁止转向去了科恩畜牧有限公司。 对于李凌峰的再次到访, 何碧阳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因为一早月子就找了自己这位表姐, 将事情的原委跟她说了一遍。 办公室里,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何碧阳扶了扶眼睛微笑道, 想不到我们那么快又见面了。 唉, 谁让咱俩有缘呢? 本来李凌峰还想加个小甜甜的称谓, 但实在是说不出口。 不过自古成大事者, 都是能屈能伸的好汉。 稀有我先祖李世民为水河畔单齐附会, 经由我李凌峰为事业伸入狼窝。 想到这的李凌峰一咬牙, 心意横伸手依次解开脖梗往下的扭扣, 准备大干一场。 边解边道, 还是上次那姿势吗? 何碧阳一脸正经地坐在办公椅上看着李凌峰。 你这是干嘛? 耍流氓吗? 李凌峰猛逼地停下动作, 怎么? 令外加难度吗? 何碧阳背靠座椅, 双手抱于胸前, 俨然一副霸道女总裁的风范。 淡淡道, 李先生, 我希望你搞清楚, 我们私人感情归私人感情, 投资是投资, 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你不用指望通过卖力气, 能博得我的投资, 整那虚的没用。 你得拿投资方案说服我, 要让我知道, 你项目可投资的价值。 如果做不到, 那不好意思, 请你离开, 我们的资金会有更好的去处。 李凌峰不敢相信地看着何碧阳, 冷峻地霸道女总裁风, 瞬间让李凌峰感觉是如此的陌生伶俐, 也把李凌峰心里的全盘小九九计划, 击得稀碎。 这就是认真起来的何碧阳吗? 难道是我的理解错了? 还是之前, 我对眼前的这个女人, 有什么误会? 如果今天才是何碧阳真实的一面, 那自己, 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何碧阳了。 难怪悦泽这小子会对他的这位表姐那么钦佩。 李凌峰一笑, 早知道这样就不用费一般功夫, 害我在来的路上还在脑海推演不同的场景节奏, 于是拿来手机拨通了苏浩的号码, 让你来科恩畜牧有限公司, 先到哪了? 咦? 进进来门口了? 这手机还没挂, 就听见了敲门声响, 毫无疑问是前台领着苏浩进来了。 李凌峰看了眼苏浩, 酒店项目方案那些带了没? 带了, 苏浩点头, 来, 给我们的何总介绍一下。 苏浩满满的兴奋, 之前给李凌峰介绍自己的龙中队时, 愣是给憋了回来, 这下总算是有发挥的余地了。 开始介绍之前, 苏浩先喝了口水, 润了下喉咙, 而对面安静坐着的何碧阳似乎在说, 请开始你的表演。 苏浩轻松一笑, 随即将方案丢弃一边, 转瞬间切入超神镜, 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了酒店项目方案。 是的, 他再脱稿, 也没有任何的PPT, 一切了然于凶, 宛如天下之势尽在我手。 苏浩结合方案内容, 以其独特的视角, 对当下P区酒店发展模式和现状, 进行了深度分析。 事实提出, 他那套龙中队经营策略, 瞬间给了何碧阳耳目一新的感觉。 从何碧阳的表情中可以判断出, 他似乎是很认可苏浩的这一套理论。 像极了当年刘备, 遇见诸葛亮。 完了, 这件何碧阳来的剧, 第181章附加项。 苏浩看了看何碧阳, 再回头看了看李凌峰, 来的时候没提到有这一环节啊。 怎么, 这是两位大佬在联合考验我的忠诚吗? 这时的何碧阳随即开口一笑, 开玩笑的, 瞧把你们给愣的。 行了, 这大致的项目方案我已经了解了, 至于细节部分, 等会我想和苏先生再好好聊聊。 说完, 何碧阳转头看向李凌峰, 不介意的话, 我想和苏先生单独聊。 李凌峰汗颜地回看了眼何碧阳, 上一秒还让人家叫你小甜甜, 这回有了新欢, 就是牛夫人了。 秉着死到有不死平道的精神, 李凌峰果断地将苏浩给卖了出去。 啊, 苏浩, 你这边就好好地和和总深入探讨一下, 我这边也还有点事情, 就先走了。 苏浩快意地点了点头, 此刻激动地不行, 想不到自己这一套精英理念终于遇到赏识的人了。 心里盘算着, 等会一定要再给和总好好分析分析形式。 临走的李凌峰将苏浩拉至一边, 昨晚休息好没? 休息好拉? 苏浩点头, 那平时有没有做一些健身运动之类的? 有, 你看看, 我这攻二头肌。 苏浩拍了拍自己的臂膀, 李凌峰点点头, 醒醒, 那就好。 苏浩一脸的战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还以为李凌峰是怕自己没得精力运营酒店项目。 忙一把打包票道, 李总你大可放心, 这是我一定给你办得明明白白的。 李凌峰吃惊地看了眼苏浩, 想不到他悟心那么高。 有了这话, 李凌峰算是定了三分, 也别硬撑, 实在扛不下去, 放弃也行。 说完, 李凌峰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子递给了苏浩, 先拿着兴许关键时候用得上。 我等你的好消息。 李凌峰拍了拍苏浩肩膀, 苏浩左右看了下这三五品牌的小瓶子, 一问道, 这是什么啊? 加强版的印度神油, 最新品。 望着李凌峰离去的背影, 苏浩再次茫然地看了眼手中的小瓶子。 我要他干嘛? 随手放进兜里, 转身对何碧阳笑道。 那何总, 我再给你详细介绍。 不接, 我们先聊点别的。 何碧阳意味深长地看了眼苏浩, 你觉不觉得有些热啊? 苏浩看了眼那十六度的空调, 不热啊。 何碧阳一笑, 转个圈动一下看看。 李凌峰开车回支行的路上, 遇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此刻的萧红飞正西装革履地在街头散发保险传单, 看来是又干回他的老板行。 或许是感觉到有人在注视他。 萧红飞也朝这边看了过来, 与李凌峰一个对视。 两人都沉默, 没有打任何招呼。 躲避开李凌峰的眼神, 萧红飞继续发着自己的保险传单。 若是自己走的, 没有什么好说, 李凌峰也一脚油门驶离而去。 看着李凌峰远去的车辆背影, 萧红飞不知有梅后悔过自己的决定。 回到直行, 李凌峰一进门, 小吴便兴奋地迎了上来。 李星,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那位女客户, 她家我联系方式了。 李凌峰没一皱? 你说那位从泰国回来的吗? 泰国? 小吴一脸的疑问。 哦, 上次她说刚从泰国旅游回来。 怎么样, 你们聊得还行吗? 挺热恋。 我就说, 她肯定是对我有意思。 小吴得意洋洋说道。 那, 你得把我好哦。 李凌峰拍着小吴的肩膀道。 当然, 机会来了, 我肯定不能错过。 准备往办公室走的李凌峰停了下来。 哎, 今上午有没有一个开早餐店的大哥过来直行申请贷款啊? 做早餐店的? 小吴努力地回想了一下。 好像有, 但是给客户经理拒绝了。 拒绝了? 李凌峰疑惑, 什么原因拒绝? 征信不好, 还是负债重? 说是额度太小, 这种经营贷不好审批。 小吴道, 赚不了几个钱, 所以都不愿意动。 李凌峰顿时来了气, 作为一家卫民服务行业, 什么时候骄傲得游的你们挑客户了? 况且这服务小微发展是国家定的政策方略, 行里必须完成的硬性指标。 咋的? 闲置行年度考核得分太高啊。 带着些许不悦的表情, 李凌峰问了句, 今早是哪个客户经理对接的这笔业务? 呃, 好像是森哥。 听到是森哥这位置行老黄牛, 李凌峰顿时不觉几分诧异, 收起了那不悦的心。 你让他来办公室找我。 好的, 李行。 办公室里, 李凌峰泡好了一壶茶, 敲门进来的森哥连做都没做作, 就开口道。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 李行, 我这就联系客户回来。 见此, 李凌峰也不好多说什么。 行吧, 下不为例。 老实登后的森哥点头。 好, 转身准备离开, 李凌峰叫住了他, 喝杯茶再走吧, 都给泡好了。 看着笑容可亲的李凌峰, 森哥顿时压力。 好啊, 简单闲聊一番后, 森哥出去忙活。 李凌峰想起昨天放了陈语书鸽子, 于是打电话过去。 干嘛? 找我什么事? 电话里, 陈语书气嘟嘟道, 都过了一整晚了, 还在生气啊。 李凌峰笑道, 你不去找那一排的孩儿姐妹, 找信号信号信号吗? 陈语书仍是那份的语气, 找了他们了呀, 现在不是回头过来找你面。 你滚, 那我真滚, 挂电话了。 随你, 爱挂不挂。 哼, 陈语书道, 我今天掉假休息, 刚好昨晚我姐带了些吃的。 你要不要过来? 想了一下, 李凌峰笑着回道, 好啊, 那你中午煮多我一碗饭, 下班后过去。 挂了电话, 李凌峰开始忙碌日常工作项, 直到临近下班的时候, 接到了来自苏浩的电话, 只听见对方有气无力道。 李总, 万幸不如使命, 投资算是拿下来了。 那个, 你, 没事吧? 下次要是有其他的附加项, 李总麻烦你提前告知一声, 我好做个心理准备。 啊, 什么附加项? 李凌峰故作装傻道。 那何总, 让我帮忙产了一扇我的猪屎, 说是员工请假不够人手。 李凌峰? 第182章, 就说你这孩子, 打小聪明。 简单地安慰了苏浩几句, 李凌峰便挂了电话。 如今投资到位, 也算设了李凌峰心中一件大事。 走出支行大门, 李凌峰感觉空气都是甜的。 怀揣着美滋滋的心情, 李凌峰刚上车, 月泽打来电话。 怎么, 跟我表姐谈呢? 月泽问道, 还行, 你表姐答应一并投资这酒店项目吗? 当然答应了, 我承诺我爸名下所有餐饮的肉产品, 都由他科恩独家供应。 李凌峰? 这么说, 那苏浩不是白白产了一上午的猪粪? 李凌峰没一皱, 这何碧阳还真是两头压榨, 那真是麻烦你了兄弟, 牺牲那么大, 其实也没什么的, 我爸本也准备这么做。 月泽一句轻描淡写, 现做个顺水人情了, 不过这个人情竟然给到你了, 你想怎么报答我啊? 月泽转说道, 李凌峰一笑, 老规矩, 洗脚按摩, KTV走起, 怎料月泽满事的嗤之以鼻, 这些都玩腻了, 整来整去不就搞女人, 能不能换点别的? 李凌峰想了一下, 要不, 我带你去钓鱼, 让你体验一下, 什么叫修行养性, 这个行, 我还真没钓过鱼, 月泽兴奋道, 那就这么定了, 下午我过去接你, 爷呀, 不现在吗? 现在谁跟你有空啊? 李凌峰吐槽了一句, 又去奶年花惹草, 这你就别管那么多了, 好好休息一下, 等我下午过去接你, 李凌峰道, 行吧, 可别让我等太久了, 挂了电话李凌峰摇了摇头, 这月泽怎么经历那么旺盛的, 昨晚嗨到那么晚, 一觉醒来又生龙活虎, 李凌峰挂挡准备走人, 谁要车窗玻璃被人敲了一下, 抬头一看, 竟然是小吴, 放下车窗玻璃, 李凌峰问了句, 怎么了, 小吴, 李行, 我今中午约了那女客户吃饭, 能不能烧我一程, 李凌峰怀疑人生的看了眼小吴, 这蹭车蹭到行长上来了, 再说, 你也不问下我顺不顺路, 还没等李凌峰答应, 小吴一把打开车门坐在了后排位, 不, 不是, 我成专业司机了, 李凌峰转身看了眼小吴, 小吴笑道, 走啊, 李行, 本来可以直接去陈语书住处的, 结果愣是先花了近一个钟的时间, 将小吴送到了目的地, 要不是看在那女客户是从泰国回来的, 得助力发展两人关系, 李凌峰会当场就把小吴赶下车去, 李凌峰也没急着离开, 直到看见两人恩爱的手挽手, 这才放下了心, 掉头前往陈语书的住处, 陈语书打电话过来催问, 你怎么还没过来啊, 这饭菜都快要凉了, 马上就到, 这不先送了一位同事, 说完, 李凌峰立马踩下油门, 将速度提升了几度, 来到陈语书所在的公寓楼下, 李凌峰将车停好, 下车一眼就看到了隔壁奶茶店的那小妹, 于是走了进来, 对奶茶妹笑道, 又来兼职啊, 奶茶妹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一下就认出, 是上次请自己喝奶茶的男生, 笑着礼貌问道, 今天要什么奶茶啊? 老样子, 三杯, 奶茶妹再次看了眼李凌峰, 温婉一笑, 其实你不用那么浪费给我点的, 下班后店里的奶茶我都喝不完, 李凌峰, 那送你一朵, 花总没问题了吧, 说完, 李凌峰将藏在背后的一朵野花拿了出来, 奶茶妹脸一红, 洋溢着青春的羞涩, 今天李凌峰点的奶茶, 那料格外的足, 路边被摘了朵花的花丛正随风摇曳, 四载无声的抗议, 拎着奶茶, 李凌峰将多余的一杯送给了守卫阿淑, 并照例递给了支烟, 阿淑开门那会的手脚比任何时候都够利索, 李凌峰畅通无阻地进了公寓, 来到陈语书所在的楼层敲响了房门, 陈语书开门探出一个脑袋, 看见李凌峰别嘴道, 你怎么猜的啊? 进来房间的李凌峰将奶茶递给了陈语书, 陈语书高兴地接过手, 就知道你不会亏待我, 拿起奶茶就是直接心好心好心好吸管喝了起来, 嗯, 今天这两好足额一口吸下去满满的珍珠, 好心你了, 吃饭就别先喝奶茶了, 李凌峰看了眼身穿宽松睡袍的陈语书, 萌萌哒,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陈语书审视了一下自己的睡袍, 没有什么地方穿聋的, 说好的孩儿套装呢? 李凌峰皱眉问道, 你就别想了, 谁让你上次放我鸽子, 陈语书说完走向饭桌, 快来吃饭吧, 尝尝我的手艺, 不是你姐昨晚带的吗? 我不用煮啊, 哦, 也是, 两人来到饭桌, 坐下来的李凌峰拿起筷子, 先夹了一道菜, 送进嘴里, 陈语书充满期待地看着李凌峰, 急问道, 怎么样, 怎么样, 李凌峰咀嚼了几下, 嗯, 还行, 不过比较你姐做的还差了那么一点, 都那么久了, 你还记得我姐做的饭是什么味道? 何止记得, 她身上什么排的沐浴露香味, 我也记得清清楚楚, 现在想来还又在鼻尖, 渣男, 陈语书瞪了眼李凌峰, 你怎么不吃啊? 陈语书看了眼桌上的饭菜, 吞咽了下口水, 最近准备减肥就不吃那么多了, 减肥? 李凌峰一脸的莫名其妙, 你本来就不肥, 好好的干嘛需要减肥啊? 哎呀, 哪个女生不喜欢苗条, 瘦点总归没错, 李凌峰看了眼陈语书, 你确定? 什么意思啊? 你这话? 李凌峰目光下移, 落在了陈语书的胸部上, 你没听过吗? 减肥先减胸, 你这本来就少得可怜了, 再减起不是要磨了? 陈语书, 吃, 我现在就吃, 陈语书拿起筷子夹起菜, 就往自己嘴里送, 那也不用着急, 吃多了也增加不了脊俩肉, 两人边吃边斗嘴, 陈语书, 你知道吗? 昨晚我姐夫问了我一晚, 关于我姐的前任, 李凌峰惊得停住了筷子, 你没把我卖了吧? 切, 我姐前任又不止你一个, 不会找他们顶帮面, 陈语书道, 李凌峰笑了笑, 就说你这孩子打小聪明, 不过他在那边抽屉, 看到了我们三人的合照, 陈语书补充了一句, 李凌峰? 第183章, 我家的鱼不一样, 望着李凌峰那般惊恐的表情, 陈语书, 放心好了, 我跟我姐夫解释说, 你是我男朋友, 嗯, 也没错, 胜似男朋友的男朋友, 李凌峰点头, 听到这陈语书机灵地看了眼李凌峰, 要不, 我们把这关系推进一下, 李凌峰摇头, 不不, 我不能做对不起你姐的事, 你是不是忘了, 你跟我姐都分了好几年了, 陈语书眉头皱得如心梗一般, 李凌峰轻叹了一声, 在我的回忆里, 你姐已是永恒, 我姐生日多少来着, 李凌峰, 还永恒, 也就鱼儿其妙的记忆, 说到底, 在你心里就是觉得我不如我姐, 陈语书道, 那不一样, 李凌峰解释, 哪不一样, 陈语书看了眼李凌峰, 我姐能给你的, 我也能给你, 说完, 还特意坐直了身板, 挺了挺前胸, 别说, 虽说陈语书此时身穿的是宽松睡袍, 但他那么一挺, 还是有点曲线轮廓的, 李凌峰放下手中的筷子, 换上一副深沉的神情, 略有思绪, 道, 感觉不一样, 陈语书煞时白了眼李凌峰, 老娘跟你谈现实, 你跟老娘玩玄学, 感觉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你怎么说都行啊, 还不是全凭你自己一张嘴, 见陈语书甚是不屑的表情, 李凌峰意味深长的一笑, 你不信啊, 李凌峰看向陈语书, 来, 你看着我的眼睛, 陈语书照着李凌峰的话, 双眼望向他眼神, 你知道吗, 如果喜欢一个人, 眼神都会笑, 李凌峰道, 你看着我眼睛什么感觉, 陈语书小脸一红, 抑制不住的冲动, 嗨嗨, 被这话呛到, 连咳了两声的李凌峰, 赶紧转移话题道, 吃饭, 吃饭, 诶, 你下午有什么安排没, 陈语书问道, 约了一朋友下午去钓鱼, 你不用再想着, 那我去看什么慢展了, 陈语书不屑, 钓鱼有啥好玩呢, 那慢展又有啥好玩呢, 你不懂, 你也不懂, 陈语书, 吃完午饭后, 李凌峰在沙发上躺了会, 陈语书, 要不要进我房间, 我的被子又香又软, 想不想和我一起干, 李凌峰赶紧地摇头拒绝, 这是要犯原则性错误的, 不想拉到, 哼, 陈语书甩脸转身进了房间, 但是房门并没有关上, 躺在沙发的李凌峰, 看了会短视频, 眼皮渐渐犯困, 不知不觉中昏睡了过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 李凌峰一觉起来, 已是静下午三点了, 想起和月泽的约定, 李凌峰扑通一下起身, 这才发现身上盖着一件薄被, 手一摸软软的, 拿起来一闻香香的, 果然没错, 又香又软, 李凌峰轻轻一笑, 起身拿上那薄被来到陈语书房间, 此刻的他也正在熟睡, 于是李凌峰将那薄被又盖在了陈语书的身上, 看了眼后, 然后转身轻轻地离开, 拿上自己的东西出了门赴约, 盯着房门被关上的陈语书睁开了自己眼睛, 拿起盖在自己身上的薄被凑近鼻尖闻了下, 嘴角一笑, 就是那熟悉的气息, 驱车赶往月泽的住处, 李凌峰点开聊天界面, 才发现自己早已受到了月泽的信息轰炸, 前方一辆亮眼的黄色法拉利打着双闪, 不用猜都知道是月泽的了, 使劲一看, 果然看见月泽正狠狠地盯着自己, 我说, 你压得能不能有点时间观念, 都不看看几点了, 李凌峰咪咪一笑, 怎么, 你等很久了吗? 没有, 我怎么会那么傻? 李凌峰看了眼那满地的瓜壳, 没有点时间, 怕是磕不出那么多来, 我说, 你能不能有点素质, 满大街的扔垃圾, 月泽看了看地上的瓜子壳, 你别误会好不, 这条马路是我们家的, 看见你身后的那罗马柱拱门没? 李凌峰回头一看, 果然不远处耸立着一道拱门, 过了那拱门, 就是我家的地界了, 所以我在自己家丢垃圾, 怎么就叫没素质了? 李凌峰不禁没一皱, 这好得那么没人心吗? 月泽似乎不想就此放过李凌峰, 都说我们富二代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但比起有些人的时间观, 好的不是一丁半点, 最后一句月泽特地加重了语调, 好了, 好了, 这事情翻篇了, 给你带了杯QQ好喝到灭布茶, 月泽一笑, 这还差不多, 对了, 等会我们去哪钓鱼啊? 隔着车距, 接过奶茶的月泽问道, 你家有吃糖吗? 月泽点头, 有啊, 那就去你家吃糖掉吧, 省得又麻烦去找地方了, 你确定? 我家养的鱼跟外面的有点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你家养的鲸鱼啊? 不是, 是鳄鱼, 李凌峰? 最终, 两人找到了一处的小水库, 山清水秀的, 刚找好吊位, 就见一位颇有几分姿色的少傅走了过来, 对月泽微笑道, 小哥哥, 你是一个人吗? 此时旁边的李凌峰就纳闷了, 咋了, 我不是人啊, 月泽虽然也有点小猛, 但还是回了句, 对啊, 一个人啊, 李凌峰? 少傅, 那你看我长得好看吗? 月泽点了点头, 好看, 那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 月泽收起那翘起的嘴角, 当然可以啊, 少傅转身对后面的一个男子道, 你看见没, 老娘不是没人要的, 别天天就惦记着钓你鱼, 赶紧的, 今儿不给老娘回去, 以后就别回了, 男子信信地收起鱼竿, 跟着媳妇回家了, 月泽回头看了眼李凌峰, 你知道吗, 当他说要做我女朋友的时候, 我连订哪家酒店都想好了, 李凌峰笑而不语, 继续搅拌着手中的耳料, 月泽走近看了看, 我很好奇, 你们这个耳料老是要用水来搅拌, 要是遇到没水的地方呢? 李凌峰, 没水的地方我们拔耳料干嘛? 钓鱼啊, 月泽道, 打窝挂耳, 两人将鱼竿抛了出去, 月泽饶有兴趣地看着那鱼飘, 哎, 你们穷人平时都有哪些的娱乐项目啊, 就钓钓鱼这么简单吗? 李凌峰看了眼月泽, 下次钓鱼你记得带头盔, 也许是鱼情不好, 守了半个多钟, 一个咬勾的都没有, 逐渐失去耐心的月泽开始毛躁起来, 话越来越多, 跟个蚊子似的嗡嗡地响个不停, 最终忍不住道, 不完了, 还是去探店吧, 钓美人鱼去。 第184章, 你过来了吗? 冰河路, 矗立在街边的李凌峰和月泽两人望着一家名叫优式的女性服装店, 看店内装潢, 应该是属于那种奢侈高消费的地, 里面怕是一件T恤或衬衫都要上千元的那种, 我们不是说来探店的吗? 探的就是女性服装店啊。 李凌峰不解地问道, 还是说, 你想想探探里面的那老板娘。 月泽转过头来, 我让你看的是二楼, 你盯着人家一楼女性服装店干嘛? 哦, 李凌峰把目光抬升了一个度, 清晰地看见二楼挂着SPY馆的招牌。 你可别小看这SPY馆, 它可是会员制的, 一般人还不招待。 月泽得意道, 李凌峰, 这么说, 你是这里的会员常客了? 切, 常客我还来这里干嘛, 都说是探店了, 当然是去喂到过的地方。 李凌峰? 那等会我们怎么上去, 亮出你假日广场太子爷的身份吗? 月泽, 你是不是傻呀, 出门在外浪? 你能用自己的真实身份? 杀人放火立飞雨, 救苦救难寒天尊。 李凌峰微微醋眉, 算了, 要不我们还是整点正能量的事情, 去建身房吧。 月泽回头惊恐地看了眼李凌峰, 不敢相信, 健身房的地方你也敢去啊。 怎, 怎么了? 李凌峰对这话不解。 上次我一哥们, 干广告设计这块的, 去健身房被一男的搭讪。 还是在厕所里面, 那男的看着我哥们二弟, 说了句, 哎, 真巧, 你怎么会有我后门的钥匙? 吓得我哥们连滚带爬地走了出去。 他说, 他写了十年的文案, 都没想出那么有创意的话。 自此以后, 再也不敢去健身房了, 自己在家里整了一个健身件。 李凌峰? 月泽领着李凌峰进了这服装店, 老板娘见到两人进来, 客气地迎了上前。 微笑道, 两位, 是想给另一半买衣服啊? 李凌峰正眼打量了下老板娘, 身姿曼妙曲线优美, 皮肤也是白皙如玉, 透着健康的光泽。 穿着也是简单而不失优雅, 一条紧身的连衣裙, 配上一双高跟鞋, 显得高挑迷人。 像这样的女性, 平时多是注意打扮保养自己, 如美玉一般, 懂得雕琢, 怎能不秀美? 领头的月泽摇了摇头, 我们不买衣服, 想去楼上的SPA馆。 老板娘打量了一下两人, 刚想说些什么来着, 月泽拿出了一张卡片给她, 看上去好像很厉害的那种, 卡片周边镶嵌着金边,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黑钻? 老板娘验了一下卡片, 确认后, 客气地领着两人上了楼。 上来, 李凌峰便被二楼的环境给吸引住了, 清一色偏白的休闲装饰, 配以柔和的灯光, 舒缓的音乐, 让人不觉感到一股莫名的舒心, 甚是惬意。 几位身穿旗袍盘着发散的高挑美女, 陆续走了出来, 排列在李凌峰和月泽面前, 欢迎光临。 老板娘转身对两人笑了笑, 你们有提前预约的技师吗? 若是没有看下, 选一位合适的。 谁知月泽眉头一挑, 稍微轻浮地调侃道, 我想选老板娘您不知行不行? 也是, 眼前这老板娘浑身上下散发着成熟韵味的美, 别说月泽, 怕是99%的男性都没什么抵抗力。 面对月泽的调侃, 老板娘倒也是不气, 像这种场合估计早已是历经无数, 反而嘴角微微上扬, 透出一丝的妩媚, 选我可是收费很贵的哦? 无妨, 无妨。 月泽笑道, 老板娘随即温婉而笑, 没再多说什么, 转身便下去了, 不将自己卷入漩涡之中。 李凌峰和月泽各自选好服务的技师, 一人一间包房, 包房布置的也恰到好处, 简洁素雅风, 中间放有一张按摩床, 李凌峰换上衣服。 七炮小姐姐拿来工具箱, 给包房点上香炉。 随着香烟鸟鸟升起, 整个包房内慢慢飘散着一股淡淡的檀香, 令人心旷神疑。 李凌峰平躺在按摩床上, 七炮小姐姐上前甜美一笑, 很高兴为您服务, 那我开始了。 先来帮您松松筋骨吧, 等会再上筋油。 七炮小姐姐细腻的双手按在李凌峰的肩膀上, 此刻的李凌峰是赤膊上身, 能充分地感受到小姐姐的细嫩指尖划过背部肌肤。 李凌峰余光可以瞥见七炮小姐姐, 拿到大腿根的开叉, 露出一片雪白。 从头部到脚底, 从肌肉到神经, 不得不说每一个细节七炮小姐姐都拿捏得恰到好处。 整个身心逐渐放松, 疲惫感在不知不觉中消散。 看来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上了这个层次的服务, 比起那一般的休闲中心, 确实好了不少。 要是放在平时, 李凌峰肯定会趁机开下游。 但是到了这里, 李凌峰反而一副君子峰做派, 当了一回的柳下会。 经由按摩结束后, 来到了水疗环节, 这可是在私密的环境中享受服务。 接下来的内容, 我知道书友们都不喜欢看, 所以就帮大家跳过了。 SPA项目结束后, 这里还有提供私人西餐厅李凌峰和月泽 吃了个晚饭后才离开。 百祥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 赵岳稍稍舒缓了一下, 那僵硬的筋骨, 看了看时间。 差不多也该下去了, 这回林旭东快到了吧。 脑海浮现林旭东的身影, 赵岳嘴角不禁微微一笑, 伸手抚摸了下自己那小腹。 里面怀着他和林旭东爱的结晶。 关闭电脑, 赵岳收拾下了桌面拿起包包, 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来到韩雪盈处, 走啊, 一起下班。 韩雪盈对着赵岳笑了笑, 林旭东过来接你啊。 赵岳点了点头, 是啊, 一起呗。 自从林旭东买了车后, 就几乎每天晚上都过来接送赵岳下班, 或许这就是他买车的意义吧。 我就不坐电灯泡了, 等会李凌峰也过来, 你们先走吧。 韩雪盈笑道, 听到是李凌峰过来接, 赵岳也就不再多说, 那行, 我先走了呀。 目送赵岳离开公司, 韩雪盈继续在自己的宫位待了一会, 属实有点无聊, 于是拿起手机给李凌峰打去了电话。 你过来了吗? 嗯, 过来的路上了, 你看下, 今晚的月亮好圆哦。 韩雪盈来到窗边, 抬头望去, 一轮明月高悬夜空。 你再看看楼下。 顺着李凌峰的话, 韩雪盈低头看了下去, 一个亮仔拿着树花朝他挥了挥手。 你真混蛋, 我这就下来。 幸福洋溢在这个容易被满足的女人脸上, 笑得如此傻天。 第185章, 是其, 也是执其之人。 楼下, 接过树花的韩雪盈一把高兴地抱住李凌峰, 今天是什么节日啊? 谁说一定要什么节日才可以送花啊? 李凌峰道, 一般不都是这样吗? 不然为啥节日那么多卖花的? 韩雪盈松开李凌峰看了眼, 此刻的韩雪盈也谋理满满的李凌峰。 李凌峰沉思了一下, 嗯, 非要有个节日的话, 那就算庆祝, 几周年纪念日吧。 韩雪盈呆饿住, 随即轻垂了一下李凌峰, 好歹你也是受到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就不能文雅些。 我那文雅早还回家老师了, 现在整个脑子里就一个俗, 俗不可耐。 李凌峰抬头望向月亮, 就好像这回我看见那高悬的明月, 只会想到床前明月光, 地下斜两双。 韩雪盈忍不住一笑, 幸好我妈不在旁边, 不然打抱你狗头。 说起韩雪盈妈妈, 李凌峰回头看了过来, 对了, 阿姨跟叔叔现在怎么样了? 听我爸说, 我妈好像跟变了个人似的, 看韩雪盈那般轻松的表情, 就知道两人应该是和好了。 怎么个变法? 李凌峰问, 嗯, 好像是重新谈了一回恋爱。 韩雪盈笑道, 老来才如胶似漆, 叔叔能受得了吗? 韩雪盈脸颊一味红, 你想哪里去了? 谁说谈恋爱就一定要那个。 李凌峰, 那干什么? 对空气吗? 韩雪盈羞愤得无言以对。 回到住处, 韩雪盈将那花拆开来养在蓄水的花瓶里, 这样花朵能存活得久一些。 左右摆放好一个自己满意的位置, 韩雪盈这才美美的一笑, 转头对李凌峰道, 好看吗? 嗯, 好看, 这套行政装挺合身的, 大小刚好。 李凌峰道, 我是问你, 这花好看吗? 李凌峰看了眼餐桌上那五彩缤纷的花瓶, 嗯, 没你好看。 韩雪盈白了眼李凌峰, 牛头不对马嘴, 快去洗澡, 我练下瑜伽先。 我洗过了, 李凌峰躺在沙发上随口回了句, 你不刚回来吗? 哪里洗的? 李凌峰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忙纠正道, 哦, 我做一会就去洗。 韩雪盈也没再追问, 来到房间里给自己换了一身的紧身瑜伽服, 整个荷尔蒙瞬间拉爆。 李凌峰看了眼从房间里面出来的韩雪盈, 笑道, 要不我跟你一起练吧。 说完就准备起身走过去, 被韩雪盈立马打断。 你来了我还有得练吗? 做你的事情去。 都已起身的李凌峰可不想摆起来, 硬是占了一把便宜后, 才重新回到沙发躺下。 韩雪盈则重新整理好瑜伽服在前面沉浸式的练着瑜伽。 李凌峰看了会短视频, 无聊的他起身走向阳台。 你去哪儿啊? 练着瑜伽的韩雪盈问道, 去阳台抽根烟。 来到阳台的李凌峰给自己点上一根, 并不怎么抽烟的李凌峰, 其实大部分都是给风抽了。 转头看了看两侧的邻居, 发现之前葛大爷住的那房子只会亮着灯光。 该不会是禁盗贼了吧? 李凌峰踩灭了烟心道, 于是打算过去一探究竟, 转身回到客厅的李凌峰静止走向房门。 你要出去啊? 韩雪盈赶紧问道, 葛大爷那屋有灯光, 不知是不是禁贼了? 李凌峰留下一句后便离开了, 错愕了一下, 但韩雪盈立马反应了过来, 担心李凌峰的人身安危, 韩雪盈忙起身看了看周边, 顺手拿上一个抱枕就跟了出去, 关键时刻应该能砸人。 李凌峰来到葛小梅的房门前, 房门被打开的敞亮, 这怕不是贼劲屋, 大概是葛小梅回来了。 李凌峰走了进去, 来到客厅果然看到葛小梅正在那看书。 你心是不是大了点, 房门也不关, 不怕有坏人进来吗? 李凌峰道, 除了你还有谁进来, 所以是指你自己吗? 李凌峰? 还没等李凌峰开口, 紧接着身穿紧身瑜伽服的韩雪盈 也拿着抱枕走了进来。 李凌峰? 你是准备过来打地铺的吗? 人家这不是担心你吗? 韩雪盈说完, 抬头看了眼坐在客厅的葛小梅, 原来是小梅回来了。 行了, 你先回去吧, 我跟小梅聊一下。 李凌峰道, 哦, 好好, 那你们先聊。 韩雪盈识趣地先退了出去。 李凌峰来到葛小梅的跟前, 看见其手上正拿着一本与神对话。 相信科学的人也看着吗? 葛小梅让出了一个位置, 你没听过吗? 科学的镜头是玄学。 李凌峰坐了下来, 看了眼茶几上的几瓶啤酒, 介意我喝一点不? 葛小梅放下手中的书, 给李凌峰开了一瓶。 李凌峰接过来好饮了一口, 不够冰镇, 没了那灵魂。 你相信灵魂? 葛小梅看着李凌峰。 李凌峰一笑, 那要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两个字, 生之所向为灵, 心之所系为魂。 灵魂就是我们心记着美好的东西, 努力探寻活着的意义, 让生命开出色彩。 葛小梅有些吃惊, 微微一笑, 当年读书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有这无形? 嗨, 你们就是读书读太多, 反而被自己的认知受限了生命的宽度。 李凌峰接着喝了口, 当我们执迷不误想不通的时候, 可不妨跳出来看一看。 自己是奇, 可也是直习之人啊。 所以, 今晚你是过来安慰我的吗? 葛小梅平静地看着李凌峰。 李凌峰摇摇头, 没有安慰一说, 只是好久没跟你聊过天了, 有点想念我们小时候, 那会了。 葛小梅微微侧动了一下, 你似乎很懂得人的心理。 不, 我也不懂, 只是你我作为人有着共通的情感, 所以才会引起共鸣。 李凌峰靠在沙发上, 叹了句, 其实很多时候, 试着用感性的思维去理解这个世界。 你会发现, 这才是活着的真实世界, 真实的自己。 而李凌, 更多时候, 只不过是为了掩饰真实的自己罢了。 第186章, 错过了一个亿, 回到屋内的韩雪莹继续练着瑜伽, 动作优美而流畅, 一张一盒之间露出无限遐想。 不一会儿, 汗珠顺着韩雪莹的肌肤滑落, 使得瑜伽服更加紧贴她的身体。 伴随着呼吸的节奏, 韩雪莹胸部微微起伏, 更加勾勒凸显出她那迷人的曲线。 在这静谧的时刻, 韩雪莹完全沉浸在瑜伽的世界中, 专注于内心的平静。 不知什么时候, 李凌峰已站在门后, 悠悠地欣赏着眼前这游物。 直至韩雪莹练完瑜伽抬头一看, 惊讶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怎么没有声息的? 李凌峰一笑, 谁让你练得那么入境, 家里遭贼了都不知道。 说完便走了过来, 准备上手, 被韩雪莹一板拦下。 这回流了很多汗呢, 别脏着你手了, 等会洗完澡随你怎么玩都行。 听着韩雪莹这话, 李凌峰嘴角勾起一抹坏笑, 嘿, 我就偏不听你的。 啊, 随着李凌峰的起手, 韩雪莹娇羞地躲避着, 折腾了好一阵, 李凌峰这才满足的收手, 手上都是韩雪莹的香汗淋漓。 韩雪莹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瑜伽服, 你怎么不多陪一下小梅啊? 李凌峰一把坐在瑜伽垫上, 这不担心你一个人在家不放心。 说完, 那一由未尽的眼神还不停在韩雪莹身上游走。 韩雪莹白了她一眼, 少来,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亏心事? 李凌峰摇了摇头, 我倒是想啊, 可人家小梅不愿意。 韩雪莹低头一笑, 目光瞥见了李凌峰肩上那一抹的泪痕, 几分出神。 李凌峰莫名, 你怎么了? 发什么呆? 没, 没什么, 快去洗澡吧。 韩雪莹对着李凌峰温柔地笑了笑, 甚是可人。 你不跟我一起啊? 李凌峰盯着韩雪莹, 韩雪莹脸上泛起一丝红月, 讨厌, 你先去嘛, 我收拾好, 等会儿就进去。 可是你说的哦, 那我先进去等你。 李凌峰邪魅笑道, 说完, 李凌峰便起身走进浴室, 不一会就传来了哗哗的水流声。 韩雪莹收拾好瑜伽垫, 将进满香汉的瑜伽服唤下, 跟着进了浴室。 浴室里瞬间响起了打情骂靠声, 坦诚相见的两人在花洒流水中各种嬉戏。 过了很久, 李凌峰才抱着韩雪莹走出了浴室, 来到房间将其倾放在席梦思床。 看着床上水珠未干的韩雪莹, 眼中闪过一丝惊艳的李凌峰伸手轻浮了下韩雪莹的脸颊。 受这一刺激, 双眼更加迷离的韩雪莹脸上泛起红潮。 以下内容为儿童不宜, 请在家长陪同下观看。 清晨迎着第一缕阳光李凌峰破天荒的起了个早床。 当睡眼朦胧的韩雪莹走出房间时, 竟破天荒的看见了一桌的丰盛凝凉早餐。 再看了看忙碌中的李凌峰, 不敢相信眼前事实的韩雪莹捏了捏自己眼颊。 我肯定是在做梦还没醒来。 可是这疼痛感告诉韩雪莹不是在做梦。 你不会告诉我这些都是你做的吧? 李凌峰回头阳光一笑, 嗯,是啊。 惊愣过来, 韩雪莹一把扑向了李凌峰, 趁早我们再来一次, 肯定是昨晚没服侍好你, 让你憋屈了。 李凌峰推开韩雪莹笑道, 就是因为昨晚你服侍得太好了, 所以今早想着给你补偿一下。 是吗? 韩雪莹高兴地搂着李凌峰的脖子, 那会笑的眼神看向李凌峰。 我发现, 我是这, 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别腻歪了, 快去刷牙洗脸吧, 吃完早餐我送你去上班。 李凌峰捏了捏韩雪莹脸颊。 好, 韩雪莹在李凌峰脸上亲了口, 吃过早餐后, 李凌峰开车将韩雪莹送去了公司, 然后转向来到支航。 对于李凌峰的早到, 整个支航的人员都惊到了, 纷纷猜测是不是支航遇到什么面临生死攸关的大难题了, 还是他也面临要被撸了? 应该不会是这样吧, 主任, 桂圆小妹说完露出一丝担忧的眼神。 徐亚玲, 别瞎猜, 做好自己的工作。 哎, 李凌峰可千万别走了, 那么难得体恤下属的好领导去哪找啊? 感叹了句后, 小妹便准备上柜的工作。 经不住心里的好奇心, 徐亚玲走出二道门, 手里拿着自己早餐来到行长办公室, 敲响了房门。 正在收拾桌面的李凌峰抬头一看来人是徐亚玲, 不觉好奇。 那么早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没, 就想问下李凌你吃早餐没? 我这里刚好买多了一份早餐。 李凌峰一笑, 愁愁着没有走开。 对了李行,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啊? 恰巧起了个早床, 就过来了。 收拾好桌面的李凌峰准备泡上一壶茶。 没, 没什么事情吧? 徐亚玲试着问道。 李凌峰抬头一脸的好奇, 能有什么事? 不是, 你是不是想问什么? 徐亚玲, 就是看你那么早过来, 有点不习惯。 李凌峰? 那看来自己都好好反省反省了, 还有个上班的样吗? 那没什么事, 我先忙去了。 徐亚玲到。 李凌峰点头, 目送徐亚玲转身离去, 这会煮的水已经沸腾了, 李凌峰清洗茶具泡茶。 这刚泡好没喝上两口, 又见有人走了进来, 李凌峰抬头一看竟然是陈语书。 今天的他一身短裙直夜妆, 显得格外清新纯郁。 刚好路过你这, 不介意, 我进来坐一会吧。 陈语书微微一笑, 似有迷倒万千少男之事。 嗯, 刚好泡了壶茶, 过来坐。 李凌峰招呼道, 伴着高跟鞋的响声, 陈语书来到李凌峰跟前坐下, 李凌峰给倒上一杯茶水。 回头瞥了眼陈语书那短裙, 你裙子穿那么短, 不怕走光啊。 你笨啊, 我穿有安全裤的。 陈语书道, 见李凌峰没有搭话, 陈语书, 你不信啊, 不信我给你看看。 不看, 不看。 李凌峰将头转了过去, 一副正人君子做派, 实则是想, 安全裤有啥好看的呀。 哎, 我记得我穿了呀。 听到这话, 李凌峰更大了双眼, 回过头来也是错过了一个亿。 第187章能做到的就只有这些。 你那么早过来什么事啊? 李凌峰好奇一问, 哎, 还不是上次那位师族妇女的案件, 过来再次调查取证。 陈语书回道, 李凌峰听后眉头微微一皱, 你该不会是又让我陪同一起吧? 哪敢, 我又付不起, 你兼职费。 陈语书道, 本会跟我师父一起。 哦, 那你吃早餐没? 如果我说还没, 你是不是要请我吃早餐? 陈语书一脸开心的模样, 李凌峰从兜里掏出两个钢符, 来, 这里有两块钱, 出门又转下面一点, 路边有位阿姨在卖馒头。 你乖大放脸, 我谢谢你啊。 陈语书白了一眼, 不是, 你到底有没穿安全裤啊? 李凌峰想起来道, 陈语书一笑, 你猜? 李凌峰微微凝视了一眼, 我记得读高中那会, 有位女同学手指沾了水, 在我脸颊亲碰了一下, 我眯着眼醒来, 满满的幸福道, 是你亲的我吗? 那女孩也像你一样, 笑得可爱道, 你猜? 我印象很深, 阳光余晖洒进教室, 她脸颊红得通透, 李凌峰抬头看向陈语书, 顿了会, 我扇的, 陈语书? 穿了, 逗你完的, 好了, 我差不多也准备该过去和我师父会合了, 陈语书起身道, 穿了就最好, 没穿赶紧的回家穿去, 李凌峰提醒道, 陈语书回头, 怎么, 你吃醋了? 支行门口, 李凌峰目送陈语书离去, 转头看见慢悠悠过来的大堂经理小吴, 看了下手机时间, 这都几点了才来, 于是特地在支行门口站着等了会, 没有着急进去, 等小吴走进来, 他一把笑脸的打了声招呼, 早啊, 李行, 李凌峰晃了晃手机, 几点了, 才过来啊, 我早过来了呀, 放心, 打完卡才出去吃早餐, 不会被记迟到的, 李凌峰, 小吴啊, 咱还那么年轻, 可别学那套的老城, 该努力时还得努力, 你知道吗, 当你在打游戏时, 别人在熬夜加班, 你上班墨鱼时, 别人在拼命工作, 哪怕你晚上呼呼大睡时, 别人或许都还在通宵做PPT, 所以往往, 我知道, 李行, 小吴笑着打断了李凌峰的话, 所以往往别人二十多岁猝死, 而我却皮肤好, 气色好, 经常好, 看着小吴欢欢乐乐地走进了支行, 李凌峰错愕地待在了原地, 不是, 我这是被反洗脑了吗, 李凌峰心里道, 随着支行的开门营业, 渐渐的大厅里坐满了来办理各种业务的人群, 吵吵嚷嚷, 李凌峰看着热闹非凡欣兴兴向荣的支行, 甚是满意, 对过来千文件的徐亚林笑问道, 我们平时都是这么业务, 繁忙的吗, 徐亚林摇了摇头, 李行, 您没看见吗, 来的人多是大爷大妈, 今天是养老金发放的日子, 哦, 李凌峰瞬间明白地点了点头, 多是过来查养老金倒账煤, 取出来使用的, 徐亚林补充道, 主任, 快进来授权, 营业厅内, 桂园小妹朝徐亚林喊了一句, 李行, 我先进去了, 说完, 徐亚林接过李凌峰签好的文件赶紧火急火燎, 得进了二道门, 李凌峰也接着回了自己办公室, 处理日常工作事务, 这才刚打开电脑登陆进自己的系统, 李凌峰便听见外面一阵的吵闹, 不觉抬头望向门外, 这是出了什么事吗, 李凌峰静静静听了会, 吵闹的动静越来越大, 于是起身出来大厅, 看见一位大妈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大厅里哭泣, 而作为营业部主任的徐亚林则在一旁安慰劝脑, 见李凌峰出来, 徐亚林转身看了眼李凌峰, 李凌峰走了过去, 示意徐亚林先去忙, 交由自己来处理, 得到示意的徐亚林于是离去, 这么多业务还等着营业厅去办理, 处理矛盾的第一步首先是隔离, 使其不影响之行, 于是李凌峰笑着对大妈道, 阿姨, 要不我们先去贵宾室做会,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解决的你慢慢说, 大妈看了眼李凌峰, 她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便跟李凌峰一起来到了贵宾室, 贵宾室里, 小吴正不知道在跟谁聊的节节节响, 见到李凌峰领着客户进来也没发现, 于是李凌峰提了脚小吴, 赶紧的泡茶去, 抬头发现是李凌峰的小吴, 赶紧收起了猥琐的笑声, 好, 好的, 李行, 看着小吴屁颠颠地离开, 这小子该不会是跟那位泰国回来的女客户聊得那么欢吧, 话说, 两人到了哪种地步了, 有没有, 李凌峰招呼大妈坐下, 认真的听着大妈的有关诉求, 原来大妈的儿子供了一套房, 但是很不幸他儿子因为车祸英年早逝, 家中独子, 可谓是大妈的精神支柱, 如今轰然倒塌, 对他的冲击本就很大了, 可是作为儿子唯一的资产, 房子也成了他一道抹不去的伤痛, 儿子的突然离世, 作为他的唯一直系亲属, 房子自然就归属大妈所有, 对应的每月按揭也就落到了大妈的头上, 可每月只领取两千出头养老金的大妈, 面对高达四千的按揭款, 可谓是个无底洞, 如今不仅填进去了自己每月的养老金, 还得额外再出去工作才能勉强维持, 本就退休的他又重新被套上了劳力的枷锁, 大妈恳求的眼神, 李航长, 你看看能不能有哪些优惠政策, 给我这个老太婆一点优惠, 哪怕是给我降低那么一点, 我也感激万分, 李凌峰面露难色, 针对这种情况属世无能为力, 试着问道, 要不把房子卖了吧, 大妈摇了摇头, 李凌峰还以为大妈不愿意, 谁料大妈叹气道, 早就挂出去要卖了, 可是根本无人问津啊, 你也知道, 现在市场根本不像以前了, 我现在挂的价格都是刚好够底银行按揭剩余款的, 再这样就要自己掏钱补上了, 大妈接着道, 你不知道, 我儿子那场车祸, 他是主则方, 不光保险我这边也赔了不少, 早掏空家底了, 大妈越说越动情, 那眼泪又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李凌峰赶紧地给递上纸巾, 并一边不断地安慰, 答应试着给他争取房贷利率上的降低调整, 对于银行来讲, 能做到就只有这一些了, 送走大妈那一刻, 李凌峰看到了一个尸毒老人的背影, 一个时代一个印记, 而我们依旧在前行, 第188章, 我不纯洁了, 营业厅内, 忙着授权的许亚玲抬头望见李凌峰在支行门口送别大妈, 不禁失了神, 这理性有事是真上啊, 如此繁忙的接过眼, 要不是他帮忙处理一下这类客户自己不得忙飞起, 授权, 主任, 柜台小妹喊道, 门口, 李凌峰送走了大妈, 没有急着进去, 而是站在路边透了下气, 想着这会好久没去那波霸饮品店见到老板娘了, 再看看里面各个忙的团团转, 于是想着给每人买杯奶茶靠牢靠牢吧, 这样自己也有理由去找老板娘了, 打定主意, 李凌峰转身往下走去, 那店离支行也就几百米的距离, 来到波霸饮品店, 今天的生意格外火爆, 竟然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还是轻一色男的, 这老板娘是又推出了什么新品活动吗? 李凌峰不禁心里好奇道, 直到走近前一看, 才看见一个大大的广告牌上写着, 办会员消费满多少, 送老板娘香吻一个, 差点雷住的李凌峰眉一皱, 不是, 这市场监督不管吗? 挨着旁边的一位老哥, 李凌峰问其道, 真的有香吻松吗? 老哥不好意思一笑, 我也不清楚, 事事不就知道了, 到后面排队去, 李凌峰瞧了瞧人群, 想起了当年那流星花园里的一个影视场景, 为了帮山菜卖面包, S4成员里的美作给来人送香吻, 这老板娘最近该不会是看了这句吧? 李凌峰本想着上前问问, 但想来老板娘又不是自己的私属, 人家做什么自己也无权干涉, 况且, 人家也还要讨生活谋食, 何必去干涉人家的方式? 不过想来这么忙也是招待不了自己了, 李凌峰转身来到了另一家的奶茶店, 点了几杯奶茶, 等上几分钟, 明显这里的生意一般, 拎着奶茶的李凌峰回到了支行, 迎面就是碰上一脸兴奋的小吴, 也行, 您去哪了, 我一直找您呢? 李凌峰, 找我啥事, 是有业务要审批吗? 不是, 我请跟您下午请个假, 有事情出去一趟。 小吴笑道, 出去? 李凌峰眼神露出一丝的冷意, 你这月各项指标完成吗? 反正都是完不成的了, 也不差这半天时间。 不是, 你出去干嘛啊? 不趁今天支行客户多, 营销几个有销火。 事关我终身大事, 就上次那位女客户终于都约我出去了。 小吴说到这都抑制不住开心, 李凌峰瞬间来了兴趣, 哦, 约你出去啊? 小吴点点头, 我感觉我们的关系会得到进一步的突破。 那, 赶紧去吧。 李凌峰微微一笑, 小吴万分怀疑地看了眼李凌峰, 刚还极力反对自己请假的, 怎么这回一听是跟那女客户出去, 就答应得那么爽快呢? 该不会是这李星嫉妒自己吧? 小吴心里这般想到。 对了, 李凌峰欲言又止, 算了, 没啥事, 赶紧去吧。 行, 那我走了。 小吴带着满分的期待准备迎接狂欢, 毕竟他是从泰国回来的见多识广。 刚转身离开没两步的小吴又到了回来, 看着李凌峰手里拎着的奶茶。 李星, 您这是给我们买的吗? 那我能带两杯走吗? 李凌峰看了眼小吴, 闻。 来到二道门前, 李凌峰叫出来许亚玲, 今天你们营业部, 辛苦了, 给你们每人买了杯奶。 茶。 徐亚玲赶紧地接过李凌峰手里的奶茶, 生怕李凌峰拿着受累, 谢谢李星。 对了, 等会我要出去分行跟领导去交流学习, 志航就交给你看着了。 李凌峰对许亚玲道, 没的办法, 自刘徽调走后, 分行就没给志航再分派一位副行长了。 现在整个志航就李凌峰和许亚玲两个领导层, 连个零售部主任都没的。 行, 李星, 您放心去学习, 有什么事情, 我会第一时间跟您联系沟通。 徐亚玲保证道, 吩咐下去后, 李凌峰驾车前往分行, 按分行领导黄克明的交办, 今下午陪同去他行交流学习。 来到分行的李凌峰找了个递先吃饭, 饭饱后在寻了个休闲中心, 小气一会。 带阳好精气神, 舒畅了整身的筋骨, 李凌峰这才慢悠悠地前往分行大楼去会合。 此次去拜访交流的是某行市中心一级之行, 众人开车进一个钟的车程到达了目的地, 对方也是给足了面子, 巨大的投影屏幕上打着欢迎某某力银的字样。 在热情的招呼声中, 双方进行了友好亲切的交谈, 同时也参观了对方的模范营业厅, 对一些新的运营方式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最后, 众人齐聚会议室, 听对方介绍他们之行情况。 说实在的, 一个在市中心的一级之行, 在绝对的资源面前, 只要你不瞎搞, 一般都不会做得太差。 所以, 李凌峰也没多大心思听他们在那里说客套, 而是在暗暗地玩着自己手机。 突然, 小吴发来的一则信息弹了出来, 李凌峰退出在浏览的新闻界面, 点开聊天软件, 看到小吴的信息内容。 李星, 我不纯洁了。 李凌峰给回了信息, 这话咋说? 那位女客户是男的, 原来她不是去泰国旅游。 是, 李凌峰忍不住一笑。 那你们, 你说呢? 不是, 知道是男的, 你还? 他关灯了, 还把窗帘给拉上, 看不见啊。 李凌峰着实忍不住, 不小心笑出了声来, 此刻对方的中心之行行长正在汇报自己的战绩。 不由看了眼李凌峰, 提高了几个分贝, 我们之行现在的存款规模已经达到了28亿。 带着几分炫耀的神情, 对方那位中心之行行长转头望向了李凌峰这边的分行领导黄克明。 道, 不知黄航, 你们那边存款规模一般做到多少? 黄克明顿了顿, 转头看向李凌峰, 众人的目光也跟着齐聚李凌峰身上。 来, 李行你给介绍下你们之行情况。 李凌峰赶紧关闭了手机, 端正了自己作资。 哦, 现在的数据还没出来。 截至昨天的话, 应该是接近60亿的存款了吧? 对方煞是一个惊恐的表情。 黄克明还不忘补了一句道, 哦, 这还是我们的一家普通之行。 第189章 在遇老者 的氛围中结束。 回程的路上, 黄克明特地要求李凌峰和骑一辆车, 至于李凌峰的车则其他同事带开。 两人坐在车后排, 前排就一丝机在专心地开着车。 我怎么感觉, 黄行你今天过去是差人台面, 都不像是去交流学习的。 李凌峰笑道, 有吗? 有, 黄行没看见对方后面是全程黑着脸的吗? 黄克明挥了挥手, 微笑道, 无妨, 那人是我的老同学了。 老同学? 李凌峰略带一丝的疑问。 我们自高中那会就认识, 算是老哥们, 他这人一直就爱跟人较劲。 这回啊, 刚好可以挫挫他的锐气。 李凌峰点头, 这就不难怪, 以黄克明这种学识和层次的人, 应该是不至于那么争强斗勇。 想起这, 我倒想起了一件事, 以前读高中那会, 他暗恋一个女生, 但又不敢主动联系。 所以啊, 每次都叫我去带传书信, 我那蒋兄弟一起也帮着他送。 那你们感情好啊。 李凌峰道,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才导致了我们现在这般暗自较劲的关系。 黄克明笑道, 李凌峰听着是一脸的疑惑, 这不好好的吗? 要换成是自己, 才懒得去帮忙送呢? 追成功了, 又不是自己的女孩, 白搭功夫。 怎么说呢? 这送书信一来二去的两人就熟络了, 黄克明似乎在回忆着, 那他最后成功追到那女孩没? 黄克明摇了摇头, 成是成功了, 不过不是他, 他暗恋的女孩成了我初恋。 李凌峰看了眼黄克明, 所以你现在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较劲了吧? 所以你现在的妻子就是当年那会的初恋吗? 李凌峰好奇问, 不, 不是, 黄克明表现出有点可惜, 在后面比我更优秀的人出现了。 其实我现在还挺感谢我初恋的, 他让我感受到了那年轻时候恋爱的羞涩, 也在我正需要努力攀登前行时离开了我, 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全力以赴备战高考。 李凌峰怀疑地看了眼黄克明, 怕是你他娘冷落了吧? 我那兄弟听到我与初恋分手的消息, 特地买了一箱的啤酒跟我舒缓心情。 虽然那会我知道他真的很开心, 很高兴。 说完, 黄克明嘴角不禁流露出了一丝的微笑, 转头看向了李凌峰。 对了, 你小子不赖啊, 我调看了你的简历, 没想到你这刚进农商行没多久, 就吃得那么开啊。 这业绩就跟做了火箭似的, 蹭蹭直往上窜。 不过运气好罢了。 李凌峰一笑, 黄克明没有急着说话, 而是手指交叉和石靠在膝上, 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李凌峰。 运气有时也会是把双刃剑, 你得把握好。 谢黄行提醒, 几辆车行驶到了分岔口, 李凌峰下了车, 换上自己的奔驰, 朝黄克明挥了挥手道别。 两人分不同项走去, 李凌峰一路驶过繁忙的街区, 上了快速道。 回到支行门口, 李凌峰停下车看了眼, 里面灯火通明。 这会营业部的人正在加班加点, 近期审计要来检查, 得整理好相关的账目资料。 李凌峰也就没再进去打扰他们了, 而是开车直奔韩雪银的公司, 在得知韩雪银没那么快下。 班后, 李凌峰将车停好出来, 溜达到了一处街口。 不经意间, 一个老头与自己擦肩而过, 让李凌峰一瞬间愣了身。 如此熟悉的身影, 经大脑一番涌烈地回响, 那不是一开始卖自己猛男觅急的老头吗? 李凌峰急忙转身, 喊道, 站住。 老头回头看了眼李凌峰, 吓得急忙拔腿就跑, 两人就这样, 在街上你追我赶。 看着奔跑的速度, 老头是一点都不老。 李凌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好不容易将其逼近了一个死胡同。 喘着粗气的李凌峰道, 跑, 你接着跑啊。 老头一脸的焦急, 不, 不是, 我认识你吗? 稍稍喘运气的李凌峰来到老头跟前, 认识, 怎么不认识呢? 你还十块钱卖了我猛男秘籍, 为了十块钱你追我几条街, 至于吗? 老头苦笑, 盗版书, 你就别指望他是真的了。 盗版书? 李凌峰疑惑道, 盗版是盗版, 不过很真啊。 老头一惊讶, 很真? 啊, 你那书里面记载的交易笔录, 都是真的, 说来我还得感谢你。 李凌峰笑道, 这下轮到老头一脸的怀疑了, 自己卖书这么多年, 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是真的。 真不真? 难道自己还不知道吗? 既然这样, 那别说有好处, 我没关照你, 我这还有一本猛男秘籍, 下半部, 你要不要? 说完, 老者从怀里掏出了他口中所说的, 猛男秘籍, 下半部。 有了之前的经验收获, 这次李凌峰丝毫没有犹豫, 从兜里掏出十块钱, 我要了, 刚想去拿那猛男秘籍, 老头急忙伸回手, 这回我不要你钱, 我要你一样最珍贵的东西。 最珍贵的东西? 李凌峰看了眼鸡贼的老头, 想着是不是有诈啊? 但想想, 自己最珍贵就好像是这条命了, 于是眉头一皱道, 你该不会是要我的命吧? 可, 我要你命干啥? 老头道, 那既然不是要命, 啥都好说, 于是李凌峰点头道, 行, 我跟你换, 你要什么? 老头一笑, 将猛男秘籍下半部交给了李凌峰, 不接, 以后你就知道了, 李凌峰犹豫的看了眼猛男秘籍, 总觉得这老头是没安好心, 再坑自己, 不过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 李凌峰还是选择了这本猛男秘籍下部, 那我先走了, 咱们有人再见, 说完, 老头转身从怀里调出一堆的书籍, 什么如来神掌, 九阳真惊, 李凌峰瞪大了眼睛, 好家伙还真是卖刀版的, 俯身拾起一本富婆通讯录, 抬头, 那老头却早已不见了人影, 第190章, 他是游走了吗? 我可以下班了, 你过来接我吧, 副驾驶, 韩雪莹系好安全带后, 看见中空那放着猛男秘籍, 不禁好奇, 你回家了吗? 这本书怎么在这儿啊? 没啊, 刚好看见有一老头卖一模一样的书, 就顺手买了本, 李凌峰随口道, 对了, 你吃饭没? 韩雪莹摇了摇头, 还没, 那要不要去吃点东西? 嗯, 肚子也不是很饿, 你呢, 吃了吗? 我这不参加完交流学习后, 就过来找你了, 哪来得及吃饭啊? 李凌峰笑了句, 接着道, 既然你也不是很饿, 要不我们就打包点回去吃吧? 好啊, 韩雪莹甜美的一笑, 李凌峰开车周边兜了一圈, 收获满满, 说好不饿的韩雪莹, 前前后后打包了五六份, 美名约怕李凌峰饿着, 玉井花园回到住处的韩雪莹先去洗澡, 李凌峰则来到沙发上翻起那猛男秘籍, 还是原来的配方, 原来的味道, 斯瑞星财涨幅百分之十, 李凌峰拿出手机搜到斯瑞星财这只股票, 今天的表现平平, 收盘时也只是微长, 看亮笔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扫了眼基本信息面和最近的资讯, 都没啥发现, 李凌峰将其添加进了自旋谷里, 同时给方知免发去了信息, 让其明天准备好息和全部资金, 洗完澡的韩雪莹裹着浴巾从浴室里出来, 看了眼座在客厅沙发的李凌峰, 怎么, 你是真不饿啊, 还不过来吃饭? 好脸, 这就过去, 李凌峰收起密集起身来到韩雪莹的跟前, 在其臀部轻拍了一下, 两人坐下摆好打包盒准备开吃, 瞬间一骨子难顶的臭味袭来, 李凌峰赶紧抱着自己那份远离机米开外, 你怎么打包了, 罗氏粉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韩雪莹高兴的笑得合不拢嘴, 告诉你了, 你还会答应我打包吗? 鼎恩顺的李凌峰来到阳台外, 合着晚风简单吃了些自己的晚餐, 末了, 将手中的烟头插在盒饭上, 丢进了垃圾桶里, 今晚的夜晚依旧那么明亮, 照进万家灯火, 第二天, 早早起身的李凌峰来到了西河, 把楼下的林旭东给看傻眼了, 这是太阳打从西边出来了, 刚想挥手跟李凌峰打招呼来着的, 只见李凌峰风尘尘扑扑的直接上了二楼西河去, 进了公司, 这回前台赵小婷都还没上班, 里面零星几个早到的员工, 纷纷向李凌峰问候了声, 走, 李凌峰静止走向老板办公室, 方知勉早已在里面等候, 进门的第一句便是, 老方, 钱准备好了没? 方知勉点点头, 好了, 公司账面总共可用2100万, 其中100万给苏浩那边场地支付租金, 现在能调用的就2000万, 李凌峰来到跟前, 方知勉刚想起身让出位置, 被李凌峰一把摁住, 打开电脑, 将2000万全部转入公司的证券账户, 方知勉的眼神露出一丝惊诧, 但是并没有多问什么, 而是照着李凌峰的话去做, 登陆进证券账户, 方知勉将2000万的银行资金全部赚了过去, 思瑞心财全仓购入, 方知勉回头看了眼里凌峰, 没有再说笑, 于是赵作找到了思瑞心财挂盘, 之前操作洞里梅的一波行情, 让方知, 免见怪不怪, 眼前这年轻人的市场掌控能力, 比自己还要强上几倍, 时间很快来到9点30分, 思瑞心财的开盘价并不理想, 要不是有李凌峰的这2000万兜底, 怕是要低开, 2000万, 几分钟的时间很快便被成交, 一直到了上午结束, 都并没有起色的表现, 李凌峰甚至一度怀疑, 是不是不准了, 就说, 哪有占不完的便宜, 方知勉转身看着李凌峰道, 守了一上午, 到点该吃午饭了, 怎么安排, 李凌峰, 你们平时怎么吃饭的呀, 交外卖呀, 李凌峰眉头一皱, 平时都过得那么艰苦嘛, 看来这次赚到钱了, 要好好改善员工的生存环境, 难不成给弄个五星级食堂啊, 方知勉笑道, 听后李凌峰灵光一现, 你这想法不错, 赶紧的拿笔记本记下来, 方知勉, 别忘了, 你股票现在还亏尽一个点呢, 让前台安排了饭, 赵小婷拎着两份盒饭走了进来, 敲响房门, 李总, 方总, 该吃饭了, 李凌峰接过赵小婷手里的盒饭, 小道, 你中午哪里休息啊, 赵小婷愣了一下, 在会议室啊, 自己备有折叠床, 李凌峰点点头, 哦, 还挤得下一个人的位嘛, 等会留个位置给我, 啊, 赵小婷, 方知勉听后摇了摇头, 就别逗人家小姑娘完了, 说完对赵小婷道, 没事, 你先出去吧, 赵小婷走到门口, 又转过身来, 要是李总, 你想休息的话, 我的床位让给你啊, 看看, 人家姑娘这觉悟, 是个好苗子, 李凌峰对方知勉笑道, 我没开玩笑, 赵小婷认真道, 他深知这是个机会, 嗯, 那我先谢谢你了, 李凌峰一笑, 点头示意, 赵小婷离开后, 两人打开盒饭准备开吃, 看着里面摘的不能再摘的菜色, 李凌峰整个人的僵在哪了, 不是, 我们员工吃的平时就真这么差吗, 方知勉也是看了也没点油水的盒饭, 不至于啊, 虽说平时算不上奢华, 但也不会穷到如此, 此时, 楼下林旭东打开自己的盒饭, 惊呆了, 里面封城满满, 甚至还看见了海参的影子, 前台阿姨也满是吃惊, 今天自己老板这是改姓了, 还是说瞒着自己发横财了, 谢谢老板的丰盛午餐, 前台阿姨道, 哦, 林旭东心想, 自己也还没叫这些啊, 八成是外卖员送错了, 管他的, 先吃了再说, 反正是外卖员的责任, 不吃不白浪费了吗? 今天中午的林旭东胃口格外的好, 饭吃完后, 赵小婷给两人送来了饮料, 李总, 方总, 刚才的饭菜还可以吧? 李凌峰, 你们平时就吃这些的吗? 赵小婷一个惊讶, 怎么可能, 平时哪吃得了那么好? 李凌峰怀疑了人生, 一个空心菜半豆腐乳, 我们的员工平时吃的竟然比这还差, 看着李凌峰一脸不敢相信的表情, 赵小婷忙解释, 这海参是我今中午特地给你们加的, 平时我们员工真吃不到, 海参? 李凌峰看了眼地下的盒饭, 他是中途游走了吗? 第191章, 双刃剑, 赵小婷离开后, 李凌峰对着方知敏叹了一声, 这点我要反思, 我们的员工竟然恶出了幻觉, 那个, 老方, 你赶紧让综合部着手一下, 找个饭店合作定送, 改善公司的伙食标准, 方知敏犹豫了一会, 就是说, 我们中午提供包餐, 这公司会增加一笔不小的开支哦, 无妨, 过了这段时间, 我们想穷逗男, 李凌峰迷人的一笑, 喝了杯茶, 李凌峰来到楼下林旭东的人力中介所, 进门便看见林旭东叼着牙签, 哎哟, 看样子, 今天中午的伙食不错呀, 李凌峰笑问道, 林旭东将牙签一弹, 飞进了垃圾桶, 今天中午, 不知哪个傻掉点的海参大餐, 给外卖员送错了, 送到我这, 你说, 我是不是白捡了的大便宜? 李凌峰顿时一愣, 海参大餐, 傻掉, 我尼玛该不会赵小婷说的, 真是点了海参大餐吧, 眼神咪咪的看向林旭东, 味道怎么样, 好吃不? 好吃, 当然好吃, 白捡来的怎么会不好吃? 林旭东欢心道, 你干嘛这个表情, 怎么, 那海参你点的呀? 没, 没有, 李凌峰可不会承认是那个傻掉, 对了, 竟然业务怎么样? 嗨, 别提了, 就上次给你去那科恩开了一单后, 就再也没开过单了, 林旭东是一脸的愁眉, 再这样下去迟早要关门大吉, 李凌峰怀疑的看了眼, 赵岳那边不是也帮忙着拉点资源吗? 能用的人脉都联系过了, 可能也是因为现在市场环境不太景色吧? 李凌峰一笑, 那就先熬着呗, 做生意吗? 总有起有落的, 等到运气好那会, 搞不好你就赚得起飞? 就冲你这句话, 高低给你泡壶好茶, 林旭东到, 那是一包普洱, 李凌峰看那包装似乎是还可以, 只见林旭东小心翼翼的打开, 直至包装全被拆开, 黑色普洱上面长了一层白色梅芽, 李凌峰不禁一皱眉, 不是, 你这是放了多久啊? 林旭东也甚是心疼, 这不管放多久的是, 普洱本来就可以长时间保存, 应该是我保存不当的问题, 抹去上面的梅芽, 林旭东接着道, 我碍事, 应该是不影响口感的, 李凌峰一脸嫌弃的表情, 我就不喝了, 你慢慢留着吧, 说完, 转身离开了中介所, 回了二楼, 自己稀合投资有限公司, 恰巧午休时间, 这会除了零星的几位员工在加班外, 其他的都各自选择位置休息, 咪一会, 碰到洗手间刚回来的赵小婷, 脸色顿时一红韵, 那个李总, 你要不要进去一起睡? 李凌峰更大眼睛看了下赵小婷, 不, 不, 李总, 不是你想的那样, 赵小婷忙解释道, 我是说我床位让给你, 你进去睡, 哦, 李凌峰点头, 这样我就更不想睡了, 说完, 笑着回了办公室, 剩下赵小婷一脸的迷糊, 李总这是什么意思? 回到办公室, 方知缅正精力充沛地处理着工作事项, 李凌峰来到沙发上眯了慧眼, 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梦间跟赵小婷挤在了一张折叠床上, 醒醒, 思瑞欣才涨停了, 方知缅叫醒了李凌峰的美梦, 李凌峰揉了揉双眼, 起身来到电脑前, 看见思瑞欣才封在了涨停板上, 这么朴实无华的嘛, 提醒道, 方知缅要玩那么刺激吗? 要赚钱就要懂得用杠杆, 李凌峰笑了笑, 方知缅点头, 要爆仓也是靠杠杆, 不, 你能不能说点好多汇气啊, 听我的没错, 赶紧给账户做个配资, 趁现在还没下班收工, 那这个股票怎么办? 放着呗, 能怎么办, 今天那也卖不出去啊, 再说他明天还得涨停, 方知缅惊愣地看了眼李凌峰, 你怎么知道他明天还涨停? 我掐指一算, 李凌峰收拾东西准备走人, 银行那边到现在都还没去露个脸, 来到支行, 李凌峰把该做的做完, 刚准备休息一会的时候, 接到了郭主任的来电, 还是之前的老地方, 那家快餐店碰头, 李凌峰就纳闷了, 那家快餐店是他家亲戚开的嘛, 那么有感情, 按照约定的时间, 李凌峰驱车来到那家快餐店, 这回李凌峰真带了一瓶土炮, 郭主任看了眼李凌峰手中的矿权水平, 笑道, 怎么, 又搞这一套, 李凌峰摇摇头, 这回真土地产, 我给你倒杯试下, 郭主任接过李凌峰倒的酒, 一事还真是, 这个可以多喝两杯, 李凌峰赶紧的给满上, 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两人一碰, 又是见底, 乔郭主任的这番战力, 应该也是哑量, 干到这位置的多多少少练出来了, 三杯下渡后, 郭主任收起神情, 一副认真的姿态, 跟你说个事, 没等李凌峰答不答应, 现在呢, 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家集团由于战略方向的调整问题, 近期经营不是很恶观, 尤其在资金方面, 急需融资输血, 解决燃眉之急, 郭主任看了眼李凌峰, 话题就停在了这, 激烈的李凌峰, 怎么不知郭主任肚子打的什么算盘, 是想让自己出面去做这笔受信, 但是金辉集团, 据李凌峰所知, 其经营情况不是一般的糟糕, 甚至有些面临破产的边缘, 这回受信进去, 救得回还好, 要是救不回, 极易形容不良资产, 到时这个锅, 谁来去背, 不言而喻, 看着李凌峰迟迟没有开口, 郭主任道, 金辉是一定要救的, 你也知道, 金辉是我们本地有名的企业, 就业岗位涉及面大, 上下游联系也紧密, 是不能让他倒的, 我们考虑的层面可能与你们不太一样, 我也希望你更多的有一个整体的大局观, 听到这话, 李凌峰更吸了口凉气, 可以推断是个无底洞, 稍有不慎, 就是万劫不复, 再说, 谁能保证这里面不存在猫腻, 见李凌峰仍是不开口, 郭主任笑了笑, 不急, 可以给点时间你考虑, 希望明天可以给我个答复, 此刻, 李凌峰终于明白黄克明说的那句话, 运气, 有时也会是把双刃剑, 第192章, 你是知我话多吗? 从快餐店出来, 李凌峰就有点心不在焉的, 突然, 一辆黄色法拉利带着锅躁的隐情轰鸣声, 从李凌峰身边急迟而过, 李凌峰刚想随口骂一句, 星号星号星号, 黄色法拉利在面前来了个急刹车, 探出一个脑袋, 正是那流离浪荡的月泽, 身边副驾还坐着一位身材火爆的妖娆美女, 李兄, 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为看错了, 月泽笑着挥手打招呼道, 李凌峰看清是月泽后, 那句星号星号星号也硬生生咽了回去, 加快脚步走了上前, 那眼睛不自主地瞄了眼副驾驶美女, 那丰满的事业线, 月泽对着那美女就是一句, 快, 坐后面去, 给我兄弟让个位置, 美女满事的不情愿, 当想解开安全带, 被李凌峰一把的摁住, 别, 我就不打扰你好事了, 月泽一脸的不解, 干啥, 一起玩去啊, 今天约了其他的二代, 大家认识一下呗, 李凌峰笑了笑, 得, 你们玩好, 连着几句劝, 劝不动的月泽, 只好兴兴地离开了, 副驾驶美女对月泽妩媚地笑了笑, 你这什么哥们啊, 那么不给你面子, 谁知月泽一脸的蕴色, 给我闭嘴, 你们女人就会挑拨离间, 吃了别的美女, 只得乖乖地闭了嘴, 本想着讨月泽一番好的, 没想到碰到铁壁了, 要不是看在你公子哥身份出手阔绰的份上, 老娘早他妈不伺候了, 美女心里暗倒, 晚上, 回到住处的李凌峰, 在阳台站了一晚, 练完瑜伽后的韩雪莹起身来到阳台, 怎么了, 有什么心事吗, 李凌峰熄灭手中的烟头, 摇头一笑, 没, 说完, 一把搂过韩雪莹将其抱在怀里, 胃干透的香汗沾到了李凌峰手臂上, 滑溜溜, 静静地抱了一会后, 李凌峰道, 走, 洗澡去吧, 韩雪莹回头, 一起吗, 李凌峰拦腰抱起韩雪莹, 当然一起了, 不然谁来给我擦背啊, 浴室里, 顺着花洒的流水, 韩雪莹认真地给李凌峰擦着背部, 话说, 怎么你一个男孩子的皮肤都那么好, 如此的白血, 韩雪莹抚摸着李凌峰的肌肤笑道, 李凌峰一脸的得意, 别说, 要是你老公我留上一席的长发, 是人安能变我是雌雄, 就嘚瑟吧你, 知道你冒笔潘安, 行了吧, 李凌峰一把抓住韩雪莹的手, 换个方式擦背吧, 韩雪莹听后瞬间一个脸红, 直行, 一大清早, 李凌峰便在办公室敲响了电脑, 找来了几份经典的离职书模板, 李凌峰总算拼凑好了属于自己的这份离职书, 敲完打印出来, 李凌峰大笔一挥, 签署上自己的名字, 看着手中的这份离职书, 既然不能遨游于清水之中, 亦不想沉溺于污浊, 那么, 就选择超脱于世俗之外, 无人能困家所于自己, 老子真就不为无斗米遮药, 李凌峰将扫描好的离职书给分行人力资源部发了过去, 同时抄送了一份给分行领导黄克明, 当黄克明阅读到李凌峰抄送来的这份邮件时, 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讶, 通过之前在车上跟李凌峰的接触, 他就知道, 这个人并非一个甘于屈从之人, 在另一个层面, 黄克明属实不响上面的手伸进来太长了, 毕竟这里是他的一亩三分地, 李凌峰的离开, 何尝不是给自己扫清一个阻力障碍, 最后, 李凌峰将纳, 奋离职书也给郭主任发去一份, 以表明自己的决心, 而收到李凌峰信息的郭主任没有任何表情, 这事情你李凌峰不做, 大把人等着来做, 棋子就得摆正自己的姿态, 随后便将李凌峰的联系方式一切给删除, 做完这一切的李凌峰随即收设下办公室, 把属于自己物品带上, 看了最后一眼便转身离开, 来到西河的李凌峰, 刚进办公室, 方知勉就告诉他了一个好消息, 司瑞欣才开盘连着涨停了, 赶紧的, 全抛出去, 李凌峰没有一丝犹豫到, 清仓完后, 证券账户上此刻有2420万的资金, 剩下420万做日常机动, 将2000万配资至2亿, 高领要页猛难密集, 终记载着连涨7个涨停板, 李凌峰也不清楚其中是怎么回事, 不过既然书中记载了, 便让方知勉全仓扫进这只股票, 花了点时间, 两人才将2亿资金全盘扫进, 可能是带了波节奏, 直接将高领要页打在了涨停板上, 饶势历经市场行情无数的方知勉也是好奇, 你怎么就那么笃定这些股票都是涨停的, 李凌峰一笑, 都说我掐指一算了, 还有我以前告诉过你, 一般反派死于什么, 死于话多, 方知勉确信自己没记错, 然后像是想到了什么, 脑袋一歪看向李凌峰, 你是说我话多吗, 李凌峰, 你觉得呢, 这时李凌峰接到了陈宇书的电话, 你在哪呀, 怎么在你银行没看到你的, 陈宇书电话里问道, 我辞职了, 找我什么事啊, 李凌峰笑道, 辞职, 陈宇书语气中带着惊讶, 你是不是傻呀, 好好的一个行长不做, 辞职浪啊, 哎, 你咋知道的, 我还真就这样打算呢, 没救了, 你, 陈宇书恨铁不成钢, 我律所正巧想招个助手, 你有没兴趣过来, 我帮你引荐下, 又是打工,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了, 李凌峰一副悠哉的语气, 不打工你干什么呀, 以后怎么借钱给我, 李凌峰, 老子以后开公司当老板了, 啊, 陈宇书顿了下, 那你那还招人吗, 我也不想他这破率所呆了, 我要求不高的, 陈宇书强调道, 李凌峰没一咒, 那你要求是什么, 工资不用太高勾用就好, 最关键是要自由, 随时可以休假, 陈宇书认真的语气, 我这请的是员工吗, 请的泥丘吧, 随时滑走, 哎呀, 谁让我俩的交情这么深厚, 你就卖给我一个面子吗, 看在当年我帮你追我姐的份上, 李凌峰想了会, 最终架不住撒娇答应道, 行吧, 刚好我也缺个秘书, 秘书, 这个我在行, 保证一周五天不同样的行政穿搭风, 李凌峰? 第193章, 这很正常吧, 挂了电话, 李凌峰转头对方知免, 我们公司不也刚好缺个法务吗? 啊, 方知免应了声, 你不是让他做你的秘书吗? 可以是法务间秘书吗? 给他挪个办公室, 李凌峰提醒道, 方知免, 没有多余的办公室了, 你回来也可能坐外面大厅卡坐呢, 别说他了, 李凌峰? 那就重新换个地方, 挑个高端大气上档次一点的写字楼, 不正好还有那四百二十万吗? 说完, 李凌峰便又转身离开了, 陈宇书在等着他, 接到陈宇书坐进了副驾驶, 李凌峰看着他仍是那副行政风装扮, 这又是要去法律援助啊? 陈宇书一脸的颓废, 不然呢? 哎, 刚才电话里说的算不算数的, 我真去你公司上班? 陈宇书看向李凌峰, 你乐意, 我们也刚好缺个法务, 听到这陈宇书眼里露出满室的喜色, 真的, 那就再也不用在律所拖后腿了, 李凌峰听着是没一皱, 不是, 你不想在律所拖后腿, 就跑我们这拖后腿啊, 这话陈宇书就不乐意了, 都还没干, 你怎么知道我是拖后腿了? 再说, 你那里需要我去跑业务吗? 李凌峰摇头, 那倒不用, 不就是了, 姐, 只是跑业务不行, 不要怀疑解的法律专业水平, 够知道了, 办个律师吗? 好了吧,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我能去你的公司当法务, 是你公司的附近, 看着气得鼓囊的陈宇书, 李凌峰也不再逗他, 相信公司简单的法律问题, 有他在还是可以摆平的, 再不计养着也不是不行, 对了, 说了那么久, 还不知道你们公司是干什么的? 李凌峰笑了笑, 金融中介服务公司, 不是民间借贷, 放高利贷的, 陈宇书来了句, 随后疑惑了一下, 那我这样加入你们, 算不算是知法犯法? 李凌峰一脸都无语, 姐, 我们不提供受信, 我们只是提供受信服务, 做融资方案, 哦, 那我就放心了, 陈宇书松了口气, 不用担心, 后面被人追着看, 李凌峰, 要不这样, 你们律所注资多少啊, 我这边增加注资给你们, 控股你们律所, 然后呢, 陈宇书有些不解, 那我都成为你们律所的合伙人了, 你还要去跑业务吗? 不就跟在我公司上班一样? 陈宇书略微思索了一下, 好像是那么一个道理, 不过随即又想明白过来, 我跟你什么关系啊, 是你的谁啊, 为什么你当了合伙人, 我就可以不用跑业务了, 合伙人也不像你公司, 你一个人说了算, 那我全资收购, 回来行不? 李凌峰道, 让你们律所以后就我一个老板, 以后不一样, 可以为我们公司提供法律服务, 陈宇书点了点头, 这个我得问下我师父, 好像之前也听到过他有收手的意思, 大概也是在这一行坐累了, 行吧, 那我等你的消息, 李凌峰笑道, 接下来我们去哪? 陈宇书这才想起要去见法律援助对象, 那也是一处拘押所, 作为陈宇书的助手也一并前去, 探望, 探望室里, 对面坐着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小伙, 看上去就那种玩转着社会人情规则的人精, 要是能力也出众的话, 妥妥的体制那精英, 可惜十分不巧, 他的顶头上司因为贪污受贿贴归了, 作为其得力心腹下属, 自然多少也收到了些牵连, 最关键是被查出了有经济往来, 涉嫌行贿, 开局陈宇书便直截了当地说道, 胡先生, 你能不能把整个行贿的过程给我们讲清楚一遍, 这样我才好给你这边争取最亲的结果, 谁知这位叫胡先生的年轻人嘴角一笑, 纠正道, 抱歉,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但首先, 请你搞清楚一点, 我没有行贿, 陈宇书也是一笑, 这种人他见多了, 不到黄河不落泪, 如果不存在充分证据的话, 有关部门是不会对你提起公诉的, 既然走到了这一步, 那就意味着对方有充分的证据, 指证你行贿, 陈宇书的字里行间中充满着言语的自信, 有些人非得到最后才敢接受, 胡先生沉默不说话, 陈宇书, 你这样我是帮不了你的, 请你还是将事情的原委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或许我还能帮你争取到减刑, 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胡先生考虑了好一会儿, 才最终开口道, 是这样的, 有天我阿妈过马路不小心摔倒了, 幸好被一个小姑娘给扶起, 我想着妈给感谢人家, 于是就给那小女孩送去了一面锦旗, 挤二十万的感谢酬金, 谁知道, 几天后我升了科室主任, 才发现那小女孩是我们领导家的孩子, 这很正常吧, 怎么好好的就说我行贿了呢, 胡先生一脸的不解, 陈宇书, 饶氏一旁停着的李凌峰也是无言以对, 不禁在心里给感叹了一句, 你TM真是人才啊, 探视结束, 李凌峰和陈宇书两人离开拘押所, 李凌峰甚至好奇地问了句, 那个胡先生会被判刑吗, 肯定跑不了啊, 陈宇书回答得相当利索, 你以为那些鬼话能糊弄法官啊, 不过他自身没有受贿的话, 那就好说, 仅仅是因为行贿升迁, 没判那么重, 如果其中可以主动认罪, 提供更多关键线索, 或许都还能争取减轻处罚, 就看那位胡先生跟他的领导铁不铁了, 这时候还讲哥儿没意浅, 李凌峰一脸的难以置信, 领导不都是拿来卖的吗, 强导众人推这词, 他怕不会是没听过吧, 陈宇书白了眼, 你以为谁都像你这般经历主意啊, 只为自己, 那难不成呢, 帮领导掩藏犯罪事实, 陈宇书竟一时无言以对, 哎, 别讨论这破事了, 去试点东西吧, 你请还是我请, 看在以后, 你将成为我老板的份上, 我请你吧, 陈宇书一个贼笑, 那, 你不要想着向我行贿啊, 李凌峰给提醒道, 更不能, 想着信号信号信号我, 第194章, 我介意, 假日广场, 时间才轮到号, 怀揣着期待的心情, 陈宇书忙拉着李凌峰快快进去, 这刚坐下来, 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 李兄, 李凌峰回头一看, 竟然是月泽, 此刻身边又换了一位火辣女孩, 不由得摇头, 昨晚那位呢, 理解我们兄弟感情, 给我踢了, 月泽丝毫不在意道, 李凌峰没一皱, 你压是顽腻了吧, 都有, 月泽将目光移到了陈宇书身上, 眼前不由闪过一丝惊艳, 这位, 是嫂子, 什么嫂子, 交一旁药, 李凌峰回道, 那好说了, 月泽拿起桌上饮料, 便来到陈宇书的身边坐下, 很高兴认识你, 美女, 陈宇书一脸的疑惑, 坐开了几分, 你是, 月泽跟着又靠了过去, 哦, 我是李兄的好兄弟, 叫月泽, 你叫什么名字, 嗨嗨, 李凌峰连咳嗽了两声, 随即道, 过分了呀, 这月泽才又赶紧地坐开了一个距离, 趁着间隙, 陈宇书直接起身坐到了李凌峰这边来, 月泽整一个人瞬间风中凌乱, 转而看向李凌峰, 不, 不是兄弟, 你没跟你朋友介绍下, 我是谁吗? 李凌峰忍不住一笑, 对陈宇书道, 眼前的这位可是我们假日广场的太子爷哦, 谁知陈宇书直接无视, 连正眼都没瞧一下, 这重要吗, 又没你帅, 说完, 陈宇书还给了李凌峰一个恰到温柔的眼神, 能舔死狗的那种, 月泽原地怀疑人生, 心一急, 我比李兄有钱啊, 庸俗, 陈宇书仍是连眼睛都没瞥一眼, 月泽看向了李凌峰, 李凌峰微微一笑, 说你呢, 惨遭滑铁炉搭讪不成的月泽, 信信地回了自己那座, 身边火辣美女一脸茫然, 这回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 这是要安慰她吗? 哎, 月泽兄, 你饮料, 李凌峰这时转身给递了过去, 对着月泽那是笑得心飞扬, 后心凉, 无法直视李凌峰这得意的嘴脸, 月泽没好气, 结果猛吸一口, 给呛得连咳嗽了几声, 火辣美女赶紧抽纸递送过去, 你没事吧? 擦拭了一下稍稍缓过来的月泽, 悄悄对自己的这位火辣美女细声问了句, 我, 没他量仔吗? 听着月泽的这话, 火辣美女回头看了眼李凌峰的背影, 都是一个绝杀, 年轻那时的阿祖来了, 这回都得避让几分, 看着火辣美女迟迟没有回话, 一脸迟疑不绝的表情, 月泽忙给他的定心丸, 没事, 你就实话实说, 嗯, 火辣美女点了点头, 其实吧, 你除了比他有钱外, 真没他帅, 月泽呆了下, 让你实诚, 没让你那么实诚啊, 连遭挫折的月泽从兜里掏出一达的现金, 这是你的, 带着他丢滚, 火辣美女也不多话, 拿过那一打钞票, 带上自己的包包, 起身挥挥手, 静止离开, 出来完无非就为这个, 如今什么都不用干, 钞票就到手了, 那还留恋你什么, 等着期盼做你的长期女友吗, 怕不是做梦吧, 谁知火辣美女走出机密开外, 又折了回来, 月泽看着他, 心里满事的不屑, 这不一样, 又到回来取月子姐, 刚想伸手搂过来, 其料火辣美女一个转向, 来到李凌峰的跟前, 你好帅哥, 可以邀的联系方式吗, 李凌峰回头看了眼月泽, 月泽一把捂住自己的脸, 这事让丢到姥姥家了, 他不是你男朋友吗, 李凌峰对火辣美女道, 你说什么呢, 人家都还没谈过恋爱呢, 火辣美女一个娇羞, 饶恃动人, 李凌峰, 这黑色素沉淀, 怕是都要堪比木耳了吧, 还没谈过恋爱, 你当我透明的呀, 这时陈语书发声道, 火辣美女一笑, 不介意的话, 我们公平竞争啊, 李凌峰一本正经地看着陈语书, 不是, 谁给你的权利帮我拒绝啊, 你没看出来吗, 他就是想玩你而已, 那我乐意啊, 李凌峰正义凛然, 再说, 我咋没看出来呢, 我, 陈语书一时语色, 气气地瞪着李凌峰, 眼睛竟有一丝地开始泛红, 那快要成型的泪水, 逐渐湿润眼眶, 不是, 跟你开玩笑啊, 李凌峰忙一把抹去陈语书眼角的湿润, 不让眼泪成型, 因为, 他最见不得女人哭了, 受不了了, 出来, 我要申请跟你支撑, 后边的月泽抓狂道, 第195章, 可以提个要求吗, 用完餐后, 陈语书有事先回律所去了, 李凌峰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回头才发现月泽还在, 于是悠哉地走了过去, 还在阴谋啊, 月泽伸长脖子瞪了眼李凌峰, 你哪看到我在阴谋吗, 上上下下都看到了呀, 月泽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眼, 急忙并拢了双腿, 我靠, 你TM的想哪去了, 李凌峰没一咒怒吃到, 随机一想, 不对, 你兄弟该不会真的阴谋了吧, 叫你平时别玩得那么嗨了, 多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我一看钢男女的, 就不是省油的灯, 迟早炸信号信号信号, 月泽反击道, 李凌峰摇摇头一笑, 跟陈语书的关系, 你知道的屁啊, 不是, 你该不会是真的一直在这等我吧, 李凌峰问了句, 别想多了, 我就是纯粹无聊, 月泽道, 我爸给我的约定, 每月必须几天来这守土, 李凌峰, 你爸也是用心良苦, 生怕你以后挑不起大梁, 切, 这样整, 好像我又能学到什么一样, 压根就没想过要挑他的大梁, 月泽一脸的不在乎, 李凌峰好奇, 那你爸家大业大的, 以后怎么办, 有我姐呢, 怕什么, 你姐, 李凌峰有一丝的吃惊, 以前一直没有听她有说过, 亲姐吗, 还是你那表姐榨汁机啊, 你家家产让你表姐继承啊, 当然是亲的啦, 月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李凌峰, 李凌峰, 下午有什么事情没, 月泽问, 要不要上去我那办公地喝杯茶, 陪我聊聊, 走呗, 李凌峰爽快地答应道, 两人离开网红餐厅, 李凌峰最后回头看了眼, 虽然已经过了饭点, 但还是仍有一大群的人站在门口排队用餐, 你说这味道也没好到哪里去,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排队, 搞不懂, 李凌峰不解地说了句, 不就大众之心, 屈之若鹜, 月泽不屑, 这么说也是从众心里了, 李凌峰笑道, 转而看向月泽, 我哪有那么低俗, 不是为泡妞, 月泽道, 对了, 你排队了没, 排了, 不排他能给我吃上饭啊, 呦, 月泽来了句, 改天我让他们给你弄个超级VIP身份, 随时可用餐, 凭什么, 凭你倒大吗, 月泽回头, 凭他店铺租的我家物业, 这行吗, 假日广场, 总楼高33层, 如同一座垂直的城堡, 矗立在P区城市中心, 是一个集中新区商业, 高档写字楼和高级住宅与一体的综合性地标, 写字楼顶层32, 33层为月泽流于自用, 两人来到32层, 进门, 装修大气豪横, 各办公区域划分条理清晰, 空间布置也很适得当, 就是这里面的工作人员, 显得有点人叮单薄, 热大的办公区里面就零星地坐着几个人, 李凌峰好奇地向月泽问了句, 你们就这几个人上班吗, 不然呢, 就说个物业水电费, 要那么多员工干嘛, 养着吃白饭吗, 那这么大的地方岂不是浪费了, 月泽, 本来这里弄好, 我爸是计划着将集团的一部分搬迁过来, 后来不了了之, 再后来他在市中心谋了一个更好的地, 所以这里就被嫌, 至了, 李凌峰听后眼前稍稍一亮, 那你有没想过将这里出租出去呢, 这里那么大, 想租出去不容易, 顿了会, 除非舍得将其拆分成若干的单元, 这样就比较容易租出去, 这样搞的话, 那我这装修不就浪费了, 想想就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李凌峰一脸的音效, 伸手勾搭住月泽的肩膀, 要不, 你把这里租给我, 月泽脸上顿时一惊, 你要来干什么, 写字楼当然用来办公啊, 难不成还将它改成喜遇休闲中心啊, 你要的话, 可以啊, 月泽道, 不过, 你打算怎么做, 那我呢, 搬去哪儿, 月泽看了眼李凌峰, 三楼那里不是有个杂物间吗, 你收拾收拾下, 搬下去得了, 反正也就那么几个人, 月泽, 认真的考虑纠结了一会, 月泽抬头, 你确定是没跟我开玩笑, 三十二, 三十三两层都要, 李凌峰点头, 确定以及肯定, 你看, 我像在开玩笑吗, 谁知道, 你是不是在拿我寻开心, 毕竟像你这般的坑货,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李凌峰没一皱, 咱俩貌似你坑我比较多一点吧, 月泽一咬牙, 行, 你要真想租的话, 都给你, 之所以会答应, 月泽主要是考虑, 要是这个生意, 要是做成功了, 那么他就可以在他爸面前一番嘚瑟, 证明自己也不是白吃干饭, 一无是处的, 对了, 你这里租多少钱一瓶啊, 李凌峰问道, 月泽没一皱, 这我没了解过市场行情哦, 你知道外面是一个怎么的租家吗, 李凌峰一笑, 点头道, 知道啊, 外面租一般差不多是十五元一瓶, 这样都是兄弟的份上, 我给到你二十元一瓶, 你看怎么样, 月泽一个怀疑的眼神, 那么便宜的嘛, 我这带金装修林包办公的哦, 所以啊, 我才给到你二十元一瓶, 李凌峰搭住月泽的肩膀, 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你想一下, 你爸要是知道, 你那么高的价格租给我, 那得多为你感到自豪啊, 你等我下, 月泽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 经过一番询问后, 那脸都绿了, 见状不妙的李凌峰赶紧朝三十三层走去, 挂掉电话的月泽芒追了上去, 你他娘的拿一个破厂房的租金价格来忽悠我, 还我爸听了高兴, 怕不是被气出心哽来, 两人一路追逐打闹来到三十三层的总裁办公室, 旁边秘书室的美女刚想说谁这般吵闹, 贴过一眼, 看见是自家少爷, 立马识趣地缩了回去, 进来总裁办公室, 那宽敞明亮的空间布局映入眼帘, 让李凌峰甚是眼前一亮, 里面每一处都是经过精心布置, 急剧凸显个人的风格与品位, 从这里可以看出, 也许可以怀疑月泽的人品, 但绝不能怀疑他的审美, 你平时就在这儿啊? 是啊, 无聊就泡壶茶喝, 说完, 月泽朝隔壁, 秘书是喊了句, 小美, 过来泡茶, 不一会儿进来一位身着包屯裙的绝色美女, 那可怜的短裙, 真怕都不住丰满, 看待住的李凌峰, 我可以提个要求吗? 你说, 你这秘书能不能连这一起租? 第196章, 终是保守了, 月泽转头看了眼李凌峰, 略移皱眉, 人家小美可是跟了我五六年了, 情如手足, 李凌峰, 所以得加钱, 是吗? 加你妹啊, 你兄弟肯加钱卖给我啊? 月泽吼着回了句, 随后示意小美泡茶, 李凌峰头一歪, 你说林旭东吗? 可以啊, 白送你也行。 月泽, 此刻在人力资源公司的林旭东打了个喷嚏, 手指摸了摸鼻尖, 这是谁在背后骂我? 抬头看了眼前台阿姨, 你开空调了吗? 阿姨摇了摇头, 那空调摇空器不是给你藏起来了吗? 林旭东尴尬地掩饰了一句, 是吗? 起身伸了个懒腰, 我出去透透气, 有客户来了, 记得叫我。 说完, 林旭东走出了中介公司的大门, 这边小美泡好了茶水, 茶香四溢, 单凭这沁人茶香, 就感觉应该是价格不菲。 李凌峰和月泽两人来到茶几桌前坐下, 各自瓶了一口。 你那眼睛别老盯着小美看了, 这茶怎么样? 月泽似乎对自己的这茶些许得意。 还行, 应该没有添加剂吧? 那么香得不正常。 李凌峰看了眼茶水的颜色道, 他要是敢卖这种茶叶给我, 我砸了他商铺。 月泽一口引进杯中的茶水, 敲了敲桌面, 是一小美添茶。 小美脸上闪过一丝妩媚的微笑, 扭动着那充满诱惑的身躯, 拿起茶壶来到月泽跟前。 月泽顺手就是一拍, 小美一个娇羞, 好话呀你。 嗅到空气中透着一股微米的气息, 李凌峰就知道这狗男女关系不一般。 到完茶后, 月泽说了句, 去吧, 秘书事后着。 小美放下茶壶, 伴随高跟鞋的哒哒声, 离开了总裁办公室。 你就说, 正不正吧? 月泽仿佛在炫耀自己的藏品。 李凌峰抬头, 你就说, 租不租吧? 拿起茶杯, 李凌峰来到了那一扇的落地窗前, 站在这可以俯瞰半个城区。 那种居高临下, 指点江山的英雄气概, 油然而生。 月泽也跟着走了过来, 怎么样, 我这地方还不错吧? 确实不错, 独具的视角。 李凌峰毫不吝啬地给予点评道, 回头看了眼月泽, 趁现在还能欣赏道, 你赶紧多看两眼。 月泽一个呆愣, 不是, 你几个意思啊? 听你这话, 以后我是不能上来这了。 李凌峰一笑, 请问这是哪里啊? 总裁办公室啊? 那不就是了, 你见哪个总裁办公室说尽就尽的, 不得提前预约。 月泽将住了, 那你现在怎么能进来? 这回李凌峰的电话铃响, 是林旭东那狗子打来的, 出来透气的他来到二楼。 发现李凌峰不在这西河公司。 喂,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接通电话的李凌峰问道, 林旭东, 你去哪了? 没见你在西河公司的? 出来找场地。 找场地? 什么意思啊? 电话那头, 林旭东满事的不解。 这不想着给公司换个地方, 县那边办公地实在太楼了, 再说, 随着公司的发展, 也不够用。 林旭东听了, 顿时感觉就如刀子插在心窝一般。 这说明什么? 说明李凌峰那家伙, 公司赚钱了, 才会嘚瑟着换地方。 不是, 同样的一起开公司, 怎么你就风生水起? 自己却混到下月电租都成问题了。 郁闷的林旭东无力回了句, 哦, 那你打算搬去哪里啊? 假日广场这? 啊, 那里租金可不便宜哦。 惊讶之余的林旭东赶紧提醒了句, 知道啊, 就瞅着租金不便宜, 主打的一个逼格高。 林旭东, 心里跟打翻了调料瓶一般, 那是五味杂陈, 要知道, 假日广场可是辟区的地标。 跟自己这里自建房强的不是十倍百倍。 鸟枪换炮, 人现在都挤进正规军行列了, 自己还搁着打游击呢。 林旭东咬了咬嘴唇, 这感情终归还是淡了。 叹了句, 走吧, 走吧, 过你的高逼格生活去。 听到林旭东那酸溜溜的话, 李林峰乐不住一笑, 怎么有股酸酸的味道? 那是你鼻子问题, 谁知道? 别酸了, 给你遇着呢。 李林峰安抚道, 这里有两层, 地方足够大, 寻思隔一个空间给你。 真的? 林旭东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嘴角压不住的往上翘, 随即又好像想到了什么, 嘀咕了句, 可是, 那里的租金真的好高哦。 不用你分担租金。 林旭东咧嘴一笑,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了。 挂了电话, 一旁的月泽眉头拧成了一条线, 谁啊? 那么一副欠扁的样子, 竟想着占你便宜。 林旭东, 就你说, 卖我的那兄弟? 月泽道, 难怪白送。 转身回到沙发处, 李凌峰放下手中茶杯, 整个人躺下摊在沙发上。 叹了句, 舒服。 意大利进口皮质沙发, 当然舒服。 月泽过来, 得先声明啊, 这沙发我要搬下去的。 李凌峰睁开眼斜视了下, 这沙发和隔壁秘书, 你只能留一样, 自己选吧。 靠! 没在理会李凌峰的月泽来到柜子处, 取出一瓶珍藏的红酒, 要不要来一杯? 李凌峰闭上眼睛挥了挥手, 那玩意有啥好喝的? 82年的拉菲, 限量真藏版。 一个扑通起身, 李凌峰咳嗽了下嗓子, 刚好嗓子有点痒, 给我也来一杯吧。 倒上两杯红酒, 月泽给了李凌峰一个眼神, 过来给你看介绍下支办公室最重点的。 月泽领着李凌峰来到办公桌后背景强着, 轻轻一推, 竟然是个隐藏门。 走进里面是一个很宽敞的休息间, 衣柜浴室俱全。 月泽得意地看了眼李凌峰, 李凌峰不解, 不就一个休息间吗? 很正常啊。 那如果说, 这休息间是跟隔壁秘书室共通的呢? 月泽一笑, 李凌峰眼前闪过一丝惊叹, 旋即恢复如常。 道, 不是, 我计划整个33层就设总裁办公室和秘书室, 要搞这共通干嘛? 况且就一休息室, 也不够发挥的空间啊。 月泽一脸惊呆, 终还是自己保守了。 第197章, 我也是有过初恋的。 最后, 看了眼即将属于自己使用的豪华办公楼, 李凌峰满意的转身离开。 临走还不忘叮嘱月泽, 赶紧的, 最好今天那班走。 为了给予他充分动力, 李凌峰特地让方知勉给月泽公司转去了30万, 备注租金。 而急于向自己老爸邀功的月泽, 也怕李凌峰反悔, 搬起来那是相当利索。 来到负一层停车场的李凌峰, 刚上车准备离开假日广场。 手机界面谈出一则股票信息, 李凌峰瞥了眼, 竟然看见是高领药业。 这不是上午刚建藏完的股票吗? 那可是七连板啊, 可别出了什么要额子了。 李凌峰赶紧地点了进去, 细细看了遍里面的内容, 生怕错过了什么。 通篇看下来, 李凌峰这才知道高领药业面临被收购, 下午股票也因交易异常被停牌了。 怪不得会有七连板, 原来是在抢控股权。 想收购他的公司也是一家药企, 名叫天恒制药, 但并不在上市企业之列。 李凌峰有些好奇, 这高领药业盘子也不小啊, 天恒制药哪来的实力发出收购邀约, 该不会又是家隐藏的大老药企吧? 带着疑问, 李凌峰搜到了一些关于天恒制药的信息, 好像就是一家普普通通的药企, 看资产报表规模也不是很大, 也没什么辉煌事迹, 这不上眼蛇吞象吗? 李凌峰嘀咕了一句, 仿佛闻到了那门口的野蛮人味道。 不管, 就等着看好戏吧, 李凌峰乐呵一笑, 将手机放回中控位置, 李凌峰驱车回到了西河公司。 顺道看了演艺楼门锁紧闭, 纳闷的李凌峰看下时间, 这还没到下班啊, 可不像林旭东那狗子作风。 难不成真堕落了? 怪不得业务做不起来。 殊不知, 此刻的林旭东正带着他的前台阿姨 在一家职校咬起呐喊拉人头。 前批业务招的人流失大, 厂家那边很大意见, 要是再招不到人补上, 就得他跟前台阿姨进场。 不然就陪个底裤穿聋, 对赌协议可摆在那。 李凌峰来到门口那假太山市前, 上面贴满了OK崩, 一个OK崩封住一个烟孔。 手见的李凌峰忍不住伸手扯了下 那翘起的OK崩, 冷不防给带下一大片来。 这下怕是一包OK崩都封不住了。 李凌峰左右上下看了眼, 还好林旭东没安装监控摄像头, 赶紧地放上去凑合着。 转身上了二楼, 跟方知免商议搬迁的事宜。 百祥有限公司, 做了一整天累到不行的韩雪莹, 活动了一下自己筋骨。 自从生了这精力一职, 比起以前不知充实了多少倍。 有时想想, 真不值值不值得。 低头摸了摸自己小富, 想起赵月的那威龙, 自己也什么时候才能有啊。 现在的自己正处于生育的黄金年龄, 过了这时期, 加上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 真怕到时会出什么问题, 要是怀不上, 可怎么办? 越想韩雪莹是越担心, 竟然突发地萌生了一种想要离职的想法。 韩雪莹赶紧地摇了摇头, 嘀咕道, 这李凌峰又没跟自己结婚, 干嘛要考虑这些? 话说, 她有想过要跟自己结婚吗? 韩雪莹不禁心里暗想道, 忍不住想的韩雪莹于是拿起手机 给李凌峰发去了一条信息。 你在干嘛? 眼界没有任何的回音, 于是韩雪莹起身来到外面, 透透气顺带查看下员工的在岗情况。 换以前, 这活都是赵岳干的, 可如今人家可是老总了。 这边交代完方之勉的李凌峰 看到了韩雪莹发来的信息, 于是回了句, 在公司, 怎么了? 没事, 就是突然想找下你。 李凌峰微微一皱眉, 女生的心里太敏感了, 猜到指定又是在瞎想什么。 怎么, 昨晚才激情过, 现在又想了? 滚。 李凌峰看到嘴角一笑, 怎么滚? 滚到你心里去吗? 座椅旁的方之勉 看着笑得发浪的李凌峰, 脸上是挂满了疑问。 正常状态下的笑容 没有这般浪, 排除这那指定 是涉及男女之乐, 方之勉推测。 你知道那些墙上的皇朝 都是怎么衰落的吗? 方之勉抬头一本正经地 向李凌峰问道。 李凌峰继续盯着自己的手机, 随口敷衍了一句 历史轮回呗。 不, 是因为英明神武的大帝 沉迷女色而失天下, 有如商咒王之妲己, 玄宗之杨贵妃。 李凌峰瞬间抬头, 放狗屁, 自己不行就赖女人, 这种历史观你也行。 跟你说, 什么红颜多祸水, 就是背锅的。 瞧瞧, 你这就结了, 是不是被我戳重要点了? 方之勉仍是不紧不慢道。 你呀就是没尝过女人, 要尝过搞不好比我更不堪。 方之勉听后眼神一个暗淡, 似乎陷入了某种回忆, 其实, 我也是有过初恋的。 李凌峰一个惊掉下巴, 手机滑落掉地上。 许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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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头, 众人的眼神齐刷刷看向办公室里, 这是业绩不达标, 又疯了一个吗? 李凌峰欢快地从办公室里跑了出来, 喊道, 老方, 老方, 他竟然有初恋了。 众人一脸的愕然, 当意识过来说的是老方时, 众人那愕然的脸色变成了震惊。 就办公室里方知免一人不知所以然, 这, 奇怪吗? 聊了一会的韩雪莹又跟李凌峰断了些没回音, 气势不打一出来, 还想着他安慰一下来着, 男人果真是靠不住。 回到自己办公室, 韩雪莹翻了一下自己手机里保存的相片, 里面都是跟李凌峰一起的合照。 看着那张帅气的脸孔, 韩雪莹嘟了嘟嘴, 不理你了。 随着一张张相片的翻阅, 那嘴角又不自觉地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两个梨窝甚是甜美。 抬头看了下四周, 确定是没有人进来, 才又小心翼翼拿起手机看了起来。 原来那是翻到了一条小视频和李凌峰爱的鼓掌, 拿你自己的手机录就算了, 竟然还有我呢? 嘀咕完的韩雪莹刚想删掉, 渴望着那删除剑, 韩雪莹又犹豫了一下, 最终决定还是给保留下来, 于是给这小视频加了命。 第198章, 这见面的方式是不是独特了些? 下班后, 李凌峰开着他那奔驰前往百祥有限公司准备接寒雪莹下班。 行驶到一出路段, 突然一车辆加速闪现在李凌峰车前。 吓得李凌峰一个急杀, 整个身体瞬间前倾, 差点给磕到了方向盘, 信号速度不是很快。 反应过来的李凌峰刚想骂一句, 谁他骂哪个信号信号信号啊? 只见前方车辆打着双闪, 从里面下来三四个黑衣人迅速地围了上来。 见势不妙的李凌峰赶紧想到车, 李凌峰犹豫了半分, 慢慢打开自己车窗, 还没开口, 对方就先问道, 是李凌峰李先生吗? 李凌峰凝视了那黑衣男子一眼, 老子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我叫林旭东, 你们找错人了。 黑衣男子脸上煞食一个疑问, 随即拿出手机相片比对了一下, 这不是你吗? 李凌峰看了眼手机里那照片, 那如吴彦祖般帅气的亮仔, 不是自己, 会是别人? 我们家小姐想见你, 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家小姐? 也很少去酒吧玩信号信号信号, 那地方风险系数那么高, 划不来。 你跟我们走一趟就知道了。 黑衣男子道, 你说跟你们走就走啊, 李凌峰心里嘀咕了句, 整不好给自己卖棉北怎么搞。 不过李凌峰前后瞅了一下, 两辆车最起码得有七八个人, 自己怕事都不过。 这样, 你们先把车挪一下, 我跟着你们走。 黑衣男子微微一皱眉, 还请李凌峰下车, 跟我们车走一趟。 这不玩三岁小孩子吗? 挪开位置, 心里想着该怎样报警。 坐后排的李凌峰左右被夹着看管, 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外界的机会。 车辆行驶了一段距离, 李凌峰默默记下沿途一些标记, 但却始终没有驶离中心区, 李凌峰还以为会被拉去, 偏远的郊外地方。 最终, 车辆来到一家高档饭店, 在几人的簇拥下, 李凌峰来到了一间雅字号包间。 进门, 一个气场强大的短发女子 短坐在茶几沙发上。 见李凌峰出现, 抬头微微看了眼。 黑衣男子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李凌峰走了过去。 女子眼神坚定而深邃, 保持着一份从容的淡定, 面容清秀可人, 十分精致。 身材也不赖, 苗条匀称, 紧身休闲一下线条感十足。 嗯, 饱满度也是大小刚好, 这样的上手才完美。 我们认识吗? 带着疑惑, 李凌峰好奇地问了句, 眼前这女子似从未见过啊。 不过看脸型, 倒是好像跟谁有一些相似来着。 女子没有急着回答李凌峰的问题, 而是看了眼前方的沙发座位, 示意李凌峰做。 李凌峰上前一步坐下, 旁边一位女助手给李凌峰倒了杯茶水。 李先生是吧? 女子道, 很高兴能与你见面。 李凌峰没一咒, 我有点不高兴。 你们这见面的方式, 是不是独特了些? 女子转看了眼黑衣男子, 黑衣男子瞬间低下了头。 不用说也知道了, 其中的过程怕不是很友好, 不过既然达到目的了, 无妨。 女子回过头来重新, 将目光落在李凌峰身上, 既然碰到面了, 那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李凌峰心里顿时一个咯噔, 要开始算就账了吗? 不是, 姐, 我都压根没见过你啊, 不记得有哪里对不起你的地方。 再说感情这玩意, 不是你亲我愿的吗? 你玩不起当初就别来找我啊。 女子微微一笑, 我想跟李先生做一笔交易。 交易? 李凌峰万分不解, 男女感情算上你整什么交易, 就不怕被定性为嫖娼。 什么交易? 李凌峰问道, 你手上不是吃有近两亿的高龄妖业股份吗? 我想让你转给我, 你开个价。 是两亿两千万, 你少数了一个涨停板。 李凌峰纠正道, 还以为是前女友追债, 原来是因为这啊, 联想起之前看到的资讯。 李凌峰大概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大费周章的, 把自己请来不就为争夺高龄妖业的控股权, 只是眼前这女子是哪一方呢? 收购方还是被收购方? 李凌峰的心算是放下来了, 至少不是什么仇家追杀。 虽说向来遵纪守法的自己也没得罪过什么人, 但难免有些人会看不惯自己比吴彦祖帅。 请李先生开个价吧。 女子再次道, 这时占据了主动权的李凌峰反而一脸的悠然, 我都还不知道你是谁, 谈什么交易。 这般轻浮的语气瞬间引来黑衣男子的不悦, 上前一步就想威慑李凌峰, 起料被女子一个眼神拦下。 不过这举动就着实让李凌峰甚是不爽了, 起身便准备离开。 身后几名黑衣男子瞬间上前给拦住。 李凌峰一个转身, 皱了皱眉, 怎么? 想抢满。 女子没有开声, 看了眼李凌峰。 就在这氛围瞬间紧张之际, 突然砰的一声, 整个包间房门被踹飞了机密院。 飘散的飞尘下, 出现一个凶狠的表情。 对, 他就是风鱼修。 强大的气势把房间里的黑衣保镖们都给震了一下。 风鱼修慢慢地走了进来, 扭动着自己脖子, 隔直响。 出于保护自家小姐的意识, 中黑衣保镖围了上去。 结果可想而知, 争鸣的面孔下是一副甚是享受的表情。 李凌峰生怕风鱼修杀不住, 赶紧提醒了句, 下手轻点, 可没那么多医药费来陪。 看的是一阵阵脸部抽动, 激进拳拳到肉。 不一会儿, 地下横七竖八躺着一众的黑衣保镖, 而风鱼修自视窥然不动。 隔不远看着这一切的女子脸色微动了一下, 那份从容裂了口。 身边就剩下一位黑衣保镖守护, 李凌峰回头看了眼女子, 笑了笑, 朝起身边的板凳, 来到刚才那位威慑自己的黑衣男子前, 就抡了下去。 为了不伤及其要害, 李凌峰就瞅着其那厚厚的屁股轮, 看得风鱼修一脸诧异, 来到跟前一把接过李凌峰手中的板凳, 朝着脑门就一板凳。 李凌峰? 得, 这下得住医院一段时间了。 第199章都说我好奇了, 新情书唱了的李凌峰转身面向女子, 下次请别人麻烦礼貌一下。 女子稍稍退后了两分, 想来应该有些心计, 倒是他那唯一剩下的保镖死命地在前护着, 看来应该是工资不低, 不然也不至于这般的卖面。 还是说他本来就是专业的, 极具职业道德。 好在李凌峰也没有想着把事情闹大, 现在既然都出了气那就算了。 况且也不知对方什么底细, 真要闹僵, 搞不好吃亏的还得是自己。 于是便给了风鱼修一个眼神, 是一收手走人。 风鱼修凶狠的表情下面路不解, 但还是跟着李凌峰离开了。 两人走出包间门口, 不要女子从后面追了上来, 并没有放弃的他朝李凌峰喊道, 我们的交易还没完成。 李凌峰回头没一皱, 还真是纠缠不休啊。 麻烦你将高领妖页的股份转让给我, 价格你开。 女子重复了一遍自己的交易请求, 李凌峰摇摇头, 我开的价格你未必给得起。 多少? 看着女子坚定从容的眼神, 李凌峰起了完心, 随口就报了个离谱的价格。 五个亿, 想着让女子知难而退。 成交? 李凌峰一个亮呛, 差点没站稳, 接着看了眼风鱼修, 反正是报低了。 两亿的高领妖页股份, 哪怕是吃满七个连板, 也去不到翻一倍的价。 这高于一个亿的价格, 对方不眨眼就答应了, 究竟是哪路神仙啊? 看着李凌峰几分迟疑, 女子进一步道, 如果李先生愿意, 我们现在就可以签转让合同。 不爽归不爽, 但谁会跟钱过不去啊? 李凌峰当下犹豫了起来。 我现在可以问一下你方明了吗? 李凌峰道, 你只要确定交易后拿到了钱就行, 其他的有必要了解吗? 那倒也是。 李凌峰点头, 哦,可我好奇怎么办? 女子, 凉拌。 哦, 行吧, 那咱的交易也先凉拌着吧。 你, 女子秀没一个气节。 饭店门口, 女子的坐驾扬长而去, 看着消失的尾翼, 李凌峰, 有钱人办事情都这么任性的吗? 求人也没个态度, 还真以为一切都可以用钱搞定啊, 虽然自己差点就屈服了。 转身看了眼目无表情的风于修, 谢了今晚。 风于修目的抬头, 那个, 能不能给我点车费? 刚才追你道, 看来大宗师也有被困扰的难题。 劫寒雪莹回到住处, 李凌峰屁股都还没坐下, 便接到了月泽的电话。 那个, 你手上是不是有两个亿的高领药业补分? 李凌峰顿时就纳闷了, 今天怎么回事, 怎么就跟高领药业过不去了呢? 不是, 你又是听谁说的, 我持有高领药业的股份, 这你就不要管了。 能不能把你这高领药业股份全赚让给我, 价格好伤了。 李凌峰无语地笑了笑, 你知道吗, 刚也有位疯婆娘派人绑架了我, 说要跟我做交易, 五个亿买我股份。 对了, 说起来那疯婆娘还跟你还有几分相像。 李凌峰想起来道, 电话那头月泽, 沉默了会, 那疯婆娘我姐, 李凌峰? 屌的? 亲的, 同父同母就差不是同婉双生了。 我说认真的, 要是拿我当兄弟的话, 就把你那股份赚给我, 价格你说的五个亿。 李凌峰不解, 不是, 你要高领药业的股份干嘛呀? 你傻呀, 现在连我姐都搞不定的事情, 在我手上搞定了。 你不想想我爸对我的看法? 李凌峰一笑, 你小子不含糊啊, 行, 既然你开口, 那好说, 就知道你靠谱, 改天我亲你有轮上的海天盛言。 不过, 我有个条件, 电话那头月泽愣了下, 什么条件? 你压过分了吧? 不过分, 我就要你姐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不是, 我拿你当兄弟, 你想着做我姐夫啊? 就说给不给吧。 李凌峰道, 成交? 这回洗完澡的韩雪莹裹着浴巾出来, 对李凌峰道, 刚上来忘拿快递了, 你能不能帮我走一趟? 李凌峰点头, 起身下楼拿快递去。 刚下来一楼, 月泽便将她姐的名字和联系方式给发来了。 李凌峰嘴角得意一笑, 都说我好奇了。 拿着快递回到住处, 韩雪莹结果拆了开来, 里面是一套姓赶磊丝边内衣。 李凌峰一笑, 是打算晚上穿来给我看的吗? 韩雪莹抬头, 晚上还穿? 第二百章熟悉的声音, 某别墅, 得道李凌峰允诺转让高陵药业股份的月泽兴高采烈地 敲响了清解月书的房间门。 还没等月泽开门进去, 房内便传来了喊声, 滚。 吃了瘪的月泽脸拉得老长, 哀求了一句, 姐, 真找你有事呢? 不用幻想了, 我是不会同意每月再给你增加费用的。 态度如此明晰坚定, 我不是跟你说这事, 我找你真有正事。 等了一会, 才听到, 进来吧。 月泽拧开房门走了进去, 身穿一席冰丝睡衣的月书, 此刻正靠在床头翻阅书籍, 他便是此前带着保镖找李凌峰做交易的女子。 月泽来到跟前, 一脸抑制不住的高兴, 道, 姐, 那高陵妖业的股份我拿下来了。 月书些许吃惊中带着疑惑, 你是指李凌峰手上的那些股份? 嗯。 月泽使劲地点了点头, 月书放下手中的书籍, 虽说在看书, 但是心里无时不再谋划着如何获得这些股份, 想不到自己这整天不务正业的弟弟竟然搞定了。 真的假的, 月书看了眼, 这个从来都是让家里操心不断的弟弟。 那还能有假, 就那李凌峰, 我一个哥们。 月泽一脸地得意道, 月书皱了皱眉, 自己这弟弟的哥们是海了去, 什么三角九流的都有, 就没见过一位上得了台面的, 看来这李凌峰也是好不到哪里去, 不然怎么会带了条疯狗? 诶? 你怎么认识他的? 月书好奇问了句, 哦, 有天他在我们假日广场地下停车场被几个混混欺负, 是我帮他解的围。 被混混欺负? 月书不敢相信自己听的这话, 带着一条疯狗, 他不欺负人就万谢了。 月泽一脸地认真, 啊, 还是我送他去的医院。 这事越听越离谱了, 月书一脸地怀疑地看向自己弟弟月泽,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带着七八个保镖都被打成狗了, 他还都被别人欺负。 月泽也解释不清, 但他就是看见过李凌峰被几个混混围着打, 就买黄发男, 叫阿辉的假日广场附近一带的杠把子盯着好些个场, 你说他会不会就是因为被欺负了, 所以请了个厉害的高手? 月泽猜测道, 也不怀疑有这个可能, 但是月书还是不相信自己这个不靠谱的弟弟, 于是拿来手机翻阅李凌峰的相片, 是不是他? 月泽认真地看了一遍, 没错, 是他, 这些日子我俩经常混一起, 怎么可能错? 听到自己弟弟这般笃定, 月书, 那你赶紧地让他现在就签了股份转让协议。 月泽看了眼时间, 不是, 现在都几点了, 要这么着急吗? 先下手为强, 你不怕对方也来找他。 月泽脸色一重, 你说柳家? 见自己姐姐没回话, 月泽知道自己说对了, 姐, 你说好好的, 我们为什么要去触碰柳家的利益? 生物质药这块, 本就不是我们家的强项啊。 月书, 父亲做的决定自有他的道理, 况且很多深层次的原因, 你也不懂。 行, 谁让你们才是家族的掌舵人? 月泽一笑, 听到这话, 月书几分心酸, 满是疼爱地看了眼自己这弟弟。 你啊, 什么时候才能成长起来? 打住, 打住, 这话题咱暂且搁浅, 我就想, 知道, 要是我拿下这高龄妖叶股份。 那, 月泽鸡贼地看了眼姐姐月书, 月书当然知道他心里的小算盘, 只要你拿下来, 每月零花钱费用, 我可以单独再给你一笔。 但这事情, 你不能让爸爸知道。 月书强调道, 成交, 月泽甚是开心。 还有, 就是你不能过多透露我的任何信息, 尤其是名字和联系方式。 惊愣住的月泽, 看了眼手机里那刚发李凌峰的自己解姓名和联系方式。 记住了吗? 月书再次提醒道, 记, 记住了。 心虚的月泽赶紧转身离开了房间。 也就在这回, 李凌峰给月书发了个信息, 我都说好奇你名字了。 你猜我现在知不知道, 月书看着信息整个人愣在了哪? 不用想, 肯定是被自己弟弟出卖了。 摇了摇头的月书将手机放在了一边, 继续阅览自己手中的书籍。 可那李凌峰嵌走的嘴脸时不时出现在脑海。 这边也是洗完澡出来的李凌峰用干毛巾擦拭着自己的头发。 来到客厅, 看见韩雪莹躺在沙发上, 似乎有些不舒服。 于是走了过来, 怎么了? 韩雪莹微微睁开眼睛, 肚子有点疼, 可能是要来大姨妈了。 李凌峰, 那我洗那么白线怎么办? 韩雪莹难受得破开一笑, 要不趁还没来, 争取一下。 得了吧。 李凌峰抚摸了一下韩雪莹细嫩的脸颊, 教你个办法。 韩雪莹点了点头, 你现在平躺, 小福放松。 李凌峰接着道, 双手合拢放在钢脊上, 尽量抓起肉肉往上提, 然后再左右揉几圈。 还真管用啊。 随即假装生气般地看向李凌峰, 是哪个狐狸精告诉你的? 李凌峰一笑, 母猪的铲后护里叫成, 气得韩雪莹提起暴枕就追着李凌峰打, 丝毫没了刚才的那柔弱状。 李凌峰躲了几圈后, 一把抓住暴枕, 将韩雪莹拽了过来。 这嘴都还没亲上呢, 桌上放着的那手机铃声就欢快地叫个不停。 李凌峰拿过来一看, 是月泽那小子打来的。 这才想起, 刚在洗澡前月泽来电说, 有事相谈约自己出去, 静一事给忘了。 你在哪? 来了没? 李凌峰随即敷衍了一句, 快了, 转个弯就到。 谁啊? 这么晚了, 还给你打电话? 韩雪莹好奇地问道, 找我买东西的。 买东西? 你有什么啊? 那发费的良心吗? 李凌峰白了眼韩雪莹, 我全身上下都是宝, 就那两颗其中一个就值八十万。 韩雪莹忍不住一笑, 滚吧你。 你叫我滚, 我还飘不滚了。 说完, 李凌峰便懒腰抱起韩雪莹。 韩雪莹娇羞道, 干嘛? 那买你东西的人还等着呢? 嘴上这般说, 眼眸里却能润出水来。 那就让他再等等。 此刻, 等待无聊的月泽出来, 闲逛到一处昏暗小巷。 小哥哥, 快过来娃啊。 对面传来一个嗲嗲的萝莉声, 月泽丢掉烟头, 本就等李凌峰些许愤愤的他, 看老子这次还不及非你。 不一会儿, 传来了那熟悉的声音,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爸爸的妈妈叫奶奶。 第201章, 我们回家。 再次数了一遍多少个零, 最后确定是五一没错, 李凌峰大笔一挥, 在股份转让协议上, 签下了自己大名。 我说, 你那么急着找我签下来干嘛, 都答应说给你了。 李凌峰不解问了句, 月泽赶紧地收好了协议, 生怕李凌峰反悔。 这不我姐说的, 先下手为强, 就怕对方也来高价, 对你弹转让。 月泽解释道, 那你这是不信任我了? 李凌峰看了眼月泽, 月泽将协议放好文件带, 我不是不信任你, 我是怕你接受不住金钱的考验。 李凌峰凝试了会, 笑道, 你看人真准。 对了, 你知不知道你对家打算出多少价啊? 接着, 李凌峰好奇问道, 月泽将文件带递给身后的一个小弟, 吩咐道, 赶紧送回去给大小姐。 小弟接过文件带便转身离去, 交代完的月泽, 这才回头看向李凌峰。 不清楚, 不过要是知道我们暗地找你, 出价肯定会比我们的高。 说完月泽顿了会, 毕竟, 钱这玩意, 在他们眼里, 只是个数字。 李凌峰心里蹬了一下, 愣愣地看了眼月泽, 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 你说呢? 月泽露出迷人的笑容, 起身拍了拍李凌峰的肩膀, 别瞎几把心疼了, 有五个亿还不够吗? 再说钱能比兄弟勤重。 随即对身后的众美女, 造起来, 姑娘们, 包厢里五彩灯光闪烁, 众美女扭动着曼妙的舞姿, 嗨翻天的氛围旋即而起, 尤其是那一个个的事业线, 在身躯的抖动中, 甚有节奏。 月泽拉起李凌峰, 便穿梭流连于群方之中, 拿起一答答的现金抛向上空, 飘散全场。 嗨翻完后, 包厢内就剩李凌峰和月泽两人。 此时的月泽也是满脸迷醉, 抱着一个酒瓶靠在沙发上。 迷迷糊糊中说道, 姐, 这次我做得怎么样? 跟你说, 你弟我也不是废材。 我这次还真不是为了多要零花钱。 李凌峰见状, 不禁摇了摇头, 不过很好奇, 月泽这说的零花钱到底多少? 于是来到跟前, 你每月零花钱几多啊? 月泽伸出三根手指, 李凌峰愣了下, 三百万。 听到这个数, 月泽顿时弥嘴中做了起来, 得翻三千, 三千文啊。 擦, 一个富二代每月三千零花钱, 这话说句谁信啊? 那你平日的那些高消费, 哪来的钱啊? 李凌峰不解地问道, 找我姐打的欠条, 家家买卖都恩下百万了。 月泽一脸的苦逼, 我家老野, 成日化我败家, 烂泥扶恩起墙, 断足我财路。 这下, 李凌峰算是有点明白了。 难怪这月泽那么急于想在自己父亲面前表现。 不过, 你现在的样, 真的是烂泥扶恩起墙, 连你都嫌样地鹅。 我, 月泽抱着李凌峰痛哭起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这富二代的忧伤咱也不懂。 哭闹了一阵后, 月泽又趴在沙发上睡过去了。 李凌峰愁眉不已, 怕不是想让我扛你回去吧? 想想, 不是还有他姐吗? 于是赶紧地拍个照给他姐发了过去。 你弟现在我手上, 识相地再打五个亿过来。 紧接着, 再附上了这边的酒吧地址。 等了好一会, 只见一群飙行大汉冲了进来, 随后月书踩着戴峰的步伐。 我弟呢? 在哪? 李。 凌峰让出了一个位置, 将身后的月泽亮了出来。 接个人, 至于带这么多人过来。 怎么? 怕我吃了你啊? 李凌峰一副嘴欠, 月书也没理他, 示意手下将弟弟月泽扶走。 李凌峰抽出根烟, 来到沙发坐下, 拿过火机给自己点上。 一口鲜雾散开, 月书嫌弃地看了眼, 用手挥了灰面前的空气, 生怕有一丝的玷污。 聊聊。 李凌峰笑道, 拍了拍身边空着的位置。 月书拿出一达的线钞,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的, 这点钱算是筹线, 你刚才照看我弟的。 那么大方啊, 刚赚楼五亿, 先又给我钱。 李凌峰道, 怎么? 想包养我啊? 月书深呼吸了一口, 极力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若是李先生没有其他的事, 那我就先到辞了。 李凌峰头一歪, 一副你随意的表情, 那咱后会有期。 月书停留了一会脚步, 无期的好。 说完, 便领着他的那一众保镖, 离开了酒吧包厢, 整个现场就剩李凌峰一人了。 抽完根烟的李凌峰将烟头熄灭, 他娘的, 我也喝醉酒了, 谁来送我啊? 我呀? 门口闪烁着一道熟悉温暖的笑容。 李凌峰抬头, 盈盈, 你怎么过来了? 韩雪盈走了进来, 取来一条热毛巾来到李凌峰的跟前坐下, 将热毛巾附在了李凌峰额头上。 你忘了, 我让你发定位给我。 那么晚都还没回来, 我担心便过来看看。 韩雪盈笑着又给李凌峰端来了一杯凉开水。 李凌峰拿掉额头上的热毛巾, 结果凉开水喝了口, 清凉入心, 瞬间醒了几分醉。 今晚的李凌峰也稍稍喝得有点过了, 毕竟赚取了人生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五个亿啊, 踢出配资的两个亿, 也还有三个亿。 这些钱就算存银行吃利息都够一辈子了。 想到这兴奋处, 李凌峰一把拉过韩雪盈, 打开自己的手机银行账户。 看看, 多少个零。 李凌峰得意地笑道, 韩雪盈认真的点了点, 不敢相信的惊恐表情。 你哪来的那么多钱啊? 这你不用管, 反正是合法赚的, 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吃一点苦了。 李凌峰抬头认真的看着韩雪盈, 把那破功做辞了吧, 以后专心做我的女人。 韩雪盈露出欣慰的笑容, 看了看李凌峰, 伸手摸了摸这最眼朦胧的男人。 不管你有没钱都不重要, 我只希望你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 韩雪盈将脸贴在李凌峰的胸口, 你知道吗? 每当看到你笑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是这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 随即韩雪盈抬头, 在李凌峰的脸颊亲吻了一口。 起身伸手, 走吧, 我们回家。 第202章, 想占我便宜。 清晨, 受到阳光的刺激, 李凌峰双手遮挡, 睁开朦胧的眼睛, 随即转身看了眼。 此刻韩雪盈正安静地睡在旁边, 昨晚那是天崩地裂啊。 李凌峰嘴角微微一笑, 伸手轻抚韩雪盈那白皙细嫩的脸颊, 被惊醒的韩雪盈同样睁开双眼。 看着眼前的李凌峰, 惹人一笑, 哦, 几点了? 李凌峰拿过手机看了眼, 九点半。 韩雪盈惊吓地一下子坐了起来, 完了, 迟到了。 李凌峰一把拦下急着穿衣服的韩雪盈, 不着急, 今天我跟你一起去上班。 啊? 韩雪盈疑惑地看了眼李凌峰, 你去干嘛? 找你老板辞职啊? 我说了, 以后你就专心做我的女人。 李凌峰眨了眨眼笑道, 真的? 那我就赖着你了。 说完, 韩雪盈一把抱住了李凌峰, 两股温暖贴在胸口, 两人悠哉悠哉地起身洗漱, 这次韩雪盈第一次不会因为上班而匆匆忙忙, 嬉笑打闹, 那感觉从未有过的惬意。 当一个人没了那窒息的压力时, 真的会很轻松, 很快乐。 什么叫无事一身轻, 这就是。 洗漱完后, 韩雪盈踏着轻盈的步伐, 欢快地来到厨房整理两人的早餐。 李凌峰紧随其后进来, 你不是来大姨妈了吗? 要不我们下去吃早餐吧? 还没来, 可能昨晚你那一折腾, 大姨妈都连夜买站票走了。 来到韩雪盈的身后, 李凌峰从后面一把抱住韩雪盈, 那么厉害吗? 要不让她再走远一些? 韩雪盈被逗得一乐, 走开了, 再闹下去, 等会上午都去不了公司了。 李凌峰过了把手引后, 这才满意地松开手。 吃过韩雪盈做的爱心早餐, 两人手牵手地来到楼下, 隔远就看见那早餐店的老板兴冲冲地跑过来。 李星, 我那贷款申请下来了, 得亏你的帮忙, 我订那彩礼, 才那么顺畅地解决。 李凌峰回忆微笑, 可别再叫我李星了, 我现在不在那银行上班了。 早餐店老板一脸地惊讶, 那我还想着给你送面锦旗呢? 没关系, 你只管送去好了, 表扬那只行也行吗? 是是, 早餐店老板忙点头道, 随即左右看了下, 确定没有来人, 早餐店老板神秘兮兮地掏出一个红包, 暗地递给李凌峰。 李凌峰一脸地疑惑, 这是什么意思? 我懂得。 早餐店老板一副很明事理的样子, 李凌峰接过那红包, 试了下厚度, 应该包的还不少, 随即一笑, 将红包揣回了早餐店老板的兜里。 早餐店老板一脸差异不解, 这是给的少了吗? 都跟那婆娘说了, 包多一点, 包多一点, 就是舍不得那几个子儿。 早餐店老板心里暗道, 就当是我给你弟结婚随的理了。 李凌峰拍了拍早餐店老板道, 也许这点心意在有钱人眼里并不算什么, 但他却是普通人辛辛苦苦付出所得。 早餐店老板愣了一下, 心里顿生几分的感激, 还有, 要记得按时还款, 守成信。 李凌峰提醒道, 放心, 砸锅卖铁也不会不还的。 早餐店老板坚定地给保证道, 老实人的本分一展无遗。 离开小区, 李凌峰开车送韩雪莹到了公司楼下, 要不你就在这等我吧。 韩雪莹轻轻轻一笑道, 李凌峰回看了眼, 怎么, 你怕我上去捣乱啊, 我像那种没素质的人吗? 不是, 我怕你都不住那暴发户的秉性, 在我老板前嘚瑟起来。 韩雪莹笑得两个梨窝飞扬。 最终, 李凌峰不得不在车里等待韩雪莹。 韩雪莹上了公司, 进门大伙都好奇地看向她, 平时不见那么晚过来。 除了招呼一声外, 大伙也并没多说什么。 毕竟, 现在韩雪莹的身份还是经理, 管着他们那么一号人。 韩雪莹来到自己的办公间, 手写了一份简单的词称。 这回得知韩雪莹回来的的赵月来到其办公间, 进门便看见韩雪莹在奋笔记书。 今天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那么晚才过来。 赵月关心地问了句, 韩雪莹抬头, 我刚想去找月姐你的。 赵月来到韩雪莹的跟前, 低头看了眼韩雪莹正在写着的那份辞职信, 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你要辞职? 为什么啊? 韩雪莹点头, 笑了笑, 太累了, 想休息一下。 赵月看了眼韩雪莹, 她也知道这段时间韩雪莹陪着她没日没夜的加班熬点, 确实是累了些, 但也不至于要辞职啊。 于是安慰道, 要不, 我跟老板请你几天假期, 你先好好休息, 以下再做决定。 韩雪莹摇头, 不了, 主要还是李凌峰那边, 给我下命令了, 坚持要我辞职。 她说, 要养我啊。 赵月听到这话, 也不觉微微笑了笑, 可是好不容易才坐到经理这个位置, 现在放弃会不会可惜了些? 赵月笑道, 赵月稍稍转身, 将臀部微微靠在办公桌边缘, 肉眼可见的饱满, 叹了句, 这男人选对了就是一生的幸福, 可要是选错了, 男人选择女人的时候不也一样吗? 韩雪莹打断了赵月的话, 我们女人总想着男人该怎么样, 可何曾想过自己有为男人付出过什么? 韩雪莹的这番话让赵月愣了一下, 想当初林旭东创业开人力资源公司, 自己连压箱底的积蓄都给了她, 现在又怎么反过来劝韩雪莹要三思呢? 爱情本就是盲目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让如此多的人奋不顾身, 人生哪个路口不是一场豪赌? 行吧, 既然你决定了, 我就不多说了, 或许哪一天我也不在这里干了, 赵月笑道, 干嘛不在这里干? 好不容易升到的总经理, 在这公司里基本也是说一不二, 赵月含笑, 跟你一样找林旭东养我, 此时正在厂里顶宫的林旭东打了个哈丘, 揉了揉鼻子道, 是哪个王八糕子的, 第203章 打, 打罗斯, 楼下等待的李凌峰打电话给方知免, 让其安排好公司搬迁的事情, 同时, 为了保证今天内能完全搬进去, 李凌峰又叫来了范中局以前的工友帮忙, 安排好这一切的李凌峰背靠座椅, 翘着二郎腿, 正准备沉浸式的玩手机时, 却被一阵突然的敲车门声给搅断了, 满以为是交警查维亭的李凌峰忙说道, 这就开走, 坐正身来转头一看, 发现敲车门的并不是交警, 而是一位靓丽的女性, 看面孔似曾相识, 好像在哪里见过, 你是, 带着一丝的疑惑, 李凌峰开口问了句, 女人爽朗一笑, 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 李先生, 李先生, 如此这般称呼自己的, 一般都是在外面浪认识到的, 李凌峰使劲回想了下, 脑海瞬间浮现出一个名字, 冯若英, 冯若英点头一笑, 你总算想起来了, 李凌峰对她还是有些印象的, 那晚跟月泽一起在酒吧里嗨, 就她一直陪在自己的身边,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李凌峰好奇道, 上班啊, 冯若英调皮的眨了眨眼睛, 这时, 李凌峰才发现, 冯若英身穿的是一袭黑色职业装, 紧俏的身段诱惑感十足, 你不是在酒吧上班的吗, 李凌峰更是不解, 怎料冯若英一个洒脱的微笑, 那只是我的兼职而已, 兼职就是那种很流行的嘛, 偶尔出来一两次, 赚些零花钱或者帮补家用, 哦, 李凌峰点点头, 所以你的正式工作是上面的白领啊, 冯若英笑着没有回话, 意思不言而喻, 这些个身份标签, 李凌峰一直都以为是酒吧资格给安上去的, 没想到竟然还是真的, 看来月泽这小子, 没少探路啊, 冯若英入神地看了眼李凌峰, 真的好像啊, 好像, 李凌峰抬头看向激进发呆的冯若英, 似乎被回忆勾了魂, 回过神来的冯若英眼神游动, 嗯, 李先生好像我以前的一位故人, 是吗? 李凌峰带着一丝脾气, 我要说是你初恋哦, 冯若英摇头, 一个曾要一起跟我走完余生的男人, 李凌峰些许吃惊, 不过看其现在这般肯定是没走下去了, 所以他中途退出了是吗? 随即冯若英一个暗淡的眼神, 不, 是我把他弄丢了, 身情藏不住, 遗憾更是神伤, 李凌峰见状竟也一时无以回话, 恰巧这回稍稍忙完的韩雪莹下来了一楼门口, 李凌峰看见, 笑道, 我女朋友要过来了, 冯若英一愣, 随即笑了笑, 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见, 挥了挥手, 冯若英转身离开, 与走来的韩雪莹擦肩而过, 两人的余光中都相互对视了一眼, 来到车边前的韩雪莹向李凌峰好奇问了句, 刚那女人是谁啊, 你们认识吗? 李凌峰摇头, 不认识啊, 问路的, 问路, 韩雪莹一副疑惑的眼神, 你不一路吃吗? 怎么给人指路? 李凌峰一笑, 她问的路是曾经迷失的方向, 韩雪莹听得一脸莫名其妙, 我还要交接一下手头的工作, 没那么快, 搞不好还要忙完今下午, 要不你先去忙吧? 李凌峰想了会, 也行, 那等你交接完了工作, 就发信息我, 我过来接你。 从韩雪莹公司离开, 李凌峰静止来到了西河, 一楼的灵续东中介所仍是大门紧闭, 昨天都这番模样了, 到底在搞什么这小子? 难不成是转到手软了, 放着生意不做关门大吉, 拿出电话的李凌峰就给林徐东拨了过去, 却许久没人接听, 不放心的李凌峰又拨了一遍, 那头才迟迟有了回应, 接通电话的那一刻, 你小子在干嘛啊, 公司两天了也不开门, 别说了, 现进长顶工打螺丝呢, 都快干冒烟了。 顶工? 李凌峰一脸的不解。 是啊, 前段时间不是招了一批人头吗? 他娘的都做没几天就提通讨了。 林徐东会气道, 他们跑了关你什么事啊? 怎么不关我事, 我这边跟常理签有协议, 保证人员到位, 现在又招不到人, 不就自己顶了? 跑了多少啊? 你一个人顶得过来吗? 能顶多少算多少, 不然得赔死。 我现在是一人, 扛三个人的火。 李凌峰稍稍吃惊, 当年你要有这骨子敬, 我们也不至于睡桥洞了。 你就别在那风凉话了, 好了, 不跟你聊了, 本会那组长又要吊人了。 挂电话前, 听到里头那前台阿姨骂道, 跟你这个老板真是没春光哦。 李凌峰抬头看了眼那门前的泰山时, 已经踏了一大半了。 上来二楼西河, 里面已经搬得干干净净。 李凌峰一脸猛圈地看着空空如也的场地。 不是, 谁让你们搬办公家具的啊? 那些都是房东阿叔的啊? 怕不是想让房东阿叔拿刀砍我。 及时的悬崖论马, 李凌峰赶紧让搬家工友 把那些的办公家具再给送回来。 假日广场, 完成公司搬迁, 站在33层落地窗前, 屁腻江山的李凌峰意气风发。 倒是一旁的月泽搭拉着脑袋, 舍不得如此风水宝地拱手让人。 哎? 你认识些混社会的人不? 我想咬点人头。 李凌峰转身向月泽问道。 月泽一脸好奇, 干嘛? 想打架? 上次地下停车场, 赌你的那黄发男就可以啊。 他? 李凌峰眉一皱。 他叫阿辉, 是这一带的杠把子, 附近不少场子都是他看的, 手底下马仔不少。 哦, 李凌峰点了点头, 难怪上次那么的拽。 需要的话, 我帮你签一下先。 行, 那你帮我约一下, 告诉他叫越多小弟越好。 李凌峰提醒道, 不一会儿, 假日广场前呼啦啦齐聚了百十来号小弟, 围首的黄发男阿辉叼着根烟, 大哥范十足的立于众人C位置。 见李凌峰和月泽下来, 黄发男阿辉忙丢掉烟头踩了脚, 随机眼光一向李凌峰想起上次的事情背后还一鼓子的发凉, 在左右扫了一眼, 确定那条疯狗没有一起跟来。 啊, 峰哥, 上次我们之间是个误会, 你大人有大量千万不要计较。 阿辉率先示弱道, 李凌峰背后什么实力他不清楚, 但凭那条疯狗的段位就知道应该不简单。 况且, 又是越少朋友的身份更加得罪不起。 混社会靠的就是眼力尽足, 光喊打喊杀没用, 在真正大人物眼里就是一只蝼蚁。 李凌峰看了眼人头攒动的百十来号小弟, 满意道, 我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今天不管你是卖越少面。 子, 还是什么, 总之要谢谢你的大力捧场。 你就说吧, 要怎么干? 阿辉好气道, 我这群兄弟保证只拿打啊。 拍下胸脯的阿辉立下flag, 只要峰哥一句话, 兄弟们万死不辞, 万死不辞, 众人齐声叫喊。 这一刻的李凌峰顿敢鞭策千军万马, 驰骋山河之势。 出发, 目标横鸣电子场。 李凌峰起足中气喊道, 众人纷纷寻找各自的坐驾, 有摩托车, 有面包车, 还有一位兄弟起了二八大棒。 转身, 阿辉问了句, 峰哥, 要打到什么程度, 需要的话我们把他场给砸了。 砸场子干嘛? 李凌峰回了句, 阿辉一脸的莫名, 我们不是去打架吗? 打什么架? 我是叫你们去进场帮忙顶弓打螺丝。 呆愣住的阿辉, 打, 打螺丝。 李凌峰微笑着点点头, 林旭东狗子, 哥来救你了。 第204章, 不愿做职场的闲鱼。 横鸣电子场, 小弟们陆陆续续骑去场门口, 飞压压的一大片。 门前保安港的一名保安, 刚想上前呵斥, 忙被另一名保安给拦了下来。 你想找死啊, 谁教你的那么勇, 没看见对方都拿着棍棒, 一个月签来块工资, 你还想卖命? 那我们怎么办? 看这架势, 怕不是我们老板搞了人家女人, 咱俩赶紧找个地方藏起来, 不要等会被殃及无辜。 再没人留意的空隙, 保安港后偷偷溜走两个人影。 李凌峰坐着月泽的法拉利, 伴随着一声雷鸣般的引擎爆发, 来个场门前急停飘移甩尾。 动作是一气呵成, 相当的流利, 看得小弟们是一个个热血沸腾, 欢声尖叫。 哦, 李凌峰开门的瞬间, 实在忍不住了。 月泽踩着带风的步伐, 来到保安港前, 这人呢? 稍稍缓过气来的李凌峰也跟上前来, 保安港里空无一人, 这保安拉屎去了吗? 众人也不管了, 抬起门口那栏杆便呼啦啦地冲了进去。 于是, 横鸣电子厂出现了这么一幕, 平时凶神恶煞作为坐伏惯了的组长。 此刻胆颤心惊, 小心翼翼地牺牲提醒道, 那, 那个好像做错了。 流水线上的纹身小弟火爆拍而起, 再急把啰嗦, 我TM拿40米大刀砍死你。 惊吓的组长连连后退了好几步, 自是不敢再言语。 整个厂子沉浸在一片祥和友善的氛围之中, 已是多年不见如此和谐的场面。 最终, 老板出于感恩的心态, 当场就撕掉了和林旭东签订的劳务服务协议。 只求李凌峰一行能开开心心地离开, 莫了还给送了好几个果篮, 犒劳众小弟。 厂门前的挥手道别, 浓烈地表现出了老板的那依依不舍之情。 本还想留下来体验下场里的伙食, 架不住老板的十足热情相送。 李凌峰一行这才不得不离开。 回到人力中介所, 众人已散去, 就剩李凌峰、 林旭东和前台阿姨三人。 看着那空空如也且没通电的冰箱, 李凌峰就知道林旭东那狗子可能好久都没进货了。 于是掏出一百的现金, 阿姨, 去帮忙买几瓶水回来吧。 前台阿姨接过李凌峰的现钞, 你们要喝什么? 李凌峰看了眼智慧有气无力的林旭东, 困了累了, 喝什么来着, 就给他买那吧。 别忘了给你自己也买一瓶。 李凌峰提醒道, 如果还有剩你就收着。 阿姨应声离开, 过了会提着三瓶医保矿泉水回来, 还是那种一块钱的小瓶装, 然后很自然地将剩下的97块钱放进自己的包包里。 李凌峰全程呆傻, 什么时候医保改广告辞了, 困了累了喝医保。 利益最大化, 这是一种自主的市场行为, 李凌峰再次温习了大学的知识点。 买完水的阿姨来到林旭东跟前, 老板, 我不干了。 前一秒还半死不活的林旭东立马蹦了起来, 连你都走了, 我还上美去找这么廉价的牛马。 怎么了, 这是, 我哪里做得对不起你吗? 林旭东不解地问道, 跟着你, 我看不到前途和未来。 阿姨认真的眼神, 林旭东? 不是, 你今年多大了? 快55岁了, 做多一年就准备退休了。 那你指的前途和未来? 林旭东一脸好奇的眼神看着阿姨。 阿姨, 怎么了? 我林退休人员就不能有梦想了? 就要甘愿做一条职场的咸鱼了? 面对情绪上来的阿姨, 李凌峰急忙挥挥手, 示意两人冷静打住, 随即转向林旭东。 给他加200块钱工资呗, 好歹跟你共力风雨过。 没办法的林旭东一咬牙点头, 行吧, 每月再给你加多200块钱。 若是这阿姨再走了, 可就真诚孤家寡人了。 面露喜色的阿姨赶紧向李凌峰道谢。 谢谢李老板, 谢谢。 随即转身回了自己的前台工位。 不, 不是, 我给你加的工资好吧。 你谢他干啥呀? 我呢? 林旭东原地带住, 我那边搬过去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一起过去? 李凌峰问林旭东, 林旭东拧开矿泉水平台喝了口, 我那房租押金还在房东呢, 现在搬了指定不退回给我。 所以, 我打算这租满半年再说, 到时搬押金也能退。 林旭东接着喝了口水。 李凌峰看了眼林旭东, 之前没细心留意, 现在认真一看, 还真是瘦了一拳。 不知是因为赵月的缘故, 还是因为那顶功劳累, 但可以确定, 两者都累。 行吧, 你自己定了。 李凌峰笑道, 今晚叫月姐一起出来吃个饭吧, 我们好久聚过了。 林旭东看向李凌峰, 怎么, 有什么好事吗? 没, 就是最近发了笔横财。 林旭东瞬间有如心肌梗塞般, 原本不怎么美丽的心情, 现在更加糟糕了。 离开人力中介所, 李凌峰驱车来到韩雪莹公司楼下, 老远就看见韩雪莹站在路边朝自己挥手, 李凌峰慢慢靠了过去。 月姐呢? 她有没有跟你一起下班啊? 李凌峰向坐进副驾驶的韩雪莹问道, 她哪有那么早, 等多半个钟吧? 怎么了? 约了林旭东今晚吃饭。 那行, 我们先去订餐点吧。 好好的, 怎么想起今晚约一起吃饭? 借好安全带的韩雪莹转身问道, 李凌峰一笑, 这不庆祝你重获自由吗? 刚准备开车走人, 苏浩打来电话, 李凌峰这才想起还有酒店投资这档子事。 喂, 李总, 我是苏浩啊, 这酒店装修的施工队已经进场了, 您看是不是把投款付过去? 哦, 忘了告诉你, 何必杨和总跟我说他还是想独自承接这个酒店项目, 电话那头的苏浩一时没反应过来, 啊, 就是我退出酒店这个项目了, 以后关于酒店的事宜, 你找何总就行了。 李凌峰笑了笑接着道, 何总表示很欣赏你, 你平时都有健身吧? 有, 有啊, 苏浩还在疑惑, 这跟我平时健身有什么关系吗? 你记不记得上次让你铲珠时那会, 何总看你虎背熊妖, 那公二投机坚如钢球。 苏浩摁了摁自己的公二投机, 虽没有说的那么夸张, 但确实蛮有形态的。 何总对你喜欢的不行, 说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将。 六赞了, 何总, 索好谦虚道, 好好把握, 这是你再次翻盘的绝佳机会。 李凌峰顿了会, 提醒道, 记得把腰部也锻炼一下。 第205章, 这谁啊? 夜幕低垂, 城市的霓虹灯闪烁, 如同星辰般点缀着S市这片繁华的天地。 在一家名叫天月阁的高端饭店内, 四人选了一处靠窗的位置而下。 从这里, 可以俯瞰大半个主城区的夜景, 店内环境氛围静谧而典雅, 轻柔的音乐在空气中弥漫。 餐桌上, 精致的银色餐具摆放得井井有条, 反射出冷冽而高贵的光泽。 底部的餐布绣着五彩的斑斓图案, 绚丽而神旺。 环视了一圈, 来着用餐的人也是举止优雅, 轻声细语间流露出不凡的气质。 正应了那句话, 价格是用来筛选人群的。 能来这里用餐的人, 怕都是社会上所谓的成功人士, 各自脸上洋溢着傲娇和享受。 一旁的服务员身穿笔挺制服, 每一次针灸, 每一次换盘都显得那么自然流畅。 动作轻盈而敏捷地提供着极致的服务。 林旭东晃着脑袋前前后后看了下, 这李林峰从来没有带自己来过这么高端的饭局。 这次发的横财怕是数额不小吧。 想到这, 林旭东的心里又阴梦了。 来, 看看都想吃些什么。 李林峰将菜单递给了几人。 韩雪英翻开看了眼, 差点没下到给合上去, 里面的菜品基本都是上千元的。 饶是见多食宝的赵岳也不免心里发怵, 抬头看了眼李林峰, 确定要请我们吃这么贵的吗? 你俩怎么了? 点菜啊。 林旭东看着发呆的韩雪英和赵岳说道, 随即从赵岳手里拿过菜单瞄了眼, 吓得立马合了上去。 使劲地眨了眨双眼, 再次翻开菜单, 确定是自己没看错, 忍不住道。 这哪里是吃饭啊? 这不明强吗? 周围众人纷纷将目光聚了过来, 意识到不对的林旭东立马闭上了鸟嘴。 倒是李林峰, 潇洒地招呼服务员过来, 我们就四个人用餐, 麻烦你们看着上。 好的先生, 那我这边就尽量给安排些招牌特色菜品。 李林峰点头, 随即拿出三百块钱当作小费, 放在服务员的餐托盘上。 看得林旭东两眼瞪直, 带服务员离开后, 压低声音道, 你干嘛呀? 给一百不行吗? 李林峰一笑没有回话, 林旭东就看不惯他现在这般爆发户的嘴脸, 但也就只能嘟嘟嘴, 钱是人家的爱咋花咋花。 不一会儿, 随着菜品的上齐, 每一道菜品有如艺术品般呈现在几人面前, 每一样都色泽鲜艳, 香气四溢, 对得起这家。 林旭东率先拿起筷子, 夹起一道菜品了起来, 他倒要看看这上千块钱的味道能上天不成。 嗯, 好好吃哦。 刚入口的林旭东连忙称赞道, 来来, 你也试一下。 说完, 一样边吃边闲聊着, 李凌峰随口对赵岳说了句, 月姐, 你有认识卖房的朋友吗? 赵岳抬头, 怎么? 你要买房啊? 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 会心一笑, 哦, 你们是不是打算? 看了看李凌峰, 又瞧了瞧韩雪莹。 韩雪莹一个害羞, 李凌峰忙解释道, 就是想换一个好点的居住环境。 你也知道, 我们现在住的那个小区, 属实有点老旧了, 你考虑买哪里的楼盘啊? 赵岳问道, 李凌峰笑了笑, 就近吧, 远了也不想跑。 刚好, 我有个朋友在房产中介上班, 我等会把他的名片推荐给你。 谢了, 月姐, 林旭东多嘴调侃了句, 你现在的那住房就已经很宽敞了, 这次又打算换多少是多少厅的? 不要造房了, 这次想换都别说。 别, 别说。 林旭东惊讶的几分结巴, 真后悔TM的嘴见问了句, 不单是林旭东惊讶, 同时也经到了韩雪莹和赵岳两人。 李凌峰爱意地看向他, 临时起的意, 这不想着你平时那么辛苦, 要好好休息一番。 韩雪莹脸颊微红, 神情虽然呆愣, 但是满眼爱意地看着李凌峰, 那感觉能润出水来。 林旭东, 这下不只是脆弱的自尊心, 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还被塞了一嘴的狗粮。 倒是赵岳忠心而笑, 看来我们盈盈, 是找对人了。 饭后, 那二手黑色凯美瑞车上, 林旭东迟迟没有启动发动机。 些许愧疚, 你说, 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赵岳转头看了眼林旭东, 心里知道他在为今晚的事情而神伤, 看着自己的兄弟风生水起, 进入高档餐厅, 买别墅。 试问, 怎么会没有一丝的攀比之心? 赵岳一笑, 没有, 在我眼里, 你是很厉害的。 是吗? 林旭东自己嘲笑了一声, 我都带不起, 你去高档餐厅, 不能给你买别墅。 赵岳仍是保持那温婉的笑容, 谁说我喜欢这些, 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林旭东看了眼赵岳, 没有说话, 对于我来讲, 有一个爱我疼我的男人, 就胜过这世间的一切。 除非哪天, 你不再爱我了。 赵岳看向林旭东, 林旭东一笑, 也就你了, 能包容我这个没用的社会编脚料。 说完, 伸手抚摸了一下赵岳的脸颊, 此刻的赵岳像一只温顺的小猫, 主动地将脸颊挨着林旭东的手掌。 错误过一段婚姻, 这次的赵岳更加懂得珍惜。 秦南自今, 在这暗夜下的街道边, 二手黑色凯美瑞, 甚有节奏地摇晃了起来。 惊吓住了草丛中两只相会的野猫, 喵。 回到住处的李凌峰和韩雪莹, 此刻亦是如干柴烈火般。 今晚受到刺激的韩雪莹, 进屋便一把抱住了李凌峰。 七七四十九回合后, 两人直接就躺在了地板上, 李凌峰扯过沙发上的空调被给韩雪莹盖上。 韩雪莹转身趴在李凌峰的胸口, 清晰地感受到来自李凌峰的心跳。 李凌峰拿过手机, 这会屏幕上还在播放着学习视频。 退出来后, 李凌峰点开聊天软件界面, 显示好友请求已通过。 点开头像一看, 好家伙, 绝对大G。 韩雪莹抬头, 这谁啊? 第206章, 自信心爆棚, 不就月姐今晚推荐的她朋友, 做房产中介的。 李凌峰解释道, 韩雪莹不敢相信地再看了一眼。 你说, 这真的假的? 说得李凌峰也认真仔细审视了一番, 许久道, 应该不像假的, 微微有点自然地下坠。 说话间, 对方便发来了一连串的信息。 经过一番的沟通后, 对方精准了解到了李凌峰的购房需求, 并发了一些资源房照片给李凌峰。 约好明早一起去实地看房, 正好她近期转卖别墅这块。 结束完聊天后, 李凌峰起身一把抱起韩雪莹, 走, 我们洗澡去。 次日清早, 两人早早就被赵月朋友的电话给吵醒。 业务从来都是销售人员的第一动力, 面对着潜在客户自然不可措施, 要知道卖的可是别墅。 只要成交了一笔, 那提成绝对是杠杠的。 服务很到位, 对方亲自来小区门口接送, 当见到面的那一刻, 李凌峰震惊了。 怎么说, 对方本人比那头像上的更漂亮, 更有韵味。 尤其是那一堆的大忌, 半点也没掺甲。 通过一番的自我介绍, 李凌峰才知道对方叫李美玲, 跟自己同一个姓。 跟赵月, 而且还是同期的同学, 这保养没得说。 做销售这块, 颜值本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资本, 给人的第一印象很重要。 看来这李美玲深得其中的奥义。 今天要看的别墅, 就在大东城里面, 陈雅新住的那个小区, 本地有钱老都住那。 李美玲开的是奥迪A4, 看上去还挺新的。 不知是因为保养好, 还是刚买不久的, 车内一股清新的香味宜人, 那时也很不错。 李美玲熟练地挂荡起步, 边开边聊中向李凌峰介绍。 内容无非是别墅多么的性价比, 环境如何的优美。 来到大东城小区门口, 那健壮而帅气的保安, 就要比一般小区的老头不知强百千倍。 经过一番的沟通登记, 保安这才放心车辆。 不得不说, 这起码的安保流程还是做到了的, 至少表面上看还可以。 由于李凌峰之前来过这大东城, 所以前面的路段都还有记忆。 不过, 大东城小区占地面积很大, 分为多个区。 其中别。 数分部有两处, 一处是在中央湖周边, 湖水碧律位置, 居中也不错。 但是, 李凌峰不喜欢, 因为周边有高层小区, 那种居高临下感觉没有一丝的隐私。 另一处是后山延山, 体挫落分部, 均为独栋别墅。 这片区域隔开了高层住宅, 环境偏安静凝合, 当然价格要高那么一些。 见李凌峰直奔着后山别墅, 李美凌就知道自己, 今天是碰见个大主顾了。 来到后山的别墅群, 李美凌带着李凌峰和韩雪莹, 连看了几栋都不是特别的满意。 要么位置不佳, 要么建筑和装修风格不对自己的品位。 兜了一圈, 李凌峰目光落在了半山腰的一栋别墅。 放眼整个后山别墅群, 就那个位置最顶了, 从那里可以远眺, 差不多整个大东城小区。 而且周边十来米范围也没其他的别墅或建筑, 私密性可以说是相当的好。 沿山道路直通别墅, 驱车上来一看, 别墅外事和里面的布局都是李凌峰一眼就喜欢的。 甚是核心意的李凌峰当即就问李美凌, 这栋价格多少? 看了几栋也有些疲惫的李美凌, 一听到李凌峰问起这栋价格, 瞬间恢复了元气。 总算是找到, 客户合意的了, 渺茫中看见了希望。 李美凌一个上前, 那对大忌几进挨到李凌峰的臂膀, 稍等一下, 我查一下。 说完拿出手机登陆进了他们内部系统。 这栋别墅市面上报价是一千三百万左右。 随后看了眼李凌峰, 画风一转, 如果你有意愿, 我可以跟业主拿到一个优惠价。 李凌峰点点头, 一千三百万对于现在拥有五个亿的他来说也不算多。 但是谁会介意以更低的价格购入啊? 你联系下业主, 看能不能给个说法。 李美凌一脸的激动, 好脸, 拿起电话便来到一边与业主沟通起来。 这回的韩雪莹也参观完个房间布局下来, 来到李凌峰的身边。 怎样? 喜欢吗? 李凌峰笑着问了句。 嗯, 韩雪莹点了点头, 好像后面还有个院子。 走, 我们看看去。 李凌峰领着韩雪莹来到了别墅的后。 院, 那里栽满了各式的鲜花植被。 哪怕现在是秋季, 也是菊花灿烂, 其中不乏名贵的品种。 可以推测着前夜主也是一位文雅之人。 被眼前花色迷住的韩雪莹轻快地走了过去, 惬意地欣赏着每一朵鲜艳的花朵。 倒是李凌峰, 目测了一下这后院大概的面积, 地方不小, 以后可以开辟出几块的菜地。 韩雪莹回头, 打完电话的李美凌找到了两人, 走上前来一副受挫的模样, 应该是没什么好消息。 果然, 只听李美凌道, 是这样子, 李先生, 房主说要问一下他老公再决定卖不卖。 哦, 李凌峰硬了声, 原以为是价格没谈妥, 没想到是现在人家都还不一定卖。 李美凌看了眼李凌峰, 那要不,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 不了, 我们也不是很急, 就等房主的消息吧。 既然看中了, 李凌峰自然是不想再换, 除非房主不愿意出卖了。 也行, 李美凌微微一笑, 保持了一名合格业务员应有的风度, 那我为您跟进这件事情。 这让李凌峰顿时对李美凌的好感又提升了几分。 有不少的中介, 要是你没买成, 那脸色不说立马的翻脸, 但至少不再那么热情了。 出了小区门口, 李凌峰遇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正式支行的大厅经理小吴。 如今已不是支行行长的李凌峰忍不住放下车窗, 跟小吴打了声招呼。 小吴立马小跑过来, 欢声道, 李星, 好久不见, 你咋翘无声息的就离职了呢? 大家都好想你啊。 李凌峰一笑, 你在干嘛? 我转业务岗了。 小吴的话让李凌峰有些吃惊, 不过不是我自己主动申请的。 李凌峰? 新来的行长说我不要浪费人力在支行闲着, 也得出来跑业务开拓市场, 为支行做贡献。 李凌峰听后, 指的拍了拍, 其肩膀表示未免, 加油, 其实我一直都挺看好你的。 是吗? 小吴露出一脸天真灿烂的笑容, 与李凌峰挥别后, 得到肯定自信心瞬间爆棚的小吴一脸傲气。 就知道, 我已有成为世间良将的前置。 第207章, 问你个数学题, 刚那人以前你银行的同事吗? 车辆驶离开后, 韩雪莹好奇地问了句, 李凌峰关上车窗, 是啊, 以前支行的大堂经理。 哦, 韩雪莹点头, 出来工作多久了, 眼神中一股大学生的清澈。 李凌峰转头一笑, 蠢就蠢, 说得那么清新脱俗干嘛。 韩雪莹笑而不语, 惹得在前排开车的李美凌也是一笑, 随即开口问道, 李先生, 你们要去哪啊? 我送你们一程吧。 不得不说, 这服务是真到位, 要是没买成别墅, 还真对不起李美凌的付出。 去假日广场吧。 李凌峰答道, 韩雪莹随即看了眼李凌峰, 我们不回去吗? 公司今天刚好瞧签, 过去看看。 好的, 收到指令的李美凌, 专心开着他的奥迪A4平款的驶在马路上。 不知道李美凌向来的开车习惯, 还是考虑到有客户在车上, 一路驾驶都很稳。 没有出现那种急杀急停的现象, 满满老司机的坐牌。 一路上几人没有做过多的交谈, 李凌峰稍稍闭眼休息了会, 弥补一下精气神。 倒是韩雪莹一路地望着窗外, 似乎在想着什么事情。 车辆到达假日广场门前, 李美凌靠边停好, 回头看向李凌峰, 李先生, 我们到了。 被叫醒的李凌峰睁开眼睛, 看了眼假日广场的标牌。 行, 谢谢你了。 和韩雪莹下了车, 车内的李美凌笑道, 那别墅的是有消息了, 我到时再联系李先生您。 李凌峰点头, 朝李美凌挥了挥手。 目送李美凌离开后, 李凌峰领着韩雪莹进了假日广场里面, 来到电梯间。 高层电梯直达32层, 迎面墙壁上便是西河投资 有限公司的闪亮名字。 连公司标牌都做好了, 这方知免做事情确实有效率。 转身通过廊道进了玻璃感应门, 醒目的前台赵小婷看见李凌峰进来, 便笑着打招呼道, 老板好, 李凌峰也是笑着点头回应。 由于32、33层以前是月则设计留给自用, 所以, 电梯就只是通到了32层。 里面有富士楼梯, 前往上面33层。 带我女人去楼上总裁室等我。 李凌峰对前台赵小婷吩咐道, 听到李凌峰这么称谓自己, 李凌峰也是低头一笑, 请跟我来, 这边。 看着赵小婷领着韩雪莹进去后, 李凌峰转身来到了方知免的总经理办公室, 一层占地面积就一千多平, 去那方知免的办公室有些距离。 走过去的空隙, 李凌峰留心看了眼各处的布置, 整个办公环境都收拾得井井有条, 丝毫没有那种搬迁的凌乱感。 而且, 很多地方被重新设计布置了下, 添加了不少元素, 看上去更舒适和谐, 氛围感也更足。 昨天到今天, 短短时间就完成了这种的效果, 也得益于资金的充足。 现在有钱了, 请那些搬家, 设计等公司自然不再计较成本, 水到渠成。 况且, 月泽原本设计的底子就好, 装修也不烂。 这不更锦上添花。 来到方知免办公室, 好家伙, 空间足足有上百平。 这回的方知免正在整理自己的办公室用品, 李凌峰走上前, 要不要搭把手? 不要碰。 方知免急忙给制止道, 然后认真地前后比对了一下方位, 才接着说道, 我这部的是九龙巨台阵。 你不懂别把我的整乱了。 李凌峰? 不是, 你又啥时候迷上这风水玄学了? 你不是坚定的科学论者吗? 方知免回头, 谁跟你说的, 我是坚定的科学论者? 李凌峰两眼一皱眉, 不是吗? 是吗? 李凌峰也不再理会, 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 不是, 这公司谁是头啊? 你呀, 这有什么问题吗? 方知免反问道, 那你都用九龙了, 我用什么? 面对李凌峰来自灵魂的提问, 方知免也是愣住了, 是哦, 那我改用莽的。 李凌峰来到沙发处一屁股坐下, 随便, 你喜欢, 说说公司的情况呗。 方知免放下手中的活, 走了上来, 现公司各部运营都正常, 业绩方面仍是洛天行的那部门, 暂时领先。 李凌峰点点头, 这洛天行背靠以前的银行资源, 业绩好自然是不奇怪。 只是, 只是什么? 李凌峰见方知免欲言又只壮, 据侧面了解, 这洛天行似乎寻求在外面单干机会, 怕是迟早会独立出去, 现在其部门的团队都是他招来的, 这一走等于整个部门就没了。 方知免接着道, 李凌峰倒是一笑, 没有感到多少的吃惊, 像洛天行这种追求极致利益的人, 这种举动也是再正常不过, 无妨, 他要走就让他走, 公司不必拦着。 明白。 方知免随即汇报了下公司的账户情况, 那五亿的股份转让资金, 扣除两亿的配资。 剩下三亿为公司所得, 加上之前的两千万, 现在公司账户上一共自有资金三点二亿。 另外, 公司一般护理有几百万事工日常开支使用的。 可以说, 现在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就是投资收益所得。 李凌峰自然是知道, 公司的投资部改投行部, 以后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这个部门你亲自抓, 务必充实得利人员, 尤其是在交易方面有专长的。 方知免点头表示收到, 那我们下一步建仓哪只股票? 由于高领要业是七个联版, 所以密集上记载的是七联版过后的新科股份。 现在建仓还太早了, 等高领要业跑完七联版那会, 建仓新科股份也不迟。 不急, 再等等吧。 接着闲聊了一会, 李凌峰便离开了方知免办公室。 韩雪莹还在上面总裁办公室等着自己呢? 穿过公用办公区, 刚好遇见从经理室出来的向若珊, 还是依旧那么挺拔。 向若珊带着迷运的笑容, 老板, 您来了。 嗯, 李凌峰眉毛一挑, 打句道, 问你的数学题, 你说, 一和零谁大? 向若珊想都没想, 当然是一呀。 李凌峰听后意味深长的一笑, 也不一定嘛, 会不会有时候零比一大? 向若珊先是一愣, 随即想了会, 醒悟过来的他顿时脸色潮红, 娇羞得可人。 恶作剧丸的李凌峰带着笑意离开, 就在转身那一刻。 只见向若珊喊道, 别人不知道, 对于我来说, 依旧是比零大。 李凌峰转身, 惊艳了那份纯洁。 第208章, 那32层住的是谁啊? 上来总裁办公室, 韩雪莹正在站在那落地窗前, 欣赏居高临下的风景。 这间办公室比楼下方知勉的总经理室更加夸张, 李凌峰回头眼神充满爱意的笑了笑。 你这办公室够霸气的, 比我之前那公司的公共办公区都要大。 喜欢吗? 要不以后, 你就过来作霸道女总才怎么样? 我可没那本事。 韩雪莹松开李凌峰的手, 转身面向李凌峰, 可以的话, 我预定个总裁夫人的位置。 李凌峰一笑, 带你参观一下各处环境。 说完, 李凌峰便领着韩雪莹走出了办公室, 整个33层面积约为1500多平, 比32层略微小一些。 区域划分有总裁办公室、 秘书室、 健身区、 图书阅览区, 还有一个休闲酒吧台。 更衣室和洗手间在健身区便于平时锻炼换洗。 李凌峰带着韩雪莹逛了一圈, 来到了吧台, 要不要小酌一杯? 此前, 这里收藏了月泽的不少好酒, 搬迁时带走了部分的藏品, 大多数还是给留了下来。 韩雪莹来到包脚椅坐下, 包臀下的一双眉腿白心而修长, 笑着摇头道, 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 坐一会吧。 李凌峰一笑, 不喝酒怎么有机会做坏事啊? 好像说的哪次做坏事你要借酒壮胆似的。 韩雪莹白了眼, 李凌峰点头, 那倒是你还提醒了我。 说完, 来到韩雪莹的身边就要准备一盏流氓风采。 脸颊闪过一丝红润的韩雪莹急忙用手拦下, 别闹, 大庭广众之下给人看见了多不好。 放心, 我早已交代过, 公司厨房之免外, 任何人未经提前通报允许, 不得上这33层。 听到这, 韩雪莹也就闭上眼放有李凌峰了。 这感觉刚上头, 只见一人头伸了过来, 我没打扰到你们吧。 吓了跳的李凌峰赶紧松开手, 转头一看, 竟然是月泽。 草, 忘了还要禁止一个人上来。 这回的韩雪莹也赶紧起身整理了下衣服, 站到李凌峰的身后, 寻找安全感。 李凌峰那要刀人的眼神看向月泽, 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 此时月泽已经被凌迟了。 月泽吞咽了下口水, 看来好像是真的打扰到了, 我拿瓶酒就走, 你们继续。 说完的月泽来到收藏酒柜, 取出了一瓶红酒, 看其小心翼翼的模样, 应该是价值不菲。 罗曼妮, 康蒂, 珍惜藏品, 之前忘了拿。 月泽给解释到, 证明自己是有理由上来的。 谁料李凌峰双眉一皱, 你就打算这样走了? 月泽拿着红酒, 脸上一连串的问号, 那, 那个, 改天我再请你吃饭吃歉。 李凌峰诡秘一笑, 吃饭就免了。 随即将目光看向了月泽手中的那瓶红酒, 意识到不妙的月泽一把将红酒藏在身后, 我知道, 坏你好事是我的不对, 我真不有心的。 李凌峰慢悠悠地来到月泽跟前, 伸手笔划了一下, 月泽满不情愿地将红酒缓缓递给了李凌峰, 就看看。 李凌峰带着那迷人的微笑点了点头, 接过那罗曼妮、 康蒂, 嗯, 这就不错啊。 月泽陪笑道, 是不错, 关键数量还少。 李凌峰拿着酒来到酒柜一个空着的位置, 将罗、 曼妮、 康蒂往那一放。 嘿, 你看, 挺适合这个位置的嘛。 不, 不是, 月泽想伸手又不敢往前拿, 一副快要掉肉的表情。 不巧这回李凌峰的手机铃声响起, 是房产中介李美玲打过来的。 不好意思, 李先生, 那别墅的业主说暂时不出售。 李凌峰面露可惜, 难得自己看上一处, 但是以致辞也没办法, 总不能让别人割爱吧? 行吧, 那麻烦你这边再帮我留意一下其他的了。 好的, 李先生, 收集好房源, 我到时再联系您这边。 李美玲回道, 挂了电话外, 月泽转一脸好奇地看向李凌峰, 你要买房啊。 啊, 你有什么好介绍吗? 李凌峰道, 你不早说。 月泽顿时面露喜色, 一把勾搭住李凌峰的肩膀, 这边就有。 李凌峰一脸疑问, 等待月泽的解答。 你忘了, 这里是商柱两用的, 旁边那几栋就是高档商柱楼, 绝对的顶部大平层。 但我想入手的是别说哦。 李凌峰看了眼月泽, 嗨, 那是因为你没了解过绝对的大平层, 去看了后你就知道, 什么叫各有千秋。 那去看看。 李凌峰回头对寒雪迎道, 打定主意, 几人转身准备离开, 月泽突然想到了自己的那瓶酒, 忙转身看了眼。 最后一咬牙, 算了, 为了这笔生意, 全当是割爱了。 舍不得孩子, 套不住了。 随月泽来到商柱大楼, 整栋也是33层封顶, 而此次要看的房源是31层。 乘坐专用电梯, 直接来到31层大平房, 宽敞通透的空间瞬间扑面而来。 一层就一户, 整整1300平米左右。 屋内全灰白现代艺术风格的装修设计, 让李凌峰和韩雪迎两人眼前未知一亮。 里面除宽敞的客厅和温馨的餐厅外, 还设有健身房、 KTV房、 棋牌房和电竞房等娱乐设施。 基本可以满足各种的生活娱乐需求, 还是顶配。 厨房则采用开放式设计, 与吧台、 休闲区巧妙融合, 一股极致享受的用餐氛围。 整体的风格弥漫着奢侈的现代艺术情怀, 充分满足了那感性的心灵, 尤其适合女性。 可以看见, 韩雪迎对这里也甚是喜爱。 客厅处巨大的落地风窗, 则为李凌峰最爱, 从这里可以俯瞰整片城区。 李凌峰站在这落地窗前, 仿佛这天下静在我手。 而且, 若是与韩雪迎一起欣赏美景的话, 应该独具别样风情, 就是不知道这隐秘性怎么样。 说说吧, 这里卖多少钱? 李凌峰问道, 月则眉毛一条, 表现出很实声的样。 你若是诚心想要, 我给你个优惠价, 四千万。 你小子是想把我从你家赚的那几个亿, 再弄回去吗? 才几千万, 还早着呢。 可以看见, 月则的笑容里藏了千百个心眼。 倒是听到要四千万的韩雪迎, 惊呆中暗自扯了扯李凌峰的衣角。 这也太贵了吧, 是自己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那种贵。 李凌峰轻柔地牵过韩雪迎的手, 笑道, 行, 给你三千八百万, 这数字比较吉利, 亏死我了。 月则表面这样说, 但心里乐开了花。 得, 这下又帮家里做成一单的生意, 早晚得让那老头对我刮目相看。 对了, 这三十三, 层是封顶层, 那三十二层住的是谁啊? 李凌峰随口问了句, 我姐, 月则道。 第二百零九章, 楼下住人了吗? 放心, 我姐也不经常住着, 这是她的私人空间, 就偶尔才会来放空。 生怕李凌峰反悔, 月则忙接着给解释道。 哦, 李凌峰点头, 就没给你整一套啊, 你家里, 别想多了, 这是公司开发的项目, 又不是我家自己建的, 说给就给啊。 说完, 月则望了眼楼顶, 就楼上我姐那一套, 也是她自己花真金白银买的名下资产, 跟你一样。 李凌峰一笑, 纵使如此, 你姐买的肯定又回价了。 那倒是, 不过我给你的相比外面市场, 也是优惠价。 月则一个机灵, 可拉倒吧, 卖不出去才找到我接盘。 别这么说, 本来这套是打算预留给我的, 谁让我舍不得掏这钱? 月则摇摇头, 就只能让你掏了。 咋的, 我掏的钱, 买下来还能是你的? 李凌峰笑着调侃道, 但至少不会看着这么一套心意的房子, 落入其他人手里, 好歹是给了自己兄弟。 得吧, 我允许你现在多看两眼, 等会我会让人连着把那门给换了。 月则, 三十一层下来, 李凌峰给负责综合部的杨诗雅打去电话, 让他找家政公司来清洁一下。 自己则和韩雪莹去逛商场, 购置些床上备套用品。 当杨诗雅领着家政清洁人员来到这一千三百平的超级大平层时, 整个人都惊掉下巴了。 这, 这就是老板住的房子吗? 真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啊。 联想到自己现在住的那三十多平出租房, 简直就是个惨不忍睹的贫民窟。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简直给杨诗雅的小心肝来了重重一击。 不过这也更加坚定了他要追求李凌峰步伐的信心, 跟着优秀的人走, 总归是没错的。 心里感叹完的杨诗雅招呼着家政清洁人员开始干活, 起初还认真地盯着人, 后来实在看不过了, 竟自己撸起袖子也跟着下场, 生怕整得有半点不干净, 就如清洁自己窝一样苛求。 直到最后满意地收场, 结账打发走了家政清洁人员, 杨诗雅美美地看了最后眼, 脑海竟不自觉地幻想起自己住之的场景, 那巨大的落地窗前。 凌峰轻柔地从后面慢慢抱住自己, 杨诗雅随即脸颊红到耳根处, 一股微微火热地发烫, 使劲地摇了摇头。 我这是在想什么啊? 一个害羞的低头, 转身离开了这1300平的豪宅。 就是不知道下次, 还有没有机会再次踏足。 来到商场的李凌峰和韩雪莹直奔高档的品牌床上用品店, 店内服务员热情相迎, 浏览着那价格不菲的床上用品, 韩雪莹迟迟迟没有做选择, 往常这店也没来过两次。 不想再闲逛了的李凌峰随即笑问道, 怎样, 有看到喜欢的吗? 韩雪莹微微摇头, 压低声音道, 我都还没用过这么好的东西呢, 有点不习惯。 李凌峰宠溺地看了眼韩雪莹, 习惯都是慢慢养成的, 从现在开始, 你就有这个习惯了。 招呼服务员过来, 李凌峰一通地挑选, 让服务员将那些点到的都拿上。 令韩雪莹惊奇的是, 李凌峰选的都是她喜欢的, 因为刚才李凌峰在后面, 一直细心地观察着韩雪莹的眼神, 停留在那些款式上。 来到收银台, 付了大几万的账单, 韩雪莹看着那一件件的床上用品, 仿佛都是用钱编织的一样。 那么闪眼, 由于价格确实漂亮, 都给送货上门服务, 省去提的麻烦。 出来经过一家的香奈专卖店, 李凌峰随即转头问韩雪莹, 要不要给你买个包包。 韩雪莹看了眼自己身上 跨着的不到百元包包, 都还没坏呢, 就别浪费了吧。 谁说包包一定要坏了, 才能换新的? 不是说女人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面。 李凌峰挑了挑眉, 被逗开心的韩雪莹白了眼。 我怎么发现, 你这爆发户的气质越来越重了。 是吗? 李凌峰摸了摸自己嘴脸, 那我收脸些。 最好, 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那朴素的你。 韩雪莹上前挽住李凌峰的手臂, 李凌峰似乎想到了什么。 那我把那些床上用品都给退了吧, 咱也选朴素一点的。 被气到的韩雪莹拍了下李凌峰, 不要。 两人重新回到那31层大豪宅, 前脚刚到后脚那些床上用品就给送来了。 提着大包小, 包进来房间, 两人第一件事就是准备把床上用品给全换掉。 虽说都是新装修的拎包入住, 但这些贴身的物件还得自己操办的才放心。 谁知道这上面有没有留下些什么痕迹。 李凌峰将被褥的一脚套进新脉的蚕丝被单, 然后递给一旁的韩雪莹握住。 韩雪莹生怕握不稳, 伸出双手。 嗯, 我用双手握住了, 你使劲, 保证不会让她跑了。 李凌峰一愣, 怎么听着这好像有点不对劲。 你确定是握住了? 握住了。 韩雪莹将脸转过一旁, 害怕地闭上了眼睛。 你干嘛? 啊, 韩雪莹回过头来呆萌地看向李凌峰。 怎么了? 不是, 套个被单你闭上眼睛干嘛。 是吗? 不好意思, 习惯了。 韩雪莹害羞含笑地看了看自己手上握着的被子。 绑好四脚, 两人合力地一翻, 整个两米多宽的蚕丝被子被扑得平平整整。 有些力气透支的韩雪莹一把躺在了被上面, 那股柔软的舒适感洗满全身。 韩雪莹一个转身, 整个呈大字形平躺。 站在床边的李凌峰看了眼, 笑道, 裙底都走光了。 韩雪莹抬起头下看, 瞬间并拢了双腿, 反驳了句有穿打底裤的好不好。 切, 在我眼里, 穿没穿有什么区别吗? 说完, 李凌峰也躺到了韩雪莹的身边, 两人面对面近距离地对视了眼。 那氛围变得有些不对头, 韩雪莹焦红着脸, 感觉今天就像做梦一样。 你说, 我们现在躺着的这一千三百多平大豪宅是真的吗? 李凌峰一笑, 真的, 不幸, 我给你验证一下。 像电视上那样, 打我一巴掌, 疼不疼吗? 李凌峰摇摇头, 你试过春梦布, 每到关键的时刻总会遗憾惊醒。 想了下的韩雪莹立马醒悟过来李凌峰那所谓的验证方法, 忙道, 不要。 韩雪莹笑着就要阻拦李凌峰, 谁知李凌峰的一个亲吻瞬间就让韩雪莹破了房。 此刻, 不知什么时候回到楼上三十二层的月书那清秀的细眉, 微微一皱, 疑惑到, 楼下什么时候住人了吗? 这声音。 第二百一十章, 别再把它弄丢了。 雨雨过后的两人躺在那柔软的大床上, 李凌峰手扶过韩雪莹的发烧, 拿起微微靠近鼻尖闻了闻, 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转头看了眼红潮还未退进的韩雪莹, 你这洗发水的味道还是护发素的香味啊。 韩雪莹睁开眼轻柔一笑, 你喜欢啊? 闻着还不错。 李凌峰就随口说了句, 谁料韩雪莹回到, 那以后我就都用这个牌子了。 搂紧了些韩雪莹、李凌峰, 那倒不必, 偶尔也让我闻闻其他的芬芳吗? 我怎么听着你这话里有话呢? 韩雪莹微微抬头看了眼李凌峰。 李凌峰一笑, 是吗? 你看你看, 女生敏感的毛病又犯了吧? 韩雪莹将脸颊靠在李凌峰的胸口, 如今离职了, 好不容易有了空闲, 带我去旅行吧。 李凌峰想了下, 刚好近期也没什么事情, 那最新的股票新科股份 还得等几天才适合建仓。 于是爽快地回答道, 好啊, 你想去哪里玩? 嗯, 韩雪莹一个转身, 正躺盯着天花板, 我想去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最好商业化不要那么严重, 能让新好好放空一下。 行, 那我找一下这样的地方。 李凌峰转头, 虽然韩雪莹此刻平躺, 但仍肉眼可见的骄傲, 似乎感觉到了炙热的目光, 韩雪莹微微一笑, 刚还没完够啊。 看跟玩是不一样的, 看是欣赏, 就如此刻在我眼前的是 不可多得的艺术片。 你知道吗? 美就是一种艺术。 李凌峰补充道, 韩雪莹继续看着那天花板, 那可能是我不懂艺术了, 因为我的藏管里 自始至终就你一件藏品。 错, 你是最懂艺术的。 李凌峰立马否定了韩雪莹。 韩雪莹转头, 这话怎么说? 李凌峰也跟着转过头来, 两人就这般静静地相望着。 许久, 因为你的藏品 是世间最难得可贵。 韩雪莹忍不住破口一笑。 你这是在夸自己吗? 不, 我是在夸你。 李凌峰仍旧深情地望着韩雪莹, 因为懂得珍惜的人 才会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谢谢你, 一路来并没有丢了这件藏品, 而是细心地呵护着, 打磨着, 直到将其雕琢成形。 韩雪莹愣了一下, 随即呆呆看向李凌峰。 你说的, 我又想更加卖力地付出了。 楼上, 月书再次的细眉一皱, 又来。 清晨, 刺眼的阳光唤醒了李凌峰那沉重的眼皮。 昨晚在那大平层豪宅里, 折腾到深夜才回到这玉井花园住处, 连晚饭都是和这夜宵一起了。 李凌峰拍了拍旁边的韩雪莹, 几点了? 同样是睡眼朦胧的韩雪莹 一把拿过手机看了眼, 当即扑通一下的就坐了起来。 糟了, 糟了, 十点多了。 看着韩雪莹那般娇乱的表情, 李凌峰笑了笑, 慌什么? 你忘了, 你都离职了。 这时的韩雪莹才恍然大悟, 对额差点都给忘了。 不过即使没上班了, 也不能这般的堕落。 说完, 韩雪莹穿上睡衣起身。 这韩雪莹一起来, 李凌峰也没了睡衣, 于是跟着起床。 洗漱台, 刷完牙洗完脸的李凌峰 精致地修剪着眉毛, 韩雪莹则在厨房里忙碌着早餐。 修剪好眉毛的李凌峰 又给自己剃了个胡须, 忙完后给韩雪莹的牙刷挤上牙膏, 来到厨房里一把从后面抱, 住忙碌的韩雪莹, 你刷牙洗脸去吧, 剩下的我来。 韩雪莹侧脸, 那我先去洗漱了。 嗯, 李凌峰松开韩雪莹接过锅铲, 待韩雪莹转身离开之际 在骑翘臀上拍了下, 欣赏着韩雪莹欠力的背影, 目送其离开厨房。 其实早餐已经让韩雪莹煮得差不多了, 剩下就是李凌峰收尾而已, 所以并没有过多的手脚, 李凌峰便将早餐弄好摆在了餐桌上。 而这时, 韩雪莹也已经洗漱完走了过来, 等会吃完早餐, 我有事出去一下, 你收拾好家里的衣物, 等我回来搬那大平层去。 韩雪莹点点头, 刚想问去哪里来着, 但是话到嘴边又给咽了下去, 男人没说不该问的就别问, 韩雪莹知道这点。 两人吸到着吃完早餐, 李凌峰换了一身外出的衣服, 拿上车钥匙, 跟韩雪莹打了声招呼后便开门而去。 韩雪莹收拾好餐桌, 来到客厅看了眼, 虽说这里不是什么豪华住宅, 但不知为什么, 韩雪莹住在这, 总有一种特温馨的感觉。 只是现在又要搬家了, 隐隐萌生不舍。 李凌峰驱车来到父亲李云海工作的地方, 现在的他只能打些散工, 领现金。 也是费了些力气, 李凌峰才找到这地。 是一个老旧的菜市场, 进来变一股特浓的胃, 父亲李云海则在一处角落做搬运。 转身才看见李凌峰出现在自己眼前, 尴尬的一笑, 你来了? 外面聊聊? 李云海点头, 拖去手套回身跟同伴打了声招呼, 便随着李凌峰来到菜市场外头。 靠街拐角的路口, 两人站在拦住旁, 李凌峰抽出根烟蒂了过去。 李云海借过熟练地掏出火机给自己点上, 那一吸一吐间全然没了刚开始的声色呛口, 俨然一副多年老烟鸣的模样。 一个男人得是在什么状态下, 才能在短时间内将自己变成上瘾鸣鸣。 这, 无从得知。 你怎么不点上? 李云海道, 我准备戒烟了。 李云海看了看此时自己手里的烟, 笑道, 戒烟好, 戒烟好。 李凌峰将目光投向了街道尽头, 你知道吗? 我特羡慕我同学, 因为一到放寒暑假的时候, 他们就很积极地收拾着自己东西, 干嘛呢? 回家。 而我, 校尾驱赶, 因为寒暑假留校是要向辅导员向学校报备的, 而我不敢说我无家可归。 有时候, 我也想过回去, 可回去能干嘛呢? 守着一间让人窒息的空房子吗? 那不是家。 李凌峰微微摇头, 随即掏出一串钥匙, 物归原主吧。 那里登记是我的产权名, 不用担心被强制执行, 安心住。 李云海一眼就认出那是玉井花园的钥匙, 丢掉手中的烟头采灭, 吐进最后一道烟, 所以这是准备两清了吗? 这重要吗? 重要的是, 船节需要一个家。 李凌峰示意李云海拿着钥匙, 李云海伸手接过, 别再把他弄丢了。